红剑 灰红浩瀚 龙凤飞舞 星斗遮士 万道鼎盛 但是 就在三日前 红剑的天变了 那一日 苍穹深处爆发咚咚咚的响声 好像天鼓泪动 又好像星红心脏不休的跳动 随后一股神秘而未知的力量 覆盖整个红剑 今天的变化 让所有人猝不及防 红剑世界 更新包榜定成功 本次更新有以下内容 一 首次更新增加到极NPC人物星号石 神罗金仙 杨神君 春雪圣首柳玉露 剑仙子 江落 二 本次更新 清除红剑前世大量功法数据 武学数据 灵宝数据 三 新增功法一百步 新增武学十万本 新增至尊神兵五剑 新增道极灵宝一百剑 新增王极灵宝一万剑 全世生灵新增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红尘成仙 红尘夜火 茫茫争度 大势重启 神霞飞升 唯我独尊 红戒新增十万鱼之线任务 随即触发 红戒重启 天道更新 道友 助飞升 一夜之间 红戒天翻地覆 往日经过无数岁月 推演出来的功法与武学 失去了所有的效果 甚至就连那些天生地养的顶级灵宝 也都灵气溃散 变成生了锈的铜铁 红戒以前屹立在云穷顶端的强者 失去了功法 修为开始日益消散 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世界更新包 更新倒极人物 这些怎么都感觉怪怪的 这就好像是忽然被一个游戏包植入 甚至还有从天道之中走出来的NPC人物 我的穿越 怎么有点不合常理呢 顾颖是三天前穿越到这个世界里的 本以为这是一个举世修行的浩瀚世界 按部就班的修行 寻找机缘 就可以安身立命 结果现在就日洗牌 神秘的规则 覆盖全红戒 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我玩过的游戏 有NPC 有主线任务 有支线任务 这些全都被一股宏大的规则植入现实 游戏与世界融合 所以 一个浩瀚的玄幻世界 意外的游戏化了 同时 据说在剧变开始之后 各地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神秘而特殊的空间 那种地方被称之为景地 会被一股特殊的力量拉入陌生的空间之中 完成某种特殊的任务 顾颖了解的就是 附近城池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铜人 在街道上游荡了半个时辰 有年轻人触摸铜人 意外进入景地 十八铜人像 那人击溃第一层的铜人 金铁神工是一本子品护身武学 十八层圆满之后 防御大成 寻常攻击难以近身 这倒是让顾颖忍不住沉思 景地 就像是游戏中的副本 景地随即出现 通过景地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奖励 比如武学 功法 灵宝等等 这不就是一个高自由度的开放性玄幻游戏世界了吗 副本 任务 全都出现了 这倒是 让我忽然觉得 那些武学功法的失效 更像是一场煽荡测试 曾经修行大能 面临着修为崩塌的危机 顾颖心念一动 面前忽然调动出来了一个虚拟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 神纲一阶 零一零零 武学 玄冥指 以失效 游身部 以失效 领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先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理 无 简历 圣阳城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被七品宗门神幽殿宗主看中 说是个坏东西 是修炼神幽九寒宫的好苗子 从天地大便开始 红界的每个人都开启了这样一张个人面板 可以清晰地看到 自身的状态 数据 属性 甚至是升级进度 顾颖刚刚踏入神纲境没多久 还只是神纲一阶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昔日功法的失效 宁丹之上的修行者出现了涅槃限制 他们的修为开始流失 境界跌落 除非寻找到合适的功法 不然的话 一身修为会如同飞灰一般 消失殆尽 修为的境界分为断体九重 神刚十阶 灵玄十阶 宁丹三重 神丹六重 金丹九重 然后就是赤霞 涅槃等等 顾颖接触不到的境界了 目前 貌似只是初次更新 日后还会有一系列的更新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前世顾颖是个游戏 开荒狂热者 对游戏也算是了如指掌了 他现在看红界 只是一个游戏雏形而已 一切都只是空白 应当在日后会不断的更新增加吧 十位倒计人物便是世界NPC 据说荡日万丈霞光在天空中扑开 祥瑞与道运如瀑布一般垂挂 这十人从中走出 强大而神秘 顾颖此时坐在顾家言无常理 小声嘀咕着 而此时 顾家外堂二长老 也就是顾颖的二伯 没太听清楚 笑眯眯的凑近说道 小金你刚刚说的是天降十仙吗 从天道之中走出的十位倒计人物 因为神秘并且飘渺被称之为十仙 十仙啊 那可是最终极的存在 道竟大能 屹立在道之巅峰的极致 难以想象那样伟岸的存在 竟然从天道深处走出 当日灵光神铺垂挂 无数强者目睹这一惊世的场景 一提到十仙 二伯就侃侃而谈 显然最近这段时间 有关于十仙的话题极为火热 据传 十仙之一的剑仙将落 才晴惊红剑 一出现 便以一剑开天三日 三万里山脉被一剑两断 形成剑仙天渊 惊世骇俗 则则 这个世界越来越奇妙了 二伯说着 眼中的光芒愈发浓烈 好像他也想在这片奇妙的世界中 激昂进去 故多 他操起酒糊落 就是猛灌一口 眼里的光芒 也被冲天的酒气淹没了 修什么仙 老子一口酒 胜似活神仙啊 望着这一幕 顾颖无奈摇头 还真是我那不成器的二伯呀 从二伯的话语中 顾颖也捕捉到了一些情报 石仙可能是有血有肉的强者 从天道中走出 融入红界之中 不过 顾颖看着酒气冲天的二伯 也是忍不住调侃 二伯 你对这些花边新闻 了解的倒是挺多的 怪不得始终没突破到宁丹境界 还是凌玄第十阶的修为 顾颖的话 让二伯瞬间身子一僵 四处张望了一下 别瞎说话 你个臭小子 二伯对你可不薄 我喝酒的事 也别和你爹说 你也不想看到 你二伯愈而终吗 二伯没个正行 不过过了一会儿 又眯着眼睛说道 听说有人见到过 神罗金仙杨神君 神威浩荡 怒目审视 顾颖闻言 忍不住追问 然而 二伯摇了摇头 那毕竟是倒极的人物的消息 我知道的也不多 只是知道 若是意外碰到了石仙 或许会有一场惊天的机缘 而这个时候 二伯忽然想到了什么 城外三里的荒山那里 出现了一批奇怪的妖兽 咱们顾家的年轻一辈 都已经过去了 你怎么还不去啊 喇叭怪虽然等级不高 却也是妖兽 斩杀可获得经验值 快去吧 去晚了 都让那些小仔子们杀光了 现在想要突破境界的方式 只有经验值 而想要获得经验值的方式 目前发现的有几种 一 每天的打坐一个时辰 会得到一点经验 每天最多能够获得三点经验 二 击杀在红界四处出现的妖兽 会得到经验值 三 一些特殊的机缘 支线任务 景帝都可能会产出经验值 而现在 圣阳城外出现了一批妖兽 如果顾颖没有理解出错 这就是怪的刷新点 想不到红界数据化了以后 竟然还能让顾颖重新体验一下 前世玩游戏的打怪升级 他文言之后 立刻动身 圣阳城很大 内部势力错综复杂 而顾家拥有神丹镜强者坐镇 稳坐圣阳城第一把交椅 除了圣阳城外 顾颖来到了那片荒山 此时这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大多都是圣阳城各个世家的人 此时怒不可遏地看着前面 助力着的那些宛如山岳一般 威厄的老者 这些老者身穿黑袍 气宇轩昂 冤庭越智 身上的气息凶恶雄浑 竟然全都是宁丹境界的强者 这样的配置 除了顾家以外 还有哪家能够做到 顾家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 摇手出没 你们顾家却要圈地自用 就是 现在天地大变 天地机缘应该众生共争之 凭什么要经由你们顾家独享 顾家莫不是要犯圣阳城众目 就算你顾家师大 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吧 在场的也都是世家之人 此时聚集在一起 倒是敢说话 哼 忽然一道冷哼声响起 随后一股滔天的气势 铺天盖地地涌来 让在场之人 纷纷面色难看了起来 先有异物降临 引起灵能暴乱 为此我顾家有几位宁丹长老 压制灵能暴乱而受伤 这才诞生了这个妖兽群 现在你们想要来奋一杯羹 滚蛋 而且你们敢与顾家抢东西 顾长风一对眼眸 瞬间变得锐利 顾长风脾气火爆 在圣阳城内无人敢惹 可就在他的目光扫过人群中后 看到了人群中的顾颖 忽然神色变得温和了下来 他和声道 小景 你怎么才来 煞时间 所有人感觉压力骤减 随后他们的目光 都聚集在顾颖的身上 当看清了顾颖的身份之后 在场的年轻人 纷纷目光躲闪 顾颖 顾家大少爷 年仅十八岁 顾颖城年轻一辈第一人 去年的圣阳城亲舞会 顾颖一马当先 无人能敌 顾颖走出人群 顾家那些长老们 纷纷带上了笑容 然后让人带顾颖进去 哼 尤其什么 现在天地大变 机缘无数 有的人不一定什么时候 就踏入景地之中 修为大增 今年的亲舞会 孰强 孰弱尚未可知 有的人小声嘀咕 不敢让其他人听到 顾颖走入其中 你已进入喇叭怪区域 忽然头顶上出现了 这样一条提示 这也太到位了吧 大少爷 我们这次发现的是喇叭怪 现在的世界真是奇妙 我也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奇怪的妖兽 身体像圆锥 却伸出了手脚与五官 斩杀一只喇叭怪 会得到一点惊艳 只不过每个人 每天只能得到三点惊艳 顾颖向前看 啪啪啪啪啪啪啪 此起彼伏的喇叭声 在前面响起 一片空地上 遍地都是妖兽 当有顾家子弟 进入到危险范围后 那喇叭怪 便会立刻散发红光 随后开始攻击人 喇叭怪 等级 断体一重 简介 平平无奇的喇叭兽 在万众进化的路途中 率先被踢出大局 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很丑 最低级的妖兽啊 顾颖心头无语 请歌来了 顾颖的到来 引起了顾家年轻一辈们的侧目 他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此时一个年轻的女孩 刚刚斩杀了三只喇叭兽 达到了今日斩杀喇叭兽的经验上线 她眉清目秀 肌肤白皙 两只马尾 极具青春活力 她看到顾颖来了以后 便卖动修长的玉腿走了过来 甜蜜蜜的叫了一声 大哥 这是顾颖的三妹 顾少林 断体七重的修为 在顾家小辈里 也算是出类拔萃 我今天打坐修炼出了三点经验 杀灯笼怪得到了三点经验 我估计再有七天的时间 我就能突破断体八重了 顾少林小脸红扑扑的 一对大眼睛中 闪烁着激动的神色 经验值的出现 让境界的噤声 变得更加明确 顾颖点头 顾少林在顾颖身边 叽叽喳喳的没完 显然小妮子很是激动 顾颖上前去 取出腰间长剑 一剑划过一只喇叭怪 顿时喇叭怪发出一声 巴 的惨叫声 便直接被杀死 成功击杀喇叭怪 经验值加一 力气加一 妖兽篡改点加一 顾颖诧异了一下 总觉得 最后这个跳出来的 篡改点有些怪怪的 大哥你咋了 还没熟悉这个世界对吧 斩杀了妖兽 会获得经验 力气 经验 力气 所以我怎么多出了 一个篡改点 顾颖心念一动 忽然脑海中 浮现出了一道 特殊的虚拟面板 顾颖 篡改点 一 妖兽 这是什么 顾颖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周围的 顾少林等人 却发现 他们正在侃侃而谈 自己斩杀妖兽后的所得 可对于这个篡改点 的确无人谈及 所以 你这个篡改点 究竟是什么 叮 忽然顾颖的脑海 之中响起清脆的声音 篡改天眼 觉醒成功 此时正在交流着的 顾少林等人 并未发现顾颖的眉心 忽然亮起一道纤细的缝隙 而后顾颖 在看向面前的喇叭怪 喇叭怪的头上 竟然冒着淡淡的白光 下一刻 一张特殊的面板 出现在喇叭怪的前面 您触发篡改面板 解锁以下选择 篡改一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一 所需 五篡改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 累计经验上限加十 所需 五篡改点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率 所需 十篡改点 这是 我的金手指 顾颖心中 顿时涌出喜悦的心情 想不到作为一个穿越者 自己的金手指在第三日 便已经出现了 他连忙开始研究 自己的这个金手指 可以消耗篡改点 来篡改一些数据 比如击杀喇叭怪这种行为之下 对于其他修行者 拥有诸多限制 击杀掉落经验为一 每日经验上限为三 击杀喇叭怪这种低级小怪 应当是没有什么暴力的 但是顾颖却可以消耗篡改点 打破这些限制 更像是在数据上制造一些漏洞 从而让我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能够领先所有人 顾颖忽然想到了 前世游戏中 因为数据错误所出现的bug 这个篡改 倒是有了这个的意思了 少林 你们在这里待着 我去那边看看 喇叭怪会快速刷新 因为这是最低级最泛滥的妖兽 顾颖来到了树林后面 顾家子弟都在外面击杀喇叭怪 这里倒是空余 伴随着凄厉的喇叭声 顾颖一拳将喇叭怪打碎 经验值加一 力气加一 篡改点加一 果然 击杀妖兽就能够得到篡改点 而当顾颖斩杀到三点经验以后 后续果然就不会再继续产生经验值了 经验值加零 力气加一 篡改点加一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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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很快 顾颖就将篡改点搜集完毕了 顾颖 篡改点 五 顾颖点开自己的篡改面板 篡改一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一 所需 五篡改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十 所需 五篡改点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帅 所需 十篡改点 顾颖直接选择了篡改二 随后面前有一道道白光快速交织变换了起来 利器加一 篡改点加一 果真有效 圣阳城内 目前所有人每天通过打坐 大概能够产出三点经验值 顾家子弟掌握了喇叭怪的资源点 每天通过斩杀喇叭怪可以得到额外的三点经验值 而顾颖现在加上打坐的经验点 每天可以得到十六点经验 这样每天的差异会让顾颖大幅领先圣阳城内的人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当顾颖选择了篡改二以后 原本篡改二的模板位置上 又刷新出了一条新的选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经验上限加十 十篡改点 也就是十只喇叭怪嘛 喇叭怪只是断体一中的妖兽 是最低级的一级小怪 对于神刚进的顾家大少来说不成问题 他将此地的喇叭怪横扫一空 篡改点 十 今日的经验值又达到了上限 同时顾颖的篡改点也又来到了十点 蓝色暴率暂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经验还是目前最重要的 顾颖私衬了一会儿 又一次篡改了经验累积上限 一只小小的喇叭怪 是神刚进的修饰 放个屁都能崩死的存在 每天却能给顾颖带来二十三点的经验收入 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刚刚顾少林交谈之中 还透露了顾少林所在的清风门 得到了神刚进九阶的灵神鹰的刷新点 灵神巢穴 根据少林所说 一只神刚进九阶的灵神鹰能产出五十点经验值 每天灵神巢穴会刷出三只灵神鹰 但是一只灵神鹰需要至少十位清风门弟子合力击杀 评分经验也就只有一个人五点经验值 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待遇 这样比起来喇叭怪的经验产出当真可观啊 无风险 不浪费时间是完美的经验宝宝 而且后续顾颖甚至还可以让喇叭怪 拥有媲美其他高级妖兽的暴力 那么顾颖就省去了很多危险 没事刷刷喇叭怪就能变强了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十 二是篡改点 所需要的篡改点又增加了 可惜顾颖环顾四周 却发现此地的喇叭怪被自己屠杀干净了 小怪重新刷新也是需要时间的 不如晚上再来吧 顾颖离开了荒山 回到了顾家之中 演武场上 许多顾家少年正端坐着闭幕练功 随后顾颖也跟他们一样盘坐了下来 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 妖兽篡改点可以更改对于妖兽的经验值 暴力产出 那么如果是打坐呢 顾颖开始打坐 这是一个枯燥的活 一个时辰之后 经验值加一 打坐篡改点加一 靠 还真有啊 顾颖心中惊喜 随后直接开启篡改天眼 他四下张望 最后却在自己的小腹部看到了一抹白光 您触发篡改面板 解锁以下选择 篡改一 每时辰打坐产出经验值加一 五篡改点 篡改二 每日打坐产出经验值上限加十 五篡改点 篡改三 打坐有几率产出神秘先天精气 二时篡改点 顾颖看到了前两个选项 和先前妖兽篡改一样 但是第三个却是不同了 神秘先天精气 这是什么 顾颖研究了一会儿 这才意识到了神秘先天精气是什么 传说中 有人在母胎之中便能够吸食先天精气 从而诞生特殊的体质 乃是天生地养的绝顶天才 我还能篡改打坐的收益 先天神秘精气 可能会滋生出特殊的体质 体质这个选项 一直都出现在个人面板之中的 而顾颖的体质现在是肉体繁胎 若是将顾颖打坐的收益 也能篡改一下的话 那么顾颖或许可以依靠着寻常的打坐 就能够获得一些可怕的体质 先天精气是体质之机 若是以前想要获得强大的体质 可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现在完全数据化的话 那么只需要凑足够符合条件的先天精气 应该就能够触发觉醒体质的条件了 打坐一时辰结束 经验值加一 篡改点加一 打坐一时辰结束 经验值加一 篡改点加一 顾颖打坐的经验已经达到了上限 然而顾颖继续选择打坐 大少爷这次怎么这么沉得住气 已经三个时辰了吧 嘶 井哥怎么还在打坐啊 此时 延武场上的顾家子弟们 看着已经打坐了超过三个时辰 却还在继续打坐的顾颖 心中有些奇怪 但是碍于顾颖的身份以及实力 他们不敢过多询问 打坐篡改点 五 顾颖选择了篡改二 将每日经验获得上限提高了 篡改一时提高效率 提高打坐一个时辰的经验值产出 篡改二则是提高每日经验值的上限 本来我还觉得篡改一的效果很鸡肋 大不了就是干一点呗 不过每天最多就是十二时辰 所以提高效率刻不容缓 就算顾颖当真打坐满了十二个时辰 也就只能得到十二点经验值 是达不到顾颖刚篡改的经验值上限的 看来篡改一和篡改二还需要同步进行 而喇叭怪到时候也要进行篡改一 毕竟喇叭怪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今天天色不早了 回去再打坐吧 晚上顾颖简单的吃了口饭 随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他换出个人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 神纲一阶 26100 武学 玄冰指 以师校 游身部 以师校 领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简历 盛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特事中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今天一共得到了26点经验 这样的话 几日时间 我就能突破到神纲二截 而这种速度 只会越来越快 有如滚雪球一般 顾颖忍不住点头 目前的顾家 是圣阳城里第一世家 家主顾清仓 是神丹静强者 镇压四方萧小 父亲就算出现了涅槃面板 修为每日都在流逝 却依旧可以镇压顾家一段时间 我的处境还算不错 至少可以给我一个安逸的环境 来进行修行 这也是顾颖对自己出身 比较满意的一点 他前世除了对游戏有狂热之外 也对小说很是热衷 所以当看到自己并没有因为出身 而遭遇那些经典的兄弟反目 父母不待见的套路之后 顾颖还是比较满意的 顾颖的父亲 对自己的三位子女都极为宠爱 顾颖的妹妹顾少林 拜入九品宗门清风门 顾颖的弟弟顾少商 拜入八品宗门神剑阁 而他们对顾颖这个大哥 也都极为爱戴与尊敬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应该能拜入七品宗门神优殿 神优殿虽然被冠影魔门称呼 但是实力却是实打实的七品层次 神优殿主下九忧更是金丹大能 实力深不可测 七品宗门已经是附近绝强 据说六品以上的超级宗门 都是在中土地带才会有的 所以顾颖被神优殿看重 才会在圣阳城内 引起如此轩辕大波 可惜现在天地大变 各个宗门都迎来了巨大的挑战 顾颖恐怕已经被神优殿抛到脑后了 这让顾颖颖颖为无奈 毕竟顾颖可是被金丹大能看重 若是能拜入七座下 那么不光是对顾颖 就算是对顾家 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父亲昨日便离开了顾家 通过人脉 找到了一方景地 也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父亲应该是顾家第一个 接触到景地的人 等他回来了之后 顾颖一定要好好询问具体情况 而第二日清晨 顾秦仓就回到了顾家 神丹吉的气息极不稳定地 压迫整个顾家之人 让不少人纷纷在清晨 便清醒了过来 家主的气息不稳定 是因为涅槃流逝的原因 还是因为 这次景地之行并不顺利 然而顾秦仓神色阴郁 环视周围的顾家强者 顾颖 顾绍商 顾绍林 跟我进来 顾绍商也是昨天深夜归来的 是顾颖的地点 他们三人进入到了顾秦仓的房间里 随后大门哐当一声紧闭 随后顾秦仓露出严肃的神色 父亲 这次景地之行不顺利吗 顾绍林小声问道 此时房间里的气压很低沉 就连顾颖也都觉得有些发闷 然而顾秦仓摇了摇头 此次景地之行还算顺利 我进入了一个名为藏剑谷的景地 通过之后得到了一本武学 顾秦仓手一张 随后 一个虚拟的武学面板 便出现在了顾颖兄妹三人的眼前 咒剑爵 品极 蓝色 操持剑影如 疾风咒雨一般空剑压场 可瞬间爆发恐怖的群体攻击 武学特性 群攻 顾颖眼眸一阵 武学的等级 其实和顾颖曾经玩的游戏 是差不多的 蓝色 紫色 金色 红色 只不过能够具备蓝色暴力的妖兽 根本不是圣阳城能够接触到的 而且野外爆的武学 肯定也没有通过景地爆出的武学功能性强 藏剑谷一共有三层 我只是通过了前两层 第三层需要神丹大城的修为境界 若是能通过第三层 这本咒剑爵 恐怕能够晋升为子品武学 顾秦苍对待自己的三个孩子肯定不能藏私 直接就传授给了三人 同时他也说道 这本武学我会公开在顾家内 只不过需要家族贡献点才能学习 他随后叹息一声说道 哎 只是我的涅槃流逝速度越来越快了 再不找到合适的功法 我将跌落神丹境界 顾秦苍乃是神丹境的强者 在天地大变之后 便出现了神丹涅槃面板 必须要在相对应的时间内找到契合的功法 这样才能够保证自身的修为不跌落神丹境 可惜顾秦苍失望了 我本想去景地之中寻找合适的功法 但是每个景地所产出的武学 功法都是固定的 想要依靠景地寻找合适的功法 还是太过天方夜谭 父亲 我所在的神剑阁 在如惊天地大变后的这几日内 发展还算不错 目前也产出了不少功法 我这就回去向师门寻求帮助 我所在的清风阁也可以 如惊天地大变 那些宗门拥有大量的优秀弟子 散如满天星 在这个充满了神秘与未知的世界里 收获满满 大家抱团开荒 哪怕仅仅只有几日时间 积累的东西 也不是寻常世家可以比拟的 顾秦苍叹了口气 若是再寻不到合适的功法 恐怕也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了 他是顾家的脊梁 是圣阳城最强者 神丹境的实力 让顾家在寻常的九品 八品宗门面前都没有聚色 只是若是寻求那些宗门的帮助 那么顾家势必会成为其附属 小景 神优殿这几日有找你吗 顾秦苍又看向了顾颖 询问了这件事 自己的这个大儿子 是自己最骄傲的孩子 天赋强大 性格果决 其实很多八品势力 都对顾颖抛出懒之 只是顾秦苍一直按着顾颖不放 暗中推动顾颖与神优殿的那位碰面 果然顾颖不负众望 被那位看中 七品宗门和八品宗门之间的实力 与底蕴相差的 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可惜现在反而害了顾颖 神优殿因为大变 迟迟没有联系顾颖 倒是耽误了顾颖这个圣阳城第一天才 而此时 顾绍商看了眼顾颖 迟疑了一会儿后说道 大哥 现在神优殿内部的情况貌似并不妙 恐怕已经无暇顾及你了 顾绍商随后诚心对顾颖说道 现在天地机缘丰厚 众生非生 错过一天便都会落下十万八千里 我神剑阁虽然只是八品势力 但是一片生机勃勃 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若是神优殿坊导屋他 神剑阁未必不能发展成为七品势力 大哥不如加入神剑阁 顾绍商是好意 看着这一幕顾情仓很欣慰 同时也看向顾颖 一切的决定权都在顾颖的身上 然而顾颖却是拒绝了 原因很明显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金手指 篡改是他唯一能够领先所有人的能力 所以顾颖必须要对篡改能力最大限度的开发 而在那种动辄几千人的大宗内 所有人都按部就班的刷经验 顾颖一旦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 引起了一些心怀不轨之人的觊觎 更何况现如今 喇叭怪就是顾颖前妻最合适的金燕宝宝 顾绍商有些失望 对于自己的这位大哥 他始终尊敬 若是大哥能够到神剑阁内 其天赋肯定能够得到重用 现在大哥拒绝进入神剑阁 他还以为大哥还是眼界太高 想要加入七品神优店 为此感到叹息 大哥还是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 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了 顾绍商一直都待在神剑阁 对外面一切的变化看在眼里 现在比的就是每天能够得到多少经验值 能够通过人脉拿到紧地历练的资格 装备 领宝 都是珍贵罕见的宝物 而这些在宗门之中都能接触到 但是 在顾家是接触不到的 顾绍商觉得半年之内 他就有可能超越大哥 他为顾颖感到惋惜 然而大哥似乎并不以为然 他还想劝说顾颖 结果顾卿苍白了白手 让他们退下 顾绍商跟大哥和小妹告别 将要离去 继续回到神剑阁内 他也还相劝 让顾绍林也尽早回到清风阁内 清风阁虽然是九品宗门 但是近来发展也还不错 不要耽搁太多获取经验值的时机 大哥 你好好想想 以你的天赋和根基 在神剑阁也能大放光彩 甚至可以接触到神剑阁 最近刚从景地 万剑神宗得到的那本万剑路的修行资格呀 顾绍商还是不死心 然而顾颖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小子怎么越来越婆婆妈妈的了 赶紧走 顾颖一脚踹在顾绍商骑着的马屁股上 白马受惊 嘶吼一声便快步奔跑 大哥 你 而顾颖看着他的背影 大笑一声 随后转身回归 顾绍林想说什么 但是看着心思坚定的顾颖 也只好作罢 随后告辞而去 等到他们两个离开后 顾颖的神色也逐渐严肃了下来 通过顾绍商的话不难看出 现在其实真正占据优势的 还是那些宗门 人力众多 机缘丰厚 占据了大量的资源 无限探索景地 想要追赶他们的脚步 还是需要努力啊 不过现在顾颖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 应该如何合理的大四鸡杀喇叭怪呢 虽然是在自己的主场顾颖 但是顾颖也不想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忽然顾颖有了办法 这一日顾颖上下激动 因为顾颖家家主带回来了一本蓝色武学 名为骤剑诀 现在曾经的武学失效 这本骤剑诀顿时 让顾颖沸腾了 在景地里找到的武学 不知道效果究竟如何 听说这本骤剑诀是在顾家内全公开的 需要一百点家族贡献值就可以休息 天地大变 顾家的发展一直都让我们忧心忡忡 不过现在我感觉形势大好 这本骤剑诀也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所有人激动不已 不管是顾家窒息血脉 又或者是顾家供奉 只要付出家族贡献值 就能够兑换骤剑诀 只是这骤剑诀的威力究竟如何呢 然而这一日顾家又宣布了一个消息 顾家最强天才顾颖 将会在喇叭怪出没地带为 所有顾家子弟展示骤剑诀 死 大少爷乃是圣阳城第一天才 年纪轻轻就踏入神纲境界 他来给我们演示骤剑诀 消息准确吗 大长老亲自说的还能有假 大少爷可真是亲力亲为啊 但云飘浮 清风徐来 顾家强者将喇叭怪领的范围 围得水泄不通 里面此时占满了闻讯而来的顾家年轻一辈 甚至连一些老一辈的顾家强者 也都厚着脸皮过来了 顾情仓外出探索境地所得 对如今的顾家有着很大意义 再加上顾情仓神担强者的身份 这让这本骤剑诀在所有顾家小背心中 更具含金量 顾影掩饰骤剑诀 经过长老们的一致赞同 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骤剑诀 品级 蓝色 操持剑影如疾风咒语一般 空剑压场 荧光落影 万剑骤压 可瞬间爆发恐怖的群体攻击 武学特性 群攻 站在人群中心的那个俊朗年轻人 气宇轩昂 英姿朗朗 他大手一挥 将骤剑诀的面板 共享给了所有人 然而 这并不是修炼方法 修炼方法 需要到顾家武学阁楼中 支付家族贡献点换取 现在这些武学 弄得还真是新奇 具备单独的面板 更加简单易懂了 武学特性 群攻 所以武学特性 还会有什么 有一位顾家少年 真诚发问 顾影思锁了一会儿 合理分析 有群攻就有单攻 我想区别应该就是爆发力了 群攻类型的武学 更注重大范围杀伤 而单攻则是个体爆发 那个少年名为顾晨 文言认真地点了点头 好了 现在我来给诸位施展这本咒剑诀 之所以 选择在喇叭怪刷新的范围内 也是想给诸位 能够更直观地 看到这咒剑诀的威力 才怪 嘿嘿 顾景望像那些可怜巴巴 看着顾影的小喇叭怪 巴巴巴巴巴巴巴 这些喇叭怪巴巴什么呢 不知道 但是总感觉骂得挺脏的 下一刻 顾影从腰间取出一柄普通的长剑 如今领宝散尽 顾影的配剑也都失去了所有的灵气 变成了最普通的长剑 但是施展咒剑诀已经足够了 天空中云海汇聚 疯狂震战 所有人都听到了天穷之上的恐怖剑鸣 随后银灿的光芒撕开云层 光芒乍现 刷刷刷 剑光犹如疾风咒语一般坠落而下 瞬间笼罩数十只喇叭怪 噗噗噗噗 喇叭怪应声倒地 身上插满了荧光灿烂的剑气 这就是蓝色武学骤剑诀吗 顾家上道长老 吓到年轻一辈 多露出金融 显然顾影刚刚所施展出来的这本骤剑诀的威力 大大的超出了他们的原本预料 剑光凝实 瞬间破体 犹如万剑穿星一般 这本骤剑诀的威力很强 咔吧 一位长老上前 降落在地上的剑石起 那是经由灵气凝成的银色剑气 竟是与真实常见无异 他手指发力 将剑气掰断 灵光点点 消散于虚空 一百家族贡献点 物超所值啊 这本骤剑诀的威力强大 果然 从井地之中爆出的武学 都具备强大的特性啊 有人忍不住惊叹一声 多谢大少爷了 谢景哥 然而此时顾影都快乐开花了 经验值加一经验值加一经验值 经顾影一共击杀了三十只喇叭怪 直接达到了顾影每日的经验值累积上限 不过 顾影也获得了三十点篡改点 不过 让顾影真正惊喜的是 施展咒剑诀成功 获得咒剑绝熟练度加一 咒剑绝熟练度 015 熟练度加满后 可开启篡改面板 咒剑诀也可以进行篡改 这真的是意外之血 所以我的篡改天眼 足以篡改任何东西 妖兽的爆率 经验铲出 打坐 甚至是现在的武学 咒剑诀篡改之后 会不会具备其他恐怖的武学特性 甚至是一些我所想象不到的隐藏属性 这都让顾影很期待 顾影用手捂住眉心 眉心里冒出神秘的光芒 而后打开了篡改面板 篡改一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一 所需 五篡改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十 所需 20篡改点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蓝色爆率 所需 10篡改点 顾影手里目前有30点妖兽篡改点 于是顾影直接选择了篡改二 剩下的10点篡改点顾影选择了篡改三 这样 顾影每天击杀喇叭怪能够得到的经验上限 也就来到了33点 并且喇叭怪增加了蓝色爆率 喇叭怪 蓝色爆率10% 蓝色爆率 可随机爆出蓝色品质的武学 功法 灵宝等 收获满满了 顾影露出笑容 此时 顾家子弟们都极为振奋 显然顾影刚刚的那一首咒剑诀 已经让他们沸腾了 然而顾影此时却是找到人群中的长老 顾家共有9位内堂长老 与12位外堂长老 实力都极为不俗 也是顾家能够震慑圣阳城的依仗 眼前这位须发洁白 时常笑眯眯的老者 便是外堂三长老 也是顾情仓亲自选定的 维护喇叭怪区域生态平衡的长老 喇叭怪虽然能够刷新 但是刷新数量有限 所以 顾家出了限制规则 每天每个顾家子弟 只能斩杀三只喇叭怪 特地派来外堂三长老来进行监督 顾影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再加上他自己执意如此 才能够在这里演示武学的 三长老 现在蓝色的暴虑 一般都出现在哪些地方 三长老闻眼屡了屡胡须 眯着眼睛说道 蓝色的暴虑的话 目前还是比较稀少的 就算是出现在神刚镜的妖兽身上 也都是在比较强大的神刚妖兽身上出现 顾影闻言点头 看来顾家还是需要好好发展 闻言 三长老露出会心的笑容 家族兴衰是 他们这些长老最看重的 是啊 但是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了 顾家是圣阳城内 第一个掌握妖兽群的世家 同样也是第一个获得蓝色武学的 家族内有神丹静强者坐镇 未来还有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 等你们成长起来 那么才会是顾家的盛世 而三长老也忽然严肃郑重起来 你们一定要将家族兴衰荣辱放在首位 你是顾家长子 又是圣阳城第一天才 日后在外 若是顾家子弟有难 你绝不能袖手旁观 他说话间极为激动 同时也表达了对顾颖未来的信任与期待 顾颖也激动昂扬道 长老放心 日后我定将家族荣辱放在心间 若有人胆敢冒犯顾家 我定以此剑斩之 顾颖神情激昂 回身斩出一剑 剑光如银月悬空 瞬间朝着那些可怜巴巴的喇叭怪斩去 刷 一道身影陡然灵巧腾挪 随后在空中陡然攥住了那道银亮的剑光 随后笑眯眯地将即将落入喇叭怪身上的剑光捏得粉碎 大少爷 你的决心未看到 顾家有你 真好 顾颖面色难看 靠 外堂三长老 一生之敌 顾颖今日的经验值积累 还差十点 顾颖神色不太好看地 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 神刚一阶 四九一零零 武学 昼剑诀 一百一十五 领保 五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五 道吕 简历 盛阳城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武学模块已经更新 而经验达到了四十九点 今日的经验值 获得还差打坐的十三点 以及刚刚累积出来的上限十点 这样的话 明天应该就能神刚二节了 顾颖看着严格职守的三长老 自知今日无法继续斩杀喇叭怪了 于是便转身前往了演武场 打坐 只不过正常打坐起来的话 顾颖肯定无法积累满十三点经验 毕竟打坐满了十二个时辰 也就只能拿到十二点经验而已 五个时辰后 顾颖打开了篡改面板 选择了篡改一 篡改一 每时辰产出经验值加一 随后顾颖打坐四个时辰 经验值拉满 顾颖的经验值也成功到达了六十二点 明天无论如何 都能够踏入神刚二节了 顾颖松了口气 深夜 顾颖并没直接睡去 而是来到了喇叭怪的出没的地方 摇摇间就是一拳打出 赤裂的拳刚将十只喇叭怪碾成碎片 做完这些顾颖转头就跑 一间荒山外的木屋之中 三长老豁然睁开眼睛 煞时间满眼目意 何方潇潇 然而 等到他追赶出去之后 却只看到了被轰杀的喇叭怪 三长老气的直跺脚 谁啊 有病吗 然而顾颖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睡去 经验值也上升到了七十二点 第二日清晨 顾颖起了个大早 他望着外面微风徐徐 眼眸中泛起光芒 你难道 有三长老在 喇叭怪的击杀还是很难办的 毕竟顾颖现在想要刷满经验的话 可是需要整整三十只喇叭怪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但是总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不过顾颖还是趁着三长老交接般的空荡 进去杀了十五只喇叭怪 然后全身而退 经验值加三十 力气加十五 篡改点加十五 伴随着顾颖获得三十点经验 顾颖的肉身忽然轰隆一声 周遭气静沸腾 大地摇颤 他突破了 恭喜您的等级提升至神刚二阶 刹时间 顾颖感觉全身上下有一股暖流涌动 属于神刚二阶的气息 在他的体内沸腾 现在顾颖也不知道 那些宗门子弟的晋升速度 至少现在顾颖的提升速度 是绝对碾压圣阳城 甚至是周边所有城池的年轻一辈的 很快顾颖看到陆陆续续 有顾家的年轻人来到了喇叭怪这里 顾颖混入人群中 等到三长老来了之后 笑眯眯的扫过喇叭怪刷新的范围 却总感觉 喇叭怪减少的数量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于是一对严格的眸光扫过全场 当看到顾颖之后 目光微不可见的眯了一下 顾颖心中一咯噔 三长老应该开始怀疑他了吧 外堂三长老这人为人正直 刚正不阿 就算顾颖身份特殊 但若是被他抓到了 肯定也免不了一顿责罚 而且顾颖并不想让外人追问自己 多杀喇叭怪的目的 担心篡改天眼暴露 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还好三长老只是看了顾颖一会儿 便再没说其他 顾颖突破之后便来到了一侧 在空地上开始演练骤剑绝 一时之间引来了不少顾家子弟的围观 感觉大少爷的剑好像更加恐怖了 是有错觉吗 感觉今日大少爷的骤剑绝比之昨天的 骤剑绝威力好像又上升了一个级别 周围的顾家子弟有一种错觉 今日的顾颖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剑绝的威力更强了 施展骤剑绝成功 骤剑绝练度加一 顾颖算了算时间 大概又施展了四次 骤剑绝练度615 顾颖有些乏了 于是就在三长老若有所思的目光中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他从荒山外进入圣阳城 朝着顾家的方向走去 圣阳城算是比较繁华的了 大清早就已是络绎不绝 一股沸腾的热气在圣阳城内弥散 清晨起早的大多都是一些年轻的修行者 他们眉眼锐利 气宇轩昂 行走在街道上急剧朝气 忽然 一股莫名玄妙的气息降临了下来 规则降临 支线任务 唯一的修仙者 启动 任务奖励 50点经验 随机蓝色暴虑 已经被一股宏大的力量锁住 里面共计有17位修行者 你们将在这片被封锁了的区域内 展开一场搏杀 当现场仅剩下一人后 任务结束 获得奖励 任务计时 4个钟 60分钟 顾影有些猛逼 他正在回顾家的路上 结果就被困在了此处 不过当听到了任务内容之后 他眼前一亮 好丰厚的奖励 而此时 此处被封锁的区域内 除去顾影之外 还有16人 当那宏大的规则笼罩下来之后 他们的眸光顿时变冷了下来 直线任务 我倒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丰厚的奖励 这是一场机缘啊 如今的天道 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直接封锁了街道 呵呵 站直最后一人 应该是活到最后一人吧 可忽然 有一人露出金融 他怎么也在转 所有人都将目光放在了那个表面谦和的少年身上 只见那人许许拍了拍手 嘴角擒着一抹轻蔑的笑容 身上的气息陡然变得沉重 黄阳 圣阳城内有名的天才 数月前便已踏入断体九重境界 现在实力未知 黄阳啊 顾颖此时站得很远 处于街道的角落 暂时还没有人看到他 他认得这个黄阳 天赋不错 实力很强 只不过在去年的圣阳城亲舞会中 被顾颖的前身狠狠虐爆了 诸位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支线任务 既然如此 那么就别怪黄某心狠手辣了 黄阳的脸上 闪过一丝利气 随后杀鸡澎湃 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恐怖的压力 顾颖除外 他悠闲地站在封锁街道的角落里 看着黄阳正准备因碾压之事打崩 所有被封锁在这里的修行者 忍不住称快 我倒是不用出手了 黄阳魁梧的身躯 散发惊人的压迫力 发丝飞扬 绽放灿灿灵光 隐约间刚风四起 仿佛天神作物 在场的那些修行者 纷纷露出金融 大呼道 黄阳 你神刚进了 从圣阳城外来到这里的修行者文言后 心头微惊 二十岁之前 能够踏入神刚进可不得了 这便是进入到了年轻一辈 绝逐的巅峰舞台 这个黄阳的前途不可限量 一场因为任务 而搭建起的临时战场中 竟然出现了这样一阵大神 煞时间 他们顿感压力 他们这些修行者 也就只是断体境界而已 强的一些断体九重 但是距离神刚进相差的不止一星半点 黄阳在上次亲舞会上 被顾影暴打 犹如丧家之犬 现如今 竟然突破神刚境界 看来天地大变 有太多人成为了受益者 听到顾影的名字 黄阳面色争鸣 瞬间犹如狼入羊群 神刚进了气势 瞬间压垮一切 犹如众月压烛 全身如雷 乍穿虚空 瞬间惨叫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啊 一个修行者的身躯 犹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 势不可挡地压倒一座木屋 顿时木屑炸飞 而那修行者倒在地上殉命 轰轰轰 街道眨眼之间就被炸穿 地面上的青石被踩得粉碎 看不见的气浪 仿佛绞肉鸡一般 在街道上狂飙 大树被折断 雷霆之音接连响彻在此处 那些修行者 根本不是黄阳的对手 差距太大了 一 二 六 八 黄阳每击杀一位修行者 便会呢喃一声 似乎是在轻查数量 一共有十七人 除去自己 那么就是十六人 不对 人数少了 此时燕尘飞扬 他的灵气犹如雷霆一般 在燕尘中穿行 鲜血染红他的身躯 给他平添了几分力气 他皱着眉 行走在街道之上 他在找什么 有的修行者原本叙事待发 可忽然看到停下来的黄阳 忍不住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是在找剩下的人 任务上记录着 一共被封锁进来了十七人 可是这里仅有十六人 所以有一个人在被封锁的最开始 就已经躲藏起来了 可恶 黄阳实在是太强了 这就是神刚境界吗 与断体境界 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了 有人断臂 有人断头 有人亮腔着抱着勇血的肩膀 满目猙獰 但是他们都恐惧地 看着陈烟中行走的黄阳 忽然黄阳眸光一宁 好似有闪电于目中迸发 找到你了 在街道封锁的最角落 那里有一道身影 陈烟笼罩 显得格外的神秘 见状黄阳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 你以为躲起来 我就找不到你了吗 如今天地大变 随机散落在红界四方的任务 便是变强的根本 这个任务只是一个开始 我会超越所有人 他最后半句话 是咬着牙说的 煞世间 他化作穿云破雾的一道闪电 瞬间朝着那 躲在角落中的人冲去 恐怖的灵气 化作银白色的闪电 犹如珠网一般 快速蔓延 这就是神刚境 完全爆发的气息吗 所有残存的修行者的脸色 纷纷苍白了起来 黄羊气息全开让他们腿脚发软 完全无敌 哄 尘烟之中忽然爆发恐怖的碰撞之音 他们看到了防倒乌塌 似乎某些碰撞 让周围的建筑不堪重负 随后一道身影 骤然撕开尘烟 宛如炮弹一般倒飞出来 扑通 所有人定睛一看 脸色顿时大变 那犹如炮弹一般倒飞出来的身影 竟然是先前不可一世的黄羊 只见黄羊倒在地上 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脸色苍白 奄奄一息 是谁 一道身影走出尘烟 此人身材魁梧 眉眼锐利 仿佛有神剑在那对心眸之中颤鸣 他胆了胆身上的烟尘 这是谁 黄羊败了 黄羊已经踏入神刚境 能够挫败神刚境的 也就只有神刚境的存在了 此人如此年轻 竟也是神刚境界 他们震撼 有人忽然脸色苍白 这 是他 顾景 这是圣阳城第一天才 顾盈 黄羊的一对眸子布满血丝 他看着顾盈 先是惊讶 顾盈竟然也出现在这里 随后脸色逐渐猙獰了起来 他永远也忘不掉在那场亲舞会上 他朝气蓬勃 气宇轩昂 结果却被顾盈无情暴打 哎呀 顾盈 我已踏入神刚境 不该落败于你 我要杀了你 轰轰轰 他的身躯一阵闷响 灵气接连爆发 全光之上附着银色的恐怖灵气 朝着顾盈压来 顾盈不躲不让 一拳轰出 轰 可怕的闷雷之音响彻 随后黄阳的右拳瞬间炸开 鲜血狂流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顾盈 顾盈似乎更强了 比亲舞会的时候更加恐怖了 神刚二阶与神刚一阶之间的差距 竟然如此之大 想不到顾盈也在这里 那些修行者们的神色逐渐苦涩了起来 看着顾盈缓缓取出长剑 也都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哼 天地大变 是好事 却也是残酷的 冷酷无情的天道 肆意地玩弄万物 只能存活一人啊 我要退出 我弃权 本任务禁止弃权 最后一人可逃出封锁的街道 二十分钟后 本街道将自行毁灭 存于他缩的虚空中 禁止弃权 时间限制 规定时间内战斗不结束 他们都要被毁灭 煞世间所有人脸色发狂 他们犹如被关在球龙里的野兽 死亡的刺激让他们疯癫了起来 顾盈也抽出了长剑 圣阳城第一天才 顾盈 让我来看看你的剑吧 他们朝着顾盈冲来 顾盈面无表情 咒剑诀 扑痴 云雾裂开 赤盛灿烂的荧光画作 无数力刃刷刷刷的下落 啊 惨叫声此起彼伏的响起 神刚二届的蓝色锦第五学 根本不是这群断体精的人可以比拟的 看着那沐浴在剑语之下的顾盈 黄阳露出惨笑 差距 太大了 扑扑扑扑 击杀成功 获得杀7加12 任务完成 恭喜您获得任务奖励 经验值加50 获得 蓝色爆率并没有给顾盈带来蓝色装备 武学 竟然给顾盈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蓝色物品 集运签 提升扶运的 集运签 上级 可在十分钟内将自身扶运提升至上级阶段 扶运影响颇多 在不同的世界称呼 也有很多区别 比如 气运 运气 红运等等 运气好的话 做什么都顺风顺水 运气上级 这样逆天的道具 竟然只是蓝色的品级 不过顾盈很快发现了 这个集运签仅仅只有一次的使用机会 它顿时了然 原来是消耗品啊 是消耗品的话那么 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会是蓝色品质的了 这个集运签应该用在刀刃上 您已经成功完成支线任务 唯一的修仙者 锁定空间即将消失 运气爆棚 恭喜您获得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称号 顾盈眼眸微跳 显然没想到 一个支线任务竟然还给顾盈 爆出了一个特殊的称号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效果 激活后可将五位以内敌人 拉入封闭空间内 最终存活者将会重新继承称号 住 在封锁空间内将拥有一力量 一敏捷的加持 原来如此 称号 有的会出现特殊的效果 有的则是会给予增幅 唯一的修仙者这个称号激活的时候 可以选择将人拉入特殊的封闭空间内 进行强制单挑啊 顾盈觉得越来越有趣了 激活 顾盈的头顶上忽然冒起悬光 唯一的修仙者六个字 出现在了他的头顶上 随后一股力量奔涌而来 身体也更加轻盈了起来 称号还有特殊的属性加成 只不过目前顾盈并没有选择 拉谁进入自己的封闭空间内 所以 很快那种感觉就消失了 随后顾盈头顶上的唯一的修仙者六个字 也就消散了 而现在 周围的一切 犹如瓦片 一般开始溃散 瓦解 这说明这个任务结束后 这个封闭的街道 也要瓦解了 看来并非是封锁了街道 而是直接用一股宏大的力量 将这十七个人 全都瞬间给拖拽到了这里 此时 圣阳城内 一整条街道 却是已经被彻底清空了 听说刚刚神秘的力量出现 随后十几道身影瞬间消失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应该是有特殊的任务出现了 则则 被拉入其中的人 还真是好运 听说现在全红界出现了 大量的支线任务 这些任务随即出现 伴随着大量的好处与奖励 看 各大世家也都来了 搜搜搜 整条街道被清空 随后一道道身影 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 不同的世家有不同的穿衣风格 而当那一袭黑袍的人群 到达这条街道之后 整个街道都肃穆了起来 圣阳城内有名的世家 有张家 王家 纪家 黑袍之人 显然不是这三大世家中的任何一个 他们赫然就是圣阳城第一世家 顾家 黑袍顾家 在这些世家之中 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尤其当那个威武的中年人 到达现场之后 所有人的神色之中 都带着浓浓的畏惧 顾秦仓 圣阳城最强者 堂堂神丹境界的强者 现在是什么情况 任务已经确定了吗 顾秦仓富尔询问道 并没有确定 人员目前确定的也不多 因为当时的目击者也有很多 有的人说应该有一些 从城外来的修行者 那么 有我顾家之人吗 顾秦仓期待的询问道 然而被询问到的那个长老 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确定的消息 顾秦仓闻言有些失望 有人看到黄阳也在这条街道 后来便消失了 黄阳妖 这里的世家之人顿时议论了起来 对于黄阳他们自然如雷贯耳 也是当初亲舞会上 意气风发的天才 虽然被顾影暴打 但是却依旧给很多人深刻的印象 羊儿也在里面 黄阳虽然不是圣阳城三个世家中的人 但是却是姬家家主的外甥 从小就在姬家长大 也算是半个姬家人了 此时姬家家主露出会心的笑容 羊儿已经踏入神刚境 看来这次任务的奖励 羊儿是势在必得了 姬家人文言都喜色流露在表面上 目前各个世家的人都有人在里面 我们顾家目前没人确定在这里面 我顾家子弟大多数都在荒山之上 恰好与这里错过了 顾家人有些失落 就连顾秦仓都眸光闪烁 阴沉不定 黄阳若是得到了奖励 会不会超过锦儿 现在这个世道 谁的运气好 谁就能够占据先机 这个滚滚大事 也不知道会郁郁出 怎样可怕的强者出来 而就在此时 面前的虚空忽然裂开 犹如一只汹涌澎湃的虚空巨兽 张开血盆大口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从中弥散了出来 顿时让不少人露出金融 兴趣的人全都死了 这个任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也太残酷了吧 这些人都被杀了 他们的伤口有多处 而且感觉上面 似乎有着极其灵力的剑气 黄阳是用剑的 此时 姬家家主原本还准备 黄阳凯旋归来 结果就看到了一地的尸体 上面的剑气极为灵力 恐怕是某种武学 这个时候 他还是有点难以相信 难道杨儿练了一门剑术武学 家主 黄少爷 啊 奶呢 躺 躺着呢 此时 姬家之人也都看到了 地上那黄阳的尸体 煞时间 姬家家主瞳孔收缩 黄阳是他亲妹妹的儿子 他妹妹走得早 所以他一直将黄阳 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 黄阳天资不错 所以他对黄阳的期望极大 谁杀了黄阳 他顿时杀气腾腾 而此时 顾秦苍眸光微微闪烁了一下 看到了那所有尸体上的剑光 嘴角勾起一抹莫名的笑容 虚空裂开 一道身影从中走出 龙行虎步带着一股莫名的压力 在场所有年轻人都忍不住低下头去 顾影从中走出 却忽然皱眉 一股杀机锁定了自己 他看到姬家家主冷着脸 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他袭来 恐怖的压力 瞬间让顾影喊毛倒数 然而下一刻 一道不屑的冷哼声响起 随后 一道伟岸的身影 挡在顾影的面前 仅仅只是一弹指 惊天的响声爆发在此处 一道身躯 瞬间犹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 沿途大地开裂 似乎整个圣阳城都颤动了起来 万众瞩目之下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当那道身影 完全从虚空裂缝中走出之后 周围嘈杂的声音顿时消失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 顾影 顾家长子 圣阳城第一天骄 顾家所有长老冷冽的眸光 顿时横扫四周 开始警戒 属于十几位名单境强者的气息 将整个圣阳城的人压的大气 都不敢喘 顾情仓看着顾影 心情大好 欣慰地拍了拍顾影的肩膀 随后大声说道 好 小景 这次收获泼风吧 顾影闻言 朝着顾情仓一笑 父子对视 顿时一回 等等 刚刚飞远的那道身影是啥 哦 是纪家家主 纪天刚轰然落在地上 哇的一声吐出鲜血 随后他一脸凝重地 看着忽然出现的顾情仓 从看到黄阳的尸体落在地上之后 他就猜到顾影绝对也在里面 黄阳已经踏入神刚径 而能够将神刚径的黄阳杀死 也就只有顾影了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顾情仓竟然还有神单径的可怕力量 他的五脏六腑几乎错位 鲜血止不住地向着他的嘴角流下 该死 黄阳之死虽然让他伤心 却不至于失去冷静 他与其余两位家主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眸中的凝重 只要顾情仓还在神单径 顾家的天救他不了 大少爷威武 顾家之人看到顾影 从里面大摇大摆地走出 顿时欢呼了起来 原本以为任务的奖励 要落在纪家纪天刚外甥的身上 结果现在 竟然是他们家大少爷完成了任务 锦少爷更强了 以后我等在盛阳城内 腰板更能挺直了 大少爷威武 看到了吗 我锦哥 黄阳当初在清武会上 被我锦哥暴打 就算是踏入了神刚境 神刚亦有差距 懂吗 盛阳城内有明文规定 老一辈的强者 不准介入年轻一辈的争斗 所以顾影的存在 让顾家子弟立于不败之地 怎么 你很牛 很牛有用吗 咱家大少爷盛阳城第一天教 所有人叹了口气 诸位还在看什么 顾影的声音 让三大世家的人面色难看 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退去 顾影站在那里 莫名有一种顾情苍帆版的感觉 这让不少人心中威震 顾影若是成长起来 未来势必会是另一个顾情苍 镇压盛阳城 随后一行人回到顾家 顾情苍带着顾影 回到了屋子之中 而后顾影从怀中取出了 集运签 上级 这东西的效果 还真实逆天 浮运分为下下 下 上 上上 四个基础等级 这个上级势必能带来巨大的好运 若是在通关景地之前使用这个 那么效果会极为丰富 毕竟景地除了能够爆出特定的武学之外 还有极小的概率 能够爆出功法与灵宝 简儿 烧好了 顾影思锁了片刻后 将手中的集运签交给顾情苍 随后说道 父亲 那你不如将此物带着 寻找一处景地 或许能够爆出合适的功法 儿子长大了呀 顾情苍有些感动 但是却是故作不耐的白手说道 为父什么时候 用你们这些小孩操心了 你安心修炼你自己的 有关服役类的东西 价值都极为珍贵 灵活运用 这个签子你好生利用 你未来的成就 势必在我之上 顾影极为优秀 无论是星星还是天赋 都是上上之血 顾情苍对他的期待很大 顾影收好签子 这个时候 三长老忽然来了 看到三长老手里 还端着一本册子 显然是记录喇叭怪的刷新情况的 心里一咯噔 外堂三长老名叫顾精锐 是个老实人 为人正直 就是有点执拗 认死理 他走进来以后 看到了顾影以后 也是冷了一下 随后笑眯眯的说道 大少爷 今天杀了几只喇叭怪啊 三只 顾影斩钉截铁 哦 顾情苍有些奇怪的 看着二人的互动 随后说道 精锐 怎么了 三长老名为顾精锐 此时攻身说道 经过我的计算 喇叭怪每十分钟刷新一只 也就是每天会刷新一百四十四只 他先是汇报了一下 喇叭怪区域刷新的具体情况 随后话锋一转 若有若无的看了一眼顾影 然后怪声说道 只是最近喇叭怪跟我统计的数量 有点不相符 似乎少了二十七只 应该是有人除却三只喇叭怪之外 又多斩杀了二十七只喇叭怪 大少爷 啊 你说这个不守规矩的人 杀了多少喇叭怪 我哪能知道 还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顾影如坐针毡 随后转身就走 全红借数句话 这怎么感觉 三长老好像上网冲浪了一样 学会阴阳怪气了呢 看着顾影离去的背影 三长老心中冷哼一声 大少爷 千万别让我抓到 不然 你就遭老罪了 顾影回到自己的住处 随后开启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影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 神刚二阶 五二一零零 武学 骤剑诀 七百一十五 领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简历 盛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顾影的经验 距离神刚三阶 也比较接近了 骤剑绝术练度 也长到了七 我在斩杀黄阳等人的时候 貌似还弹出了一个特殊的信息 杀气 顾影 杀气 十二 斩杀一人 得到一点杀气 当时有几人被黄阳杀死 所以我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杀气 而是得到了十二点杀气 不光是杀气 还有力气 顾影的力气目前是五十八点 这些貌似都是一些特殊的机制 应该在抵达某些极限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特殊的效果 只是总感觉杀气和力气 貌似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顾影轻笑一声 随后开始打坐 大概打坐了六 五个时辰 顾影的经验值涨到了六十五点 而他的打坐篡改点也到了十一点 篡改一 每时辰打坐产出经验值加一 二是篡改点 篡改二 每日打坐产出经验值上限加十 二是篡改点 篡改三 打坐有几率产出神秘先天精气 二是篡改点 打坐所需要的篡改点还真不少啊 顾影有些肉疼 明天多打坐一会儿 将神秘先天精气先弄出来 等到第二天 顾影很早变起来打坐 双手放置膝盖之上 打坐结束 经验值加二 打坐篡改点加一 顾影足足打坐到晚上 才凑够了二十的打坐篡改点 然后选择篡改三 篡改三 打坐有几率产出神秘先天精气 二是篡改点 打坐终于结束了 呼 顾影长呼一口气 眼眸中带着点淡淡的皮类 天都黑了 只不过自己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顾影趁着夜色 又来到了城外荒山的喇叭怪范围 大少爷 外围的顾家强者 看到是顾影来了 连忙让出路来 顾影是顾家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 他们这些人身处于顾家 唯一希望的也就是顾家能够越来越强大 他们能够余有熔烟 眼前的顾影恰好就有这样的可能 顾影趁着三长老不注意 混入山林之中 然后有意的将喇叭怪全都引到一个地方来 看着那些天真无邪的喇叭怪 顾影痛下杀手 八 八 八八八八 经验值加三十 力气加十五 篡改点加十五 恭喜您的等级突破至神刚三件 顾影又突破了 昨天她的经验就已经达到了六十五点 打坐提升十三点 斩杀喇叭怪又提升了三十点 直接突破 一股可怕的气息沸腾在顾影的四肢百骸之间 轰隆一声 从顾影的毛孔之中 喷勃出无尽的气浪 将周遭的一切都折断 短短几日 神刚三接了 不过现在 刚刚突破神刚三接的某个不可一世的顾家天才 左顾右盼之间 犹如做贼一样 连忙引入山林 等到顾影离去后 三长老狂吕胡须 飞奔来 又让你给我跑了 三长老百思不得其解 这人为什么每天都要杀这么多的喇叭怪呢 总要有原因吧 他低着头 脸上的皱纹格外的明显 他看到了满地可怜兮兮的喇叭怪 这可怜的一级妖兽遭遇了恐怖的袭击 随后他惊呼一声 这人该不会是心理变态吧 刚刚大少爷来了吗 大少爷来了呀 刚进去没多久 哼 三长老一挥袖袍 几位顾家强者顿时有些摸不清头脑 咋地 三长老和大少爷不对付 没听说啊 而此时 顾影借着夜色朝着顾家回归 然而在路上顾影却是忽然脚步一顿 林间似乎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 顾情仓依旧是神丹境强者 的确拥有很大的威胁 但是顾情仓的状况绝对极其不妙 顾情仓乃是神丹三重境 按照正常的涅槃速度 顾情仓跌落神丹境界应该就在这几日了 顾情仓一倒 顾家也就垮了 顾家称霸圣阳城这么多年 喇叭怪的区域也都被他们强行占领 我们是时候讨回一些利息了 顾影听到了这些声音 顿时眉头一拧 是三大世家的人 当仔细听了一会儿后 顾影顿时意识到了三大世家要做什么了 虽然顾情仓展现了神丹境的实力 但是却也被纪家家主角查到了 顾情仓的实力不如以往 顾情仓再强 也逃不出涅槃的限制 纪 王 张这三家终于按捺不住了吗 顾影一对锐利的眼眸 在月夜下显得寒气凛然 这三家竟是在暗中集结了一小批强者 准备对顾家在荒山上的喇叭怪区域袭击 虽然是晚上 但是在那里 依旧有很多顾家年轻一辈在修行 若是真被他们得逞了 那么顾家年轻一辈将会损失惨重 顾影用最快的速度赶回顾家 大少爷 顾家门口的门卫 看到气势汹汹走来的顾影 都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压力 恍惚间 他们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家主大人了 顾影一把推开大门 声音赫赫而起 顾家的强者何在 王 张 纪三家密谋袭击我顾家荒山喇叭怪区域 灵悬之上的强者随我来 顾影的声音瞬间让顾家的强者频频抬头 一个个怒目圆瞪 大少爷 此话当真 还有这等事情 这三家欺人太甚 我顾家是大 却一直都没有赶尽杀绝 放任他们在盛阳城内发展 结果这三家好不识抬局 这真是要彻底开战吗 大少爷 我随你去 一时之间 伴随着一道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顾家几乎是用最快的时间直接集结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甚至就连顾家大长老都恍惚着看向了顾影 忍不住呢喃了一声 和秦苍真相啊 随后猛的一拍桌子 整个顾家都颤了一下 随后他大吼了一声说道 干他压的 有了那堂大长老的这一言 整个顾家顿时火热了起来 所有强者摩拳擦掌 神色中充斥着浓浓的杀鸡 他们身穿黑袍 摇摇看黑鸭鸭一片 犹如一座黑山一般 巍峨而充满了压迫力 走 杀得这三家一个片甲不留 荒山 喇叭怪出没区域 三长老正在统计今年的喇叭怪刷新与斩杀情况 可是忽然荒山之上传来嗖嗖嗖的破空声 瞬间让三长老警戒了起来 他隐约间看到了树道人影 朝着这边飞扑而来 瞬间梅雨中迸发冷意 声音宛如雷霆乍响 此为我顾家所属的区域 谁敢造次 从林中陡然传来不屑的笑声 你顾家的区域 切 你顾家外面也太霸道了吧 当真以为你顾家就坐稳了圣阳城霸主的位置了吗 一时之间 密密麻麻的人影出现在荒山周围 三长老的面色顿时难看得起来 宁丹靖的强者就有三位 都是三家骨干 灵玄境界的强者更是不下二十人 剩下的最差都是神刚境界的存在 三家这是要直接撕破脸皮 你们这是要开战了 呵呵 先断你顾家一臂 此时 把八怪区域还有很多顾家的年轻子弟 此时惊慌失措 各种各样冰冷沙迹的气息朝着这边涌来 让他们浑身发寒 顾家在这里的力量不算多 仅有一位宁丹强者 像外堂三长老也仅仅只是灵玄时接的实力而已 三长老顾精锐 面色难看至极 他看着身后的顾家子弟已有死至 圣阳城 顾家 黑袍身影漫天漫地地飞出 煞时间经到了整个圣阳城内的所有修行者 发生什么事了 这些都是顾家的强者 灵玄静 宁丹静 这就是圣阳城顾家的底蕴吗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让如此之多的顾家强者 纷纷走出顾家 看他们的方向似乎是荒山的方向 不少人都意识到 圣阳城可能出大事了 他们看到了顾家强者为首处一位身穿黑衣 头发飞扬的年轻人 意气风发 眉眼锐利 那是顾颖 顾家长子 也是顾家少主 等到顾颖带着顾家的一众强者 赶到荒山之时 看到了伤势累累的顾家强者们 此时三家强者以围堵之势 将外堂三长老等人围得死死的 此时地上已经有顾家子弟的尸体们了 顾精锐等人死死的将年轻一辈护在身后 孩子们 一会儿我会自爆经脉 为你们寻求一线生机 切记四散逃离 尽快赶回顾家 三长老浑身是血 冷眼看着所有三家强者 三长老 所有顾家的年轻人 陡然升起一抹悲伤之意 放心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记家一位凌旋径的强者 朝着前方走来 一对阴冷的眼眸中 写满了杀鸡 看模样 他们似乎想要将 今日顾家在喇叭怪这里的 所有年轻人都杀得干净 扑扑扑 忽然漆黑的云层裂开 灿烂的银亮剑雨 骤然坠落而下 嗯 那凌旋强者的面前 陡然插满银灿的剑光 他站在原地 皱眉的望向远方 这剑光 仅有神刚境界的水准 摇摇间 他看到一个挺拔年轻的身影 发丝飞扬 手持长剑 剑上还残留着银亮的光芒 显得神威赫赫 顾家顾影 想不到你竟然来了 哈哈 这次看来 能让顾家大出血一次了 三家强者看到顾影以后 顿时眼睛放光 顾家的顾影 可是他们顾家的骄傲啊 这些年轻人若是死了 只是会让顾家难过一段时间 但是顾影若是死了 那可就是让整个顾家损失巨大 可就在此时 顾影的背后 黑暗犹如浓渊一般助力着 隐约间看到 好像有一座漂浮的黑山 荡漾在其身后 可很快 很多人意识到了 那好像并不是夜色的黑暗 而是一件又一件漆黑的袍子 黑袍助力 犹如深渊 那是顾家的强者 轰隆 当灵气的光焰照耀整座荒山 三家强者瞬间感受到 排山倒海一般的狂猛气势 瞬间将他们淹没 他们的脸色大变 惊恐至极 顾影的身后 竟然是顾家的强者 杀气腾腾 三家果然都是些 上不得台面的 阴阴狗狗之辈 只敢做这些阴险的勾当是吧 该死啊 真是该死 三长老也没想到 顾家的援军 竟然这么快就到了 因为刚刚发生的 实在是太迅速了 甚至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三家强者直接齐袭而来 看着铺天盖地的顾家强者 尤其是位守处顾影 持剑冷峻的模样 他心潮澎湃 杀 三家的杂碎们 给我死 轰轰轰轰 整个荒山差点被打得掀开 顾家大长老气息沸腾 或真架实的宁丹三重巅峰的气息 让三家的强者纷纷变色 顾天神 你这老家伙 怎么也来了 那堂大长老一拳 轰碎一位宁丹 进阶技家强者的肩膀 一时之间凶威无限 他冷笑说道 我只是相应我顾家少主而已 顾家的底蕴是恐怖的 顾家内堂长老 都是宁丹静的强者 外堂长老 像三长老都是灵玄十阶 距离宁丹指差一线 三家每家能有个三四位宁丹强者 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 三家合在一起 才能和顾家掰手腕 但是可别忘了 顾家还有一位神丹强者 扑扑扑 三家强者顿时犹如丧家之犬 三家的神刚径存在 拼竹重伤杀出战场 朝着顾家年轻一辈这边杀来 神刚径 对于这些断体精的顾家年轻一辈来说 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 都给我去死啊 似乎是遭遇了生死危机的刺激 顾家的小辈们顿时发颠大吼 一起上 他是纪家的吉海 虽然是神刚五阶的境界 但是已经身受重伤 我们不能一直躲在长辈们的身后啊 上 他们激荡灵气 三长老有些欣慰 刚刚的压力洗礼了这群小辈 让他们触敌反弹 在极致的害怕慌张之中 迸发了昂扬的斗志 只是那吉海虽然身受重伤 却依旧不是断体精能够抗衡的 退后 就在此时 一道有力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 随后银亮的剑光瞬间袭来 在空中犹如银蛇作物 刹那间迸发激烈的剑气闪电 锦哥 锦哥来救我们了 顾颖手中抓着长剑 目光犀利的盯着吉海 吉海皱了皱眉 盯着顾颖阴沉说道 想不到我们的计划竟然败露了 但是若是能将你杀死 那么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 你的天赋在圣阳城内的鹊排在守卫 能够斩杀黄阳 你大概已经达到了神钢二阶的境界了吧 想要在顾家这么多强者之中 趁乱杀你很难 但是我想试试 他瞬间朝着顾颖杀来 一柄寒光凛冽的长刀从刀鞘之中飞出 直接落入他的手中 他一刀斩出烈烈刀钢 顾颖双眸皱闪 手中的长剑向前递出 刹那间全身力量完全调动 凛列的剑光瞬间与刀钢碰撞在一起 随后那刀钢瞬间炸裂 剑海瞳孔收缩了一下 似乎被顾颖的这一剑惊到了 他总觉得不太对劲 但是顾颖的剑层层递进 让他根本没空思考 该死 顾颖渐渐角度刁砖 全都是打在他的重伤部位 让他吐血连连 最主要的是顾颖的实力 不对 不是神钢二阶 你是神钢三阶 我说过我是神钢二阶吗 刷 漫天荧光骤然坠落 撕开黑夜 咒剑爵 煞时间 恐怖的剑光撕开夜色 疯狂降临 几海瞳孔收缩了一下 他如今身受重伤 费了很大的劲 才从顾家强者的包围之中抽出身来 本来想着燃金最后一丝 为了技嘉发光发热 趁乱斩掉顾家小背 结果此时顾颖的剑皱羽般落下 所爆发出来的契机 绝对不是技嘉所预估的神钢二阶 神钢三阶 顾颖已经神钢三阶了 吐痴 顾颖的剑将几海先前被重创的肩膀撕开 剑光犹如毒蛇一般疯狂撕咬 让技嘉额头上的汗珠犹如斗力一般不断落下 几海死死地按住顾颖的剑 不顾伤口崩开滚滚流出的鲜血 另一只手掌轻轻爆起 犹如画作鹰爪一般朝着顾颖狠狠抓来 顾颖 给我死 顾颖眸光一闪 两只手掌将长剑松开 随后向着长剑剑柄一拍 噗痴 几海的手被整个豁开 强烈的疼痛让他的招架不稳 顾颖顺势将他那抓来的手掌狠狠地扣住 强烈的距离将那手掌掰得粉碎 哎呀 哄 顾颖一脚将他踹飞 长剑重新落在顾颖的手中 骤剑绝爆发 赤裂的剑气疯狂奔涌下来 随后直接将几海生生淹没 颈阁斩了几海 那可是神纲五阶的强准啊 就算是身受重伤也绝对战力惊人啊 颈阁的骤剑绝尸斩起来愈发得心应手 恐怕即将圆满了 身后的那些原本斗志昂扬的顾家小辈 都被顾颖干脆利落地斩杀惊验到了 就算是身受重伤 他也是货真架实的神纲五阶的强者 只能说圣阳城第一天交的地位 是完全无法撼动的 此时 顾颖手中握着寒光凛冽的长剑 站在所有顾家年轻小辈的面前 太有安全感了 此时 大长老一人占三家剩下的两位宁丹镜强者 强势碾压 他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忍不住畅快大笑了起来 我顾家有此添骄 何愁会被天地大便所淘汰 大长老是顾家除却顾秦苍之外的最强者 宁丹三重巅峰的实力震慑所有人 他一拳轰飞一位张家的宁丹镜强者 无人能敌 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在临终密谋竟然被顾颖听到 若是被其他人听到 都无法从顾家直接调来这么多精兵强将 偏偏顾颖乃是顾家年轻一辈领军人物 又是顾家长子 回去直接一呼百应 让三家的这场七夕计划 直接变成了笑话 扑 伴随着王家的那位最后幸存的宁丹镜强者 被大长老斩杀 荒山终于恢复了平静 大长老精神爵朔 一对有神的眼眸中闪烁着几分喜色 看向顾颖说道 神刚三接了 顾颖点头 他的那一对眼眸 足足看了顾颖好久的时间 才缓缓说道 好 好啊 小景 顾颖拱手谦虚道 运气罢了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规则的不规则时代 运气才是唯一的标准啊 大长老笑着如此 说了这样一声 他说的是实话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有人穷尽一生 也寻不到任何机缘 偏偏有的狗运小子 出门三步就遇警地 所以顾青仓才说过 任何牵扯到福运的东西 都是最珍贵的 一定要搞到手 大长老看着地上的三家尸体 眼眸中迸发一抹冷意 随后说道 三家敢对我顾家出手 看来是当真觉得 秦仓的境界即将涅槃坠落 所以开始放肆了 在场的所有顾家之人 都从大长老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抹良意 顾家从来都不是软柿子 回到顾家后 一众人都被叫到了顾家那堂开会 九大那堂长老 十二大外堂长老 集集一堂 下面顾家优秀的年轻子弟 做成一排 顾山 顾云 顾霞等等 都是顾家年轻的小辈 实力都在断体八重 九重左右的境界 顾家还有天才在其他宗门内 他们有的年纪比顾影大 如今在各大宗门进修 而此时 顾影都在最守卫 这次多亏了小景时 破了三家的谋划 不然的话 我顾家恐怕损失惨重 大长老严肃道 荒山喇叭怪抢走 还可以再拿回来 但是当时那边 还有很多顾家小辈 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哼 这三家越来越放肆了 我顾家毅历盛阳城顶端多年 留他们一亩三分地 从未赶尽杀绝 独占圣阳城 如惊天地大变 强者受到涅槃限制 这些人终于是坐不住了 他们这次也损失惨重 短时间内 应该不敢再对我们动手 只是这件事 我们不可能就此姑息 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 顾家长老们声讨连连 大体的决议都是 与三家开战 最终顾情苍征开眼眸 神丹静的气息 瞬间让在场的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于是他也是敲定 与三家正式开始交锋 确定了这件事后 他笑着看着顾颖 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这个大儿子 顾颖神刚三接了 现在数据化刚刚开始 经验值的获取都很有限 顾颖的等级提升速度 却让人瞠目结舌 机缘 福运 缺一不可 简而 这次做得不错 石破阴谋 斩杀济海 救下了不少家族小辈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顾情苍从来都是奖罚分明 此时看着顾颖 台下的长老们 也都柔和地看着顾颖 就连顾精锐都不例外 外堂三长老对顾家的年轻一辈 都像是看待自己的孩子一般 为人敦厚 虽然有点认识力 但是却极为可靠 毕竟在那种时刻 不是谁都有自爆的勇气的 所以顾情苍一直对他为以重任 这次多亏的顾颖啊 他颇为感动地看向顾颖 顾颖看了一眼三长老 两人对视 惺惺相惜 父亲 三长老顽强对抗三家强者 坚持到我们援军赶到 劳苦功高 受了不小的伤势 应该休息一段时间 顾颖起身 随后拱手说道 我不要奖励 只愿与家族分忧 我可以替代三长老 监督喇叭怪区域 嗯 长老们欣慰地看着顾颖 三长老脸上欣慰的笑容顿时凝固 随后面黑如炭 小子 明抢是吧 顾情苍笑了一声 略带深意地看了一眼顾颖 随后说道 那便去吧 当天晚上 三长老找到顾颖 似乎是在克服自己那一关 若是那个大四击杀喇叭怪的 真的是顾颖 有什么特殊之处 大概是因为顾颖这次斩杀济海 让三长老那颗固执的心有些动摇 只要顾颖承认 他就不追究了 来自一个老实人的内心自述 三长老你放心 我监督期间 若是有人敢敢多杀喇叭怪 破坏喇叭怪刷新生态 我肯定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 怎么可能是我呢 三长老你说笑了 哈哈哈哈 看着信誓旦旦的顾颖 三长老差点被气得吐血 看着正气凛然的顾颖扬长而去 他气不打一处来 这小子是怎么做到 如此信誓旦旦的 顾颖上任喇叭怪区域 这倒是方便了顾颖斩杀喇叭怪 积累经验 少了三长老在一旁虎视眈眈 顾颖隔一段时间 就去杀几只喇叭怪 只是每天喇叭怪的刷新量有些尴尬 若是我杀的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顾家的其他小辈 就会陷入到无怪可刷的情况了 顾颖还是觉得 应该再多弄一点高级的刷新点回来 第二日清晨 顾颖刚到地方 就将十五只喇叭怪杀了得干净 获得经验值加三十 篡改点加十五 力气加十五 顾颖打开自己的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 神刚三阶 38100 武学 咒剑诀 1015 领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旅 无 简历 盛阳城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经验值38点了 顾颖的咒剑诀也很快就要圆满了 他又打开了自己的篡改面板 篡改一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一 所需 十篡改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十 所需 三十篡改点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率 所需 二十篡改点 目前篡改点 四十五点 顾颖选择了篡改二和篡改一 击杀喇叭怪的经验值为三 并且顾颖的每日经验值上限来到了四十 看来还得去杀几只喇叭怪啊 顾颖看了一眼荒山内 此时还有很多顾家子弟正在刷喇叭怪 顾颖闲听信部的走入其中 然后斩杀四只喇叭怪 一 二 三 此时 一位老者正躲在角落里 静静地观看着顾颖斩杀喇叭怪 少年闲听信部 那些喇叭怪巴巴巴的被斩杀 随后少年忽然停手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此老者自然就是外堂三长老顾精锐 他看到顾颖的头顶上 忽然冒出了一串小字 喇叭怪杀手 靠 他面色发黑 没多杀是吧 都杀出称号了 你小子 而此时顾颖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杀出了个特殊的称号 累计击杀喇叭怪次数达标 恭喜您获得称号 喇叭怪杀手 欺染怕硬的代表了 请不要得意 喇叭怪杀手 当击杀喇叭怪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 仇恨将会引起喇叭怪的反扑 紫金喇叭王将于深渊中爬出 对你进行轰杀 紫金喇叭王 宁丹一重 紫色阶级精英怪 蓝色暴率 紫色暴率 有概率掉落专属灵宝 千里琼雷扶杀令 靠 这个称号的作用 竟然是用来召唤紫金喇叭王的 而这个紫金喇叭王是紫色品级的精英怪 精英怪就是boss 享受特殊暴率 并且还有专属灵宝掉落 这个千里琼雷扶杀令是什么 千里琼雷扶杀令 品级 初级灵宝 拥有子令与母令 子令已锁定目标 母令已降下千尺雷霆 可轰杀一切 他又斩了一只喇叭怪 妖兽篡改点加一 喇叭怪杀手 一百五十 大少爷 此时 顾金睿被着手 怪声说道 坚守自盗 怎么个说法 顾颖斜了他一眼 随后直接将喇叭怪杀手称号的效果 分享给了他 顾金睿顿时瞪着眼睛 看着顾颖 这 紫金喇叭王 紫色品级的精英怪 我靠 饶氏以顾金睿都没看到过这么离谱的事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顾颖 同时又看了看地上的喇叭怪尸体 顾金睿不是傻子 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称号的作用到底有多么恐怖 现在那些宗门 为什么被称为修行圣地 他们拥有丰富的妖兽刷新点 通过各种任务 锦帝能够获得大量的武学功法 而顾颖的这个称号 直接让喇叭怪这个最初级的刷新点 拥有了质的变化 精英怪 紫色暴虑 专属灵宝 三长老 这喇叭怪 我杀不杀的 杀 给我枉死的杀 三长老此时已经激动坏了 而顾颖也是直接找到了顾秦仓 此经喇叭王是宁丹境界的精英怪 凭顾颖就算是召唤出来了 也绝对无法击杀 所以他直接找到了顾秦仓 你已共享信息喇叭怪杀手 顾秦仓黑发飞舞 锐利的眼眸里金光一闪而过 脸上满是惊喜的神色 他也没想到 顾颖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带来惊喜 先前的支线任务 现在的喇叭怪杀手 他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 锦儿啊 你可真是我顾家之福啊 这精英怪的实力 恐怕远超过寻常妖兽 寻常的宁丹境界的强者介入其中 恐怕也都不会稳妥 你召唤出紫荆叭王 剩下的交给我 顾颖松了口气 这也是他极为担心的事 毕竟是精英怪 实力肯定不能与寻常的宁丹一重妖兽比拟 还好顾颖有个神丹境界的爹啊 顾秦苍神色激动 眼眸中带着些许的期待 五十只喇叭怪可以出一只精英怪 每天可以出三只 只是我顾家的小辈还需要斩杀喇叭怪 看来还是得需要寻找其他的妖兽刷新点啊 顾颖文言好奇道 父亲 如何获得妖兽刷新点 有专门的妖兽灵符是一次性的灵宝 放置在固定的场地内就能够刷新出妖兽点来 顾颖了然 好了 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们先去喇叭怪范围那里去 顾秦苍似乎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虽然是神丹强者 却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精英怪 难免有些期待 陈浩 喇叭怪杀手 欺软怕硬的代表啊 请不要得意 死在你手下的喇叭怪亡魂正在深渊中目视着你 喇叭怪杀手 当击杀喇叭怪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 仇恨将会引起喇叭怪的反扑 紫金喇叭王将于深渊中爬出 对你进行轰杀 紫金喇叭王 宁丹一重 紫色阶级精英怪 蓝色暴率 紫色暴率 有概率掉落专属灵宝 千里琼雷伏杀令 顾家长老唐直接沸腾了 精英怪 蓝色暴率 还有紫色暴率 大少爷真是我顾家之福啊 能够击杀精英怪的话 对于我们整个顾家都是今天之喜啊 大少爷还真是福运身后之人啊 哈哈哈哈 有大少爷在 我们顾家和仇不兴盛 长老唐内 一众长老纷纷露出惊喜激动的神色 精英怪极为稀少 我们要好好珍惜 喇叭怪区域 如今乃是正午时分 顾家年轻小辈在这里斩杀喇叭怪 有的甚至直接就在这山间打坐修行了起来 临间打坐更能让我气定神闲下来啊 果然修行也还是需要定时定点的 换一个位置的 嗯 那是谁来了 此时 从圣阳城顾家方向忽然飞起一道道身影 他们站在荒山地带 遥望之间感觉好像一轮轮赤盛的大日 横飞而来 那好像是我顾家的长老 外堂长老 这么多那堂长老也都来了 除却顾家遇袭之外 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多的长老出现啊 他们是朝着这边来的 嗯 难道又有情况出现了 难道三家贼心不改 还想对我们发动袭击 有不少经历过昨夜三家袭击的年轻小辈露出金融 显然已经有了惧怕的神色 很快 他们又看到了顾情仓 神丹静的气息涌动 让人沸腾 家主都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长老们落地 随后将此地正在准备斩杀喇叭怪的年轻小辈们暂时叫停 先都停一停 目前出现了新的状况 我顾家准备开杀精英怪了 精英怪 这些小辈们虽然不懂 但是顾家长老们还是有威信的 更何况家主大人正威严端庄的站在一旁 很快 长老们开始清点喇叭怪的刷新情况 等了一会儿喇叭怪的刷新 顾情仓朝着顾颖点头示意 顾颖将喇叭怪分为了几个区域 能够如此明目张胆地杀喇叭怪 甚至还不用考虑家族小辈们的分配问题 顾颖自然要好好利用一下了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篡改面板 篡改一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一 所需 二是篡改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十 所需 四是篡改点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率10% 所需 二十篡改点 顾颖原本还剩下十篡改点 大少爷到底要干什么啊 不知道啊 等等看 刷 赤裂的剑光坠落 原地顿时爆发出激烈的喇叭声 顾颖刻意先斩杀了三十只喇叭怪 妖兽篡改点加三十 现有妖兽篡改点 四十 顾颖选择了篡改二 这让顾颖每日斩杀喇叭怪所获得的经验上限 直接就来到了五十点 然后顾颖将剩下的二十只喇叭怪也都斩杀殆尽 让顾颖意想不到的是 蓝色的光芒稍纵即逝 掉落 金玉手套 金玉手套 蓝色 金玉套装 石榴 装备 顾颖不动声色 意识到自己曾经篡改的蓝色暴力有效果了 他将心底的喜悦压下 现在是要弄喇叭王了 而顾颖大肆斩杀喇叭怪的这一举动 倒是让顾家的一众小辈们大为不解 斩杀喇叭怪每日只有三点经验 获取机会吧 这不是暴殖天物吗 可很快 他们忽然瞠目结舌 漆黑的深渊在顾颖的面前轰然爆发 随后滔天的怨念伴随着今天的喇叭叫声涌入此地 整个荒山都被暗紫色光芒映衬 犹如黑暗地狱中的一座阴山一般 在顾颖的头顶上 喇叭怪杀手五个字犹如鲜血一般显眼 仿佛在黑暗中的某种特殊之意 很快 一个通体被紫色水晶装饰的巨大型喇叭怪出现 身上满是漆黑色的条纹 头顶上的印记仿佛一只金灿辉煌的冠冕 刚一出现 恐怖的升波契机 瞬间便将整个荒山之外的所有人 全都震动的头脑发昏 所有人惊骇地看着那只巨大的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 紫色品级精英怪 修为宁丹一重 死 靠 这是什么玩意啊 从深渊里走出的怪物 我感受到今天的怨念啊 刚刚我没看错吧 那是地狱 还是什么东西 刷 圣内都听到了这巨大的喇叭声 尖锐刺耳 圣阳城内大大小小的修行者 都意识到了什么 随后朝着荒山走去 然而荒山内部早就已经被顾家的内外唐长老包围了 顾家强者将荒山围的水泄不通 甚至里面还有神丹静的气息震慑四方 这些人忍不住震撼 顾家这又是古道说什么东西啊 该死啊 季家家主 恨的牙都要咬碎了 顾家又得到好处了 紫禁喇叭王的眸光充斥着浓郁的杀鸡 他是来替代喇叭怪复仇的 而他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这个年轻人 就是他 恐怖的声波朝着顾颖袭来 血量 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这血好厚啊 顾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血条的 精英怪的血量足足有三十万 顾颖一箭咒箭绝 银亮的剑光如雨一般坠落而下 随后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 十一 靠 蓝色武学的权力一击 范围攻击全部命中 结果就打了十一滴血 他的目标是锦儿 动手 顾秦苍一声令下 随后自己率先动手 动手便是雷霆万军 神丹静的恐怖力量压他而下 五万 神丹静的一击 直接掉了五万血量 喇叭王惨叫了一声 随后顾家的长老们飞来 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瞬间爆发 扑扑扑扑 九千九百四十一 五万 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三 各种各样鲜红色的伤害飘荡 轰动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炸响 紫金喇叭王的身躯轰然倒地 毕竟只是宁丹一众的境界 就算是精英怪 也扛不住顾家这么多宁丹之上的强者们的连番轰击啊 扑扯 伴随着其倒地 一道宏大的声音陡然在圣阳城上空响彻而起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已被击杀 不愧是精英怪啊 这还是顾颖第一次看到全城公告 是一道宏大而没有丝毫感情的声音 此时 盛阳城内三家家主垂胸顿足 一个个极度的眼睛都发红了 精英怪 顾家从哪里弄来的精英怪 喇叭王 难道是喇叭怪 那不是最低级的小怪吗 怎么会出现精英怪啊 啊 老天无眼啊 为什么这种好事没落在我们家 刷 蓝色的光芒犹如海洋一般疯狂宣泄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奖励分配 经验值 五百点 蓝色装备三件 紫色装备一件 紫色物品一件 嗯 紫金喇叭王竟然有五百点经验的分配 要知道 五十只喇叭怪斩杀了 也就只有五十点经验而已 可是如今召唤出了精英怪之后 竟然直接爆出了五百点经验值 祝 可选择是否放弃经验值分配 进入涅槃状态下的人 得到经验值是无用的 那些长老们 直接便选择了放弃 而剩下的 就是顾颖以及顾家的小辈们了 他们刚刚都参与了攻击 参与经验值分配者数量 五十七人 恭喜您获得百分之二十六经验值分配 祝 将根据伤害 仇恨占比进行分配 顾颖打的伤害不算多 但是架不住 他持续吸收喇叭王的仇恨啊 仇恨占比 直接让顾颖在五十七人之中 获得了百分之二十六的经验值 而其他人多的 拿到了百分之二 少的也就百分之零点几 但是却也让他们拿到了 平时远超单刷喇叭怪的经验值 这让他们极为满意 经验值加130 精英怪篡改点加1 直接就给顾颖跨越一级的经验值啊 而且最可怕的是 竟然还给了顾颖一点精英怪篡改点 恭喜您境界突破至神刚四界 神刚四界了 顾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 神刚四界 88100 武学 咒剑诀 1415 灵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盛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不光是突破到了神刚四界 就差12点经验 顾颖就神刚五界了 短短几日 从神刚一界 跳跃到了神刚四界 距离神刚五界只差一步 这种速度放到外面 绝对的惊世害俗了 现在 顾颖恐怕已经可以比你那些宗门的超级天才了吧 咒剑爵就差一下就圆满了 到时候就可以开启篡改面板 顾颖压下 直接当场刷满咒剑爵的冲动 看向了爆火的地方 那边顾清仓和几位长老正在查看收获 家中小辈都不敢上前去 顾清仓回头来朝着顾颖招了招手 让顾颖过去 则则 精英怪爆出的东西 肯定都是好东西啊 真羡慕大少爷啊 这些东西 肯定是由大少爷优先选择的 你羡慕个锤子 那喇叭王是大少爷召唤出来的 没有大少爷 你还在苦逼的刷三点经验值呢 刚刚我可是 拿到了十四点经验值啊 我马上就要突破了 多亏有大少爷啊 家中小辈们艳羡 却明白顾家能有刷精英怪的机会 都是因为顾颖 顾颖走了过去 这次喇叭王的爆火 还真不少 三件蓝色装备 一件紫色装备 甚至还有一个紫色的物品 金玉护肩 浮华一梦护鹅 贪婪之卧 这是三件蓝色装备 金玉套装 这又出了一件啊 而紫色的装备 则是紫缺盘神间 让顾颖颖颂为诧异的是 那个紫色的物品 偷视令 他伸出手去触摸那块 漂浮在半空中的紫色令牌 那块偷视令的数据 顿时出现在了顾颖的面前 偷视令 品阶 紫色 可将某位修行者 拉入特殊的偷视空间内 在偷视空间内 完成指定任务 可以从此修行者 目前所有修习的功法 武学中偷学一本 这个偷视令有点东西 顾颖眼前一亮 顾秦苍健壮大手一挥 那块偷视令 顿时就落入了顾颖的手中 而其他长老们 都装作没有看到一样 是这样的 那块偷视令的效果极为强大 这块偷视令是有限制的 此人必须是修为低于你 并且 你需要携带诸多实力等级 碾压那人的人 才能将其拉入偷视空间内 原来如此 顾颖点头 就算是这样 这个偷视令的价值 也极为珍贵了 进而 你了解这个世界 有关于装备的信息吗 顾秦苍忽然说到 他毕竟是神单级强者 人脉能量不小 知道的是比顾颖要多得多 愿闻其详 装备更像是收藏品 收集一套装备 便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 顾秦苍的手指点开面前的 浮华一梦护额 66套装禁忌法咒 浮华一梦 可瞬间让对手陷入混沌梦境 意识脱离肉身三秒时间 根据对方修为会做削减 所以 收集完全套装 会获得 某种特殊的古法 装备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穿戴的东西 在顾颖看来 更像是某种特殊的灵宝碎片 组合起来 就能释放强大的禁忌法咒 蓝色的是禁忌法咒 紫色的是灵咒 金色的是圣咒 红色的是猎神咒 这四件装备都会送入顾家藏宝阁 到时候 所有人都会利用家族贡献点进行兑换 不过这毕竟 是你召唤出来的精英怪 你再选一个吧 长老们眼观鼻鼻观 口口关心 你就宠他吧 顾颖也不贪心 选择了金玉护肩 金玉护肩 套装66禁忌法咒 金玉神明身 金玉护肩 套装66禁忌法咒 金玉神明身 神明护体 金玉之身 可在一秒之内免疫一切攻击 目前收集度26 顾颖有些惊喜 一个蓝色的禁忌法咒 竟然具有无敌的效果 哪怕只有一秒的时间 但是若是利用得当 打出一个措手不及 也是能够制造出一个 绝地反击的绝佳机会 其他长老们并没有问题 顾颖拿走了一件紫色物品 一件蓝色装备 分走的大量的经验 但是 这都是人家该得的 就算是今天这些东西 顾颖一个人拿走了 他没有能说什么 最低级的喇叭怪 只能带来一点经验 其实对于他们这些动辄升级 就需要上万经验 宁丹七强者来说 连苍蝇肉都算不上 更不用说 他们还有涅槃限制在身 修为正在不断地削减 但是喇叭的暴率 却让他们无比惊喜 你的这个称号 有使用的限制吗 顾颖也还是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看了一下 每七天拥有三次召唤的机会 果然 一群长老们相视一笑 这样倒也合理 不然的话 你的这个称号就太离谱了 精英怪 目前别说是圣阳城了 就算是红界之中 我都很少听说过 有人猜测 红界目前仅仅只是进行了一次数据植入 恐怕后续还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更多 我们现在已经领先很多人了 长老们都很振奋 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 他们都是经过苦修 达到了宁丹境界 现在涅槃限制 他们的境界都在流失 但是他们没有路子寻找功法 现在精英怪的出现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是啊 每七天有三次的召唤机会 这已经很好了 正好可以合理分配 大少爷 还好顾家有你啊 长老们相视一笑 而小一辈们也都是如此 现在的这个时代 一切都瞬息万变 任何的任务 刷新点都是资源 现在红界之上硝烟四起 为的就是各种高级的资源点 他们顾家与那些恐怖的势力 比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 还好有大哥 顾颖是这一代的大哥 在他们心中 大哥就是顾家小辈的靠山 顾颖略微点头 顾秦苍拍了拍顾颖的肩膀 将顾颖带回顾家 并且带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随后说道 这次表现得不错 那快偷师令你收好 这种东西有大用 父亲需要什么样的功法 不如用这偷师令去倒顾一下 然而顾秦苍却是摇头说道 我们顾家一脉相承 都是雷属性的灵气 功法自然也都是靠拢雷属性的 只是雷属性功法极为稀守 现在我所能打听到的 也没有几个 的确 顾家的灵气 是偏高级的雷属性灵气 在整个红界之中 也都极为稀守 等到凝聚出雷属性元丹之后 雷属性的强大之处 也就显现出来了 这块偷师令你仔细看看 顾秦苍随意落座 随后和蔼地看着顾颖 眼眸中都是对这个儿子的满意 顾颖取出偷师令 仔细读了一下那上面的话 这块偷师令的要求极为严苛 首先就是需要你的修为 必须要高于对方 并且 你还要往里面带人 带特别多的强者 然后完成里面的任务 才能够偷师成功 难怪 顾颖的背后有顾家长老 近十位宁丹静的强者 甚至还有一位神丹静的顾秦苍在 这块偷师令才有用处 世界变了呀 日后啊 这种千奇百怪的物品会越来越多 你要好好把握呀 顾秦苍提醒到 随后又谈论了一下顾颖的宗门问题 在顾秦苍看来 顾家目前发展的的确不错 但是还是需要加入一方宗门的 宗门动辄上万人 每天触碰到的机缘 任务数不胜数 在那种舞台之中 才能够感受到世界变化的好处 我这几日也打听了一下神优殿的消息 现在神优殿貌似分裂严重 神优殿殿主下九优不知所踪 神优殿现在已是乱世之状 哎 顾秦苍叹了口气 想想下九优 惊艳至极 那是真正的风华绝代 才情惊艳万古岁月的人物 二十五岁入金丹 一念之下 九层云霄 翻起金灿霞光 可惜啊 他修的是更稀有的兵属性功法 现如今几乎迹象难寻 显然 顾秦苍对于这个奇女子 也有着浓郁的尊重之情 毕竟是二十五岁的金丹大能啊 执掌神优殿 可惜现在 下九优失踪 神优殿内部分裂 多派竞争 如若不是这档子是 顾颖现在应该也已经进入神优殿了 这可是圣阳城附近 最强宗门 七品宗门啊 神优殿若是分裂 岂不是要降品吗 顾秦苍点头 神优殿的那些强者 就算是分开也会分出一系列强大的八品宗门 现在看来 恐怕也就只有这个下场了 除非 下九优找到合适的功法 解决涅槃限制 重回金丹巅峰 强势镇压神优殿所有问题 但是这现实吗 此时的顾颖也不好评判什么 顾秦苍又和他说了 有关于顾少林和顾少商的事 这两个小娃娃 现在在各自的宗门内 混得也还算可以 有机会的话 顾秦苍希望顾颖能去看看他们 很简单 虽然这两个小家伙的天赋和为人处事都不错 但是顾秦苍还是担心他们受欺负 所以顾颖去一趟 打理一下 震慑一下 也能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 你放心吧 我会再给你寻找一些高级的宗门的 你现在神当四阶了吧 顾颖点头 很快就能五阶了 虽然有做准备 但是还是被顾颖这种速度惊讶到了 不错不错 这种修行速度 想要加入七品宗门 应该还是有路子的 不过顾秦苍担心顾颖骄傲 随后说道 但是还需要努力 我们圣阳城归前王管 在前王范围内 我所打听到的最强的那一批年轻人 貌似已经进军林玄境了 顾颖闻眼点头说道 我会继续努力 顾颖从顾秦苍那里离开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里去 他取出两件金玉装备看了看 金玉手套 握力加一 防御加一 金玉手套 套装二十六禁忌法咒 金玉神名声 金玉护肩 防御加三 金玉护肩 套装二十六禁忌法咒 金玉神名声 这些数值有什么用吗 顾颖看了看自己的手 上面浮现特殊的金色纹路 交织起来 形成犹如手套一般的特殊纹路 顾颖稍微一握 力量竟然真的增强了一些 那手上的纹路涌出力量 渗透进入顾颖的手中 他一箭展出 刷 面前的桌子轰然碎裂 这一箭刚净有力 锋芒毕露 要比顾颖正常施展起来 要强很多 这些装备会提供合适的属性 会增强我的力量 防御 敏捷 而凑成一套 则是会出现禁忌法咒 等等强大的能力 这个装备的构成倒是不错 只不过这样去搜集 倒是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按照顾颖以前玩游戏的经验 这个时候懂点式的策划 就应该出个交易行了 全红界共享 我还是得未雨绸缪一些 若是日后真的能够出现交易行的话 那么应该提前搜集零史 交易行若是出现 搜集套装 就会变得格外的简单了 顾颖也得稍微研究一下 通用货币的获取了 现在红界最主流的货币 就是零食 比如顾家的藏宝阁里 就有50斤零食 这目前是顾家的全部家底了 别看只有50斤 已经极多了 其他三家 有个五六斤零食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家族子弟修炼的时候 那都是研磨成粉末 放在鼻子前吸 顾家掌握一条灵脉 可以源源不断地开采零食 这也是顾家立足之根本 只不过让顾颖头疼的是 如何能够获得更多的零食 呼 顾颖思考结束后 便开始打坐 打坐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偶尔也能给顾颖 带来一些惊喜 比如 仙天阳金之气加一 刷 顾颖瞬间感觉小腹之中 凭空出现了一股温热的气息 仿佛一只小蛇 灵巧地在顾颖的四肢百骸中流淌 最终归于平静 这就是仙天之气 就好像是一座高楼大厦下面的地基 您已开启仙天五行体质图鉴 嗯 顾颖直接打开所谓的仙天五行图鉴 刷 顾颖的面前 竟然直接出现了六条路线 仙天火灵体 110 赤眼九龙体 120 神火天旋体 140 八荒神体 1100 仙天水灵体 010 海神体 020 神怒海灵体 040 斩空神体 0100 仙天木灵体 010 万香体 020 苍穹神木体 040 稻基神体 0100 先天精灵体 010 金刚体 020 陆木空香体 040 聚灵神体 0100 先天土灵体 010 崇山体 020 惊天聚月体 040 太风神体 0100 顾颖直接一个牙字代表了自己的心情 这就是五行精气所能够组成的体质吗 拉到后面甚至有什么焚心圣道至尊体 什么吞噬深渊体 下面还有 搜集满五行体质 将开启五行灵体 这还有一条进化路线 随后 顾颖又将五行灵体拉到最后 混沌体 包罗万象 天生神圣 至高湮灭 红界之中的体质 应该是无穷无尽包罗万象的 而我目前所觉醒的体质 是根据五行先天之气的 这个世界的体质有很多 所激活的条件也都不同 五行灵体的构成条件苛刻 需要五种属性的体质 都达到神体范畴 才能够开启这条进化路线 但是 若是能够进化到最终 却是能够变成 世间最恐怖的体质 天地基础灵器 就是天地五行 金木水火土 顾颖的灵器特殊一些 顾家人都是雷属性灵器 是稀有的高级灵器 不然 顾颖当时怎么会被七品神优店看中 雷属性 还有那位下九幽金丹大能的 兵属性灵器 都是高级稀有的灵器 具有特殊的效果 若是能搭配合适的功法 以及武学 将会碾压同阶级的存在 顾颖持续打坐 当他将今日的打坐任务结束之后 顾颖的身上闷响爆发 周遭陡然形成 炽烈的灵器漩涡 突破了 恭喜您踏入神钢五阶 个人面板 顾颖呢喃了一声 人物 顾颖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神钢五阶 1100 武学 咒剑诀 1415 灵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修仰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终于神钢五阶了 顾颖松了口气 长时间的打坐 也让他有些心烦意乱 他走到自己的院子里后 随后原地施展了一遍咒剑诀 银亮的剑光 刹那间便将漆黑的夜色撕开 咒剑诀朽度加一 咒剑诀朽度已圆满 开启咒剑诀篡改面板 刷 顾颖的面前出现了一张虚拟的面板 上面的标志是万剑齐发的图像 银亮的剑光穿云破雾 仿佛将要撕裂一切 咒剑诀篡改一 剑气坠落数量X2 实篡改点 篡改二 剑与落地之时附加爆裂效果 实篡改点 篡改三 咒剑诀施展之时 可选择将所有剑气凝结成一线 剑气越多 此剑越强 实篡改点 这个篡改有点东西 这是直接从根本上篡改咒剑诀的威力 顾颖看了一眼自己的篡改点 有15点篡改点 他看了一眼 先选择了篡改一 目前顾颖估计了一下 他所施展的咒剑诀共有50道剑气 他瞬间感觉脑海之中明明之间 增多了一些特殊的信息 随后他鬼使神差地将手中的剑挥舞起来 咒剑诀 刷 瞬间犹如咆哮的剑语 磅礴落下 银亮的光芒瞬间化作瀑布一般 宣泄奔涌 仅仅只是一刹那 百余道剑气速速坠落在顾颖的院子之中 足足百道 简单粗暴的说法 威力增强了一倍 顾颖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篡改到最后 这本蓝色武学也能被我篡改成难以想象的威力 顾颖心满意足 然后沉沉睡去 然而第二日清晨 天穷深处忽然爆发宏大的声音 威严而毫无感情 红界将于今日五十追加补丁包一 零 一 优化红界稳定性 修复数据化披露 二 本次更新将新增精英怪一万只 精英怪为妖兽之中的王者 享受超高暴率 以及丰厚的经验分配 主 精英怪每七日刷新一次 并且出现地点也会刷新 三 本次将开启城区聊天频道 任何修行者 都可以在聊天频道内畅所预言 开始更新了 果然如同顾颖所想 这个世界也是会变的 就如同一个特殊的游戏 所有人都被数据化 成为了里面的玩家 既然是游戏 自然也就会更新了 现在只是更新包一 零而已 接下来还会有种种更新包 还真是瞬息万变啊 不过那宏大的声音并没有结束 下次补丁包二 零更新部分预告如下 将开启世界交易行 通用货币变更为零币 将开启终极景地 通关者可获得终极传承碎片 还真要开世界交易行了 终极景地 终极传承 又有新东西了 还是得赶紧使劲修行啊 到时候终极景地 恐怕是举世共争之地 若是没有强横的实力 根本没办法去沾边 等到中午 一股宏大的气息 开始降临虚空 刹那间 犹如半圆形的星目一般笼罩世界 分明是正午时分 整个红界都变得色彩斑斓 如同梦境一般 大约半个时辰后 更新完毕 天高路远 前途漫漫 道友 请飞升 更新结束了 城区聊天频道已开启 你已接入圣阳城频道 请选择您的聊天昵称 顾公子 顾颖进入聊天频道 几博长 让我来看看怎么个事 城区聊天频道 也就是说 所有圣阳城的人 都可以在这里说话 拓跋苦行僧 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能畅所欲言了 哈哈 春花春花 能看到我的消息吗 诸葛春花 新号 拓跋苦行僧 我去 你这是啥玩意呀 诸葛春花 颜文字 你可真土 拓跋苦行僧 草民草 仅仅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里 顾颖就看到了一连串的消息 开始从世界频道之上 疯狂地涌了下来 顾颖又看了看 发现竟然还有人 可以发送小视频 猛龙过江 想不到这个世界频道 竟然还可以发送影像 实在是有趣 既然如此 我便给大家舞上一剑 一段视频 被发送到了 圣阳城聊天频道之中 顿时引起热议 视频中 是一个蒙面男子 显然对方并不想暴露身份 他手中持剑 剑光灵力 让人眼花缭乱 最终这一剑皈依 剑风狂明 颤动不休 应该是某种武学 只不过等级很低 恐怕连蓝色都没有达到 不过被他施展得像模像样 显然是下过苦修的 聊天频道上 顿时就炸开锅了 大概是因为聊天频道 才刚刚开启的缘故 很多圣阳城里的人的说话 还是极为正式的 仲月 剑气灵力 动作标准 想不到圣阳城 还有此等豪杰 零零零天 赞赞赞赞 浩瀚之志 强啊兄弟 这恐怕已经是 接近蓝色等级的武学了吧 嘖嘖嘖 也不知道是咱们 圣阳城内的哪位俊杰 顾颖看到了一堆 赞赞赞的排成一对 看来这聊天频道刚开启 还算和睦 不过很快 顾颖也看到了 有人指出问题 未来的无敌的伟大的 超级精丹大能 阁下这剑舞的 的确虎虎声微 可惜 以我专业的目光来看 却还是尚有不足之处 猛龙过江是个实在老哥 连忙虚心求问了起来 此剑法 我已修行许久 感觉陷入瓶颈 阁下可否说一番 未来的无敌的伟大的 超级精丹大能 善 哦 顾颖忍不住认真看了起来 在他看来 那人的剑法 已经极为熟练 能够进步的空间 应该不是很大了 这个精丹大能 或许真有点能耐 未来的无敌的伟大的 超级精丹大能 以我目前的眼光来看 阁下的仗着剑术 在韵力之上便有欠缺 接下来 那个人还真就举例出来了 顾颖看了一会儿 随后脸色发黑 阁下的手腕发力 若是能再加一些抖镜的话 应当会让剑法的威力格外强大 Sigma 星号 猛龙过江 你什么修为 未来的无敌的伟大的 超级精丹大能 在下不才 昨日刚刚突破断体一重 猛龙过江 滚 未来的无敌的伟大的 超级精丹大能 好嘞 顾颖摇头失效 果然啊 不管是哪个世界 都不缺乐子人啊 现在 各个城区都进入了 专属的聊天频道 这个世界 倒是越来越像大型游戏了 所以 这次的更新 更新了精英怪 开启了城区聊天频道 应该只能算得上 是一次小补丁更新吧 如我所想 交易行即将出现 若是交易行出现的话 那么凑成装备应该会成功 但是一些关键的装备 应该会格外的昂贵 只不过 顾颖眉头微眯 这个灵币是什么 所以 货币并不是零食 那样顾家的五十斤零食 岂不是就变成一堆废料了 果不其然 顾颖当天 就被叫去开会了 大概是因为 顾颖为顾家带来了精英怪 再加上率领顾家强者 击溃三家袭击 所以现在顾颖 已经算是进入到了 顾家的决策当中 大家显然觉得惋惜 我顾家的灵脉 难道就没用了 我觉得有些不太现实 灵币会不会和零食 也有一些关系 各位长老显然都觉得可惜 顾家的灵食量已经很大了 毕竟是掌握一条灵脉的人 这个时候 顾秦仓做出了最后的决策道 对于灵食的开采 依旧不要停下 我去打听一下情况 一天时间 顾颖斩杀了十八只喇叭怪 获得了五十三点经验 今天的运气不错 竟然又爆出来了两件蓝色的装备 看来今天的运气 还真是不错的 毕竟现在喇叭怪的蓝色暴率 仅仅只有百分之十而已 爆出了两件蓝色的装备 但是顾颖看了一眼法咒的效果 却是无语地摇了摇头 都很鸡肋 就算是凑成了完整的套装 法咒的效果也没那么强大 人物 顾颖 体质 肉体繁胎 修为 神纲五阶 五四一零零 武学 咒剑诀 圆满二百五十 领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呼 平均两天一级 这样的速度 还是极为不错的 咒剑诀经历上次的篡改之后 又出现熟练度进度条了 顾颖忽然看到自己的咒剑诀 又有了变化 随后他点进咒剑诀 不规则进化 五十熟练度 五十咒剑诀创改点 进行一次武学的不规则升阶 蓝色升级为紫色 咒剑诀不规则进化 这倒是给了顾颖一个不错的晋升路线 咒剑诀顾颖运用得很是趁手 毕竟也是他所接触到的第一门蓝色武学了 若是能一直跟随自己不断成长下去 倒也是一件好事 顾颖查看自己的面板 然而此时一道俏丽的身影 却是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大哥 我们顾家的小辈 与姬家的小辈 纪元回来了 你快过去看看吧 顾侠焦急说道 他身材高挑 眉清目秀 此时因为跑动气喘吁吁 脸色发红 自从上次三家袭击顾家荒山 顾家便对三家展开了一系列的打击 让三家苦不堪言 现在年轻一辈碰在一起 自然是冲突四起 纪元 顾颖眼眸一眯 这位是纪家的天才 曾经在盛阳城内名气不小 在那一场亲舞会之上 与顾颖也有过一段交锋 那个时候的纪元 倒是给了顾颖一些压力 可惜后来还是被顾颖打败 据说他加入了八品宗门 还比较受到重视 那纪元已经踏入了神刚三阶 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这小子 神刚三阶了呀 顾颖眼眸一闪 走 带我去 顾侠松了口气 有大哥在的话 那么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盛阳城内发生了一场年轻一辈的冲突 聊天频道上顿时就炸开锅了 好玩好玩 好玩好玩 顾家小辈与季家小辈发生冲突 最近纪王章三家与顾家之间的冲突屡屡升级 我早就预感大战即将开始 结果没想到 竟然是年轻一辈先打起来了 哈哈哈哈 顾家小辈还是要强于季家年轻修行者的 可惜啊 季家纪元回来了 而且 他竟然已经踏入神刚三阶了 纪元这是送着顾颖来的呀 我记得清武会上 纪元断体九重巅峰 结果败在了顾颖的手中 那个时候的顾颖踏入神刚境 傲视年轻一辈 现在纪元踏入神刚三阶 恐怕想要洗刷曾经的耻辱了 聊天频道内 有不少好事人群都在这里交流 季家的 你们什么意思 此时 顾颤的嘴角流血 气息有些微米 显然受了伤 顾颤是那堂二长老的儿子 顾颤是三长老的儿子 都是断体九重的境界 在顾家年轻一辈里 修为境界都是顶尖的了 他们此时 怒视季家小辈所簇拥之间的那个年轻人 他眉眼狭长 气宇轩昂 身材有些瘦辱 但是却很匀称 他的眼里带着不屑 看着顾颤等人 你们还不配做我的对手 顾�颤呢 莫不是躲起来不敢出来了 周围静悄悄的 然而聊天频道都已经炸开锅了 果然啊 纪元就是冲着顾颤来的 看来啊 哈哈 纪元现在很有自信 的确 神刚三阶的境界 已经很恐怖了 看来他所在的宗门里 资源很丰富 竟然能够 让他在几日之内 从断体九重巅峰 踏入到了神刚境 甚至是直接破入了神刚三阶的境界 纪元还是那么骄傲啊 总感觉他有一种莫名的自信 顾��颤为什么还没有来啊 顾�颤不会真的惧怕了吧 当时的亲舞会上 我记得 纪元只差一步就能踏入神刚境 惜败于顾颤之手 现如今拥有八品宗门的滋养 纪元的实力 恐怕当真已经超越顾颤了呀 聊天频道里的话 此起彼伏地刷屏 纪元冷然抱歼 顾山愤怒至极 他气息全开 随后朝着纪元冲去 一拳轰出 却被纪元轻松挡下 纪元的手指拨弄 五道悬光瞬间朝着顾山杀来 那五道悬光的威力极强 轰鸣之间 似乎要在顾山的身上 留下五个血洞 周围的人瞳孔收缩 纪元也是个狠角色 先前一次警告 第二次直接被要痛下杀手 看来三家与顾家之间的关系 当真已经极为紧张了 可下一刻 扑扑扑扑 那五道悬光瞬间炸开在半空中 随后一只白皙的手掌 陡然将顾山稳稳接住 烟尘巨拢 大地颤动 顾颖那道如同长枪一般挺拔的身影 屹立在沉烟之间 纪元张开眼眸 眼眸里的光芒逐渐危险了起来 顾颖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敢出现了呢 顾颖看了一眼纪元 这家伙身上的气息的确很强大 看来这几日的时间 他也有不小的收获 果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纪元 千万不能骄傲自大 顾颖来了 我靠 顾颖这还真是气势拉马 看到了吗 我都没看到他怎么出手的 那五道杀鸡弥散的悬光 竟然就直接炸裂在半空中了 顾颖和纪元 到底谁更强一些啊 纪元忽然淡然一笑 顾颖你觉得你还是圣阳城年轻一辈第一人吗 你留在圣阳城内 顾不自封 我们圣阳城那些走出城池 进入宗门的人的境界 每天都在飞速成长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宗门内的资源到底有多么丰厚 纪元的声音 让在场的很多人忍不住叹息 的确 圣阳城虽然也是一方不小的城池 但是与那些每天动辄数千人的宗门比起来 还是差距太大了 八品宗门不养闲人 犹如满天星辰一般遍布红界 搜集各种各样的资源点 那种地方所享受到的资源与成长 的确不是圣阳城单一世家能够比拟的 不是说顾颖曾经被七品宗门神优店看中了吗 神优店 那不是号称镇压前王地带的七品宗门吗 店主下九优可是金丹强者啊 不过顾颖始终没有去神优店 应该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他始终待在圣阳城顾家内 恐怕他还真不是纪元的对手了 等等 纪元身上的气息 怎么又猛然抬上了一个街边 聊天频道里面震惊一片 随后现场 纪元脸上露出了些许的冷意 身上的气息陡然犹如洪水一般 汹涌澎湃了起来 顾颖眉头一挑 纪元的境界哪里是什么神刚三阶 这小子难怪这么有信心 他已经是神刚四阶了 他大吼一声 亲舞会上的顾颖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的顾颖是整个圣阳城年轻一辈的阴影 毕竟那是当时圣阳城唯一神刚镜天才 其他人都在断体镜 就你一个人神刚镜是吧 那个时候的顾颖打碎了所有人的天才梦 急创掌 刷 淡蓝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随后纪元的手掌骤然爆发凛冽的悬光 五根手指的光芒 刹那间汇聚在一起 来势汹汹 铺天盖地的掌印几乎要将顾颖淹没 所有人瞳孔收缩 圣阳城年轻一辈里的不败神话 终于要破碎了吗 可下一刻 哄 一到谁都没有想到的乍响忽然爆发 顾颖所在的位置 所有的光芒竟是在刹那间全部被震散开来 随后顾颖一只手静静地伸出 抓住了纪元的手掌 所有的灵气威能竟是全部被顾颖所困在她的一只手掌中 无法动弹 灵气由内之外 蕴含几分绷进的技巧 这是你背后灵气门的武学 倒是有些意思 顾颖淡然出声 她的身躯挺拔 犹如长枪一般毅力 纪元脸上的争鸣与狂放 渐渐地凝固 最终变成了恐惧 她的手掌被顾颖抓在那里 她能感觉顾颖并没有发力 但是她的手掌 却被死死地囚困在那里 无法寸进 什么情况 她费了好大的劲 才从顾颖那里挣脱 身躯退回远处 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然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纪元瞪着眼睛看着顾颖 不可能 刷 她的手掌再次拍出 雄魂的静气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涌来 顾颖五指钻拳 轰 扑斥 纪元的身躯 犹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 激荡起无尽的沉烟 烟尘滚滚 顾颖一步一步地朝着纪元走去 身上的气息接连升腾 神刚三阶 神刚四阶 神刚五阶 顾颖的气息瞬间压垮纪元 让纪元浑身发抖 周围的所有人都震动地看着顾颖 顾颖神刚五阶了 我靠 她是怎么修炼的 不对 她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的经验值 我本以为纪元神刚四阶已经圣扬成小辈无敌 结果顾颖才是真的无敌 此时 顾颖来到了纪元的面前 纪元整个人神似昏暗 这一幕似乎似曾相似 亲舞会 那个犹如魔头一般的年轻人 以神刚境界的无敌之姿 将他们横扫 顾颖蹲在纪元面前 手掌在纪元的脸上拍了几下 啪啪 清脆的声音格外的刺耳 仍需多加把劲啊 下一刻 顾颖的手掌瞬间发力 灵力的气息似乎要将纪元的脖子直接扭断 哄 顾颖所在的区域瞬间被轰得粉碎 一道身影脸上带着浓郁的怒意 手中抱着的是奄奄一息的纪元 在远处盯着顾颖 这是纪家的长老 是宁丹境界的强者 果然虽然纪元自负能够战胜顾颖 可纪家也始终不能放心 纪家的人还真是一群废物 小的不行来老的 一会儿是不是纪家家主也来了 对面那纪家长老脸色战红 怒斥道 你不要欺人太善 顾颖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斩你吗 场面顿时变得剑拔弩张 恐怖的压力 让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忍不住急忙退去 靠 顾颖还是当年那个顾颖 刚刚顾颖是真的想杀了纪元啊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能够被魔宗神优殿看中的人物啊 心狠手辣都是基本要素吧 不过做得对 杀法果断 才是强者之路 三家与顾家已经要撕破脸了 你上门挑衅 我肯定弄死你啊 靠 开始喜欢上紧歌了咋办 楼上积牢滚大 一时之间 聊天频道里都炸开锅了 但是很多人觉得 顾颖毕竟还是年轻之身 他真就不怕对面的纪家强者不讲武德 直接动手吗 谁料顾颖切了一声 不谢说道 我就站在这里 你敢杀我 你让忌天刚来 他敢杀我吗 顾颖的声音刚刚落下 刹那间 那位纪家长老顿时头皮发麻 在这一瞬间 从圣阳城的某处 骤然延伸出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将他锁定 那些气息都在宁丹之上 似乎只要他有一丁点的念头 下一刻就会被碾碎 在圣阳城动骨大哨 真不要命了 很多人听到了顾颖的说辞 顿时一个个都被顾颖吓到了 奇怪 你们看那几家强者 都已经被顶着脸挑衅了 却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我靠 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哈哈哈哈 开什么玩笑 他只要敢动 你信不信圣阳城顾家随意走出的那堂长老 都能把他生死了 换作是你你敢动吗 我靠 熊灾我顾大哨 我洗好脖子等你来杀 你敢杀我吗 圣阳城里 想要杀顾家大哨 你在开什么玩笑 有不少人忍不住狂呼 显然是被顾颖的这一副嚣张的嘴脸看嗨了 对面那可是一位名单静的强者 结果却被顾颖这么指着脸挑衅 你敢杀吗 这家强者面色铁青 他的手中还抱着纪元 此时的纪元犹如一滩烂泥 脸蛋有些发红 脸色昏暗 眸光都有些涣散了 这孩子又要废了 纪元心高气傲 在外刻苦修行 结果却被顾颖轻易击溃 刚刚顾颖蹲下身子来拍他脸的那几下 直接把他的一口惊气神干散了 还不走 顾颖的眸光逐渐变了 圣阳城顾家的方向 一道身影骤然飞出 强烈的气息 仅仅只是一瞬 就将那纪家强者压得抬不起头来 顾家大长老 堂堂宁丹三重巅峰的存在 只差一步就可踏入神丹之境 他是媲美其他三家家主的恐怖存在 那位老者仅仅只是在虚空中 盯了那纪家强者一瞬 那人便带着纪元落荒而逃 大概是被顾颖吓到了 老者出现在场鸦雀无声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小警 走吧 你们都收拾收拾 回家了 老者对顾颖的眼中 带着那种长辈对晚辈的慈爱 两个人一同回到了顾家 顾家小辈们都站在门口 等待着顾颖等人回归 显然 如果不是顾家的长老们 按住了他们 他们早就上街去了 大哥 没事吧 他们纪家欺人太甚 我们给他们一个教训 就是 在圣阳城里 我们不去欺负他们就不错了 他们还敢跟我们造次 大长老怒骂一声 滚一边去 小辈们顿时做鸟受散 小警 你也回去休息吧 另外家族研讨 希望你明天清晨开第二只喇叭罐 顾颖文言点头答应 然后便离开了 而此时的纪家 所有强者怒视着 那作者却眼神涣散的纪元 纪元这次回来 意气风发 天资绝伦 那可是让他们看到了 纪家崛起的希望的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等到那个纪家强者 将情况讲出之后 他们全部暴怒 这顾家之人 当真是欺人太甚 他们顾家的顾情仓 再过几日 势必会跌落神丹境 到了那个时候 三家联手 定然能够将他们铲除 顾颖还真是当初的 那个小畜生 做事很辣 若不是我们小心 让三长老跟着 恐怕纪元早就已经 死在那个小畜生的手里了 此时的纪元 脸色也扭曲了起来 脸上火辣辣的 而他抬起头来 顾颖蹦跋不了多长时间 他快要天魔混乱了 天魔混乱 在场之人都诧异地 看向纪元 显然对于这个词汇 极为陌生 纪元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下意识地 揉了揉自己的脸 随后脸色逐渐猙獰说道 顾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踏入神纲五阶 定然有奇怪的地方 但是我感受到了 他身上的力气 断定他势必斩杀了 大量的妖兽 斩杀妖兽会得到惊艳 但是却也会增长力气 力气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但是力气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同天地大变之前的走火入魔 当妖兽力气达到某个限度的时候 力气冲体 就会陷入到天魔混乱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如果不能尽快解决 便会无法吸收经验值 修为开始流逝 同时也会对身体的根基 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原来妖兽力气 竟然还有这样的弊端 你的意思是 顾颖可能就要陷入到天魔混乱的状态中了 这家强者们也都是才知道这个问题 不过很快担心说到 顾秦苍毕竟是神丹级的强者 在圣阳城之外也有不小的人脉 这天魔混乱的状态容易解决吗 文言 纪元冷哼一声 想要解除天魔混乱状态 便需要特殊的功法 我灵集门就有一本清气灵深诀 我拥有特殊的天赋 成功修行了这本功法 很多宗门内强大的师哥师姐 都拜托帮忙解除天魔混乱状态 我收了不少好处 得到了很多景地的情报与信息 所以修行进度才会这么快 文言他们露出笑容 纪元竟然还有这种天赋 不过话到这里 顾颖应应该很快就要陷入 天魔混乱的状态了吧 顾颖身上的力气很重 我经常给师兄弟们拔除力气 自然比较敏感 应该很快了 只是 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 突破得如此之快 而其实情况也正如同纪元所说 顾颖的力气已经很多了 就连顾颖都没有发觉得到 这一日清晨 顾颖斩杀了十七只喇叭怪 经验值加五灵 力气加十七 您的境界突破至神纲六阶 突破了 但是顾颖很快就感受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原本归整顺滑的灵气流淌着流淌着 竟然开始逆转 似乎里面出现了逆行的灵气 让顾颖浑身的气息都开始混乱了起来 力气一百 陷入天魔混乱状态 灵气逆行 您将无法吸收经验 请尽快拔除力气 不然将会受到力气反噬 获得不可磨灭的伤害 煞时间 一道道身影 也都感受到了顾颖气息的不对劲 纷纷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进而 灵气逆行 这若是在以前便是走火入魔的象征啊 就连顾青苍这个时候都面色凝重了起来 顾颖将天魔混乱的模板共享给了他们 顿时所有人的面色都凝重了起来 修为流逝是小事 万一对身体造成什么损伤 那么将会是不可逆的 天魔混乱模板一出现 顿时就愁坏了顾家的一众强者 这几日明显可以看到顾家的内堂长老们频繁外出 偶尔还能看到大长老或者是顾青苍站在内堂之中来回踱步 显然都是对天魔混乱一筹莫展 我问了很多人 大概了解到了天魔混乱就是类似于曾经的走火入魔 这种状态下无法获得经验值 甚至修为还会流逝 而且会对身体造成不可磨灭的损伤 在日后战斗 打坐之时可能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顾青苍打听了许多情报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类似于宁神进气之类的武学功法 来拔除戾气 可惜目前大部分类似的武学功法都已经被各大宗门势力搜集了起来 想要拿到极为不易 顾青苍叹了口气 宗门将那种武学试若珍宝 他暂时没有门路 而倒也有一些遗留在外的 只不过如今时间不等人 由不得他们慢慢去找 顾颖的未来不可限量 他们自然不愿意让顾颖在这种地方出现问题 那可就太难受了 我也问了少商和少林 向他们的宗门申请借用清心咒 只不过就怕时间不等人 对了 这件事不要外传 这几日顾颖门闭关 然而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好事不出门 坏事情千里 这天聊天频道上不知道怎么的 竟然出现了对于天魔混乱状态的讨论 而且 矛头很快就被莫名的风向指向了顾颖 说顾颖陷入天魔混乱状态 圣阳城第一人的头衔恐怕要不保了 这一日 顾家内唐长老根据此事开了一场会议 圣阳城聊天频道之中的言论 我们进行了逐步分析 调查 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纪家 根据我们的分析 大概率是纪家的纪元 他身处于八品灵机门 根据我们顾家在灵机门的线报 纪元掌握一门清气灵深觉 这小子倒是有点天赋 修行清心咒的条件极为苛刻 纪元修行成功之后 帮助不少人拔除戾气 解除天魔混乱状态 得到了不少好处 所以才能这么快突破到神刚四阶 闻言 顾情苍眼眸中的金光一闪而过 这一日 顾影一直都在闭关 天魔混乱的滋味不好受 但是顾影却苦中作乐 发现了点不对劲的地方 打坐一时成功 经验值获取失败 获取天魔篡改点加一 顾影打开篡改面板 这次顾影的篡改面板 只有一条篡改 天魔篡改 打坐可获得大天魔真气加一 五天魔篡改点 大天魔真气是什么鬼 反正顾影现在 也无法获得经验值了 所以 倒不如就来试试 这个所谓的大天魔真气了 打坐五个时辰 顾影将篡改 一篡改成功 随后就开始打坐 天开始昏暗 一个时辰过去了 打坐一时辰结束 大天魔真气加一 顾影思索了一会儿 直接开启体质面板 很快顾影发现 自己的体质面板 多了一条进化路线 真魔体 110 大天魔体 1100 天魔混沌体 11000 天魔之体 混乱众生 所以这一天时间 顾影就一直都在打坐 我现在还是肉体繁胎 倒不如趁着 现在天魔混乱的这个状态 弄出来一个特殊的体质 技嘉 纪元算了算时间 又看了看 刚刚从外面回来的 技嘉小辈们 顾影已经足不出户许久了 我故意放出 天魔混乱的消息 以顾影的性格 看到此等消息 肯定会按捺不住露面 这么长时间闭门不见 估计他已经进入到 天魔混乱的状态了 纪元的神色逐渐扭曲 带着宁笑 他对顾影是有执念的 他必须看到顾影死 顾影的存在 就如同是他心中的梦魇 就好像是而时受到的惊吓 会成为一辈子的阴影一般 他现在眼界开阔 在灵机门 也见到过很多强大的师兄 但是顾影 始终是他迈不过去的心魔 我想加速顾影的死亡啊 他掌握青气灵深觉 但是却也对这类武学研究很深 他直接叫来了技嘉的强者们 诸位长老 父亲 我有一计 可直接置顾锦于死地 技嘉的强者们 顿时面面相去 都看到了对方眼眸中的精彩之色 第二日 阳光明媚 祥和一片 顾影端坐在自己的房间之中 持续打坐 打坐一时辰结束 大天魔真气加一 恭喜您成功解锁体质 真魔体 真魔体效果 魔道功法修行速率三倍 天赋剂 天魔吼 强制将对方拉入混乱状态3S 在此状态下 对方神志昏沉 反应迟钝 无法动用任何武学 功法 激活效果 身体所有属性提升10% 效果持续半个时辰 煞时间 一股漆黑的浓雾 在顾影的眉心闪烁 最终化作暗金色的印记 它豁然睁开眼眸 竟然如同一尊大膜睁开眼眸 激烈的光芒 让周遭的很多人都 瞬间有一种窒息不安的感觉 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的那份感觉好奇怪 你没有感觉吗 我一瞬间 感觉自己心烦意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呼 顾影吐出一口浊气 眉心的暗金色印记 犹如即将盛开的莲花 这是天魔印记 是真魔体的象征 人物 顾影 体质 真魔体修为神刚六阶 四千一百 天魔混乱状态 武学 咒剑诀 圆满二百五十 灵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支线任务 无 道律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体质已经从肉体繁胎变成了真魔体 顾影松了口气 而此时 忽然顾侠敲了敲顾影的门 然后告知顾影 圣阳城内有人爆出了亲戚诀 还真是巧啊 顾影的神色中带着鱷鱼 说来真巧 顾影刚刚陷入到了天魔混乱的状态内 顾家正寻求清新类型的武学无门 这圣阳城内竟然就传有人爆出了 在整个红界之中都是最稀有的清新类型的武学 顾影走入内堂 此时内堂众长老与顾清仓已经坐在位置上 看到顾影之后 他们纷纷眯起眼睛 今日的顾影身上似乎有些不一样的气息 这小子怎么非但修为没怎么流逝 反而好像又变强了 顾影踏入神纲六阶 又觉醒了真魔体 自然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小景 坐 顾清仓开口 今日的会议 不出顾影所料 自然就是针对那本圣阳城出现的清新类型的武学 这技嘉不拿我们当人 哪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小景才钢贴魔混乱 立刻圣阳城就爆祸了 清新类型的武学修炼条件极为苛刻 里面的每个灵气运行路线都是极为严谨的 一旦被一些不轨之人更改了一些细微的东西 那么后果将会很惨 修炼的人要么心神失守 直接疯癫 要么就是灵气逆差 直接经脉寸断 肯定是那个小娃娃想的计策 狼子野心 真不是的好东西啊 当然小景就应该直接把他弄死 不过长老们却也是犯了仇 毕竟顾颖的天魔混乱始终没有解决 他们的确很头疼 而就在此时 顾家的人走入内堂 显然是有什么情况发生 不然内堂开会之时 其他人不准善入 爆出清旗诀的人是一个散修 不属于任何一个世家 而现在正在被技嘉的人围堵 戏真多呀 纪元的确安排了一出戏 他将自己的清旗灵深诀改变了几条路线 立刻破坏了武学的平衡 这样的武学一旦修炼 就会如同炸弹一般在人体内引爆开来 他赌的就是顾家病急乱投医 然而迟迟没看到顾家动手 只能带着技嘉强者去围堵 给顾家上上压力 袁少爷 会不会被看穿了 顾家的那些长老们 一个比个人惊啊 纪元文言咒了咒没随后说道 就算是被看穿了 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只是顾家对顾颖极为看重 我赌的也就是顾家病急乱投医 技嘉的强者都在周围 而那个所谓的散修也是他们安排的 此时正在外围逃窜 顾家的人来了 忽然 技嘉的强者发现了顾家强者的气息 几元瞳孔收缩了一下 还真来了 一道道气息从顾家的深处爆发开来 刹那间犹如一轮轮大日升空 这等场景的确很可怕 不得不承认 顾家的实力真的很强 九位宁丹静的强者 就算是一些九品宗门 都无法侵蚀顾家 更不用替顾家 还有一位神丹静的强者呢 唯首处 顾秦苍神威十足 磅礴的压力 笔直地灌溉在圣阳城内 让三家窒息 此时的纪元感觉自己被锁定了 然而 他却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顾家的这个驾驶 怎么好像不太对劲 那堂九大长老齐齐出世 顾秦苍甚至还带着顾颖 一同飞来 嗯 不对 顾家的目标 怎么好像是他 几元瞳孔收缩 不好 顾家的目标是我 下一刻 顾颖眸光锐利 他从自己的怀中 掏出了一枚紫色的令牌 那枚紫色的令牌 在顾颖的手掌心处转了一圈 随后直接化作一道紫色的流光 瞬间朝着顾颖席去 偷尸令锁定成功 请选择进入其中的成员 顾秦苍以及顾家九大长老 直接全部同意 符合偷尸标准 即可开始偷尸任务 纪元瞳孔收缩 偷尸令 你已被拉入偷尸空间 靠 极度不安 顾颖怎么会有偷尸令 这可是紫色物品啊 它是从哪里爆出来的 等等 他忽然想起来了 前几日似乎圣阳城内 出现了精英怪的消息 当时他还没回来 但是他后来听到 过记家的人提起过 神色瞬间变得无比昏暗 他哪能想到 顾家竟然有一枚偷尸令啊 面前 站着顾颖 依旧挺拔如风 眸光锐利地 让人不敢直视 身后站着顾秦苍 以及顾家九大内堂长老 偷尸令的标准是 需要此人的境界 低于使用者顾颖 并且所带入的帮手修为 加在一起要超过十倍 九位宁丹静 一位神丹静 纪元 用这种配置对付你 你就偷着乐吧 顾颖的话 让纪元神色彻底昏暗了下来 我特么谢谢你 偷尸任务 保卫你身上的船长 任务一 在规定时间内 逃窜于此空间内 你可以选择操控此空间 更改地势地貌 任务二 击溃对方偷尸令使用者 可立刻解除偷尸令限制 这是纪元的脑海中 瞬间出现的任务面板 跑 他的脑海中 唯有这一个念头 但是他才刚刚准备行动 顾颖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一张冷峻的脸上 写满了调侃与戏血 那只大手瞬间按住了纪元的脑袋 恐怖的距离爆发 纪元顿时一个亮枪 身子直接跌倒在地上 还想跑 顾颖的气息格外的恐怖 身上还有一股 极为凝实的凶煞之气 顾颖更强了 比击败他的时候 更加强大了 这是怪物吧 纪元的心都在发颤 他奋起反击 五根手指犹如银沟一般 瞬间朝着顾颖抓来 然而顾颖的背后 剑光闪烁 有剑明之音通天彻地而起 灵力的剑光一闪而过 刷刷刷 纪元的手掌 瞬间被切断 他痛苦地大吼 父亲 囚禁他十秒就行了 顾擎仓意念一动 无形的囚龙 直接将纪元困住 里面的纪元 犹如被抽空了所有的力量 神丹静的强者 他在灵机门的师傅 也才只是 宁丹三重巅峰的境界 一 二 三 等到十秒过后 顾颖的面前 出现了一张面板 你已经完成偷试任务 请选择所要偷试的武学 一张虚拟的面板 出现在了顾颖的面前 上面包含着纪元所学的 所有武学 功法 偷试对象 纪元 偷试目录 经创长 奉明游身部 清气灵深觉 想不到这小小的纪元 所学会的东西 还真不少啊 看来 加入一方势力的好处 还真不小啊 此时顾颖也忍不住 如此想到 显然是被纪元的藏货 给吓到了 毕竟顾家 也就只有一本顾秦苍 带回来的咒剑菊而已 而纪元的身上 却有这么多武学 武学的确很多 只是毕竟是灵机门的武学 只有他能修炼 纪家的人一旦要修炼 那么就是灭顶之灾 现在武学流通的快 但是各个宗门 对于自家武学 依旧严格保护 顾秦苍轻声说道 这些武学 都是蓝色的武学 其中清气灵深觉的颜色 格外的浓郁 甚至已经隐隐间泛着紫光 不是紫光 应该是边框上 带着点紫色 果然 清新类型的武学 都极为珍贵 天魔混乱状态的滋味 可不好受 顾颖感受过 就仿佛体内的灵气 变成了锋利的钢针 在自己的经脉之中 逆着行走 但是每个人 总会经历天魔混乱状态 斩杀的妖兽够多了 那么 就会陷入到这种状态之下 如果不拔出力气 就会根基受损 这个时候 掌握清新类型武学的人 自然就成了香魔魔 纪元能够提升这么快 也就是因为 拥有清新类型的武学天赋 掌握清气灵深觉 很多师兄师姐摆脱他帮忙 自然就给了他很大的好处 选择 清气灵深觉 顾颖选择之后 那清气灵深觉 顿时化作一道流光 进入到了顾颖的脑海之中 有关于清气灵深觉的讯息 直接变成了虚拟的面板 呈现在了顾颖的面前 他准备回去尝试修炼一番 而此时 纪元奄奄不振 清气灵深觉 被对方偷尸成功了 神丹强者 九大宁丹强者 顾家还真是下血本了 他的面色难看 眸光也愈发的阴毒 但是顾情仓的气息 压得他完全动弹不得 偷尸结束 偷尸空间消失 外界 纪家的强者们都呆住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来仔细捋一捋 他们在这里守住带兔 等待顾家的人来 拿走那本已经被做了 手脚的清气绝 本以为顾家不会来 结果他们真的来了 但是那顾家强者们 才刚刚出现 他们就看到顾颖甩出一只令牌 再然后 纪元不见了 那些顾家强者们也不见了 袁少爷呢 没了 咋办 我们现在应该咋办 他们站在原地面面相去 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 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面前的虚空忽然开裂 光芒涌现 随后几个人全部出现在了这里 袁少爷 纪家的强者看着地上满头冷汗的纪元 急忙跑过去将他扶起来 随后他们悚然地看着面前出现了顾家强者 带我回去 走 纪元咬着牙说道 同时歹毒至极地看向顾颖等人 脸色阴沉扭曲的几乎要滴出水来 那些纪家强者也意识到了什么 顾不得其他 直接带着纪元离开 纪元临走前看着顾颖冷声说道 敢偷失灵疾门的武学 你们胆子太大了 但是他一说完就后悔了 一刹那间 在场所有顾家强者的眼神同时变冷 顿时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等到纪元走后 顾颖等人迟迟收回目光 随后顾情苍松了口气 若是我顾家 有人能学会这本清七零深觉的话 那么我顾家的发展也将会无比迅速 要知道 现在外面大把大把的世家 急需要拔除力气 而因为修行了此类武学的人太少了 所以那些世家 甚至是宗门愿意付出很多资源来交换 这次圣阳城内出现的清七绝 只要不傻都知道肯定有问题 记家大概也就是陪着小孩玩 万一顾家着急了 真就中计了 不就行了 结果没想到的是 顾颖直接甩出偷失令 圣阳城爆出的清七绝 不好意思 本少要的就是你身上的清七零深觉 他们回到顾家后 顾颖打了声招呼 直接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不过他也将清七零深觉 共享给了顾情苍 顾情苍可以带着这本功法的面板 找人来尝试修炼 想要修行清七零深觉 没那么容易 需要特殊的天赋的 这也是为什么 曾经一个名不经传的纪元 能在灵级门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原因 他尝试修炼 清心灵气 常乎经瘾 但欲近身 以养圣心 抗掌繁杂的法觉 在顾颖的心中念诵 很快 顾颖感受到自身的天魔混乱状态 所引来的心烦意躁 仿佛被一股清凉的感觉 逐渐压制了下去 这种感觉极为舒适 犹如灵水流淌心间 看来我拥有修炼 清七零深觉的天赋啊 顾颖也难得有了 这样一个意外之喜 不过仔细想想 天地大变之前 顾颖的天赋 在圣阳城内 就是独一档的 他倒也是能够理解了 煞世间 他如同沉浸在了自己的肉身之中 伴随着那股清凉的感觉 流淌在四肢百骸 流淌在经脉大合之中 他看到了自己体内的戾气 犹如漆黑色的长枪 穿刺在顾颖的经脉之中 难怪如此乏累烦躁 老子体内都成刺猬了 若是再拖一段时间 到时候经脉受损 那么顾颖 想要境界提升 也就会更加困难了 简单来说 到时候获取经验值 恐怕都会大打折扣 此时 他开始一根根的拔除 直到最后 顾颖收工 尝和了一口气 天魔混乱状态已解除 经验值获取已恢复正常 施展清七零深觉成功 武学篡改点加一 嗯 清七零深觉也可以篡改 顾颖打开清七零深觉的面板 清七零深觉 没有熟练度一说 就是简单一个拔除力气的过程而已 直接就可以开启篡改面板 篡改 拔除力气时 格外获得大天魔真气 加一 五篡改点 大天魔真气 也可以通过拔除力气获得 顾颖可以给别人拔除力气 这样的话 顾颖的体质提升 岂不是可以很快 顾颖眼睛之中爆发金光 这倒是意外之喜 等到顾颖拔除完了自身的力气之后 已经是傍晚了 清零本来想着 终于解除了天魔混乱状态后 轻松惬意 想要好好睡一觉 然而倒在床上的顾颖 却是睡不踏实 借着夜色 顾颖走在顾家之中 他在顾家这边来回走动 月黑风高 老子睡不着啊 得出去杀人 杀谁 纪元 自从纪元说完那句话之后 顾颖一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个纪元若是不展 那么将会酿成大祸 灵机门对于武学的保护程度 自然不用多说 更不用提这次顾颖偷尸的 乃是纪元的亲戚灵深觉 这种类型的武学 貌似灵机门之中 也就只有两本 而且修行的人不多 不行 纪元绝对不能回到灵机门之中 顾颖下定主意 必须要让纪元死在盛阳城内 于是他换上一身黑色的夜行衣 这种东西是白色的东西 没有其他光芒 等级不高 夜行衣 夜间隐密度加一 以前顾颖看影视剧 就觉得怎么感觉 晚上穿上所谓的夜行衣 反而显得更加招摇了呢 直到他将这深夜行衣穿上 整个人几乎融入夜色 他朝着纪家走去 纪家有高强 但是对于修行者来说 这就是形同虚设 顾颖一个漂亮的藤月 直接跃至高强之上 谁 可让顾颖没想到的是 在高强之上 竟然还有其他人 四目相对 大少爷 三长老 此人竟然是外堂三长老 顾金锐 自从被顾颖抢走了监督喇叭怪的直权后 三长老倒也闲来无事 只是 你闲着归闲着 怎么跑人家纪家墙上了呢 你来这干什么 顾金锐诧异的询问道 我来杀纪元的呀 杀纪元 哎呦 我的小祖宗啊 杀纪元哪能用得着你啊 今晚 咱顾家那堂长老七出 肯定不能放任纪元回归临近门啊 顾颖文言 眉头舒展 是啊 当时 纪元那傻帽的那一句 敢抢临吉门的武学 可不只是点醒了顾颖啊 还点醒了顾清仓等人 我们怎么可能傻乎乎的放任 你回归临吉门 那小子倒也是机灵 今天下午便已经出城 那堂九大长老已经出动 拦截纪元去了 九位宁丹靖的强者出手 那纪元必死无疑 那三长老 你这是 我啊 放哨啊 纪元那边万一回信 纪家这边一有动静 我们埋伏在这里的强者 就会出手阻拦他们 顾颖一看 这 纪家高墙上 犹如猴子一般 蹲着一道道 穿着夜行衣的身影 靠 那堂九大长老去追纪元 外堂十二长老 都在这里蹲上是吧 不过 既然顾家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么自然就不需要 自己去以身涉险了 大概拥有强大的世家 就有这些好处了吧 顾颖晚上回去 美美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清晨 就看到一道道身影 回归顾家 同时也带来了好消息 他们将纪元抓回来了 纪元被五花大绑 大长老一把 将他丢在了内堂之上 这是一次的绝密会议 他们进城的时候 也走得极为隐蔽 纪家怎么都不能想到 自家连夜送走的纪元 此时已经被绑在了顾家这里 顾颖来到了内堂之中 内堂长老都在这里 看到顾颖来了这里后 下面的纪元挣扎得更凶了 直到外堂五长老走进来 咧了咧嘴 在纪元脸上狂踹的脊脚后者 才老实了下来 大少爷 外堂五长老名为顾段 实力不强 但是一手刑罚链的那是炉火纯青 顾颖不解的看着顾秦苍 顾秦苍的手轻轻的向下一点 随后平静的说道 青气凌深掘尽了我顾家 其实我们已经算是铤而走险了 若是被林积门知道 那么势必会对我们顾家动手 现在将纪元带回来 也只是权宜之计 事情早晚得冒 倒不如直接把林积门的武学都弄出来 顾家的人都是果断之人 大概也和他们的灵气属性有关系 雷厉风行 青气凌深掘拿到的风险极大 若是走漏风声 后果会很严重 但是顾家依旧做了 于公 青气凌深掘能给顾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于此 顾秦苍不愿意看到顾颖受到天魔混乱的影响 让日后的修行路变得坎坷 他们尽量兜住 发展顾家 顾断咧嘴一笑 然后提着脸被踹肿了的纪元 准备带着去逼供了 我 我可以直接说 放我走吧 我不会去报信了 纪元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 为什么要设计那么一个愚蠢的计则 为什么又要在最后秉着气声 去开口说了那么一句话 直接提醒了顾家 九大长老齐出 那特马的是天昏地暗 他都没反应过来 直接就被滴柳回顾家了 我直接把那些武学共享给你们 好不好 顾断脸色发黑 上去就给了纪元一巴掌 狠声说道 那岂不是显得我很不专业 你不尊重我 纪元被删的头脑发黑 然后就被拖进了小黑屋里 这一幕看得顾颖哭笑不得 而那些内堂长老 一个个忍俊不惊 显然都知道顾断的这脾气 你想直接招 那我顾断还有什么用 此时的顾颖贪了贪手 既然纪元已经被抓了回来 而且顾家还要将纪元的所有武学 都给拷打出来 那样的话 也就不需要顾颖做什么了 小姐 你需要什么武学 今晚直接去藏宝阁选就可以了 顾颖毕竟是顾家天赋第一人 也为顾家做出过杰出贡献 顾家的武学对顾颖 是直接开绿灯的 顾颖回到了荒山之中 斩杀喇叭怪 而这一日 经验值加53 妖兽篡改点加17 呼 顾颖长呼一口气 随后开启了自己的妖兽篡改面板 篡改1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1 所需 20篡改点 篡改2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10 所需 60篡改点 篡改3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帅10% 所需 20篡改点 现有篡改点 27 顾颖直接选择篡改1 每天喇叭怪击杀掉落 变成了4点经验值 收获满满啊 打坐一时尘以结束 经验值加1 打坐篡改点加1 累计打坐收益经验值13点 先天阳金之气加2 先天阴极之气加1 阴极之气便代表着水属性的先天精气 这次打坐的收获倒也不错 让顾颖极为满意 个人面板 修为 神刚六阶 70100 武学 骤剑诀 350 灵宝 5 主线任务 支线任务 无 道律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盛阳城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从小成长于父母溺爱的环境下 无恶不作 但似乎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一切都在逐渐变好当中 不错 顾颖现在的经验值又快满了 他的这种速度已经极为惊人了 毕竟谁能想到 顾颖每天通过击杀一级的喇叭怪 就能够给自己带来53点的经验呢 可惜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天魔混乱状态 无法吸收经验值 不然的话 我现在应该已经神刚气劫了 只不过倒也没什么事 顾颖又打开了他的打坐篡改面板 篡改一 每时辰打坐产出经验值加一 二是篡改点 篡改二 每日打坐产出经验值上限加十 二是篡改点 篡改三 打坐产出神秘先天精气概率 正10% 四是篡改点 现有打坐篡改点 28点 顾颖的打坐篡改点 还是积攒了一些的 毕竟这么多天也都没有使用 于是他先选择篡改一 这样的话 他每打坐一个时辰 能够得到三点经验值了 下次再将打坐的经验积累上限提升一下 这样稳扎稳打 顾颖哪怕只是留在顾家 修为提升的速度也会极为恐怖 很快 天色暗淡了下来 而顾颖也得到了消息 那边 纪元终于松口了 顾颖神色怪异 可以想象到一个卫裂五长老的壮汉 把少年的嘴巴堵得死死的 然后疯狂拷打 说不说 说不说 还不说是吧 无所无所 骂我呢 纪元可真惨啊 而此时 顾颖却是直接朝着藏宝阁走去 纪元在灵机门混得不错 身上还是有不少的灵机门的蓝色武学的 他穿过顾家的建筑 来到了藏宝阁之中 顾颖很少来藏宝阁 此时却也看到了 这里聚集满了很多的顾家小辈 甚至是一些顾家的骨干强者 他们显然也都听到了消息 纪元这小子嘴真硬啊 到现在才交代 不错 五长老的手段 我在外面可是见识过的 那叫一个残忍啊 这个纪元是条汉子 顾家外堂五长老 不过神钢三接的实力 却能够坐在五长老的位置 正是以一手刑罚逼供的手段 闻名于整个圣阳城 则则 而此时 藏宝阁内的长老看到了顾颖 随后招手说道 大少爷来了 快进来 听说是顾颖 顾家的小辈们急忙让出了一条路 看着顾颖的目光中 无不尊敬 这足以看出 顾颖在顾家小辈之中的威望 顾颖进入到藏宝阁内 在里面等候多久的顾青娘 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手里还端着一连串的光幕 光幕连环形成帘幕 犹如幻灯片 金创长 青气灵深绝 磨杀三剑 纪元这小子 到底搜集了多少武学啊 现在 倒是都便宜给了顾家 要是灵吉门知道了 这么多武学外泄的话 估计会疯狂吧 恐怕就连临吉门门主 都会直接降临我盛阳城了 二伯 这件事能兜住吗 顾颖有点怀疑 这么多武学 顾家子弟若是学会了 肯定避免不了外泄的风险 能兜住就兜住吧 二伯爱喝酒 平时显得不靠谱 但是一旦到了关乎盗顾家的问题 他也就严肃了起来 短时间内泄露的可能不大 就是发展呗 咱们顾家加速发展 等到灵吉门真正要上门问罪的时候 也有反抗的本钱 无论哪个时代 都是拳头大的 有话语权 顾颖文言点头 而外堂五长老一直站在一旁 固断一直都是个敦厚的老实人 沉默寡言 看到顾颖咧嘴笑了笑 五长老 纪约没弄死吧 五长老还以为是大少爷心地善良 于是挠了挠头说道 没弄死 没弄死 大少爷 放心吧 那就好 这里面貌似少了一本武学 我当时在托诗空间中看到的 五长老脸上蹲厚的笑容顿时僵硬了 瞪着眼睛说道 果真 这浑小子真不老实啊 五长老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藏宝阁 顾颖和二伯顾青阳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无奈 某些人有罪受了 没办法 顾颖最想要的 其实就是那本凤鸣游身部 只是这纪元竟然还藏丝呢 据说这个时候 专属于五长老的行堂 传出了杀猪一般的声音 很快 五长老便回来了 随后将收获直接放在了外堂二长老 也就是顾颖二伯 顾青阳的手中 这小子真懂我玩花花肠子 但是能被他藏起来 看来这本武学应该的确不错 顾青阳看了一眼 凤鸣游身部 游凤系深入云霄 一念三千关外飘 凤鸣之音 系天之身 身法武学是极为稀有的东西 难怪这小子不想让我们得到呢 这身法武学目前暴力极低 若是能掌握一门功法 基本上能够在同阶的战斗之中 掌握先天的优势 二伯不愧是每天花天酒地 这些消息掌握的真权 嗨嗨 瞎说什么呢 说得顾青阳有点不好意思 直视眼神 而顾颖直接就选择了 这本凤鸣游身部 当时在偷试空间里 顾颖就看中了这本凤鸣游身部 只不过当时要偷试的是 青气凌深诀 所以他一直都挂念着这本武学 身法武学 在红界之中的数量不多 也是极为稀有类型的武学了 好 小姐 我直接共享给你 顾青阳直接便将凤鸣游身部的修炼方法 共享给了顾颖 真不错啊 顾家阎舞场上 一道身影犹如灵巧的蝴蝶一般 在阎舞场上穿行不断 脚步声轻量尖锐 让人忍不住惊叹 这正是正在修行凤鸣游身部的顾颖 凤鸣游身部熟练度加一 熟练度 120 武学篡改点加一 顾颖呼了一声 这本凤鸣游身部的确不错 身法类型的武学 让人脚步轻盈 神曲轻快 顾颖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什么错觉 但是他总觉得 修炼了这本凤鸣游身部之后 他的反应也都更加敏捷了 身法类型的武学 会在战斗的时候 起到巨大的作用 顾颖的身影矫健至极 瞬间停止 那些顾家小辈们仿佛看到了残影 无数个顾颖撞在一起 然后戛然而止 顾颖一边修行 同时也在指点这些顾家小辈们修行 此时顾侠等顾家的那些女娃们 一个个都仿佛迷妹一样 坐在演武场的台阶上 景哥实在是太帅了 大哥的实力 愈发深不可测了 我总觉得 大哥每天都在一种 难以想象的速度变强 不愧是圣阳城第一天才 大哥又有实力 长相又英俊不凡 若是日后进入宗门 肯定会引得不少宗门女孩 方心按许的 那些胭脂素粉 怎么配得上大哥 这些女孩子叽叽喳喳 你一言我一语的 但是言语之中 对于顾颖的崇拜 却是丝毫没有掩饰 喂喂喂 认真听 顾颖皱着眉头 本少是来指点你们修行的 结果顾颖这认真的模样 反而让这些女娃娃们 脸色发红 大哥 我突破了 就在此时 演武场的另一旁 完成了打坐的顾颤 激动的大喊 朝着顾颖走来 他身上的气息 虽然不够稳定 但是却依旧能够感受得到 是属于神刚境的 顾颤打破断体九重桎梏 踏入神刚境界了 顾颤的确不错 修行刻苦 性格坚韧 是这一代年轻小辈之中 留在顾家里面 第二个踏入神刚境的 不错呀 以你的天赋 加入八品宗门 应该不成问题 多努努力 顾颖赞许道 能够在二十岁之前 踏入神刚境的 都算是天才了 虽然如今天地大变 一切都以数据为准 但是这一条 依旧没有更改 顾颤应该有资格 加入八品宗门了 恭喜啊山哥 嘿嘿 山哥若是能够加入 八品宗门的话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听说现在那些 八品宗门里面 至少都有十个 妖兽刷新点 每天能够产出的经验值 是难以估计的 山哥以后 可得罩着我呀 这倒是给顾山 弄得不好意思了 他挠了挠头 脸红扑扑的 顾霞也是这一代女娃中 天赋最好 比较有话语权的了 他感慨说道 如今天地大变 我们顾家 想要不被时代淘汰 那么就得努力奋进 山哥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要加油啊 我听说少商哥 也神钢境界了 少林姐貌似也快了 他们都在宗门内 进度会很快的 踏入神钢境 得到更多的关注 他们也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滚雪球之下 进度会超过我们的 我们也不能气馁 冲 这些小辈们一个个的脸上 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 顾家 还真是朝气蓬勃啊 顾颖看着这一幕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小景 你帮小山磨练一下 一直观望这里的外堂 酒掌老脸上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过也是柔声对顾颖说道 顾颤刚刚踏入神钢境 对于这份近乎于断层级别的力量 还太过陌生 此时就需要磨练一下了 而顾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顾颖闻言讹了一声 似乎有些犹豫 真的要这样吗 顾颤不明所以 急忙躬身说道 还请大哥帮我巩固境界 他话音刚落 气息顿时飘荡而出 层层叠叠的气息 犹如海浪一般席卷 隐约间带着雷霆交织的声音 这让不少小辈们露出骇然之色 急忙后退让出战圈 嘶 这就是神钢境界的压力啊 实在是太羡慕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踏入这等境界啊 山哥的气息好强啊 他们一边后退 一边惊呼 哄 顾颤一拳将至 而面对此等宏大的气势 顾颖白皙的手掌伸出 刹那间顾颤感觉自己 仿佛打在了一块厚重的铁板之上 他的气息瞬间被顾颖 那爆发开来的恐怖气势吞没 犹如大海吞没 涓涓细流 随后他只听到了一声叹息 罢了 那就帮你打磨一下吧 文言顾颤忽然心中咯噔一下 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声腾起来 大哥 等等 刷 面前的顾颤忽然消失 速度之快 如若雷霆闪电 啊 顾颤惨叫一声 如遭重击 身躯顿时犹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 顾颤乃是神钢六阶的水准 根本就不是顾颤能够碰�的 所有小辈都目瞪口呆 这一刻 他们也是意识到了顾颤那远超他们的恐怖实力 已经踏入神钢一阶的顾颤 在顾颤的手中 犹如孩童一般无力 被扔来扔去 顾颤惨叫连连 完全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此时的顾颤已经不把顾颤当人了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将顾颤当作是一柄兵器 顾颤反复的敲打 让他逐渐成型 变得锋利起来 大哥 我错了 停手吧 我 山子 别怪哥 哥也是为你好啊 很快 顾颤落地 长呼一口气 顾颤被打得鼻青脸肿 躺在地上 这就是磨练一下 在场的小辈们无不胆寒地看着自己大哥 不过他们看了一下 顾颤也只是皮外伤 更多的是帮助肉身熟悉神钢径的力量 顾颤的锤打是很有技巧的 帮助他开窍学 用压力刺激顾颤的境界适应 适当的锤打 会让你直接适应神钢径的灵气 省去了不少的苦功 还不谢谢你大哥 此时 九长老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对着顾颤颤说道 顾颤颤躺在地上 心不甘情不愿地说道 谢谢大哥 哈哈哈哈 顾家小辈们看着这个状况 忍俊不惊 没办法 太好笑了呀 笑什么笑 邓窝一后磨练里门 顾颤怒吼 啪大 一颗门牙落地 顾颤的惨叫声 伴随着顾家小辈们的大笑声 让这演舞场格外的热闹 我顾家这一代 还真是争气啊 此时 顾秦苍与大长老副手而立 站在顾家身处 可以他们的境界 演舞场发生的事 自然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 如今一切的变化太过迅速 我们这些人都老了呀 能够追得上时代变化的 只有这些娃娃们 顾秦苍神色感慨 眼眸里满是欣慰 秦苍 有关于雷属性功法的事 有眉目了吗 而此时 大长老提到了功法的问题 顾秦苍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随后摇了摇头说道 还没有 果然 雷属性功法太过稀有 基本上拥有雷属性灵器的 都是那些极为强大的世家 势力 顾家是例外 顾家的祖上也辉煌过 只不过后来落寞了而已 但是雷属性灵器是跟上的东西 是落寞也改变不了的 他们迟迟没有找到雷属性的功法 涅槃越来越快了 再有三日 我就跌落到宁丹一众的境界了 要知道 涅槃面板出现到现在 也没有超过十天 不到十天 大长老已经从宁丹三重巅峰 跌落到了宁丹二重境界了 这让他也有些焦急了 同样的问题也在顾秦苍的身上 秦苍 你也快跌落神丹境界了吧 大长老叹息着说道 顾秦苍其实是真正的天才 圣阳城内的强者 只知道顾秦苍乃是神丹境强者 却不知道顾秦苍 其实是神丹四重境界的超级强者 与圣阳城内的其他强者 已经是断层级别的修为差距了 不然的话 顾秦苍应该早就跌落神丹境界了 就算是这样 顾秦苍也快了 还是得抓紧了 小景的身上 肯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内唐长老都心知肚明 所以现在不进入宗门 也是一件好事 在圣阳城内 若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也能帮他兜着 但是还是要尽快 让你恢复实力 涅槃重生 拥有神丹境界才更安全 大长老若有所指 顾秦的特殊之处 他们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只不过顾家内部是一块钢板 所有长老们都心领神会 最近就连外唐三长老那个降货 都不去骚扰顾秦了 顾秦苍有些发愁 若是能弄到一本雷属性的功法的话 顾家上下都将受益 顾家内堂的所有长老 都能直接解除涅槃状态 区别就是看功法的是配度 能够保留多少修为了 现在内堂的一些长老 已经跌落宁丹境界了 回归到了灵璇十界巅峰 所以现在的顾家 其实情况很危急 也正是因为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在面对纪元事件中 所有人才会如此雷厉风行 直接九大长老出动 现在顾家要做的 就是铤而走险 驳出一个生机 很多外来势力 也都在圣阳城外隔岸观火 三家最近很跳跃 恐怕也有这些原因 顾情仓与大长老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 最终 他们又多将目光放在了盐武场上 那如长枪一般毅力的身影 眼眸中带着息迹 小景啊 快成长起来吧 从盐武场离开后 顾影来到了喇叭怪这边 该开紫荆喇叭王了 其实原本在顾影 进入天魔混乱状态的那天 就应该开第二只精英怪了 结果因为天魔混乱状态 而被耽搁了 算算时间 从开第一只喇叭怪到现在 也有五天时间 站在顾影的身侧 顾精锐手里拿着册子 做好了统计 景少爷 还有两天时间 正好还有两只开启精英怪的机会 希望能爆出点好东西吧 顾影点头 随后看了看天色 询问道 什么时候开始 很快 那堂大长老 带着一众那堂强者赶了过来 小景 开始吧 顾影点头 随后一招咒剑诀直接爆发 顿时赤裂的剑语撕开云层 落在荒山之上 看着那爆发的咒剑诀 大长老的眸光闪烁 这咒剑诀的威力 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这剑语有点太密集了吧 说说说 吧吧吧吧吧吧 经验值加五三 妖兽篡改点加五零 力气加五零 您的境界已突破至神刚七阶 与此同时 一道道蓝色的光芒闪现 顾影爆装备了 掉落 金玉绑腿 神风绑腿 苦海玉佩 又增添了一件绑腿呀 这样的话 顾影的金玉神名声套装 搜集起来 也就剩下三件了 已经收集了一半了 剩下的两件装备 顾影也都收到了 系统包裹之中 以满足召唤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的要求 是否召唤 顾影直接召唤 轰隆轰隆 周围的顾家小辈 脸色激动的战红 却也被这份声势 震慑得不停的后退 好 第二次召唤 场面依旧很震撼 深紫色的深渊 撕开裂缝重线天日 从里面发出暴怒的怨声 随后便是一只 巨大的紫色紫金喇叭王 从深渊中爬了出来 你们不要松懈攻击 一会儿跟着分配经验值 大肠老气息全开 声音响彻 惊醒了那些顾家小辈们 煞时间 各种各样的攻击开始落下 21 13 15 密密麻麻的减血数据开始出现 顾影也跟着打了几下 不过更多的 还是吸引仇恨 紫金喇叭王身上 满是漆黑色与紫色相间的水晶纹路 看起来凶利可怕 透露着淡淡的煞气 这次 因为没有顾情仓的加入 所以 击杀紫金喇叭王的时间多了一些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扑通 紫金喇叭王发出不甘的吼声 随后倒在了地上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已被击杀 上次的精英怪陨落 就已经引起了圣阳城内的轰动 只不过那个时候 并没有开启城区聊天频道 所以那份轰动并不直观 这次 聊天频道里直接炸了 我靠 又出现了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 这一定是顾家的荒山上的精英怪啊 肯定是啊 我刚刚接近荒山 结果直接被一群穿着黑袍的顾家强者驱逐了 哎 顾家到底是从哪里弄到的精英怪啊 实在是太羡慕了 顾家不过只是走狗屎运罢了 荒山明明是大家的共有资源 为什么要被顾家一家垄断占领 顾家难道真的就这么霸道吗 楼上的 收收位 你的昵称已经暴露了 楼上的名称赫然是 王家有难出掌城 王家的人 三家极度发狂了 那人好像被拆穿了一样 直接开始跳脚了 王家有难出掌城 靠 别管我的昵称怎样 就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 荒山明明是大家的资源 凭什么要让顾家一家独占 应该开放给整个盛阳城的所有人啊 兄弟们 不能跪得太久了呀 我们要奋起反抗啊 然而这话一出 聊天频道里就不平静了 屁话震夺 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顾家强啊 所以他们拿到喇叭怪的资源点 我没话说 莫回头 嘖嘖嘖 就是顾家至少没有势强凌弱 从来没有欺负我们这些修行者 圣阳城局势稳定 安逸 我们都已经很满足了 其他城市碍于顾家 不敢进犯我们圣阳城 圣阳城目前的势力结构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们啊 就别瞎折腾了 红界里的冲浪达人 哎呀 都什么时代了 还阴阳怪气 挑拨离间呢 这界的修行者素质真差 咱们啊 主打的就是一个佛系 星号 星号 就是 什么争强好胜 每天修修炼 聊聊天 吹吹牛逼 生活悠闲惬惬意啊 王家有难处长成 你们 你们 看着聊天频道上的那些窜来窜去皮的不行的话 王家的那些人都要气得吐血了 难以想象 这些人每天闲下来 就在聊天频道里吹水打屁 现在话术已经进化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了 仅仅只是看着这些俏皮画 都让王家人们直上火 他们恨不得全程一同反抗顾家 现在看着顾家杀精英怪 他们是真恨啊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已被击杀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奖励分配 经验值 五百点 蓝色装备两件 紫色装备两件 紫色物品两件 蓝色的光芒牵势奔涌 随后又被那铺天盖地的紫色光芒吞没了 这次竟然直接出了四件紫色的东西 两件装备与两件物品 你已分配经验值 九十七 这次因为有了准备 那些顾家小辈们打出了更多的伤害 顾颖分配到的经验也少了一些 不过顾颖倒是觉得无所谓 他堂堂顾家大哥 怎么会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去计较那些呢 刷 你已突破至神纲八阶 又突破了 人物 顾颖 体质 真魔体 修为神纲八阶 二零一零零 武学 咒剑诀 圆满四百五十 灵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现在已经成长到了神纲八阶的境界 此等修行速度实为害人 在年轻一辈中已是崭露头角 顾颖神纲八阶了 预计再有三点时间吧 他就能稳稳地进入灵玄境界了 踏入灵玄境 那么他在当代年轻人中 应该就算是崭露锋的存在了 那些小辈们一个个欢天喜地的 我得到了二十六点经验值 我突破了 这精英怪的经验值产出实在是惊人 能够省去我数日的苦修 多亏了大哥 他们惊喜万分 而当他们将振奋的眸光看向顾颖的时候 却一个个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怎么感觉大哥身上的气息更恐怖了呢 大肠老履了履胡须 欣慰地看着顾颖 这小子又突破了 天地大变 一切晋升都变得有迹可循 数据的出现让一切变得透明了起来 而顾颖依旧能够保持如此恐怖的晋升速度 只能说 前途不可限量啊 顾颖凑近 来到了长老聚集这边 看到了那爆出来的东西 散发着蓝色光芒的 有两件装备 神风护额神风护腕 他看了一眼神风套装的效果 效果 神风丽江 在十五秒的时间内 肉身轻盈 如同微风托福身子 变得格外敏捷灵活 这个效果 对于拥有凤鸣游身部的顾颖 没什么吸引力 他暂时只想收集金玉套装 将金玉神名胜的无敌效果搞出来 而那两件紫色装备 顾颖觉得 还是紫色物品 给顾颖的吸引力更大一些 他看向了那两件紫色物品 冰金千纸鹤 吉韵千 双倍 这两件东西倒是有些稀奇了 冰金千纸鹤 由冰金制作而成的千纸鹤 外形精美 小巧玲珑 深受女子喜爱 冰金千纸鹤 晶莹剔透 仅有半只手掌大小 此时进入到了顾颖的手中 被他捏在指尖犹如一颗璀璨的宝石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东西有什么用处 顾颖有些奇怪 而大长老看了一眼 显然也不知道 摇头说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毕竟是紫色的物品 应该不会差 这个签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长老点开了那个签子的效果 眼里闪烁惊喜的光芒 吉韵千 双倍 进入警地 执行任务时使用 可获得双倍暴率 暴率双倍 其实也就是奖励翻倍 小警 选一个吧 大长老看着顾颖 随后说道 顾颖开的喇叭怪 同时他们那堂长老们 经过商议也都决定了 每次爆出的东西 顾颖都有权先选择一件 顾颖才是顾家未来的希望 选一个吗 顾颖有些犯难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那吉韵千 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只是顾颖犹豫了 经过一番考虑 我要这个冰金千纸鹤 那堂的长老们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显然顾颖的选择 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顾颖觉得这个冰金千纸鹤 能够作为紫色的物品 肯定有其特殊之处 偏偏暂时顾颖还不知道 这玩意带着点神秘 更让顾颖觉得这个东西 会很珍贵 日后会产生奇笑 而至于那个吉韵千 顾颖忍不住心中暗笑 日后顾颖若是发现了景地 直接回顾家拿就好了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他收起了那只千纸鹤 随后便离开了 看着顾颖的背影 大长老忍不住失笑说道 这小子总是做一些出人意料 却有暗含深意的事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顾颖立刻便打开了篡改面板 篡改1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1 所需40篡改点 篡改2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10 所需60篡改点 篡改3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帅10% 所需20篡改点 现有篡改点67 估计选择了篡改2 刷 60点篡改点直接消失 而后顾颖每日累计经验值上限 就达到了63点 多亏了这次召唤喇叭王 给我带来了50点的妖兽篡改点 顾颖比较满意这个结果 顾颖大概休息了半个时辰 随后就开始打坐了 现在的顾颖每打坐一个时辰 会有三点经验值的增加 五个时辰 顾颖将13点经验值拉满 同时又爆出了先天阳精之气 自身的经验值也已经来到了33点 此时的天色也已经逐渐暗淡了下来 顾颖本想着简单地吃一口饭后 便回去练练自己的咒剑诀 结果忽然有顾家的人过来 告知顾少林回来了 并且还带回来了一位清风门的客人回来 家主摆了宴席 让顾颖过去 清风门的客人 顾颖闻言点头 随后胆了胆身上的灰尘 借着逐渐暗淡的天色 朝着顾家内堂走去 此时在顾家内堂中 一张不大不小的圆桌上 父亲 这位就是少青青师姐 是我在清风门的好朋友 在宗门内也经常照顾我 顾少林身旁 那个举止 优雅的女孩连忙起身 朝着顾清仓行李说道 我叫少青青 是天阳城人 家父少东升 见过顾叔叔 天阳城与盛阳城 距离不算远 顾清仓显然也认识少东升 原来是东升的女儿 来到顾家 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不必拘谨 少青青优雅大方 眸子大又亮 白净的鹅蛋脸上 轮廓分明 五官精致 父亲 少青青师姐 可是已经神刚四接的境界了 现在在清风门内 也极受重视 在清风门年轻弟子中排名第三 顾清仓文言也是称赞道 东升倒是经常和我炫耀他的女儿 不错 很不错 少林在清风门内 还是需要你多多关照 顾叔叔放心 少林天赋与运气都不错 现在也已经踏入神刚境界 得到了更多宗门内的关注 那便好 显然 顾清仓也欣慰地看了一眼顾少林 如果不是担心顾家耽误 这些孩子们的进度的话 顾清仓恨不得自己的孩子 一辈子都在自己的庇护下 安稳过一辈子 他们迟迟未开始吃饭 大哥呢 你大哥应该还在打坐 我已经命人去叫他了 可是顾颖吗 少青青忽然开口说道 当初神优店看中顾颖 这件事传得可不小 天才顾颖 显赫一时 就算是少青青都有所耳闻 甚至曾经有过膜拜的心理 顾少林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大哥天资绝伦 可惜心气太高 迟迟不愿意加入其他宗门 七品神优店外游内患 耽搁了我大哥的入宗 所以大哥一直都待在顾家 少青青文言也是摇头叹息 时代大变 加入宗门才是最优的选择 宗门在这短短数日的时间内 所搜集的资源 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 哪怕只是九品的宗门清风门 内部的资源依旧无法估计 顾颖虽然曾经是圣阳城第一天才 甚至在其他城池之中都有威名 但是这些时日留在顾家 放弃了外面那充沛的资源 与无穷的机遇 顾颖现在 恐怕已经被大多数人落下了 师姐 一会儿我大哥来了 拜托你帮个忙 劝说一下我大哥加入宗门 只要 让他明白宗门与家族内资源的差距 实在不行 让我大哥受受刺激 在顾少林看来 顾颖现在恐怕最多 也就只是神纲二节的境界 甚至有可能还在神纲一节踏步呢 这样下去可不行 那可是我大哥啊 得刺激一下大哥 让大哥赶紧去宗门内 哪怕是八品宗门也行 只要眼光好 八品宗门 未来未必不能成为七品宗门 现在时代发展这么快 日新月异的 以后的是谁说的准呢 顾青青也不是傻子 此时毕竟是在顾家 他试探性地看了一眼顾秦苍 看到了顾秦苍 有些不自然的表情 少林啊 顾秦苍刚想说什么 结果就被顾少林凶巴巴地打断了 爹 我这是为了大哥好 不然的话 我都要超过大哥了 顾秦苍顿时眼眠叹息 这小妮子跟他大哥那么温柔 怎么跟我就这么凶呢 不过 你个小妮子想超过你大哥 下辈子吧 嘎吱 一道身影推门而入 神色坚毅 脸上还带有细腻的汗珠 显然五个时辰的打坐 并非那么容易 枯燥与乏味 让他也出了不少的汗 发丝禁尸打在额前 伴随着皎洁的月光 有一种清爽的英俊感 这一幕看的屋子里 两个女孩都有些羞难 果然是顾家大哥 还是那么帅气 只不过 少青青忽然瞳孔收缩了一下 不知怎的 走进来的顾影看了他一眼 随后 他忽然感受到了无比危险的感觉 本能性地意识到 眼前的顾影 绝没有那么简单 神刚一接 神刚二接 顾少林 不会是拿他开玩笑的吧 清风门内 还有两位修为境界 在他之上的天才 但是给他的感觉 都没眼前顾影刚刚的 那淡然一瞥要恐怖 这位顾家大哥 绝没有顾少林 所说的那么简单 大哥 快点坐 我都想你了 顾少林急忙拉着顾影坐下 女孩依旧是那么具备青春的活力 顾影的嘴角 也挂着一抹笑容 这个小妮子 你才走了几天啊 顾影无情拆穿 惹得小妮子连连趁怒 而他也开始给顾影 介绍少青青了 大哥 这是我的师姐 名叫少青青 在清风门内排名第三 年纪清青 就已经踏入神刚四阶了 清风门内的长老们都说 清青师姐 是我们清风门的骄傲呢 我们清风门 虽然是九品宗门 但是里面的资源 也足够培养天才了吧 嘿嘿 此时顾影文言 也将目光放在了少青青的身上 那一瞬间 少青青感觉自己 好像被怪物锁定了一般 浑身汗毛倒数 他究竟什么修为 少青青汗颜 拉着顾少林小声说道 虚名 虚名 少林 别说了 少青青也没想到 顾影的气息竟然如此害人 顾影并未溢散出气息 仅仅只是一个眼神 便让少青青意识到 眼前的顾影绝非善来 少青青额头上出现冷汗 他修炼过一本名为 灵险术的淡蓝色武学 效果鸡肋 却能让他对人的气息 与危险的感知很敏锐 此时他能感受得到 顾影身上那淡淡的威压 比清风门排在第一的那位妖孽 还恐怖啊 少林啊 你大哥没那么简单啊 顾影和善地朝着 少青青点了点头 顾少林准备了一下措辞 然后说道 大哥呀 留在顾家 终究不是个好的选择呀 你看清青 他若是留在少家的话 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清青在清风门里 可是热门弟子 温婉美丽 实力强大 宗门里可重视他了呢 少青青有点心虚 林子 别吹了 姐快都不住了 你看 你哥的眼神越来越吓人了 林子 快住口啊 清青曾经也是你的小迷妹呢 你的天赋绝伦 实力强大 人长得又好看 可是现在呢 清青都神刚四接了 西年那些被你落在身后的 都追赶上你了 你不能再留在顾家耽误自己来啊 哼 你要是再耽误自己 再耽误自己 我 我就揍你 我也神刚了 看着顾少林读着嘴捏拳头的小模样 这让顾影忍俊不惊 这丫头 顾影一边笑着 一边看到了顾青苍不善的眼色 你小子 就看你妹的笑话是吧 少林这丫头啊 心地善良 就是有点憨憨的 你没看到少青青一直拽着你 不让你说了吗 他叹了口气 却也是诧异地看了一眼顾影 这小子的噤声速度 有点可怕 这就神刚巴结了 顾影现在的状态比较松散 身上的气息 自然瞒不住顾青苍这个神丹静的大佬 顾影揉了揉顾少林的脑袋 决定再逗逗这丫头 赶紧吃饭吧 把你的嘴堵上 哼 随后这场为了欢迎顾少林带朋友回家的晚饭 便开始了 顾家的氛围其乐融融 这让少青青也忍不住羡慕起顾少林了 难怪顾少林那么单纯 因为家里人把他保护得太好了 你们这次出宗门应当是执行任务吧 顾影忽然看向顾少林和少青青 开口询问道 原来顾少林和少青青 的确是来执行一个特殊的支线任务的 现在各大宗门都已经开启了天令堂 天令堂可以暂存任务 供给弟子们挑选 其实这个任务是我接的 只不过青青师姐不放心我单独下山 于是陪我下山去执行任务 顾少林有些不好意思 显然觉得有些麻烦 像少青青这样帮忙执行 只会分到一点微弱的经验值 会有点吃力不讨好 看得出少青青的确是真心对待顾少林的 你把任务共享出来 顾影吃了口饭 随后开口说道 顾少林自然无条件信任大哥 支线任务 出侠应照下的灵果 在任务地点采集沐浴在朝霞之下的灵果 采集成功之后 可选择上交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 50点经验值 神秘的赤纹灵果星号1 随即蓝色武学一本 任务的奖励还不错 顾影忍不住点头 然而顾影忽然又看到了 在这个任务面板的下面 还有一新小字 对抗任务 星号中霞笼照下的灵果 他便询问了起来 一旁的少青青声音柔和 给顾影解释道 这是个对抗类型的任务 对抗类型的任务 就是任务目标 与另外一个任务的目标起了冲突 比如 少灵界的任务是 朝霞下的灵果 而对方则是晚霞下的灵果 灵果只有一枚 只不过采集的时间不同 我们必须要在早晨采集灵果 而对方的任务 却是守护灵果 直到晚霞降临的时候 才能采集 所以 这两个任务 只有一方可以完成 冲突就出现了 战斗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正一子也不知道看清楚了再接 想要接对抗任务 应当提前准备好帮手 确定稳妥之后 再去考虑接受 哎 少青青无奈的瞥了一眼顾少灵 顾少灵 只得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这个任务可能带着很大的风险 哪怕是少青青 都觉得不太保险 任务时间是明天早上吧 顾影忽然问道 顾少灵憨憨的点了点头 这丫头就是这样 吃饱饭了 就会呆呆的坐在那里 好像睡着了一样 可爱极了 那明天早上 我陪你俩一起去吧 嗯 啊 嗯 嗯 顾少灵刚反应过来 似乎想说什么 结果就被少青青 一把捂住了嘴 那样的话太好了 金哥 傻妞 这个任务极其凶险 毕竟完全不知道 对方的底细啊 有你大哥出手帮忙 这个对抗任务的风险 会被降低到最低 少青青想脱摸提醒顾少灵 别傻乎乎的觉得 你大哥实力还在原地踏步 他用手按撮撮的 点了一下顾少灵 又指了指顾影 然后大拇指一翻 师姐你手抽筋了 我 少青青笑容凝固了 妮子 蒙古里巴 很快 等到晚宴结束了 顾影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今晚少青青也在顾家住下 少青青的父亲 也是一位神丹强者 只不过 因为涅槃 现在已经跌落到了宁丹境界 与顾清仓有点交情 等到第二天天还没亮 顾影的门就被敲响了 随后 门外传来懦懦的声音 大哥 醒醒 我们尽快去任务地点吧 别耽搁了时间 错过了昭霞出生的时刻 这个任务可就失败了 顾影打开门 取出长剑 斜跨在腰间 后面 淡泊的雾气中 少青青犹如青莲 一般毅力 身段窈窍 发丝垂落在腰间 让人忍不住眼前一亮 看到顾影走了出来 静静失礼 锦哥 顾影点头示意 此时 顾少林忽然对了一下顾影小声说道 大哥 清清师姐说你不简单 是真的吗 顾少林有点怀疑 我无敌 切 他们走出顾家 任务地点距离圣阳城不算远 灵果据说是采集天地精华而诞生 吸收阳精之气 与阴急之气 也不知道我这任务给的灵果 有什么效果 顾少林有些期待了 灵果降临之地 位于一片群花盛开的地方 山色空蒙 暗淡的山谷之间 似乎即将燃烧起朝霞的光芒 一切都处于一片蠢蠢欲动的灰蒙蒙之中 那个就是灵果了 顾少林抬起自己的小手 只向那群花之间 果然可以看到 一株绿油油的植物生长在群花之间 哪怕如今天色暗淡 却依旧可以看到鲜活的绿色 代表着昂扬的生机与活力 青青师姐 一会儿还要多仰仗你了 顾少林还是觉得 自己家老哥不靠谱 他没有少青青的灵显术 感受不到顾颖身上强大的气息 仅仅只是知道 大哥这些时日一直都待在顾家中 他所知道的 待在世家中的人修为境界 都是原地踏步的 顾颖的境界 肯定也不会提升到哪里去吧 少林 少青青犹豫了一下 看向顾颖 结果只看到了 顾颖此时正皱眉盯着那灵果扎根的地方 好像有什么发现 景哥 怎么 少青青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 本就轻柔的声音 此时听起来格外的舒服 他们早就已经来了 啊 来了 顾少林愣了一下 大哥所说的是 接了对抗任务 中辖笼罩下的灵果的人 等等 大哥是怎么知道的 猜的 还是说大哥真的不简单吗 然而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此时顾颖已经一步一步地 朝着那珠灵果的方向走了过去 大哥他这是 少青青无奈地看了一眼顾少林 你这丫头啊 难道还真有名的跟你说吗 不过他也惊讶地看着顾颖的背影 顾颖究竟是什么修为 竟然会如此自信 刷 顾颖抽出了剑 寒芒在夜色中激烈地涌动 等到他走到灵果旁边 随后将长剑插在地上 他的声音清朗 各位接了中辖任务的朋友 想必已经等候多时了吧 在下圣阳城顾颖 奉劝各位 趁早放弃任务 离开此处 不然后果自负 靠 我大哥咋这么霸道呢 顾颖说话间彬彬有礼 带有善意 但是话语之间的意思明白了就是 这没灵果我要了 希望你们不要不识台诀 果然 林间传来不善的声音 呵呵 阁下口气倒是大 想以一个名字喝退我们 阁下想得是不是太简单了些 顾颖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在这山花烂漫之间 隐藏着一道道身影 他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 让站在那边的顾绍林和少青青 头皮发麻 尤其是少青青 她神色凝重至极 此时身上不断地冒出淡淡的灵光 那是她在利用自己的灵显术 感知着藏在漫山遍野之间的修行者 神刚四阶 神刚五阶 他们竟然来了这么多强者 中辖任务 到底是被哪个势力 劫下了 听着少青青的呢喃之声 顾绍林的脸色变得煞白 她担忧地看着场中的顾颖 此时的顾颖淡然毅力 长剑被她插在灵果的旁边 一对漆黑如墨的眼眸 静静地看着山谷之间 漆黑的夜色当中 忽然弥散其凛列的杀鸡 刷 一道凛列的寒芒 从漆黑的角落豁然袭出 朝着顾颖沙来 漆黑的夜色 冷立的眼眸 这是一个浑身上下 散发着冰冷杀鸡的年轻人 手里的长剑爆发可怕的光芒 她的口中念念有词 似乎对顾颖极为不屑 顾颖 盛阳城的天才 我曾在清舞会上 看过你的比武 的确很强 可惜 一直留在顾家 错过了时代大变的好处 现在所有人都在修为井喷式增长 你恐怕还在原地踏步吧 她的剑气回荡 飞至顾颖面前 黑夜中 那个年轻人 抬起两根手指 啪哒 满贯而来的剑气戛然而止 仿佛凝固在半空中 那锋利的长剑 瞬间被顾颖的手指夹住了 这不可能 一时之间 那飞升出来的修行者 不敢置信地瞪圆眼睛 浑身的气息全力启动 咔咔咔 长剑忽然断裂 所有的剑气爆裂在半空中 顾颖的气息宛如汪洋 瞬间将那人淹没了 好恐怖的威亚 她是什么境界 这是盛阳城顾家的雷属性灵气 她真的是顾颖 好强的实力 不好 商量有危险 可是顾颖太快了 并指作剑 点在那人的额头上 扑吃 啊 惨叫声打破夜的宁静 顾少林看呆了 我大哥怎么会这么强啊 少轻轻无语 小声说道 我都说了 你大哥不简单 你呀 哎 顾颖还是当年的那个顾颖 强的没边 周围的那些隐藏着的修行者 再也按捺不住了 找死 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今日休想在我们面前拿到灵果 朝霞即将坠落 尽快杀了他 顾颖闻言 眼底最后的耐心 终究是被磨灭了 他从地上抽出自己的长剑 神刚八戒的契机 毫无掩饰的野蛮爆发 骤剑绝 黑夜被撕开 银亮的剑光 层层叠叠地下了一场恐怖的剑雨 仿佛一道道雷霆闪电 被丢置而下 扑扑扑 啊 惨叫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顾颖的骤剑绝 剑雨数量翻倍 威力无比恐怖 这个山谷都被炸得面目全非 场面极其泄心 疯狂坠落的剑雨 无数被洞穿的修行者 他们扑通扑通地倒在地上 全部被剑雨杀死 这怎么可能 你是前王皇族子弟 不对 你是顾颖 你真的是顾颖 一个小小的盛阳城 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物 此时 山谷间仅剩下一个人 一个浑身是血的血人 看着顾颖的眼眸中 满是惶恐与不安 他不相信 圣阳城内会出现这样可怕的怪物 扑吃 啊 他怒吼 钻拳而出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朝着顾颖杀来 顾颖的剑一指 那人瞬间凝固在原地 扑 无形的剑气爆发 那人后心炸开 鲜血如破 杀完了 此时的天空逐渐开始清明 终于 最后一层墓障 被璀璨的金光撕开 一缕金灿的阳光坠落大地 吱吱吱 此地的灵气沸腾起来 变得炽热 那朱灵果抬起头来 富含着昂扬的生机 赤红色的纹路 吱吱吱地蔓延齐上 那颗灵果 好像燃烧着金灿的火焰 顾颖看向顾绍林 来吧 好 好强 少卿轻神色呆滞 好 好装逼 顾绍林眉飞色舞 这强的有点离谱了吧 在前往区域 皇族子弟便是无敌的象征 哪怕是神幽殿内的那些超强天骄 都只能暂避锋芒 因为皇族代表着古老的血脉 代表着天生的恐怖体质 代表着绝伦的高贵与无敌 哪怕是天地大变 前往皇族依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强大的体质 无敌的心境 是年轻一辈的梦魇 那些人看着顾颖之时 联想到了皇族子弟 这足以证明顾颖的强大 那一份无敌的气势 与皇族子弟无异 神刚八阶 少青青以灵显术 分析出了顾颖的修为 靠 这个境界太离谱了吧 滑稽的是 顾少林着急 想要劝说顾颖离开顾家 尽快加入宗门 是因为他身处于宗门之中 看见了宗门的发展 实在是太迅速 所以担心顾颖再耽误下去 想要加入宗门都难了 拜托 妹妹 顾颖现在前往境内所有势力随意挑选 神刚八阶 太夸张了 而一旁的顾少林心中惊骇 可更多的还是惊喜 打个墙的变态 而且好装逼啊 金灿的霞光落在顾颖的肩头 一旁的灵果形如燃烧 顾少林急忙走了过来 高高兴兴地摘下灵果 伴随着血红的朝霞 感受着林间逐渐复苏的清凉 神清气爽 任务完成 您作为帮战人员 获得经验值加时 顾颖没想到 自己还有十点经验值 本来是来帮忙的 没想到倒是白减了十点经验 少青青柔声说道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 他没出力 全看顾颖一人大杀四方了 顾颖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你能陪少林回家 我们顾家已经很感激了 少林的这些任务 本就给我们本家的人给他解决 不过日后 少林在清风门内 还希望青青妹妹多照顾了 景哥放心 少青青偷看了顾颖一眼 此时朝霞锤间 映衬的少年的侧脸更加立体 如墨色深邃的眼眸 锐利的眉宇 让人很有安全感 少青青脸色有些发红 顾颖碾压四方 不知道迷晕了多少少女 哪怕是远在天阳城的少青青 都有所耳闻 我突破了 顾少林小脸红扑扑的 五十点经验值 让顾少林突破到了神纲二阶 不过他有些郁闷的 将那没满是赤红色纹路的灵果拿了出来 与其发闷到 哎呀 这没灵果 我竟然用不了 他郁闷极了 初霞灵果 实用可获得浓郁的先天阳精之气 实用限制 仅能男性修行者实用 顾少林郁郁了 家人们谁懂啊 好想打拳啊 少青青也没想到 还有这一层限制 拍了拍顾少林的肩膀说道 看来任务接错了 初霞灵果仅能男性修行者实用 中霞灵果应该是蕴含阴极之气 是专属于女性修行者的 怕大 那枚初霞灵果 忽然从顾少林的手中脱手而出 随后稳稳地落在了一旁顾颖的手里 顾颖老神在在地说道 既然如此 这枚灵果 我先帮你保留着 你 小时候我和二哥的零花钱 就都是这样被你骗走的 话术连变都不变 强盗啊 顾少林怒不可遏 想要去咬顾颖 刚刚面对层层围杀的顾颖寸步未动 此时脚下踩着凤铃牛身步 跑得老远 小孩子佳佳的 怎么这么贪心呢 大哥这么做 肯定是为了你好啊 这玩意你把握不住 少青青就看着这兄妹俩 闹了好久 少青青的性格很好 温柔似水 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他俩打闹 闹了一会儿后 顾少林开始研究起了 自己刚得到的这本蓝色武学 顾少林直接共享 然而顾锦二人脸色怪异 因为这本蓝色武学有点怪啊 大镜严皱 蓝色武学 效果 可将对方静言5S时间 在此期间 对方将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啊 不让人说话 这有啥用啊 顾少林无语 这个武学也太激烈了吧 谁打架的时候还说话 就算让别人说不出话 有啥杀伤力 憋死他吗 你错了 顾鹰否定道 严肃了起来 这本大镜严皱的用处 超过你的想象 你们清风门有 参与过精英怪的击杀吗 精英怪 少青青摇头 随后叹息说道 精英怪是如今最顶级的资源 清风门毕竟只是九品势力 还没有抢到此种资源 精英怪 拥有高级的暴率 丰富的经验产出 只是精英怪都掌握在八品势力的手中 清风门还没有资格去争夺 精英怪一般都有吟唱能力 在吟唱过后会直接释放强大的攻击 制造大量的损伤 你想想 如果在精英怪吟唱一半的时候 你忽然一个大镜严皱打过去 会有什么效果 直接打断吟唱 让精英怪的攻击失效 少林 这个技能会有很强的战略性作用 若是使用得当 会有惊人的效果 顾鹰看了一眼 这大镜严皱修炼的门槛很低 他仅仅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 大概就能看明白了 而且还有一个作用 顾鹰忽然一个大镜严皱是放在了顾少林的身上 然后捏了捏顾少林腰间的肚奶肉 你最近又胖了 顾少林摇头晃脑 张牙舞爪 脸都战红了 但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气急 也施展大镜严皱 对方的修为远超于你 并且早有防备 大镜严皱失效 顾少林差点气晕过去 太不当人了 就这样 一路嘻嘻哈哈的 他们回到了顾家 顾少林将大镜严皱也共享给了顾家一份 看到了效果之后顾青苍也忍不住大笑 这个武学看似鸡肋 实则作用很大 我这两天去沟通沟通 若是有难以攻略的强大精英怪 或许可以凭借着这本大镜严皱 混入队伍 直接打断精英怪施法 这能让很多强大的精英怪削弱大半的难度 锦儿 你把喇叭王开了吧 明天就刷新了 喇叭王 那是啥 顾少林和少青青对视一眼 眼眸中满是疑惑 精英怪啊 精英怪 顾家有精英怪 清风门都没有精英怪 顾家有 少青青和顾少林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少青青永远也没想到 这顾家竟然会有精英怪 宁丹一重的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 当看到了紫金喇叭王从那暗紫色的深渊中爬出 他也凌乱了 青青 你一会儿也对着那紫金喇叭王攻击 等到精英怪结算之后 会根据伤害 仇恨来进行经验值分配 顾颖在少青青的身旁说道 随后便快速穿行 少青青虽然是外人 但是其父与顾青苍有一些交情 再加上少青青真心对待顾少林 所以顾颖也便带着少青青一同回来 共享紫金喇叭王的收益了 顾家长老自然没问题 大少爷已经长大了 知道如何交集朋友 不需要他们插嘴 而少青青心中震动 顾家人显然对于精英怪已经不奇怪了 一个个都在偷书出 好 那紫金喇叭王怒吼一声 始终都在对着顾颖攻击 仿佛与顾颖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少青青行走在顾家子弟之中 时不时地打出一两下伤害 少青青心中有些激动 这还是他第一次参与击杀精英怪啊 清风门不知道多少弟子挤破头舔着脸 想要去跟随那些八品势力的强者 去混精英怪 结果人家根本不带着你啊 结果他竟然在顾家 蹭了一次精英怪 这如同是做梦一般 若是回去说起 恐怕清风门的弟子们都要疯狂了 哄 紫金喇叭王的身体轰然倒在地上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已被击杀 你已接入圣阳城聊天频道 少青青看了一眼聊天频道 就看到了各种羡慕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哎 顾家又开精英怪了 这精英怪也太多了吧 恨哪 为何我不在顾家 则则则 能够开精英怪的世家 貌似也就一个顾家了吧 总感觉顾家行大运 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 让我感觉天地大变 顾家反而更有一种崛起之势啊 羡慕极度啊 聊天频道里全都是类似的言论 显然对顾家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奖励分配 经验值 五百点 你已获得经验值加二十一 这就是经验怪的经验分配吗 少青青忍不住惊叹 他在清风门内 每天要通过宗门贡献去换取资源 二十一点经验值 需要花费很多宗门贡献点 拥有精英怪 顾家的上限将会被无限提高 他看向了顾颖 此时却感受到了顾颖身上的气息 又有精进抬高 顾颖 又突破了 顾颖站在人群之中 气息无比拔高 隐隐间让其他顾家子弟都不太敢靠近 神刚九阶了呀 刚刚顾颖又击杀了五十只喇叭怪 经验值加六三 妖兽篡改点加五零 利器加五零 原本顾颖的经验值是三十三点 帮战顾少林增加了十点经验值 将经验值提升到了四十三点 再加上这六十三点经验值 顾颖踏入神刚九阶 斩杀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 经验分配结束 经验值加九七 抵达瓶颈状态 经验值无法溢出 嗯 顾颖开启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真摩体 修为 神刚九阶 100100 瓶颈状态 武学 咒剑诀 圆满650 领保 无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盛阳城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陷入到了神刚境界瓶颈 修为晋升速度耸人听闻 进入瓶颈状态了 正常修行的时候 从神刚境 踏入灵旋径 需要准备特殊的天才地宝辅助突破 看来现在一切数据化之后 也有这个瓶颈状态 只是不知道 想要突破的需求是什么 顾颖思索了一会儿 不过 他也打开了自己的篡改面板 篡改一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一 所需 40篡改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十 所需 100篡改点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率10% 所需 20篡改点 篡改点 57 篡改三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率10% 所需 40篡改点 顾颖随手杀死了三只喇叭怪 随后第二次升级篡改三 顾颖 妖兽篡改面板 击杀喇叭怪掉落经验 4 击杀喇叭怪每日积累经验上限提升 60 击杀喇叭怪蓝色暴率 30% 这就是目前 顾颖目前击杀喇叭怪的所有收益状态了 三只精英怪 让顾颖在修为之上 意齐绝尘 大哥 怎么感觉你好像又变强了呢 一旁的顾绍玲眯眯着眼睛 看着自家大哥 只不过更让他觉得无法理解的是 自己才离开顾家几天的时间 怎么感觉顾家的变化这么大呢 本以为会原地踏步的大哥 现在的境界远远超过他所见过的一切年轻一代 喇叭怪区域更是出现精英怪 喇叭王 我回的是顾家吗 不是什么隐士大族吧 你和清清在顾家再住一晚吧 明天再走吧 这个时候 顾秦苍那边处理完了家族事务 也来到了这边 顾绍玲骄傲地抬起小脑袋瓜 小声嘀咕 我老爹还是不舍得我离开吧 顾秦苍忍不住叹息 自家闺女有点傻 放去清风门 不得让人欺负死 能留在家里一天是一天吧 下午的时间 顾颖开始打坐 虽然经验值已经一出便不再获得 但是打坐篡改点以及先天精气还是可以正常获取的 大约打坐了五个时辰的时间 等到天色逐渐暗淡下来 经验值一出 无法获得经验值 打坐篡改点加一 先天阳精之气加一 顾颖从怀中取出了一枚赤红色的灵果 赫然就是初霞灵果 没想到顾绍玲的任务竟然会出现这样一枚灵果 这小妮子的运气不错 只可惜她自己用不了 似乎是想到顾绍玲气急败坏的样子 顾颖的嘴角忍不住勾起 随后她将灵果服下 服用初霞灵果 先天阳精之气加五 先天火灵体觉醒成功 就连顾颖都没想到 这初霞灵果竟然能带来五履先天阳精之气 晶莹剔透而炙热的火属性气息奔涌在顾颖的体内 让她的肌肤都变得通红 顾颖的每个毛孔都在喷波灵雾 发丝飞舞 灼热的气息在顾颖的浑身流淌 这几日的打坐也累积给顾颖带来了五履先天阳精之气 再加上这枚初霞灵果 故隐的先天火灵体觉醒了 先天火灵体 火属性根基体质 火属性功法 修行速率翻倍 对于火属性灵气具有得天独厚的敏锐感应 激活后 开启火灵真身 全身上下被赤裂的火焰包裹 力量加时 速度加时 防御二时 持续时间 五分钟 这个先天火灵体倒是有趣了 强化力量 速度 却削减了防御力 也就是进入癫狂状态 力量和速度直接暴肿 只是防御力却是削减 基本上正常同阶之人的一击 故隐就要撑不住了 不过这个火灵体的激活状态 要是利用得当的话 或许能够发挥奇效 故隐尝试过一点力量加持 会让自己的力量上升到一个层次 而这个十点力量的加持 足以让故隐瞬间爆发出无比恐怖的攻击 若是在同阶之中的竞争 这将会是一个大杀气 将先天火灵体的灶热安抚下去之后 故隐便开始看了一眼自己的等级提升 置固状态 每个境界晋升之间都会陷入此质固状态 在此期间任何经验值的获取都会一出无效 需要进入神刚景地 完成神刚景地中的任务 方可打破质固 进入下一境界 神刚晋升条件 进入心如止水状态 利用打坐 清除心中燥热灼气 目前燥热灼气程度 68% 打坐 清除燥热灼气 然后进入质固空间 完成任务就可以了是吧 宁江与红界内 随即一位同样踏入神刚智固的修行者 组队进入神刚景地 到时候进入神刚景地的 并非只有顾颖一人啊 还有其他人 这倒是有意思了 组队副本事吧 顾颖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外面天色暗淡 顾颖本来准备今日早点休息的 结果忽然有人敲门 说顾秦仓找顾颖去一趟 父亲这么晚了 还叫我做什么 顾颖奇怪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一进入到了顾秦仓的房间 便看到了满脸笑容的顾秦仓 父亲 怎么了这是 顾颖悠闲地说道 随后顾秦仓让顾颖坐下 在顾颖的面前一弹纸 随后一张上面满是雷霆与闪电的 漆黑色令牌 进入到了顾颖的手中 千里穷雷伏杀令 紫禁喇叭王专属领宝 可于千里之外 降下雷霆神阀轰杀指定目标 需要目标的贴身之物 以进行气息锁定 每个月可使用一次 这次的喇叭王 爆出了专属领宝 这块千里穷雷伏杀令 也能用作是我顾家的底牌了 顾秦仓显然很惊喜 这块千里穷雷伏杀令 实在是太适合 他们顾家了 用雷属性的灵气催动 可以发挥这块令牌的最大威能 我虽然还没使用 但是仅仅只是感知上面的气息 都知道 这块令牌的威力绝对恐怖 这次喇叭王爆货之后 长老直接便将所有宝物收走 大概就是因为爆出了这块令牌 当时更是有外人在场 所以并未声张 顾颖知道这个领宝 对于现在的顾家有多重要 王 即 张这三家如今与顾家水火不容 明面上看 顾家实力强大 似乎只要毫无顾忌地出手 那么便能轻易地击垮三家 毕竟神丹期的顾秦仓 几乎就是顾家不败的底牌 哪有那么容易 圣阳城毕竟也是一方大城 很多人都在盯着圣阳城内部 这三家的背后有云霄门的支持 若是真的直接开战 云霄门门主同样也是神丹境界 并且已经找到了适合的功法 解除了涅槃限制 顾秦仓与顾颖对坐 分析如今圣阳城内的局势 现在的顾家 就是被火伤慢烤的羔羊 找不到破局之法 这三家再加上云霄门 顾家逃不出负灭的结果 我原本准备的 就是在我的境界彻底跌落之前 若是再找不到合适的功法 或者是其他办法 我便直接开战 用我最后的神丹境界 为顾家杀出一条活路 只不过现在拥有了这块千里穷雷复杀令 让顾家拥有了新的底牌 可以想象 精英怪爆出的专属灵宝 再加上顾秦仓丹级的雷属性灵器 将会是怎样恐怖的威慑力 顾秦仓也明白 多亏了眼前的顾颖 他看着自己的儿子 那英俊的脸庞 锋芒毕露的眼烧 与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如出一辙 他忍不住欣慰地笑了起来 只不过 这块复杀令也终究只是权宜之计 雷属性功法还是要拿到 等你跨过灵璇 想要宁丹的时候 就必须要一本雷属性功法来进行辅助宁丹了 也提到了这里 顾秦仓看着顾颖 你什么时候神刚久见 顾颖神色怪异 爹 我已经神刚置顾了 这就神刚置顾了 哪怕有了心理准备 顾秦仓还是觉得顾颖的晋升速度太离谱了 不过 想象也是正常 现在好几个八品宗门 为了精英怪的刷新点开战 争得头破血流 而顾家却拥有属于自己的精英怪 而且杀伤力不强 暴率却很惊人 根据顾绍商发回来的简讯 神剑阁前天攻略了一只宁丹三重的剑被白猿王 触动了数百位弟子 十位宗门长老 研究了好半天 共有三十组弟子小队分工明确的拉怪仇恨 他们才成功攻略 数百人分摊剑被白猿王的精英值 每个人能分到的 也就只有几点精英值而已 不像顾颖这边的紫金喇叭王 没那种直接秒人的超级技能 动作缓慢 就是个活脱脱的精英宝宝 毕竟 这是由一级的喇叭怪诞生的精英怪 顾颖一个人拉怪 能分到近一百的精英值 根据我目前知道的消息 这些置固景地极为凶险 神钢景地里面的任务强度 无限接近于凌旋强度 到时候还得给你多做一些准备 顾颖文言点头 然而就在此时 外面天色骤然明亮了一刹 仿佛流星坠落 无限的锋芒之气一闪而过 顾颖和顾清仓都感受到了 急忙走到窗边 丁出击领宝 神侠剑降弹正在挑选神剑试炼人员 神剑试炼人员确定中 丁 恭喜您入选神侠剑试炼人员名单 姓名 少青青 身份 丙等剑子 请在明日午时之前 进入神侠剑试炼区域内 区域坐标已经下放 请务必不要迟到 顾家 少青青原本都准备休息了 结果忽然出现了这样的提醒 顿时让她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神侠剑 虽然只是出击领宝 但是领宝 不管是什么等级的 都是万中无一的真品 无法被复刻 可以大幅度提升同阶级的战斗力 作为清风门弟子 少青青自然是见到过领宝的 清风门最顶尖的弟子 都是一宝难求 貌似唯有排名第一的那位机缘爆棚 才自己获得了一件初级领宝 初级领宝竟然坠落在这附近 并且自行开启了继承井地 继承井地内机缘无数 就算是无法得到最终的领宝 也能够收获大量的好处 少青青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还记得那位清风门排名第一的存在 之前其实一直都在 清风门排名第五左右晃荡 结果就是因为 偶然进入到了继承井地中 修为突飞猛进 并且拥有了一件初级领宝 直接进入清风门排名第一 王源的那件初级领宝 还是残破的 导致继承井地不完整 却依旧让他受益极多 修为突飞猛进 这件神侠剑 可是完整的初级领宝啊 很快 顾少林过来找他 我刚刚也听到了什么神剑人员选择 然后我被选中 成为丁等剑子 看来神剑试炼人员 应该都是有着严格的指标的 然后又进行了特殊的评级 我被评级为了丁等剑子 这次的试炼神剑景地 应该涉及到附近很多个城池 圣阳城也是其中之一 少青青忍不住分析 他神刚四街 被评为了丁等剑子 难以想象 甲等和一等的那些剑子 都是一些什么怪物 就在此时 深夜顾家家主顾秦苍 召集所有 被选中成为神剑试炼剑子的人员 去议事 有事要嘱咐 顾少林知道 顾秦苍肯定是有建议要嘱咐 所以也让少青青过去 少青青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在顾少林的坚持下 他也只好跟着一同去了 顾秦苍毕竟是神单级强者 而且 他也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知道 顾秦苍的人脉网络极为强大 顾伯伯在这个时候 召集人员前往 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话要嘱咐 他来到了顾家那堂 此时顾秦苍坐在首位 下面是一些顾家的弟子 顾山 顾云 顾侠 顾侠算是目前顾家子弟之中 除却顾影三兄妹之外 修为水准最高的存在了 同时还有几个断体径的顾家小辈 这些人看起来都有些紧张 对于这一点 少青青倒是能够理解 景帝虽然代表着机缘与造化 但是相对应的 也代表着巨大的危机 景帝之中千变万化 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来说 难免未知如虎 顾秦苍看到了少青青也走了进来 随后朝着少青青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那便开始吧 顾秦苍毕竟是神单级强者 并且参与过景帝的功课 给他们讲述了大量 有关于景帝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 此次传承景帝之中 进入之人不算少数 顾家子弟要结伴同行 千万不能擅自离队 二 这次景帝是因为触及领保 神侠剑从而开启的神剑景帝 景帝千变万化 但是脱离不了根本 所以这个景帝 一定与剑修的修行有关 顾秦苍给这几个弟子开了后门 让他们立刻去修行顾家的蓝色剑术 骤剑绝 并且去藏宝隔离领一把长剑备用 三 景帝内可能会出现各种奇怪的任务 一定要做到共享 信息共享 才能够更有力地进行景帝功课 而少青青 则是选择加入顾家的队伍 对此顾秦苍并没有意见 少青青毕竟是神钢四阶的修行者 能够在景帝之中 选择加入顾家的队伍 必然是一件好事 而且通过这两天的观察 可以看出 这个少青青人很不错 是个值得信赖的小姑娘 父亲 青青师姐神钢四阶的实力 却只是被评为了丙等剑子 这次神侠剑景帝之中 会不会出现一些离谱的强者啊 此时顾少林忽然询问道 一听到这 顾山等人面色也凝重了起来 他们毕竟只是神钢境 而且都是出入神钢境界 若是真遇到了林玄 甚至是更恐怖的 林丹境界的强者在景帝里 那他们不就是炮灰吗 神钢四阶 只能被评定为丙等 那么一等呢 甲等呢 都是什么境界的 而此时顾秦苍文言笑道 这个你们大可放心 这次神侠剑景帝中最高 就是神钢境界 到时候 你们大哥也会跟你们一同前往 他便是甲等剑子 应该也就是这次 神侠剑试炼中的天花板战力了 这也是顾秦苍这次 为什么这么高兴的原因 顾盈已经达到了神钢智骨 并且被评为甲等剑子 应当就是里面最高的评价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甲等剑子 有什么用处 但是至少 可以证明顾盈的实力 就算是里面最拔尖的存在了 而一听到顾盈 也会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并且顾盈被评为甲等剑子 他们顿时心中大定 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激动 大哥也会跟我们一同进入 大哥既然被评定为甲等剑子 太不可思议了 只能说 不愧是大哥呀 这个甲以丙丁的等级剑子 究竟有什么用啊 看来只有进入到景地之中 才能知道了 少清清心中也为之震惊 顾盈竟然是甲等剑子 不过想想也是 顾盈在今日击杀了喇叭王之后 就已经进入到了 神刚九阶的境界 看来这次的神侠剑景地的上限 应该就是神刚九阶了 不大可能会出现 灵玄境界的存在 这样也说得通 只是 少清清清楚地看到 当听说了顾盈 会与他们一同前往之后 所有顾家子弟 就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 眼眸中的惶恐与不安 也全都消失不见了 难以想象 顾盈在这群顾家子弟心中的地位 这一晚上的时间 顾盈都没有休息 而是待在了盐武场内 银亮的剑光 撕碎黑夜的墓杖 疯狂地宣泄下来 随后坠入盐武场的大地之上 然后全都被顾家盐武场的阵法 犹如海浪一般吸收掉了 骤剑绝炼度加一 骤剑绝篡改点加一 骤剑绝2650 篡改一 剑气坠落速度星号二 二是篡改点 篡改二 剑与落地之时 附加爆裂效果 十篡改点 篡改三 骤剑绝施展之时 可选择将所有剑气凝结成一线 剑气越多 此剑越强 十篡改点 现有骤剑绝篡改点 三十一点 经历过上次进行篡改一的修改 顾盈的篡改一 已经变成了坠落速度乘以二 这个就代表着更加难以躲避 会让骤剑绝进行群攻的时候 优势更为明显 只是顾盈觉得 进入紧地之中 更需要的还是威力与单体进攻能力 顾盈的篡改点 只有三十一点 所以顾盈优先选择了篡改二与篡改三 感受到了脑海之中 涌入了特殊的信息 顾盈的骤剑绝又一次抬升了一个层次 虽说顾盈被评为假等剑子 在神侠剑锦帝之中 应当已经算得上是最顶尖的一个水准了 但是顾盈本着灵阵魔刀不快野光的原则 将骤剑绝进行了两次篡改 锦帝中事先被评为 什么假等 什么玩意的最不稳妥了 太像前世看比赛一号种子被暴冷的剧情了 那些什么天选主角抽棱子过来给你一下 直接就受不了 这次的神侠剑锦帝里面应当有很多机缘 不可大意 随后顾盈又去藏宝格领了一柄剑 自己的剑经过这些十日的战斗已经不堪重负 再加上昨晚顾盈接连动用骤剑绝 长剑上面已经出现了断裂的纹路 无法继续使用了 大少爷 这柄剑在大变之前可是极为珍贵的 现在虽然上面的灵性都已经消失了 但是却依旧坚固锋利 你此行前往井地 家主已经交代了 让你带着这柄剑 顾盈接过剑 这柄剑曾经是顾青仓的配剑 名为持缘剑 曾经具备浓烈的灵性 甚至已经快要孕育出雷属性的剑灵了 只是可惜 后来天地大变 这柄剑的灵性全部被强制清除 但是也不失为一柄好剑 顾盈接过持缘剑 很快便到了集合的时间 神剑是炼井地入口坐标已发放 进入者必须持有剑子身份 无剑子身份擅闯者 将被大规则之力泯灭 很快 顾家集合 在顾青仓等一系列顾家长老们的带领下 来到了坐标入口 坐标入口位于青神山 坐落在山脉之间 这青神山却格外的挺拔 耸力犹如半天消除 金灿的阳光垂落下来 让这座神山犹如一朵盛开的金莲 半山腰 金色的漩涡不断旋转 那是一扇空间门户 周遭锤挂着一柄又一柄赤红色的神剑 凌冽的剑气激荡之间 让这座青神山更如同金灿的剑神一般 顾家的人也来了 此时 一道不善的声音忽然响起 顾家众人寻声望去 只看到了三家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簇拥着一群身穿棕门服饰的人 那些人身穿统衣服饰 绣着云雾花纹 神色清浩 云霄们 带着一股棕门势力 对待世家的天然巨傲 三家被选中的剑子很少 只有三四个 剩下的都是云霄门的人 顾家被选中的人 也有一些断体境界的 但是三家却没有 人数少得可怜 看来应当也是因为顾家的雷属性灵气加了分 毕竟这种稀有的高阶灵气 就是专门为剑修准备的 云霄门 他们竟然也在神剑试炼的范围内 云霄门这一代年轻子弟 有个变态 据说福渊身后 实力与其他弟子 几乎有断层级的差距 顾颖朝着那边望了过去 在人群中 他看到了一个年轻人 眉眼伶俐 气宇轩昂 眼眸之中的锐利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他被云霄门的年轻一辈簇拥着 王浩然 云霄门排名第一 实力极强 前几日云霄门与一个八品宗门的年轻一辈切磋 这个王浩然力战群雄 你进入之后不可大意 顾秦仓对于云霄门自然关注 云霄门在九品宗门中算是最顶尖的层次 他们甚至已经隐隐间有晋升八品宗门的势头 盛阳城第一天才顾颖 此时 王浩然清冷的声音响彻 言语之中带着点嘲讽的意味 一时之间 云霄门弟子冰冷的眸光朝着这边投射了过来 可顾颖根本没搭理他们 带着顾家小辈 就直接进入到了神剑式炼井地之中 无聊而老套的嘲讽环节 谁理你啊 顾颖心中无语 独留那王浩然神色难看地站在原地 走 神剑式炼井地 剑子人数 234人 甲等剑子人数 3 1等剑子人数 10 0等剑子人数 73 丁等剑子人数 148 著 甲等剑子 为神侠剑剑灵以规则之力 窥探四方所预测的 最有希望继承神侠剑的剑修天才 甲等剑子具有顶级权限 可选择接受高级井地任务 获得高级资源 高级资源为 高级功法 武学 物品等 一踏入井地 便立刻听到了宏大而毫无感情的声音 这是井地之中的势力分化 这应该算是比较常规的井地规则 想不到 这次既然只有三位甲等剑子 只有甲等剑子才能够接受顶级的任务 获取最高资源 所以也就是说 甲等剑子就是获得资源的代表 此时 一行年轻人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忍不住交流了起来 这是井建门的弟子 各个白衣附件倒是很符合剑修的风格 这附近十几个城池 大概牵扯到了六个九品宗门 目前风头最胜的几个天才都是谁 云霄门的王浩然 吉星门的方横 还有江明师兄 如果不出意外 甲等剑子应该就是这三位了吧 闻言 他们这一行人之中的那个神色冷酷的弟子 以手触摸了一下腰间的剑 那剑顿时闷闷的鸣叫了一声 江明眸光深邃 似乎在他摸剑的一瞬间 周围的气压都变低了许多 他低沉的声音响起 出击领宝神侠剑 剑气领宝本就少剑 若是我能得到神侠剑 或许我可以试试挑战宗门内的血和剑渊 周围的弟子瞳孔收缩 血和剑渊 是他们锦剑门的内部密地 来是宗门景地 凶险异常 飞灵玄境不可入 江明见到天赋惊人 在宗门内有剑魔的外号 若是被他掌握出击领宝神侠剑 那么其战里将不可估计 甲等剑子 江明 顾影等人进入到了神剑试炼景地 血色神霞遍布天穷 阴雅的天空犹如巨兽叠血 一片星红 这里处处都透露着灵力的气息 顾家的雷属性灵气 果然是最适合成为剑修的灵气属性 少卿卿忍不住感慨 这空气之中 弥散着剑气的味道 让他极为不适 但是顾家的这些人 显然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雷属性灵气本就灵力霸道 在这神剑试炼景地之中 也自然是如鱼得水 您是甲等剑子 可在神剑试炼景地之中 揭取顶级任务 请根据指引标签 选择揭取顶级任务奖励随机 任务内容随机 此时的顾影 也意识到了甲等剑子的好处 甲等剑子 就是资源获取的标杆 顶级任务 也不知道都能爆出什么奖励 而此时顾影的视线范围内 便看到了三个紫色的光点 那光点汇集 跳动 逐渐形成一个问号的形状 这让顾影汗颜 怎么感觉这符号这么熟悉呢 三个任务 现在大概也就是 进入到了三选一的范畴 大哥 现在往哪边走 此时 顾侠等人纷纷开口询问道 顾影漠不作声 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签子 集运签 上集 顾家还有集运签 集运签在清风门内 也都极为少见 毕竟这个世界 现在拼的就是努力与机缘 好的运气 能够让你在修为上一日签礼 集运签这种强行改命的东西 每一件都能发挥出奇效 顾影毫不节省 直接捏碎 他大 眼前的集运签顿时 化作一道蓝色的光芒 然后在顾影的脑袋上缓慢凝聚 最后凝聚成了两个字 上集 都跟紧了 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顾影这一次 直接跟随着自己的感觉走 脚底下直接踩着凤鸣游身部 他能看到任务目标距离他们并不远 所以才在这里 直接就开启了集运签 目前福运 上集九 四十九三十四 身后的顾家弟子们 也都意识到了什么 急忙跟着顾影 很快 他们直接来到了任务地点 他们看到了一座巨大的石像 此时像动作夸张 犹如古代 怒目的君王 浑身盘绕着粗大的雷霆 给人很恐怖的压力 而此时 顾影将手放在石像上 任务已揭取 顶级任务 雷佛的雷霆剑气 此地将降临一百只贪欲血鬼 唯有利用雷霆剑气 才能将其扫荡干净 除却雷属性剑气的攻击 血鬼将不会遭受到任何伤害 任务奖励 还真是运气好啊 任务的内容 一般都是随机的 但是越困难的任务所 能够获得的奖励 肯定都是越多的 这个任务 必须要用雷属性的灵气来完成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个任务是无解的 所以也就具有了绝对的困难性 那么奖励肯定非比寻常 但是雷属性灵气 这不是撞在了顾家的枪口上了吗 这个任务 就是最适合顾家的任务 这就是急运迁的力量吗 妈妈 周围此时 弥散出浓郁的邪恶力量 阴霾的浓雾将整个山谷笼罩 那巨大的石像上面 开始盘绕粗大的雷霆 神圣而不可亵渎 邪鬼长相扭曲奇怪 仿佛某种特殊执念的具象化 星红的眼眸 象征着极致的恶 刷 顾影抽出持元剑 一道剑气之中 夹杂着炽烈的雷霆 啊 惨叫声尖锐地响起 一片邪鬼 直接被顾影一剑斩灭 这些邪鬼的实力 大概在神纲出阶 甚至数量多 用咒剑绝 顾家子弟闻言 急忙抽出自己的剑 一时之间 雷属性的剑雨不停地落下 让少青青大开眼界 这就是顾家的武学啊 群体范围杀伤的剑绝 只不过 他们修炼的似乎有些不到家 使用手法很青涩 发挥不出正门剑绝的全部水准 少青青的眼光 还是很毒辣的 此时他忽然将目光 转移到了顾影的身上 顿时露出悚然的神色 呲呲呲 顾影的剑上雷霆奔涌 这柄持渊剑虽然已经失去了灵性 但是制作的材料 让顾影用起来得心应手 灵气附着在剑上 毫无阻碍 咒剑绝 刷 这一刻 血红色的云雾被撕开 银亮的剑光如同蜜语一般宣泄下来 怎么感觉 大哥的咒剑绝 比长老们施展的还要恐怖呢 顾影的咒剑 绝所降临的剑雨 无比密集 一道道剑雨 夹杂着赤圣的雷霆之力 宣泄下来 让他们震撼 而最震撼的事情发生了 当所有剑雨坠落到大地上后 里面的雷霆之力忽然炸开 爆裂效果 刷 地面上的那些血鬼疯狂哀嚎 眨眼之间就被清理了个大半 这位猎 太夸张了吧 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怎么感觉大哥的咒剑绝 和我们的咒剑绝 完全就不是一种武学啊 那么夸张的剑雨数量 而且那些剑雨落在地上 竟然直接开始爆裂 我看到了犹如雷霆地狱一般的景象 这也太夸张了吧 顾山露出震撼的神色 他们修行的咒剑绝 和顾颖的咒剑绝比起来 差距太大 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这个任务若是在其他势力的眼中 是地狱级的困难程度 但是 雷属性灵气 群攻剑术 在这两个关键词出现之后 这个任务对于顾家来说 就如同抓小鸡一样简单 顾颖一发咒剑绝 横扫一片 血鬼疯狂惨叫 然后全部化作浓烟飘荡 最终被代表着暴力与审判的雷霆 全部一扫而空 一百只血鬼 几分钟的时间 就被全部扫当干净了 现在顾颖头顶上的上级效果 都还没有消散呢 也就是说 从接任务到完成任务 连十分钟的时间都没有用得上 这就是假等剑子的实力吗 饶氏以邵清清也忍不住震撼 顾家何德何能 竟然能够以释迦为基础 培养出这样一个怪物 任务完成 获得奖励 猎剑绝 明空即道工 劫兵的发簪 靠 爆货了 而且还都是紫色的东西 紫色的功法也出了 这就是顶级任务吗 猎穷剑绝 品级 紫色 千山万水归一剑 可猎苍穹 武学特性 爆发 这是一本紫色的单体爆发类型的武学 对于顾家来说 是极为珍贵的 而另外一本 竟然也是紫色的功法 现在一本紫色的功法 若是拉到外面去售卖的话 那么将会掀起千层浪 尤其是紫色的功法 若是属性契合 足以让一位神丹级的强者 恢复到全盛时期的九成修为 直接解开涅槃限制 虽然不是雷属性功法 却也价值昂贵 运营得当的话 可以给顾家换来不少资源 顾影很满意 结冰的发簪 似乎遭遇过某些激烈的战斗 也不知道是谁掉落的 但是上面有着淡淡的芳香 让人酥麻 紫色的物品 怎么又是类似于女孩子的物品 上次的冰金千纸鹤算一个 现在的结冰的发簪又算一个 这些还都是紫色的物品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先搜集起来吧 然而除却这些东西之外 这个任务还爆出了一样 顾影都没有想到的东西 呈漆黑之色 并不在正常的品阶范畴内 雷玉令牌 开启雷玉景地的令牌 持此令牌 可前往前王区域聚雷神谷内 开启金丹级景地 雷玉 金丹级景地 雷玉 雷赤神师 本景的过于凶险 建议金丹级站立进入 这块令牌 是副本钥匙 雷属性的景地钥匙 而且还是金丹级景地 现在金丹级景地 在整个前王区域内 都没出现过吧 顾影当看到了 这块令牌的一瞬间 就直接将这块令牌 收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 靠 这枚令牌 一旦泄露出去 别说是顾家了 就算是整个前王区域 都要接受一番血腥的洗礼吧 金丹级的景地 享受金色暴虑 出极品盛装啊 而且还是稀有高阶的雷属性景地 爆出雷属性攻法的概率太大了 这个景地 简直就是专门给顾家准备的 只不过现在的顾家 还没有资格去接触这个景地 金丹级站立 钱王区域都没几个啊 曾经的夏九幽算一个 但是夏九幽被涅槃限制拖垮 现在不知所踪 剩下的金丹级存在 应该都在钱王皇族之中了 将这块令牌带回去给父亲 再做商议吧 顾影将这块令牌隐藏了起来 动作很快 邵清清完全没看到 而且邵清清很懂事理 对于这次景地之中爆出的武学 她并未讨要 她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出力 她是水属性的灵器 在这次的任务中 没有发挥出丝毫的作用 反而 还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值 获得团队经验值 500 分配中 这次顾家加上顾影和邵清清 一共才10个人 顾影因为是神刚智骨 直接放弃了经验分配 9个人 评分500点经验值 突破了 我也突破了 难怪经常看到有人移入景地 再次出现 修为突飞猛镜 犹如做了火箭一般 仅仅只是景地之中单独的一个任务 就这么多经验 顾家的那些小辈们 能被筛选进来的 也都是断体九重的存在 这一下子 直接进入到了神刚镜 还好断体进入神刚 并没有桎故效果 不然的话 他们就亏大了 邵清清突破到了神刚五阶 而顾少林 还是神刚二阶 顾山突破了 而顾霞等人 还是原地踏步 集运签效果结束 上级的效果结束了 不过一枚蓝色的集运签 给顾颖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 已经极为不错了 不说紫色的武学 功法 物品 就那一枚雷玉令牌 就已经是 能让无数人 抢破头的好东西了 大哥 任务做完了 我们要直接去继承神侠剑吗 是啊 大哥 那柄神侠剑是初级领宝 一定要拿到 我们顾家本 就是用剑施架 若是大哥掌握神侠剑 战力又将会突飞猛进 能与大哥形成威胁的 应该还有两位甲等剑子 能与大哥评为相同级别 肯定也都不容小觑 所有顾家子弟 纷纷看向顾颖 就连少卿卿都不例外 没办法 顾颖太强了 神剑是炼井地之中 危机重重 站在顾颖的身旁 就是安全的保障 顾颖却是眸光深邃 看着旁边的方向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此时 再接任务的地点 三班人马碰头 云霄门王浩然 急心门方横 警戒门江明 各自带队 果然 你们都进来了 江明眸光锐利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唯有甲等剑子 才能接受顶级任务 想必你们也都能看到 三个任务的坐标吧 夺走最终神侠剑之前 我并不想 消耗我的实力 一人接一个吧 合理分配 江明的建议很合理 毕竟他们也怕御棒相争 最终渔翁得利 这次进来的人太多了 以防万一 三位甲等剑子 各自接一个 然而此时 急心门方横的神色 有些不太自然 王浩然皱着眉头 看着方横 有一个顶级任务的坐标 消失了 什么 方横神色阴沉 随后冷然说道 只是一等剑子 方横是一等剑子 王浩然和江明震惊 要说这附近范围内 六大九品宗门 他们只觉得 彼此三人才是最强的天才 他们了解方横的实力 比他们差不了多少 结果方横竟然不是甲等剑子 那么第三位甲等剑子是谁 这次的禁地之中 竟是忽然混进来了一个 和他们同等层次的人 躲在暗处 这让他们都感觉如盲在背 他们三人的关系没那么好 但是他们都希望 方横是第三位甲等剑子 因为他们了解方横 一个未知的甲等剑子 才是最大的威胁 王浩然转身回去接受任务 听到有一位未知的甲等剑子 已经接了顶级任务 他也紧迫了起来 而江明思索了一会儿 看向方横 方横 我知道你很不服气 但是神剑是练警的不会出错 那人的实力恐怕很强 顶级任务的资源极为庞大 若是放弃会是不小的损失 这样你跟我走 我可以接受顶级任务 我们联手 尽快完成这个任务 然后去到那人的任务地点 将他扼杀 瓜分他的任务奖励 江明眸光深邃 嘴角上扬 他不觉得第三位甲等剑子 会比他强 他的剑如同蜂魔 对自己无比的信任 只是这样一个未知的人物出现 总是让江明不太舒服 若是能联合方横 先将那人扼杀 那么他能拿到神侠剑的概率 就会更大了 方横咬牙 知道江明有自己的算计 但是现在 貌似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大哥 咱们真的要这么凶残吗 血色漫天 霞光漫视 让人透不过气来 顾家的小辈吞吞吐吐说道 他们本以为 用这么快的时间 完成了顶级任务 他们可以开始寻找 神侠剑秘境的终极传承 如若能够得到终极传承 他们大哥顾颖 岂不是就能够获得初级领宝 结果顾颖忽然说了一句 神侠秘宝 能者居知 少青青也没想到 顾颖竟然如此有魄力 直接就准备主动去寻找 其他两位假等剑子了 是不是有点太忙了 毕竟还不知道 另外两位假等剑子 究竟是什么等级 但是毕竟 是和顾颖同等评级的人物 实力水平绝对不凡 他心头发怵 觉得太貌似 只是他毕竟是个外人 跟着一路蹭吃蹭喝 多嘴不太好 于是想让顾少林提醒一下顾颖 其余两位假等剑子 也绝非等闲之辈啊 其余两位假等剑子 顾少林养着脑袋忽然发出感慨 还是要小心一些 我已经是神刚智固境界 其余两位假等剑子 应该也是神刚九阶的境界 小心谨慎 不可大意 顾颖走在前面 却是教训道 顾少林闷闷 呕了一声 少青轻松了口气 还好顾颖不是什么狂妄自大之辈 这让少青轻对顾颖又高看了几分 实力强大 天赋一流 福运深厚又有魄力 此人未来成就绝对不可想象 到了 顾颖刚才就记住了三个任务的坐标 此时找起来并不难 果然是他 少青轻在一旁小声说道 在附近这片区域 范围内大致算起来 应该是六大九品宗门 天才如过江之计 数不胜数 而自从天地大变后这些十日 三位天才福渊深厚 境界突飞猛进 威名远扬 之前在外面就见到过的云霄门王浩然算一个 还有吉星门方横 警戒门的江明 方横竟然没有成为贾等剑子 少青轻毕竟是清风门排名第三之人 在天地大变后 也参加了六宗门组织的聚会 见过方横与江明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顾颖 顾颖 将方横的贾等剑子挤掉了 只不过现在棘手了 方横和江明联手了 江明接到的顶级任务也不容易 但是他与方横联手 任务完成 紫色的光芒向外喷勃 他们也出货了 紫色的万雷剑刚修行底计 锤炼剑刚 饶势以江明都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剑刚是无数剑修梦寐以求的境界 平常剑修灰剑可斩出剑气 若是能练出剑刚 那么剑剑都可斩出恐怖的剑刚 蕴含摧毁童阶的疯狂力量 他竟然爆出了这种东西 这本万雷剑刚若是交给宗门 也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收益 宗门会重重奖励我 这本万雷剑刚修炼笔记 是紫色的武学 但是在剑修的眼中 就是给金色的武学都不能换 很复杂 咬了咬牙 随后放弃了获取任务经验 极星门的人见到方横 都放弃了任务经验 也只好照着做 他们约定好了 先帮紧剑门的人完成任务 然后再去拦截 那个神秘的第三位甲等剑子 刷 经验入体 你已踏入神刚智固境界 江明身上的气息更加强大了 这就是神刚智固境界吗 虽然也属于神刚九阶的范畴 但是比之正常的神刚九阶 还是有了不小的提升 紧剑门弟子振奋 他们能够感受出来 江明身上的气息更为强盛了 江明强大 那么他们在警地中也就更安全了 可就在此时 天空中的云霞骤然裂开 仿佛有什么锋芒毕露的气息爆发 空前绝后的强大 一道身影从一侧杀出 江明瞳孔收缩 剑修 而且是很强的剑修 少卿卿站在原地 风中凌乱 刚刚发生了什么 其他顾家弟子修为太低 若是强行参与战斗的话 拖后腿不说 可能还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他和顾颖将那些顾家子弟留在了原地 随后他们二人单独行动 他正跟顾颖分析方横与江明的实力 猜测着二人的动机呢 结果 喂喂喂 你不是刚才还跟少林说要小心谨慎 不能大意吗 哄哄小孩子而已 你也信了 你还挺懂悦的哈 顾颖的速度极快 仿佛霞光映照下的雷霆 剑光弥散 强大的雷属性剑气 以驰援剑为中心 朝着四周疯狂爆发炸开 哄哄哄 江明与方横二人瞳孔收缩 好强 这一刻二人心中笃定 这个忽然杀出来的黑袍剑修 绝对就是这神剑式炼锦帝之中的第三位神秘的甲等剑子 倒是省去了我去找你的功夫 找死 江明身上的气息轰然炸开 丝毫不逊色于顾颖的神刚智固阶段的气息 犹如洪水一般奔涌 一柄漆黑如墨的剑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江明的剑很强 每一道剑光都如同被沉入地狱的月光 皎洁之间却夹杂着浓烈的漆黑煞气 可他显然低估了这位甲等剑子的强度 江明瞳孔收缩 他看到这位黑袍剑修的头顶上 忽然有三个字一闪而过 真摩铁 刷 顾颖气韵丹田 犹如化身大魔 随后滔天的吼声夹杂混乱之力喷涌而出 天魔吼 让对方陷入天魔混乱状态三秒 江明被打了一个触不及防 好像被一座大山压住了 反应迟钝 提不起力来 甚至连自己刚刚要动用的武学都用不出来了 顾颖头顶上的真魔体三个字刚刚消退 忽然炙热的温度将此地点燃 先天火灵体 激活效果 力量加时 速度加时 防御二时 赤色的纹路从顾颖的肌肤上开始蔓延 覆盖 蕴含着一种诡异的美感 刷 顾颖这一剑 将力量与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雷霆与火焰交织 破 江明毫无招架之力 贾等剑子 江明 一个照面之间 陨落 心血狂涌 所有锦剑门弟子都没反应过来 他们的大师兄江明就死了 锦剑门内被称之为剑魔江明的天才 就陨落了 江明就这么死了 少青青瞳孔收缩 站在风中继续凌乱 他本以为同为贾等剑子 若是真碰在一起应当是难分伯仲的 而且刚刚江明的气息又有提升 恐怕也进入到了神刚九阶智固状态 结果他现在才知道 贾等剑子 亦有差距 剑魔江明在顾颖的手底下 毫无招架之力 江明的剑都没施展开来 就已经被顾颖一剑斩首了 方横瞳孔收缩 浑身汗毛倒数 这就是将他顶替成为贾等剑子的人 你到底是谁 他的灵气炸开 纯洁无瑕的灵气疯狂喷勃 神刚九阶的实力 在这附近的年轻一代的确很强了 但是对付眼前之人完全不够格 他太可怕了 然而回应他的唯有顾颖的剑 雷属性灵气喷勃爆发 顾颖的每一剑都带有雷霆与闪电 让他的剑变得阴森暴力 雷属性灵气方横脑海中疯狂搜集 有关于雷属性灵气的资料 圣阳城顾家 雷属性灵气 黑袍顾家 他看着顾颖身穿黑袍 雷属性的剑气格外的显眼 确认了顾颖的身份 圣阳城顾家有一个天才 名叫顾颖 他貌似听到王浩然提起过 毕竟云霄门想对圣阳城出手 然后联合附近的几个城池 借力冲入八品宗门的范畴 顾颖竟然这么强 短短几件 方横的右臂直接被挑飞 他疯狂后退 不断跌血 吉星门与警戒门的弟子们六神无主 落荒而逃 只见少卿卿直接杀出 神纲五界的修为还是很有统治力的 可惜两宗门的弟子太多了 他还是拦不住所有人 扑哧 骤剑绝爆发 狂暴的力量从云穷之上渗透下来 化作密密麻麻的剑雨 犹如暴雨一般激射而下 啊 惨叫声疯狂响起 方横牙自欲裂 顾颖将他逼得险向还生之际 竟然还有心力斩杀他们吉星门的弟子 四散逃跑 广而告之 圣阳城顾颖 杀井剑门将冥 杀我方横 他大吼 拼尽全力想要拖住顾颖 若是被顾颖杀光所有人 那么他们的死就要被永远掩埋在这里了 破 顾颖眼眸中的耐心失去 持元剑化作电芒 顺入方横眉心 鲜血喷剑 方横陨落 杀器加一 随后顾颖看向其他人 直接杀入战局 顾颖开启先天火灵体 将速度与力量都加持到极致 脚下再踩着凤鸣游身布 犹如鬼魅一般穿行 刷刷刷 杀器加一 杀器加一 每斩杀一人 顾颖脑海中都会出现杀器加一的字句 终于 吉星门和警戒门的弟子全部陨落 一个不留 顾颖杀了这些人的这件事 也将会永远掩埋在这里了 神剑井的消失之后 此地就会坍塌 一切都会无迹可循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顾颖利用先天火灵体 将空气中的雷属性灵器 全部重刷干净 没有人能够查到顾颖 顾颖在地上摸了摸 人死之后 会在原地出现淡淡的光芒 触碰即可获得一些生前的东西 这也就是顾颖前世玩游戏的时候 经常做的摸尸 顾颖摸到了一些两个宗门的武学 这些武学也算是烫手山芋了 但是对于顾家来说 已经无所谓了 顾家连八品宗门的武学都敢抢 这两个九品宗门 对于顾家的威慑力不算大 顾颖还从江明的尸体上摸到了一本笔记 万雷剑钢修炼笔记 顾颖一眼就看出 这本万雷剑钢修炼笔记的珍贵之处 若能修出剑钢 剑修战力将会突飞猛进 这应该是江明刚刚爆出来的宝贝 这江明虽然没用吉韵签 但是这本万雷剑钢修炼笔记的珍贵程度 依旧不逊色于我的那三剑紫色 还好顾颖爆了的雷玉令牌 不然顾颖都要怀疑吉韵签的作用了 而就在此时 终极传承试炼已被找到 甲等剑子已入场 嗯 终极传承试炼被找到了 王浩然 终极试炼传承 正式开始 神侠剑分身晃化万千 降临此地 请于规定时间内 尽可能地斩杀神侠剑分身 根据击杀量将会进行实时排名 王浩然长吸一口气 随后手中的长剑爆发灵力的剑气 将几只神侠剑分身碾成碎片 最终传承 近在咫尺 初级领宝神侠剑 现如今初级领宝 已经极为罕见了 听说清风门有个天才 意外获得了残缺的领宝 那领宝哪怕只是残缺的 却依旧让其战力大增 真正完整的领宝啊 他眼中火热 No1冒号2号甲等剑子 12 No2冒号24号一等剑子 1 No3 这是有排名的 王浩然的战力恐怖 直接遥遥领先 再加上 他是最先找到 这块传承之地的 这块传承之地 是有人找到 之后便会立刻启动 开始最终考验 所以他占据巨大的优势 但是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2号甲等剑子 三位甲等剑子里面还有编号 是以强弱为评判的 难道神剑试炼空间 觉得我比江明弱 王浩然的神色 顿时阴沉了下来 还是说 1号甲等剑子另有他人 他的剑光疯狂斩杀神侠剑分身 心中却在思考 猜测 No1冒号2号甲等种子 102 他顿时露出冷笑 我已经占据巨大的优势 不管这个1号甲等种子是谁 也绝不可能超过我的 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 周围已经出现了 大量的一等剑子 甚至是柄等剑子 但是王浩然并未去管 因为他们斩杀神侠剑分身 所需要的时间很长 绝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他心中大定 可就在此时 一道提示音响彻全场 1号甲等剑子已入场 来了 王浩然瞳孔收缩 四处张望 可现在这里聚集了太多的人 根本看不到 那个所谓的1号甲等剑子的身影 奇怪的是 他也没看到江明和方衡 不 就在此时 赤红色的云霞忽然撕开 银亮的剑气 由如暴雨梨花一般宣泄而下 在落地的刹那间 爆发出恐怖的轰鸣 瞬间爆裂 无尽的雷霆撕废一切 扑扑扑 No1冒号2号甲等剑子 121 No2冒号1号甲等剑子 79 神霞剑分身 实力大概在神钢出界的范畴 但是因为此地剑气弥散 所以导致了神霞剑分身极为坚韧 不易斩杀 饶势以王浩然神钢置骨的实力 也难以大量斩杀 这 先前那剑与坠落的地方 已然胶着一片 大地破碎 一道又一道 还满意着雷霆的剑痕 触目惊心 王浩然还没反应过来 准确来说 他都还没有从人群中定位到 究竟是谁斩出的这一剑 第二剑来了 靠 血红色的霞光云层被撕碎 银亮的剑光宣泄而下 轰隆 No1冒号1号甲等剑子 147 No2冒号2号甲等剑子 122被超过了 他用两颗中的时间 才斩了122只神霞剑分身 结果这个甲等剑子 两剑就将它超过了 此人绝不是姜敏 一 姜敏所学之武学 绝没有这种群弓 而又兼被杀伤力的剑术 王浩然对姜敏比较了解 这一剑不会是姜敏能够展出的 二 此人的实力比姜敏强大太多了 姜敏被称之为剑魔 剑到造诣在同辈之中 也算是佼佼者 但是这一剑 灰红磅礴 气急恐怖 此人的身份究竟是谁 他忽然看到了 人群中一道熟悉的身影 顾家的顾影 对于顾家的顾影 其实他并未将其当回事 圣阳城顾家 也只是云霄门的一块垫脚石 世家培养出来的天才 他为什么要注意 可此时他看到了让他恐惧的事 只见顾影一袭黑袍 眉宇灵力 一剑斩出 刹那间天空轰鸣不断 仿佛有赤圣雷霆爆发 第三剑 降临 no1冒号1号甲等剑子 217 no2冒号2号甲等剑子 122 王浩然有点没反应过来 他不敢相信 那个神秘的甲等剑子 就是顾影 圣阳城 顾家顾影 先不谈一个世家 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怪物 这三剑彻底的让王浩然 失去了静竹的权力 他们虽然同为甲等剑子 但是差距很大 顾影三剑斩了200多个神侠剑分身 隐约间感受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从那些神侠剑分身的尸体上 飘荡出来了淡淡的银色灵气丝 然后进入到了顾影的身体之中 让他的体内仿佛有剑名之音响彻 随后顾影感觉 紧握剑的手与剑 似乎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共鸣 去斩杀这些神侠剑分身 斩杀这些神侠剑分身 能够提高自身在剑道上的造诣 顾影意识到了其中的好处 于是提醒顾家弟子们 顾影站在那里 所有人自动让出了一条区域 我靠 这是什么狠人啊 你们看到他刚刚的那三剑了吗 那其中赤裂的剑鱼 哪怕剑当在我身上一丝一毫 恐怕都能要了我半条命了 他是假等剑子之一 咱们这一片 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狠人了 王浩然用了一半的时间 杀了一把二十来个神侠剑分身 结果这个假等剑子过来 三剑直接把王浩然干碎了 靠 假等剑子之间的差距 竟然也如此巨大 那些人退远 不敢接近 生怕被固影的剑卷成碎片 远处 王浩然面色阴沉的看着这一幕 王师兄 现在怎么办 若是这样下去 神侠剑的传承 我们完全拿不到 触及领宝极其珍贵 不能就这么轻易放手啊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假等剑子 刚刚的那三剑也太夸张了吧 这是什么武学 难道是紫色的武学吗 他们看着那道屹立在那里的黑衣身影 露出了恐惧之色 王浩然面色阴沉 要上吗 但是看到满地的雷霆残余痕迹 他按捺住了自己的冲动 此人实力恐怖 不能硬碰 等江明和方衡 为今之计 及三人之力 只是我要想想 怎么劝说他们与我联手呢 王浩然犯难 绞尽脑汁开始思考 直到 神剑试炼锦帝 最终试炼结束 一号甲等剑子 获得接受传承资格 传承接受中 初级领宝 神侠剑成功任主 王浩然 江明呢 王浩然呢 我刚刚绞尽脑汁 想出来的一档子算计还没用呢 最终传承结束了 一道耀眼的赤色光芒 瞬间从天而降 然后坠落到了顾颖的眉心处 一枚红色的印记 流转着流光溢彩 引人注目 一试炼结束 正在驱逐修行者 请有序撤离 勿要拥挤 传送就传送 拥挤个锤子 顾颖无奈 随后带着顾家子弟 以及绍青青离开了此地 此时 外界 顾秦仓等人始终都在等待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然而时间越长 他们也便越是紧张 景帝充斥着不确定性 危机四伏 顾颖个人实力无庸置疑 但是他们依旧担心 里面出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 终于 他们看到了顾颖等人 从空间之中走出 似乎并没有出现 什么特殊的状况 也是松了口气 那些长老们急忙上前去 小警 怎么样了 里面一切顺利吗 没受伤吧 情况如何 他们急忙询问 而顾颖使了个眼色 顾秦仓立刻就明白了 他的声音很小 连忙提醒说道 别多问 回家再说 顾秦仓看到顾家的弟子 全部神刚了 顿时意识到 顾颖等人 恐怕在神霞建景地之中 拿到了惊人的好处 顾家众长老顿时会议 急忙离开此地 重回顾家 回到顾家之后 顾颖的手在虚空中 稳稳一抓 眉心的红色印记 变得格外鲜艳 随后赤色的光芒 化作流水一般 冲入顾颖的手中 赤色锋芒 瞬间让长老们 眯起了眼睛 出击领报 神霞建 这是一柄犹如玉制的长剑 上面笼罩着灿灿神霞 微能盘绕 吞吐锋芒之气 此剑一出 顿时让顾家众长老们眼睛放光 作为用剑世家 他们的眼光自然毒辣 这神霞建 不愧是初级领报 初级领报 本就珍贵无比 这神霞建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锦少爷 果然是福源深厚之人啊 领报认主 还可以滋养剑主 哈哈哈哈 捡到宝了呀 这初级领报 神霞建 就算是想要认主 条件 应该也都极为苛刻 通过了最终传承测试 也需要一系列的神霞建测试 显然小景通过了测试 这天赋 让人惊叹 顾领的天赋 自然不用多说 再加上顾家的雷属性灵气 几乎就是天生的剑修好苗子 神霞建 当时那一道红光 进入到顾领身躯中后 便开始认主 很快就认主成功了 顾领实力强劲 身具两种不同的体质 拥有最灵力暴力的雷属性灵气 神霞建的认主的 那叫一个义无反顾 干脆利落 此次进入景地 收获极多 顾领说了这样一句话后 微微张开手 随后便将武学与功法的信息 全部共享了出去 猎穷建绝 空明即道功 万雷剑刚修炼笔记 紫色武学 而且 竟然还是个体爆发类型的武学 这本猎穷建绝极其强大 这种级别的武学 就算是在八品宗门内 都不为多见嘛 这可是紫色的武学啊 想不到一个初级灵宝的景地 竟然就出了紫色的武学啊 顾秦仓忍不住吃惊的看着顾领说道 用签子了 嗯 就算是用了急运签 将自身浮运 排升到上级的水平 爆出这些东西 也极为罕见了 顾秦仓忍不住惊叹 这些收获 有点超乎他的想象了 他上次进入的景地是神丹级的 的确爆出了很多好东西 但是顾秦仓 却只是分到了一本咒建绝 因为当时进入了太多神丹级强者 奖励很多 分配一下就变少了 这次顾领去了一趟出击灵宝的试炼景地 就带回来了这么多好东西 紫色的功法极为罕见 足以让神丹级的强者 恢复大量的实力了 可惜 功法是金属性的 不然的话 我顾家的实力 直接就能抬升一个层次啊 长老们不免觉得有些惋惜 然而顾秦仓却是瞥了他们 一眼说道 你们知道什么 这本功法 我们不能修炼 但是放到外面 依旧可以让一群神丹强者抢破头 我的一些朋友里面 就有很多灵气是金属性的强者 若是得知了这本功法 明天就能赶到我们顾家来 这本功法 可以给顾家 换来大量的资源 功法 武学 甚至是妖兽刷新店 顾颖这次立了大功啊 尤其是最后这本万雷剑钢修炼笔记 直接让众长老沸腾 剑钢 我炼剑几十年了 一直都在摸索着剑气的极致 企图能够寻求突破 名称剑钢 可惜始终模模糊糊 好像有一层屏障 将我阻隔在外 这本笔记 能帮人修出剑钢 没那么简单 也是需要悟性的 这本修炼笔记 只是辅助修炼 但若真能练出剑钢 这本笔记的价值 对于咱们顾家来说 比金色的武学都要高 顾颖听着他们的话 忍不住好奇道 剑钢的作用很大吗 大 所有长老一口同声 一个剑修若是练出了剑钢 每一剑都能展出可怕的威力 足以媲美现在的一些蓝色武学吧 剑钢无所不迫 锋芒毕露 而且一些高阶的武学修行 需要严苛的条件 一些紫色中顶尖的剑钢 可能就需要用剑钢来驱动了 原来如此 顾秦苍看着站在后面 都极为激动的顾家小辈 也颇为欣慰说道 此番去景地 你们都收获不小 但是要借交借造 回去好好巩固修为 知道了 顾家小辈振奋大吼 少青青回到顾家后 就回去收拾行囊了 并不在这里 有些事他听了也不方便 这次进入景地中 以他的实力能够得到这么多经验 已经很满足了 等到结束之后 顾颖并没有立刻离去 而是找到了顾秦苍 怎么了 顾秦苍意识到 顾颖可能有更加重要的事 要与他单独说 于是带着顾颖 进入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爹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比较重要 你能将附近封住吗 顾秦苍闻言 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随后将周围封住 任何的声音都无法外露 这次我开启及运签 爆出了一件东西 此物若是泄露出去 恐怕能在整个乾王区域 掀起一场恐怖的血火 顾颖将雷玉令牌 共享给顾秦苍 顾秦苍顿时瞳孔收缩 然后不可置信地看向顾颖 金 金丹级景地 里面还有雷属性的金丹级妖兽 若是被击杀的话 难以想象能爆出什么恐怖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能爆出雷属性的功法 这种以雷属性为主要基调的景地 本就难得 最可怕的是 这竟然还是个金丹级的景地啊 神丹级景地都被抢破头了 更不用说是金丹级景地 这种级别的景地 在乾王区域从未出现过 顾秦苍看着眼前的顾颖 难道真的会有这样大气韵之人 一个初级领宝的景地 爆出这样一块令牌 你把吉韵牵刷爆了 也不至于吧 锦儿 这块令牌的消息 一丝一毫都不能泄露出去 牵扯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景地一旦面世 乾王皇族 甚至是那里面的顶尖大族 便都要出事的 顾秦苍也有些惋惜 宝库就在眼前 可惜他们没有能力打开 金丹级的景地 必须要有金丹级的战力才能进入 这个雷狱景地 短时间内我们进不去 这种景地充斥着巨大的诱惑 不是顾家自己的人 顾秦苍不放心 稍有不慎 顾家就会被反噬的 连渣都不慎了 我可以去请来金丹级强者 但是是服侍货 却不为得知了 顾家往上翻一翻 和乾王皇族内的故事 有着一些渊源 乾王顾氏 见到霸主 这句话始终想撤乾王区域 无人敢质疑 乾王皇帝内 势力错综复杂 顾氏是其中的一只大族 雷属性灵气 加上庞大的血脉体系 造就了这样一只恐怖的大族 只不过顾家与顾族差距甚大 几乎没有联络 上一次是因为顾家出了一个顶尖的天才 然后被顾族收进族内 你姑姑就在顾族之中 顾颖的姑姑 名为顾清轩 曾经也是轰动圣阳城的超级天才 号称是顾家百年难得一见的天骄 被吸纳进入顾氏 可惜顾氏太强 饶势顾清轩是顾家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在顾族中也很艰难 你姑姑一直在给顾家争取雷属性功法 可惜顾氏心高气傲 不愿意共享给我们顾情仓犯难 顾族这条路 他真不想动 再等等吧 顾颖皱眉说道 在心高气傲的顾族眼里 顾家也只是蝼蚁而已 毕竟顾族是 真正有金丹级老祖的超级大族 初级领保神侠见识炼井地之事结束了 顾家上下都严格要求 对此次所有活得闭口不言 将消息封闭起来 提升本家 邵清清和顾少林回到了清风门内 一切重归于风平浪静之中 顾颖与顾清仓研究了一晚上 有关于雷玉令牌的事 也尝试想了许多条路 但是最终却都觉得行不通 先别说金丹级强者有多么携手 就算真的找来了金丹级强者 也难保对方不会滋生贪念 最终反噬顾家 毕竟金丹级景帝 就算是金丹级强者 也无法坐稳了 集星门方横和警戒门将名都死于你手 只不过神剑是炼井的 早就已经化作空间废墟 里面的一切痕迹都已经被泯灭了 所以消息不可能泄露出来 这个不需要担心 雷玉的事我继续去找路子 最好的方向 还是能够寻找到一位 修行其他属性功法的金丹级强者 我会去沟通交涉的 其实顾家也可以将这枚雷玉令牌 上交给顾氏一族 或许能够换到雷属性功法 只是 顾氏对顾家的态度 太过恶劣于冷漠 上交雷玉令牌 或许还会给顾家带来霍端 你这次又为顾家立了大功啊 顾秦苍欣慰地看着眼前的顾颖 本以为天地大变 顾家这种人数少的世家将会被淘汰 可是顾颖一次又一次 给顾家带来惊喜 让顾家在这神秘的大变洪流之下 不被落下太多 顾颖有些乏了 不过还是给顾秦苍 又看了一下那个结冰的发簪 这让顾秦苍忍不住皱眉思索 随后说道 这和那个千纸鹤有些相似 神秘 未知 没有标明究竟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紫色的物品 顾秦苍思考了一会儿 忽然说出了一个特殊的消息 不过 我最近倒是听到有人说过一嘴 红戒中出现了一些稀有的神秘物件 这些东西 或许是一些日常用品 但是却极有可能与石仙有关 石仙 最近一直都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所以顾颖都有点忽视了 这石卫从天地大便开始变神秘走入人世的存在 这些道具可能和他们有关系 嗯 自从石仙降临红戒开始 那些顶尖的大能便紧密关注石仙的动向 结果发现石仙的行动轨迹很分散 就好像是在红戒之中寻找什么一般 爹你的意思是 会不会这些紫色的物品 就是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 顾颖听到顾清仓的话 顿时也有了想法 这就像是前世玩网游的时候的 那些因缘系统 情缘系统 交友系统之类的 与那些不明所以的NPC 偶尔说一些肉麻的话 偶尔送送礼物 到时候就会获得特殊的奖励 我先前还有想到 但是刚刚你拿出这个发簪之后 我忽然联想到了这个 这两件物品你都收着 或许会给你带来机缘 这两件物品都是女性的 而石仙之中的女性 春雪胜手柳玉露 见仙子江落 月神迹盼盼 道王子玄 这四位 顾颖文言点头记下 石仙至高无上 每个身上都掌握着 一门恐怖的传承 如果说这些紫色的物品 当真是与之有关的话 那么价值无法估计 虽然我们所在之处 是前往地带 但是石仙来无影剧无踪 不一定会出现在哪里 顾秦仓这样嘱咐了一声后 便要出门去了 现在顾家能做的是太多了 一 顾家掌握清新咒 可以帮忙拔除戾气 换取奖励 二 顾家掌握一门 金属性的紫色功法 若是置换出去 应当可以换取大量的资源 三 琢磨一下这块雷鱼令牌的使用方式 这些都需要顾情仓去做 顾影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去 个人面板 人物 顾影 体质 真魔体 先天火灵体 修为 神刚九阶 100100 瓶颈状态68% 武学 咒剑诀 圆满3550 凤鸣游身部 415 灵宝 神侠剑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吴 道吕 吴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顾家年会测试中 天赋最优者 顾家被寄予厚望 现在已经陷入到了神刚境界瓶颈 修为晋升速度耸人听闻 我需要利用打坐 来清除燥热灼气 进入到心如止水的状态 才能够进入桎梏空间 突破到灵璇境界 不过顾情仓 让顾影先修行猎穷剑诀 先掌握这门紫色武学 而清除燥热灼气的是 顾情仓会帮他寻来一些特殊的药材 这本猎穷剑诀 毕竟是紫色武学 修炼起来还是极为苛刻的 顾影尝试修炼 猎穷剑诀入门进度 11% 雷属性灵气正10% 尝试练习了一刻钟 顾影的入门进度来到了11% 紫色武学想要修炼起来 果然不容易 还好我顾家的雷属性灵气 可以让修行剑诀的时候 事半功倍 雷属性灵气正10% 心有所悟 这样的话应该很快吧 一天时间 顾影都在修炼猎穷剑诀 演武场上剑影重重 一群顾家子弟在一旁观摩 忍不住露出悚然的神色 景哥的每一剑都有猎天之势 我感觉景哥快要修成了 这可是紫色武学啊 我听说这可都是八品宗们的那些最顶尖的天才 才有资格触碰的武学 大哥的实力强劲 这次练成了这本紫色武学 实力又要突飞猛进了 他们崇拜的看着那道身影 就在此时 咔嚓一声 场上剿剑的身影忽然身躯一顿 脚步在大地之上猛然一踏 磅礴的重力让不少人惊呼出声 一道剑光从下至上奔涌而出 仿佛雷霆出叫 哄 那道可怕的剑光在演武场上空轰明两九方才消散 猎穷剑诀入门进度 100% 成功入门 开启猎穷剑绝术练度 120 猎穷剑绝圆满后可开启篡改面板 呼 这一剑的威力远超咒剑绝 不愧是爆发类型的武学 但是消耗巨大 已然让顾颖觉得被抽空了体内的灵气 此时 顾家的几位演武场直士互相对视了一眼 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刚刚那一剑 大少爷展出了灵璇境界的威力 这就是天才吗 神刚镜 却已具备寻常灵璇的战力 猎穷剑绝固然强 但是消耗极大 恐怕要等到顾颖正式踏入灵璇境界之后 才能够自如地使用吧 不过依靠猎穷剑绝 再加上初级灵宝神侠剑 顾颖现在已经具备了灵璇级战力 这样一来 我进入到神刚智固景地中 也就更有把握了 顾颖弥谈了一声 随后又开始修炼起了咒剑绝 一个下午的时间 顾颖将咒剑绝的熟练进度 正式拉入圆满状态 让顾颖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 蓝色武学 咒剑绝熟练度圆满 获得破级机会一次 破级机会 顾颖有些疑惑 破级 每本武学圆满熟练度满集后 都可以进行一次武学破级 可随机刷新一条特殊词条 词条等级分为蓝色 紫色 金色 红色 不同的词条 会具备不同的特殊效果 若能刷出强力词条 可以提高武学的整体评级 破级 就像是顾颖前世玩游戏的时候 对装备进行打造 打造出一些增加属性的词条 顾颖忍不住回想起 那些顶尖克老 为了一个高级词条 不惜砸下重金 陷入疯狂的模样 忍不住惊喜那难道 也就是说 每一次熟练度拉到武时 我都可以刷一个词条 就算是刷不出来强力的词条 单单只是 凭借着普通词条的积累 这本咒剑诀也可以不断地变强 在别人的手里 这本咒剑诀 只是一本平平无奇的蓝色武学 用一段时间就要被淘汰掉了 可在我手中 却是一门拥有无尽成长潜力的群攻剑诀 破级 打 顾颖好像听到了清脆的垂音 恭喜刷出蓝色词条 神力 神力 力量加实 此时演武场上不少人 已经收回对于顾颖的目光了 因为从刚才开始 顾颖就一直都在施展咒剑诀 大少爷的咒剑诀 怎么感觉和我的不太一样呢 我昨天用家族贡献点换了咒剑诀 现在也算是练上手了 但是大少爷的咒剑诀 无论是剑语数量 还是威力 都远超过我所用的咒剑诀 啊这 我们练的是一种剑诀吗 有一位顾家演武场执事 忍不住吐槽道 声音中难掩震惊的意味 而一旁的其他执事不屑道 你也配合大少爷比 大少爷可是盛阳城第一天才啊 天才就是屡屡打破不可能 成为不朽的奇迹的 大少爷就是把骤剑绝斩出龙 我都不意外 这特马的就是天才啊 那个执事一字一句的说道 你也不要气馁 虽然你比不上大少爷 再顾家也只能做个执事 完全够不到长老的边 其他人都瞧不起你 我们也不会瞧不起你的 还得是你啊 扑噩大师 哄 就在此时 云雾裂开 银亮的剑光宣泄而下 咆哮之间 如同要将整个演武场 都彻底覆盖住 演武场中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这是骤剑绝 为什么感觉 这一剑骤剑绝之中 所蕴含的威能 要增强了许多 威力大增 吃吃吃 细密的剑语坠落 上面的力量 让演武场上的法阵疯狂的颤动 显然故隐这一次 展出的咒剑绝的威力要提升了不少 至少已经达到了蓝色武学中最顶尖的层次了吧 一个蓝色词条而已 就有此等效果 不错 演武场上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顾颖 直到顾颖提着剑离开演武场 演武场之中 才逐渐有了声音 大少爷 妖孽啊 都失恋的咒剑绝 感觉大少爷的咒剑绝 才是真正的梨花暴雨啊 哎 这就是天才吗 无顾驾 又出猛人了 而顾颖并未回到自己的房间 而是又被叫到了内堂去 一走入内堂 就看到了内堂大长老孝咪咪地站在那里 一旁的桌子上 还摆放着一些充斥着嫩绿霞光的草药 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隐隐间带着点苦涩 可吸入腹中 却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大长老 小姐 这些草药 是我今早出去选购的 药性属清凉 可清气提神 能帮你清除燥热灼气 辅助进入到心如止水的状态 顾颖文言走了过去 大长老伸出手 在虚空中明明一点 银白色的灵气顿时飘荡出去 里面夹杂着雷霆的力量 灼热的气息 仅仅只是一刹那便将所有的药草全部融化 然后在大长老的操控之下 朝着顾颖的眉心涌去 嫩绿色的液体 顺着顾颖的眉心肌肤渗透进来 此 好凉 顾颖瞬间感觉 一股冰凉的感觉 袭入顾颖的大脑 让她的意识瞬间变得无比清醒 她瞪大眼睛 打坐 一刻钟的时间内 便能完全清除所有的燥热灼气 顾颖文言立刻打坐 脑海中的那股清凉炸开 瞬间涌入她的四肢百孩 让她前所未有的畅快 燥热灼气 50% 燥热灼气 34% 燥热灼气 21% 燥热灼气 0% 进入状态 心如止水 是否进入神刚置固景地 助 神刚置固景地凶险异常 若是挑战失败修为 将会被心魔蚕食修为 修为降低至神刚九阶 经验之归零 请别开启了 进入景地 小景 景地之中 万事小心谨慎 注意安全 若是遇到特别危险的地方 立刻撤出 就算是失败了 也无所谓 大长老在一旁提醒道 光芒沐浴之下 顾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光雨沐浴之下 一道身影盘坐 那光雨洒落 仿佛有大道真鹰坠入其肩头 这道身影玲珑有致 长发如铺垂肩 肌肤吹弹可破 五官精致美艳 微微颤抖的睫毛 让那对眼眸 更加犹如星辰般璀璨夺目 她的手轻轻抚过自己腰间的墨色长刀 眼眸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弥难出声 第三次了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进入神刚景地 前两次毫无意外都失败了 并非是她天赋不足 因为她体质特殊 神刚桎梓比常人更加难以打破 这神刚景地也会格外的艰难 哪怕她做足了准备 这次依旧心中不踏实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 与我一同踏入这方景地之中 哎 希望不要拖我后腿吧 宁已进入神刚景地 天魔乱象 神鬼降弹 伴随着宏大的声音 顾颖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光雨消散 顾颖站在一块巨大的石盘上 石盘周遭有些潮湿 漆黑色的纹路遍布其上 而顾颖的身旁 同样有一道光雨沐浴的身影 隐约间可以看到 那是一道窈窍玲珑的身影 在光雨中逐渐露出模样 这是一个很美而蕴含灵气的女子 长发披肩 手持一柄墨色的长刀 顾颖微眯眼眸 竟然是个女子 这女子长相的确足够惊艳 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 却是举止端庄 气质优雅 似乎能看出一些贵气 看样子出身不凡 秦宇林目光安静头来 这次的景地 会与其他的景地不同 我需要提前与你说清楚 你说 顾颖也觉察到了异常的地方 她望着茫茫天地 阴沉暗淡 黑云压世 那处处透露过来的气息 都让顾颖觉得 似乎超出了寻常的神钢景地许多 她猜想过 神钢景地应该不会轻松 但是倒也不会这么压抑吧 我天生灵魔体 此等体质 在突破桎梏之时 会格外的困难 所以这景地 因为我的影响 也会变得格外的困难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踏入神钢景地 前两次都失败了 天魔乱象 神鬼降弹 这让顾颖忍不住撑奇 想不到景地 竟然还会因为个人体质的原因 而发生更改 这倒是有趣 顾颖的反应 让秦宇凌愣了一下 前两次进入景地 她也都对那两位 神钢智固的修行者 如实告知 像顾颖这般淡定的 还是第一个 她忍不住多看了顾颖几眼 不过 你可以放心 我还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 这次通过景地的概率很大 我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秦宇凌经历三次 自然是做足了准备 收起了所有轻视的心理 稳重谨慎的对待 他们走下巨大的石盘 地面上的那纹路 瞬间便如同活过来了一般 漆黑的浓烟 疯狂朝着四周蔓延 一股极端邪恶的气息 迸发开来 景地第一关 天魔真言 邪念入体 灵魔附身 恶冤中的天魔会以攻心为主 蛊惑 你吐出天魔七字真言 言出 则道果崩溃 心魔翻涌 景地通关失败 这么快就开始了呀 秦宇凌原本平静的表情 却忽然变得惊恶 他不敢置信地呢喃道 怎么回事 天魔真言 怎么会出现在第一关 他俏脸大便 隐隐间有些发白 仔细看他的眉心处 都开始渗透汗水 好像是想到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不要胡思乱想 并弃杂念 这一关极难通过 稍有不慎 就会被邪念入体 一旦吐出天魔七字真言 立刻通关失败 境界跌落 受到心魔反噬 后果严重 天魔真言 秦宇凌自信在神刚境界 已经先有敌手 可上次在景地中 他便是折在了这天魔真言中 这天魔真言 是会出现类似于心魔一般的力量 从多种角度 疯狂地攻占心底防线 然后掌控 诱导 说出七字真言 一旦说出来了 就会立刻被心魔吞噬 境界跌落 而且极难恢复 他轻咬红唇 这天魔真言 上次在第三关 这次竟然出现在了第一关之中 他急忙盘坐下来 努力摒弃心中一切杂念 嗡嗡嗡嗡 他不知道 外界发生了什么 但是 总感觉仿佛有一根丝线 从云穷深处延伸下来 然后衔接在他的眉心处 秦宇灵感觉自己的 身体冷得可怕 其实他的肉身 没有丝毫的变化 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切都是心理的作用 当他意识到 自身发生了变化后 那些邪念 已经开始入侵了 恐惧先开始蔓延 冰冷渗透秦宇灵的每一寸肌肤 惶恐在心中不断地放大 各种各样的杂念接踵而至 仿佛一片片浓稠的海水 将它完全吞没 秦宇灵绝望了 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他上一次突破 就是折在了天魔真言之上 被心魔折磨得苦不堪言 虚言 真 声色而古老的字音 从他的口中不断地吐出 他仿佛被拉入了一个特殊的空间 看着自己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 吐出天魔七字真言 然而就在他说到第六个字后 忽然仿佛 被某种神秘的力量 遏制住了咽喉 发生了什么 宁已被禁言 在此期间 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第七个字并没有说出 秦宇灵张开嘴 却完全说不出任何一个字 此时 他看向了一旁的顾颖 眼眸中充满了询问与震撼的意味 顾颖有些无语 这一关很难吗 不说话就行了是吧 禁言 将马上说出第七个字 将要被心魔吞噬的秦宇灵禁言掉 说不出完整的天魔真言 这一关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那些杂念疯狂的涌入顾颖的脑海之中 顾颖给自己一个大惊严重 反正说不出话来 也就不会被心魔吞噬 既然如此 那还什么好怕的 邪念为什么被称之为邪念 就是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 你随便闹他吧 各种顾颖曾经不敢做 却想做的事 都好像放电影一般的 出现在顾颖的脑海中 顾颖乐呵呵的开始享受心中的幻想 他愿意称之为义营 就算被蛊惑了心神 顾颖张开嘴想要说什么 天魔七字真言是根本说不出口啊 过了一会儿 顾颖又一个大惊严咒 将自己和秦与灵完全封住了 失效了就重新禁言 然后继续享受 天魔真言已通过 伴随着宏大的声音响起 那些邪念犹如潮水一般退去 秦与灵瞪着美丽的大眼睛 无法淡定了 通过了 这曾经差点要了我半条命的天魔真言 就这么通过了 上次失败后 被心魔吞噬 秦与灵的心境遭到了重创 在各种天地灵才 以及族内长辈们的各种引导 才从那种可怕的状态下走出来 这次的天魔真言 通过得太简单了吧 他意识到顾颖掌握一门 可以将人禁言的武学 顾颖无聊地撇了撇嘴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说 这景地这么容易 秦与灵灵乱了 这太离谱了吧 被秦与灵氏做洪荒猛兽一般的天魔真言 在顾颖眼里 却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大惊严咒 虽然只是看似鸡肋的蓝色武学 可在这种特殊的关头 却能发挥出恐怖的作用 秦与灵松了口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朝着顾颖湿了一礼 随后说道 多谢 他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 竟然给了他如此之大的惊喜 他似乎看到了 通过桎梏颖的希望 日后若能在红戒中遇见你 我肯定要好好招待你 我上次便是折在了 天魔真言这一关上 想不到竟然会被你用这样的方式 轻松度过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秦与灵心情大好 对顾颖说道 秦与灵本是万中无一的绝顶天才 天地大变之前 他便已经是神刚智固的境界了 结果这个天地大变所衍生出来的智固境地 反而成了束缚秦与灵的枷锁 让他分明在最能享受最高资源的地方 却始终陷入智固 无法获得经验值 提升自己 现在终于有了打破智固的希望 稳一点 秦与灵长呼一口气 通过天魔真言关卡 道心境界加一 开启道心面板 110提升道心可提高悟性 心境坚韧程度等等属性 通过天魔真言 竟然还有这种奖励 可以提升道心境界 增强悟性 顾颖曾经也看过不少小说 道心若是足够强大 甚至可能会滋生出什么无敌意志 什么战神之威 什么军灵气场之类的特殊东西 也不知道这道心等级 若是提升上去之后 会不会也给顾颖带来这样的好处 他们开始深入境地 境地不算大 但是却很阴沉 时不时的会传来哭泣的声音 如气如素 让人汗毛倒数 秦宇灵一边走着 一边暗中观察着顾颖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身份 实力又怎样 前往区域太大了 修行者无数 想要猜测身份 如同大海捞针 概率太低 只是 秦宇灵眸光闪烁 武器事件 又如此年轻 身上的灵气 隐隐间有一种暴力凌厉的感觉 这倒是让他想到了一方大足 而就在此时 顾颖忽然脚步一顿 怎么了 第二关到了 潭水清幽 寒气逼人 渗透着阴森的雾气 趴浮在潭水之上 隐约间 可以听到一些嘶嘶嘶的声响 充斥着诡异与音乐 里面发出可怕的吼声 好像什么大魔被封印在其中 景帝第二关 天魔七子 被所困在忌神坛中的大魔 代表着极致罪恶的神魔七子 当家所破裂的那一刻 他们将重灵世间 祝 天魔七子享有精英级暴力 有概率爆出稀有的紫色顶尖套装 天魔闪光 轰隆 整个潭水轰然沸腾了起来 从中飘荡出金色的转纹 古老而神圣 仿佛可以镇压一切 渗透出来的金光淹没潭水 与那浓密的雾气 交织沸腾在一起 咔咔咔 忽然 金色的转纹 炸碎在半空 邪恶的气息喷涌爆发 一只只阴冷的手掌 从潭水中伸出 七道身影 屹立在潭水之上 悬空而立 雾气趴福 这一幕诡异至极 想不到我灵魔体中的 神索七天魔智骨 竟然被巨像 成为了井地中的关卡 这天魔七子 都是神刚智骨中 最顶尖的存在 你帮我拖住一只 剩下六只交给我 他话音刚落 忽然身上涌现出紫色的光芒 故隐毛子密起 是套装 这秦宇林身上 竟然掌握一套 完整的紫色套装 能够在交易行 都还没有现实的情况下 收集完全紫色的套装 足可以看出 其背景之恐怖 而且那套装之上 还渗透着神圣的气息 似乎与先前封印 天魔七子的那些转纹 有些相似 显然 这一套套装 就是专门给秦宇林搜集 用来打破井的桎骨的 难怪秦宇林说 他做足了准备 故隐看向了其中一只天魔 心中暗自点头 正好可以锤炼 以下我自身的战斗技巧 他取出驰援剑 虽然身怀出击灵宝神侠剑 但是出击灵宝 毕竟太过张扬 所以 顾擎仓的这把驰援剑 也就一直都在顾影的手中 他没有动用任何武学 与那天魔站在一起 叮叮叮 常见飞舞 咆哮如龙 时而化作闪电 激荡灵力 这是最纯粹的剑术技法 也是顾影目前比较薄弱的 天魔的攻击灵力 最开始顾影还有些应接不暇 漆黑的雾气从四面八方 渗透进入到顾影防御的薄弱之处 可伴随着战斗的持续 顾影的战斗经验也开始上升 灵力的剑光 犹如雷霆轰碎黑雾 好 天魔开始被顾影压制 战力不俗 秦宇龙始终关注着这里 心中默默做出评价 他做足了准备 这天魔妻子不足为惧 而之所以要让顾影分来一只天魔 是因为好奇顾影的战力 如此看来 顾影的剑很灵力 根基雄厚在神刚智固阶段中 也算是顶尖的存在了 只不过让秦宇龙有些失望 大概是因为顾影那么轻松地度过 被自己视作噩梦的天魔真言 所以让他对顾影有了一层强者滤镜 所以看到顾影的实力虽然不俗 但是难免还是会生起一抹失望的 我若是动用底牌 此人不会是我的对手 他捏了个硬诀 紫色的光芒全部化作金色的转纹 然后好像变成了铠甲状的封印枷锁 瞬间飞入天魔妻子的身上 叮叮当当 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 那些天魔不断地嘶吼 可却全部被铠甲覆盖笼罩 这是一层专门对付这些魔类生物的封印 也是他这紫色套装的能力 好 天魔们的实力为免 全部被封印了 轰轰轰 他手中的墨色长刀化作漆黑的长河 瞬间吞没周围的天魔们 好强的实力啊 顾影猜测 他的灵魔体虽然突破极为困难 但是有蛇有德 其实力却是极为恐怖 六只天魔被墨色长河淹没 全部被碾成了碎片 那边 顾影将那天魔压至绝境 骤然腾空飞起 剑气化作赤圣的闪电 命中眉心 扑哧 天魔妻子全部陨落 结束了 秦宇灵神色严肃了起来 终于要到最后一关了 只要通过了 他便能打破智谷 踏入灵玄境 灵魔体突破之后 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他有些激动 天魔妻子通关成功 恭喜您获得了天魔闪光 幻化天魔真身 七位合一 对指定区域进行毁灭性打击 天地崩坏 寸草不生 每个月可使用次数 三通关天魔妻子 掉落天魔套装 紫色套装 天魔套装的灵咒天魔闪光 是群体爆发类型的毁灭型灵咒 威力不俗 可以作为杀手剪来使用 秦宇灵微微点头 看着那从虚空中 伴随着七黑色法阵 缓慢飘落下来的六件 散发暗紫色的装备说道 秦宇灵接过天魔套装 然而却是直接全部交给了顾颖 进入景地 我别无他求 只要能够通关踏入灵璇境界便可 这天魔套装给你了 一个完整的极为珍惜的 群体爆发流套装灵咒 直接拱手相让 甚至顾颖刚刚在天魔妻子的关卡当中 根本没有发力 这让顾颖忍不住对眼前的秦宇灵 高看了几眼 他以前看过的桥段 大部分都是为了一件宝物 争得头破血流 背地里下阴招 明面上撕破脸 比一比皆是 结果这我能踏入灵璇就可以了 这天魔套装很不错 然而对我没太大吸引力 诺 都给你了 看看人家 不过顾颖回想起 刚刚秦宇灵那套轻易便解决掉了 已经接近灵璇境的天魔妻子的灵咒 也意识到 这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女孩子背景 恐怕相当恐怖 说白了 虽然有感激顾颖帮他度过难关的一方面 更多的原因还是他不缺 顾颖接过天魔套装 天魔套装的每一件装备 加持的属性都不俗 顾颖接受天魔套装的装备附体 一层淡紫色的阴冷气息 仿佛细密的纹路一般 顺着顾颖的肌肤开始蔓延 一套紫色装备带来的好处就是 速度 力量等等属性全面提升 你的实力提升了一些 这样我们第三关 也就能结束得更快一些了 秦宇灵会心地露出了笑容 犹如冰雪出荣 明媚动人 很快 最终关卡也出现了 然而内容却让两人猝不及防 天魔本相 天魔本相将一比一还原挑战者全部数据 交换对手 挑战本相天魔 刚开始顾颖和秦宇灵都没太理解 这所谓的天魔本相是什么意识 啪大 黑雾坠落在二人身前 然后变化成了 与顾颖和秦宇灵一模一样的两只天魔 数据复制结束 也就是说 这神刚井的将顾颖与秦宇灵按照一比一复刻出来了 而他们想要通关 就要战胜与他们一比一复刻的天魔 现在整个世界都已经数据化 那么这井帝所述说的数据化复制 恐怕当真能够复制出来一个完全一样的我们 武学 功法 灵气强度等等都可能会丝毫不差 顾颖和秦宇灵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凝重的神色 我身怀初级 我的灵魔体 两个人才刚想告知对方自己的底牌 结果井帝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一层犹如水墓一般 宏大的力量将一切隔开 所有的声音都被宏大的水声吞没 水帘逐渐消融 顾颖的面前 浑身散发着阴冷气息的秦宇灵 缓缓抽出了墨色的长刀 可恶 秦宇灵也没想到 这次最终的关卡 竟然会如此邪门 天魔本相 将他们二人完美复刻出来 然后互相对战 如果正常下来 那么肯定会有一方失败 但是想要通过这次的试炼 必须要我和他全部胜利才行 这根本不可能啊 我必须速战速决 然后去到那边帮他胜利 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看着眼前的天魔顾颖 他低声呢喃 他身怀故事的雷属性灵气 在同境界之中拥有先天的优势 只是对我构不成威胁 他见识过顾颖的实力 顾颖虽然不弱 可秦宇灵对自己的底牌 拥有足够的自信 他收起了自己的墨色长刀 没心处一块黑色的印记 散发着妖野的光辉 随后一柄缭绕黑色魔纹的长刀 浮现在他的手中 戳击灵宝 冷魔刀 那漆黑色的纹路 一直延伸到秦宇灵的手背处 让那一只血白的御手 变得妖气腾腾 他一刀斩出 墨色长河 犹如蜂魔一般吞盖天地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 如此自信的原因 初级灵宝 那就是碾压级的存在 可很快眼前发生的事 让他无法淡定了 天魔顾颖的眉心 竟然也出现了赤色的印记 顾颖也有初级灵宝 而且感受那赤色的气息 似乎比他的冷魔刀 还要恐怖几分 刷刷刷 接连不断的狂暴剑光疯狂袭来 神侠剑的狂暴威能 犹如疾风骤雨一般袭来 眨眼间将他的刀海击得破碎 而紧接着 顾颖的头顶上浮现出了 先天火灵体五个字 煞时间 顾颖的剑势猛然一台 速度接连闪烁 竟是带着恐怖的残疑 力量加10 速度加10 防御20 怎么可能 秦宇灵真的被震撼到了 特殊的体质 而且是纯粹增加属性的体质 他小看顾颖了 将顾颖嘀咕得太严重了 秦宇灵一刀将顾颖暂时逼退 神色严肃了起来 他的头顶上 豁然出现了灵魔体三个字 随后整个人的气质猛然一变 犹如宁静的夜空 让人窒息 此时的秦宇灵面无表情 气质如同一世而出 灵魔体同样也是纯粹属性加成的体质 他的力量疯狂爆发 要与天魔顾颖硬碰硬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 先天火灵体消失 真魔体 真魔体 两种不同的体质 好 顾颖忽然大吼一声 一股让人混乱的气息 煞时间奔涌而来 逆陷入天魔混乱状态 5S 4S 强烈的虚弱赶滚滚涌来 秦宇灵俏脸煞白 他很强 身居灵魔体的他 哪怕是在族中 也都是同境里的佼佼者 灵魔体加持触及灵宝 能让他在同阶中 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这个家伙 太不讲理了吧 将人强制性 拉入天魔混乱状态 拥有两种体质 漫天的紫光开始阴晕 仿佛紫气东来 格外的神圣非凡 炽烈的雷电 仿佛银色的弧线 分割天穷 烈穷剑爵 你马 还有紫色剑爵 这一刻 秦宇灵真的凌乱了 他被顾颖一招天魔吼 直接阵入天魔混乱状态 然后天魔顾颖 拎起初级灵宝神侠剑 浑身冒着火光 朝着他展出了一招 撕裂天穷的紫色剑爵 要不要这么离谱啊兄弟 这些要素 随便给一个年轻的修行者 都足以让他在同境界内 先有敌手了吧 又要失败了吗 在这种特殊的景地中死亡 并不会真正的死去 但是他心里 还是涌起一阵不甘 天魔真言都度过了 难道要折在这里了吗 恐怖的剑光 犹如展出一个极昼 万物失去光泽 可就在此时 哗啦 先前的羽目 被雪亮的剑光撕开 随后秦宇灵 感觉自己被人强行 从拉剑光坠落之地拉了出来 哄 大地崩裂 剑光犹如雷霆地狱一般 将周遭轰得粉碎 秦宇灵这个时候 也终于从天魔混乱的状态下 脱离了出来 他不敢置信地 看着一旁的顾影 你 顾影能够出现在这里 说明 他侧目看着那水帘被撕开 地上躺着犹如死狗一般的自己 忍不住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可真是个怪物啊 这个家伙 怎么这么多的底盘 将人拉入天魔混乱状态 无法动用武学陷入属性虚弱状态 然后他开着先天火灵体 展出紫色剑绝 你就说吧 这玩意谁能挡得住呢 如果不是顾影撕开雨帘 进入到这里 将他拖入安全地点 那么恐怕自己也已经被斩灭了 我斩掉了你的天魔本相可就来了 你怎么还骂人呢 顾影脸色难看 说谁是怪物呢 而此时 两人看向天魔顾影 你我二人合力 只要小心谨慎一点 应该没问题吧 顾影文言无语地看向秦宇灵 让秦宇灵有点不好意思 刚刚被天魔顾影一下子打崩了 现在秦宇灵说这话的时候 都没太大的底气 刷 两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秦宇灵长刀如铺 一般斩出 恐怖的刀光瞬间淹没大地 他的刀势大力尘 每一刀都携带着恐怖的威能 然而天魔顾影的速度太快了 残影连连 脚踏凤鸣之音 轰轰轰 所有的攻击都落空了 大地碎裂 黑色的焰火向上蒸腾 此地犹如森罗地狱一般 天魔顾影 斩出一道道剑芒 雷霆似舞 然而顾影转而同样也斩出了相同威力的剑芒 轰隆 虚空顿时炸开 两人的剑芒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无尽的雷霆 秦宇灵被逼退 忍不住吃惊 云没刀法 紫色的光芒瞬间变得漆黑暗淡 周遭的云天之上都透露出了无尽的压力 秦宇灵的紫色舞穴 轰隆 这一刀斩了下来 煞时间天魔顾影就被淹没了 然而这一幕却让顾影忍不住神色凝重了起来 防御力 顾影现在的爆发真的不弱 先天火灵体 猎穷剑爵 甚至是经过顾影不断篡改的骤剑爵都具备爆发性 然而顾影现在最薄弱的地方就是防御力了 我目前的战斗太过依靠天魔后 将人拉入天魔混乱的状态 然后一击毙命 万一碰到了一个具有反制能力的修行者 那么顾影将会吃大亏 秦宇灵剑任务都完成了 心情大好 看到顾影神色复杂 也猜到了顾影心中所想 于是说道 能够增强防御的能力都很稀少 那些灵咒法咒 搜集起来也没那么容易 这天魔本相虽然有点诡异 但是却能帮助寻找到自身的不足 这是正常的修行无法做到的 你刚刚对上我的天魔本相的时候 能给我讲一讲具体的经过吗 秦宇灵诚心发问 想要提升自己 顾影沉思了一会儿 认真说道 拉入天魔混乱状态 一剑 没了 没了 顾影指着死狗一般 躺在地上的秦宇灵天魔本相 就成这样了 顾影给秦宇灵的感觉 就好像是砍了一只狗一样 轻松简单 这让秦宇灵脸色发黑 是啊 直接能将人拉入5S的天魔混乱状态 这种打法太无赖了 秦宇灵叹了口气 心情复杂 但是毕竟终于通过了神钢智固景地 她如释重负 轻声叹道 终于突破到灵璇境界了 你每次智固状态的景地都这么艰难 秦宇灵无奈点头 灵魔体就是如此 日后的灵璇 宁丹 神丹智固景地 只会一次比一次艰难 这次若不是有顾影在的话 那一关天魔真言 她恐怕还要失败 这一关很邪门 没有什么可做的准备 她族中的长辈 已经给她做足了心理建设 甚至是用秘法 对她进行了一些催眠 结果天魔杂念 依旧轻易地将她的心理防线全部击垮 若不是有顾影在 这次一就要失败 这种特殊景地中 基本上不会透露姓名 只不过我觉得 你这人还不错 走出景地 我们应该也不会做敌人 或许还能成为不错的朋友 我叫秦宇灵 秦宇灵淡然一笑 犹如绽开的花朵一般 惹人失神 哗啦 细碎的光辉开始涌动 恭喜二位成功通关灵选景地 因景地受到特殊因素影响 故而难度上升 获得奖励 经验值100点 道心加1 获得称号 灵魔的救赎时间 煞时间 两道光柱笼罩顾影和秦宇灵 光与弥散 二人即将回归原本世界 秦宇灵朝着顾影招招手 随后直接消失在原地 前王皇族 秦室 此时几道气息可怕的存在 盘坐于云端之上 厚重的云层中 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孩 正闭着眼眸坐在那里 这些可怕的存在 睁开眼眸 景地结束了 宇灵怎么样 通过了吗 灵魔体若是突破桎骨 将会接连突破 同时 灵魔体的效果也会无限进化 这是一种虽然难以修成 却无比恐怖的体质 若能修成 日后或许宇灵足以带领秦室 走向一个新的辉煌 而此时 女孩的身上 豁然窜起一道灵芒 刷 气息悲涌 秦宇灵睁开心眸 灵力的光芒一闪而逝 她的脸上洋溢着淡笑 声音柔和道 我 突破了 终于突破了 呼 周遭的秦氏族诸多长老 同时松了口气 纷纷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终于突破了 这灵魔体突破 实在是太困难了 哪怕是我们 做了那么多准备 我这颗心啊 始终悬在空中 终于突破成功了 灵魔体踏入到灵旋境界 效果是否发生了变化 秦宇灵文言伸出玉手 灵魔体 激活后 进入灵魔忌神状态 剥夺情感 力量加20 速度加20 刀系伤害加20 4 这等加成实在是恐怖啊 不愧是拥有 无限成长性的灵魔体 从神刚境踏入灵旋境 各项属性增幅 竟然就翻倍了 这种体质无限制成长下去 这个灵魔忌神状态 将会是一个杀手锏啊 灵魔体每次的 置固关卡都极为困难 但是一旦突破 那么好处巨大 雨灵 这次在神刚境地之中 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此时 一位老者从后方走了出来 这老者老太龙中 精神绝朔 分明给人感觉 好像已经一只脚踏入土中 可却依旧给人巨大的压力 大爷爷 秦雨灵急忙去将老人搀扶过来 然后将在神刚境地中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知 这些强者们听着秦雨灵的述说 第一关就出现了天魔真言 第二关天魔妻子 第三关天魔本乡 这貌似都是最顶尖的警力难度了吧 结果 这都被秦雨灵通过了 不愧是秦氏族他们极为看重的天才啊 诸位伯伯 爷爷们 能否帮我打听一个人 谁啊 顾氏族中的一个少年 年纪和我相仿 手握一柄触及灵宝 是长剑 呈玉色 笼罩霞光 雷属性灵气 刚刚被称作大爷爷的老者 眼眸链有神说道 这次神刚井地中 有一位顾氏族的少年 与你结伴同行 嗯 秦雨灵点头 听到秦雨灵这般说 很多人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顾氏族已见闻名 雷属性灵气暴虐而强大 是天生为剑修的灵气 顾氏族最近比较低调 想要找出你所说的这个少年 还是有些困难的 但是他们都猜到了 这次秦雨灵通过神刚井地 那位顾氏少年 恐怕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文言 秦雨灵虽然神色依旧平静 但是却依旧能从那对美眸中 看到淡淡的失落 他总觉得 自己和那个顾氏少年很投缘 他有结交的念头 不过 都在乾王区域 而且 乾王内的大族就那么几个 早晚会碰到的 那家伙真是小心 我都告知我的名字了 他的嘴巴还那么严实 秦雨灵的声音中 带着淡淡的不满 而此时 圣阳城 顾家 刷 灵璇境界的契机 陡然让顾家诸多强者 灵璇境界 在圣阳城内 已经不算弱者了 要知道 顾家外堂长老 基本上都是灵璇境界 结尔突破了 大少爷这么快 就踏入了灵璇境界 听说那置顾景地都很困难 能够第一次就通过景地的 代表着在同阶中 扎实的修为实力 今天能突破灵璇 明天还不得宁丹 大少爷无敌 老一辈们露出欣慰的笑容 而小一辈们 也都是鱼有容焉 顾山顾侠等小辈们 来到内堂外 神色惊喜 看着内堂内 那不断犹如潮水涌出的灵器 忍不住称赞道 景哥如此年轻 就踏入灵璇境 若是在之前 绝对能引来各路宗门上门招揽 就算是在现在 也都是极为稀罕的吧 据说现在外面的情况日新月异 各种各样的景点 任务造就了太多人的境界飞升 但是我总感觉 大哥的提升速度 还是太离谱了 我不管 我大哥突破了 有的人直接化作 顾影的狂热粉 盛阳城聊天频道内 这样的一幕出现了 顾大神 热切庆贺我家大哥 强势踏入灵璇境界 大哥威武 大哥无敌 祝大哥先扶好当 武道昌龙 下花线 兄弟们 快点跟铁啊 快快快 一时之间 顾家小辈们 都被这种气氛渲染的激动了起来 纷纷在盛阳城聊天频道内 热火朝天的刷屏了起来 至尊领主顾大山 大哥威武 不愧是盛阳城第一天才 一云丈母 恭喜大哥踏入灵璇境界 三千红侠 大哥好棒 顾山 顾侠 顾云三人都忍不住评论了起来 而这些评论 也直接让盛阳城炸开了 什么 顾影灵璇了 这也太快了吧 太离谱了 我修行数十载了 这才好不容易 亮亮呛呛的进入灵璇境界 结果顾影一个 还没到二十岁的小家伙 就这么进入灵璇境界了 不愧是顾家最强的天才啊 哎 二十岁的灵璇境界 还真是夸张啊 顾影真的踏入灵璇境界了吗 为什么我嗅到了一些夸张的味道呢 楼上的技嘉小子收收味 我没嗅到其他味道 只嗅到你身上的酸味了 三家酸了吧 据说当天晚上 三家直接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 显然顾影进入灵璇境界 给了他们很大的冲击 顾影睁开眼眸 只看到了外面欢呼雀跃的顾家小辈 吵闹声让顾影忍不住扣了扣耳朵 他无奈地说道 你们怎么在这 大哥恭喜啊 顾侠来到顾影的身侧 随后站定小声的恭喜道 而顾影无语 踏入个灵璇境界而已 何必大呼小叫的 赶紧都回去修炼去 顾影一挥手 顾家小辈四散逃去 这群家伙一边跑孩一边大喊 大哥不当然了 踏入个灵璇境界而已 也有搞怪的小家伙高呼 这就是顾家长子的威严吗 兄弟们快跑啊 呜呼 井哥也有强者之姿 这让顾影哭笑不得 这群小家伙从哪里学来的这些话 看来城区聊天频道 也不是啥好玩意 这话术进化得太快了吧 注意点 咱这是修仙界啊 个人面板 人物 顾影 体质 真魔体 先天火灵体 修为灵璇一阶 100500 武学 咒剑诀 圆满050 奉明游身部 1015 猎穷剑术 220 灵宝 神侠剑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吴 道吕 吴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盛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被顾家寄予厚望 成功踏入灵璇境 前途无限光明 看了一眼自己的个人面板 顾盈忍不住撕了一声 灵璇境就要500点经验升级了 500点能在神刚境界升五级了呀 这算不得什么 到了宁丹境 想要突破所需要的经验 就是5000点了 而且还必须是掌握功法 才能从灵璇境界踏入宁丹境 这也是为什么 以前的功法失效后 会进入涅槃状态的原因 大长老在顾盈一旁耐心安慰道 宁丹境的突破 需要5000点经验 不过倒也能理解 宁丹境一共就有三重 然后就是神丹六重 金丹九重 所以宁丹境稍微多一点道 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长老 我先去修行了 去吧 顾盈朝着大长老师里 随后朝着荒山那边走去 来到了喇叭怪的区域 这几日 顾盈因为陷入到稚固状态 所以都没来喇叭怪这里 一直都是外堂三长老顾精锐 帮忙看管的 看到顾盈来了 顾精锐眉头一挑 然后不动声色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 目光依旧凌厉 指点江山 喂喂喂 就是你 杀完三只喇叭怪就赶紧走 别在那边晃药 千万别想在我的眼底下 多杀喇叭怪 你你你 赶紧离开 留出来空地给其他人 知道不 你三长老 我这眼睛就是齿 别想丢完灯下黑那头 有点好笑 顾盈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有几只天真的喇叭怪 来到顾盈的旁边 天真无邪的模样 蹦蹦跳跳 巴巴巴地叫了起来 这一幕让顾盈叹息 看来几日没来这里了 这些新生代的喇叭怪 都不认得咱了呀 刷 一件横扫一片 经验值加六三 妖兽篡改点加十六 力气加十六 恭喜您掉落蓝色装备 金玉玉配 掉了一件蓝色的装备 运气不错 而且还是金玉装备 金玉套装这样子 就已经搜集到四件了 现在还差金玉护额和金玉护腕 金玉神名声 是稀有的防御类型法咒 金玉套 应该算是蓝色套装里 最极品的了 或许可以让父亲 去帮我搜寻搜寻 蓝色装备 应该不难寻找 拥有世家的好处 就体现在这 很多事情不需要自己动手 咱家老爹在外面 还是有点人脉的 顾颖的经验值 来到了一百六十三 随后他又去打坐 平平无奇的一天 就这么过去了 顾颖的经验值 来到了一百七十六 打坐篡改面板 篡改一 每时辰打坐产出 经验值加一 四是篡改点 篡改二 每日打坐产出 经验值上限加十 二是篡改点 篡改三 打坐产出神秘先天经验概率 正百分之十 四是篡改点 现有打坐篡改点 四十二 顾颖已经许久 没有进行打坐篡改了 这打坐篡改点 已经积累了这么多了 顾颖选择了篡改二 这样顾颖每天通过打坐 能够获得的经验值 提升到了二十三点 加上喇叭怪斩杀 所获得的经验值 每天顾颖能够稳定 拿到八十六点 每天八十六点经验 对于我现在每个阶级 需要五百点经验值来说 还是有些缓慢了呀 顾颖忍不住呢喃了一声 若是被外界的人 知道顾颖的这番说辞 一定会恨不得 将他挫骨扬灰 要知道 现在外面的宗门 虽然资源多 但是竞争也大 很多资源点的进入名额 都是需要用宗门贡献点 去兑换的 除非你是宗主亲儿子 像顾颖这样 每天毫不费力地 拿到八十六点经验值 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了 更不用说 顾颖每七天 还有三次刷精英怪 喇叭王的机会 那就是稳稳的三百点经验值 看着凉如水的夜色 顾颖取出万雷剑刚修炼笔记 认真地翻阅了起来 现如今 一切都已经数据化 当顾颖翻开里面的笔记后 瞬间仿佛置身于一处虚无的空间 一切都如同水墨画一般 带着特殊的韵味 雷霆奔涌 好像墨色延伸的巨龙 让人心惊肉跳 随后顾颖看到了一道道身影 正在不断地挥舞常见 每一次的挥舞 都震荡出墨色气浪 刚风四起 大抵开裂 这就是剑刚吗 剑刚是剑修的高阶技巧 而雷属性 剑刚又是剑刚大类中 最为高端的剑刚 强劲有力 每一剑都犹如神雷天降 他开始认真观摩了起来 发现如今清晰可见的 一共有四位身影 分别对应着天地玄黄 顾颖看向其他三位的剑刚 都会觉得头晕目眩 唯有看向黄自卫剑修的剑刚 才没那么难受 反而身上的灵气 似乎还在与之共同辉映 您观摩了黄自卫剑修的剑刚演化过程 剑道悟性激活 剑刚领悟度加一 雷属性灵气气和 剑刚领悟度加一 由于您的观察仔细 剑刚领悟度加一 剑刚领悟度350 顾颖顿时觉得头晕目眩 随后退出这个状态 他揉了揉脑袋 忍不住说道 看来这观摩笔记 也是很耗费心神的 刚刚仅仅只是观摩了一遍 我脑袋就已经快要炸开了 不过 也就是说 我的悟性合格 所以观摩一次 会增加一点领悟度 雷属性灵气 也会对我带来一点领悟度 还有观察仔细 只要有进度 就能拉满 顾颖露出了笑容 头晕目眩 开始休息 等到第二日清晨 整个顾家又洋溢在一片欢喜的气氛中 这让刚刚苏醒的顾颖有些诧异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顾颖抓住路过的顾侠 询问了起来 大哥 秦苍大伯回来了 据说那本金属性的功法 只换回来了一大批资源 武学 蓝色物品 甚至还有一个高阶一些的 妖兽刷新点 新的妖兽刷新点 顾颖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这些妖兽刷新点 才是提升境界的最根本的东西 走 一起去看看 神月狼群 等级 断体九阶 每日最高刷新数量 十 单只经验值 十 享受蓝色暴率10% 这次利用空明集道工 换来了很多东西 神月狼群会 成为我顾家的第二个妖兽刷新点 顾秦苍的话 让不少闻讯而来的顾家人 纷纷露出了欣喜激动的神色 在天地大变如此之短暂的时间内 顾家已经拥有了两个妖兽刷新点 现在的顾家 单单只是在这一方面 已经领先了大部分的世家了 然而此时顾颖 却是看着顾秦苍手中的一块 散发着青色的金石 周围还缭绕着风势 这就是妖兽金石 据说埋在土里 便会诞生刷新点 开始刷新妖兽 而此时顾颖看到那块金石 在她的篡改天眼之中 忽然变了颜色 刷新点篡改面板 篡改一 神月妖狼每日刷新上限加一 五篡改点 篡改二 神月妖狼刷新时间缩减10% 五篡改点 篡改三 增加精英怪 暗月狼王出现概率1% 十篡改点 妖兽金石也能篡改 而且是直接对整个妖兽刷新点的篡改 也就是说 整个顾家都可以享受到顾颖的篡改 这也让顾颖心中有了些许的安慰 顾颖是顾家长子 是顾家未来的领袖 顾家目前的资源有限 内堂九大长老 外堂十二长老都已经开始绝食流修行了 将大部分的资源 全都留给顾家的小辈 这样可不行 顾家若能昌盛起来 对我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好处 既然神月狼群的金石可以篡改 那么喇叭怪的 应当也可以吧 说实话 神月狼群给顾颖的惊喜 只能算是一般 能够篡改妖兽刷新点的整体数据 顾颖直接便想到了喇叭怪 喇叭怪刷新率基础本身就高 若是能篡改的话 对整个顾家来说都会是一场机缘 顾擎苍言明 这神月狼群的刷新点也会在荒山中 并且因为神月狼群等级高 刷新率低 将会采取一般宗门的资源分配模式 有偿修行 支付家族贡献点 才能斩杀一只神月妖狼 顾山等人对视野 随后忍不住说道 一只神月妖狼的经验值是十点 已经很珍贵了 而且神月妖狼还享受蓝色暴虑 或许能够爆出蓝色的装备 这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这样公平一些 不过我还是要努力啊 与此同时 顾擎苍还公布了一整套家族贡献点的获取方案 现在顾家知识弟子外出历练 若能在这充斥着无尽机缘的红界中 收获到武学 功法 各种各样的物品 甚至是灵宝等都可以选择上交 您所在的世家提交了家族贡献系统 正在分化整理中 上交资源 可获取不同的家族贡献点 蓝色武学 100点贡献点 紫色武学 1000点贡献点 金色圣术 1万点贡献点 蓝色装备 50点贡献点 紫色装备 500点贡献点 金色装备 5000贡献点 蓝色功法 1000贡献点 紫色功法 1万贡献点 金色圣道功法 10万贡献点 断体七妖兽刷新点 1万贡献点 神刚七妖兽刷新点 10万贡献点 灵玄七妖兽刷新点 100万贡献点 上报精英怪情报 可获得1万点贡献点 支持弟子外出 冒险 开荒 获得的好东西 上交给家族 可以得到家族贡献点 来兑换家族内的各种好东西 这个模式是各路宗门 一直都在使用的 也是目前想要提升 势力最有效的方式 主打一个合作共赢 只是 顾颖觉得 今天的顾情仓 荣光焕发 好像有什么大喜事一般 果然 当顾情仓遣散顾家之人后 便将顾颖带入房间 陪同者还有大长老 简儿 你的这本空名 极到攻略了大功啊 顾情仓神采奕奕 随后将一本功法的信息 共享给了顾颖 大雷阴弓 紫色功法 生如雷阵 造大雷霆地狱 竟然是一本紫色的雷属性功法 顾情仓和大长老相视一笑 容光焕发 笼罩在顾家头顶上的阴云 终于散掉了 这次我与金阳城南功家进行的资源交换 这本空名极到攻队他们极为重要 这次换回来了这么多资源 而这大雷阴弓 也是其中之一 顾颖也没想到 功法的事情这么快就解决了 这大雷阴弓 虽然在紫色功法之中不算强大 但是对目前的顾家来说 已经足够了 这本功法 与我的契合度不高 但是却能让我恢复神丹二重的境界 能稳住神丹境界就好 顾情仓展颜一笑 南功家以富贵著称 这次也果真大气 蓝色 紫色的装备给了我们一大堆 可以充赢我们的藏宝阁了 咱们顾家 也算是初步具备了自己的底蕴 顾颖也很轻松 顾家越强大 顾颖的修行也就能越轻松 现在顾情仓能够稳住神丹修为 再加上顾家九大宁丹境长老 顾颖现在基本上在乾王区域 可以小小的横着走了 神丹期的顾情仓 人脉力量是可怕的 顾颖只要不招惹得太狠 老爹过去给我一个面子 基本上也就能摆平了 这南功世家当真如此豪横 一本功法 换来了这么多东西 金阳城南功世家顾颖知道 坐拥八条灵脉 也是金阳城大户了 顾情仓倾笑一声 自然没那么简单 锦儿 你修了清心咒吧 顾颖自行拔出戾气 解除了天魔混乱状态 很显然顾颖具有修行清心咒的天赋 这就是顾家的底气了 南功世家有一位天之娇女 名为南功灵儿 前几日陷入天魔混乱状态 嗨嗨 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锦儿 你给她身上的力气拔了呗 原来如此 若是其他人可能会觉得麻烦 使用清心咒太过耗费心神 但是对于顾颖来说 拔出力气 反而能让顾颖的真魔体更进一步 南功灵儿走了进来 钟灵玉秀 落落大方 身上似乎带着一股特殊的灵气 灵动的眼睛看向顾颖 随后极有礼貌的说道 这次就拜托景帝了 顾颖示意南功灵儿背靠她坐下 南功灵儿气质非凡 腰背挺拔 顾颖一只手掌 按在了南功灵儿鲜薄的后背上 拇指抵住后心 火热的手掌 让南功灵儿胶躯微颤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阵地 我们先出去 顾秦苍二人走了出去 留下顾颖和南功灵儿 南功灵儿天资极佳 败入八瓶顶尖宗门 神霄宗 其实神霄宗内部 也有一本清心咒 只不过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南功灵儿不愿意在神霄宗内 解决天魔混乱状态 此番南功世家 其实也算是与顾家合作 双方若能建立良好的友谊 在日后或许能够携手共进 不过现在南功灵儿有点羞涩 顾颖的手掌越来越热 让她感觉怪怪的 虽然知道顾颖没非分之想 但是难免还是会有点尴尬的 不过很快 她发现顾颖已经进入状态了 我开始了 好 她的声音犹如文银 随后就感受到一股火热的气息 顺着顾颖的手掌渗透进入到了她的身体中 死 顾颖静气凝神 沉入其中 拔除别人身上的力气 对顾颖并不难 刷 一根力气磨刺 被顾颖所化作的热气大手瞬间攥住 然后捏得破碎 随后一股清凉的气息渗进其中 开始温养因为力气而受到影响的经脉 啊 畅快赶袭来 南功灵儿忍不住小声的呻吟了一声 该死 南功灵儿顿时面色羞难 还好身后的顾颖并没有任何反应 施展清心咒的时候 顾颖完全沉入其中 这让南功灵儿忍不住心中暗自叹道 如此之快的速度入定 这位顾家长子的天资与星星 看样子都是上上之选 嘶哈 嗯 力气磨刺 折磨了她几月时间 如今全部被接连拔除 身躯解除限制 随后被那火热与冰凉的气息灌溉养 让她浑身轻颤 她的声音轻柔好听 在这间屋子里 极有节奏的响起 姐 要不然你忍忍 忽然顾颖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让南功灵儿差点窒息 害羞死了 南功灵儿都想找一个地方钻进去了 力气拔除成功 获得天魔篡改点 四 南功灵儿身上的力气 一共有四根力气魔刺 穿插在其经络之间 此时全部被顾颖拔除 获得了四点天魔篡改点 顾颖上次给自己拔除的时候 还得到了一点 顾颖直接开始篡改 篡改 拔除力气有20%概率 获得大天魔真气 好了 顾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想要起身 南功灵儿也连忙起身 随后将顾颖扶起 随后感激地说道 多谢景帝了 灵姐客气 灵姐这次来到圣阳城 不如多停留几日 感受一下圣阳周边的风景 尝尝美食 南功灵儿有些异动 不过婉西说道 我后日必要回到神霄宗内 现如今日新月异 稍微的松懈 都会让其他人追赶上 还是得抓紧时间回去修行 提到这个 顾颖也忍不住多问了几句 南功灵儿叹息说道 现在经验值的获取门槛 就在那里明白着的 天赋已经无法决定 一个人的提升了 不说其他地方 单说神霄宗内 就已经有很多 凭借着不要命的修行 追赶上宗门 老牌天才的例子了 不努力 就要被落下 红界数句话 让太多甘地 有了奋起直追的可能 灵儿侄女 明日在圣阳城里 后天我会派顾家强者 送你去神霄宗 今日明日 圣阳城的特色菜肴 还得让你好好尝尝呢 不然 我可没办法跟你爹交代啊 顾秦苍此时走了进来 盛情挽留 南功灵儿只好答应 顾家与南功家 显然是要建立友好的关系 日后顾颖若是去了金阳城 南功灵儿肯定也得盛情款待 恭敬不如从命 如此便叨扰了 南功灵儿被安排了地方休息 大长老也去处理事务了 房间里就只剩下了顾颖和顾秦苍 顾颖直接坦诚相待 父亲 喇叭怪是否也有妖兽金石 自然如此 每个妖兽刷新点的最基础形态 都是妖兽金石 怎么了 锦儿 顾秦苍也严肃了起来 每次顾颖这般神态 都一定是有重要的事要说 他莫名感觉 顾颖要说的事恐怕不小 能否将喇叭怪的金石 先交给我一日 我或许能让这喇叭怪的刷新效率 获得一些提升 闻言顾秦苍谋中金光一闪而过 刷 他张开手将这间房间直接封印住 神色复杂地盯着顾颖 欲言又止 你 锦儿 你可要知道 你所说知识关系重大 妖兽刷新点 是现在最重要的资源 你有能力将妖兽刷新点的概率等 数值提升 顾秦苍的呼吸都粗重了几分 若顾颖所说属实的话 这个能力的价值 是无法估计的 若是泄露出去丝毫 都可能会引起血火 顾颖点头 顾秦苍早就知道 顾颖的身上一定有着特殊之处 大家也都心照不宣 只是当顾颖忽然当着他的面摊牌 顾秦苍也有些猝不及防 激动与无错表现在的脸上 好 顾秦苍有点手忙脚乱 在此处转来转去 若是顾颖当真将喇叭怪刷新点提升了 那么该如何向外界解释 解释个六啊 为啥要解释啊 喇叭怪只要不更改形态 那些弟子们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而至于其他长老 都是顾家绝对心腹 值得信任 就算看出来了 只要让他们管住嘴 也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顾家现在只是红尖的小透明 没那么多人会关注他们的 不过他还是很紧张了 毕竟顾颖的秘密 总给他一种很恐怖的感觉 一旦泄露 可能会引起滔天之祸 很快 顾秦苍将喇叭怪 区域的所有人都驱散了出去 随后看向顾颖 顾颖一见咒见绝 将喇叭怪全部横扫一空 经验值加六三 获得妖兽篡改点加131 紫金喇叭王召唤进度5050 是否召唤紫金喇叭王 顾颖先将紫金喇叭王的召唤取消了 爹 开始吧 顾秦苍在荒山的一个角落之中 将深埋在此处的一枚金石取了出来 那枚金石鸽子弹大小 在阳光的映衬下 熠熠生辉 当时这枚金石从天而降 坠落在荒山上 刷新点就出现了 现在找出这枚金石并不难 顾颖将那枚金石攥在手中 打开篡改面板 篡改一 喇叭怪每段时间刷新数量 信号二 五篡改点 篡改二 喇叭怪每日经验上线 信号二 五篡改点 篡改三 喇叭怪增加10%蓝色掉率 五篡改点 篡改四 精英怪 喇叭王族群出现概率1% 20篡改点 阿者 喇叭怪的篡改竟然有四条 而且感觉好像 每一条篡改所能得到的回报 都比神月狼群要高 顾颖看了一眼 地上那些奄奄一息的喇叭怪 难道他真的是天才 金石篡改为更改妖兽 刷新点本质能源 需要特殊的本质篡改点 本质篡改点 利用妖兽篡改点进行兑换 兑换公式 5比1 妖兽篡改点 157 5比1 也就是说 5点妖兽篡改点 可以兑换过来一点本质篡改点 则则 这个兑换比例 有点让顾颖心疼啊 不过 他还是直接兑换了30点本质篡改点过来 来吧 作为顾家长子 为咱顾家做点贡献 不过分吧 篡改1 篡改2 篡改4 直接拉满 篡改3是享受10%的蓝色暴率 这对于目前的顾家来说 貌似有些鸡肋 现阶段还是提高经验 获取度更加简单一点 而篡改4 直接动用了顾颖的20点本质篡改点 1%的精英怪刷新概率 顾颖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字眼 喇叭王群落 难道说紫金喇叭王 也仅仅只是喇叭王群落之中的一只而已 像这样的喇叭王恐怕还有很多 紫金喇叭王爆出了专属领保 千里穷为复杀令 那么其他喇叭王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专属领保 顾秦仓在一旁瞪着眼睛 看着顾颖在那边念念有词 当听完了顾颖所说的内容后 他的眼神里闪过一抹金光 思索片刻后笃定说道 肯定会有的 而且我猜测 这样的族群所爆出的专属领保 可能还是一整套特殊的领保 若是能够搜集完全 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难不成还能召唤出来喇叭怪至尊 喇叭怪大仙 喇叭怪之神 父子俩越想越离谱 最后相识一笑 而后顾颖将修改过后的喇叭怪晶石 交给了顾秦仓 喇叭怪刷新晶石 每日最高刷新数量 三百四十只 单只经验产出 二 每日经验值获取上限 六 有极小概率刷出喇叭王群落 顾秦仓哪怕有心理准备 但是当看到了喇叭怪的那一系列的变化 都激动的虎区发颤了 这样看可能差距不算大 但是若是稍微计算一下 就可以看出差别了 原本的喇叭怪每天最高刷新一百七十只喇叭怪 这个是指的 每天出现这些喇叭怪 若是被全部斩杀 那么在零点之前 喇叭怪将会不再刷新 每只喇叭怪一点经验值 也就是一百七十点经验值 而现在 三百四十只喇叭怪 每只两点经验值 一共就是六百八十点经验值 这差距不就出现了吗 原本顾家长老 只是等等老一辈的人物 都将喇叭怪留给小辈来提升实力 现在大家完全不必拘束 大可一同斩杀 更不用说 还有百分之一的概率 能够刷出喇叭王 他神色复杂地看向顾颖 顾颖拥有这样的特殊能力 是能造福一方势力的 他能将顾家带上一个恐怖的辉煌 只是 你这孩子 这件事事关重大 日后千万要紧延慎行 不要泄露一分一毫 明白吗 顾情仓极为严肃 就连我你也不应该告诉 你呀你呀 你就应该偷偷地过来修改成功后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现在我知道了 日后 万一你被别人看出一些端倪 我若是被抓住 他们利用一些特殊的武学 提取我的记忆怎么办 有这种武学 我只是做一种假设 顾情仓大概教育了顾颖十来分钟 大抵的意思就是 让顾颖千万要紧延慎行 顾颖的能力稍微泄露出去 一丝一喉都会引来滔天浩劫 你也不想被关在小黑屋里 每天被疯狂炸干架子吧 顾颖连连点头 不过顾情仓还是欣慰而激动地呢喃道 你的这种能力 能让顾家走向真正的辉煌 顾氏大族不是看不起我们吗 他们不是心高气傲吗 不是说什么外来血脉 都是肮脏不堪的吗 顾情仓似乎对顾足也有不少积怨 此番顾情仓外出 恐怕也沟通了顾足之人 结果肯定是吃了闭门羹 甚至是受到了羞辱 一提到顾足 顾情仓忍不住发泄一般地说道 顾足抵蕴雄厚 若不是你姑姑的原因 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我们 但是就算是这样 你姑姑在顾足内也受到排挤 他神胆五重的境界 竟然被任命为顾足执法堂长老 举步为奸 执法堂长老 本就是个容易得罪人的地方 顾颖的姑姑本就算是外人 又被安排在这个职位上 可以想象究竟有多么艰难 锦儿 我说了那么多 只是希望你能安全 你怀揣大秘 注定要征战红剑 八王区域之外 才是真正的事件 顾情仓一边说着 一边将喇叭怪晶石 重新埋在了那大地之中 随后喇叭怪开始刷新 叭叭叭地叫个不停 顾情仓带着顾颖回到了住处 今天明天 你好好招待南宫灵儿 南宫家这次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我们可能会成为盟友 另外 我将会对三家展开真正的攻击 这三家早就已经在外面扎好根了 他们倒是聪明 虽然依靠云霄门要对我们顾家出手 却也做好了退路 可惜都在我的眼线之内 顾情仓恢复神丹境界 身上的威严更胜以往 除却南宫家 还有很多世家都准备与我们长期结盟了 这个世界太现实了 顾情仓恢复神丹境界之后 那些原本沟通都石沉大海的家族 现在也都热切回应了起来 没办法 对于他们这个层次的世家来说 拥有神丹级战力 才是对外沟通的基石 没有 免谈 狗看了都烦 莎儿在神剑阁内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她据说已经神纲五阶的境界了 可是这孩子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顾情仓叹了口气 显然对顾少商有些担忧 过段时间我外出 去神剑阁看看吧 那小子从小到大遇到问题 不都是我给他解决的吗 顾颖轻笑着说道 一想道顾少商那小子顾颖就想笑 这小子性格坚韧 得知顾颖始终没有加入宗门后 恐怕觉得顾颖已经自暴自弃 所以他拼了命地提升自己 将自己看作是顾家年轻一辈 最后的希望来奋斗 却不知道 他大哥永远是他大哥 从顾情仓那里离开后 顾颖便去打坐了 打坐了六个时辰后 经验值加二十三 打坐篡改点加六 钉 获得先天阳精之气星号一 获得先天阴急之气星号二 今日的六个时辰 打坐给顾颖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顾颖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值 灵旋一接 272500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顾颖忍不住暗自点头 该去找南宫灵了 顾颖小声呢喃一句 白天的时候顾颖去找过南宫灵儿 结果南宫灵儿因为拔除利器的原因睡着了 不然的话 顾颖也没有时间来进行打坐修行 这打坐修行获得的经验值少 还浪费时间 还真是鸡肋啊 据说现在很多宗门的弟子 都直接强制取消掉了弟子打坐的环节 勒令所有弟子不准在打坐上浪费时间 全部外出去碰运气 仔细想想的确如此 顾颖还好一些 能够获得23点经验值 其他人打坐三个时辰 那可是六个小时啊 仅仅只能得到三点经验值 简直就是得不偿失 还不如出去碰碰运气 若是能接到一个支线任务 完成了就是50点经验值 还有一些武学装备等等东西 不香吗 可惜顾颖丢不下 毕竟打坐能给顾颖带来先天神秘之气 是能够解锁体制的 一个先天火灵体 就已经让顾颖领先很多人大量的战力了 晚上 顾颖找到了南宫灵儿 还带着顾山 顾云 顾侠等小辈 一同走出了顾家 南宫灵儿声音温柔 处世圆滑平顺 很受顾家小辈们的欢迎 灵儿姐 这次可一定要尝一尝喜悦楼里的饭菜 味道与金阳城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各有特色 顾侠青笑着说道 好 那我可要好好尝一尝 灵儿姐姐 金阳城有什么好玩的呀 啊 金阳城也算是一方大城 因为贸易比较发达 那有很多商会带动了金阳城的发展 所以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 我曾经看到过一只三头六眼的飞蛇 可以无限分裂 但是只要一听到笛声 分裂体立刻就会死亡 然后本体恢复三头六眼的模样 据说是西江某些地方的稀罕玩意 金阳城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富 这一说 立刻让一群顾家小辈 对于金阳城充满了好奇 你们啊 以后有机会去金阳城 我带你们去玩 好 气氛和谐的来到了喜悦楼 这里是盛阳城最好的酒楼 顾京点了最好的饭菜 顾少 我们这边立刻就给您做好 请稍等 顾家的人作为盛阳城的霸主 在喜悦楼内请人吃饭 自然没有什么不长眼睛的过来闹事 老板 我二伯喜悦楼是不是还有不少存货 顾二爷在咱们喜悦楼 的确还存了不少好酒 啪 顾颖将一弹酒拍在桌子上 猛灌了一口 随后豪爽说道 来 金二伯 一旁的南宫林儿 听到顾侠在一旁低语解释 南宫林儿这才知道 顾侠还有一位顽固子弟顾二爷 平日里喜欢饮酒作乐 这喜悦楼更是二伯常来之地 嗜酒如命的二伯 若是知道自己每逢过节 才舍得过来喝的好酒 都被顾颖取出来了 肯定要气得吐血 关键吧 二伯还不敢声张 家主已经明确规定了 二伯不准再喝酒 耽误修炼 一旦泄露 家主绝对会揍二伯的 所以 二伯只能吃个哑巴亏 南宫林儿忍俊不惊 顾家的气氛 其乐融融 现在天地大变 各种利欲熏星 从而导致家族割裂的情况 太常见了 可顾家却是一股清流 这也更让南宫林儿确定 南宫家与顾家结盟 是正确的选择 顾家小辈们平时很少喝酒 此时终于能堂堂正正的 喝一些昂贵的好酒 自然也都红了眼 大家推杯换盏 将平日里修行的苦闷与辛苦 一抛脑后 南宫林儿静静地坐在桌子上 反而觉得很放松 顾家小辈们 没将他架起来吹捧 大家就好像真的是兄弟姐妹一般 在这里谈笑不绝 偶尔有人来敬酒 他也从容面对 而从这些小辈们的交谈中 他也是知道了顾颖的修为 忍不住露出惊讶的神色 随后询问道 颈弟 你已经跨过神刚智谷 进入灵玄境界了 看到顾颖威红着脸点头后 南宫林儿有些吃惊 顾颖拥有修行清新咒的天赋 实力竟然也已经进入灵玄境了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颈弟 其实我留在圣阳城 还因为一件事 圣阳城附近 出了一个佛家颈地 我与一些朋友们 约定在回宗门之前 去探索那方颈地 原本南宫林儿 准备明日清晨就离开顾家 独自与朋友们会合 随后去探索那方颈地的 此时却是对顾颖说了这件事 并且发出邀请 颈弟 明天和我一同前去吧 有颈地自然是好事 顾颖也直接就答应了 看到顾颖答应后 南宫林儿松了口气 这次的颈地 同样也被墨家的人得知了 墨家也是金阳城的显赫世家 墨家长子已经踏入灵玄境界 南宫林儿的朋友们 也都是神刚智谷境界 他心中原本还有些担忧 想不到顾颖 竟然已经越过了神刚智谷境界 盛阳城第一天才 果真可怕 只不过听说 顾颖貌似迟迟迟没有加入宗门 可没加入宗门 仅凭在世家中 怎么可能突破速度如此之快 难道是障眼法 或许顾颖早就已经被神优店收作弟子 这样才能解释得通 这般可怕的修为静静啊 南宫林儿温柔似水的眼眸 忍不住看向了顾颖 这家伙不简单啊 酒过三巡 顾家小辈们吃爽喝爽 就连南宫林儿都小声地打了个宝格 多谢弟弟妹妹们的招待了 灵姐客气了 顾颖等人颤颤巍巍的将南宫林儿送回住处 随后也都各自的住处 不过顾颖没立刻回去 而是用灵气蒸发了酒精 然后来到了顾秦苍的住处 将景帝的事告知给了顾秦苍 顾秦苍文言露出诧异的神色 圣阳城附近又出现景帝了 佛门景帝可都是很珍贵的景帝 竟而把握机会 根据我目前的情报来看 佛门景帝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辅助类物品 甚至是辅助类领宝 若是能得到 获取经验值的速度翻倍都有可能 第二日清晨 顾颖便和南宫林儿会合 景帝 跟我走 我记着那地方的坐标 一会儿先去和我的朋友们会合 我的朋友们都是神肖宗的弟子 我们相识已久 他们的人品都很端正 你放心 南宫林儿对顾颖保证的 经过这一日的接触 他能看出顾家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子弟们 人品也都很端正 顾颖的身上 但是带人真诚 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所以 他倒是希望大家都能做朋友 到了 我看到他们了 顾颖顺着南宫林儿的目光看去 只看到了几道窈窕的身影 屹立在那里 顾颖忽然怀疑 南宫林儿的朋友圈 是不是八品顶尖宗门神肖宗妹的所有天才女弟子了 这几人都是女弟子 气质都绝佳 长相各有特色 风格不同 身上的气息也都不弱 恐怕都是神刚九阶左右的弟子 林儿 你来了 咦 这位是 看到南宫林儿 紫云名展颜露出明媚的笑容 只不过看到了站在南宫林儿身旁的顾颖后 有些诧异的询问 顾颖身材挺拔 气质中灵力带着点淡淡的力气 见眉心目 鼻梁挺拔 站在南宫林儿的身旁 显得与南宫林儿很搭配 这让这几位女弟子 纷纷露出八卦的神色 南宫林儿被他们看得有些不自在 我语说道 这位是我的弟弟 名叫顾颖 你们应该听说过他 圣阳城顾颖 圣阳城顾颖 这几位女弟子 虽然都是神霄宗门下 但是能与南宫林儿 做朋友 也都是有诚持 大家的背景的 对各个诚持的一些天才 都有听闻 我听说过 我记得 你曾被神幽殿下九幽选中 在附近诚持名气不小呢 当时我不小心做错了事 我爹还在家族里 以你为例教训我呢 其中身材比较矮小的那个女孩说道 眼睛一眨一眨的 看起来古灵精怪 不过当提到被教训这件事 咬牙切齿的很可爱 你好 我叫紫云敏 身穿紫衣的女子 脸上时常挂着微笑 梁冰 叫梁冰的这个女弟子 少言寡语 静静地站在一旁 气质有些发冷 朝着顾颖点头 还真别说 一个脸上时常挂着笑容 让人如沐春风 一个俏皮可爱 一个沉默冰冷 再加上南宫林儿温柔大方 你还真别说 警弟就在前面了 老过 既然林儿姐带你来的 那我们便一起吧 这次的佛门警弟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多一个人 也能更加靠谱一些 俏皮的那个叫江月月 竟然直接就喊上老顾了 这让顾颖有点不适应 很快 四个女孩凑到一起 小声地询问了起来 什么情况 林儿 他们和南宫林儿关系要好 所以才没有露出不满的神色 警弟之事事关重大 南宫林儿怎么就告诉别人了 而南宫林儿 导致了顾颖凌玄境界的信息 他凌玄了 我没听说 他加入神优殿啊 难道他 已经加入了神优殿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告知外界 我记得大变之前 他才神刚一阶 现在就直接跨越了一个大阶级 此人的福音 究竟多么深厚啊 他们看向顾颖的背影中 带着一色 我南宫家也与顾家结盟 很快你们各自的家族 也应该都会对顾家示好 现在认识一下也是不错的 顾伯伯已经解开涅槃智谷 恢复神丹二重的实力 我见过顾伯伯 是个很厉害的人 紫云敏赞同的点头 这些世家都有联系 彼此并没有那么陌生 顾伯伯实力很强 涅槃之前恐怕是神丹三重 而且顾家还有当初的那位天之娇女 在乾王大族中地位不俗 如此说来 顾家的前景还真是恐怖啊 景帝为人端正 实力不俗 为人谦逊 此行有景帝在 墨家的那些人不会太过分 他们点头 对此顾颖走在前面 大概也能猜到 这些家伙肯定在讨论自己呢 不过无所谓 此时顾颖最关心的 还是佛门景帝 景帝的类型有很多种 而也是有一些特殊的门路的 比如佛门景帝 所爆出的东西都具有辅助类型 比如清心咒 辅助类型灵宝等等 还有魔门景帝 据说一入魔门景帝 如同踏入僧罗地狱 浮尸千里 如果没点道心修为 进入魔门景帝出来 变成疯子的概率会很大 但是魔门景帝中的灵宝和武学 都邪性十足 威力恐怖 佛门景帝也不知道 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任务 但是应该不会很难 而此时 梁冰取出了一枚玉枝的树叶 这枚树叶笼罩着柔和的光辉 上面的纹路似乎都在阐述着 某些玄傲深邃的道理 此时 那片树叶上面的光芒 愈发明亮了起来 就在前面 可忽然 顾颖看到南宫灵儿几人的脸色 骤然变冷 他也看到一行人从对面走来 这些人气势汹汹 各个身材魁梧 顾颖看到对面那一行人中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眯起了眼睛 墨千秋 他运气很好 完成了好几个支线任务 也进入过一些景地 实力在凌旋境界 据说他获得了一本紫色的武学 名为紫阳炼士吼 生如烈阳 融化一切 景地 一会儿进入景地之中 一定要小心他 此人手段很辣血腥 在如今前往地带的年轻一辈中 凶名不小 四人看着那墨千秋 神色都有多闪 似乎很害怕墨千秋 墨家一行人中 一个长相妖艳的女孩 掐着腰冷笑说道 泽泽 想不到你们四个还带了帮手 咦 还挺帅的 哎 顾颖 那人好像认识顾颖 忽然眼睛瞪大 好像很吃惊的样子 南宫灵儿找的帮手 竟然是你啊 有点意思 墨圆圆 顾颖皱着眉头 搜寻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墨家也是金阳城内的 与南宫家不对付 顾颖小时候也去过金阳城 当时的顾颖 那可是一大祸害啊 与当时同为祸害的墨千秋等人 也算是将金阳城闹的鸡飞狗跳 后来顾颖是被顾秦苍抓回去的 他是顾颖 这么多年没见 这小子怎么变帅了 墨千秋脸上的煞气顿时一致 凶煞的模样顿时不见 看起来还挺憨的 随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丑啊 顾颖说话毫不留情 南宫灵儿等人对视一眼 什么情况 你们还认识 情况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呢 顾颖和墨千秋当时很投缘 都有点反派母版的前置 只是现在 你长歪了 墨千秋认真地说道 笃定自己的长相才 应该符合他们的性格 像顾颖这样的 已经算是长裂了 咱们都不是傻好东西 要那么帅干什么 我哥酸了 顾颖别搭理他 所以你们顾家和南宫家结盟的事情 也算是真的了 顾颖点头 算是正式确定了这件事 那我们就成敌人了啊 没办法 我们和南宫世家不对付很久了 这佛门景帝肯定是要共争的 只不过 墨千秋捏了捏下巴 似乎有些为难 直到现在也是记忆犹新 他都有点怀念 当初几人大闹金阳城 还有后来他们 去找顾颖一同大闹圣阳城的场景了 这样吧 你我都是林玄境 今日便在此处鄙视一番 我若胜利 你五人离去 你若胜利 我墨家的人也放弃这次的警地 意下如何 顾颖看向南宫灵儿等人 轻声说道 林姐 你们决定 南宫灵儿四人对视一眼 他们并不傻 知道墨家的这些人 这次之所以这么讲道理 完全是因为 看在顾颖的面子上 墨千秋实力极强 败入八品 顶尖宗门紫阳阁 在林玄一阶中先有敌手 再加上他身后的墨家子弟 也都实力不俗 若是真的冲突起来 他们完全不会是敌手 而且顾颖 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 若不是因为顾家 与南宫家结盟 墨千秋绝对直接 将他们四人赶出去 随后带着顾颖 一同进入佛门景地 据说墨千秋 虽然生性残忍 性格古怪 但是一旦被他认作是朋友的 他都以真心相待 权衡立弊之后 南宫林儿坚定说道 好 随后他来到顾颖的身侧 小声地说道 景地 一定小心 墨千秋极其强横 若真不可敌 立刻放弃 大不了这景地 我们放弃便是 身后的紫云敏 江源院 梁冰 也都是点头 老郭 我也不欺负你 墨千秋沉闷的声音响起 我有一门紫色武学 名为紫阳炼士吼 我凭借这一门武学 曾经将一位 灵玄二阶的师兄 炼断了胳膊 我便以着招定胜负 你若能抗住这一招 我等就此离去 顾颖神色莫名道 你确定 哈哈 老顾 你不会是怕了吧 这可不像你啊 得到顾颖的肯定后 墨千秋放肆大笑了起来 属于他的灵玄境界气息 疯狂喷涌而出 煞时间给南宫林儿等人 带来了恐怖的压力 墨千秋更强了 这家伙平日里凶悍十足 极有魄力 这样的人 在这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界里 如若不死 晋升速度将会无比恐怖 更加强大了 难怪他有这样的自信 墨千秋展现出来的实力极其恐怖 气息威压让人震撼 唯有顾颖神色自然 这让墨千秋极为兴奋 当初的好友与他同步进发 这种感觉 让他莫名有一种我倒不辜的感慨 下一刻 墨千秋浑身开始一出紫光 整个人仿佛化作一口赤声的熔炉 熔炉疯狂的颤动 炸裂的力量渗透而出 紫光浓稠至极 好像要淹没一切 紫阳练世后 紫色武学 稀有的顶尖生波类武学 所有的紫光全部汇集在墨千秋的口中 下一刻便要全部喷涂而出 练化朱世 生化紫阳 顾颖叹了口气 觉得有点对不起墨千秋 下一秒抬手 就是一个大镜严咒 刷 明以备禁言 好 好 嗯 我怎么吼不出来了 墨千秋瞪远眼睛 然而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竟然都无法发出声音来了 浓郁的紫光在他的咽喉汇集 如果再不爆发出来 估计那浓烈的能量 要将他的脖子炼断了 顾颖无奈地瘫了瘫手 千秋 那我就先进去了 啊 墨千秋张牙舞爪 墨家所有人看着五个人 直接二话不说 进入佛门景地 全部凌乱在风中 大哥 你墨不是傻子吧 墨圆圆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家大哥 怎么这么像傻子 然而墨千秋没办法回应他 急忙盘坐下来 将所有的能量全部平息下来 他被墨圆圆喷了好久 脸色无奈 老顾耍赖 不过老顾很强 我能感受出来 这家伙的实力绝对不在我之下 一个佛门景地而已 让了就让了 哈哈哈哈 墨千秋显然很高兴 而墨圆圆的神色 也缓和了下来 知道大哥的形式风格 偏向于魔道 在外面看似洒脱 实则很是乏类 树敌太多 能被大哥当作朋友的 顾颖算一个 现在看到顾颖 而且看到顾颖竟然也这么强 大哥显然心情愉悦 千秋哥 顾颖是不是就是当初一脚 把我踹下湖里的那坏货 我也有点印象 当初的顾家魔头 现在怎么变得这般兵兵有理了 后面的墨家子弟 对顾颖都印象很深 墨千忧哈哈笑道 是啊 就是他 南宫灵儿等人进入到了佛门景地中 柔和的光运 让人心态平和 只不过四个女孩都有点没想到 那墨千秋成名绝技紫阳炼士吼 这么轻易的就被顾颖给破了 刚刚顾颖好像用某些特殊的武学 将墨千秋的武学封住了 然后他们就进来了 墨千秋很遵守莫言 你们不必担心 顾颖示意他们放心 而很快 他也发现了佛门景地的特殊之处 区别于其他景地的打打杀杀 这佛门景地内拥有各种特殊的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将会获得好处 而任务的内容让顾颖想到了日常任务 也就是说 接下来顾颖将会和四位美女 在这里合作做一些日常任务 然后拿到佛门景地内的好处 度远斋规则 一 你必须时常保持微笑 一切负面情绪都会在度远斋内滋生魔鬼 二 任何的魔器在这里都会被无限放大 收敛你心中的阴霾 当魔际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会引起佛念轰杀 三 贪心不足蛇吞象 弄得还挺玄妙 度远斋 是这方景地的名称 其实就是一片空地 一间宅院 宅院正中心有一个香堂 上面供着佛像 柔和的光运掺杂在空气中 让人感受到一股安宁的气氛 院子旁边还有一株菩提树 灿灿的菩提树叶在阳光的熏染下 仿佛绿色涌动的霞光 南宫灵儿等人 看着那度远斋的规则 忍不住沉思起来 在这佛门景地内 任何的负面情绪都会被放大 第二条 是用来克制那些修行了魔道功法的人 佛门景地 虽然安宁祥和 是最安全的景地 佛念轰杀 还好我们这些人修行的都不是魔道 准确来说 他们这些人还没有涉及到功法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所谓的魔器 这第三条 贪心不足蛇吞象 应该就是劝诫我们不要贪心 南宫灵儿的话很有道理 佛门景地主打的就是一个随缘 讲究的是 这个东西是你的 那么就是你的 如果不是你的 你怎样都拿不走 故隐神色微眯 他走到香堂前 下面有一个礼佛蒲园 是专门给人上香礼拜佛像用的 故隐若有所思的跪在上面 任务触发 礼拜佛陀 请跪于蒲园前 怀揣虔诚之心礼拜佛像 收集佛念 当佛念积累到百分之百的状态后 可获得佛门领宝 注明 必须接触到礼佛蒲园 必须心怀前诚之心 收集完佛念即可 佛念 百分之零 这是一个任务 故隐将这个任务 共享给了南宫灵儿几人 佛门领宝 一般都是辅助类领宝 可能会增强修行速度 增加悟性等等 井弟 佛门井弟中 领宝最为珍贵 井弟 这个任务 我们来帮你一起完成 最后得到的领宝给你 南宫灵儿诚意拉满 而子云明等人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 井弟的时间有限 这个度远斋 只能停留两日时间 在这两日的时间内 我们互相帮衬 尽可能的每个人都能有所收获 顾迎表示赞同 随后 开始盘坐在那礼佛蒲团之上 开始做任务 而其他人 也都开始寻找各自的任务点 比如子云明 在给佛像上香的时候 触发了上香任务 需要在两日之内 燃尽288炷香 这个任务好难啊 一炷香是两克钟的时间 一个时辰能燃四炷香 每天十二个时辰 也就是48炷香 两天96炷香 每次上香上三根 那么才是288炷香 最多一次只能上香三根 子云明脸上的笑都僵硬了 这是要我两天时间 不眠不休的上香啊 梁冰找了个匹柴任务 南宫林儿 是在湖中的放生任务 然后他们便开始 执行各自的任务 您成功进入入定状态 请珍惜入定状态 在此状态下 收集佛念的速度将会变快 顾饮有些发闷 这佛堂之上 是有一本佛经的 顾饮送念佛经 这才勉强进入定状态 大约半个时辰的时间过去了 佛念收集度 1% 半个时辰 1% 两天时间 就算是不眠不休的打坐 也顶多就只能收集到 48%的佛念啊 如果当真如此的话 那么这个任务 就是不可完成的 当得知了这是一个 不可完成的目标之后 顾饮心中 如同长了野草一般 打坐本就枯燥乏味 此时顾饮如坐针毡 忽然 一只仙仙玉手 按在顾饮的肩膀上 是南宫林儿 他似乎看出了 顾饮的状态 有点不太对劲 声音温柔地说道 景帝 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 其他办法 只要触碰这蒲团就可以了吧 他坐在顾饮的身旁 两个人挤在一个小铺团上 难免会有一些接触 衣衫轻薄 南宫林儿 脸上闪过一抹红韵 随后一同念诵佛经 半个时辰后 佛念收集度 3% 还真有效果 这个任务主要讲究的 就是一个收集佛念 只要接触到这蒲园便可以了 而多一个人 自然佛念收集的也就越多了 我心中念出的佛念 先是进入到这蒲园之中 总感觉这蒲园收集了少量的佛念 而那佛像抽离了大量的佛念 只不过进度缓慢 难道说 蒲园收集了佛念 才是真正的收集度 景帝 静心下来 不要胡思乱想 其他人的任务不算难 虽然上香任务有点麻烦 但是只要上了之后 便有时间来给顾颖帮忙 一时之间 顾颖也有点局促 四女一男 挤在一张蒲园上帮顾颖来念诵佛经 顾颖完全不敢动 因为稍微一动它 可能就会触碰到一些 不该触碰的东西 比如 四 妮子 你暗算我 顾颖看着姜圆圆 揉了揉自己的肩膀 而姜圆圆棱了一下 然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对肩 面红耳赤 恨得咬牙切齿的 恨不得将顾颖一口吞掉 佛念收集度 34% 这样搜集佛念 的确很快 不过半日的时间 就已经搜集到了34% 只是人多却也很麻烦 很难静下心来 而且念诵佛经的时间越长 对自身道心修为的考验 也就越大 枯燥乏味功课本心 各种杂念 也都开始犹如野草一般野蛮生长了起来 他们搜集的速度越来越慢 仿佛深陷泥潭 许久之后 紫云敏脸色发白 心烦意乱 姜圆圆昏昏欲睡 似乎快要昏厥过去了 梁冰和南宫林儿还好一些 这些本身就很安静的女生 心境比其他人还是要好一些的 去他妈的 顾颖怒骂一声 猛地从那蒲苑上站了起来 吓了四人一跳 顾颖你要干什么 警爹 你 你不要冲动啊 你你你 你不要过来啊 然而下一刻 顾颖浑身奔涌起来可怕的气息 滔滔魔气从他的身上涌现开来 顾颖在这种时刻 竟然直接开启了真魔体 这一魔道体质 瞬间带来恐怖的魔气压力 整个杜远斋轰鸣作响 风云变色 检测到浓郁魔气 正在引导佛念轰沙中 顾颖忽然的躁动 让南宫林儿四人猝不及防 随后他们感受到顾颖身上 那滔天的魔气 顿时花容失色 什么情况 他们还记得杜远斋的规则啊 第二条规则 任何的魔气在这里 都会被无限放大 收敛你心中的阴霾 当魔气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会引起佛念轰沙 他们悚然的看着那剧烈颤动的佛像 正在阴晕着 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宏大气息 仿佛有一万僧侣 坐在灵山上诵念佛经 宏大的声音化作净化诸式的洪流 能将一切魔气轰沙成渣 检测到浓郁魔气 正在引导佛念轰沙中 滔天的佛念汇集而下 随后便要全部朝着顾影涌来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此时开启了真魔体的顾影 犹如一方大魔一般 周遭的佛念 好像化作一根根金色的神菇 将顾影从上到下狠狠地烤了起来 吱吱吱吱吱 佛光骤然化作赤白色的光柱 朝着顾影轰沙了过来 景帝 几人都吓傻了 可就在此时 顾影忽然将地上的蒲原狠狠地抽出 这么抽冷子 一下让南宫灵儿几个坐在上面的女娃娃屁股差点裂开 然而 他们来不及感受疼痛 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顾影将礼拜蒲原高高举起 赤圣的佛念光柱 全部灌溉在蒲原之上 吃吃吃 蒲原竟然开始悬空旋转起来 佛念收集度 45% 佛念收集度 51% 佛念收集度 64% 佛念收集度 75% 南宫灵儿四人瞪眼眉眸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佛念收集度 89% 佛念收集度 95% 佛念收集度 100% 丁 恭喜您完成任务 礼拜佛陀 获得出级佛念类灵宝 灵光蒲原 灵光蒲原 出级灵宝 灵宝效果如下 1 打坐效率星号2 2 打坐有概率提升道星修为 3 端坐其上 悟性加1 这就是辅助类的灵宝吗 想不到竟然是增加打坐速率的 顾影稍微理解了一下 就是说 打坐一个时辰 相当于打坐两个时辰 这对顾影来说 是意外之喜啊 他本就觉得 打坐太浪费时间 毕竟也是一个 可以无限篡改提升的点 顾影并不想要放弃 这个蒲原灵宝 可以让顾影的 打坐速率翻倍 而且还有概率提升道星修为 提高悟性 若是在领悟武学的时候 坐在这蒲原上 应当可以事半功倍 这让顾影很满意 而一旁的四女 呆呆地看着顾影 这样 真的合理吗 这任务的目的 就是收集佛念 而杜远斋的规则 是出现魔器 会引来佛念轰杀 所以顾影直接动用手段 引来佛念 然后又用蒲原 收集那轰杀下来的佛念 这种破局思路 太离谱了吧 南宫灵儿神色复杂地 看了一眼顾影 刚刚顾影的做法 鲁莽中却又夹杂着心系 因为引来佛念轰杀 稍有不慎 便会引来杀身之祸 直接生死盗销 顾影却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了一些细节 一 蒲原才是吸收佛念的关键 二 觉察到他们送念佛经之时 被佛像抽离了大量的佛念 然而真正完成任务的 是蒲原里收集的佛念 三 明白佛像里的佛念 便是用来轰杀魔器所用 与蒲团所收集的佛念 本属同源 顾影心思谨慎 却又急剧魄力 寻常人就算是敏锐地 觉察到了这些东西 却也不敢直接引来佛念轰杀 难怪他和墨千秋能成为朋友 他们都是一类人 顾影未来的成就 恐怕会极其恐怖吧 而对于那灵宝 他们让顾影赶紧收起来 不要让他们滋生贪念 杜远斋情况特殊 容易引起祸化 将圆圆揉了揉自己 顾影的任务结束了 随后四女 也都回到了自己的任务地点 他们的任务看似简单 其实也都极为考验星星 就比如南宫铃儿的放生任务 每半个时辰 会在岸上刷新一只鲤鱼 鲤鱼在岸边活蹦乱跳 很难捕捉 南宫铃儿必须要用最快的时间 抓住这鲤鱼 然后将鲤鱼放生进湖中 然而 他需要放生48只鲤鱼 必须要等鲤鱼放生后 才会开始进行刷新时间的进行 也就是说 必须要在鲤鱼刷新的瞬间 将其捕捉放生 耽误一点时间 都会导致这任务无法完成 南宫铃儿百无聊赖地坐在湖边 顾影站在其身边 看着那充斥着炼焰光色的湖水 随着微风的吹拂 掀起波澜 南宫铃儿叹息 这佛门景地就是不一样 以前我所进入的其他景地 都是各种通关关卡 完成击杀任务 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规则中刷分 而这次渡远斋 却是完全要考验新兴 哎 还真是挺难熬的 南宫铃儿忽然开口说话 可能也是两人待在这里 气氛有些尴尬 然而他却发现顾影站在那里 看着湖面正正出神 景地 你在想啥呢 南宫铃儿对顾影的印象很好 顾影人品不错 待人真诚 无论从哪里看 都很让南宫铃儿 想从心里去结交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还很可靠 等等 可靠 噗通 顾影忽然一跃跳入水中 溅起一层层的水花 南宫铃儿 错愕地猛然站起身来 瞪着美眸 看着那掀起波澜的湖面 啥情况 顾影怎么忽然 跳进湖中了 很快 等到顾影从水中探出头来 一把将一条鲤鱼丢了上来 啪哒啪哒 鲤鱼在岸边活蹦乱跳 阳光照得鳞片声光 诺 你放声吧 哎呀 南宫铃儿 看着岸边活蹦乱跳的鲤鱼 整个人凌乱了 这样 真行吗 我刚放声下去 你又给抓上来 然后我再继续放声 他将那条鱼放回水中 放声鲤鱼进度 748 真的可以 那条鱼才刚下去 顾影一脚又给他踹了上来 继续 哪有刷功德呢 放声鲤鱼进度 4848 恭喜您 获得氧气绝 南宫铃儿得到了奖励 然而却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盯着顾影的美眸一眨不眨的 这般呆乎乎的模样 煞是可爱 太离谱了 刚刚的半个时辰 顾影将南宫铃儿 所有放声了的鱼 全都抓了上来 然后让南宫铃儿再次利用 说实在的 若不是顾影在这里 任南宫铃儿想破脑袋 也绝不可能想到这样的方法 也可以啊 原本需要两天时间 一丝不苟完成的任务 就这么简单 而轻松地被做完了 说实话 大部分人对景帝都保持敬畏 那份敬畏之心 是给予神秘与未知的 因为他们担心 不遵守规则 会不会酿成什么大火 但是顾影却不同 没有经纬 能解决问题的 就是好办法 这本氧气诀 也是一本清新类型的武学 等级不高 但是却也不错 南宫铃儿毫不掩饰其作用 将氧气诀共享给了顾影 氧气诀 调养心神 宁气静心 介绍复杂繁琐 顾影没看完 但是却也大概知道了 这本清新咒的用处 与顾影的清气灵深诀 完全没得可比性 这本氧气诀是一种 自己修行的修身养性的武学 练到圆满之后 会极大程度地克制 自身的天魔混乱状态 无法帮助其他人 解除天魔混乱状态 低级的柔和性清新咒 与其解除天魔混乱状态 不如提升自己 但是对于南宫家来说 也已经很不错了 多谢了 景殿 南宫铃儿这句话 是真心实意地对顾影说的 一对美眸中泛起淡淡的光芒 看着顾影一闪一闪的 走吧 我们去帮他们了 顾影淡淡地说道 度远斋不大 其他人的任务就很简单了 良冰的匹柴任务 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 只不过量有些大而已 而且这些木头的材质很坚硬 寻常刀剑难以砍断 于是顾影取出神侠剑 耀眼的侠光 将良冰的那张冰冷的翘脸照得发红 这是初级领宝 顾影点头 随后一剑接着一剑的砍下 噼里啪啦 被劈好的木柴 很快就堆满了柴房 谢谢锦帝店 良冰难得说这么多话 他得到了一本老农砍柴弓 是蓝色的武学 但是却拥有特殊的属性 对魔道人士触发刀刀暴击效果 伤害星号二 这是一本砍魔道修行者 嘎嘎好使的武学啊 顾影几人相识一笑 良冰还是很厚道的 直接将那本武学 也共享给了顾影一份 这种共享代表着顾影 可以自己修炼 但是却并不能二次共享给其他人 也算是一种专属的修炼授权 江圆圆这小丫头的任务是扎马步 在规定时间内保持动作标准 江圆圆站得腿脚发软 止不住地颤抖 看到顾影等人朝着她走来 也是露出了希望的眼神 声音发颤 哀求说道 锦哥快来帮我啊 顾影在她身边转了一圈 挺标准的 继续努力 这玩意别人帮不了 顾影只能给她加了个油 江圆圆有一种被当侯看了的感觉 她咬牙切齿 恨不得去狠狠地咬顾影一顿 动作不符合标准 本次马步作废 半个时辰 那边传来了江圆圆淒厉的叫声 梁冰和南宫灵儿对视一眼 都露出无奈的神色 圆圆 这个没办法 你的这个任务 只能你自己来完成 我们也帮不了你啊 但是我们可以用灵气 来温养你的肌肉 让你轻松一些 江圆圆叹了口气 酸疼的眼角都有些湿润了 好吧 自己选的任务 含着泪也要做完 接下来顾影三人 来到了紫云敏这里 紫云敏脸上的笑容很僵硬 看起来怨念冲天 枯燥无味的上香 尤其是当得知自己 必须要24个时辰 也就是48个小时 不眠不休的上香 实在是太折磨了 我想过其他的办法 但是无济于事 香炉仅能插三之香 位置就这么大 这应当是规矩吧 紫云敏叹了口气 揉了揉自己被烟气熏得 有些痒的眼睛 的确没什么办法 梁冰和南宫灵儿 都没什么想法 因为呢 顾影冷不丁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眸光深邃 随后他抓来一把香 紫云敏的思维太固化了 看着香味只有三根 而且半时辰上三根香 正好与两天24时辰 对应得刚刚好 便觉得规矩便是如此 仅能遵循着他自己 意想出来的规矩办事 对此顾影响吐槽 这又没有像外面 杜远斋规则那般 真正明面上写出来的规则 你们是不是傻呀 只要能完成任务不就行了 可是每半个时辰 这香炉才会出现火光 借此燃香 除此之外 这渡远斋内是没有火的 没火就无法燃香 所以紫云敏才只能遵守 顾景头顶符献出一串字 先天火灵体 又是一种体质 南宫灵儿等人露出惊悚的神色 顾影本就是灵玄境界的修为 先前引来佛念轰沙之时 已经显露出了一种魔道体质 而现在竟然激活了第二种体质 身怀两种体质 他们忍不住回想起 刚刚顾影与莫千秋的博弈 动用手段 恐怕也是为了给莫千秋留有面子 若是当真打起来 顾影不一定会逊色于莫千秋啊 这家伙真是可怕啊 顾影的手中燃起一团火 都过来 拿着香 几人 每人取来三支香 在顾影的手上 将香点燃 半个时辰之后 燃香进度 2448 真行啊 紫云敏的脸上 重新换上了柔和的笑容 眼眸中洋溢着惊喜的神色 多亏了有顾影啊 不知不觉间 顾影已经成为四女的主心骨了 而且这次 他们在顾影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佛门景地 这种类似于日常流的景地 风险小 只要不是摆在明面上的规则 那么就都有度过的可能 其实说到底 还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太少了 尼玛 24个时辰 不眠不休 才能完成你这个任务 什么佛陀这么大排场 这不是刻意刁难我吗 只要能够完成任务 不就行了吗 一个时辰后 紫云敏的任务也完成了 接下来就剩 你们这样不太好吧 江月月浑身发颤 面红耳赤 汗水尽湿衣衫 她扎着马步 动作极其标准 顾影 南宫灵儿 紫云敏 梁冰就站在她旁边看着她 你们别看着我行了吗 哎 大漠过于射死啊 在经过了四人灵气的温养后 江月月也终于完成了任务 她几乎瘫 翘脸发白 不顾形象地躺在地上 终于结束了呀 江月月貌似获得了一本不错的功法 哪怕是泪瘫了 脸上也洋溢着喜色 剑者有份 我共享给你们 她直接授权 给了南宫灵儿三人 然后黑黑笑着看着顾影 说道 让你刚刚笑话我 说一句圆圆姐 真美我就共享给你 小圆真丑 你 就夸一句就行了 圆圆姐真美 好不好 小丑 最后 江圆圆哭唧唧地 将那武学共享给了顾影 站桩功 辅助类修行武学 保持标准站桩姿势一小时 可获得一点经验 每日站桩累计经验上线510 1520 这种武学 竟然是直接增加一种 每日可以获得经验值的方式 而且这个经验值 是会跟随着这种辅助类修行武学的熟练度 进行增长的 顾影忍不住看了一眼江圆圆 紫色的辅助类修行武学 这效果也是逆天了 不愧是佛门景帝 想不到竟然出现了拥有这样效果的武学 圆圆 这次江家可算是拿到宝了呀 江圆圆顾不得身上的疲累 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门战装宫足以让江圆圆兑换出丰富的资源 这四个丫头的确都不错 他们所获得的东西都共享给了顾影一份 也算是机位厚道了 他们一同走出了杜远斋 似乎可以出去了 等等 你们看一下杜远斋的规则 梁冰忽然惊呼出声 能让沉默寡言的梁冰 如此震惊地这般大呼小叫 顿时让几人都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一 你必须时常保持微笑 一切负面情绪都会在杜远斋内滋生魔鬼 二 任何的魔器在这里都会被无限放大 收敛你心中的阴霾 当魔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会引起佛念轰杀 三 贪心不足蛇吞象 五十五 前两条一切正常 然而第三条却是忽然变得血红了起来 贪心不足蛇吞象说的是五个任务 属于杜远斋内的五件佛门宝物 全都被我们取走之后 就会触发这第三条规矩的惩罚 南宫林儿等人的脸色发白 轰隆 一道大雷在天空中炸开 原本祥和的气氛戛然而止 贪心的修行者 投机取巧 贪心不足 你们的行径引来了佛陀的降怒 杜远斋崩塌开始 宁静的杜远斋 当时变得混乱了起来 几人神色难看 就连顾影都皱起了眉头 这一切发生得始料未及 轰隆轰隆 巨大的佛像原本金光异议 此时竟然也都被暗金色的光芒笼罩 随后猛然复苏了起来 从那正堂之中坐了起来 怒目看着顾影等人 现在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 我们五个人如果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 肯定无法将五件宝物全都取走 但凡取走五件宝物 就会引起杜远斋的一变 佛陀复苏 怒火惩戒我们 但是若是五个人取走三件 或者是两件宝物 那么岂不是太不公平了 这景帝好见啊 江源源忍不住怒斥了一声 而那巨大的佛陀 已然开始愤怒地睁开眼眸 大地崩裂 从里面开始向上爬出 一尊尊肌肤乌黑的僧侣 整个渡远斋 犹如人间地狱一般 景帝 现在怎么办 顾影看了一眼 随后小声说道 这里面怪的境界 都是根据我们的境界来出现的 所以这景帝 也并非是赶尽杀绝 不要被这些状况吓到了 自乱阵脚 僧侣只是神刚境界而已 而那佛陀 像是灵玄境界 愤怒的佛陀像 灵玄境界精英怪 血量 四万 怒火降弹人间 佛陀洗礼贪念 灵玄境界的精英怪 实力应该会很强大 你们解决僧侣 那佛陀 像教给我 顾影眉心闪烁赤红色的霞光 随后神霞剑 直接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南宫灵儿文言 也都稳住心神 主要是刚刚的变动太可怕了 让他们心中滋生了恐惧 顾影的心情太成熟了 不为所动 反而他们看到顾影的眼神中 闪烁着光芒 好像是期待着那佛陀老货 能爆点金币 顾影静直杀出 抬手便是骤剑绝 细密的剑雨划破天空 银亮的剑光 刹那间便将佛陀像笼罩 说说说 140 134 142 顾影的一招骤剑绝 直接削减了3000点血量 随后骤剑绝的雷霆炸裂效果 又带起了500点的血量收割 佛陀愤怒 摧烫的佛光 化作一道道高深莫测的印记 朝着四方散去 太慢 顾影的脚步瞬间带起阵阵残影 那佛陀的攻击 镜片也不沾身 说说说 顾影一剑一剑地展出 恐怖的战力 让南宫灵儿等人震撼 身法 武学 战斗经验 这家伙都无懈可击 灵儿姐 这顾家到底是怎么培养出 这样的怪物的 紫云敏议长 将一只僧侣拍成碎片之后 对南宫灵儿小声地说道 而南宫灵儿也忍不住震撼 或许南宫家与顾家的结盟 将会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家伙 实在强得离谱 顾影在确定了 这佛陀像的攻击 对自己构不成什么威胁之后 开启了先天火灵体 火焰盘踞 力量猛涨 猎穷剑绝 紫色的剑绝爆发 刹那间紫光蔓延 阴沉的压力 让远处的南宫灵儿等人 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这一剑 若是落在他们的头顶上 瞬间就能让他们尸骨无存 顾影也拥有紫色剑绝 这家伙 到底有多少底牌啊 两种体质 一门紫色剑绝 再加上顾家稀有 而高级的雷属性灵器 这一刻的顾影 已有无敌之相 刷 磅礴的剑光撕裂苍穹 随后落在佛陀像的身上 一门 在先天火灵体的力量加持 以及紫色剑绝的爆发下 这佛陀像直接被砍掉了四分之一的血量 怪物 顾影就是个怪物 还好这次有他带着我们啊 顾家出了个顾影 顾伯伯又恢复了神丹境界 顾家的潜力实在是恐怖啊 他们都是世家的天才 想的是 自然也就多了很多 一个福音深厚 潜力无穷的天才 对现在的一些世家来说 价值无穷 很多资源 都是可以给家族共享的 一个顾影 能让顾家的发展 至少提速百分之三十 咔咔咔咔 佛陀像上面 陡然出现了细密的纹路 灵璇及精英怪 在灵璇出阶中 应当是碾压之势 可在顾影的手中 却变得无比的脆弱 砰 佛陀像炸开 忽然闪烁金光 爆祸了 什么东西 佛像的信仰碎片 金色圣物 佛陀的信仰碎片 金色物品 效果 在仁义佛道景地中 使用此信仰碎片 可直接无风险地 完成景地中的一切任务 并且获得四倍任务奖励 意外收获 顾影露出了笑容 他将那一块 金光璀璨的佛陀碎片 收入囊中 若是日后 能够再碰到佛门景地 那么顾影的这一块 佛陀的信仰碎片 能直接帮助顾影 获得里面的奖励 并且 还是四倍的奖励 这家伙的运气 简直是逆天了 实力 运气 都是关键啊 缺一不可 南宫灵儿等人叹息着 他们沙沙僧侣 都已经气喘吁吁 险象还生了 结果人家顾影呢 乱见砍死灵 玄境精英怪啊 走吧 佛陀像被砍碎之后 原本佛陀像所端坐着的地方 空间旋转 形成漩涡 这就是出口 呼 终于出来了 经历了太多的惊吓 如今重新看到了青山绿水 他们也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可忽然 他们看到了 还未离开的墨家等人 顿时露出警戒的神色 墨家的名声 其实一直以来都挺好的 直到这个墨千秋出现后 墨家新生带的口碑 才急转直下 什么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什么手段残忍 将人折磨得半死 难道墨家之人还未甘心 觊予他们在佛门景地中的所得 一边去 墨千秋不耐烦地把他们扒拉开 然后看着顾影 脸上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老顾 许久未见 就此别过太过可惜 不如我们叙叙旧 墨千秋平日里神色阴逸 惹人惧怕 很少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表情只能说 呃 很真诚 南宫灵儿等人对视一眼 都有些不可思议 顾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后点头答应 警爹 我们得回身消宗了 南宫灵儿等人回宗门的日期 已经逾期了 但是他们此番 毕竟是事出有因 而且事先南宫灵儿 也提前打过招呼了 应当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南宫灵儿看着顾影 不知怎叠 这段时间顾影已经让南宫灵儿 有一种依赖感了 似乎天大的事 在顾影面前也都只是小事而已 南宫灵儿看了一眼墨千秋 说了一句 一定要小心 然后便跟着三女离开了此地 哎呀 走远了 灵儿姐 别看了 他们走出好远 南宫灵儿还忍不住回头 惹得江源源止不住的调笑 哪有 南宫灵儿神色羞难 翘脸微红 不过啊 这顾影虽然有点可恶 却还真是个怪物 无论是实力 破例 还是那种敏捷的思维 都要比我在神霄宗内所见到过的 所有师兄师弟 强出何止一点 江源源也难得的认真说道 灵儿姐 抓紧了 顾影这样的人 可不会缺女人缘的 别瞎说话 你揪我脸干啥 无事 随手一提 啊 顾影答应了墨千秋等人 跟着他们同行 路上几人开始叙旧 也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 谈及曾经 大家都感触颇深 哎 都回不去了 现在我们都背负着各自的使命 天地大变 带领墨家走向辉煌 才是我努力修行的意义 老顾 顾家现在的情况咋样 顾伯伯呢 谈及顾秦苍 墨千秋缩了缩脖子 当初带着顾影去干坏事 貌似被顾秦苍抓住了 打得那叫一个狠了 自家老爹非但没有帮他出头 还在后面不断叫缩 这臭小子就欠揍 打 给我狠狠地打 当时的墨千秋 可真是有阴影了 顾影简单地说了一下 顾家目前的状况 引得墨千秋连连点头 顾伯伯重回神丹境 这是大好事 神丹才是我们这些世家 唯一的威慑力 很多利益交换 都要看是否有神丹战力 才能进行的 只不过 云霄门还是要注意的 云霄门实力不俗 最近动作不小 谈论了一会儿 各家局势之后 墨千秋和顾影相识大笑 墨家小辈们面面相去 他们家这位大哥 貌似很久都没有笑得这么开心过了 外人都知道 墨千秋残忍 厌恶而唾弃他 然而他们却知道 大哥只是为了让墨家 在天地大变中 不落后于其他世家的发展 为此墨千秋不止一次身陷险境 每次致知死地而后生 伤痕累累 他好像早就没有在 晶阳城时的快乐了 老顾 我所在乃是八瓶顶尖魔门 子神宗 魔门里也不好受啊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残忍的疯子 哎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被哪位神志不清的长老 抓去放血炼药 一路上 墨千秋反叽叽喳喳的 好像想将这些年经历的苦恼 是全都一股脑的灌输给顾颖 负能量爆棚啊 尼玛 能别爸爸了吗 当老子是垃圾桶吗 你都把我的佛门紧给抢走了 听我几句牢骚怎么了 老顾你别跑 顾颖真是怕了他了 甚至已经后悔 答应他来叙旧了 然而就在此时 几人忽然停下脚步 前方传来滔天的喊沙声 浓郁的血腥味 让几人紧皱眉头 里面溢散出来的气息震荡四方 让人心惊肉跳 他们急忙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随后开始观察 什么情况 两伙人马杀了起来 我看到了空间漩涡 从里面还在不断地杀出人马 会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宝物 这里也出现景地了吗 几人如何都没能想到 怎么他们才刚刚遇到了个佛门景点 现在竟然又遇到了第二个景点 眼间的顾颖与墨千秋 都看到了在那人群争夺中心 一团冰晶笼罩的光雾徐徐旋转 里面似乎有着什么生灵 闪耀着神秘的光芒 未知生灵的兵胎 这双方人马的实力都极其可怕 他们到底是在抢夺什么东西 我的天啊 这也太可怕了吧 我们还是赶紧绕路而行吧 这里面的人最差都是宁丹境界 顾颖与墨千秋有些犹豫 这竟然引发了一场恐怖的神丹大战 他们的视线莫名在空中交织 随后豁然变得明亮 这俩人都是胆子大的 碰在一起 那可不得了了 人无横才不负 马无叶草不肥 观望一下 圣云门与一方从未见过的势力在争夺 怪不得如此激烈 这圣云门之实力 比我紫神门甚至都还要强盛几分 神丹尽强者层出不穷 却也没有拿下 这井地中所产出的神秘宝物 战斗竟然如此胶着 对方至少也是八品宗门中最顶尖的那批 难道是乾王区域之外的宗门 墨千秋开始猜测 而顾颖也忍不住点头 那神秘的兵胎等级不低 现在估计双方势力也不知道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但是都猜测 那玩意等级绝对不低 恐怕能御御出来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所以才血战不止 这就是现在红界的状况 每天都会从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 出现各种机缘宝物 战争纷乱无穷无尽 甚至很多人都已经杀红眼了 看到了未知的事物 哪怕不知道究竟有什么用 也不想让其落入其他人的手中 圣云门的强者 发出山红海啸一般的吼声 神丹靖的强者 纷纷开始发力打得大地摇颤 山崩地裂 靠 我们赶紧往后退一退 墨千秋瞳孔收缩一下 神丹级别的轰沙 着实是恐怖 而对方的势力能与圣云门熬战到如今 自然战立恐怖 圣云门的杂碎们 这神秘兵胎 你们休想拿走 一道道身影晴天而起 滔天的巨浪吞没天地 顾颖和墨千秋忍不住苦笑 看来这神秘兵胎是没有我们的份了 不过这样倒也不错 毕竟这神秘兵胎太过神秘 若是将其带回去 是服侍或说不准 那神秘的兵胎一颤一颤的 顾颖总觉得那不是什么东西 而此时 双方神丹强者都开始强行 想要掠夺走那兵胎 刷 有人的手触碰到了那神秘的兵胎 然而一边突然爆发 刺了 一缕银白色的雾气窜了出来 煞石彻骨的寒冷 将那神丹靖的强者 瞬间冻结成一片冰晶 好冷 周围的温度在急剧降低 一缕神丹级的强者 被瞬间冻结了起来 我好像感受到了生命力 那兵胎之中 有生命力再跳动 每一次跳动 都会溢散出一缕白雾 那白雾拥有瞬间 终结神丹级强者的力量 这一幕实在是太恐怖了 神丹靖强者 在乾王区域 已经算是最顶尖的存在了 结果 现在却被一缕白雾 瞬间冻成冰晶 冰晶里的神丹级强者 毫无生机 直接陨落 呲呲呲 忽然从冰胎中开始 向外蔓延可怕的冰晶 一层一层犹如刺猬的茅刺一般 向外穿刺蔓延 突突突突 那冰胎仿佛要冻结整个世界 复苏的冰胎 神秘的生灵 极致的灾难 漆黑色的光芒蔓延 夹杂在那一片片的白色雾气中 冰晶蔓延覆盖周遭的青山大地 顾颖和墨尖秋等人急忙逃窜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不知道 但是总感觉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圣云门与外来的势力 在为这个未知冰胎打得头破血流 结果这冰胎却是灾难 没有对于物品的贫瘠 仅有无限吞没一切的漆黑色 他们远远退走 短短的时间内 那里原本血战的强者们 竟然全都被卷入冰冻的世界中 全部陨落 圣云门完了 墨千秋神色震撼 青山绿水全部冻结 犹如一座冰晶巨山横尘苍穹 里面葬进神丹强者 很多势力关注到了这里 露出骇然之色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好极致的冰鼠性力量 千万不要靠近 远离 别说是神丹吉了 就算是金丹强者 面对着冰鼠性力量 都讨不到任何好处 冰胎颤动 很多人仿佛听到了 神秘生灵的颂念 极致的冰鼠性力量持续蔓延 仿佛一场灾难过境 冰鼠性力量渗透进入一方城池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原本还热闹沸腾的城池 瞬间陷入死记当中 完全冰封 路过便代表着覆灭于死亡 顾颖也没想到 他们陆建的一宝将士 竟然会直接掀起一场 冻结万物的灾难 这冰鼠性力量 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 让人捉摸不透 其极限究竟在哪里 就在顾颖以为 这场灾难 要获及整个乾王区域 任何势力都无法倖免的时候 忽然那冰鼠性力量 仿佛被某种恐怖的力量 牵制住了一半 咔 整个世界犹如瞬间凝固了一半 那冰晶巨山 爆发出轰鸣之音 山海摇晃 仿佛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冰胎颤动 怎么回事 我从冰胎之中 感受到了一股恐惧的情绪 是什么存在 竟然能让那冰胎都为之恐惧 山海万里 犹如被海洋淹没 刷 虚空中 仿佛屹立着伟岸的生灵 光与沐浴 金光从苍穹最深处延伸下来 极致的道义 生长为漫天神剑 注立在星穹深处 化作诸天星斗 冰灾 你的第三十九次转生 到此为止了 冷漠宏大的声音 在虚空中响起 那声音 仿佛携带无上的旨意 分裂虚空的剑 瞬间灌入冰晶巨山 随后冰胎不甘地惨叫了一声 炸开成漫天冰雾 此时 所有目睹了这一切的人 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恐怖的剑光 仿佛站在道之极点 石仙 石仙竟然会出现在我前王区域 他是被那冰胎吸引过来的吗 冰灾的第三十九次转生 难道那冰胎 已经出现过了三十九次 但是 都被石仙斩灭了吗 他是谁 难道是剑仙子江落 那是一道 集合万千美好于一身的惊艳人物 哪怕沐浴在光雨中 依旧绝代风华 神秘的石仙 顾颖也没想到 这竟然会发展到这种情况 石仙 剑仙子江落 等等 顾颖看到那漫天的冰晶若有所思 他从自己的包裹中 取出了一件物品 结冰的发簪 这发簪带着些战斗过的痕迹 会不会是剑仙子江落之物 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 顾颖看向虚空中的身影 努力睁开眼睛 直视那惊艳的光芒 是否送出物品 结冰的发簪 送 顾颖眼眸中 金光一闪而过 刷 所有人此时仅仅只震撼于那高高在上的石仙 毅力在道之巅峰 轻描淡写的一剑 便将那可怕的冰胎打得粉碎 却没有注意到 一道细微的紫光 忽然飞入云端 云端中的剑仙子将落龙照在光雨中 神秘 强大 无人能看清 他的真实面目 似乎他随便碾下一缕剑光 都足以压他整个前往区域 而此时 他却伸出了那洁白无瑕的玉手 接住了一道细微的紫光 当看到那是什么后 他有些正正失神 似乎有些诧异 结冰的发簪 那是他一直佩戴的贴身之物 可惜在与兵胎初代世大战之时 跌落虚空天道 被淹没在了混沌之中 想不到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一开启缘分面板 激活缘分对象 剑仙子将落 缘分等级 萍水相逢 消息星号一 缘分面板 顾寅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在这里遇到 十仙之一的剑仙子将落 十仙 这可是道境人物啊 尤其是从天道中走出 据说都是道境巅峰的人物 是红界中的绝顶存在 乾王地区地大五伯 可最强生灵也就只有金丹级而已 金丹道道级 差了十万八千里 乾王与真正的大世界舞台 比起来就如同穷乡僻壤 看来是那冰开的悸动 引来了剑仙子将落 倒是让顾寅因差阳错之间 开启了这个缘分面板 冥冥之中顾寅感受到 似乎有一道宏大的眸光 看了自己一眼 应当就是剑仙子将落了 消息 顾寅打开缘分面板 却看到了一条消息 他点开后大吃一惊 绝密消息 即将更新的版本中 将会出现灵币作为 全红界唯一货币 然而谁都不知道的是 灵币并非是凭空出现 现阶段所有灵石 都会在下一个版本中 更新成为灵币 这是一条牵扯到 版本更新的绝密信息 灵石等于灵币 这是一条珍贵到爆炸的消息 比任何质宝都要珍贵 因为上次版本预告之时 所说将要更新灵币 现如今灵石已经大量贬值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 灵石即将失去所有效果 被时代淘汰 灵石贬值 灵脉停止开采 结果原本灵石将会在 版本更新之后蜕变成为灵币 变成红界唯一货币 现在趁着信息差距 可以大肆收集灵脉 开采灵石 等到版本更新的时候 我直接就能够拥有大量灵币 在世界交易行之中 可以兑换到大量的宝物 这是一个直接就可以 将顾家推上巅峰的消息 而此时身旁的墨千秋等人 汗毛倒数 他们没感受错吧 刚刚好像有一股宏大的契机 将他们锁定 那一瞬间 他们差点被压垮了 此地不宜久留 老郭 这横财咱发不了 快撤 山岳 城池 都被冰封 大量的强者悉数陨落 甚至就连石仙都出现了 这其中的恐怖 已经不是他们这些灵选小辈 可以接触到的了 继续待在这里 可能会出现危机 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赶紧跑路 离开此处 故隐闷声发大财 自然不会多说什么 跟随墨千秋等人 赶紧离开此处 而这附近 已经聚集来了很多强者 他们面对那天穷上的 石仙之一降落 也都露出了渴望的神色 都说遇到石仙 便是一场恐怖的机缘造化 可是为何 我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诶 石仙神秘莫测 就算是真有好处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又怎么可能接触得到呢 现如今 这里出现了太多人 有青年俊杰 有老牌强者 甚至就连金丹老怪物 可能都有隐匿在周围 真有机缘 也是他们的 不少人忍不住唏嘘了起来 天地共争机缘 现如今这石仙之一的 剑仙子降旦 又有多少人得到了好处呢 顾颖与墨千秋 找了的毗铃圣阳城的城池里 好好地喝了一顿 就连顾颖都喝得脸色发红 两人都有些怀念以往 若是以后你来了紫神门 一定要小心 这就是一个魔门 但是放心 兄弟我 马上就要干上排名第一了 到时候你 若是有事来我紫神门 我罩着你 墨千秋自信说道 墨圆圆也喝了不少 迷蒙着眼睛看着顾颖 顾颖 你怎么越长越帅了呀 长在我心巴上了 顾颖无语 把墨圆圆这妮子 从自己身上拽了下去 你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开游呢 不过这妮子长得倒是精致 身材玲珑有致 带着点妩媚的气质 趴在自己身上 压得她胸口发闷 若是这妮子 在年长个十岁 三十出头的年纪 肯定是个祸水呀 很快他们沉沉睡去 第二日清晨 顾颖辞行 回到了圣阳城 回到顾家之后 顾颖先将去了喇叭怪区域那边 现在的喇叭怪数量极多 而且每一只喇叭怪 所产出的经验值 也变成了两点 这一提升 对于顾家来说意义重大 除却顾家弟子 还能看到一些顾家的老一辈存在 都在这里斩杀喇叭怪 提升个人实力 顾颖一箭横扫了一群喇叭怪 经验值加六三 妖兽篡改点加十六 力气加十六 掉落蓝色物品 急运签 上级 顾颖眼前一亮 急运签是好东西 人物 顾颖 体质 真魔体 先天火灵体 修为 灵玄一阶 三三五五零零 武学 骤剑诀 圆满五百五十 奉鸣游身部 一千四百一十五 猎穷剑术 四百二十 灵宝 神侠剑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被顾家寄予厚望 成功踏入灵玄境 是他的凤鸣游身部快 即将圆满 他在原地施展了一遍 凤鸣游身部 开启凤鸣游身部 篡改面板 篡改一 凤鸣游身部 分出三道残影 无实体 可混淆视听 篡改点 五 篡改二 施展凤鸣游身部期间 所有武学威力 提升百分之十 篡改点 五 篡改三 凤鸣游身部 百分之五概率 进入凤鸣真身状态 速度正百分之五十 力量加十 所有攻击附带灼烧效果 篡改点 二十 现有篡改点 十五 哎呦 这凤鸣游身部的效果不错哦 顾鸣选择了篡改一和篡改二 他开始施展凤鸣游身部 脚下踩着凤鸣一般的尖锐清脆声响 眨眼间便接连化作道道残影 忽然顾鸣的身影一分为三 一左一右向外窜出 若是在战斗之中忽然施展 绝对能够在猝不及防之下 获得奇效 一瞬间的施神 已经足够在战斗中扭转战局了 而他在施展凤鸣游身部之时 身影闪烁 同时一剑挥出 骤剑绝爆发 威力果然变得更加强大了 顾鸣忍不住点头 他并没有去打坐 而是先去到了顾家内堂 我爹回来了吗 家主刚刚回来 顾秦仓最近早出晚归 一直都在外面跟其他势力交流经验 置换资源 现在顾家的内堂长老们 也都恢复了宁丹实力 顾家越来越有底气了 顾颖推门入 简儿 回来了 顾颖和南宫灵儿 外出了两天时间 这让顾秦仓有些担忧 他答应顾颖前往 也是希望通过南宫灵儿 能够传递出顾家潜力很大的这条讯息 可看着顾颖夜不归宿 孤男寡女的 顾颖感觉顾秦仓的眼神怪怪的 爹 你召开一场内堂长老会议吧 这次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如果运用得当 掌握先机 顾家将直接超脱世家的范畴 嗯 看到顾颖严肃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 顾秦仓连忙开始召集那堂长老 若是其他年轻子弟推门而入跟家主说 胆紧召开那堂会议 我有话要说 肯定会被顾秦仓当场震杀在此地 可顾颖却不一样 顾家长子 这就是未来的顾家家主 而且从天地大变之后 顾颖每每都会带回来好消息 从未让人失望过 而如今看到顾颖这般神色 再品味顾颖的话 顾秦仓心中生起期待 顾家的执行力是恐怖的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一道道身影稳健推门入 他们看到了坐在顾秦仓旁边的顾颖 也都冷了一下 随后纷纷点头示意 等到大长老到来之后 会议正式开始 家主 这么着急叫我们来 发生什么事了 长老们纷纷询问了起来 那堂会议在往年很少召开 每次都是有家族重大决议之事 然而最近召开得越来越频繁了 这也说明顾家在飞速发展 今日前往区域似乎发生了一件大事 轰动周遭 好像与时仙有关 可惜当时那边聚集的强者太多了 我们的人没敢太靠近 长老们手头上的事显然也很多 如坐针毡 顾秦仓看向顾颖 示意他说话 所有长老顿时将诧异的目光投向顾颖 诸位长老 你们刚刚所说之事 是时仙之一的见仙子降落降临的事吧 我当时就在那附近 几位长老原本因为时仙降临的事 坠坠不安 毕竟顾家什么都没得到 不换寡而换不均 怕的就是 其他世家得到了什么 从而对顾家造成威胁 此时听到顾颖当时就在那里 他们顿时心中大定 连忙看向顾颖 大少爷当时 你就在其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顾秦仓的手微微下压 示意顾颖继续说 但神色中也带着些惊喜与期待 我将我手里的紫色物品 结冰的发簪 提交给了见仙子降落 随后获得了一条绝密消息 顾颖看向顾秦仓 顾秦仓将周围的空间直接封住 任何的声音都泄露不出去 在下次红界版本更新之后 灵石将会变为灵币 什么 所有人顿时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灵石变为灵币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在外面无限贬值的灵石 即将改名换性 变成一种全新的货币 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爆炸了 若是我们现在去疯狂收集灵石 不 直接收集灵脉 将那些灵脉全部请来我顾家 那么到时候 我顾家将会负得流油啊 灵币作为世界货币 用处绝对没那么简单 能够给我们带来丰厚的货币 日后能知换回来丰厚的资源啊 此时 顾家的所有人都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看着顾颖的表情极其激动 顾勤仓也点头 随后说道 货币的价值自然不必多想 当完整的交易体系出现后 工法 武学 灵宝 都可以用灵币来进行购买 锦儿的这条消息的价值 是无法估计的 下次更新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争分夺秒 将我们手中的资源 全部兑换成灵币 我们手里的工法 武学 装备 全部置换出去 只不过若是大张旗鼓的 用武学与工法进行置换 会不会引起其他人的疑惑啊 有长老发出疑问 有些担心的说道 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如今一切瞬息万变 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管其他人怎么想 怎么说 拿到手里的才是真的 顾勤仓也是果决之人 大长老和二长老继续针对三家 其他人将手里的事物都暂且放下 全部出去置换灵石 锦儿 你说的没错 这个消息 或许真能将我们顾家 带到一个恐怖的层次 大少爷 顾家或许真能在我们的手中 焕发出新的辉煌啊 我立刻就出去 联系我的那些好友们 放出消息 我们顾家大量回收零食 顾勇也露出了笑容 顾家强大 他外出行走 也就越有底气 等到世界交易行出现 武学 工法 甚至是领保 顾家都会应有尽有 若是到时候世界交易行出现 那么我们 直接就能打破世界壁垒 获得前王区域之外的超级武学与功法 顾颖 泥喃了一声 顾勤仓欣慰地看着顾颖 却是忽然提到 对了 锦儿 金玉套装的那两件 已经搜集齐全了 原本还想着给你呢 结果佛门锦逼出现 我都忘了给你了 顾勤仓一回首 剩余的两件金玉装备 进入到顾颖的手中 这样一来 顾颖的金玉套装 也就搜集齐全了 金玉神明身 可以触发了 神明护体 金玉之身 可在一秒之内 免疫一切攻击 一秒都无敌啊 顾家的会议结束后 内堂长老们纷纷走出顾家 甚至是走出了圣阳城 将顾家愿意大量收购零食的事 告知了出去 一时之间 引起了不小的回应 比如现在的圣阳城聊天频道内 听说了吗 顾家放出了消息 愿意大量回收零食 一百枚零食 可以在顾家换取一本蓝色武学的学习资格 真的假的 顾家疯了 要知道 现在的零食一文不值 一百枚零食 若是在以前 应该是一份了不得的财富 但是若是在现在 还真是一文不值 别说这一百枚零食 能否换来蓝色的武学 就这一百枚零食 很有可能将会在版本更新之后 变得毫无价值 变成会发光的石头而已 一百枚零食 就能换来蓝色武学 这葫芦里 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顾家最近发展速度很快 三家已经被顾家折腾的 快要逃离圣阳城了 只不过 现在忽然来这么一手 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 会不会是顾家 得到了什么小道消息 还真有可能 二人兄 可是版本预告不是说过 下一个世界货币 会是零币呢 这 这就有点太离谱了吧 哎 捉摸不透 要说顾家能够得到 红界版本更新的消息 我是有点不太相信的 毕竟盛阳城 不过只是前王区域的一城而已 哪怕是前王区域 都只是小地方而已 小地方难有什么真消息 哎 兄弟 怎么就咱俩在聊啊 其他人呢 这俩人在聊天频道里 你来我往的聊起天来 可很快却发现 若是在以前 他们聊天的时候 就算其他人插不进来话 也会没事发个言文字 来刷刷存在感 可今天这聊天频道里 除却他们之外 竟然没有任何人开口 这让二人 纷纷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就在此时 第三人说话了 都特么在顾家门口排队 等着兑换蓝色武学的使用权限呢 哪还有空搭理你们这俩傻货 特么的管他有什么算计 大家都是普通人 想那么多干什么 有好处拿才是真的 刚刚临结的张家老三 教了一百块零食 得到了一本蓝色武学 天分权的修炼资格 一百块零食 放在现在买块饼 人家都不收 顾家别管出于什么目的 能让我们拿到好处不就行了吗 俩傻子 伴随着那第三人入场后 聊天频道也陆陆续续 开始出现嘲弄的声音 而此时的顾家门口 已经被圣阳城的普通修行者 围得水泄不通了 别着急 同一本武学 可以无限次授与修炼资格 所以不必担心 被其他人截足先登 时间不限制 所以大家不必着急 也不必拥挤 请保持秩序 一个一个来 外堂三长老顾精锐 被安排在这里阻止秩序 累得满头大汗 上面的决策 他是不太懂的 除缺内堂之外 其余顾家之人 只要听从命令就行了 他将一份清单 发放给前来置换武学的人手中 上面详细地记载了 这次顾家决定公开的 一系列的物品 顾家对外公开武学清单 疾风掌法 天地归一 裂风刀 武学很多 蓝色武学虽然是最低级的武学 但是对他们这些 没有背景的普通修行者 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他们神情激动 可忽然却也有人 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顾家本是剑修世家 这上面 怎么连一本剑法都没有 你傻呀 人家是剑修世家 那么剑绝肯定是他们 内部人员修炼的 我们能置换的 都是他们所不需要的 也是 就算是这样 大部分人依旧心满意足 激动的开始 认真挑选起 自己所需要的武学了 顾精锐统计了一下 一个上午的时间 顾家就已经收集了 九千多枚零食 一切都数据化了就是好 只给别人修炼名额 却没有共享主名额 这样的话 就不用担心 武学是否能够外泄了 一个无限制的修行名额 就能够换来太多太多的好处了 三长老忍不住呢喃了起来 当他开始着手这件事后 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数据化后 带来了机遇 却也带来了便利 未来的红界 会不会是开放的 整个红界所有的武学与功法 全都公开 全部透明 付费可获得修行权限 太可怕了 时代发展太迅速了 我这种老家伙 也得赶紧时代的脚步啊 而此时 因为顾家的动作 盛阳成沸腾 而顾颖待在顾家之中却是知道 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顾家的长老们 毕竟都是宁丹靖的强者 在外面也都有着不小的关系网 曾经宗门的师兄弟们 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 这样一传实实传百 很快 这个消息就会爆炸性的传播开来 现在顾家只是放出了一些蓝色的武学而已 等到人越来越多后 倒是可以拿出紫色的东西了 顾家现在紫色的东西还真不少 紫色的装备那边已经弄出来一套了 顾颖的身上还有一套天魔套装 若是遇到合适的价格 这个天魔套装或许也可以交易一下 天魔套装属性珍贵 就算是要交易 没个百八十条 零卖我是不可能放手的 顾颖心中笃定 而昨天他利用打坐与战装弓 获得了28点经验值 打坐23点 战装弓5点 顾颖看了一眼战装弓的熟练度面板 战装弓550 等到50点的时候 也就能够提升到每天10点经验值了 而顾颖也得到了战装弓的篡改点 篡改面板 篡改1 战装弓半时辰所产出经验值 星号2 10篡改点 篡改2 战装弓每日上线 加5 10篡改点 篡改3 战装弓每日修行圆满之时 力量加1 50篡改点 战装弓毕竟是紫色的武学 江源源的运气的确很强大 这门战装弓的价值太强了 尤其是在顾颖的手中 篡改3格外珍贵 也就是说 每天达到经验值上线后 自身的力量会加1 若是持续下去 那么力量岂不是会无限制上升了 顾颖眼睛发亮 昨天的经验值已经到达了363点 而今日清晨 顾颖斩了喇叭怪 又进行了打坐 顾颖的顾颖打坐的效率翻倍 这个效率所说的 就是一个时辰 可以当作两个时辰来用 三个时辰 也就是六个小时 顾颖完成了打坐 人物 顾颖 体质 真魔体 先天火灵体 修为 灵玄一阶 462500 武学 咒剑诀 圆满750 凤鸣游身部 圆满450 猎穹剑术 420 战装弓 550 大晋年咒 灵宝 神侠剑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支线任务 吴 道吕 吴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被顾家寄予厚望 成功踏入灵玄境 前途无限光明 差一点就可以突破了 顾颖长呼一口气 应该开一只精英怪了 顾颖前往内堂 得知大长老和六长老 暂时都还在顾家里 于是就派人去请了这两位长老 然后开启精英怪 虽然这次参与的长老少 但是现在顾家的长老们 都已经掌握功法 实力大增 两位长老的狂轰烂炸之下 见光如瀑布一般爆发 紫禁喇叭王轰然倒地 值得一提的是 顾颖为了测试金玉神名声 直接站住生生的挨了 那紫禁喇叭王一击 当时把大长老和六长老 吓得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顾颖现在可是他们顾家的心头肉 生怕有一点磕碰了 若是顾颖出了点意外 这两位一心为顾家的长老 把自己头砍了 都不够愧疚的 结果顾颖身上忽然冒起金光 金玉之色冲映在肌肤上 那喇叭怪的攻击渗透进来 竟然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这就是金玉套装 金玉套装 其中有一件是大长老 给顾颖找回来的 自然知道其效果 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金玉神名声 免疫任何伤害一秒钟 这金玉神名声 虽然是最低级的蓝色套装 但是在效果上 就算是一些紫色套装 都拍马不及的 两位长老相视一眼 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这小子现在的实力深不可测 身上的底牌太多了 哪怕是寻常的凌玄二阶 遇到他 稍有不慎都要折几成沙 顾颖越强 他们越高兴 这小子 就是他们顾家的希望啊 精英怪 紫金喇叭王奖励分配 经验值500点 蓝色装备三件 紫色装备一件 你已分配到102点经验值 你已突破至凌玄二阶 顾颖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值 64点经验值到凌玄三阶 露出了笑容 这小子又突破了 大长老和六长老对视一眼 随后摇头是笑道 这小子 现在看来 就算是凌玄三阶的修行者 碰到他都容易翻车了 对了 小景啊 大长老忽然叫住了顾颖 说了一下最近顾家的决定 顾家决定奋出一只紫金喇叭罐 给内外堂长老们用 斩杀紫金喇叭王 顾家的长老们 没有拿丝毫的经验值 拒绝分配经验 然后全都给顾家的子弟们来使用 那时是因为顾家长老们都没有合适的功法 被涅槃限制的状态下 他们无法吸收经验值 现在获得了功法 长老们也需要提升实力 顾颖欣然答应 这些长老才是顾家的顶梁柱 他们越强 顾家对外发展才越有底气 毕竟分给长老们一只 也依旧是要他来开怪的 所以 完全不影响顾颖吸引怪物的仇恨来获得经验值 顶多就是经验值分配的会少一点而已 而这四件装备 三蓝 一子 顾颖没太大的兴趣 让大长老和六长老带走 到时候 可以和外面的人置换零食了 顾颖忙完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在院子里站装了一个时辰 获得了两点经验值 和两点站装功篡改点后 他暂时休息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开始观看自己的万雷剑刚修炼笔记 您观摩了黄自卫剑修的剑刚演化过程 剑道悟性激活 剑刚领悟度加一 雷属性灵气气和剑刚领悟度加一 由于您的观察仔细 剑刚领悟度加一 剑刚领悟度 1250 顾颖在佛门景地之中 也没忘记剑刚的领悟 现在已经拿到了12点的领悟点 能够领悟出 剑刚对于剑修来说 是毕生的梦想 所以现在的任何努力 都是值得的 顾颖现在的实力 若是遇到一些 不够小心谨慎的灵玄三阶 可以战胜 但是境界之间的鸿沟 还是无法填平 若是能够掌握剑刚的话 顾颖有能横扫灵玄三阶的底气 无论如何 顾颖稳健发展 这便是一件大好事 到了晚上的时候 顾颖参与了一场顾颖的会议 三长老顾金睿 手中拿着记录的账本 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随后大声地说道 一日时间 我们一共从圣阳城内置 换出来的两万枚零石 现在都已经存入了顾颈金库内 顾颈金库 是顾颈连夜搭建起来的一间屋子 被以特殊的阵法加固 神丹镜的强者 想要破开都需要一段时间 用来存储零石 另外 我们顾家在外面秘密招工 已经有一百人 进到了我顾家的灵脉内 开始开采零石 而现在我们的消息 也已经在外界散开了 已经有不少世家关注起我们了 很多世家都掌握灵脉 现在抱着灵脉手足无措 听说了我们愿意收购零石 他们都愿意以极低的价格 出售他们的灵脉 只不过一条灵脉 需要十个紫色武学修行名额 这次的会议中 大部分是外堂长老 内堂长老 仅有留在顾家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六长老下午的时候 也已经外出了 此时顾颖忽然疑问说道 其他世家没觉察到不对劲吗 大长老倾笑一声 随后说道 我们换了一种思维方式 说我们获得了一本武学 可以吸收灵石上的灵气 来自换成经验值 那些世家虽然疑惑 但是至少合理 有理由就行了 无理由引来猜疑的话 顾家将会陷入风口浪尖之上 现在的顾家太弱小 一定要如履薄冰 现在的顾家 一派欣欣向荣 大清早 顾颖就接连听到了喜讯 大长老以一本紫色品质的 刀法的完全授权 换来了一方八品宗门的五条灵脉 完全授权 便是说 这件武学日后 便与顾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对方想要给谁修炼的名额 那便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了 此时顾颖看到了顾情仓 屹立在顾家后山 手作鹰爪状 手中灵光异矣 巨大的光幕中 好像飘荡营绕着五条银色的小龙 只有神丹级的强者 才拥有抓取灵脉的能力 还好爹已经恢复了神丹级的实力 不然的话 到时候还要请人家宗门的人亲自去送 这样的交易更有底气 顾情仓的手猛然向下一阵 随后五条灵脉 瞬间犹如画作五条巨龙 进入山峰 轰动 顾家后山猛然轰动 随后银龙之音响彻不绝 整个圣阳城内 都能听到这浩瀚的声音 顾家又有大动作了 我的天啊 顾家直接搬回来了五条灵脉 现在他们搜集灵脉 究竟有什么用处啊 我刚得到的小道消息 据说顾家得到了一本功法 可以从零食之中获取经验值 还有这种说法 楼上的消息可靠吗 肯定可靠啊 不然的话 顾家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毫无用处的零食啊 要知道 新的货币即将出现 零食直接就被取代了所有的价值 变成了一些只会闪闪发光的石头 若是以前修行者 还能利用零食进行修炼 可是现在零食也无法再利用 零食无限贬值 有价就卖 顾家若是能以零食进行修炼 那么将会是很恐怖的 顾家这又搞回来了五条零脉 而且在圣阳城内广收零食 说实话 这也是造福圣阳城的举动啊 顾家这次广收零食 对整个圣阳城也有着天大的好处 原本那些强大的功法与武学 都存在于世家当中 他们这些普通的修行者 哪里接触得到 这次顾家以武学换零食 倒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大部分修行者 都掌握了一本蓝色的武学 圣阳城的整体实力也都有提升 林脉 魏命名992359999 单人采集速度10日 林脉 魏命名6153576999 单人采集速度10日 林脉 魏命名1923529999 单人采集速度10日 林脉有大有小 储存量也有多有少 目前我们所召集到的人 大概一百来人 这样的话 每天能够开采出来一千多枚零食 速率一般 但是若是持续下去的话 对我们顾家来说 也将会是一个长久的收入 顾勤仓看到了顾影 身影一跳动 便来到了顾影的身旁 随后告知了顾影这一消息 如此一来 到时候 我们掌握大量的货币 顾家想要昌盛起来 还是不错的 嗯 另外最近顾山顾侠 那些孩子们的成长也都不错 所以我准备 将他们都送到其他宗门内 你怎么想的 在得知了顾影 拥有某些神秘而特殊的能力之后 顾勤仓反而不太想将顾影 送出顾家了 他担心顾影在外面 万一被人看出一些端倪 到时候 恐怕会生出事端 甚至是引来灾祸 只是顾影早晚都是要出去的 所以顾勤仓忽然莫名的 生起了紧迫感 顾家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这样才能作为顾影的靠山 我暂时没什么想法 我现在在顾家的修行速度 也不弱于那些七品八品宗门的弟子 在顾家也更安全一些 顾影自然是要留在顾家一段时间的 顾影的篡改能力 目前在顾家 能够发挥到最大程度 而且 他已经与顾勤仓摊牌了 很多时候 做事更加方便一点 自家老爹肯定能够全力支持自己 这是在宗门内 无法享受到的权利 除非他真的能够加入七品宗门神优店 据说现在神优店 虽然分裂成好几部分 但是依旧包揽了大量的资源 一个神优店的分裂体 都足以媲美两家八品顶尖势力 七品与八品之间的差距 犹如鸿沟一般 难以想象前往区域之外的那些 更高品级的宗门势力 又该会有多么恐怖 走一步看一步吧 顾影点头 而顾情仓也欣慰地看了一眼顾影 这小子越来越成熟了 顾影从不在意别人的说法 不逞义气之争 稳妥地待在顾家内 将自己的特殊能力发挥到最大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顾家的资源现在越来越多了 顾情仓准备将一些武学 提供给顾家那些在宗门内的弟子 他们的实力越强 在宗门内能够得到的资源 自然也就越多了 对了 锦儿 你记不记得混阳城 听到这个城池的消息 顾影明显呆滞了一下 随后搜寻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神色也不太自然了起来 您说的是混阳城楚家 对 楚清歌那丫头 你还记得吧 顾影心中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老套的剧情来了 通俗来讲 顾影与混阳城楚家的天才少女楚清歌有婚约 混阳城是霍乱之都 秩序崩坏 各方势力常年战争 打得不可开交 楚家也是其中的霸主级势力 当年也有一些利益关系 所以才会与楚家联姻 而现在距离气线内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这心里始终不太踏实 那毕竟是 你爷爷定下的婚约 若是置之不理 倒是显得我们这些子孙不孝 楚清歌现在如何 顾影淡淡地问了一句 对于楚清歌的记忆 貌似仅有小时候的一心半点 那个粉嘟嘟的小娃娃 顾影的印象也有些模糊了 天才少女 气天资可能不在你之下 只不过在天地大变之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的修为不增反降 听说已经下降到了断体三重 有些邪门 你去一趟混阳城吧 修为离气降低 陨落的天才少女 顾情仓奇怪地看着顾影 怎么感觉这小子的脸色有些怪异呢 不过她没多想 继续说道 你去一趟 而至于是退婚 还是遵守婚约 一切都还是看你自己的吧 现在 顾家的发展路程与混阳城关系不大 所以一切的选择权都交给顾影 听说那楚清歌花容月貌 才华横溢 就算是陨落的天才 你若是看上了 那就娶回来 顾影有些无语 你已经触发选择性支线任务 陨落的天才少女 请选择是否履行婚约 选择一 履行婚约 只赴为婚 天作之和 履行当年的婚约 与陨落的天才少女楚清歌完婚 完成后可获得奖励 200点经验值 随即蓝色装备三剑 随即紫色剑法一本 选择二 退婚 我的婚姻我做主 当年的一纸婚约 由我亲手来作废 请与陨落的天才少女楚清歌解除婚约 完成后可获得奖励 200点经验值 随即蓝色武学三本 随即西游属性功法一本 这就是顾影的神色 愈发怪异的原因 提到婚约 竟然触发了一个隐藏的支线任务 这就有点太夸张了吧 顾影将这个任务 共享给了顾情仓 顾情仓顿时瞪着眼睛看着顾影 你小子 这到底是什么你天的运气啊 这都能触发一个支线任务 最重要的是 顾影这次所触发的 这个支线任务的奖励实在是太丰厚了 爹你说 这两个任务应该怎么选更有性价比 此时这爷俩眼睛发亮 顾情仓思索了一会儿随后说道 三剑蓝色的装备和三剑蓝色武学 虽然也有差距 但是对于现在的顾家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顶级剑法 我们顾家现在也有猎穷剑爵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需求 但是稀有属性功法就不一样了 顾情仓的神色也正中了起来 目前的稀有高阶属性有 雷 光 顾情仓有点无奈 不管怎么说 你先看看那楚清歌人咋样 也不能伤了人家的心 楚家也算是不弱的世家 面子工作要做足 我这边给你背上一些宝物 不要让人心里不舒服 对了 我在混阳城里 还有个关系不错的兄弟 你要管他叫王叔 我一会儿就给他传信 让他照不照顾你 混阳城不是圣阳城 里面很多穷凶极恶之徒 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小心谨慎一些 顾情仓念叨起来 是真吓人啊 顾颖连忙陶冶似的离开了此处 虐了一顿喇叭怪后 顾颖的经验值上升到了130点经验值 同时顾颖的喇叭怪篡改点 也提升到了83点 顾颖打开自己的篡改面板 篡改1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1 所需40篡改点 篡改2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10 所需80篡改点 篡改3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帅10% 所需20篡改点 现有篡改点 83 这几日顾颖斩杀的喇叭怪数量很多 积累了不少的篡改点 因为喇叭怪刷新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再加上有顾清仓墨许 这件事 三长老也不多管了 咱家大少爷此举定有他的深意 顾颖选择了篡改2 如此一来 顾颖每天能够获得的喇叭怪经验值上限 也就来到了76点 这让顾颖忍不住露出笑容 加上打坐的23点 站桩的5点 顾颖每天能够获得104点固定的经验值啊 外面日新月异 但是我的这种经验值获取速度 应该也是中上层次 除缺一些运气爆棚的天之骄子 我的晋升速度 肯定超过于那些宗门子弟 篡改2 喇叭怪每日累积经验上限加10 所需100篡改点 下次再进行篡改 就需要100点篡改点了 看来得给顾家寻找一个 可以替代喇叭怪的高刷新帅的妖兽点了 想着想着 顾秦苍派人催促顾颖赶紧去混阳城 大少爷 家主还让你上一趟神剑阁 去看看二少爷 顾绍商这家伙 现在每天沉浸在修炼当中 给顾秦苍的回信也都很潦草 这让顾秦苍有些担心 这小子不会修炼到走火入魔了吧 神剑阁毕竟是八品宗门 里面的竞争很激烈 顾绍商这孩子太单纯 为人率真 很容易被欺负 所以顾秦苍也想让顾颖以探亲为由 去看看顾绍商最近的情况如何 好 我这就出发 顾颖无奈 看着被这位职师递过来的行囊 有些无语 行李都给收拾好了呀 混阳城 这里天气阴霾光色昏尘 混阳城位于一片穷山恶水之间 是秩序的凋零地 应该是这附近城池之中 最为混乱的地带了 不知道多少穷凶极恶之人汇聚于此 称王称霸 而此时 一道身穿黑袍的身影 屹立在狂风咒语之间 可那细密如同银针般的咒语 却无法打湿他的衣衫 无形的气息压迫周遭 让路上的行人不敢与之对视 而此时他手中攥着一封信 神色诧异 秦苍兄的儿子要来混阳城了 我倒是听说 秦苍兄的儿子与楚家的那女子有份婚约 若是楚清哥那女子 还有当初的天赋的话 那么倒是一对狼才女貌 天作之和 实在是可惜啊 只是 他忽然眉头一挑 想到了什么 随后低声呢喃了一声 最近楚家内部分裂严重 楚清哥那一脉遭受排挤 已经快要无法生存下去了 秦苍兄的儿子顾颖 貌似风头正盛 天资恐怖 福原身后 我有所耳闻 顾颖啊顾颖 只是不知道你是来退婚的 还是来履行婚约的 顾家最近的动作可不少 那堂九大长老接连外出 置换资源 发展 可比处于内耗状态下的混阳城 要强得多啊 顾家最近的动作很大 无论是与男公家的结盟 又或者是回收零食 都让人觉得 顾家有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 潜力无穷 同时顾清仓也恢复到了神丹二重的境界 整个顾家欣欣向荣 蒸蒸日上 他觉得顾颈有很大的概率 是来退婚的 楚清歌这一脉已然受尽压迫 来自顾家的退婚 会不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开始有趣了 究竟会按照哪个方向发展呢 楚清歌的修为消失 一直都是一个谜啊 清风山 神剑阁 作为八品剑宗 此地外围设有八层剑阵 镶嵌在群山之间 伴随着裂风涌动 似乎可以听到万剑齐鸣之音 这就是八品剑宗的底蕴吗 顾颖站在清风山内 眺望剑宗山门 神剑阁守山弟子看到了顾颖 有些诧异 此人锦衣华服 眉宇如剑 身上的气质极为伶俐 还带着点凶力 这让他们下意识认为 是他们剑阁弟子 只是他们作为守山弟子 对于宗门内这一代优秀的年轻弟子 已是如数家珍 貌似并没见过此人 这人是谁 很强的压迫感 是我剑阁弟子吗 奇怪 我怎么感觉看着有点眼熟呢 但是仔细想来 顾颖缓缓上前来 客气说道 二位师弟 在下圣阳城顾家顾颖 此番前来神剑阁是位探亲 可否转告一声顾少商 让他过来见我 探亲呢 其中一人忽然惊醒说道 原来您是少商的大哥 难怪我看着如此眼熟 是顾颖哥对吧 此人名叫王陆远 是顾少商在神剑阁内的好友 自然对顾少商的背景比较了解 怪不得看此人有点眼熟 他们兄弟间的轮廓是有些相似的 只是顾少商不是说他大哥太过骄傲 顾家停留已经耽误了修行的黄金时期吗 眼前的顾颖给人一种可怕的压迫 眉宇仿佛蕴含电芒 让人不敢直视 少商最近在神剑阁内构的还好吧 顾颖礼貌的笑了笑 随后询问起顾少商最近的情况 然而王陆远却是目光躲闪 想说什么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少商这小子 恐怕还真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了 顾秦仓对自己的几个孩子都极为了解 看到了顾少商所寄回的信 从字里行间感觉有点不大对劲 顾颖哥少商性格太倔 你也劝劝他吧 不然的话 封建同盟会让少商在神剑阁内混不下去的 王陆远连忙走了过来 提到封建同盟 他脸上的神色满是沮丧 真心实意 看样子和顾少商的关系的确是很不错的 顾颖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 神剑阁内最近得到了一方神秘资源地 名为寒天灵潭 灵潭上共有36块黑石座台 悬浮在寒天灵潭之上 这寒天灵潭是特殊的资源之地 盘坐在上面打坐 每天可以获得五倍的打坐经验值 也就是十五点经验 神剑阁内的长老是不会干预宗门内的竞争 所以 神剑阁内部弟子分帮结派 派系复杂 明争暗斗 很是激烈 封建同盟便是我神剑阁三大顶尖弟子帮会之一 里面的弟子都是排名前百的天才 提到这 就连王陆远也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三大顶尖帮会已经约定好了 寒天灵潭虽然仅有37个位置 但是每个人只需要打坐三个时辰便可以获得全部的经验 所以位置还算充足 足够宗门前百的弟子公平分配打坐时间 少商天赋很强 而且修炼起来极拼命 目前是内门排名第58名 理应得到寒天灵潭的分配席位 结果封建同盟竟然以这个寒天灵潭的位置 要挟少商加入他们封建同盟 其实加入封建同盟没什么不好的 毕竟这种顶尖帮会一旦加入在神剑阁内便是横着走的 但是少商的性子太倔强 再加上封建同盟的态度与手段太恶劣 少商直接拒绝了 现在遭到了封建同盟的针对少商的性格倔强 有一种他们顾家人骨子里的傲气 就算是顾颖被胁迫加入帮会 肯定也是不愿意的 只不过顾颖有些奇怪 少商到底因为什么 才会让封建同盟不得不以这种手段强迫他加入 啊 少商因为一些我不太好说的原因 已经决定加入雷火盟了 雷火盟不在三大顶尖内 却也是一流帮会 难怪啊 顾颖威靡眼眸 随后跟王露远说道 你带我进神剑阁吧 帮我办一个探亲证明 这些人还真是活腻歪了 封建同盟 封属性灵气的剑修是吧 封主灵力 自然也是剑修的主打灵气属性 只不过封属性剑修 与雷属性剑修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这个封建同盟能以此为命名 恐怕对雷属性剑修 也会极为排斥 所以顾绍商就算是加入了封建同盟 日子也不会好过 王露远愣神了一下 顾绍商这小子 从小被欺负了 都是我来摆平的 这次也不例外 顾颖露出幽冷的神色 一对眸子里仿佛有风雷起舞 让人不敢直视 但是他身躯挺拔 眺望神剑阁 徐徐开口道 也不知道 神剑阁这一带的剑修 会不会让我失望啊 这 王露远浑身一抖 怎么忽然感觉 要有大事发生呢 他浑浑噩噩的给顾颖 办理了探亲证明 神剑阁毕竟是八品宗门 外人肯定是无法进入其中的 由此证明顾颖可以在几个区域内 自由来往 谢了 顾颖摆摆手 然后走入神剑阁 在顾颖进入到神剑阁 没多久的时间里 神剑阁主管内门弟子的大长老 收到了一封信件 李叔 紧小子唐突来访 还望李叔见谅 久闻神剑阁这一带弟子 及其出色 这封信自然是顾颖写的 唐突到访 若是直接给顾绍商找场子 行为不妥 甚至可能会给顾家带来货端 落下口舌 所以顾颖直接换了个油桶 久闻神剑阁弟子 见到造诣出色 同为剑修 特来论剑 李天然是顾清康的朋友 当初顾绍商败入神剑阁 也是找了李天然帮忙牵线 现在又是主管弟子争斗 维持平衡的长老 这种先天优势 顾颖不可能不利用 这是来给顾绍商找场子的呀 李天然露出笑容 他与顾颖的父亲是朋友 关系很不错 对顾绍商的事 他自然是听说过的 只是神剑阁长老不得参与弟子争斗 除非到了生死关头 这是规矩 神剑阁一直信奉适当的压力 可以让弟子加速成长 最近神剑阁弟子 的确有些太安逸了呀 他露出笑容 同时将顾颖托人 送来的一套完整的蓝色套装 收入囊中 这小子 会来世啊 我大哥来了 顾绍商原本正在 神剑阁的紫竹峰内修行 忽然睁开了眼眸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眼眸中的欣喜之色 一闪而过 不知怎变 或许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一想到大哥来了 他瞬间有一种 好像找到了靠山的感觉 可以想到大哥在顾家 待了这么长时间 在那种环境下 他目光中闪过担忧 就好像是远行的孩子 担心被家长看到自己 窘迫的生活 大哥在这个时候来了 希望不要出现乱子 他连忙出去 从紫竹林走出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刚靠近就看到了 自家大哥笑盈盈的 站在那里 然后看着自己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他惊喜的走了过去 然后站在顾颖的身前 少商长大了呀 顾绍商最近修行 显然也极为刻苦 他一路走来 听说顾绍商每天 都参加那种探索小队 探索一些有概率出现景地 经历压力与危机的磨练 顾绍商的脸庞更加坚毅 隐隐间已经颇具气度 眉宇间渗透着淡淡的光亮 惹人感叹 身材也有些壮硕起来了 这小子对自己还真狠啊 顾颖揉了揉顾绍商的脑袋 随后轻声询问道 最近过得怎么样 很好啊 我现在内门排名五十七 我准备在年关之前 进入到内门前三十 这小子果然和老爹说的一样 报喜不报忧 小伙子 有时候人太成熟 会过得很辛苦的 顾颖忍不住想到的小时候 那个一被人欺负 就哭闹着跑回家 找顾颖的小屁孩 现在竟然也长大了呀 大哥 你想好了吗 要不要加入我们神剑阁 虽然你现在起步 已经有点晚了 但是只要和李叔叔说一说 加入神剑阁 还是没问题的 顾绍商转移话题 却也是很认真的 跟顾颖说到了这件事 再说吧 我这次是有事 要去一趟混阳城 顺便过来看看 你怎么样 神剑阁不太适合我 闻言 顾绍商有些失望 同时也有些惋惜 大哥明明那样出色 为何在天地大变之后 却是始终想不通呢 明明加入宗门 才是最好的选择 新时代 资源才是最重要的 顾绍商的心中有些难受 当初的大哥意气风发 力压群雄 他以大哥为荣 可是现在大哥 怎么就想不通呢 神剑阁的最顶尖层次的弟子 若是运气好一点 每天甚至能够得到 接近50点经验值 这已经是一个 极为恐怖的数据了 而在顾家呢 三点的喇叭罐 三点的打坐修行 神刚境界想要突破 需要100点经验值 这要猴年马月 才能提升一级啊 你小子 别管我了 我的是什么时候 需要你这臭小子操心了 你小子在神剑阁里 给我好好修行 没事多回家 多休息休息 修行讲究一张一池 给自己累坏了怎么办 顾颖的灼灼目光 让顾绍商低下头去 对了 我听说你们神剑阁 最近刚得到了一个新的资源点 名叫寒天灵潭 我对此倒是很感兴趣 你带我去转转吧 啊 听到寒天灵潭 顾绍商神色躲闪 他的名额已经被强行剥夺了 现在封建同盟的人各种刁难他 排挤他 他的生存空间已经极为窘迫 他现在若是去寒天灵潭 岂不是送上门去 顾颖余光看到了顾绍商犹豫的神色 心中不免冷笑 小子 还想跟我装 走啊 顾颖拽着顾绍商 直接朝着外面走去 大哥 我神剑阁十三片剑竹林 在前王区域都是颇具明显 不如我先带你去那边看 不如寒天灵潭 大哥 我神剑阁还有剑种 里面藏有各种西式宝剑 不如寒天灵潭 大哥 我神剑阁最近还获得了一处祥瑞之兽的刷新点 斩杀后可获得短暂的福运加成 可神奇了 我带你去看看吧 听到这种稀奇的东西 顾颖脚步一顿 有谢 顾少商心中一喜 然而 很快顾颖忽然回头 双眸啄啄地说道 不如寒天灵潭 我就要去看那寒天灵潭 你小子叽叽歪歪的墨迹什么 我 此时 已经就在寒天灵潭入口处 摇摇间可以看到深邃如墨的潭水 上面漂浮着一块块墨色的石台 伴随着飘荡着的灵气节奏 上下起伏 荡漾涟漪 这里积聚灵运 让人安心 这让顾颖也忍不住感叹 神剑阁倒是好运气 竟然能够得到这种特殊的资源点 一旁的顾少商 拉了拉顾颖的胳膊 小声说道 没啥好看的 咱们走吧 可就在此时 几道不和谐的声音 让顾颖眼神微眯起来 咋 顾少商啊 想不到你还敢来到这里 看来还真是没拿我封建同盟的警告当回事 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从你拒绝我封建同盟那一刻起 你在神剑阁便永无宁日了 顾少商看着来人 神色阴沉了下来 沈千秋 我今日不想和你纠缠 我很快就会离去 不要找麻烦 看着顾少商今日竟然有点服软的意思 沈千秋顿时露出惊讶的神色 随后满意地讥讽道 看来昨天我哥对你的教训很到位啊 提到这件事 顾少商脸色一变 随后拉着顾颖便要走 然而却发现自己的力量 竟然完全拽不动顾颖 大哥站在那里 好像一座大山一般 顾颖神色阴沉地看着顾少商 随后说道 他哥是谁 对你动手了 顾少商神色多闪 没有 哥 赶紧走吧 其实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 此人时常针对顾少商 但是实力弱于顾少商 被顾少商击败后 找来了自己的兄长来报仇 打了小的 来老的是吧 就你有哥是吧 还真是找死啊 顾颖的神色阴沉 让整个寒天灵潭的温度 都骤然下降了几分 而此时 沈千秋也注意到了顾颖 看着顾颖与顾少商的轮廓 有几分相似 他顿时露出鱿鱼的神色 嘲讽道 泽泽 你把你哥也找来了 实在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哄 犹如雷霆一般的声音 骤然响起 沈千秋神情错愕 身躯有如炮弹一般倒飞 扑通 他的身躯砸在地上 瞬间昏死过去 顾颖不知何时 竟是已经来到了沈千秋的面前 一只脚踩在沈千秋的脸上 屁腻地看着寒天灵潭内的 所有神剑阁弟子 谁是他哥 滚出来 沁南峰上 一道身影盘做山巅 眼眸中蕴寒淡淡的光韵 眸光锐利 似乎可以破开距离的限制 此人正是李天然 神剑阁内门二长老 神丹一重强者 从收到顾颖的信后 他便端坐庆南峰 关注着顾颖 庆南峰位于寒天灵潭旁边 这里视野开阔 同时也适合他进行控场 毕竟是有人之子 万一出了什么乱子 他也有时间制止 只不过此时 他看到顾颖一脚踹飞沈千秋 然后踩着沈千秋的狗头 屁腻整个寒天灵潭的弟子的场景 忍不住错愕 尼南了起来 这小子这么强 沈千秋已经是神纲五阶 在内门内排名第六时 实力也还算是不错的了 结果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这小子 不会已经临选了吧 只是 他应该还没加入宗门吧 其实李天然主管弟子 又是内门二长老 在神剑阁内权力不小 所以当天的大便后 他们神剑阁在大便洪流中 稳住身形 准备蓬勃发展之际 他也是找到顾少商旁敲 侧击过顾颖的情况 以前顾颖是被神优殿选中 他们神剑阁没有机会 可现在神优殿内忧外患接连不断 原本的神优殿定海神针金丹级下九忧 更是已经失去行踪 他们的机会来了 结果顾少商带回来的答案是 顾颖不愿意加入宗门 决定留在顾家 大抵是因为前后落差太大 七品势力是前王区域的霸主 原本顾颖能够加入其中 而现在神优殿自顾不暇 无心理睬顾颖 所以顾颖心有不甘 自然不愿意加入其他宗门 他当时对顾颖的评价是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可现在 感受着顾颖由内到外迸发的那骨子霸气 以及刚刚犹如雷霆一般的手段 他眼皮一跳 这小子 有好戏看了 封建同盟最近的确有些太过分 很多不愿意加入封建同盟的弟子 都被他们欺负了 这些孩子还是太嫩了 狂傲自负 有顾颖这小子错一错 他们也是不错的 李天然还没意识到什么问题 点头呢喃 他露出笑容 只是 外人贸然在神剑阁这里出手 可是会出乱子的 顾颖 你要怎么解决呢 这人是谁啊 我靠 太猛了吧 刚刚倒飞出去的那家伙 是内门排名第六十的沈千秋吧 这人是怎么动手的 你们看到了吗 完全没看到 这人实力超出沈千秋太多了 恐怕已经是神刚顶尖人物了 寒天灵潭之上 弟子们原本正在修行打坐 被这里的动静吸引到了 议论纷纷 不过却也有封建同龙的弟子 连忙离开此处 顿时一片骚动 而顾绍商待在原地 更大眼睛看着自家大哥 什么情况 他的脑子有点不太够用了 原本还担忧自家大哥 因为自己在这里受辱 结果那沈千秋话 才刚说到一半 就直接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了 等等 大哥也未曾加入宗门 可这实力是怎么回事 离谱 太离谱了 很多人这时注意到了 顾颖身后的顾绍商 看着二人的面部轮廓有些相似 顿时露出了了然的神色 顾绍商的家人 应该是他哥 看来是来给顾绍商找场子的 只是一个外人 竟然在我神剑阁内贸然动手 未免有些太冲动了吧 这是藐视我神剑阁 完全不将我们神剑阁的弟子 放在眼里啊 有很多弟子在背地里煽风点火 顾绍商看到他们 他们顿时目光躲闪 该死 这些封建同盟的人 还真是卑鄙啊 大哥 赶紧走吧 神剑阁虽然内部争斗不断 但是一旦牵扯到这种 事关神剑阁尊严等问题 那么就是一块铁板 一致对外 顾绍商担忧地看着顾颖 大哥为什么这么强 先不去想了 大哥呀 赶紧走啊 一会儿晚了 可就来不及了 此时 神剑阁弟子们也都面色阴沉 背地里那些声音太难听了 此人莫不是觉得我神剑阁无人了 排名第六十的沈千秋 连怎么败的我们都没看清 这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可怕得让人心惊 只是他在我神剑阁内不由分说 便对我神剑阁弟子出手 他不是我神剑阁的人吧 一个外来人 这么做是在啪啪打我们神剑阁弟子的脸啊 他是觉得 我们都是一群软蛋吗 这些年少气盛的弟子们 哪能忍受这种叫唆 目光喷火地看着顾颖 寒天灵坛本就是新晋热门资源点 这里的弟子不在少数 再加上事情一再发酵 汇集此处的弟子也越来越多了 他们得知 有外人在这里公然对神剑阁出手 当即勃然大怒 还有这等事 这是看不起我们啊 事情大调了 顾绍商脸色发白 今日他们兄弟二人 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除非能找来长老制止这件事 可现在周围都已经被围堵的水泄不通了 他们应当如何走 他看向顾颖 该死 大哥你怎么总有一种 不管他人死活的沉稳大气啊 顾颖一只脚 依旧踩在沈千秋的脸上 眉宇间的变腻 那是丝毫不减 沁南风上 李天然长老不知 从来找来了茶桌 宜然自得地切了一杯茶 放在面前绕了绕 然后细细地品尝了起来 他略带些好奇地 看着寒天灵潭那边的情况 完大了吧 顾颖这小子 还是太年轻稚嫩了 太冲动 在神剑阁内贸然出手 可是要犯众怒的 这些娃子一个个手下没轻重 把你打死了 也没地方说理去 还好你小子还是懂事的 提前智慧了我 他与顾秦苍关系不错 肯定不会看着顾颖被打爆的 虽然长老不插手弟子之间的争斗 但是顾颖是外人 内外之争已经上升到了宗门问题 他插手也是理所应当 以前也有过这种事 不过那人和他没关系 所以他出面的时间晚了些 那人都快要被戳得不成人形了 不过他眸光诧异 这小子怎么还这么淡定 这事笃定了 我会出手 这家伙 他无奈摇头 可就在此时 寒天灵潭前 顾颖从怀中取出一纸信封 在空中晃悠了一下 久闻神剑阁乃是剑导民门 今日特来与诸位师兄弟论剑 比武切磋 诸位 这沈千秋先前挑衅于我 我出手教训 确实有些唐突 只是诸位师兄弟应当不会与我计较吧 诺 这是内门二长老李天然长老 给我写的论件引荐批准 破 庆南风上李天然一口老血 差点混着剑南茶喷出来 老子什么时候给你写论件批准了 短暂的错愕后 李天然脸上的表情 也逐渐变得微妙了起来 这小子 有趣 实在是有趣 顾秦仓这个儿子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他还在疑惑 这小子送来了一整套装备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呢 仔细想想 这顾颖做事谨小慎微 粗犷狂妄里 却带着自己的算计 贸然对神剑阁弟子动手 的确会有麻烦 只是换上一个论件的名头 就不一样了 这是上门切磋 甚至顾颖现在挑人比武 那人都还不能拒绝呢 一旦拒绝了 那就是丢神剑阁的脸 在神剑阁这种内部争斗不止的地方 丢神剑阁的脸 再日后就是受人针对的由头 当然了 更重要的还是他这个内门二长老的金字招牌 拿人手短 毕竟收了你一套装备 我还真不好说什么 这小子 哈哈 倒是个小人精 李天然并不生气 反而觉得有趣 他与顾清仓交情不浅 此时看到顾颖这般行为 反而开始感慨 自家子孙不争气了 你看看人家顾清仓的儿子 将他与顾清仓的关系 利用得不可谓不完美 神剑阁内的弟子们目光怪异 论剑 可他们看着顾颖手里的信 露出疑惑的神色 二长老可是神单级强者 手眼通天 这里的事肯定瞒不过他的眼睛 然而现在顾颖已经提到了二长老的名头 二长老却始终未曾出现 这里面的味道有些耐人寻味了 顾绍商的父亲是圣阳城顾家家主 与二长老有点交情 所以论见可能是真的了 大家都是体面人 不可能让顾颖把手里的批准拿出来 让大家一看究竟 所以此时顾颖拿着一张白纸信封 也就有了可乘之机 我大哥 有点厉害 眼前发生的事 对顾绍商这个直肠子来说 有点超纲了 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也不太理解这里面的条条道道 只是感觉 大哥忽然有一种出师有名的感觉 大哥有点厉害啊 论见 呵呵 把你的脚从沈千秋的脸上挪开 忽然一道愤怒的声音从远处响起 沈千山 沈千秋的哥哥 内门排名第五 封建同龙的二把手 这家伙可是神刚智固级别的存在 据说宗门内的长老 已经开始给他筹划 进入神刚智固景地的事了 沈千秋就是因为一直有他搁罩着的 平时形势才会无所顾忌 总是针对顾绍商 打不过就叫大哥 现在好了 人家顾绍商的大哥也来了 不少人露出了看好戏的神色 对封建同盟最近的行径 很多人还是有些不齿的 但是碍于封建同盟的强大 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就你有大哥是吧 我让你放下腿 你没听到吗 顾颖显腻了他眼 脚下顿时用力 沈千秋刚刚有苏醒的迹象 结果又惨叫一声 身子朝着沈千山那边倒飞出去 你再找死 沈千山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气息瞬间炸开 神刚智固境界的气息 将周围不少弟子纷纷逼退 顾绍商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顾颖 却发现自始至终 顾颖神色自若 似乎从一开始见到大哥 他就是这番表情了 会不会大哥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自己在神剑阁被欺负的消息 所以才会只要来寒天灵潭 他忍不住想到了 自己曾经在圣阳城被欺负时的场景 忽然鼻子有些发酸 刷 沈千山长剑出窍 滚滚风势压迫至极 刹那间剑光变已经朝着顾颖袭袭来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么就别怪我了 顾颖站在原地 并指作剑 所有人瞬间感受到了极致的危机 清朗的天空忽然闪烁璀璨次目的光芒 如瀑一般的剑光夹杂雷霆 撕开云雾 骤然坠落下来 骤剑绝 怎么可能 无数弟子瞳孔收缩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空中暴雨梨花一般的剑雨坠落 而沈千山的那几剑 就犹如孩童玩意一般 瞬间炸碎在空中 扑扑扑扑 沈千山瞳孔收缩 口吐鲜血 感觉肺腑仿佛都被节节穿击 好强 而且至始至终 顾颖都没有出剑 他伸出手去点了点天空 随后剑雨降落 他毫无招架之力 此人的境界 绝对不在神刚进 他脸色苍白 倒在地上 痛苦不已 封剑同盟二把手 内门排行第五的沈千山 在顾绍商大哥的手中 过不了一招 这顾绍商的大哥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弟弟妹妹们打闹 其实无伤大雅 但是总有些不要脸的 过来以大欺小 就你们家有兄长是吧 顾颖站在那里 那披腻的眼神 让不少神剑阁弟子 忍不住低下头 不敢直视 不过 你也只是小卒子而已 神刚智骨 内门第五 只是小卒子 那些人露出骇然的神色 顾颖的目光 看向寒天灵坛内 那始终坐在中心石台上的男弟子 那人眸光深邃 窥然不动 此时感受到顾颖的眸光 他回忆挑衅的目光 顾颖看到 刚刚沈千山来到这里之时 略带敬意地看了一眼 这个端坐着的男子 沈千山是封建同盟二把手 而能被他以这种姿态对待的 也只有封建同盟盟主了 我弟弟顾绍商 拒绝加入封建同盟 结果就遭到了封建同盟的针对 我倒要看看 这封建同盟 到底是什么庞然大物 如此大的排场 提到封建同盟 那男弟子虽然尽力遮掩 可眼眸里 却依旧难掩骄傲之色 他能在八品宗门内 建立三大帮会之一 足以自傲 而封建同盟 也一直都是他心中的骄傲 你挑战我 那男弟子也不恼 静静地看着顾颖 你要懂规矩的 我作为封建同盟盟主 也是现如今神剑阁内 排名最高的几位弟子之一 你想直接挑战我 不太妥当吧 端上架子了 这么能装憋 顾颖最看不惯别人在自己面前装逼 他排第几 第二 柳云开 顾绍商神色担忧地回答道 那就好 第一次来神剑阁 就挑翻了内门排名第一 这样行事不太妥当 顾绍商 什么虎狼之词 与此同时 刷 一道恐怖的剑光被顾锦点出 刹那间 寒天灵潭掀起千尺巨浪 灵力的剑光 直逼那柳云开的眉心 这毫不讲理的一剑 瞬间让柳云开面色微变 什么狗屁封剑同盟 小孩子打得闹呢 你真当回事了 滚过来 不然这第二剑 直接要你狗命 寒天灵潭 激起千层浪 那疯狂蔓延 而去的剑光 携带着在场所有 神剑阁弟子 都为这心惊的灵力 好可怕的剑 柳云开瞳孔收缩 脸色微变 再也保持不了先前的冷静沉着 身躯挣扎着站起来 然后一跃而起 躲避那道剑芒 扑痴 寒天灵潭剧烈颤动 边缘出现一系列的 保护阵法纹路 这才将顾影的剑芒威力 全部消散下去 柳云开脸色阴沉 双眸喷火盯着顾影 你再找死 所有人都没想到 顾少商的大哥 竟然如此霸道 直接对着寒天灵潭之中的 柳云开动手 柳云开不仅仅是 封剑同盟的盟主 更是内门排名第二 或真价实地度过了 神刚智固景地的 灵玄境修行者 柳云开钻住长剑 风势奔涌 风劍同盟之人 都是以风属性灵气为主 风属性灵气 也是用剑的第一选择 风属性灵气没那么稀有 却也有灵力之势 所以大部分剑修 都是风属性灵气 风属性灵气的剑修 更像是平民剑修 顾影小声嘻喃了一句 柳云开的剑袭来 狂风烈烈 恐怖的风势 仿佛化作一片 横压大地的利芒 切割一切 对此顾影剑指点出 炙烈的雷光爆发 顾家的雷属性灵气 疯狂的暴虐 极致的灵力 该死啊 这就是稀有高阶属性吗 剑道中的王者属性 可恶啊 为什么我没有啊 我曾经在顾少商的手中 见识过这雷属性灵气 当时便已经很惊艳了 但是顾少商毕竟修为低微 所展出的剑气固然灵力 却也没有这般恐怖的威势 顾少商的大哥实在是恐怖 他并未出剑 这是以指为剑点出灵气 便都有这般恐怖的压迫 此人在剑修上的修为境界 已经不逊色于我们神剑阁的长老们了 一点雷霆顺入狂风 煞时间犹如跌入潭水的一颗炸弹 哄 这剑芒瞬间撕碎眼前的狂风 雷霆属性灵气 与风属性灵气的差距一目了然 仿佛烈火燃烧野草 柳云开的脸色无比难看 风剑同盟的名字便是风属性剑修 而对于其他属性的剑修 他们一直都极为排斥 甚至是可以说是针对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刁难顾少商 正是因为顾少商的雷属性灵气 风剑排斥的同时 也有极度的成分在内 此时看着眼前的顾影 他火冒三丈 脸色阴沉到扭曲 灵玄境的契机瞬间呼啸而出 柳云开不得不全力出手了 这灵玄境的压迫感果然很强 灵玄境界与神刚境界之间的差距 便已犹如鸿沟一般 我不知道 能将柳云开逼成这般模样的顾少商的大哥 究竟是什么境界 雾草 灵玄二阶 有人惊呼出声 顾影气息犹如大海一般涌出 他是灵玄二阶的境界 他们神剑阁乃是八品宗门 内门排名第一 貌似还只是灵玄一阶而已 也就是说 顾少商的大哥来到神剑阁 直接便是第一名 柳云开瞳孔收缩 脸色难看至极 进入灵玄境界后 修为提升速度大幅度减慢 经验值增长到五百点才可以提升 眼前的这个顾少商的大哥 到底是什么底细 圣阳成顾家 此时顾影身后的顾少商呆呆地站在原地 大哥 灵玄二阶 啊这 他忍不住回想起 自己曾经在顾家之时 对大哥那一副怒气不争的模样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也太离谱了吧 他们神剑阁排名第一 都还没有进入灵玄二阶呢 他大哥目前这个修为境界 足以在所有八品宗门内横着走 也就只有那些八品顶尖宗门内的几个妖孽 能和大哥掰掰手腕了 而且 他总感觉大哥强得可怕 柳云开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由得咬牙 提着长剑朝着顾影杀来 动手便是蓝色的武学 风雷剑势 这一招武学有点讲究 已经接近紫色的范畴 以无尽的狂风卷起淡淡的风雷 让威力大幅度增加 雷属性灵气 是所有剑修的终极梦想 像顾影和顾少商这样的人 从出生起 便已经站在了剑修梦想的床板上 刷 耀眼的红光闪耀全场 赤色的红侠将顾影渲染得犹如剑神一般 出击领宝神侠剑给无数人以震撼 顾影一剑斩出 纯粹到极致的雷霆 撕开那所谓的风雷之势 破 柳云开的身子倒飞而出 一口鲜血吐在地上 身前的衣衫已经被剑气搅得粉碎 若不是顾影这一剑留守了 这柳云开估计 直接就要被一剑开膛破堵 封剑同盟盟主 内门第二柳云开 拜 全场一片哗然 这出击领宝 顾绍商的大哥到底是什么来头 出击领宝可没那么容易得到的吧 雷属性灵气 灵玄二阶修为出击领宝 这是什么顶尖豪华的剑修配置 柳云开败的不冤啊 他们封剑同盟欺负人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沈家兄弟欺负顾绍商 现在人家顾绍商的大哥来了 直接把你们封剑同盟整个掀翻了 果然啊 都是报应啊 都是因果啊 此时顾影略微拱手 神侠剑被他收回眉心 赤色的酝酿侠光的印记 让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他朗声说道 各位师兄弟们见笑了 顾绍商这孩子 为人耿直 不懂便通 若是往日里有所得罪 还望师兄弟们多多包涵 只是我今日再次想多说一句 绍商这孩子在神剑阁内 若是同龄落败 那是既不如人 但若是有人以多欺手 以大欺小 仗势欺人 那么还请别怪我顾影手下不留情 顾影给人的压力巨大 那份凝成实际的杀鸡 若是真有人欺负顾绍商 被顾影知道了的话 那么一旦下了神剑阁 迎来的便是这位顾家长子的追杀 不少人羡慕地看向了顾绍商 谁不想有这样一位护短的大哥呀 而此时沁南风上 几位长老星不甘情不愿地 被二长老李天然按在了那里 李天然惊愕地张开嘴 我们放过锦进来 不过只是想让外人来激励一下 我神剑阁的弟子 让他们不要顾不自封 交流经验 想不到这小子竟然如此出人意料 连柳云开都挡不住他一架 滚啊 不过就是拉我们过来背锅而已 还有 顾影是你自己一个人放过来的 什么时候成我们一起放过来的了 不过 内门第二被一剑干翻了 还真是讽刺啊 一众长老端做情难封 窃窃私语 不得不说 这个顾影的实力 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 李天然也严肃了起来 灵悬二阶 雷属性灵气 触及灵宝 这些都让顾影 足以成为现如今这前王区域内 最顶尖的年轻修行者 这个顾影现在貌似 还没有加入任何宗门吧 有一位长老 忽然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 他们这些长老 对各大城区的天才如数家珍 而圣阳城顾影 自然也在他们的脑中 浮原身后之人 气韵眷顾者 现如今 天赋的差距 已经完全被数据化磨平了 现在的这个时代 比的就是 谁更努力勤奋 谁的运气更好 任务 景帝 这些都是运气身后之人 拉开差距的东西 而顾影留在顾家里 虽然最近顾家发展的貌似不错 但是顾影的机缘肯定不少 能否劝说他 加入我神剑阁 文言李天然摇了摇头说道 若是他尚且还只是神刚进的话 应该 还有点可能 但是现在 人家已经凌旋二阶了 咱们神剑阁最强的弟子 也才凌旋一阶而已 妙太小啊 可神幽殿的情况世人皆知 难道不能争取一下 李天然摇头 然而眼眸中的光芒不减 只是倒是可以暂时 让他以我神剑阁弟子的身份 参加即将开启的古遗迹 你是说 再长几位长老 纷纷露出动容的神色 这次的古遗迹 被各大八品宗门掌握 是一方超大型警地 据说牵扯到极为古老的东西 而且根据最新情报 这个古遗迹 应该称之为道地遗迹 与神秘的三道元地体 息息相关 三道元地体 是那一方古老的顶尖体质 难道三道元地体重新出现了 不然的话 这到底遗迹怎么会出现呢 李天然之后没摇头说道 大概有关系吧 三道元地体 上古顶尖体质 没想到 竟然在这个数据化的时代 重新出世了 难道 天地大变 天道起伏 上古的那些恐怖体质 都要重新现世了吗 会不会 天地大变 就是为了催化一个最恐怖 最辉煌的大事 提前到来 此时 顾颖带着顾绍商 离开了寒天灵潭 大哥 他们已经将属于我的寒天灵潭的 那个位置还给我了 而且 封建同盟也已经承诺 不会再找我的麻烦了 顾绍商小脸上有些激动 然而顾颖给他泼冷水道 别高兴的那么走 傻小子 他们只是表面上不会针对你了而已 防人之心不可恶 背地里的阴招 你还是要好好警惕的 好嘞 顾绍商很高兴 这段时间他被针对 如同浸透在黑暗中 他选择隐忍 憋在心里 而现在事情解决了 他终于吐出一口气来 绍商 而此时 一道清零的声音忽然从远处响起 随后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 朝着这边走来 顾颖连忙后侧半步 满脸都是不可名状的表情 那女孩满怀关切地看着顾绍商 似乎是在看他有没有受伤 大哥 他叫王炎 是雷火萌的盟主 哦 顾颖语调拉长 一脸调侃地看着顾绍商 难怪 你小子拒绝加入封建同盟 偏要加入这雷火萌 原来如此啊 顾绍商被弄了个大红脸 王炎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王炎和顾绍商虽然还没有挑明关系 但是却也都心知肚明 情投意合 爹知道不 顾颖忽然问道 还不知道 你说爹会不会顾颖闻言严肃道 难说 爹刚说我们要努力修行 切不可被这些情情爱爱限制脚步 这不 我这次出顾家 也是去混阳城退婚的 大哥 是去退婚的 顾绍商脸色煞白 就连王炎也都是如此 哈哈 逗你俩的 顾颖哈哈大笑 逗弟弟妹妹 还真是让人心情愉悦啊 顾绍商常舒一口气 有些生气地看着顾颖 一路上 很多人都敬畏地看着顾颖 等到王炎离去处理雷火蒙之事 顾颖同顾绍商说道 跟我去见一面李天然长老 你小子还是不懂变通 封建同龙没事就爱欺负你 你就去找李天然长老啊 可是 长老不能插手弟子之间的事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你都在李天然长老身边露面 在外面遇到了多大声招呼 别人自然会投鼠忌器 顾颖无语 李天然长老和顾青苍的关系 可是很好的 年年都会聚在一起 这么好的靠山 你不都发展发展 还能让一个小帮会给欺负了 顾绍商嗷了一声 顾颖来到了李天然的沁南风上 混小子 老夫何时给你开了论件批准 刚走到半山腰 就听到了愤怒的雷霆之音 吓了顾绍商一跳 而顾颖黑黑一笑 这不是扯虎皮唱大戏吗 李叔你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一般计较了 哼 上来吧 顾颖和顾绍商一同上山 你们兄弟二人 长得倒是越来越像你们父亲了 李天然感慨了一声 随后让他们两个坐在这里 简单的寒暄了一会儿后 李天然开口道 顾颖小子 你可听说过道帝遗迹 那是什么 这个遗迹涉及到古时代的一位 名号原帝的道径强者 他是那个时代的脊梁 创下了旷古朔经的壮举 一人执掌三条大道 无敌于世间 道径 顾名思义 就是执掌大道 一人执掌三条大道 果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可惜他晚年之时 被大道反噬 道果被三条大道熔断 他埋葬三条大道 以身入局 用残破的道果 与大道博弈 自他死后 世间诞生了一种恐怖的体质 名为三道原地体 以身入局 圣天半子 这位原地很是恐怖 只不过这道帝遗迹是什么 我们发现了道帝遗迹 如今被前往区域内的 所有八品势力封锁消息 并且在明天探索 顾鹰小子 神剑阁希望你能暂时加入我神剑阁 带领我神剑阁弟子 探索道帝遗迹 事后神剑阁所得 你可选走一剑 道帝遗迹牵扯巨大 竟然会被前往区域的八品势力 联手掌握 这的确有点耸人听闻 道帝遗迹出现 极有可能是三道原地体 重新现实了 若真是如此 世间恐怕又要出现一尊 掌握三条大道的道径怪物 对于三道原地体的事 顾鹰也表示震撼 而对于神剑阁 想让自己参与这件事 顾鹰稍微思考了一下得失后 也便答应了 这一计应当万分凶险 只是危机却也伴随机遇 神剑阁的弟子 在各个八品宗门中应该不算拔尖 所以看到了顾鹰的实力后 他们也才动心了 我们神剑阁不会亏待你的 你今日便在神剑阁内待着 这枚令牌给你 少商知道这枚令牌代表着什么 那是一枚紫色的令牌 顾绍商眸光一闪 等到二人走出了黎长老的屋子后 顾绍商小声说道 这是紫色的经验获取令牌 在神剑阁内只有内门排名前五 三大帮会盟主才有这种权限 每天可以获得50点的经验值 50点的经验值获取 在神剑阁内已经是极高的待遇了 对于神刚境界来说 两天便是一阶的境界提升 这已经极为害人了 只不过和顾鹰在顾驾 每天能够获得的104点经验相差甚远 不过神剑阁毕竟给足诚意了 他也只好答应 于是这一天的时间里 顾颖便在神剑阁内刷刷经验 同时也警告顾绍商 别那么拼命的修行 顾家的是落不到他的肩膀上 而这也让顾绍商如释重负 自家大哥这么猛 那他还努力的锤子 躺平算了 对了 大哥 那个 王延的事 你先别跟爹说 我到时候准备亲口告诉他 顾颖有些感慨 这个小屁孩都开始谈恋爱了 甚至还为了这个王延 不惜得罪封建同盟的人 我是不是老了 顾颖忍不住发笑 而顾绍商也答应了顾颖 这次到底遗迹的事结束后 回一趟顾家 顾绍商也太好奇了 大哥留在顾家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才能让大哥变得这么强 第二日清晨 神剑阁内门排名前五十都 已经汇集在了这里 因为有顾颖的原因 所以这一次 顾绍商也破格进到了这里 顶替了先前 被顾颖所重创的 沈千山的位置 听说了吗 昨天在寒天灵潭 秒杀了柳云开的那人 将会带队我们 竟然让一个外人来带队 长老们不是开玩笑吧 一边去 长老们决定的事 也是我们能够忘义的吗 这次遗迹中 都是八品势力 其中八品顶尖宗门 神霄宫 紫阳阁 玄青宫都在其中 顶尖天焦太多了 这人能秒杀柳云开 实力在灵璇二阶 长老们也是为了能够 让我们拿到更多的资源 八品宗门与八品顶尖宗门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因为八品到七品之间的差距太过恐怖 所以单独弄了的八品顶尖 说的是 强于普通八品的底蕴 却弱于七品宗门 毕竟七品宗门的最大标签 便是拥有金丹级强者 一般的势力顶不上去 宁成金丹 需要超绝的天赋 与恐怖的机缘 不是谁都可以达到的 都在嘀咕什么呢 故隐实力强劲 此番暂时加入我们神剑阁 陪同我们一起 进入遗迹 算是我们的外援 此时 一个年轻的修行者忽然说话 内门第一 萧毅 灵玄一阶的境界 实力强大 而他来到这里后 气氛顿时变得寂静了下来 带队之势 本就该是内门第一萧毅来做 可现在又多了个顾颖 虽然明面上神剑阁长老们 对顾颖没什么要求 可顾颖的实力在萧毅之上 他们也都隐约坚决查到了 淡淡的火药味 一记之势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自知实力 无法与神剑宫顶尖宗门的弟子比拟 若顾颖的实力 当真在我之上 那么我无话可说 萧毅为人端正 眉目锐利 这 师兄高业 师兄果然气度非凡啊 而此时 顾颖走来 身后跟着顾少商 萧毅看着顾颖的神色中 带着点敬畏 随后朝着顾颖略微点头 萧毅真的服气吗 当然不服气 昨天晚上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他便直接气势汹汹的去找了顾颖 提出要较量一番 他作为内门第一 觉得顾颖的存在 是对他的侮辱 结果自然不用多想 惨败 这家伙强大的好像怪物一样 他也与一些灵玄二阶的修行者较量过 但是那些人和顾颖比起来 完全没有可比性 顾颖的实力太超纲了 于是 萧毅也被顾颖折服了 出发吧 同层的长老看了一眼 他们随后嘱咐道 这次的遗迹中 是有年龄限制 所以进入其中的 都是年轻一辈 你们要好好把握机会 这道地遗迹的机会 是千载难逢的 这种道地遗迹 是足以让前王去遇之外的 那些恐怖势力 都为之疯狂的东西 如今落在了前王区域 这种偏僻地带 是这些年轻修行者们的机遇 出发吧 密铃 一道浑身裹在宽大衣袍中的身影 露出风尘仆仆的俏脸 那对毛子虽然疲倦 却依旧犹如璀璨的星辰一般 显然 这毛子的主人美丽动人 他路过一条小溪 轻轻地用玉手捧起一捧水来 扑打在脸上 一张绝美的俏脸 被水雾粉饰的金银剔透 楚清歌 竟见断体一重 体质三道元地体 天道枷锁 零三 此人竟然就是楚清歌 顾颖前往混阳城 便是要找他退婚 而楚清歌 却早已离开了混阳城 来到了这里 那道地遗迹 便是因他而开启 他的俏脸上 闪烁着点坚硬 就差一点了 只要解开天道枷锁 我的修为跌落问题 就能够得到解决了 再坚持一点 再坚持一点 可他却也知道 希望极其渺茫 道地遗迹开启 进入其中的 肯定都是前王区域的 当代顶尖天才 他如今不过只是断体一重 是最初始的境界 随便蹦出来一只妖兽 都能将他立刻打死 可他轻咬嘴唇 美眸中擒着倔强 这段时间 修为离奇下跌 他长进世间冷暖 受了太多的白眼 家族示威 情况不容客缓 要么解开天道枷锁 解决修为境界下跌的问题 要么就葬身在这里 威风吹起他的秀法 少女发白的脸上 写满了坚毅 都小心一点 道地遗迹处于仙云山脉之间 这种广袤的山脉里 有着很多妖兽 不要大意 留意旁边的动静 萧毅走在前面 神色警惕 野生妖兽 在仙云山脉中 时常会出现 是仙云山脉内 最为危险的生物 不同于刷新点刷出的妖兽 这些妖兽生性残暴 逢人便攻击 他们必须小心谨慎 萧毅的目光 忍不住偷偷看向了 自始至终走在队伍后方的顾影 这个怪物神色淡定 这不由得让萧毅心中大定 虽然还是有点不太担心 但是不得不说 长老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怪物 在他们的队伍中 还真挺让人安心的 大哥 你这次当真要去混阳城 顾少商小声地 在顾景深旁循问道 嗯 顾影点头 只副为婚这种事 还是太过儿些 我与那楚清歌 自始至终都未曾见过一面 若真是履行婚约 对我 又或者是对楚清歌 都太不负责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顾影看得很开 所谓穿越者 他自然是无法遵从 所谓的只副为婚 从小到大近二十年 连一面都没有见到过 就要履行婚约 哦 顾少商嗷了一声 这些也都只是路上的闲聊而已 路上遇到了很多妖兽 不过这里显然经受过 各大势力强者提前清场 最强的妖兽 也只有凌玄出街的层次 这里毕竟 都是神剑阁的内门精锐 大部分妖兽被他们解决了 而也有几只强大的灵玄镜妖兽 在神剑阁弟子中 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而顾影出手 用雷霆手段 将那些灵玄镜的妖兽 全部斩灭 其中有一只灵玄二阶的强大妖兽 竟然都挡不住顾影的一剑 这让这群神剑阁弟子 看着顾影的目光 愈发的敬畏了 强的离谱 同阶级的妖兽 扛不住他一剑 刚刚那一剑闪爆雷霆 哪怕不是劈向他们 可散出的剑光 依旧压得他们面色发白 很快 暴地一剑快到了 顾影仰头看天 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威压 其中蕴含着浓郁的道义 他们这种境界 是感受不到道义的美妙的 仅能感受到 其中那铺天盖地的压力 快要将他们淹没 可就在此时 前方忽然传来不小的动静 群鸟四起 有人被凶兽困住了 这人浑身裹在衣袍中 看不清面目 也认不出是什么身份 但是体态消瘦 应该是个女孩 哼 藏头鹿尾 总感觉不是什么好人 神剑阁的人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此时有一个黑袍人 正被一群凶兽团团围住 那些凶兽 也不过只有断体九重的境界而已 在这些神剑阁精锐的面前 完全不够看的 所以他们也有些奇怪 什么叫出师为洁身先死 楚清歌现在就是 他轻咬银鸭 怎么都没能想到 自己才刚刚接近这里 就被几只凶兽围住了 他现如今 不过只有断体一众的境界 在这危机四伏的仙云山脉中 与普通人无异 这些妖兽不断接近 下一刻 他便要沦为妖兽的口粮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可就在此时 刷 银亮的剑光携带雷霆 瞬间带起一片片的血腥之气 楚清歌睁开眼睛 只看到了遍地的妖兽尸体 以及那尚未在空气中 完全绝灭的惊艳剑光 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赶紧回去吧 那一行人已经走远 他隐约间看到了一道挺拔的身影 仅仅只是看背影 便有一种难言的气度 是那人救了我吗 他记下了那人的背影 虽然只看到了背影 但是若是再次见面后 依旧能够认出来 不行 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我必须找到玄清宫的师兄们 楚清歌曾经是玄清宫的弟子 在修为消失后 被无限制放回了楚家 现在 他在这仙云山脉中 也只认识玄清宫的弟子而已 这次带队的是 清风师兄 清风师兄风平绝佳 并且在书信中 也已经答应了 带我一同前往 得赶紧找到他们 他一个断体一中的普通人 行走在这里 实在是太危险了 必须找到 昔日玄清宫的师兄师姐们 而此时顾颖等人 已经走到了 真正的道地遗迹门口 看到了各个宗门的 年轻修行者们 各个气宇轩昂 目光凌厉 倒是很给人压迫感 神剑阁的人来了 看到那个了吗 神剑阁的消逸 那门第一 上次见他还是灵悬一街 也不知道突破了没 看样子是没突破 我们这些八品宗门 自诩不弱于所谓的八品顶尖 结果我们这些各个宗门 拿得出手的天才 却都没有八品顶尖的那几位墙 有人忍不住叹息 可却忽然有人疑惑到 嗯 那人是谁 有的人就是如此 站在人群中 哪怕不说话 却拥有一瞬间抓住 所有人眼球的能力 故隐便是如此 顶尖剑修的气质 是完全藏不住的 神剑宫方向 此时一位抱贱女子 露出冷然的眸光 他长发飘飘 眉眼清冷 玉手轻轻地握了握自己的剑 这人很强 他便是神肖宫内门第一 黄剑领 灵玄二阶的境界 金属性剑修 金属性灵气 本来应该最适合长枪 有金枝锋芒 无所不破 可却被他硬生生地 练成了剑修 而他的身旁 还有一众女子 灵儿姐 那是顾颖吧 他怎么加入神剑阁了 想不到又在这里见面了 南宫灵儿看了一眼顾颖 神色中闪过一抹喜悦 而一旁赫然是当时与顾颖 一同进入佛门景地的四女 灵儿 你们认识 黄剑领诧异地 看向南宫灵儿等人 他正巧 还疑惑此人的身份呢 嗯 上次见面的时候 他便已经是灵玄一阶了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境界 但是他很强 剑领师姐 你们应该会很投缘 哦 他是雷鼠性剑修 嗯 黄剑领顿时美眸发亮 看着顾领带着浓浓的兴趣 黄剑领 从小就对剑拥有极大的兴趣与天赋 爱屋即乌 他对强大的剑修也有着极大的兴趣 通俗点来讲 剑吃 此时顾领感受到这道目光 浑身忍不住一抖 这女的一直看我干什么 变态吗 道地一记已开启 伴随着宏大而毫无感情的声音响起 道地一记彻底开启 煞时间 顾领感受着周围所有年轻一辈的眸光 瞬间变得锐利了起来 哪怕只是八品宗们的年轻一辈 都已经有如此速度 乾王皇族 甚至是乾王之外的那些顶级天才 现如今又在以怎样惊人的速度成长呢 顾领也忽然莫名了 有了几分急迫感 而此时 他也是看到了 先前被凶兽围困的那个黑袍人 那人此时却是与玄清宫的人混在一起 奇怪 玄清宫这次怎么带了个雷赘 玄清宫大师兄李清风 实力应当已经踏入灵悬二阶 据说品行端正 时常行侠仗义 我也听说过这个大师兄李清风 曾经貌似默默无闻 却在天地大变之后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成长了起来 这人的崛起路线堪称神奇 听着这些人的话 顾领看向李清风 很难得 竟然能够在这样一个弱弱强识的世界里 听到对一个人的评价是 乐于行侠仗义 品行端正 可这人就是给顾领一种怪异的矛盾感 这人的长相算不得英俊 顾领虽然不算是阅人无数 但是总觉得相由心生 而这个李清风的面相 与行侠仗义的正义之势搭不上边 走吧 萧毅小声地说道 他虽然是领队的 但是此时却也在征求顾颖的英语 一路上顾颖的实力彻底地折服了他 顾颖点头 神剑阁一行人进入一季之中 那人 我怎么没见过 此时 看着神剑阁中顾颖的背影 李清风微微皱眉 清歌 玄清宫的弟子轻声叫了一句 而此时楚清歌才缓过神来 刚刚就我那人 真是神剑阁的弟子 楚清歌经历了诸多危险 还好凭借着以往的经验 才成功地与玄清宫弟子会合 找到了李清风等人 他也终于是松了口气 走吧 清歌 进去了之后 一定要跟紧我们 你现如今实力不负以往 千万不要反显 李清风露出和善的微笑 对楚清歌说道 嗯 楚清歌点头 走吧 我们也进去 李清风转过身去 然而脸上原本和善的微笑 顿时荡然无存 表情说不出的音译 谁愿意带个累赘 进入到这到底一季之中 匡扶正道 保护修为跌落的师妹 进入到地一季之中 任务奖励 经验值 武时 蓝色武学 这就是李清风的秘密 他的手在怀中反复地 搓动着一枚玉色的令牌 上面温和的光芒阴晕不止 上面有一个正字雕刻 容非风物 正字令 是一件特殊领宝 会根据所经历之事 自动挑选正义之举 来发布任务 任务的奖励 可能没那么丰厚 但是架不住任务多啊 而且在做善事的同时 名声在外 现如今在玄清宫内 极受重视 等到任务结束 找个机会 楚清歌神色古怪 怎么忽然感觉后背发凉呢 他奇怪的目光扫视 却只看到了李清风温和的笑容 刷 进入到了那磅礴的天地之间 道地传承 不愧是涉及到 上古道境强者的遗迹 道运浓郁 一片雾茫茫的 灿烂的符纹构成天空 光洁如玉的山石 拖起瀑布 轰隆 暂时看来 应该是个开放性的遗迹景地 没有特定的任务目标指引 一切靠我们来探索 我还是第一次 进入到这样的景地之中 一时间倒也是 有点手足无措了起来 神剑阁的弟子们 纷纷称奇 进入到这景地中 我似乎被赋予了 一个特殊的名字 我叫剑河 我也有啊 我叫剑江 我叫剑海 好家伙 我们直接江河海试吧 顾颖看了一眼 自己的代号 是剑尊者 萧以眉头微皱 我是剑狂者 有点意思了 似乎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在用某些特殊的代号 来进行指代的 只是不知道 这些特殊的代号 究竟有什么用处 而就在此时 信息通报 恭喜福林人 新城所致 裁员滚滚 成功发现蓝色资源堆 探索到好东西 会有特殊的播报 福林人 这个代号有点意思了 信息通报 恭喜福林人 新城所致 裁员滚滚 成功发现蓝色资源堆 信息通报 恭喜福林人 新城所致 裁员滚滚 成功发现紫色资源堆 嗯 不过一会儿的时间里 这个福林人 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吗 竟然接连发现了 这么多的资源堆 顾盈等人起初还以为 是不是这道地遗迹之中 当真有如此之多的资源堆 结果他们寻找了 大约半个时辰 却只找到了一个资源堆 还是蓝色的 里面没有多少资源 反观那个福林人 信息通报 恭喜福林人 新城所致 裁员滚滚 成功发现紫色资源堆 信息通报 恭喜福林人不对劲 这个福林人不对劲 我靠 怎么感觉 这道地遗迹中的好处 都要被这个家伙 全部收入囊中了呢 大哥 这怎么办 顾绍商也有点着急了 没办法 要知道他们 寻找了半个时辰 都毫无所获 结果人家那边的通报 不停的响起 这的确让他们 开始着急起来了 萧义 找福林人吧 萧义文言看向顾盈 也赞同的点了点头 这个福林人绝对有问题 难不成是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能够知道资源堆的刷新地点 所以 他们何不直接去寻找那个福林人呢 说到找人 顾绍商眼神一亮 我有追踪人的秘法 此时 道地遗迹中 一道肥肥胖胖的身影 露出笑容 他肥头大耳 满脸浮相 他的表情怡然自得 似乎并未确定什么方向 就那么跟随着自己的感觉 沿着一条诡异的路线行走着 忽然 他被绊了一下 忍不住不爽地嘟囔了一句 然后一脚踢向那土坑 刷 紫色的光芒从其中喷勃 信息通报 恭喜福林人 心诚所致 裁员滚滚 成功发现紫色滋圆堆 他叹了口气 运气好 真寂寞啊 他叫张元宝 从小就运气极佳 三岁时意外跌落悬崖 本以为必死无疑 却落到了一只珍稀的祥瑞之兽的巢穴里 被那祥瑞鸟情以灵气补育 觉醒了后天神脉体 修行事半功倍 五岁时 他从山中采回来了一堆 被父母指认有毒的草药 结果家中失火 草药融化 机缘巧合之下 宁城灵丹 被他服下 修为突破 从大火中救出父母 八岁时 有宗门修行者入村落 挑选合适的修行苗子 张元宝却恰好因为贪玩偷跑了出去 本以为错过了修行者的选拔 却意外在后山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强者 收他为徒 这样的事 张元宝已经习惯了 就比如说现在 他跟从自己的感觉走 随便都能遇到资源队 捡到腰疼了 师父说 这道地遗迹很珍贵 里面的资源多到不行 我若是多捡点 他就给我建个宗门 多给我收点师妹 张元宝眼睛发亮 腰也不疼了 前面又有一个 他加快了脚步 可就在此时 阁下 这紫色资源对我先看到的 不如归我如何 一位神剑阁弟子 神色自若地落了下来 抱见笑眯眯地看着张元宝 张元宝神色一致 呆呆地站在原地 那年轻人侧侧地看了一眼张元宝 似乎也在警惕 结果这张元宝在短暂的迟疑过后 竟然离开了这里 大有一种惹不起 咱还躲不起妈的感觉 萧师兄 顾大哥 这人好生奇怪 好像脾气很好的样子 我抢了他的紫色资源堆 他竟然丝毫不恼火 这神剑阁弟子回来后 大为不解 顾少商拥有追踪秘法 他们找到了被张元宝 挖掘过的紫色资源堆 从中锁定了张元宝的气息 随后便一路寻来 此人当真神奇 感觉就是瞎转悠 结果就发现了一处 又一处紫色资源堆 他摊开手 所有人都看到了 其手中的紫色资源 紫色武学 龙虎环游镜 可惜了 不是剑法 不过若是上交给宗门 也能够换来大量的贡献 几人继续跟着张元宝 事实证明 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很快 张元宝遇到了第二个紫色资源堆 又是一位神剑阁弟子走出 站在那资源堆前 威胁地看着张元宝 张元宝神色一致 持一片刻后 又转身离开 没多久 紫色资源堆 我还真是好运气啊 张元宝神色闷闷地 看着那又忽然出现的人 奄奄地转身离开 嘖嘖嘖 运气不错 又是一个紫色资源堆 胸台不如结个善缘 这紫色资源堆已被我看中了 这些人每次一到张元宝 发现资源堆的时候 立刻便会出现 每次出现的人并不相同 但是张元宝咬牙切齿 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没完没了了是吧 下次过来抢资源的时候 拜托换身衣服行吗 都穿的同样的宗门服饰 真当我是傻帽吗 鸦雀无声 惹不起 我躲得起 呵 张元宝运气爆棚 但是战斗力却是一团江湖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他闷闷不乐 继续向前走 很快 他又看到了一个紫色的资源堆 他先是警惕地看向周围 再确定了无人之后 他才缓慢地朝着那边走去 看来刚刚的提醒还是有用的 他长舒了一口气 他弯下腰 要去挖资源堆 结果一只手忽然搭在了他的手上 没完了是吧 我靠 这次还真换了个衣服 不穿统一宗门服饰 反而换上一身黑袍 这资源堆我要了 你要你星号AMP 这么霸道是吧 真当我张元宝没脾气是吗 可他刚想发难 却忽然感受到了磅礴的压力袭来 那人脸上挂着笑容 可张元宝 却感觉似乎自己 只要稍微露出点不耐的神色 这人便会立刻拔出剑来把他砍了 他脸上的不耐烦击刹车 得嘞 这位爷 我帮您挖出来 胖子一身肥肉 喜气洋洋 明明很伤心 却还得露出开心的表情 将那地上的紫色资源挖了出来 然后放在了顾颖的手中 顾颖转身离去 这张元宝欲酷无泪 什么情况 他的运气一直都是极为无敌的 可现在 自己遇到好东西 就被人抢走了 在以前 就算是遇到了这种类型的事情 也会出现各种差错 导致那东西 最终会落到他的手中 先前那些人出现的时候 他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可这个黑袍剑修出现后 他有一种极度怪异的感觉 似乎运气 被一股可怕的力量阻挡了 紫色武学 钟灵剑身 竟然是一本紫色剑绝 这紫色剑绝一出 顿时便让肖颖等人 露出了火热的光芒 作为剑修 紫色的剑绝实在是太珍贵了 顾颖将这本剑绝的权限给了肖颖 等到出了道地遗迹之后再进行分配 不过这本紫色剑绝顾颖倒是看得很心动 顾颖也发现了这种不劳而获的爽感 决定薅羊毛就得心狠手辣 能不能别来了 张元宝顺风顺水一辈子 第一次遇到这等大剑 那个黑袍剑修墙的离谱 他完全不敢反抗 一路各种宝贝都被顾颖拿了过来 你累了吗 要不谢谢 顾颖关怀的询问道 不用 不用 张元宝看着顾颖怀中杀气腾腾的神侠剑 欲哭无泪 而此时公告飘出 信息通报 恭喜剑尊者心诚所致 裁员滚滚 成功发现紫色资源堆 剑尊者 好大的口气啊 不少人顿时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这遗迹给的称号竟然会这么大 剑尊者 尊是什么意思 至尊 剑中至尊 是这个意思吗 你们发现没有 那个运气好到让人嫉妒的弗龄人 似乎很久都没有他的奖励公告了 好像还真是 而且都是这个剑尊者 不断地发现资源堆 该死 这资源堆真的有这么容易被发现吗 为什么我探索了一个史诚了 只发现了一个蓝色资源堆 还差点被里面折服的毒蛇咬个半死 人比人气死人啊 整个道地遗迹中的人 都露出极度发狂的神色 李清风露出阴逸的神色 该死 这个剑尊者到底是谁 凭什么这么好运 共计紫色武学五本 蓝色武学七本 紫色特殊物品三剑 跟着这张元宝 我们果然收获丰富 只不过 我们还要继续跟着吗 此时神剑阁弟子统计了一下 他们跟着张元宝所获得的东西 随后 也都露出了笑容 不过 他们看向张元宝 此时已经身无可恋地躺在地上 你杀了我吧 杀了我吧 你也不能一毛不拔呀 哪怕给我留一点 我也能有个心理安慰 继续给你找资源堆 你叫顾颖是吧 放过我吧 一剑了结了我吧 张元宝在地上撒泼打滚 可很快 当顾颖的剑 真的要落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 他一个机灵从地上窜了起来 顾颖 你玩真的是吧 我就口嗨一下 此时不可能死的 张元宝比谁都惜命 毕竟红运当头的开局 可称之为无数人梦想中的王炸开局了 只是要怎样摆脱顾颖呢 这家伙就是个怪物 不过 此时顾颖却是冷淡的 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别妄想摆脱我了 你运气再好 逢凶化急 可这毕竟是三道原地体所留下的遗迹 牵扯到那种打破天道枷锁限制的存在 你觉得你的运气还能万无一失吗 顾颖的话倒是让张元宝很赞同 他在进入到这里之前 师父也提醒过他 小心谨慎 最好是能够待在外围地带 不要轻易渗透进入里面 好吧 顾爷 我这算是落你手里了 张元宝看向顾颖 这个黑袍剑修实力恐怖 甚至要超过其表面上的修为境界 跟着顾颖 的确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神剑阁弟子们一个个神情激动 随后萧依看着顾颖的背影 呢喃自语 虽然长老说事后顾颖仅能取走一种东西 但是说实话 这大部分的资源都是顾颖所得 恐怕到时候 长老们也不会对顾颖吝吝的 找到张元宝是顾少商的秘书 而挟持张元宝是顾颖一直在做 长老们若是真吝啬于顾家兄弟的话 那也便不是他们神剑阁的风格了 剑修上下通达 仪器贯通 不轻易承认恩情 而此时顾颖带着张元宝继续走着 可很快 前方忽然爆发出阵阵威势 一座假山此时向外喷勃金光 煞世间顾颖露出震动的神色 金色资源堆 就连张元宝都也冒金光 金色资源在整个前往区域都不多见 靠 我真是红运当头啊 刷 当顾颖向前走着 触发了那金色的巨山 瞬间 一道金光蔓延天穷 一记通报 红运当头 顶尖领宝 红天战甲已出事 煞世间 整个遗迹中的所有人都露出震撼的神色 顶尖领宝 还是防御型顶尖领宝 我靠 不愧是牵扯到上古道境强者的遗迹 竟然还会出现这种恐怖的宝贝 顶尖领宝 就算是被前王皇族拿到 都要正在藏宝阁里 当作镇族之宝吧 一旦透露出去 势必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而此时 神剑阁弟子们纷纷走了出来 一个个神色严肃 古大哥 现在怎么办 所有人都知道了顶尖领宝的出事 此时金光蔓延天地 肯定很快那些人就会找过来了 临山县 战甲出 王陵踏破地狱 追随战甲出征 煞世间 那金色的巨山上 竟然开始咔咔崩裂 滔天的喊沙声响彻云霄 似乎有千军万马涌出 可怕的王陵军队现实 手持长脊 拱卫战甲 想要得到顶尖领宝 必须突破那王陵军队 萧毅瞳孔收缩 每一个王陵 都至少凌旋一阶的战力 他们身穿甲骤 气息狂野 我们真能突破重围吗 张元宝跃跃欲试 他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情况 只不过他走过去的时候 那些王陵馆都不管他 好像把他忽视了一样 此时他靠近 刷 王陵朝着他砍来 差点把他吓尿了 顾颖一把将他拽了回来 一边去都说了 你的运气遇到原地留下的东西 未必会有用 张元宝下的肥脸煞白 此时看向顾颖 却只看到了顾颖身上 爆发出来的恐怖的气息 顾颖神色火热 眼眸盯着那金光蔓延中的 那件辉煌赤圣的战甲 真魔铁 咸甜火灵铁 强横的气息缭绕在顾颖的身旁 他手持神侠剑 雷属性灵气 仿佛雷龙一般沸腾在周遭 给人窒息一般的压迫 好强 萧义等人纷纷后退一步 顾颖在神剑阁内 从未展现过全部实力 他拜柳云开 也只是一剑秒杀 就连拜萧义的时候 也都没怎么用力 此时看到了顾颖这恐怖的压迫 让这些剑修忍不住 低下了高贵的头 天魔闪光 天魔套装灵晝全开 紫色的光芒在顾颖的身旁 汇集凝成七道身影 魔气滔天 这七道身影一出现 便立刻同时吟唱咒语 恐怖的光芒化作红流 瞬间朝着亡灵军队冲击而去 轰隆 挡在前面的亡灵 纷纷在惨白色的光芒中 化作飞灰 顾颖仗剑而出 骤剑绝 刷 银亮的剑光撕开云雾 化作剑与铺天盖地的落下 坠落在地上 化作一片雷海翻腾 扑扑扑扑 这强得有点逆天了 顾绍商 你大哥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两种体质 紫色武学 初级灵宝 怪物 太怪物了吧 顾绍商攥紧拳头 大哥还是如同当年一般 强得离谱啊 猎穷剑术 顾颖一箭开天 可怕的剑光 伴随着银亮的雷霆 喷波天际 瞬间在那亡灵军队中 开出一条血路 凤银游身部爆发 三道分身 从顾颖的身上分裂开来 混淆视听 而他本体化作鬼魅 瞬间出现在了那金色巨山之上 顾颖伸出手去 金色的光团中 触感冰凉 一瞬间透露出震天的肃杀之意 这就是红天战甲 顾颖将那甲咒取出 红韵当头 顶尖领宝红天战甲 已被剑尊者取出 当看到这一条系统公告之时 整个道地遗迹都沸腾了 一道道身影发了风一样的 朝着这边涌来 靠 剑尊者 又是这个剑尊者 红天战甲 等级 顶尖领宝 领宝状态 未认主 红天神甲 十秒的时间内 获得一百点防御增幅 冷却时间 六十尘 诸天亡灵 可召唤出无穷无尽的亡灵 蕴含滔天怨念 亡灵的等级 与佩戴者的修为有关 佩戴者的修为 一级 冷却时间 三日 这个防御性灵宝 除了会增加防御力之外 竟然又赋予了顾影一个能力 召唤亡灵 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修为是灵玄二阶 而所召唤出来的亡灵 便都是灵玄一阶呗 这个技能有没有用 完全取决于顾影 能够同时召唤出来多少个亡灵 若是能召唤出一支亡灵军队的话 顶尖灵宝想要认主极为困难 现在附近虎视眈眈的人 还是太多了 顾影决定等此事结束 再让顶尖灵宝进行认主 刷 一道道身影已然接近 这个剑尊者到底是什么运气啊 他都已经被系统拨爆了多少次了 我怎么感觉 大部分的好处都被他得到了 顶尖灵宝也被剑尊者拿走了 这个剑尊者究竟是何方神圣 一道道不怀好意的眸光 看向这里 嗯 是神剑阁的人 难道那剑尊者是萧叶 萧叶乃是灵玄一阶 又是用剑的 还真有可能啊 这神剑阁的萧叶乃是神剑阁那门第一 实力的确不俗 不少了解萧叶的人点了点头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猜测起 萧叶是否已经突破 进入灵玄二阶 萧叶 那顶尖灵宝在哪里 就是 天才地宝 有能力者居之 这等之宝你 若是想这么轻易的就收入囊中 未免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 这些人眸光火热 可萧叶并未说话 相反神剑阁弟子们所簇拥着的那一道黑袍身影 忽然转身过来 不由分说便展出了一剑 煞时间 恐怖的雷霆从天而降 狂暴的剑光将大地展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在那剑光之下 他们都显得无比的渺小 靠 溜了溜了 这是什么怪物啊 一群乌合之众 萧叶莫名感觉很爽 这些人对顶尖灵宝红天战甲 无比贪婪 可当看到顾影那强大的一剑后 便立刻不敢再挑衅了 犹如吓破胆的老鼠狼狈逃窜 这就是绝对的实力 顾影的实力感觉 比普通的灵玄二阶还要恐怖 见尊者 萧叶此时正在反复的琢磨 这个昵称的含义 想不到啊 神剑阁竟是请了外援 你就是见尊者了吧 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远处响起 随后一道身影便朝着他们而来 此人赫然是玄清宫大师兄李清风 然而此时的李清风 已然没有了原本那冷静和善的模样了 他心中的贪婪如火 直勾勾的盯着顾影 匡扶正道发布任务 放弃对顶尖领宝的禁逐 并为见尊者保驾护航 直到他成功完成顶尖领宝的任主 任务奖励 一百点经验 蓝色武学新号一 滚远点 现在什么任务都已经不重要了 李清风早就已经对正自令上的任务 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一个字都已经听不进去了 这些狗屁的正道任务 难不成有一个顶尖领宝 所带来的价值大 尤其是那可是防御型顶尖领宝 别说同阶了 就算是在阅一阶 对方想要破开防御也绝不容易 贪婪如同野草野蛮生长 周围的人都感觉怪怪的 这李清风怎么和传闻中的正道形象 有点不太符合呢 旁边身穿黑袍的楚清歌 看到了顾影 见眉心目 气息伶俐 先前那一剑之威 已经奠定了其年轻一辈最顶尖的水准 李清风 怎么你也想与我们 争抢这件顶尖领宝 天才地宝 岂有不夺之理 李清风一步一步接近 身上灵璇二阶的契机 不加掩饰的向外涌出 而他的眼眸始终看着顾影手中的金灿光雾 一件精致凛冽的甲昼在气中漂浮 让他眼眸如火焰一般 这人给人的感觉音一极了 真的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道君子 张元宝有些惧怕地看向李清风 他本能地对李清风有些抗拒 总觉得此人身上没有半点正道之风 他甚至在心中比较 若是让他选择的话 他宁愿威胁他的是顾影 而不是眼前的这个李清风 顾影也看向了李清风 你没必要与我争抢 你无法得到这件顶尖领宝的认主 顾影将手中的红天战甲略微抬起 随后指向了面前的李清风 那红天战甲的气息似乎极为抗拒 顶尖领宝已经出具灵性 若是被其抗拒 那么注定无缘认主 然而李清风并不恼弄 他从怀中取出一个血色长满牙齿的莲座 这个莲座古怪诡异 特殊物品当血莲子处于激活状态后 可以强行完成领宝认主仪式 激活条件完整吞噬一名断体漆修行者的血肉 可使血莲子饱和并且处于激活状态 这件紫色的特殊物品竟然如此邪门 吞噬断体漆修行者的血肉 便可强制领宝认主 这东西也太邪门了 应当是邪魔类型的物品 仅会出现在魔门井地之中吞噬血肉 那不就是以活人血迹吗 李清风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他不是一直以正道自居 难道一切都只是他的伪装吗 周围围观的人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 看着李清风手中的那血色莲子露出了惧怕的神色 而他身后的楚清歌身躯一颤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断体漆修行者的血肉 玄清宫内 不就只有他一个断体漆修行者吗 很快他感受到了李清风音音很辣的目光 瞬间翘脸煞白 师妹 你也不想师兄望阳心探吧 那可是顶尖灵宝啊 若能得到 师兄足以成为这一代年轻一辈中的最强者 哪怕是皇族的天才 我一时不惧啊 楚清歌一颗心沉到谷底 假的 都是假的 他被李清风骗了 楚清歌也没想到 在玄清宫内宿来封平极佳的李清风师兄 竟然会如此心狠手辣 血迹活人 那可是魔道手段 显然 李清风进入过魔道景地 并且从中获得了这枚血帘子 能进入魔道景地的人 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人 听说那些魔道景地的规则都可变态了 不丧心病狂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走出来的 想不到 我们都被李清风骗了呀 为了顶尖灵宝 他已经不遮掩了 如今天地大变 他们对于正魔之分 并没有太严格的区分 可李清风这样一个平日里 素来封平极好的人 却要做如此残忍之事 的确有点太让人震惊了 而他们也都用怜悯的目光 看向了那个黑袍人 这人是李清风的师妹 用同门师妹作为血迹影子 这就有点太残忍了吧 李清风此时神色阴逸 直接将那枚血帘子向上抛出 那血帘子 舒尔疯狂旋转 随后朝着黑袍楚清歌 激射而去 楚清歌翘脸煞白 血帘子仿佛活过来的怪物 森白的尖牙 犹如一根根道刺一般 疯狂地发出咀嚼的声音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那黑袍师妹 即将成为血帘子的血迹影符的时候 刷 一道剑光骤然而至 叮当 血帘子倒飞出去 这道剑光很快 快到李清风都没反应过来 是他 楚清歌看向了那个黑袍剑修 又是那般惊艳的剑光 救了他一命 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一直以为玄清宫内的李清风 正义凛然 时常助人为乐 是个值得信任的师兄 结果想要夺他性命的是李清风 而反而是这个素未蒙面的黑袍剑修 救了他两次 总有些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世人皆说你最爱行侠仗义 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虚伪之辈 看样子 你的身上有不小的秘密 我总觉得你古怪至极 顾颖原本主着神侠剑站在那里 他缓缓地将神侠剑握在手中 一股恐怖的灵力气息 朝着四周弥散 如此说来 我倒是在以前见到过一个类似的人 一直沉默的张元宝 忽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随后来到了顾颖的身旁 富尔说道 我就说 这个李清风 为什么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分明无论是从长相还是细节表情 他都绝非善类 结果却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 我与师父云游红界的时候 曾经就看到过类似的矛盾之人 正魔令 在以前正魔令会引导人去做正义之事 以及魔道之事 而做完之后 也会得到相对应的反馈 天地大变以后 正魔令也都蜕变 成为了发布正道任务 以及魔道任务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李清风的身上 一定有一块正字令 刷 李清风风魔一般的眼眸 瞬间盯上了张元宝 张元宝身上肥肉乱颤 急忙缩回到了顾颖的身后 你看 他气急败坏了 张元宝的声音很小 但是李清风距离不远 此时听得轻轻的 能够随机颁布正道任务 获得奖励 难怪这个李清风 从天地大变之后 从陆入无为 犹如坐火箭一般 成长到了现如今的玄清宫大师兄 血帘子疯狂旋转 又要重新飞回处清德的头顶 没完了是吧 顾颖身影 瞬间化作到残影 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 那血帘子之上 下一刻磅礴的剑光从下之上的爆发 血帘子爆发悲鸣 瞬间被那剑光轰击的狂颤不止 暗淡无光 顾颖的一只大手笼罩下来 那血帘子瞬间进入到了顾颖的手中 被顾颖的灵气镇压 李清风脸色扭曲 瞬间便要出手 结果一道雷霆剑气从天而降 压制他的动作 好强的剑 这人就是剑尊者 肯定是他了 剑尊者 剑中至尊 这人能够被到底遗迹 赋予这样的昵称 绝对是有其原因的 雷属性灵气 天生的剑道王者啊 一剑鸭的李清风 只能暂避锋芒 这是什么怪物 雷属性灵气 劫后余生的楚清歌 这时才注意到 顾颖的雷属性灵气 雷属性灵气 那个与他有过婚约的人 好像也是雷属性灵气 李清风脸色扭曲 头顶上忽然涌动出了细密的纹路 随后一串字浮现出 称号 虚伪的拥护者 效果 激活后可将所有积蓄起来的正道之气 全部转化为滔天的魔气 大幅度增强个人实力 效果持续时间五分钟 但是在激活失效会陷入虚弱 煞时间 魔气滚滚 眼前的李清风 气质忽然大变样 原本至少还有一种如沐春风一般的正道气质 让人想清静 好像瞬间变成了残忍的邪魔 整个人的脸色都变得铁青了起来 而更恐怖的是他身上的气息 猛然抬升一大截 无限接近于零玄三界 这就是李清风的底牌 他的指尖点出恐怖的灵气 瞬间朝着顾应点杀了过来 接近零玄三界的战力 欠尊者 你怎么抵挡 刷 欠光澎湃 他点出的指光瞬间炸裂在半空中 李清风瞳孔收缩 难以置信 自己的攻击被轻易地斩碎在半空中 顾应一边把玩手中的血帘子 一边抬起手中的 那把玉色笼罩霞光的长剑指着他 滔天的压力滚滚而来 他忽然有一种让他毛骨悚然的预感 眼前的顾应 早已具备了零玄三界的力量 扑扑扑 滔天的剑光接连涌来 从天而降 每一道都蕴含着催枯拉朽的力量 李清风紧咬牙关 狼狈逃窜 扑 一道剑光直入他的肩头 将他的肩膀炸穿 他连忙利用自己的魔气封住伤口 直血 同时也是防止那灵力的雷鼠性剑气 在自己的体内疯狂乱窜 啊 他嘶吼不断 身上忽然亮起一道金灿的光芒 那显然是某种防御性的武学 可顾应抬手一剑 叮当一声 那金光瞬间被斩的炸碎 金色的光芒 映衬着李清风那愈发苍白的脸庞 李清风的神色中 带着一抹恐惧的神色 剑光降落得越来越密集 周围的人都看傻眼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不少刚刚差点就将萧毅当作见尊者 要上前来抢顶尖灵宝的修行者们 此时满脸的庆幸 捏嘛 他砍李清风都轻轻松松 砍我们这些人 你猜他用几剑 零 零妖剑 顾绍商神色激动 强啊 太强了 自家大哥强得让人发指啊 堪称变态 李清风其实是灾了 顾应的实力的确堪比三剑 但是还没强到这么离谱 老农砍柴弓 对魔盗人士触发刀刀暴击效果 伤害星号二 顾应开启老农砍柴弓 砍这已经完全入魔的李清风 那叫一个酸爽啊 渐渐暴击啊 顾应每一剑都砍出双倍威力 可怕的剑芒在脱手 锁定了李清风之后 瞬间剧烈颤动 然而猛然加粗加大 顾应轻描淡写挥出的一剑 都在空中化作水桶粗的雷霆 不可能 你为什么会这么强 李清风不敢置信地看着顾应 神色中透露着不敢置信 显然是无法想象 为什么顾应会如此强大 每一剑都好像砍在了他的心窝窝上一样 而此时 附近的那些八瓶顶尖宗门的顶尖天才 其实一直都待在周围 此时看着顾应每一剑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威力 这让他们神色凝重 无比忌惮 这人究竟什么来路 神剑阁从哪里找来了这么那天的剑修 分明是灵玄二阶的修为 可是这每一剑的威力 恐怕都在灵玄三阶之上吧 他尚未动用武学 便能有如此威力 难道这就是雷鼠性剑修 莫非是顾是大族的人 顾是大族的人生来便是剑道的王者 这个家伙的实力强得太过离谱了 只是这顶尖领宝 难道真就不抢了吗 不行 这可是顶尖领宝啊 他们怎么能轻易放弃 只不过 李清风惨了 李清风被顾应一剑接着一剑逼入绝境 身后的那些玄清宫的弟子们 都已经被吓傻了 在他们的认知里 李清风已经算是除去前王皇族的那些妖孽外 年轻一辈里最顶尖的人物了 可如今却被打得犹如丧家之犬一般 顾应神侠见一横 决定立威 用老农砍柴工对着李清风 拥有双倍威力的暴击特效 那么顾应自然是要好好利用的 现如今 这道地一剂也才刚刚开始 里面的那些八瓶顶尖势力的天才们的水准都不错 天知道他们都有什么底牌 只要藏着底牌的 那么就都算是具有潜在的威胁 所以顾应决定给他们一个大大的威胁 你要做什么 李清风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先天火灵体 力量加二十 脚下凤鸣爆发 凤鸣游身部 施展凤鸣游身部期间所有武学威力提升百分之十 龙玉的紫色光芒在神霞剑上疯狂凝聚 顾应瞬间气息全开 雷属性灵气磅礴 灌入神霞剑之中 猎穷剑爵 这本紫色武学本就是顶尖爆发类型的武学 再加上顾应的各种加持 一瞬间爆发出了顶尖灵玄三阶的威力 恐怖的剑光覆盖大地 向上渗透 撕裂苍穹 而当猎穷剑爵锁定了李清风之后 老农砍柴弓也开始起效果 嗖嗖嗖 威力暴涨 那剑光隐隐间竟然突破灵玄三阶的壁垒 直入灵玄四阶的威力 见识过大炮轰蚊子吗 现在的这个场景就有这种感觉 李清风在风中凌乱 神色恐惧 什么魔气滔天 此时都变成了笑话 他被磅礴的气急锁定 无法动弹 仿佛有一座剑道巨山将他狠狠地压住 最终淹没在了恐怖的剑海当中 这 全场一片寂静 煞时间 所有人都惊悚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灵玄二阶的剑修 展出了媲美灵玄四阶威力的一剑 这合理吗 他们见识过越阶作战 但是那是要凭借着各种经验 运气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可顾影却是真真实实地 展出了这样恐怖的一剑 紫神门内门第一 庞龙 浑身满是魔纹 据说这是他觉醒了一种特殊的体质 才会觉醒诞生的纹路 他的实力极强 灵玄二阶 若是底牌进出 或许能够越阶与普通的灵玄三阶打一打 而他将自己带入李清风的位置 就算自己底牌进出 也绝不可能在那一剑之下存活下来 但到第一剑中 遇到神剑阁的弟子都躲得远点 这个剑尊者 强得离谱 他淡淡地说了这一句 转身离去 显然已经放弃了对顶尖领宝的竞争 同时 庞龙心中也是有些震撼 若是被这剑尊者完成了顶尖领宝 红天战甲的认主 这人该会有多变态 神削宗这边 黄剑里几乎都要看吃了 一对美眸中写满了火热 似乎要将顾尹吃下去一般 他更强了 这人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 这成长的速度也太离谱了吧 我们才分别了几天啊 这这 刚刚那一剑已经达到灵玄四阶的范畴了吧 不好 拖住黄师姐 四女顿感不妙 急忙按住 差点就冲出去的黄剑里 这师姐实力强大 金属性剑气 那叫一个无往不破 强盛绝伦 可关键就是 一遇到强大的剑修 就想要上前去与之切磋啊 师姐你疯了 人家刚刚那一剑 能把你秒成灰了呀 顾尹这一剑的威慑力 实在是太大了 他从地上拾起了几本武学 以及那块令牌 郑自令 正在绑定中 以绑定修行者 顾尹 存在未完成的任务 是否继续进行 任务一 保护师妹 进入到道地遗迹之中 任务奖励 武士经验值 蓝色武学星号一 任务二 放弃对顶尖领宝的禁竹 并为见尊者保驾护航 直到他成功完成 顶尖领宝的任主 任务奖励 一百点经验 蓝色武学星号一 有意思 这个正字令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而此时 张元宝走了过来 小声说道 这东西很稀少的 那李清风能得到这个 也说明他的符原深厚 若能再搜集一块摩字令 你还没走呢 顾颖诧异的看着张元宝 张元宝面色一垮 羡慕杀驴师吧 不过张元宝可不决定离开了 刚刚的亡灵 就已经让张元宝意识到 自己的运气 已经不足以保护他的安全了 这家伙跟着怪物一样 跟着他走 有安全感 此时 顾颖朝着那黑袍人招了招手 随后说道 你还要跟着玄清宫走吗 不如和我们一同进入到地遗迹吧 此时玄清宫弟子们 早已经逃走了 而至于楚清歌 早就被遗忘了 谁会带着一个累赘 在这危机四伏的 道地遗迹中探索呢 顾颖两次搭救他 而且 他总有一种古怪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可能认识 这个黑袍剑修 只是 我到底在哪里认识的 这个强的可怕的剑修的 道地遗迹之中 神剑阁一行人 寻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少让你放心 顾兄收下 拿红天战甲的时候 红天战甲表现出了一种 轻逆的态度 显然对于顾兄并不排斥 像顾兄这样的妖孽 收服一个顶尖灵宝 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了 萧义看着有些紧张的顾绍商 在一旁安慰道 顾颖刚刚那一件 不光把所有 道地遗迹中的天才斩服了 把自己人都斩服了呀 萧义从未见过 如此妖孽的人 屡次打破他们的认知 而此时 楚清歌坐在角落里 静静地看着神剑阁的弟子们 然而听着他们的话 他的神色愈发的古怪 与复杂了起来 他大概知道 那黑袍剑修的身份了 姓氏为顾 雷属姓灵气 曾经混阳城楚家 和盛阳城顾家 有过一段友好的密切往来 可惜后来渐渐地淡薄了一些 但是对于直系的人员 还是知道的 顾少商 顾家二少爷 那么他口中的大哥 岂不就是 那与自己有着婚约的顾家长子 顾颖 一瞬间 楚清歌被勾起了童年时的回忆 清歌 那盛阳城顾颖你可知道 以后你会嫁给他 成为他的妻子 盛阳城可比混阳城好多了 那边井井有条 比混阳城不知道繁华了多少 清歌 盛阳城顾颖 已经突破到断体七重 真是个值得托付的天才 清歌 听说那个顾颖 不是什么好东西 唯非作歹 前段时间他去金阳城 据说把金阳城闹得 那叫一个鸡飞狗跳 清歌 顾颖神刚进界了 十八岁的神刚 据说他被神幽奠选中 或许有机会可以败入下九幽门下 那可是七品势力 前王区域的庞然大物 前途无量 你也要努力 你的天赋不俗 但是还要秦家修炼 才能配得上他 很难想象 楚清歌对于自己 这个未婚夫的印象 仅存在于其他人的叙述 导致了顾颖 已经出手救了他两次 他却才认出 此人就是顾颖 他正正地看着 那盗盘坐在林间 受神剑格中弟子护法的顾颖 那刀削般的英俊脸庞 在金灿的光芒映衬下 显得格外神圣 霹里啪啦 古战神一般 顾颖 已经成长到这般境地了吗 八平顶尖宗门的弟子 感觉和他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楚清歌神色忽然暗淡了下来 反观自己 修为跌落 断体一重 他如今开启了这道地遗迹 也仅仅只是寻找一个 揭开天道枷锁的限制 第一道枷锁 便是解开自己被天道反噬 源源不断消失的修为枷锁 他有感应 那件东西就在这道地遗迹之中 可自己这卑弱的修为 想要找到 难如登天 他暗自惨笑一声 曾幻想过无数次 与这个未婚夫相见 可却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狼狈 对方威风凛凛 剑压四方 而他 就在此时 刷 顾颖那边身躯狂颤 惊叹的红天战 假于天穷之上 骤然击射下来一道道红光 色彩斑斓 炫目缤纷 顾颖睁开双眸 刹那间击射出一道金光 射人心魄 楚清歌片刻师神后 红唇微张 顾颖成功了 顶尖领宝认主 他变得更恐怖了 红天战甲 镶嵌在顾颖的肌肤上 严丝合缝 显得威风凛凛 顾颖伸出手 轻轻地触碰了一下 质地冰凉 极为坚硬 他心念一动 那红天战甲 顿时影 没在顾颖的肌肤之中 如此一来 顾颖原本最为弱势的防御力 反而一跃成为了 他目前最强的属性了 这红天战甲 本就有防御力加持 若是激活后 可以在10s的时间内 获得100点的防御属性加成 这个加成是极为恐怖的 恐怕在这10秒的时间内 整个凌旋境界 哪怕你是凌旋时节的人物 想要破开顾颖的防御 都极为困难了 10s加1s的无敌 顾颖有11秒的真男人时间 他心满意足 一旁的肖颖 羡慕地抿了抿嘴 随后说道 你的剑本就主灵力杀法 现如今又有了红天战甲 来提高你的防御力 忽然感觉你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短把 顾颖轻笑一声 不置可否 刚刚那对李清风的暴击一剑 的确很唬人 所以现在顾颖在肖颖的眼里 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六边形战士 不 是六边形战神 而此时 他站起身来 任务完成 获得100点经验值 获得蓝色武学 灵溪剑指 这个证字 另有趣的是发生了 原本的任务 是放弃竞争顶尖领宝 并且帮助建尊者成功认主 所以 李清风死亡 自动放弃了竞争领宝 而我也就是建尊者 成功认主 这个任务就被判定完成了 顾颖忍不住 呢喃了一声 忽然感觉李清风 若是权下有之 恐怕坟头 都得三年不得清净了 欺负老实人是吧 这次收获真不错呀 单单就是这个顶尖领宝 都已经是千金不换的东西了 人物 顾颖 体质 真魔体 先天火灵体 修为 灵玄二阶 三六七五零零 武学 骤剑诀 圆满八百五十凤鸣游身部 圆满八百五十猎穷剑术 七百二十战装宫 一千零五十大镜严重 一百一十五老农砍柴宫 十五 灵宝 神侠剑 红天战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指负为婚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被顾家寄予厚望 成功踏入灵玄境 前途无限光明 又快突破了 这块正字令 又可以让顾盈 本就妖孽的晋升速度 变得更加疯狂 而后顾盈也是 看向了那黑袍女子 对于这个黑袍女子的情况 顾盈并不想了解 完成任务 互不干涉就好了 等一会儿 一定要跟紧我们 不能擅自行动 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我会保证 你在这到底一击中的安全 嗯 那黑袍女孩的声音 软糯柔和 极为好听 不经意间 从那黑袍里露出的一对美眸 清澈动人 睫毛轻颤 只不过顾盈神色怪异 怎么感觉这妮子的表现 有点奇怪呢 这种莫名轻逆的顺从 让顾盈有点猝不及防 她连忙看向萧毅 这让萧毅用怪异的目光 看了一眼顾盈 与那黑袍女孩 从她的视角来看 一个断体径的累赘 顾盈却准备带着 并且保证安全 说你俩没猫腻 我都不信呢 不过她 还是给顾盈解围的 既然顾兄已经完成了 领保的认主 我们也继续前进吧 神剑阁的弟子们 纷纷起身来 他们容光焕发 神采异役 少伤啊 这次我们可是给你戒了光了 刚刚我出去打水 你猜怎么着 我遇到了以前一直 和我们不对付的那些弟子 结果他们看到我 立刻递着头逃跑了 哈哈哈 小爷我从来没这么神气过 就是就是 有顾大哥在 那些弟子们 看到我们神剑阁弟子 都要绕道走 要是顾大哥 也能加入咱们神剑阁就好了 这些弟子们说的 的确是真心实意的 有顾颖在 其他宗门的人 都不敢得罪他们 顾少商脸上也满是骄傲 一扬小脑袋 不屑地说道 我大哥啊 他飞神优电不入 不过像他这样的顶尖人物 就算是待在顾家 修为也能一月千里 啊 哥你打我干什么 顾颖无语 吹起来了 当初不是你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让我进神剑阁的吗 现在怎么改口了 神剑阁的弟子们 哈哈大笑 夜幕降临 天色昏暗 你惊奇地发现 自己嗅到了一抹恶臭的新臭味 你忽然意识到 这神秘的道地遗迹 可能迄今为止 已经存在了万年之久 历史的沉重 压垮了道的脊梁 当一切开始崩坏 腐朽 神秘的阵师开始浮现 夜幕版本降临 山河面积扩大30% 增加迷雾效果 遮掩视觉特效 迷雾之中容易诞生古老虫王 可被火属性体质克制 增加野生妖兽 增加道地遗迹 并且享受蓝色暴吕 宏大的声音响彻 随后 整个道地遗迹之中的所有人 纷纷抬起眼眸 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煞时间 山河雷动 发出震耳欲聋的磅礴声响 好像正在被一股宏大的力量 疯狂拓展 迷雾滋生 犹如白色怪物一般 趴附在地面上 里面似乎还有各种各样的细小生物 正在不断地蠕动 这让人忍不住面色惨白 一身恶寒 靠 这迷雾千万不能碰 太恶心了 就算没有危险 我也绝不会进去一点的 绝对不会 神剑阁一行人持续探索 有张元宝带队 他们时常能够 碰到一些特殊的资源堆 爷 别都拿走啊 给点吧 张元宝哭嘀嘀 不过倒也没真生气 因为他还真不缺这些东西 他这些年跟随师父行斗红戒 不知道看到过多少天才地宝 只不过 他倒是喜欢刷宝 而且好像很喜欢亲近顾影一样 没事就去那边骚扰顾影 哪怕是被顾影拿剑架在脖子上 他也乐在其中 这胖子 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神剑阁弟子惊恐呢喃 一旁的顾绍商 警惕地看着张元宝 而有顾影坐镇 接下来遇到了很多妖兽 神剑阁的弟子们 也都开始磨练自身 妖兽凶力残暴 而且实力大多都在神刚境界 关键是有顾影坐镇 顾影的主要意思是 操练一下顾绍商 不过顺带着也操练一下他们 刷 一道恐怖的剑光从天而降 一直要将神剑阁弟子撕碎的妖兽 瞬间被斩成两半 恐怖的雷霆照亮那弟子的脸庞 那人感激地看了一眼顾影 谢谢顾影 顾影坐在一旁 叹了口气 这人堪称妖念 有顾影在 这神剑阁弟子们的水准 将会大大提高 没有什么会比这种生死之战 要更磨练人 激发潜力了 而千军一发之际 顾影的剑 每次都能从妖兽的手底下 救下这些弟子们 死人的出现 让萧毅太过挫败了 但是他必须要接受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过顾绍商这小子此番过后 在神剑阁内 将会顺风顺水了 这就是顾影最可怕的地方 进入神剑阁内 先是剑挑了内门第二的柳云开 给足了威慑 所有人都知道 顾绍商有一位大哥名为顾影 实力强横的恐怖 而如今 这里站着的 可都是神剑阁内排名前列的天才 莫 刚刚被救的那个 就是内门排名第七的弟子 看他那感激的模样 日后在神剑阁内 谁若是想要欺负顾绍商 都得过他那一关了吧 多谢顾大哥了 还好有顾大哥 靠 不然刚刚那妖兽 要将老娘的脸都撕下来了 绍商弟弟啊 你哥真好 你哥现在还是单身吗 刚刚顾大哥救我的那一剑 就够我仓舞一段时间了 忽然感觉顾大哥 对于剑道的理解 要远远超脱于我们啊 这随手一剑 都蕴含着浓浓的大师风范 人和人的差距 真就这么大吗 看 神剑阁现在已经是顾影的形状了 萧义有点嫉妒 但是却又觉得好笑 就在此时 前方又出现了一个紫色的资源堆 滔天的紫意浓郁至极 勾勒出让人心动的弧度 骚资源又开始诱惑人了 停下 这个紫色资源堆是我们先发现的 此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从远处响起 隐隐间带着肃杀的意味 从林中忽然走出一群人 显然早就已经觊觎着紫色资源堆了 阁下要与我清远宗作对吗 清远宗也是八品势力 弟子的水平也都还算不错 应该与神剑阁不分上下 为首气势汹汹 此时下额微台 冷傲说道 可此时 旁边的弟子 忽然满头冷汗的 扯了扯此人的衣角 然后向着这边示意了一下 在这群人之中 一个黑袍剑修转过身来 靠 献尊者 神剑阁弟子们 本来都已经做好争斗的准备了 一个个跃跃欲试 结果面前清远宗的弟子 忽然转身就跑 萧毅神色怪异 露出了爽快的笑容 操 别说咱神剑阁的弟子们了 就连我都感觉好爽 不诈而屈人之兵 这就是见尊者 给道地遗迹中 年轻修行者们 带来的压力 你能相信吗 危机四伏的道地遗迹 快要被他们逛出来 后花园的感觉了 福灵人张元宝 简直就是红运当头 看似来回瞎转 结果这一路上 大大小小的资源堆 被他们拿到手麻了 而路上但凡是看到了 他们的那些势力 那可都是连忙躲避 完全不敢与他们争抢的 这也让他们对顾颖 更加尊重了 渐渐的 他们走到了里面 张元宝 回来吧 顾颖手一招 示意在前面全凭感觉的 张元宝回来 张元宝有些奇怪的 看着顾颖 然后说道 怎么了 再走就是道地遗迹深处了 再任由你这般瞎晃的话 恐怕会出现问题 你没发现 你已经带着我们 瞎转了好几圈了吗 这种牵扯到道尽的地方 运气也是会受到干扰的 顾颖的话 让张元宝表示认同 他还真有这种感觉 肥胖可爱的幸运胖子 此时显得弱小无助 他挺了挺胸膛 站在顾颖的身后 景哥 该你罩着我了 啊 这胖子 顾颖无语 深入道地遗迹 里面的山山水水 都透露着危机 夹杂在这片阴沉的黑暗中 让人汗毛倒数 那白茫茫的雾气 压在幽黑的山体上 格外的圣人 可就在此时 顾颖是吧 看剑 刷 金灿的剑光于空中 爆发出尖锐的暴鸣声 小心 神剑阁弟子们 瞳孔收缩 这一幕发生的太恐怖了 那是一个气质清冷的女剑修 腾空而跃 一剑斩来 那剑光很稀奇 竟然是金色的 而且还夹杂着浓烈的锋锐气息 怪异至极 顾颖抬手一剑 那女剑修惨叫一声 搜 郊区仿佛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 剑里尸剑 从旁边的林中 又走出了几道身影 此时脸上满是极色 顾颖眸光诧异 什么情况 蓝宫灵他们似的 不过刚刚飞出去的是啥玩意 黄剑里狼狈地倒在地上 白色的道符也有些褶皱 显得极为狼狈 但是她的眼睛却是真亮 此时看着顾颖 好像在看着某种西石珍宝一样 从未见过这样的剑修 我从未见过这么强大的剑修啊 她的剑道 修为要远远超过 我曾经所见到过的所有剑修 黄剑里越呢喃着 眼中的光芒越盛 就连一些长老的剑道修为 都比不过她 她快要凝成剑纲了 就快了 黄剑里的剑道天赋很强 这也导致了 她对剑道格外的痴迷 就好像是你做一件事事被公办 那么你肯定不愿意继续去做 而当你做一件事事半公备的时候 肯定会发疯一样地爱上这件事 因为不断提升获取的快感 是无法抑制住的 她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顾颖出剑之时 那包含在剑中沉重的抑郁 顾颖在通往剑修所向往的剑纲之路上 已经走得很远了 锦帝 你别介意 剑里师姐就是这样的 她一看到强大的剑修 就控制不住自己 整个人都是一个活脱脱的剑吃 南宫林儿此时走了过来 略带歉意地看向了顾颖 与此同时 江源源 梁冰 紫云敏三人 也走在南宫林儿的身后 然后笑着看着顾颖 上次一别 想不到你这家伙的实力 竟然提升得如此可怕 还真是个怪物 江源源别过小脸 哼了一声说道 林姐 顾颖在进入到井地之前 也就看到了南宫林儿等人 只不过 毕竟站在不同的阵营里 所以也就没多说话 此时也是微笑点头 几人毕竟算是就相识 剑里师姐人挺好的 黄剑里又冲了过来 顾颖抬手又是一剑抽了过去 黄剑里又倒飞了出去 南宫林儿 似女眼面叹息 九闻神萧宗出了个剑道天才 对剑之热爱如痴如醉 每天都找掌老练剑 逼得神萧宗那几位剑修长老 迫不得已 只能暂时离开宗门 今日得剑 嗨嗨 还真是可怕啊 萧义身上古怪 越往后的路边 越是凶险 不如我们一起走吧 南宫林儿 看着顾颖轻笑着说道 而一直静悄悄 站在顾颖身后的 楚清歌下意识地 向前走了一步 这人是谁 怎么感觉和顾颖 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尤其是看到顾颖答应了以后 可就在此时 一直将脸别过去的江圆圆 忽然好像看到了 什么恐怖的事一般 忽然翘脸惨白 那边 有白雾朝着 我们飘来了 白雾中似乎有无数条丝 现在疯狂的蠕动 看起来极为圣人 天知道 那些潮湿的白雾之中 都有些什么可怕恶心的东西 闻言 所有人都露出悚然的神色 白雾被风吹动 朝着他们袭来 我看到了好多虫子 在疯狂的蠕动 朝着我们这边来了 白雾瞬间将他们吞噬 一时之间 南宫灵儿等人 全都花容失色 就连裹着黑袍的楚清歌都 脸色苍白 郊躯止不住地颤抖着 刷 白雾将他们吞噬 顾颖清晰地看到有神剑阁的弟子 瞬间被无数虫子撕咬 血肉竟染一山 那些虫子实在是太多了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那弟子都露出了白骨 一旁的消逸神色难看 灵玄境的灵气向外喷勃 此时一见 为那弟子驱逐白雾 可抽刀断水水更流 完全没办法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弟子 瞬间被啃食成一片白骨 速度太快了 根本没办法阻止 然后从白雾之中 有一道浑身上下 长满猙獰嘴巴的长虫游了过来 咔吧咔吧 让人头皮发麻的啃食声响起 白骨被咬得粉碎 虫王 先前那更新提醒中所说的虫王 这白雾是被虫王驱动 然后寻找修行者来吞没 显然 我们是被荡成了虫王的食物了 还有神霄宗的五人完全被吞没 顾颖瞬间就被白雾遮盖住了视线 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只不过 他现在也有点慌乱 姐妹们 要不要松开一点 白雾中的虫子 瞬间激活了顾颖身旁五个女子的怕虫属性 现在顾颖的身上 已经分不清是谁的郊区了 只知道郊区乱颤 还有那个黑袍师妹 喂喂 你怎么也抱过来了 而且抱得还这么紧 林儿师姐能松开点吗 有点憋 靠 讲远远滚蛋 各到我了 此时 那条浑身长满了嘴巴的长虫 疯狂的肩猴 确实恶心 顾颖一把将身上的五个女子推开 随后直接开启了先天火灵体 赤圣的火焰喷波而出 一瞬间顾颖宛如喷波神火的火焰 煞时间 周围的虫子白雾 好像被蒸发水分的花朵一般 快速褪散枯萎 好像遇到了天敌 火属性体质 是这些虫子的天敌 阴森猙獰的白雾中 顾颖好像一座灯塔 恐怖的火焰在周遭形成冠冕 此时所有人都被那白雾遮挡了视线 入目是秘密麻麻的虫子 张开睁獰嘴巴 让人无比的恶寒与恐惧 就在此时 顾颖的声音响起 都向我靠近 所有人靠了过来 身上都已经被秘密麻麻的伤口所覆盖 血液将他们的衣衫全部进来 黄剑里最为凄惨 他一剑一剑的向外挥出 磅礴的金属性剑气 却在对付这些虫子上失笑了 那些虫子滑腻腻的 完全打不中 顾颖无语 向他靠近 大手将他那柔软的躯体拽了过来 金属性剑气 这倒是很稀奇 只不过对付这些玩意 金属性的剑气 反而发挥不出一丁点的作用 黄剑里脸色苍白 无力反驳 看着顾颖 而下一刻 咒剑绝 银亮的剑光滑破天空 百道剑气骤然撕开 黑夜坠落下来 细密犹如狂风骤雨 白雾顷刻间被那剑雨撕破 随后剑气坠落 触及到地面的刹那 便形成恐怖的雷霆爆发开来 无数虫子 瞬间被撕成了碎片 个体爆发类型的武学 对于这些虫子来说 的确形同虚设 毫无用处 但是群弓类型就不一样了 这让顾颖不免想起了墨千秋 声波类型的武学 在应对这样的场面的时候 应该具有恐怖的奇效吧 白雾里的虫子 大片大片的死亡 好 虫王怒吼 游动身躯 朝着顾颖疯狂杀来 刷 顾颖一剑钉死那虫王 然而虫王似乎是不死之身 唯有用火属性体质 才能将其克制 先天火灵体 爆发出滔天的火焰 瞬间将那虫王焚烧殆尽 呼 这白雾竟然这么可怕 所有人都露出了 劫后余生的释然 随后神色都极为难看 身上血肉模糊 地上已经满是他们的鲜血 南宫灵儿等人 刚刚靠近顾颖 被顾颖的灵气所保护 还好一些 其他人都极为凄惨 黄剑里眉心被咬了一口 鲜血流了满脸 随后他从怀中取出了一些药液 然后涂抹在了伤口处 这位师妹 金志贤 此时 南宫灵儿温柔地将那黑袍师妹 从顾颖的身上扒了下来 我是害怕 楚清歌神色不太自然 还好 白雾已经解决了 顾颖检查了一下顾少商的伤势 发现也只是一些简单的咬伤 显然雷鼠性剑气 对这些虫子的杀伤还是不错的 他从黄剑里那边抢来了药液 然后一剑将跃跃欲试的黄剑里崩飞 又给顾少商涂抹了一下伤口 继续走吧 小心一点 一旦再次发现白雾 全都紧靠顾兄 这拥有虫王的白雾实在是可怕 若不是顾颖拥有活属性体质的话 这几乎就是无解的 他们已经深入道地遗迹最内环了 周遭山势衔接起来 大气磅礴 让人透不来气 楚清歌神色一动 一对美眸直勾勾地盯着道地遗迹的最深处 他有预感 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在这最深处 怎么了 顾颖奇怪地问道 到道地遗迹的最中心了 顾颖闻言深深地看了一眼这黑袍女子 总感觉这人的身份有些神秘 没那么简单 其实他从一开始也就有预料 断体一众的境界赶来这里 本身就已经很奇怪了 再加上他跟着玄清宫 原本应该是玄清宫的人 玄清宫 断体一重 这家伙 轰隆 前方忽然传来剧烈的声响 顾颖看到了一道道飞过来的身影 他模样凄惨 浑身都散发着滚滚魔气 魔闻看起来分外猙獰 紫神门旁龙 黄剑里神色微眯 紫神门竟然也闯到这里了 旁龙从地上狼狈地爬了起来 脸色难看 魔气腾腾 可身上全都是伤口 而且气息极度微眯 他警惕地看了一眼顾颖等人 见到顾颖等人并没有要趁人之危的架势 于是轻声说道 那里面有一条石阶 只要稍微接近 便立刻会有铺天盖地的恐怖压力压过来 同时内心无比煎熬 好像有心魔不断地向外窜起 难以通过 想必通过这条路 便能够得到这到底遗迹中的最终资源了 顾颖闻言看了过去 果然有一条通往真正核心的道路 那上面有着一块块的白玉阶梯 向外渗透着一股射人心魄的力量 也就是说 要扛得住上面的压力 同时还要抵抗心魔的侵袭 这是不可能的事吧 顾颖顿时觉得太困难了 他们的道心境界 还没达到那种变态的地步 这倒是与当初顾颖与秦宇灵 在神刚井地中所遇到的心魔有相同之处 然而这个更难 毕竟要忍受肉体的煎熬 同时还要承受心魔的侵扰 你叫顾颖对吧 圣阳城顾颖 我知道你 旁龙忽然开口说道 难以想象当初的顾颖 竟然会成长到如今这般恐怖的地步 而他又一次说道 莫千秋曾跟我提起过你 我可以卖你一个人情 给你一个情报 如今紫神门这些人的状态都不好 显然在外面也受到了白雾的侵扰 所以 此时倒不如卖顾颖一个人情 这里面可以双人合作 一人承受外在压力 一人承受心魔侵扰 只需要在进入之前 攥着不同的玉石便好了 但是这样的话 所要承受的压力就要翻倍了 还可以双人合作呀 貌似只有这种办法了 顾颖拥有红天战甲 承受外在压力 应该是最适合的了 只不过这心魔谁来 此时 那黑袍师妹走了过来 我来吧 楚清歌自认道心 是经受过世俗的锤炼的 拜托 修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我的道心已经无懈可击了 白玉阶梯 通往道地遗迹的最深处 周遭山石齐立 自然而然地轰托出一股托天大势 仿佛有一尊尊古老的存在 注立在那山石之上 俯瞰着你 施加压力 这位师妹 这条白玉阶梯没有那么简单 不要勉强 双背的心魔侵扰 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 这种类型的考验 极有可能击垮心理防线 导致精神崩溃 这位姑娘 还是不要逞强的好 我们从长计议 一同商讨出一个合适的计策 神剑阁的弟子们纷纷开口 说实话 他们更担心的是 眼前的这个黑袍女子不靠谱 到时候 会不会拖累顾颖 神剑阁的弟子们 经过这些时日的朝夕相处 对顾颖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所以不希望顾颖以身涉险 若是可以的话 甚至可以和紫神门和神肖宗合作 让他们出一个道心强大的弟子 你们谁道心强大 消逸严肃的环视周遭 他看向神肖宗的黄剑里 那妮子倒是跃跃欲试 但是眼里的火热 完全是冲着顾颖的呀 靠 男孩子出门在外 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这黄剑里 可万万不能让他上那白玉阶梯 不然这家伙的欲望 一旦被心魔激发 还不得把他们神剑阁里 所有用剑的全砍了 他又看向旁龙 结果这老货脑袋一歪倒在地上 捏嘛 装死是吧 不就是受了点伤吗 旁龙表示 你根本不知道 那些心魔到底有多可怕 紫神门作为魔道宗门 坏事的确没少干 他们虽然表面上极为洒脱自然 但是不过也只是压制了心中的恐惧而已 一踏入上面 立刻被那心魔激发 仿佛以前杀过的人 全都活了过来 猙獰地撕咬他 他的道心还没那么强大 完全不想再体会了 我可以的 楚清歌清冷的声音响起 这一刻 这个断体一众的黑袍女子 忽然涌起一股强大的自信 那份自信 让三宗弟子全都面面相去 这份自信 可不是普通的断体禁忌的人可以拥有的 这个神秘的黑袍女子 到底是什么来路 那就走吧 顾颖的声音在前面响起 算是最终确定了 他刚刚站在白玉阶梯前面 略微感受了一些 那上面古老沉重的压力 也算是提前适应 他的面前有一个石座 上面摆放着两块 截然不同颜色的玉石 黑色为外在压力 白色为心理压力 嗯 楚清歌嗡了一声 在面对顾颖的时候 他总是不受控制的 表现出一种顺从的感觉 这让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 黑袍下的肌肤微微发红 他低着头 拿起了那块白色玉石 刷 顾颖一步踏入白玉阶梯 楚清歌紧随其后 煞时间 周围的山石轰隆作响 磅礴的压力 朝着他们阴沉压来 神剑阁等弟子 站在不远处 都能够感受得到 那磅礴的压力 磅礴此时爬起来轻声说道 这外在压力极其可怕 刚刚我是孤身一人踏入其中的 都差点被压得粉身碎骨 顾颖虽然强大 但是这毕竟是双倍的压力 他能扛得住吗 我靠 还真扛住了 庞龙忽然瞪大眼睛 顾颖的身子瞬间一矮 仿佛被重物压垮 然而很快 顾颖竟然好像熟悉了那份压力 身躯一震 随后渐渐地站直了身子 顾颖的头顶上 真魔体与先天火灵体同时出现 顾颖这家伙拥有两种不同的体质 这两种体质全部激发 帮助他抵挡压力 随后顾颖激活红天战甲 金灿的战甲 极为合体地镶嵌在顾颖的身上 不显得臃肿 反而让人觉得无比的匀称协调 带着淡淡的威严 煞时间 所有压力都没有任何威胁了 顾颖一步一步地走着 步伐稳重 不光是顾颖 他身后的黑袍女子 竟然好像渐渐地扛住了心魔 短暂地挣扎过后 他睁开眼睛 然后顾颖朝着他伸出了一只手 他毫不犹豫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乖乖地跟在顾颖的身后 他们一步一步地踏在白玉阶梯上 源源不断的压力 以及心魔犹如洪水一般涌来 可却都被这二人挡住了 靠 旁龙气急攻心 一头歪死在地上 萧义不懈地吐了口吐沫心道 难怪你过不去那白玉阶梯 这就被打击得受不了了 走过白玉阶梯 顾颖和楚清歌 彻底来到了道地遗迹的深处 这里没有任何考验 或许外面的白雾 以及那白玉阶梯 就已经是这遗迹之中的最终考验了 恭喜您获得金色特殊物品 大道灵果 恭喜您获得金色圣品武学 龙象雷镜 恭喜您获得紫色灵药 混原丹心草 恭喜您获得紫色灵药 九龙暴草 恭喜您获得金色特殊物品 天恒时 这就是道地遗迹吗 优兽养龙象雷镜 藏于肺腑之间呼声如阵势之歌 雷镜如地狱镇压人士 养出百万条龙象雷镜 镇压诸史 斩杀妖兽可获得雷镜点 龙象雷镜进度 零 零一零零 这就是金色的圣品武学吗 养龙象雷镜 藏于肺腑之间 威力极其恐怖 而且顾颖稍微了解了一下具体内容发现 这龙象雷镜似乎可以利用在各种各样的攻击之中 甚至可以依托顾颖的剑从而斩出 等到日后龙象雷镜越氧越多 岂不是可以一剑斩出百万条龙象雷霆 这还是顾颖第一次得到金色圣品武学 太逆天了 而顾颖又看到了那大道灵果 大道灵果 诸事禁忌 万道之源 浸染岁月的痕迹 在上古年间一季诞生一枚 十之立即登道 一不登天 现如今已被天道封尽 效果不详 无法使用 这是一枚上古年代极其珍贵的质宝 里面蕴含着浓郁的道义 若是在上古年代 那个万道蓬勃的时代 或许可以让一个普通人 瞬间凌驾于大道之上 可现在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用处 上古的果 已经不适用于这个年代了 然而一旁的黑袍女子 似乎对这枚灵果 拥有浓郁的渴望 你要这个 嗯嗯 要了这个其他的东西 可就都不能要咯 嗯嗯 顾颖将那枚灵果给了黑袍女子 随后黑袍女子立刻走到一旁去 似乎是准备用特殊的方法 顾颖对此并不感兴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这枚灵果便是解开 三道元地体之修为限制的钥匙 楚清歌感觉好像做梦一样 这种梦幻的东西 竟然真的被自己得到了 而他也知道 是因为有顾颖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他连忙收拢心中的所有连衣 然后专心致意的炼化 这枚大道灵果 顾颖若有所思的 看了一眼黑袍师妹 然后便继续看了一下那些药草 这些药草 貌似都是炼丹材料 只不过炼丹貌似都是上古之术了 暂时我还没有听说过 有炼丹树面试 不过这些药草 都是上古药草 看样子 应该也都极为珍贵 先且收着吧 既然会出现 那么肯定就会有其用处的 顾颖又将目光 看向了最后那一块天恒石 他将天恒石钻在手心 能够感受到一片清凉 刹那间 他仿佛对于周边的事物 都格外的敏锐 好像就连飘落下来的树叶上面的脉络 他都清晰可见 天恒石 以上古天玄冰清玉为材料 滋养天地精华 财补日金月髓万年时间 打坐之时佩戴此时 可增长道心修为 顾颖眼眸微微增大 顾颖发现 打坐最开始是极为积累的 毕竟耗时费力 但是当顾颖越发成长起来后发现 打坐的用处 可不仅仅只是增长那些经验值 那么简单 先天神秘精气 天魔之气 以及现在的道心修为 听说在抵达了宁丹之后 利用功法进行修行 所能获得的回馈 更是将会大幅度提升 道心修为 顾颖的灵光蒲园 便也是有概率提升到心修为的 只不过这天恒石光滑至极 不易佩戴 他把玩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此时 黑袍师妹已经炼化完了那枚大道灵果 这速度倒是极快 顾颖看着他 总感觉此人身上 好像有某种特殊的枷锁被打开了 有一种特殊的奇迹 这女子还挺神秘的 我来帮你吧 她的声音软糯糯的 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极为清清冷冷 让人觉得不易相处 可却在对顾颖的时候 总有一种温柔体贴的感觉 这让顾颖极为怪异 错愕地将手里的天恒石 放在了她的手里 楚清歌娴熟地 从怀中取出几根丝线 然后撵在一起 天恒石的上方有一个小孔 犹如是被水滴石穿而形成的 只不过能将天恒石这种材质 俯视出一个小孔 怕也是一些恐怖的神水吧 随后将那枚天恒石穿了起来 然后她靠近顾颖 透过黑袍看到了一张精致到妖孽的脸庞 泛着淡淡的红韵 在这暗淡的天色中明媚动人 顾颖曾经她见过很多角色的女子 花容月貌 倾国倾城 比如南宫灵儿四女 比如黄剑里 比如曾经在神钢井地中 所遇到的秦宇灵等等 可眼前的女子绝对是属于独一档的 多谢 嗯 她轻声细语 却心情很好 也不知是因为自己的修为限制 被解除了 还是因为从小就埋在自己心中的一根刺 忽然解脱了的那一份释然 小的时候 她就被告知 自己将会嫁给盛阳城顾颖 这就好像是还未体验过未知与美好的恋爱 却直接被审判了结果 这让她心里还是有很大的排斥的 她会顺从 却不会欣然接受 此时她看向那英俊出色的少年 在道地遗迹中屡次出手相救 更是庇护她得到了最终的大道灵国 和顾颖相处很舒服 也很有安全感 是她的话 好像还不错 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你在笑什么啊 啊 楚清歌连忙转过身来 一张脸已经红得发烫了 走吧 此番道地遗迹算是结束了 我们该出去了 嗯 看到两人走了出来 神剑阁众弟子也都是松了口气 萧毅笑着说道 看来顾兄收获颇风 还好 顾颖和萧毅相互对视一眼 都不在这件事上多谈 道地遗迹结束 众人离开了道地遗迹 然后黎长老早就已经在外面等待多时了 再看到了神剑阁弟子们所取出来的获得 以及道地遗迹中所发生的事后 黎长老看着顾颖的神色都变了 靠 让顾颖带着神剑阁的弟子们进去 只不过是希望神剑阁弟子们 能够在这场危机四伏的道地遗迹里 能够减少一些损失 结果你小子直接把道地遗迹给通关了 你这家伙还真是妖孽啊 最近顾家的势头不小 原来是出了个忠心之子啊 李天然长老直接让顾颖任意挑选 先前所说的只取一剑直接作废 顾颖挑选了那本中灵剑身 准备给自己用 还有几本比较适合顾家的剑法武学 一本紫色三本蓝色 而李天然长老自然是欣然接受 直接将全部授权全都给了顾颖 然而众人并未就此散去 紫神门还有弟子赶来 顾颖摇摇一看竟然是墨千秋 老顾 你也在这 墨千秋很高兴 看着顾颖高兴打着招呼 然后扶着旁龙咧着嘴大笑道 龙哥 怎么这么狼狈啊 要不然你这那门第一给我坐坐呗 滚蛋啊 此地神剑阁 紫神门 神霄宗的弟子们纷纷到场 南宫灵儿不愧是南宫世家的长女 拍了拍手说道 诸位都是宗门内的青年才俊 我们之间虽有竞争 可日后也是会相互扶持的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相聚一堂 到不如寻的地方 好好的聚一聚如何 这一提议迎来了这些年轻人的欢呼 大家都是有朝气有活力的年轻人 平日里被枯燥乏味的修炼 磨平了星星 但是南宫灵儿的这句话点燃了他们 附近有一家成天楼 饭菜都极为美味 不如就去那边吧 没问题啊 哈哈哈哈 紫神们的墨千秋 听说你小子是海亮啊 一会儿比量比量 你小子够格吗 墨千秋一听顿时就来劲了 手上不自觉用力 把一旁的旁龙弄得乌啊乱叫 你个王八蛋 要弄死老子是吧 老子死了 你也不是那门第一 气氛极其融洽 李天然适时退场 将这里留给这些年轻人们 而南宫灵儿露出欣然的笑容 他看向顾颖可忽然神色怪异 因为那个黑袍师妹 一直站在顾颖的身后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小跟班一样 这种站位让他心中升起警觉 师妹也会参加的吧 嗯 楚清歌朝着顾颖靠了靠 靠 师妹还真是年人呢 南宫灵儿脸色难看 成天楼正好就位于这片山脉附近的 一座城池之中 这座城池算不得豪华 但是这成天楼 的确是其中独一档的特色 或许若不是成天楼 这座名为青野的小城 还不会有现在的知名度 那成天楼老板一看到 竟然来了这么多修行者 而且看模样 看气度都极为不凡 连忙亲自过来接待 成天楼接待过的修行者 还是很多的 所以这位成天楼的老板很有眼色 这些修行者 各个年轻气盛 气与轩昂 拥有一种以前那些野路子修行者 完全不具备的气度与朝气 恐怕是一些显赫宗门的年轻才俊 他自然不敢怠慢 像这种一看就天赋极佳的少年 是最不能轻易招惹的 毕竟谁知道他们哪个的背后 就站着一位神丹大能 老板 今天成天楼我们包下来了 请把成天楼内的特色菜品都给我们 南宫林儿看了一眼他们这么多人 于是说道 每样先做午盘吧 我来付钱 这就是富婆吗 南宫世家作为商骨大家 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南宫林儿彰显阔气 直接便包下了成天楼 我的身上没那么多钱财 你去到金阳城南宫家 拿着这块令牌 他们自然会支付给你的 原本的货币是零食 可现在零食已经失去了价值 所以就算是成天楼这种世俗之人 所开设的酒馆 零食也行不通了 等他们去到了金阳城那边 南宫家会支付出同等价值的资源 得嘞 这已是常识 老板早就习惯了 反而还很激动 若是南宫世家给他一本蓝色的武学 那么他外出兑换的话 所能获得的价值 可比以前的零食要多得多了 其货自居 世家不缺 但是他平时所接触的那些散修 可都是缺得抠脚了 谢灵姐 这群年轻人们都激动的说道 就连紫神门的这些魔道修行弟子 表情都柔和了不少 剑李姐姐 一会儿他们家里有一道剑竹脆骨 可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你一定要好好尝尝 紫云敏微笑着对黄剑李说道 然而黄剑李却是神色火热的看着顾颖 这让顾颖很是不爽 你妹的 老子好歹也在那白雾下救过你 结果呢 你一句话不说 就一直用变太阳的眼神看着我 顾颖也试过拔剑威胁 然而黄剑李更兴奋了 大有一种快来砍我压的变态感觉 让顾颖一阵恶寒 很快 香喷喷的菜肴便被端了出来 剑竹脆骨 来了 脆皮嫩牛 来了 龙虎凤鸣汤 各位客观 小心烫 一盘盘菜被端了上来 还有各种喷香的美酒 让这些平日里苦修的年轻人大快躲一 很快从城天楼内堂 走出来一道道窑窍的身影 伴随着优雅的音乐从帘中响起 那些女巫者舞了起来 秀待纷飞 谋奸待妹 这气氛不就来了吗 很快 大家公仇交错 畅谈了起来 作为同辈竞争的年轻修行者 彼此之间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 顾颖坐在那里 太多人给他敬酒了 不过毕竟是顾家长子 从容面对 举止有礼 让很多修行者感叹了起来 世家出来的跟他们这些人就是不一样 南宫铃算一个 顾颖算一个 那种骨子里的教养与气度 他们还真学不来 只不过很快这份自卑 就被浇灭在浓稠的酒箱里了 顾大哥 你到底是怎么修行的 实在是强到逆天了 你当时 展礼清风的时候 那一剑 好家伙 说出来你别笑话我 我差点都要被吓尿了 一个神刚三阶的紫神门弟子 喝得醉醺醺的 但是一想到 那一剑 还是有一种浑身发毛的感觉 作为修行中带着点魔道意思的紫神门弟子 总感觉那一剑很有针对性 顾大哥 太强了 你拿到那道地遗迹中最后的资源 我是一点都不眼红啊 他静静地看着这些八瓶顶尖宗门的弟子们 一个个地给顾颖敬酒 他分明还没加入宗门 却让这些原本自视甚高的宗门弟子 以此等姿态相交 他莫名地有点小骄傲 不过他坐在顾颖的身旁 莫名地觉得 这次的聚会与顾颖的关系 恐怕不小 神霄宗就算了 紫神门这样平日里毫不讲道理的宗门 竟然也会在这聚会之中 他刚刚还看到了紫神门弟子 和神剑阁弟子勾肩搭背 在那里胡言乱语 是因为顾颖的潜力吗 结交 招揽 果不其然 很快 神削宗和紫神门的人都凑到顾颖的身边 与顾颖交流 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宗门 同时也都开出了一系列丰厚的条件奖励 可惜都被顾颖拒绝了 他看着顾颖的侧脸 好神秘啊 庞龙和南宫灵儿都抿了名嘴 纷纷有些无奈 虽然顾颖的到来会给他们巨大的压力 但是相对应的 顾颖就如同年轻一辈内的定海神针 这次的神剑阁弟子爽不爽 爽翻了 把道地遗迹逛成了后花园 所有宗门的弟子看到他们 就像是老鼠看到了猫一样 狼狈逃窜 这都是顾颖的原因啊 酒过三巡 香气飘飘 就连楚清歌都有些飘飘然了 他黑袍下的翘脸微醺 很自然地侧靠在顾颖的旁边 微微露出来的翘脸 在红蕴下显得格外的迷人 一会儿走后 我要去混阳城 正巧顺路 送你回去吧 顾颖那清醒的声音 忽然传了过来 嗯 嗯 一瞬间 楚清歌不敢置信地抬起翘脸 神色中带着吃惊地看着顾颖 他怎么知道 我要会混阳城 断体一重 又是玄亲公弟子 若是与修为一夜之间消失的天才少女 楚清歌串起来 岂不是合理得多了 顾颖早就猜到此人的身份 竟然就是自己那位过门的未婚妻 啊 楚清歌弱弱地抬起头来 当身份真正挑明后 他莫名的有点不敢抬起头来 或许是因为在混阳城里 听到了太多的嘲讽 受尽白眼与伤害 他此时以楚清歌的身份 面对光芒万丈的顾颖时心中 会有些自卑 顾颖拉开他的黑袍 青丝垂落 这个女子当真犹如画中 走出的仙子一般 尤其是此时 那份眼眸里的慌张与低落 更让人忍不住垂怜 你何必妄自菲薄 我曾听闻混阳城楚家长女楚清歌 有着经验之才情 花容月貌 未来不可限量 现在你所遇到的 也不过只是一点点磨难而已 精灵启示池中物 一欲风云化作龙 暂时的困顿 才是崛起的前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顾颖语气平缓 顾颖那种语气 很让人有安全感 让人很轻松 就好像是你眼前之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天还没他 很快就能过去了 楚清歌心中生起暖意 眼角不经意间 有些湿润 修为消失 家族麦系示威 所有的压力 都压在了楚清歌的身上 这让楚清歌心里 一直都很沉重 他很累 但是他知道自己 不能停下脚步 一旦停下 那么他背后麦系的父母 长辈都将会陷入险境 所以他始终表现得很坚强 孤身一人 进入道地一记 这样危险重重的地方 甚至已经有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其实他也只是一个 十八岁的女孩而已 顾绍商喝嗨了 本想着和自家老哥 亲近亲近 结果听着二人的话 顿时瞳孔收缩 仿佛有预感 要有什么特殊的修罗场 要出现 那个黑袍女子 就是混阳城的楚清歌 也就是我大哥的未婚妻 果然是国色天香 好像画中仙子一般 关键是 大哥别撩了 你知不知道你 现在这番话 以你这种姿态 对一个正逢困境 孤苦无依的女孩 说出来多有杀伤力吗 你不是要去退婚的吗 修行者们虽然醉酒 但是身体素质太强了 很快酒醒后 各个宗门的弟子站起来 然后互相拱手告别 诸位师兄弟们 日后有缘再见 诸各位先到昌龙 红尘成仙 顾颖和顾绍商 以及楚清歌上路 既然已经暴露了身份 楚清歌索性吞下黑袍 一条长裙 将那身姿烘托的玲珑有致 青丝如铺 五官精致立体 惊艳了一众弟子 这仙子是谁啊 好生美丽啊 不知道啊 断体一众 好奇怪 天资再愚钝 也不可能是断体一众啊 而且看模样如此有灵气 气度非凡 似乎与道运契合 这样的人再差 也不至于断体一众啊 不知道啊 难怪在道地一级内顾颖对他那么照顾 这等天仙角色 羡慕死了 南宫灵儿心中有些吃味 他们俩 到底是什么关系 混阳城 作为有名的混乱城池 地理环境的确恶劣 等到了混阳城以后 顾颖让楚清歌先回楚家 他要去找人 稍后再登门拜访 楚清歌没多想 如今修为限制已经解除 三道原地体的一些逆天之处 已经开始展现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件事告知给父母 让他们安心 虽然不能明确告知三道原地体的秘密 但是却也告诉他们 自己的修为 不会再无缘无故的消失了 而顾颖这边 找到了顾清仓的好兄弟 王首道 不得不说 顾清仓的交友能力 在这前王区域 那真是独一档的 似乎不管哪里 顾清仓都有自己的神单级朋友 这让顾颖体验到了 什么叫做前人灾树 后人成梁 顾小子 你这实力提升的有点夸张啊 王首道第一眼看到顾颖 就有些吃惊 灵玄二阶是吧 这已经是八平顶尖宗门 最强弟子的层次了吧 现在楚家的情况似乎并不好 你父亲给我的书信里说 你是要退婚 王首道忽然提起楚家的情况 楚清歌那妮子的修为倒退 天才少女一夜之间陨落 其父亲原本也是宁丹三重的境界 是他们那一脉系的顶梁柱 却被人重伤 暗伤遗留 卧病在床 老天爷似乎要死磕他们这一脉 你的这个退婚 可能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对于王首道来说 自然没什么关系 毕竟能在昏阳城生活的顺风顺水 自然也是一方狠人 神单级的强者 在昏阳城内是横着走的 任何一个世家 都要将他是做做上宾来对待 不敢交恶 他只是为自己好兄弟的儿子着想而已 有些是落人口舌 三思而行 王叔请放心 我既然来了 自然是做足了准备 楚清歌一脉 与我顾家有渊源 我此行来也是为了帮助他们 退婚之事 已是顾盈与顾清仓 共同商议的事 顾盈本身就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婚约比较反感 再加上稀有属性的紫色功法 也极为诱人 他对楚清歌的观感还不错 只不过他总觉得婚约却是一种束缚 如此一来甚好 王首道满意地看着顾盈 楚清歌回到了楚家 楚家的门卫对他的态度极为不鲜 他早以戏意为常 完全不放在心上 现在他美滋滋地 想想自己修为跌落的问题解决了的是 告知给父母 柳氏温柔大方 听到了消息后也很是高兴 却也心疼地揉了柔楚清歌那张美丽的过分的俏脸 清歌 你受苦了 他说到这里 忍不住啜泣 心疼楚清歌 很难想象一个断体一众的女孩 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 娘 没事了 都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了 您知道顾颖吗 顾颈 有点耳熟 啊 那不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 给你定下的婚约对象吗 我记得 你一直都对这种只赴为婚的婚约很是排斥 怎么了 为什么忽然提到了他 他 他来婚杨成了 他人不错 人不错 柳氏看着自己的女儿 忽然露出了调笑的神色 哎呀 娘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楚清歌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才会卸下所有坚强 好像一个小孩子一般 脸色羞红 可就在此时 忽然有下人跑过来通报 圣阳成顾家顾颖登门拜访 时来 退婚的 一瞬间 楚清歌的表情变了又变 脸色煞白 想不到顾公子竟然亲自来了我婚阳成 竟也不提前智慧一声 我好做足准备来招待啊 楚家家主原本是楚清歌的父亲 楚越 但是楚越重伤 卧病在床 暗伤恐怕要遗留终生 已经是废人一个 楚家自然卸掉了其家主之位 让老二楚山暂待家主之位 楚越此时额头上带着点冷汗 看着顾颖后方一直端坐着的王首道 这顾颖上门来退婚 竟然还请来了这么一尊大神 王首道可是混阳城里赫赫有名的大凶神 混阳城内唯一的神丹境界 在混阳城内那就是天了 他喜欢自由无拘束的生活 才会留在混阳城内 平日里不会介入世家之争 不然神丹极力量想要决定什么 谁敢忤逆 不必看我 今天的主角是这小子 我也只是受托照看他一下 说完后 王首道静坐喝茶 楚家主不必如此客气 此番我来楚家 是为当初的婚约 现任之约的确值得尊敬与遵守 毕竟这代表着楚 故两家的友好情谊 不过我觉得 两家有益 没必要以联姻之举为戏 所以特来给这场指妇为婚一个交代 也是一个结果 顾颖只是简单的客套一下 说明来意 楚山文言大喜 退婚 古往今来 退婚之事极影响名誉 现如今楚越一卖本就示威 楚越妇女都成了废人 若是再加上这退婚之事 他这家主的位置 将会无比稳固了 然而接下来顾颖的话 却让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明智 现如今 我顾家已与金阳城南宫家 天河城吕家 光明城宏家等诸多世家结成联盟 在这天地大变中共客时间 携手发展 此番举动为我个人私心 作为补偿 顾家可以带楚家加入联盟 以楚越叔叔为代表 顾颖所说的那些世家 每一个对于混阳城楚家 来说都是庞然大物 楚家是碰不到那个圈子的 若真能进入联盟 那么对楚家的好处是难以想象的 只是 楚山瞬间冷汗淋漓 结盟 却是要与楚越为代表 若真结盟成功了 那么他这个暂代家主 估计立刻就会被拿掉 楚越虽是废人 可却有这个面子 这些世家与楚家结盟 带动楚家发展 全是看楚越的面子 那么 楚家还敢针对楚越这一脉吗 他汗毛倒数地看着眼前的顾颖 神色也逐渐难看了起来 此外 我还带来了五本蓝色武学 一本紫色武学 两套完整的蓝色装备 作为赔偿 想要交给楚越叔叔 现在顾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吗 紫色武学说送就送吗 还有两套完整的蓝色装备 完整的套装的价值 是无法估量的 他们楚家搜集了这么长的时间 也才搜集了一套而已 楚山的神色越来越不好看 眼前这个年轻小辈 竟然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如此丰厚的补偿 让人心动 可对方却全然是看在楚越一脉上 这对他极为不利 婚约之势的确儿戏 只不过 楚家主 顾颖忽然打断了楚山的话 坐直了身子 一时之间一股难言的气质 让一旁的王首倒恍惚了一下 这一瞬间的气势 让他想起了当初意气风发的顾情仓 我已给足诚意 并不想浪费时间 我父亲与楚越叔叔是顾交 所以顾家会照顾楚家 只是要照顾的是 以楚越叔叔为首的楚家 楚家主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你 楚山方寸大乱 双眸瞬间锐利了起来 他盯着顾颖说道 顾家的结盟的确很诱人 只不过 我楚家并非一定要进入这个联盟吧 我楚家留在混阳城内 稳步发展 又有何不可 顾家虽强 却也不能强人所难吧 我看你是小辈 不与你为难 你也不要欺人太甚 楚山大有直接送客的意思 可顾颖忽然取出一块令牌 哐当一声丢在桌子上 前段时间 我顾家爆出了一件特殊的专属领宝 名为千里穷违复杀令 分为子母令牌 锁定目标后 可跨距离催动施行远程打击 家父让我出行之前 将这块子令带在身上 另外一枚母令在家父手中 煞时间 气氛骤然降温 也就是说 子令锁定 那么楚山立刻就会遭到 由神丹禁锢秦仓所操持领宝 进行的跨距离打击 顾颖众心看向楚山 楚家主 你刚刚说的是 我没太听清 能重说一遍吗 只赴为婚 其实楚清歌原本是比较排斥的 毕竟谁也不愿意 莫名其妙地嫁给一个 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可是在道地遗迹中的相处 让他现在的心情无比的复杂 俏脸发白 最近他本就消瘦了许多 更显得楚楚可怜 他坐在椅子上 整个人心不在焉 他娘已经过去了 而柳氏看他状态不对 让他在这边休息 为什么我心里会难受 我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 我的修为限制已经解除了 我的三道元地体 能让我快速恢复修为 甚至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 超越以往 一切都应该变好了才对啊 可楚清歌高兴不起来 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被抽空了一样 忽然 他看到一个长相秀气的小女孩 美滋滋的蹦蹦跳跳 好像发生了什么喜事 最近他们这一脉的气氛都很压抑 小辈们平时也都垂头丧气的 这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吗 清歌姐 你回来了 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嗯 楚清歌坐在那里 柔柔地点头 叹息着柔了柔那女孩的头 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好事啊 大爷的病好了 那位哥哥可厉害了呢 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宝贝 是专门医治大爷的暗伤的 估计再有个几天时间 大爷就能恢复修为了 到时候 二爷那边的人 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呢 还有啊 听说二爷的暂代家主之位 大爷重新接管 我听大祖母说 咱家的年轻小辈 可能要送到圣阳城那边去 到时候 会有很多同辈人 和我们一同修炼 享受共同的资源念 清歌姐姐 圣阳城会不会很繁华啊 到时候你也会去吗 楚清歌被这个消息 震惊的一时之间 说不出话来 很快 他也得到了消息 顾颖来到楚家后 带来了诸多资源 作为退婚的补偿 并且取出了一件灵药 帮助楚清歌的父亲 治疗了暗伤 只需将伤势恢复 便可恢复曾经的实力 同时也代表顾家 邀请楚家 加入由诸多顶尖世家 组成的联盟内 携手发展 那个结盟的都是顶尖世家 至少都必须要拥有 神丹级战力才行 楚家是远远不够资格的 曾经也想过 只不过被拒绝得很果断 听说啊 那个哥哥可微疯了呢 当时二爷不讲道理 想将哥哥撵出去 结果哥哥取出了一件 专属领宝 好像是叫 对 叫千里穷雷复杀令 吓得二爷脸都白了呢 那女孩兴奋地说着 这段时间 笼罩在他们心中的阴霾 终于消散了 楚清哥心情复杂 而这个时候 柳氏也回来了 看着楚清哥叹了口气 顾颖离开了 嗯 柳氏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开口说道 其实 婚约之事 虽然是双方老人定下的 但是若说是戏言 也无可厚非 哪怕顾家选择无事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顾家今日之举 已经是人之一尽 对我们家来说 是恩人 嗯 楚清哥轻恩了一声 道理他肯定也懂 也极为感激 但是终是开心不起来 你 跟我讲讲这次外出 都发生了什么事吧 柳氏心疼地看着楚清哥 然后将楚清哥抱在怀里 柔声说道 楚清哥睫毛轻颤 随后将这一路上发生的事 叙述了一遍 有虚伪的李清风 又有屡次搭救的顾颖 柳氏听完之后 眼眸中一彩连连 刚刚看到那顾颖举止有度 气魄不凡 没想到这人竟然如此妖孽 危机四伏的道理一技 被他逛成了后花园 显然 自己的女儿动心了 起初顾颖和楚清哥 肯定也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萍水相逢 却被顾颖救了两次 又有那虚假的李清风做对比 再加上得知身份后 对于婚约的侍从 楚清哥以一个客观的角度观察顾颖 显然已经被吸引了 可结果 顾颖出走顾家 来到混阳城 却就是为了来退婚的 这让现在的楚清哥心乱如麻 就好像是 顾颖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断得干干净净的 做得人至义尽 互不向欠 这种行为很值得赞赏 但是对于楚清哥来说 那种失落感 犹如刀子一般 造花弄人 柳氏安慰道 清哥 婚约之事 本就是一种束缚 你们原本互不相识 这婚约不就成了你们之间的枷锁了吗 解除婚约 斩去的是 原本互不相识的你们之间的联系 可你们在那一技中结识 或许会是另外一种开始 柳氏安慰之后 又取出了一封信 这是顾颖的弟弟 顾绍商偷偷递给我的 他说他搁在男女之事上面子薄 有些是不会明着说 所以希望将这封信交给你 楚清哥文言结过信 打开之后 看到了上面的文字 解除婚约后 顾颖和顾绍商告辞王首到 准备回圣阳城了 路上 顾绍商看着自家大哥 心中哼了一声 我大哥在为人处事之上 的确老练 已经有父亲的风范 只不过在情爱之上 还是太只嫩了呀 顾绍商露出过来人的神色 还好 有我在 贾接大哥之名 给楚清哥留了一封信 信件的内容 是给大哥解释了一下 婚约之事太滚系 滚滚红尘 茫茫世间 他们的肩膀上都有压力 同时给予了楚清哥最大的安慰 若有缘分 任后自会于山巅再见 我的好大哥啊 你不知道在楚清哥的视角里 你的这般作为 究竟有多该死吗 你这该死的偷心盗贼啊 还好 你有为地 你以为我是怎么让王延 对我死心塌地的 楚清哥读完信后 脸上的神色复杂 他静坐了许久 忽然站起身来 吓得一旁的柳氏 一脸担忧地看着楚清哥 是啊 我终究还是太钻牛角尖了 我与顾颖被指负为婚 犹如被捆绑在了一起 这对我们两个人 都是不公平的事 是一种无形中的枷锁 我不愿意嫁给一个陌生人 他也不愿意 与一个未见过 也没了解过的人 共度余生 我们都是修行者 未来是要争渡红尘 与那滚滚尘世间 走到修行路的极致 相伴于红尘 这才是极致的浪漫 楚清哥想开了 他露出笑容 美的不可方物 柳氏看着这一幕 忽然觉得更担心了 坏了 闺女这不是想开了呀 这是彻底陷进去了呀 拥有三道元地体的楚清哥 一旦鼓起信心修行 将会极为恐怖 他轻咬红唇 若有缘分 日后自会相见 大哥 你得谢谢我 滚 好嘞 顾颖和顾少商 回到圣阳城内 然而很快 却发现了一件事 好玩好玩 顾家强势一条三 三家犹如蝼蚁 一般渺小 什么叫做圣阳城霸主 这就是圣阳城霸主 顾颖神色自若 而顾少商却是有些发愣 什么情况 我才出去了几天 咱顾家都要打崩三家了 顾少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 这次重新回到了顾家之后 忽然感觉顾家变得极为陌生 原本圣阳城边缘地带有几座山 现在竟然都被插上了顾家的旗帜 有专门的顾家强者进行把守 而且感觉顾家的门庭也修缮得更加大气壮观 因为与南宫世家等世家已经达成了结盟 在以后 经常会有南宫世家等世家的人进入到圣阳城内 来到顾家 所以顾家将内部整个翻修了一下 地盘也向外扩张了一下 像这种带有利益的来往 表面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顾少商是看待了 顾家的变化有点太大了吧 整个顾家都有一副繁荣昌盛的景象 只不过此时能看到顾家的人往来匆匆 好像真的如同外面所说的那样 顾家正在对三家出手 大少爷 呀 二少爷也回来了 门外的顾家人露出惊喜的神色 然后小跑着进去通报 很快他便跑了回来 气喘吁吁道 大少爷 二少爷 家主让你们去内堂 现在家主正在内堂之中招待贵客 招待贵客 顾少商心中有些奇怪 顾家现在不是正在对三家出手吗 顾少商甚至打开了城区聊天频道 看到了聊天频道里面的激烈讨论 顾家兵分三路 袭击三家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雷霆剑气 笼罩整个圣阳城 可父亲怎么还在招待贵客呢 顾颖和顾少商文言便来到了内堂 一走进内堂 就听到了顾清仓爽朗的笑声 姐儿 少商 快过来 顾清仓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神色中透露着满意 尤其是当看到顾颖走来的时候 神色中似乎还带着点炫耀 此时内堂之上还有两道身影 他们身上的气息晕停跃至 身上的威压与顾清仓极为相似 显然这二位竟然都是神丹境界的强者 神丹境强者在乾王区域内已是中流砥柱 如今一口气看到了三位 实在是让人心惊 姐儿 这位是你清叔 是南宫灵儿的叔叔 同时也是南宫家的二爷 南宫家有两位神丹级强者 一位是南宫家主 也就是南宫灵儿的父亲 而另外一人也就是眼前的南宫清朗 清叔好 这位就是小景了吧 我那侄女从盛阳城回家后 倒是经常念叨你 对你赞不绝口 如今一看果真是一表人才啊 南宫清赞赏地看着顾影 这位是天河城吕家的吕燃 你叫燃书就行了 燃书好 吕燃是个书生模样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可身上的气息却是极为恐怖 据说吕燃也是剑修 只不过她走的是大片门 以书生意气化为剑气 据说实力极为不俗 吕燃看着顾影 心中惊异 灵玄静的气息 而且比她以前所见到过的 大部分灵玄出街的小辈 都要强得多 这位顾家长子 没那么简单啊 顾秦苍满意地看了一眼顾影 然后又看到一旁的顾绍商 哼了一声道 你小子还知道回家呢 要不是这次 我让你大哥去给你从神剑阁抓回来 你是不是就准备死在神剑阁上了 顾秦苍指着顾影给二位说道 顾影 我大儿子 现如今已经是灵玄二阶的境界了 估计距离灵玄三阶也不远了 哈哈 在提到顾影的时候 顾秦苍满脸的炫耀与骄傲之色 然而在指着顾绍商的时候 话语简短 犬子顾绍商 怎么到我这就成犬子了 老头你偏心啊 顾绍商脸色难看 我那不是以为大哥堕落了 我得努力修炼挑大梁吗 而此时 顾影和顾绍商也明白了目前的状况 顾家正在对三家出手 内堂九大长老 以及外堂十二长老全部出动 而顾家所真正忌惮的 只是三家背后的云霄门而已 而此时 汇集在圣阳城顾家的这两位神单级强者 便是顾秦苍找来的帮手 结盟既然已经达成 那么圣阳城内 就必须是顾家的一言堂 男公卿淡然说道 他们的结盟 除了要利用到各自世家的底蕴 还要以整个城池为资源储备 调动里面的人力物力 这也是他们想出的 能够媲美宗门的发展方式 城池中的那些人 都会成为他们的帮手 大不了利用资源进行悬赏就行了 现在外面的那些散修 一本蓝色武学 就能够让他们做事 若是抛出一本紫色武学 能让他们直接卖面 而吕然却是眼面倾笑一声 随后说道 顾家的实力与底蕴的确强大 在这圣阳城内 犹如大日一般 而我们也只不过是为了应对那江丽而已 江丽便是云霄门门主 神丹二重的境界 好了 这里的事 你们不用多管了 顾秦苍大手一挥 让顾尹二人去战场 此时的三家 真正的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恐惧 这才多久的时间啊 怎么顾家忽然就变得这么强了 圣阳城街道上 一道道身穿黑袍 无比威严的持剑强者 抬手便是赤胜的雷霆 那磅礴的压力 让三家强者抱头鼠窜 顾家的强者 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就是雷鼠性剑修的含金量嘛 而且 他们手中的剑法 也都好高级啊 我刚刚看到了顾家的顾天神 施展出了一招 瞬间撕开天穹的剑术 浓郁的紫光无比刺眼 这是紫色的武学 顾家最近的动作 实在是太大了呀 原本三家就不老实 而现在顾家与外界结盟 肯定要肃清一己的 三家虽然平时蹦跶不起来 但是就像癞蛤蟆趴脚背 你不咬人 你恶心人啊 有一说一 我现在反而有点期待 顾家完全统领圣阳城的时候了 据说顾家 准备开设全城任务系统 到时候 顾家会与其他城池的世家 进行任务共享 到时候 我们这些散修 也能做任务了呢 真的假的 楼上怎么知道的 靠 要真是这样的话 三家好死 而此时 顾家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 一群顾家人 正在登陆聊天频道 他们脸色时常变化 似乎是在用力 就好像是顾颖前世 正在扣字的键盘侠 是的 控屏 现在顾家在进行的是 双层打击 靠 我看到顾家的年轻小辈们 正在屠杀三家的子弟 顾家长老三家长老之间 是一场王对王的对决 而年轻一辈之间 也有较量 此时 三家小辈被秘密输送到了一起 而顾山顾侠带队 直接阻断了三家的年轻人 双方立刻就开始厮杀 刷刷刷 顾山顾侠都已经神刚三阶 而顾云则是神刚二阶 在目前对于三家小辈来说 是完全碾压的存在 刷刷刷 雷鼠性剑气激荡开来 三家小辈惊恐至极 脸色苍白 该死 顾家难道真的就要赶尽杀绝吗 给我死啊 季家 王家 张家 这三家的小辈 现如今被顾家年轻一辈死死的镇压 他们也瞬间感受到了那份差距 顾家的小辈 这段时间修为静静巨大 毕竟有喇叭怪的每日六点经验值 还有喇叭王的经验分配 这让他们已经与这三家的同龄人 拉开了差距 再加上顾家小辈们 每个人保底修行了一本蓝色武学 最夸张的顾山这小子 修行了三本蓝色武学 就连顾影的凤鸣游身部他都学会了 在这三家小辈之中大杀四方 犹如一尊杀神 鲜血与厮杀正在催化这群小辈们的成长 一群小畜生啊 就在此时 从远处传来愤怒的声音 有几道身影从远处飞来 他们浑身燃血 气息萎靡 可却依旧让顾山顾侠等人脸色微变 临玄境 三家已经被逼疯了 他们准备完全放弃那边的战场 要将这些年轻人安全送离 此时 三家的几位长老看着满地的尸体 以及顾家弟子持剑燃血的模样 已经陷入了疯狂 这些长老都是凌玄出阶 最强的在凌玄舞阶 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息 犹如海浪一般 哪怕在那边的大战 让他们已经身受重伤 可却依旧是这些年轻人无法抗衡的 凌玄与神刚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今日把你们都杀了 顾家估计要吐血的吧 他们不做废话 当即不要动手 为首之人抬手便是一记恐怖的刀光 刀光成墨色 磅礴的压力砍碎一切 朝着站位最靠近的顾侠展出 顾侠撬脸顿时沙白 而身旁的顾家子弟们纷纷脸色狂变 So 就在此时 一道凌厉至极的剑光 划破虚空 骤然而至 剑光与刀光在半空中碰撞 轰然炸开 噗哧 一柄玉色笼罩红侠的长剑 瞬间飞射而来 插在地上 滚滚雷霆奔涌在大地之下 让这片大地 快速蔓延出猪网一般的雷霆纹路 看起来极为可怕 三家已是穷途末路 已大欺小 倒是并不奇怪 一道清朗的声音 从天穷之上垂落 声音极其年轻 但却已出具威严 三家长老瞳孔收缩 漠然抬头 只看到一道年轻的身影 屹立在顾家所有小辈的后方 那人见眉心目 气度不凡 眉宇间一点珠红印记 此时正在灿灿发光 显得格外的妖野与神秘 从他到来的那一刻起 神情激动 仿佛外出征战的士兵 看到了率领他们的将军 那是他们的主心骨 顾家顾颖 记家的那位长老脸色微变 他就是顾家顾颖 这些长老们 一个个神色露出惊讶的神色 可很快便被争鸣满步 顾家顾颖 貌似在几日前踏入了灵玄境界 可说破天也应该就是灵玄一阶而已 杀了他 顾家对我三家赶尽杀绝 就别怪我们 将他们最寄予希望的天才 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们神色阴逸 可记家的长老 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他见识过 这个妖孽到底有多少可怕的手段 尤其是当顾颖 从地上拔出了那把神侠剑之后 整个人的气度都让人不安心 王爷的脸上杀鸡起伏 神刚四接的气息 让人倍感压力 他的状态一般 但是对付顾颖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了 他的大手朝着顾颖笼罩而去 漆黑色的掌印在半空凝聚 仿佛有半山之威 轰然坠落 咸天火灵天 瞬间被紫色的光芒覆盖 滔天的剑光轰击在掌印之上 瞬间与那掌印炸裂在半空中 碰撞的余波 让所有年轻小辈疯狂后退 难以置信的眸光看向顾颖 难以想象 这是一个与他们同龄的人 爆发出的攻击 紫色剑绝 那顾天神施展的紫色剑绝 这个小畜生也学会了 他还掌握一种 瞬间提升能力的体质 该死 王爷脸色极度到扭曲 紫色剑绝 提升能力的体质 这些都是他不敢奢求的东西 他已经凌旋二截了 杀了他 不然后患无穷 然而顾颖竟然率先出击 真魔体 天魔吼 煞时间 顾颖朝着王爷大吼一声 王爷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控制 随后顾颖的神侠剑却是指向天空 无穷的紫光 以顾颖的神侠剑为中心 轰然爆发 紫色舞穴 中灵剑身 嗡 赤裂的剑气在空中汇集 随后一柄惊叹的巨剑 在空中凝结 位于王爷的正上方 这就是顾颖在道地景地之中 所得到的那本紫色剑诀 中灵剑身 爆发流剑诀 巨剑从天而降 王爷从那混乱状态里解脱 可那巨剑已然降临 扑痴 惊叹巨剑坠落 瞬间化作无尽的雷霆神剑 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将王爷斩成肉泥 又是一种紫色舞穴 三家长老露出牙子欲裂的神色 他们震撼于顾颖 拥有两种紫色舞穴 但是更震撼的是顾颖竟然直接将王爷斩杀 灵玄二阶斩灵玄四阶 这是什么超纲的月阶作战 杀了他 原本其他长老正在疏散自己的年轻小辈 保留有生力量 此时也都顾不得了 为首 纪元灵玄五阶的气息疯狂炸开 他朝着顾颖涌来 顾颖此时脸色发白 接连施展两种紫色舞穴 的确已经抽空了他的力量 那王爷虽然只是普通的灵玄四阶 三家资源匮乏 这些人的战力完全不值得一提 但是毕竟还是实打实的修为 顾颖只能倾近底牌 打出一个措手不及 才能将他们斩杀 看着那冲杀过来 杀气腾腾的纪元 顾颖打出一道令牌 千里琼雷伏杀令 子令 锁定 一瞬间 纪元等人感觉自己仿佛被一股宏大的气息锁定了 这应当是顾家获得了千里琼雷伏杀令之后 第一次使用 当子令成功锁定到了纪元等人的时候 刹那间一股宏大的气机骤然降临 纪元以及他身旁的三家长老们纷纷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那股气息让他们心迹宏大而磅礴 轰隆 刹那间 子令高高飞起 随后舒尔颤动起来 每一次的颤动都有一道雷霆激荡坠落 水桶粗细的雷霆泛着灿灿白光 那子令眨眼间颤动数百下 数百道雷霆从天而降 瞬间淹没此地 这就是神丹级别的力量 操持着专属灵宝的可怕之处 那纪元等长老直接就被轰杀成渣了 顾山顾霞顾云三人并肩而立 同时张开嘴巴震撼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这发生的实在是太迅速了 导致他们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在三家长老即将对他们出手的时候 大哥来了 然而这也太离谱了吧 秒杀王爷 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了 王爷是王家外堂七长老 灵玄四阶的实力 纪元是纪家外堂五长老 灵玄五阶的实力 其余的几位长老也都是灵玄境界 顾尹到场 直接秒杀了灵玄四阶的王爷 他们看了一眼空气中所飘荡着的淡金色的灵气 感受到了里面那一股金黄赤盛的灵力气息 露出骇然的神色 刚刚的那一道金灿巨剑投影 绝对也是一种紫色剑绝 大哥这才出去了几日的时间 怎么感觉他的这实力提升得这么离谱 忽然感觉大哥身上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应该这么震惊了才是 大哥本就是一个永远可以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天才 如若不是大哥及时赶到的话 今日我们恐怕是要损失惨重的 顾山等人惊魂未定 如若不是顾尹赶到 那么顾家的小辈们今天肯定是要损失惨重的 不会的 顾家内堂现在端坐着三尊神丹级强者 整个圣阳城发生的事事无巨细尽收眼底 我顾家不会出现这样脑残的失误的 顾绍商此时缓缓地走了过来 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向顾山等人 他看着顾山三人却是直戳牙花子 神刚三剑 神刚二剑 好家伙 你们一直都留在顾家 结果修为竟然快要追赶上我了 这让顾绍商有些挫败 顾家小辈实力提升得快 这自然是好事 可顾绍商不理解啊 他真的不理解啊 宗门的资源 应该是远远超过于世家的呀 可是为什么留在顾家的这些人 修为没有停滞 反而还在以一种无法理解的速度在增进 他忍不住想起了 当初不停劝大哥顾颖离开顾家 加入神剑革之时的场景 羞愧难当 而此时 一道道身影朝着这边飞来 赫然就是顾家的那堂长老 那些长老神色担忧 显然这些三家杂碎们意外溜走 让他们甚是担忧 呼 还好 看着那满地的尸体 他们才放下心来 这些长老们先前正在血战 而那些灵玄出街的弱姬 完全没有能力加入战圈 他们站到正憨 结果才发现这些灵玄出街的三家长老 竟然偷偷溜走了 这些甜不知耻的老东西 修炼了一辈子 也就只有个灵玄出街的实力 结果现在还要以大欺小 对小辈出手 长老们忍不住唾弃 最尴尬的是 竟然还被小辈斩了 他们刚刚距离很远 就看到了一道金餐的巨剑 从天而降 斩掉了灵玄四街的王家王爷 他们也都看到了 那是顾颖出的手 此时顾家的长老们 都用看宝贝一样的目光 盯着顾颖看 灵玄二街 便可以力斩灵玄四街 虽然那王爷已经受伤 方寸大乱 但是杀了就是杀了 顾颖此时看向了其他三家子弟 手中长剑一番 凛冽的剑光 瞬间带起大片的鲜血 野火烧不尽 吹风吹又生 杀光 他似乎是在给顾家的这些年轻修行者们 上一堂课 斩草要除根 不然仇恨在圣阳城之外的地方野蛮生长 对顾家将会是致命的威胁 所有顾家子弟 原本是有些犹豫的 但是 当他们看到了顾颖一剑 带起大片的血花 看到了顾家长子 屹立在鲜血之中 杀 今天我们的每一道怜悯之心 都会在日后成为砍在我们身上的剑光 杀杀杀 顾家子弟血气上冲 三家子弟被他们用那凌厉的剑疯狂地砍翻 这小子 已经有点顾家长子的样子了 这份风范 让我忽然想起了当初跟随家主的日子了呀 这一代 或许会是咱们顾家的黄金时代 咱们顾家 已有崛起之势啊 而他们也都明白 这一切 都与顾颖有关 喇叭王 紫色剑绝 紫色的功法 灵弊消息 这些都是顾颖带给顾家的 而顾家能有惊天 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们这些顾家高层的确很有决策力 从对外交易 再到结成同盟 顾家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但是最原始的基础 还是顾颖所带来的这些机遇 顾家和顾颖 或许就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 努力修行吧 听说大长老已经快要踏入神担境了 咱们这些老家伙 可不能轻易被追赶上啊 还是要多多努力 给这群可爱的小家伙们做靠山 让他们也能尝试一下 在前往区域内野蛮生长的状态 长老们露出欣慰的笑容 忽然燃起了属于老年人们的激情 怀念起了自己年轻时修炼的青葱岁月 现在也都想使使劲挤入神担境了 天地大变 是无穷的未知与危机 却也是崛起的机会 乱世出英雄 他们看到顾家小辈们的脸庞愈发坚毅 毛子里那天真的光芒 也渐渐成熟 露出欣慰的笑容 小景 三家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 大厂老代人去城外寻找三家的地点 直接全面打击 永绝后患 顾家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为什么一直拖到 现在才对三家施行雷霆打击 就是因为 顾家已经完全掌握了 三家在盛阳城外的一切信息 一旦出手 就是直接永绝后患 顾颖文言也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在顾家就是舒坦 很多是完全不需要自己操心 当初杀纪元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觉 你尽管浪 顾家会给你擦屁股的 然而就在此时 哄 盛阳城内部忽然爆发出了恐怖的契机 弥散之间几乎要压垮天地 那似乎是神丹级别的压力 瞬间坠落在了所有盛阳城内顾家人的身上 云霄门门主终于来了 原本以为他已经放弃 这三家了 结果最后还是出手了 果然 咱们盛阳城是云霄门晋升八品势力 毕竟重要的垫脚石 长老失笑 神丹级强者降临 可顾家的长老们丝毫没有任何慌乱 这些 他们自然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刷 从盛阳城内部 一道丝毫不逊色于云霄门门主的气息 骤然爆发 随之涌来的是威严的声音 江烈 我早已等待你多时了 你想以周边城市为踏板 将云霄门强行抬入八品宗门的范畴 可惜胃口太大 你啃不下来 三道身影连媚而出 顾情仓 吕然 南宫青 三道神丹级强者骤然出现 气息雄魂 盖压天地 云霄门门主江丽是个中年人 满脸横肉 长相兄弟 此时神色也难看了起来 顾家 竟然喊来了三尊神丹级强者 一个城池世家 竟然具备这样恐怖的号召力 他心生退役 然而三道神丹级强者 直接便将他困在了中间 此时 顾颖这边已经聚集了很多顾家长老们了 他们都担心年轻小辈们 所以在战斗结束后 也都连忙赶到了这里 顾颖的二伯 也就是外堂二长老难得正经 来到了顾颖的身旁 笑着说道 其实顾家早在与南宫世家结盟 就已经开始商讨 针对云霄门的事了 云霄门想要踩着圣阳城 以吉周边城池 大肆扩张 晋升八品 而顾 吕 南宫三家 其实也在谋划瓜分云霄门的资源 顾家早已与三家达成共识 这两位神丹级强者的到来 就是为了针对云霄门的 神丹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 让云霄门门主江丽惊恐的事 你是神丹三家 虚空中 顾情仓气息磅礴 手中的剑挥出无尽的雷霆 凛冽的剑光 撕开江丽的护体秘术 直接将其重创 怎么 难道我不能突破吗 这段时间 顾情仓时常行走在各大世家 已经宗门 去新结交了很多朋友 同时也问候了许多当年的好友 顺路 也厚着脸皮 蹭了很多惊艳 他突破到了神丹三界 很快 在三位神丹竞强者的围攻下 江丽也终于支撑不住 鲜血从天空之上滴落下来 浓郁的血腥味刺鼻 这位野心蓬勃的云霄门门主 终于是坚持不住了 呵呵 顾家 好一个顾家呀 江丽的神色中充满了震撼 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恐惧 他原本完全没有将顾家放在眼里 云霄门是要同时对数个城池出手 力量分开 而当时顾家的顾情仓处于涅槃状态 顾家上下实力都在不断的跌落 所以 云霄门也就放松了警惕 雷属性功法没那么容易得到的 他们原本想的是各个布局 同时推进 然后一口吞下 结果顾家忽然得到了雷属性功法 并且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 他低估了顾情仓在前王区域内的人脉 顾情仓实力低弱之时 这些资源是无法利用的 但是他只要恢复了神丹级的实力 那么他的人脉 立刻就能够给予恐怖的回馈 于是 云霄门吞并周遭的大王被轻易地撕碎 并且反噬 顾家的崛起 已经无法阻挡了 破 灵力的剑光洞穿云霄门门主的眉心 天地寂静 似乎是在为一尊神丹级强者的陨落而肃目 男公卿和吕然互相对视了一眼 皆看到了对方眼眸中的震动 他们也是才知道 顾情仓竟然已经神丹三界了 而且 雷属性剑修 当真如此恐怖吗 纳江丽同样也是神丹三界的实力 但是在顾情仓的雷霆剑气之下 却是显得极为雷弱 杀得太快了些 自此 三家彻底瓦解 靠山云霄门也宣布破灭 就连门主江丽都已经陨落了 云霄门内剩下的人 自然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威胁了 顾情仓从天空中缓慢落了下来 站在了顾影的面前 高兴的都快要合不拢嘴了 刚刚他们三人虽然位于顾家内堂之中 可圣阳城的一切都被他们尽收眼底 当看到三家的长老们出现之时 男公卿和吕然都笑着让他尽快出手 说实在的 他可以出手 但是太丢人了 他堂堂顾家家主 直接从内堂走出 对几个灵玄境的楼里出手 的确太丢脸 关键时刻 顾影来了 顾家长子越尖秒杀了灵玄四阶的王爷 顾情仓永远都忘不掉 男公卿和吕然惊掉下巴的表情 让他心中都快要爽翻了 而此时 他神色也逐渐严肃了起来 开始吩咐 男公家以及吕家的强者就在盛阳城外 一会儿你们与他们集结 前往云霄门 取回我们应得的资源 顾情仓取出一张清单 放在了那堂二长老的手中 好家伙 那清单上写着 云霄门内的所有资源 并且早就已经被三家规划好了归属 云霄门内部资源丰厚 他们这段时间疯狂扩张 用各种手段 积累了很多资源 也算是给我们做了嫁衣 顾情仓心情大好 经过这云霄门一战 顾家在同盟中的地位 会猛猛增长 你以为顾情仓海来这两家 只有担心顾家啃不下云霄门 这么简单的理由吗 最主要的还是 亮剑 如今结盟初期 各家野心蓬勃 而对于目前的顾家 这些世家貌合神离 结盟关系还不够牢固 而今日一战 足以让这些世家看到顾家的实力 不管是在哪里 实力永远是最好的依仗 一日之间 盛阳城格局发生巨大改变 原本盛阳城内 顾家 王家 张家 纪家 虽然实力上有些差距 但是却也都算得上是 盛阳城内的显赫世家了 但是从今日起 盛阳城 只有一个顾家 据说云霄门遭逢巨变 弟子皆被遣散 内部资源被横扫一空 而此时 顾颖则是和顾秦苍 走到了内堂之中 现如今南宫家的人和吕家的人 都已经离开我们盛阳城了 可以说说你的事了 楚家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顾秦苍对着顾颖询问道 而顾颖文言 也是将这一路上的事 都给顾秦苍说了一遍 在楚家的事上 你做得不错 这些是听起来和真正做起来 是截然不同的 顾颖将一切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这让顾秦苍也极为欣慰 修行界之中 不只是打打杀杀 更多的还是人情世故 这乾王区域大大小小多少世家 世家与宗门不同 打断骨头连着筋 凝结起来 是一股谁都无法忽视的力量 平时行走在外 多交朋友 有好处的 顾颖点头 而提到顾颖 在道地遗迹中 就遇到了楚清歌 顾秦苍也八卦起来了 那妮子长相如何 花容月貌 顾颖实话实说 楚清歌的确是目前 他所遇到过的女子之中 长相最出色的了 顾秦苍并不知道 顾颖的一番退婚操作下来 就好像是在人家女孩的心里 杀人又放火 关键是完事了还逃逸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任务奖励还没领取 我现在领取一下 你已经选择退婚任务 并且完成 是否领取奖励 领取 经验之家二百 你已经突破至林玄三阶 获得蓝色武学苍狼剑术 获得蓝色武学神力机 获得蓝色武学大力图魔掌 三本蓝色武学 对于现在的顾颖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恭喜您获得领神功 领神功 兵属性紫色功法 兵属性的紫色功法 这兵属性的功法 还真是少见 只不过貌似整个前王区域内 兵属性的修行者极为稀少 我所知道的也只有一个 顾秦苍眉着眼眸说道 神幽殿下九幽 可是神幽殿下九幽 早就已经不知所踪 据说现在神幽殿的多方势力 都在四处寻找他 心思各异 我们肯定也找不到他 不然的话 若是能依靠这本功法 与那种金丹级的大佬搭上线 好处是难以想象的 毕竟是稀有高阶属性的功法 先留在你手里吧 就算前王区域内 没有强大的兵属性修行者 不代表前王区域外没有 顾颖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把忠灵剑身 以及顾颖在道地景地中 让顾秦苍露出了惊恶的神色 这么多 道地遗迹中遇到了这么多宝贝 顾颖将张元宝的事业 一并说给了顾秦苍 文言顾秦苍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还有这种运气爆棚的人 这倒是很稀奇 不过整个红界这么大 我们前王区域 也不过只是一鱼之地吧 神秘奇怪的是再多也不奇怪 顾颖所带回来的 也只是一部分而已 难以想象 这次神剑阁拿到了多少好处 有机会得去跟神剑阁好好聊聊 有了你这一次的道地遗迹之旅 估计神剑阁不会对我们顾家太过排斥 顾秦苍轻声念叨了一声 八品和九品宗门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神剑阁内的建筑乃是神丹六重的存在 金丹之下最强境界可没那么简单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最近顾家的资源越来越多了 最近多提升提升实力 顾秦苍看着顾颖的气息又增强了许多 也颇为欣慰 林玄三接了 这小子 顾颖先去了荒山 然后将喇叭怪收割了一遍 经验值加七六 掉落蓝色装备 神秘的手掌 妖兽篡改点加十六 然后顾颖掏出自己的灵光蒲团 开始打坐 三个时辰后 打坐统计 时间三十成 经验值收益 二十三点 道心修为收益 四点 顾颖佩戴天衡时 除却经验值的收益 顾颖还获得了四点的道心修为 道心 四百一时 有点意思 然后顾颖又站在了灵光蒲园上 将战装宫的五点经验值也一同收获了 人物 顾颖 体质 真魔体 先天火灵体 修为 灵玄三阶 二二一五零零 武学 骤剑诀 圆满九百五十 凤鸣游身部 圆满一千零五十 猎穹剑术 一千零二十 战装宫 两千五百五十 大镜严咒 四百一十五 老农砍柴弓 十五 中灵剑身 一百一十五 灵宝 神侠剑 红天战甲 道吕 吴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被顾家寄予厚望 成功踏入灵玄境 前途无限光明 顾颖的经验值已经达到了二百二十一 这其中还有顾颖先前完成的政治令 保护楚清歌的任务所 获得的五十点经验值 这种晋升速度 已经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了 只不过顾颖却调出了一本武学的母版 然后放在自己的面前仔细研读 灵溪剑指 品阶 蓝色 以纸为剑 可展苍生 这是一本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蓝色武学了 对于顾颖的悟性资质来说 只需要心念一动 立刻就能够学会 我想尝试尝试我的篡改能力 顾颖以前一直都是在跟随着篡改面板 出现按部就班的去修行 却还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篡改能力 灵溪剑指就是一种极不错的试验对象 消耗小 施展快 并且还有一定的实用性 顾颖一直点出 灵力的剑光 顺着顾颖的指尖爆发开来 瞬间破出十米远 在大地上留下了一道不深的痕迹 灵溪剑指 110 刷刷刷 这种蓝色武学施展起来 对于灵玄三阶的顾颖来说 消耗本就不算大 而这灵溪剑指又是那种简单粗暴的武学 所需要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顾颖很快就刷满了灵溪剑指的熟练度 开启了篡改面板 灵溪剑指篡改面板 篡改一 剑指威力提升10% 5篡改点 篡改2 每次剑指附带随机属性效果 如冰冻 爆裂 虚弱等 10篡改点 篡改3 剑指速度星号2 10篡改点 现有篡改点 10 故应并没有直接篡改 它最主要的篡改目的 其实是破级 破级 每本武学圆满熟练度满级后 都可以进行一次武学破级 可随机刷新一条特殊词条 词条等级分为蓝色 紫色 金色 红色 不同的词条 刷出强力词条 可以提高武学的整体评级 它想利用这个简单的武学 来看看破级中的词条 究竟都有什么 有的时候 大道质简 最高端的篡改 可能只需要最简单的材料 比如顾颖的喇叭怪 就是如此 要说让顾颖一天挥十次猎穷剑决 那绝对是要顾颖的老命 但是 灵溪剑指不同 这么说吧 灵溪剑指是 最简单的蓝色武学 威力不强 也就是施展的动作 还算潇洒飘逸 用来耍帅正好 但是施展一次骤剑绝锁 需要的灵气 足够顾颖使用几十次灵溪剑指了 开啥玩笑 现在骤剑绝一下 挥出百刀剑语 所需要的灵气量巨大 已经接近一些普通的紫色武学了 灵溪剑指 破级 630 破级次数 也只需要30熟练度 这就是为顾颖刷词条二升的武学啊 嗖嗖嗖 一道道剑光 顺着顾颖的指尖 迸发而出 蓝色武学灵溪剑指熟练度圆满 获得破级机会一次 当 清脆的锤音响起 恭喜刷出蓝色词条 光影 剑指射速附带迷幻效果 可在瞬间融入光影 让人无法琢磨 顾颖一键指点出 刹那间 那剑指搜的一声 融入灿灿的光芒中 肉眼难以看清 最终在地上留下了痕迹 垃圾词条 刷刷刷刷 蓝色武学灵溪剑指熟练度圆满 获得破级机会一次 当 清脆的锤音再次响起 恭喜刷出蓝色词条 爆裂 剑指落地 即触发爆裂属性 剑指呈四散状炸开 触碰肉身会有奇效 垃圾词条 刷刷刷 当 恭喜刷出紫色词条 急咒 敌人若观看 丸灵溪剑指全部施展过程 将有10%概率 陷入完全失明状态5S 可无限触发 误草 终于来了个像样的词条了呀 只不过让顾颖有些诧异的事 这不就是 被闪瞎眼睛了吗 顾颖施展灵溪剑指的动作 的确潇洒自如 一记剑指点出 瞬间剑光蒸腾 也就是说 完整观看完顾颖的剑指 会有概率直接被闪瞎眼睛 顾颖都忍不住调侃自己以后 施展灵溪剑指的时候 要不要也打个想纸念一句当心眼睛 随后顾颖继续搞 结果刷出来的词条 都是蓝色的垃圾词条 刷出高级词条的概率 还是太低了 这个紫色的极咒词条 已经是我今天刷出来的 最好的词条了 顾颖颖颇有些无奈 当 可就在此时 一道金光骤然闪烁 恭喜刷出金色词条 列创 每次灵溪剑指 有5%概率 打出列创效果 可造成对方最大生命值 10%的附加伤害 金色词条 按照对方最大生命值的 10%进行伤害 这不就是 数据不强 欲强则强 顾颖终于刷出来了 一个像样点的词条了 若是以后遇到什么 超级顶尖的精英怪 又或者是什么世界boss 那动则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的血量 抬手一个10% 那可就是几万 甚至是几十万的伤害啊 灵溪剑指 品极 蓝色 金色词条 列创 紫色词条 极咒 蓝色词条 光影 爆裂 浇灌 顾颖后续又进行了几次破级 然而所刷出来的词条 也都是一堆无用的垃圾而已 概率还是太低了 不过能刷出一个金色词条 已经算是顾颖极星高照了 他还是很满意了 目前来看 我的紫色武学 一共有两本 分别是中灵剑身 以及猎穷剑诀 这两种都是专注于爆发类型的紫色剑诀 已经足够支撑我现阶段的爆发力度了 所以我应该多刷几本具备特殊词条的武学 能够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发挥出奇效 这个灵溪剑指的列创属性 就是顾颖在面对世界boss 或者是其他特殊的强大精英怪的时候的杀手锏了 给其他人带来多大的心理阴影了 极咒属性也不错 五秒的失明状态 相当于一个削弱版的天魔混乱 紫色以上的词条 都会具备一些极有用的能力 这让顾颖也是极为满意的 夜晚时分 顾颖在演武场内 刷了刷咒剑诀的熟练度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回到了住处之后 调取了龙相雷镜的修行面板 龙相雷镜 斩天地妖兽 养龙相雷镜 藏于肺腑之间 呼声如阵势之歌 雷镜如地狱镇压人士 养出百万条龙相雷镜 镇压诸世 斩杀妖兽 可获得雷镜点 龙相雷镜进度 0 0100 这本龙相雷镜顾颖 也同样分享给了顾秦仓 对此 顾秦仓却是暂时没有将其放置入藏经阁内 金色的圣品武学 这种武学 现在在乾王区域都没有出现过 只能说 不愧是牵扯到上古顶尖道际存在的遗迹 目前的顾驾 还用不上这种东西 顾秦仓抗住金色武学的诱惑 深刻地意识到 如果这本金色的圣品武学 摆放在顾家的藏宝阁内 那么不出一日 顾家就会被一堆神秘的势力 直接踏平 顾影之给了顾秦仓一份修炼授权 并没有放在顾家的藏宝阁内 同时也叮嘱了 出门在外 切记不可谈论道地遗迹的事 而此时顾影详细看了一遍 龙相雷镜的修行面板 斩杀妖兽 吸收妖气转化为雷镜点 貌似标注了 仅能击杀野生妖兽 也就是说 在山间里随机刷出的那些妖兽 这就有点太苛刻了吧 不过眼下时间 顾影先选择将这本龙相雷镜入门 这本龙相雷镜很特殊 只要入门了 便能够斩杀妖兽 吸收雷节点了 龙相雷镜入门度 1% 雷属性契合 入门度正10% 心有灵雾 醍醐灌顶 入门度正15% 雷镜达标 入门度正10% 龙相雷镜入门度 36% 顾影直接掏出灵光扑团 坐在上面雷镜加一 随后顾影修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等到快要到第二日清晨 顾影睁开眼眸 一对本就锐利的眼眸 忽然闪烁金色大雷 威严震慑 金光一闪而过 随后顾影呼出一口气来 龙相雷镜入门成功 正式开启雷镜点面板 搜集雷镜点 可融合龙相神镜 雷镜点 0100 顾影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睡 此时依旧神采异议 这可是金色圣品武学啊 要是不将他研究明白了 顾影感觉自己是睡不着的 而且一夜未睡 对于他这种龙玄镜修事来说 是完全算不得什么问题的 天刚蒙蒙亮 顾影借着尚未退进的目色 走出了顾家 有些乏累的守卫 看到了顾影外出的背影 也是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大少爷本就天子恐怖 福音身后却还如此刻苦 大少爷活该变强了 顾影斩灵玄四街的王爷之势 已经在顾家内无限发酵了 尤其是那些小一辈的娃娃们 说话本就不着边 据说 现在已经发酵成顾影不屑一笑 目射金光 将王爷直接吓死的版本了 不过 顾影斩了王爷是真的 顾影现在 在顾家内部的地位 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 黑玄山脉 阴云密布 山体呈漆黑之色 有的地方油光发亮 让人觉得分外甚人 曾经这黑玄山脉 就被顾家视作是真正的禁区 因为里面地大物博 是大量妖兽的栖息之地 据说最深处 还有金丹级的兽王 无比可怕 刷 雷霆剑气在虚空中炸开 瞬间洞穿虚空中疯狂跳动的 那道脚尖身影 雷镜点转化中 斩杀银贝狼 获得五点雷镜点 获得一点龙像 雷镜篡改点 一只神刚智固境界的银贝狼 会得顾影带来五点雷镜点 同时还有龙像雷镜的篡改点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龙像雷镜点 雷镜点 74100 经过一个清晨的妖兽斩杀 顾影已经成功获得了74点的雷镜点 对于这种速度 他还算满意 斩杀妖兽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而且 我所斩杀的 都是一些神刚晋的妖兽 若是斩杀更高级别的妖兽 那么所转化出来的雷镜点 应该也会越来越多 可就在此时 咚咚咚 大帝忽然颤动 顾影眯着眼睛 摇摇间只看到了几个年轻人 正在朝着顾影这边跑来 他们脸色苍白 好像背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追逐他们一般 看到顾影之后 围首那个女孩连忙大呼道 快点跑 后面有铁皮熊 铁皮熊 灵璇一阶的妖兽 以防御力著称 据说就算是普通的灵璇二阶的修饰 都无法轻易 破开其防御 所以 若是在野外遇到这等妖兽 还是极为头疼的 显然这是一群外出历练的孩子 容貌稚嫩 一个个实力 才都只是神当初阶 背后的铁皮熊追逐的那叫一个疯狂 顾影此时 是在黑玄山脉的外围 不到宁丹境 就算是顾影 也不敢深入的太多 外围灵玄境的妖兽不常见 此时看到一个顾影眼里发光 那些人看到这个黑袍剑修还不走 也都有些着急 你 然而他们刚想提醒 一道恐怖的剑光 几乎是贴着他们的脑袋滑过去的 破 背后瞬间传来皮肉被划开的声音 随后追逐他们而来的铁皮熊 硬生倒地 传来轰隆的声响 大的都颤动了一下 一剑 秒杀凌玄一阶的铁皮熊 他们呆呆地看着这个 没比他们大多少的黑袍剑修 心中莫名地升起一抹恐惧 刚刚的那一剑 太恐怖了 斩杀铁皮熊 获得雷进点 十四点 雷进点 88100 还得是凌玄境界的妖兽啊 多谢 这位大哥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表示感谢 同时也都在观察故隐 能拥有这等气度与实力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天才 甚至他们猜测 这位可能是前王区域里 最顶尖的天才了 毕竟 如此年轻 就有秒杀凌玄一阶铁皮熊的实力 这等实力 着实是恐怖啊 顾颖摆了摆手 不要接近那位 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几人低着头应了一声 然后老老实实地离开了 还差十二点雷进点 就可以凝聚出第一道龙像神经了 对于这些年轻人 顾颖也只是当作是一个小插曲 倒是让他的雷进点获取 开始提速了 他对龙像神经太好奇了 可就在此时 啊 大哥 那群年轻人又回来了 顾颖没想到 这群年轻人才刚走出去没多久 此时竟然又跑了回来 而且 好像又被什么东西给追了 而在他们的身后 一只浑身色彩斑斓的银狼 喷吐雾气 朝着他们疯狂的追逐 仿佛这人群中有什么东西 无比吸引他一样 灵璇接妖兽 顾颖抬手又是一剑 破 斩杀灵雾银狼 获得雷进点 十五点 雷进点 103100 雷进点转化中 轰隆 顾颖的身上 骤然有雷霆之音响彻爆发 隐隐间有着尖量的龙鹰咆哮声 随后一股精纯至极的恐怖力量 顺着顾颖的四肢百还流淌起来 恭喜您成功凝结一道龙像神经 搜集百万道龙像神经 镇压诸事 这就是龙像神经吗 犹如浓稠的岩浆 代表着高密度的超强威能 顾颖可以想象 一剑斩出这一剑的话 甚至可以媲美普通的紫色武学 但是要知道 这龙像神经是可以无限搜集 并且可以加持在紫色武学之中的 金色圣品武学名不虚传 我若是展出一剑 催动完全的龙像神经 恐怕能够将我的所有灵气全部炸干 如此看来这一剑 还是要当作是底牌来使用 金色圣品武学的消耗太大 顾颖忍不住苦笑 还是得尽快提升修为 目前他应该只能催动一次龙像神经 而他也是将奇怪的目光 看向了这群满脸歉意的年轻人 然后将神侠剑插在地上 露出鱷鱼的笑容 解释解释吧 人群中 一个柔弱的小女孩 缩了缩身子 有些害怕地看向顾颖 我们 我们只是外出历练的 顾颖呜了一声 然后抬起手来 那个柔弱的小女孩 瞬间不受控制地 朝着顾颖飞了过来 这小女孩脸色发白 才刚靠近顾颖 就嗅到了一股亲人心脾的芳香 那股芳香与体香不同 更像是某种特殊的药草 顾颖的气息本就透露威严 此时把这群年轻人都吓傻了 别伤害我们 我们 我们 这些年轻人脸色难看 而此时 那个小女孩开口说道 我的体质特殊 对于这些妖兽有着吸引力 我们只是 想要穿过黑玄山脉 回到秦明城皇家 秦明城 是附近的一座小城 地处偏僻 想要出行 就必须要穿过黑玄山脉的外围 所以注定了无法昌盛发展 不过顾颖却有些好奇 这个女孩的体质 能吸引妖兽 这对于修行了龙象雷镜 需要斩杀妖兽的顾颖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然的修炼加速器啊 你们跟我去一趟圣阳城 圣阳城 这些年轻人露出奇怪的神色 他们听说过圣阳城 与秦明城比起来 那是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 这个天才 来自圣阳城 只不过他们心中忐忑 去圣阳城 不会出问题吧 进入到圣阳城 此地的繁华 让这几个年轻人 有些不太适应 你们大约也都十六七岁 在这个年纪 能够进入到神刚境界 倒也是挺稀奇的 顾颖忽然回想起了 自己当初十八岁 踏入神刚境的时候 被称作是天才 那几个年轻人不敢抬头 小声地说道 现在想要突破 也不需要天赋与悟性了 只需要运气好一些 勤奋一些就可以了 还真是 顾颖忍不住赞同的点头 只能说大人时代变了呀 以前的年轻一辈 想要在二十岁之前踏入神刚 困难不已 有多少年轻人 要在断体到神刚的桎梏之中 苦修几年 而现在呢 经验值到了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将修炼的成果 用经验值的方式 更加直观立体地呈现给你 这个时代啊 顾颖颖颇为感慨 进入顾家 那堂的长老们 陆陆续续回来汇报工作 结果都看到了 顾颖领着一群年轻小辈回来了 纷纷有些怪异 小警 这啥情况啊 顾颖背后的那些年轻人 一个个惊恐不已 这是什么世家 怎么这么恐怖 这随便走进来走出去的 一个长老身上的气息 都让他们恐惧 宁丹静见 在秦明城中 可是能做家主的啊 我爹呢 顾颖并未言明 而是询问了一下顾秦苍的位置 得知顾秦苍也在那堂后 顾颖带着这些小家伙进去 简而 这些事 顾秦苍诧异地看着走进来的顾颖 奇怪地询问道 顾颖当即将那个名叫 黄琪琪的特殊性告诉了顾秦苍 顾秦苍 闻眼眼眸微眯 她也修行了龙象雷镜 甚至今早 她就已经凝出了三道龙象神镜 自然知道 这本金色武学的恐怖之处 她也是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个黄琪琪 对于修炼龙象雷镜的父子二人来说 相当于一个修为增速器啊 秦明城 黄家是吧 啊 这些小家伙们 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修行者 身上渗透出来的一丝一缕的气息 都让人觉得倍感压力 甚至他们怀疑黄家的最强者 一位宁丹二重的强者 在眼前这个黑袍男子的手下 犹如蝼蚁一般渺小 黄家最近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 苍穹门的一个不入流的小宗门 打得火热 你们这次外出 也是为了给黄家寻找增援的吧 不然 黄家也不至于将你们 这些小孩子放出来 横穿黑玄山脉 顾秦苍对周边的城市了解很深刻 那个秦明城市的小城 但是顾秦苍依旧能够说出现 如今的状况 显然 顾家如今的发展 都是这群老人们不分昼夜的分析 择忧 在共同的努力下进行的 苍穹门 名字屌屌的 壳里面就一个宁丹镜 苍穹门和黄家的战争 对于顾家来说 就好像小孩子打闹一般 这群年轻人 一个个脸上都有些苍白 他们的确是外出去寻找援助的 可是他们 毕竟只是一群小孩子 外面的那些曾经 和黄家有过一些交情的世家 看到是他们 这些人出来了 都猜到黄家的情况严重 不愿意淌这趟浑水 再加上黄家地处偏僻 根本没有什么帮助的价值 这些年轻人毫无所获 心中本就愧疚忐忑 家里给的遮掩黄琪琪身上香味的药 也都用完了 糟糕的是同时发生了 大人 可否放我们离开 我们想回到秦明城 我们没教导援助 但是我们想要和黄家生死与共 这小家伙能说出这样的话 倒是让顾颖预为高看 而顾秦仓却是轻笑一声 不着急 你们今天先留在顾家 黄琪琪的效果是什么 相当于巨拐 龙巷雷镜修炼起来 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是寻找妖兽的过程 而黄琪琪这个体质有点意思 没啥用 但是所散发出来的清香 却可以吸引妖兽 可是 这些年轻人都着急了 他们想立刻回到黄家 现在黄家和苍穹们的大战在即 他们都怕自己拖延了时间 再回到黄家之后 黄家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 但是顾秦仓不给他们机会 带着黄琪琪和顾颖 便离开了顾家 怎么办 我们也不能丢下齐齐不管啊 这些年轻人面面相去 而此时 外堂三长老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随后说道 家主让我给你们安排住处 跟我走吧 顾精锐原本是凌玄十阶的实力 而随着最近的修行 他也已经顺利度过凌玄智谷 进入到了宁丹境界 顾家的实力越来越强了 原本只有内堂才是宁丹的级别 而现在 就连外堂长老们 也开始纷纷踏入宁丹境界 这是发展的兆头 这位长老 我们皇家的情况很危机 我们必须要回去 顾精锐本就严肃 现在骤起没来就更加吓人了 顾家的小辈都惧怕他 他斜眼看了一眼这些年轻人 应该比顾山他们小了几岁 你们现在回去了 有什么用 靠你们的实力 能给皇家多点什么 多几具尸体 曾经不努力 现在涂伤杯 知不知道修行靠的是什么 是刻苦 是努力 现在都给我去顾家盐武场打坐去 不做满三个时辰 今天没有你们的饭吃 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越来越差了 我又回想起了 我们当初的那个时候 哪有现代的修炼条件啊 一群小辈被迅斥的面色微变 而此时 顾琴仓带着怯生生的黄琪琪 以及顾颖来到了黑云山脉内 你凝聚多少龙象神经了 一道 主要还是巨怪的问题 琪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皇家是不是给了你一种 遮掩体质香气的草药 黄琪琪看起来莎氏可爱 十五岁左右的年纪 水灵灵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 顾琴仓对她很是温和 黄琪琪点头说道 我从小时候 就一直都在涂抹这种药膏了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晚上睡着觉 就被山里的妖兽叼走了 有些离谱 顾颖觉得离谱 而顾琴仓点头说道 你放心 只要你帮我们吸引来足够多的妖兽 黄家的事并不是问题 黄琪琪闻眼脸上露出喜悦的声色 好 黄琪琪身上的药膏 本就已经用完了 现在都是遗留的草药香气 随后她简单的 用清水擦拭了一下身子 身上的那一股特殊的味道 顿时便飘荡了起来 好 临终 顿时便响起妖兽的怒吼声 黄琪琪起初也有些害怕 然而 当看到顾颖那一剑掀翻 一堆凌玄一阶的妖兽的时候 她瞬间安心了 这对父子强大的简直可怕 不错 琪琪在这里所能吸引来的 都是凌玄出阶的妖兽 正好可以 让你来斩杀 就这么继续杀下去 龙象神境 哪怕是凝聚了一百多道 也只是出入门庭而已 这本武学太过可怕 若是真能像介绍之中所说的 凝聚百万道的话 我估计 神单境都能一刀 砍掉道境的狗头 当然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就算真的凝聚出了 百万道龙象神境 没有道境 甚至更夸张的修为 你只是单纯的 让其在你的经脉内行走 大磅礴的力量 都能把你压成积粉 而顾琪仓 就在这里守着 一旦出现了 让顾颖难以处理的妖兽 他便会出手解决 现在顾颖的实力 越来越强了 刚刚他还看到 一只实力接近五阶的妖兽 被顾颖一箭砍翻了 他露出欣慰的神色 好 顾颖的身上 又有龙鸣响起 第二道龙象神境凝聚完成 开刷 顾颖长呼一口气 龙象神境这张底牌 越强越好 而此时黄家的年轻人们 还在惶恐和不安中 瑟瑟发抖 那个外堂三长老 也太恐怖了吧 主打的就是一个一丝不苟 他们的打坐 但凡有点松懈 都会被一根戒指 狠狠地敲头 就算是不影响经验获取 但是以后你们的人生 也要这么糊弄吗 你们以为 你们糊糊弄的是天道吗 你们糊弄的是 自己的人生 是你们的未来啊 皇家年轻人 他们对皇家的是心急如焚 如何能够静下心来 看着天色逐渐暗淡下来 他们愈发地着急了起来 皇家现在怎么样了 皇家和苍穹门的大战 到现在已经进展到 什么样的程度了 怎么办 琪琪到现在都没回来 那顾家的人不会对他不利吧 琪琪还那么小 他们担忧地想要哭出声来 这一晚上都陷入了 难言的忐忑当中 半夜 黄蜂忽然惊作起 不行 明天 我们必须要回到皇家 叔叔伯伯们都在努力奋战 我们虽小 却也不能待在顾家之中 诚然 顾家对他们不错 并没有对他们不利 但是他们却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皇家血战 一群小辈连忙聚集在一起 他们开始商议 最终决定 明日清晨就偷偷跑出去 一定要回到皇家 他们的计划周全 考虑完备 彰显了他们的胆量与谋略 他们非常紧张 一夜未睡 稚嫩的脸庞上满是坚毅的神色 一切都是为了皇家 终于 当第一缕晨光射穿薄雾 天地之间的清冷 逐渐被喧嚣笼罩 他们意识到 时候到了 走 他们冲出屋子 遇到了很多顾家人 然而 让他们惊喜的是 那些顾家的人完全没有理睬他们 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 这让他们心中大定 还是要小心谨慎 他们穿过一洞洞屋舍 头皮发麻地朝着屋外走着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绕过内堂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内堂之中响彻了出来 你们要做什么 嗯 这声音为什么这么熟悉 等等 家主 你怎么会出现在顾家啊 他们的脑袋当机了 而皇家家主心情大好 看了一眼跟在他身边的那位顾家长老 神色中带着点敬畏 随后说道 皇家的事已经解决了 苍穹门承诺 永远退出秦明城 真的假的 原本这些年轻人心中给自己的滤镜事 家族危难之际 他们怎可苟且偷生 哪怕身陷顾家淋雨 他们也要寻找破局之法 此番此举 回秦明城 不为别的 只为心中大义 他们要同生死共进退 结果当他们谋划了一晚上后 却骇然地发现他们 皇家家主竟然已经被请到了顾家 这顾家到底是有什么能量 为什么会如此神通广大 不理解 我不理解啊 黄蜂用两只手扣着自己满是血丝的眼睛 觉得不可思议 皇家之事 我日后再与你们详细解释 家里的事情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如果找不到增援 就赶紧寻个其他地方 努力修行 为我皇家延续血脉 你们这些孩子 有一个算一个的 都不听话 我现在有事要与顾家的长老谈 你们老老实实地 给我在顾家待着 年轻人们被斥责的不行 正准备回去睡觉呢 只见一老头从顾家身处 紧皱眉头来 还有脸休息吗 今天的怪杀完了吗 今天的坐打完了吗 今天的态度是否端正 今天是否有成为强者的觉悟 都跟我来 杀怪 修行 你们别以为自己是皇家的人 就可以在顾家偷懒打滑 我告诉你们 只要是在我顾家的年轻人 都归我顾精锐管 外堂三长老手操戒齿 把这群皇家年轻人 打得嗷嗷直叫 于是 经过皇家年轻人 胆大心细地谋划 精心地布局 大意凛然地义无反顾 顾家多了一群 红着眼睛打坐的伤心人 皇家家主的眸光 待着了好大一会儿 自家这些孩子 平时一个个都是 天不怕地不怕的 结果竟然对这位顾家外堂三长老如此惧怕 他回过头来看向了那高悬于内堂上方的顾字 忍不住心中震撼 这就是乾王区域内最顶级的世家了吗 乾王区域共有三类顶尖 分别是 皇族以及大族 宗门 世家 而顾家已经属于世家顶级层次了 皇家平时久居深山 哪配与这种顶级世家打交道 可就在昨天 就是他身旁的这位顾家长老 身披黑袍降临秦明城 拉着他和苍穹门门主坐在一起 好好地聊了聊 难以想象当时的那种画面 皇家家主和苍穹门门主打声打死 结果却坐在一起谈笑风声 这场面太疯狂了 感动吗 不 你感动吗 只要不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你将迎来的 就是盛阳城顾家的轰击啊 小小秦明城 皇家和苍穹门家在一起 都不够顾家一位那堂长老杀的 最终 苍穹门门主自愿退出秦明城 顾家最近的凤头正胜 听说九品宗门云霄门都被顾家灭掉了 他们苍穹门 一个不入品级的小宗门 也敢去被人顾家碰 很快 顾颖和顾秦苍回到了顾家 顾颖的体内 已经凝练出了三道龙象神境 但是 这并不是这一晚上修行的极限 而是他身体的极限 简单来说 顾颖的肉身 到目前为止 似乎仅能承受得住三道龙象神境 甚至第三道他暂时还无法动用 若是当真用作底牌催动 顾颖催动两道龙象神境后 便会立刻失去所有反抗能力 不死也得脱半条命 那浓稠的能量在体内流淌 对自身也是一种伤害 你至少要踏入灵旋时阶 才能无伤运用两道龙象神境 而宁丹之时 这三道龙象神境才能自如运用 没办法 我现在神丹三重的境界 也顶多能动用二十道龙象神境 而且施展过后 也会进入力竭状态 自如运用的话 我顶多只能使用十道龙象神境 有黄琪琪在 顾颖和顾秦苍 修行龙象雷进的速度飞快 顾颖凝聚了三道龙象神境 而顾秦苍则是直接凝聚了二十道 目前都已经到了他们两个人 所能承载的极限了 顾秦苍并没有去见皇家家主 秦明城皇家的事 对于顾秦苍来说 不过也只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而已 当天顾家长 老给了皇家家主一个选择 上交皇家目前所有资源 附属于顾家 而顾家给出的好处是 皇家的小辈可以在顾家进行修炼 享受顾家的修行资源 并且可以根据贡献点 兑换顾家藏宝格内的好处 而皇家的老一辈强者 必须等到皇家对顾家 做出一定贡献后 才能慢慢解锁顾家的资源享用 这样的话 皇家的强者修为提升会缓慢 停滞不前 而皇家的小辈会飞速成长 但是他们在顾家长大 受顾家恩惠 得顾家教育 无时无刻不感受着顾家的氛围 对顾家自然也都有了深厚的情感 这就是附属的意义 顾秦苍和顾颖毅立天空 顾秦苍淡然说道 他们二人同时看着地上的皇家家主 顾颖莫名的有一种操控一切的感觉 这就是父亲所站在的高度吗 顾颖将皇家小辈们带进顾家 其实也是郑重下怀 顾家早就已经准备 将附近小城池的那些世家规划 进入自己的发展计划当中 简单来说体系融合 宗门与世家最大的区别就是 宗门广收天下精锐 而世家则是以血脉开枝散叶 这就代表了世家的短板 永远无法发展到 那种顶尖宗门洞则数万人的规模 要知道前王大族也就顶多数千人 众人石柴火焰高 数万人的宗门每天外出 哪怕只有一万人 所能够搜集到的资源也都是恐怖的 那种恐怖的滚雪球速度 将会让宗门在这天地大变之下蓬勃发展 顾家现在就是要复刻宗门模式 同时走出一条独属于世家的道路 吸纳那些小世家 给予一定的帮助 同时利用他们的人才 等到数十年后 这些人一直在顾家长大 感受着血脉世家的氛围 其实也就与顾家无异了 当一切趋近于大同 那么顾家将会无比璀璨昌盛 此外 皇家的小辈们修为都不错 他们的年纪比顾山他们都要小几岁 可却已经与他们的修为持平了 因为皇家拥有了一个类似于喇叭怪资源点的一个低等级 却高收益的资源 名叫灯笼怪 这也是皇家必须要依靠顾家的原因 他们守不住灯笼怪 一个苍穹门走了 还会出现第二个 第三个苍穹门 灯笼怪每天刷新一百只 斩杀一只 获得三点经验值 是断体九重的低级怪 每天可以获得九点经验值 我一早就盯着皇家了 如此一来 喇叭怪便能解放一些数量 你每天斩杀一百只喇叭怪 用于提升你的实力 小景 你要记住 决定一个势力强弱的 永远都是尖端力量 顾家真正论到底运 还是无法和主张 伤到的南宫家媲美的 但是顾家在联盟内的决策 南宫家阻碍不了 甚至不敢提出任何的意义 只因为 我是神丹三重的境界 是联盟中的战力第一人 你拥有自己的能力 要尽最大可能的发挥 尽快提升实力 我有预感 版本更新会越来越快的出现 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你的实力越强大 能够抓住的机会也就越多 这个时代是我们的 但更是你们的 顾清仓眸光深远 顾颖看到了顾清仓那温和的眼底里 蓬勃的野望 我想让顾家超越顾氏大族 我要踏入金丹镜 简儿 你是我最出色的儿子 野蛮成长吧 顾颖被顾清仓说的新潮澎湃 顾清仓是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人 在他的领导下 顾家发展的越来越好 天地大变后的涅槃 的确让顾家陷入了停滞当中 算是给势头正猛的顾家 狠狠的一记重锤 然而现在涅槃解除 一切都回来了 目前顾家也有17条灵脉 每日开采数量为1700枚灵石 我在后山修缮了一座钱库 里面已经有了12万块灵石 12万块灵石 这是一份庞大的数量 若是天地大变之前 这些灵石足够培养出一方八品顶尖势力了 多亏了现在灵石贬值 顾家主打的就是一个赚取信息差 万事俱备就等待新的货币出现 对了 云霄门的资源 今天一清早就运回了顾家 收获不错 你去看看 如果有你所需要的 别和长老说 直接和我说 我就会给你 顾颖的能力顾秦苍是知道的 那份能力若是运用得当 胜过这世间的一切秘宝 所以 云霄门收回来的资源 被顾秦苍事先让大长老顾天神保管 不经其他人手 先让顾颖看一看 如果有他的能力能用到的话 顾秦苍那边账单一划 顾颖选走后 再交给其他长老 公布给整个顾家 顾颖来到了顾天神那边 而顾天神看到顾颖 也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小景 过来吧 顾天神是顾秦苍的弟弟 只不过和顾青阳不同 顾青阳是顾秦苍的亲弟弟 顾青阳本名顾青阳 结果这货觉得有点拗口难听 说自己当如野草不拘一格 于是自己给名字改了叫顾青阳 当时被顾秦苍追着 差点打断一条腿 这在顾家经常能看到 比如顾颖的名应该是顾少景 只不过家里长辈们念得惯了 就叫顾颖了 而顾天神则是顾秦苍的表弟 只不过在顾家这种氛围下 其实表情之别并不是很大 顾天神取出一张清单 顾天神对外霸气 而对待自家的孩子们都极为温和 顾颖有特殊之处 他自然能看出来 不多问 不外露 这是他的智慧 当看到了这清单上的资源数目 顾颖有些震撼 光是灵脉就有十条 哈哈 这云霄门最近发了疯一样的扩张 内部资源 甚至要比一些普通的八品势力还要雄厚 差的只是强者底蕴而已 这倒是给我们做了嫁衣 不过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大家都卯足了劲的发展 拼的就是大鱼吃小鱼 顾颖心中震惊 然后继续看了过去 武学有三本紫色 七十本蓝色武学 功法有三本 二百余件蓝色装备 三套完整的蓝色套装 十三件紫色装备 一套紫色套装 紫色武学 苍穹神指 紫色武学 灭神之光 紫色武学 破灭剑诀 这些紫色武学 只有一本是剑诀 而且还个体爆发类型的剑诀 与顾颖的中灵剑身 以及猎穹剑角属性 有些重叠了 顾颖并不准备要 反而其中有一本蓝色武学 却是引起了顾颖的注意 云雾身 品阶 蓝色 可瞬间分出两道 可经由自身意念操控的实体分身 分身具有本体10%强度 持续时间10s 这是实体分身 不同于顾颖的奉明 由身部所分裂出来 混淆视听的残影分身 这云雾身有些鸡肋了 仅能存在于10秒 而且仅仅只是具备 本体的10%的强度 也就是说 施展武学的话 大概只能施展弱一点的蓝色武学 紫色武学一旦动用 立刻就会承受不住 而直接炸开 顾天神靠过来 发现顾颖的眸光 一直都在那云雾身之上徘徊 于是开口劝说道 这云雾身效果不大 顾颖这小子 不去看那些紫色武学 还有妖兽刷新点 来看这本云雾身做什么 然而对于顾颖来说 这本云雾身 却是一个不错的宝贝 两道实体分身 能施展武学 对于他来说 只要能施展灵溪剑指不就行了 所施展出来的武学 能否与自己 同样享受词条的效果 试想一下 若是三个自己同时施展灵溪剑指 那么列创词条的5%的概率 岂不是就直接变成了15% 现在顾颖的灵溪剑指 拥有数百的篡改点 大概五六百的样子 然而他一直都没用 咒剑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不断的篡改之下 咒剑诀的强度变强了 已经无限接近于紫色武学了 但是相对应的所需要的灵气 也就越多了 那么顾颖所能得到篡改点的速度 也就会越来越慢 我先囤个几万点的灵溪剑指篡改点 然后刷出各种各样的词条 等到后续再进行无限篡改 那么这灵溪剑指 将会成为红界之中最bug的武学 顾颖心中念叨 云雾身也可以篡改 而且能够提高灵溪剑指的效率 以及词条概率 这个云雾身我先要了 好吧 顾天神无奈 不过顾秦仓事先就已经叮嘱了 不管顾颖要什么都不要奇怪和惊讶 也不要多问 这些武学中也就这个入了他的眼 其他的对顾颖来说 没太大的吸引力 装备一栏上顾颖暂时没什么太大的需求 金玉神名声 还有天魔的闪光 这两套已经足够顾颖使用了 最主要的还是妖兽刷新点 银背心 等级 灵悬时接 有概率刷新出宁丹一重境界的妖王 暴率 蓝色暴率30% 紫色暴率10% 妖王暴率翻倍 每日刷新量 五单只经验值产出100点 妖王经验值翻倍 银背心背部覆盖银甲 拥有最顶尖的爆发力与防御力 因为性格孤僻暴力 故而极其凶险 擅自靠近 可能会引来银背心的自主攻击 金铜虎 等级 宁丹一重 暴率 蓝色暴率50% 紫色暴率15% 每日刷新量 三单只经验值产出200点 这两种妖兽资源点 都是比较顶级的资源了 云霄门运气不错 难怪有野心成为八品宗门 就这两种妖兽资源点 寻常的八品宗门都没有 第三种妖兽有些古怪 故隐顿时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黑鲤鱼 等级 断体三重 暴率 蓝色暴率5% 每日刷新量 15 单只经验值产出 1点 这个黑鲤鱼有点意思 故隐原本想的 就是想再弄一个简单容易的妖兽刷新点 能够让自己利用创改能力 好好的鼓刀鼓刀 而这个黑鲤鱼倒是不错 我要这个吧 好 顾天神当即重新制作了一份账目清单 而那账目清单上 已经没有了顾影所选走的这两种东西 顾影并没有贪得无厌 他只是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目前他身上的东西还真不缺少 将这些东西留给顾家吧 顾家昌盛起来 顾影的修行才能更加顺风顺水 对此顾天神也表示赞赏 在他看来 顾家早晚是顾影的 顾家的发展越是猛烈 能量越强大 那么对于顾影来说 好处也就越大 看到顾影不拘泥于短暂的利益 他忍不住点头 龙生龙凤生凤 顾家在顾青仓父子的手中 可能真的要辉煌起来了呀 临走前 顾天神忽然拉住顾影 似乎有求于人 他笑呵呵地说道 小景啊 我准备这几天就进入宁丹智固景地 你的那把神侠剑可否借我一用 宁丹智固景地没那么容易 家族给顾天神配备了一套紫色装备 以及两套蓝色装备 不过顾天神还是有些发虚 宁丹智阶的突破可是需要5000点经验值 他一旦失败 那么这个智阶就要从头开始 重新积攒5000点经验 这太可怕了 没问题啊 神侠剑虽然已经认定顾影为主 但是顾影却依旧有借用授权 他授权给了顾天神 不过神侠剑毕竟认我为主 哪怕我给了授权 却只能启动70%的威能 已经足够了 顾天神借过神侠剑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等到顾天神也踏入神丹晋 顾家也便更有话语权了 黑鲤鱼等级 断体三重 暴率 蓝色暴率5% 每日刷新量 15 单只经验值产出 一点 在经历了灵溪剑指的无限篡改后 顾影感觉自己 对于这些别人看不上眼的低级玩意 都充满了好奇 他觉得 这才是篡改能力的正确使用方式 紫色武学的一次篡改 的确恐怖 但是 你比得上蓝色武学的百次 千次篡改吗 比不上吧 这也就是 为什么顾影 一直都在刷喇叭怪的篡改 然而 对于顾家 早就已经拥有了的神月妖狼 却是懒得去理睬 量变决定质变 黑鲤鱼的刷新率不算高 但是也足够了 顾影托人在自己的院子里 修了一个小水池 随后顾影将那枚白色中 覆盖黑色鳞片的金石 放置在水中 波波 一只漆黑如墨的鲤鱼 忽然摇曳着尾巴 在那池水中 极具活力 接下来 顾影就开始等待黑鲤鱼的刷新了 他先去砍了100只喇叭怪 经验值加76 力气加100 妖兽篡改点加100 顾影打开篡改面板 篡改1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1 所需40篡改点 篡改2 喇叭怪每日累计经验上限加10 所需100篡改点 篡改3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率10% 所需20篡改点 顾影选择篡改2 这样顾影 每天可以获得的喇叭怪经验值 也就来到了86点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力气面板 力气 453500 顾影就快要进入第二次天魔混乱状态了 到时候拔除天魔之气 顾影的天魔体 或许能够完成一次进化 剩下的时间 他便来到了演武场进行打坐 他掏出灵光蒲原 三个时辰后 经验值加23 获得先天阴极之气信号3 先天阳精之气信号2 先天木灵之气信号3 丁 先天阴极之气正在融合中 恭喜您已经觉醒体质 先天水灵体 先天水灵体 妖兽氢和力加5 冰枪 短时间内 获得稀有高阶属性冰属性 持续15分钟时间 冷却时间 一日 顾影 睁开眼眸 显然没想到 这个先天水灵体给予的能力 竟然会是得到15分钟的冰属性灵气 这代表着 在这15分钟内 顾影可以动用一些冰属性的武学 可惜冰属性武学太难遇到 而且就只是为了每天短暂的15分钟的冰属性灵气 而去专门寻找冰属性武学太亏了 不过 单单只是冰属性的灵气的效果 就已经很不错了 稀有高阶属性灵气都有自己的特性 比如雷属性的暴虐威力 而冰属性则是冰封一切的力量 在某些地方是可以发挥奇效的 顾影露出了一抹笑容 将战装功也占满了之后 人物 顾影 体质 真魔体 先天火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灵玄三阶 335500武学 骤剑诀 圆满950 凤鸣游身部 圆满1050 灵溪剑指 圆满2330 猎穹剑术 1020 战装功 3050 大镜严咒 415 老农砍柴功 15 中灵剑身 115 灵宝 神侠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城霸主势力 顾家长子 天资恐怖 浮运身后 在某种特殊气韵的牵引下 顾家的崛起之势 无法阻挡 顾尹个人面板的简历 又变了 这次不再是 圣阳城第一世家 而是圣阳城霸主 现在的顾家 的确也就是 圣阳城唯一的霸主了 后天就能稳稳地 踏入灵玄四间 顾尹看了一眼 自己的经验值 略微有些满意 现在天色暗淡 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看到了院落之中的水潭里 已经游满了黑鲤鱼 宁击杀了黑鲤鱼 经验值加1 妖兽篡改点加1 宁击杀了黑鲤鱼 经验值加1 妖兽篡改点加1 顾尹将所有黑鲤鱼 全部杀死后 获得了15点经验值 以及15点妖兽篡改点 离谱 这个黑鲤鱼 竟然没有经验值的上限 然而顾尹却没直接 打开篡改面板 他打开了黑鲤鱼 金石的篡改面板 篡改1 黑鲤鱼每日刷新量 信号2 10篡改点 篡改2 黑鲤鱼单只产出经验值加1 5篡改点 篡改3 黑鲤鱼有概率刷新出神秘锦鲤 10 神秘锦鲤 神秘锦鲤是代表着祥瑞之兆的锦鲤 若能争主服用 则能永久性提高服运 并且可能会获得锦鲤的祝福 在规定时间内获得增强buff 我了个去 锦鲤啊 这顾尹直接就明白了 只不过没想到 这锦鲤的效果竟然如此逆甜 永久性增加服运 顾尹可是体验过吉韵鲤的效果的 当时顾尹可是直接刷出了雷鱼的入口令牌 服运一旦增加 那么在这个遍地式机缘的时代中将会受益无穷啊 顾尹先选择了篡改1 每日刷新数量翻倍 随后很快黑鲤鱼开始继续刷新 顾尹等待了一个晚上 黑鲤鱼刷满了新的15只 黑鲤鱼的刷新量才是源头性的问题 继续篡改 篡改1 黑鲤鱼每日刷新量加15 20点篡改点 顾尹又一次选择了这个篡改1 如此一来 顾尹的黑鲤鱼刷新数量也就来到了45只 就这么反复折腾 第二日清晨 顾尹睁开眼眸 黑鲤鱼等级 断体三重 暴率 蓝色暴率5% 每日刷新量75 单只经验值产出 1点 神秘锦里出现概率1% 这是一个晚上的收获 可惜篡改一想要继续增加 已经需要100点篡改点了 慢慢来 顾尹安慰了一下自己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当当当 顾尹的门忽然被敲响 随后顾尹走了出来 看到了顾少商 这几日 顾少商在顾家里受到的震撼 实在是太大了 啥情况啊 这还是我认知之中的顾家吗 顾家的发展 让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回错家了 三家被灭 云霄门被灭 瓜分云霄门资源 还有他去了一趟顾家的藏宝阁 出来以后嘴巴都合不拢了 这是一个世家能够拥有的武学储备量 保持长久的震撼 他索性也在顾家多待几天 他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放松之感 少了在宗门内的勾心斗角 顾家有着神剑阁所不具备的安全感 打开门后 顾少商认真说道 大哥 长老说准备将三家原本的遗址 改造成咱们顾家放置妖兽刷新点的地方 让咱俩过去看一看 确定一下是否合适 三家已经负面 原本居住着的地方正好空缺 现如今貌似有不少人都想占据那些位置 甚至已经开始有外城的人 试图进入圣娘城 占据那些位置 所以顾家正好最近拿回来了妖兽刷新点 于是决定将那里改造成一个 适合顾家人修炼的场所 而长老让顾颖和顾少商过去一趟 这二人毕竟是顾家长子与顾家二公子 他们的出现已经代表了顾家的意思 他们过去一趟也是一种震慑 季家原本所在的地方 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看着那些巫舍 虽然在大战中已有损伤 但是却依旧保留着完整的建筑群 稍加修缮 直接就可以立刻使用 我金沙帮想进入圣娘城发展 此时 一群透露凶光的男人 站在季家大门前 金沙帮 貌似是圣娘城附近的帮会吧 在以前经常干打家劫舍的勾当 自从天地大变后 他们貌似没怎么做了 这金沙帮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之所以没有继续打家劫舍 是因为没时间 金沙帮附近的一个世家 意外了一个妖兽刷新典 结果被金沙帮知道了 直接灭了人家满门 现在再不断的修炼 无冤无仇 灭人满门 还真是 他们不会真要进入圣阳城吗 若是被他们进入圣阳城 我们这些普通人 可没什么好果子吃 他们不敢得罪顾家 但是对咱们这些散修 手段肯定会极其残忍的 在得知了是金沙帮之后 聊天频道内 立刻就炸开了锅 这些人全都开启了匿名聊天模式 但是就算是这样 金沙帮的那些人 依旧用冷酷的眼神环顾四周 凶光凛冽 让不少围观的人都缩了缩脖子 太凶了 这是一群大凶神啊 对于生活在秩序安定的 圣阳城内的这些人来说 对于这些落草为寇的土匪性质的帮会 是有本能性的畏惧的 此时 金沙帮的人站在那里 却也是在震慑附近的很多人 藏在人群中的 还有太多想要进入圣阳城的势力了 有的是其他城池的 有的和他们一样 也都是一些战山为王的帮会 只不过 金沙帮在里面算得上是最顶级的一批了 他们的帮主 可是一尊宁丹级的强者 现在圣阳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明年人都能看出来 目前的圣阳城蕴含勃勃勃生机 顾家的崛起之势极为恐怖 若能奋一杯羹 好处无穷 所以 圣阳城三家被灭 顿时让这些势力 看到了进入圣阳城的希望 可现在金沙帮的人在那一站 显然就是已经看中了纪家的府邸 纪家的府邸 在三家府邸中保护的算是最好的了 稍加修缮 便能立刻恢复原本那气派的模样 可恶啊 金沙帮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金沙帮帮主 此时正在看着纪家的构造 似乎不断在脑海中不断地幻想着 纪家应该如何改造 他们金沙帮好不容易能够有了自己的地盘 至少也得绑来几个圣阳城有名的工匠 来进行设计吧 而至于工钱 别误会 对于金沙帮来说 钱是只许静 不许出的 可就在此时 两个年轻的身影忽然走到了纪家的府邸前 这毕竟是原本圣阳城内有名世家的府邸 可这两个年轻人似乎全然没有任何的敬畏 纪家的府邸保持得还算不错 看来当时纪家的动作还算快 没有将大战蔓延在府邸之中 如若不是长老们迅速 可能还真就被这纪家的人跑了呢 看起来稍微小一点的 那个年轻人看了一眼 随后点头说道 这二人是谁 金沙帮帮主皱眉 然而他刚想靠近 忽然听到旁边有人面露尊重的嘀咕了一声 顾家的人 这是顾家的年轻人 金沙帮帮主顿时换上了和善的表情 随后走近说道 两位公子 你们好 我是金沙帮的帮主 我叫官孝 三家一面 我等也感慨顾家神威 而这盛阳城繁荣昌盛 顾家一人在此太过冷清寂寞 我金沙帮愿意进入盛阳城 为顾家效力 说是为顾家效力 可明眼人都知道他们 只是想进入盛阳城愤一杯羹的 纷纷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然而此时 那个看起来有些年长的年轻人 看了一眼眼前的官孝 随后略带不耐地说道 盛阳城在繁荣昌盛 也与你们金沙帮没有关系 季家的府邸我们另有他用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霸气 周围不少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实在是太霸气了 对面那官孝 毕竟是宁丹镜的强者 可这年轻人 却是丝毫不给面子 也面无巨色 这就是顾家的年轻人吗 果然有底气啊 他们本就惧怕官孝这种亡命图 看到官孝吃扁 他们都很开心 隔下说话不必如此绝情 这季家府邸 毕竟空闲着 顾家应当也没那么多人 能站住三家府邸 闲置着岂不是报天天雾了 我金沙帮有恩必报 日后对顾家定有回报 可他说话间 已经隐隐带着点威胁 金沙帮是有恩必报吗 他们是有仇必报 闲置 顾颖若有所思的 看了一眼身后的季家府邸 对啊 季家共有三堂七十八户 也算是圣阳城内 数一数二的大宅子了 闲置着岂不是可惜了 金沙帮帮主重新恢复笑容 还以为这年轻人想通了 不会为难他们 他想着 要不然让这两个年轻人回去通知一下顾家大人 将这件试定下来 他们金沙帮也就彻底进入圣阳城了 结果 他们只看到那年轻人抽出一柄剑 随后 一股凌厉的剑气 骤然爆发 钟灵剑身 哄 金灿的巨剑瞬间坠落下来 煞时间 整个技嘉府邸被那巨剑轰隆一声全部压垮 严惩滚当 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竟然会来这么一手 他们纷纷露出惊骇的神色 哄哄哄 雷霆伴随着灵力的剑气 还在疯狂咆哮 我靠 什么情况 这年轻人 现在这年轻人也太疯狂了吧 一言不合 直接横推府邸 技嘉府邸当初修缮的时候 可没少动用人力物力 现如今 竟然直接被他一剑推平了 刚刚那是什么武学 好可怕的威能啊 魏魏 你们没觉得 这个年轻人的实力 也有点强得太离谱了吧 别说你们了 顾绍商都猛逼了 什么情况大哥 不是说好了 咱俩是过来看看 合不合适 作为资源刷新点的放置地点吗 你怎么一剑 给横推了呀 放置妖兽刷新点 到时候定时刷新出来的 都是各种各样的妖兽 你还指望着那些妖兽和人一样 住在府邸里 倒不如一剑平推了 搭建出一个城内的生态员 用以我顾家人修行用 不然这技嘉府邸留在这 总有些不长眼睛的人 想要纠战雀巢 顾绍商闻言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大哥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吗 实在是牛啊 而此时 金沙邦的人完全被激怒了 他们看到技嘉府邸全部被摧毁 现场还残留着狂暴的雷鼠性灵气 心疼之余也是无比愤怒 官校怒视顾颖 如若不是对方是顾家人 他恨不得将他剥皮抽筋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 顾家难道真的要这么绝 我金沙邦虽然不是什么大宗人 但是却也不是谁都可以踩一脚的 我金沙邦都是王命徒 得罪了我金沙邦的后果 你一个小辈承担得起吗 顾颖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后果 后果就是 我顾家多了一处修炼的地方 还有 圣阳城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的 土匪草扣 也想入住城池 开枝散叶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得罪你金沙邦的后果 那你可知道得罪顾家的后果 听到顾颖的话 周围的人心中大定 纷纷称赞鼓掌 说得好 圣阳城也是前王区域内的大城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的 哈哈 金沙邦不过只是一群草扣流氓 靠 还敢威胁顾家 不想活了是吧 这位顾家少爷 千万不能让他进入圣阳城 金沙邦嚣张跋扈 每个人都是心狠手辣 恶毒之辈 若是被他们进了圣阳城 圣阳城肯定就要变得乌烟瘴气的了 这些人罪孽深重 绝不能放进来 周围的人好像找到了靠山一般 刚刚不敢说话 现在也是疯狂大喊 都给我闭嘴 官校杀气腾腾的看着顾颖 你年纪轻轻 口气不小 当真以为背靠顾家 就能决定我金沙邦的生死 若是你们顾家长辈来 我心服口服 就你这个小畜生 他的话还没说完 从远处忽然爆发出一道威严的声音 放肆 胆敢辱骂我顾家少家主 你金沙邦 好大的胆子啊 顾家长老手持利剑 身后跟着神色伶俐的顾家执法队 朝着这边赶来 听到了那金沙邦邦主的话 顿时大吼一声 声如雷震 此时人群中鱼龙混杂 有不少城池外混进来的人 此时看着那来势汹汹的顾家执法队 纷纷露出了惊热的神色 圣阳城本城的人 纷纷露出了畅快的笑容 快要憋死我了 笑死了 这金沙邦 还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人 到底是谁呢 还当真以为是一个普通的顾家少年 就没那么重视了 有人露出明媚的笑容 要说今日之事 所有圣阳城本城的人 最期待的事情发展是什么 金沙邦滚出圣阳城 若是真让这种臭名昭著的帮派 进入到了圣阳城内 那么他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所以 当看到了顾颖和顾绍商走进来后 本城的人竟心照不宣的 都选择坚口不严 那人是谁啊 大概是一个普通的顾家少年吧 这导致外来人 仅仅只是看到了顾颖和顾绍商的一袭黑袍 认定他们是顾家之人 可金沙邦却并不知道 站在他们面前的人乃是顾家长子 金沙邦的人性格凶利 狂妄自大 若是他们当真之进退 懂取舍 这次也不会如此得罪顾家 敢骂顾家长子是小畜生 当真是以为顾家都是什么善男性女了 顾家的人为人端正 但是却都有着雷霆手段 现在外面的人太多 都想伸手进圣阳城了 顾家绝对不会姑息 不少本城的修行者眸光微眯 此时看着金沙邦的人 也都纷纷露出了嘲弄的笑容 金沙邦的人瞳孔收缩 顾家少家主 顾家长子 听着那长老的雷霆怒吼 煞事间感觉头皮发麻 他在看向那个黑袍少年 眉宇间带着淡淡的威严 一袭黑袍 显得格外的肃杀冷漠 七长老 现如今圣阳城内 鱼龙混杂 太多人想要过来与我顾家奋一杯羹 看来我顾家最近友好外交 已经让别人觉得 我们的刀不够锋利了 此时 那黑袍少年冷淡出声 声音中的气度 让那七长老有些错愕 他恍惚间仿佛看到了 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家主顾情仓 一时之间 七长老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仿佛回到了曾经那个年轻 而富有激情活力的时候 少家主请吩咐 哄 背后的顾家执法队 顿时杀气腾腾 顾家执法队 都是顾家中的精锐力量 各个都是灵璇境界 其中执法队队长乃是灵璇时接巅峰 据说即将踏入宁丹境 他们同时单膝跪地 爆发出恐怖的声势 整个圣阳城的人都露出悚然的神色 七长老 金沙帮的人 既然这么喜欢圣阳城这座城池 那么便满足他们的愿望 将他们全都葬在这里吧 顾颖一句话 金沙帮所有人顿时毛骨悚然 顾家执法队的人身上 都有一股杀气 这些人都是顾家经过千挑万选 时常会给予各种各样的试炼任务 分批次外出训练 顾颖知道的能多一些 顾家执法队的人 每周都会外出执行一件秘密任务 这些任务都极为血腥凶险 所以顾家执法队在顾家的待遇是最高的 因为他们时常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 而他们也是顾家的一柄钢刀 触发团队任务 在金沙帮全部撤离圣阳城之前 将金沙帮所有帮众 全部斩杀在圣阳城内 将他们永恒地葬在圣阳城内 完成后获得团队奖励 顾家执法队每人获得 50点经验值 蓝色武学一本 这任务瞬间出现在了顾家执法队队长的头顶上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顾家执法队的人 看向金沙帮的眸光 如同盯着猎物一般 这次 金沙帮帮助官校也怕了 刚刚那位七长老 貌似是顾家内堂的长老 实力在他之上 恐怕已经是宁丹二重的境界了 如此悬殊的战力对比之下 他连忙收起了刚刚的巨傲与愤怒 善笑道 树在下有眼不识泰山 阁下竟然是顾家少家主 能否再谈谈 我金沙帮立刻退出圣阳城 另外 我金沙帮愿意拿出一半的积蓄上 交给顾家 动刀动枪伤了和解 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 顾颖看了他一眼 刚刚不是谈完了吗 已经谈崩了呀 这 那个年轻人 没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说话 心性成熟 果觉很辣 这是顾颖此时给他们的感觉 轻描淡写之间 正在决定金沙帮的存亡 我刚刚便已说过记家府邸 我顾家另有他用 那时你们不走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而现在 你们的狗命 我们另有他用 说着 顾颖示意执法队队长 直接将任务共享给他们 金沙帮的人 脸色骤然苍白 现在 顾家已经有了 必须杀死他们的理由了 哄 七长老率先发难 气息沸腾 他手持长剑 雷属性灵气化作无尽的雷霆奔涌在他的周遭 恐怖的剑光骤然坠落 雷属性剑修拳都是最顶尖的剑修 站立在同阶都是超前的 更不用说七长老的境界还是超出了官校 剑光瞬间洞穿官校的肩膀 鲜血疯狂喷涌而出 随后身后黑压压的顾家执法队全部呼啸而出 磅礴的压力向外渗透 这些人全都是雷属性剑修 金沙帮的人想要逃窜 然而顾家执法队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封锁所有路口 半个时辰内解决战斗 剩余半个时辰清理街道 此次任务务必在一个时辰内结束 不然都给我滚回去领罚 执法队队长的声音冰冷 刷刷刷 此地大战 而顾颖和顾绍商直接便进入到了府邸之中 刚刚的季家府邸已经被顾颖一键横推 季家的场地应该足够容纳 目前我顾家的妖兽资源点了 只不过也只是暂时而已 等到未来再得到其他的妖兽资源点的话 就有些急迫了 那么不如三合一 我们将季家 王家 张家的府邸全都融合在一起 以季家为基础 将王家和张家府邸再改造成民宅 给着附近的人居住 然后收集家附近的地气 开始扩建 顾颖文言赞赏地看了一眼 自己这个一根筋的地点 现在倒是有点想法了 的确可以 不过妖兽资源点也是有特殊性的 比如 银背心就必须单独放置在一个地方 那玩意性格暴力 可能会出现资源点互视的情况 不过顾绍商的提议有可取之处 到时候告诉家中长老 让他们研究 此时顾绍商还是忍不住关心外面的战况 他叹息 自己的心情与大哥 真的就差了这么多吗 外面站得那么激烈 结果大哥现如今 依旧淡然自若地勘察地形 顾家执法队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那位执法队队长 可是有着在三位名单一重禁忌的人手中 存活下来的战绩 金沙帮一群乌合之众 完全没有可比性 今日之事 实为杀鸡警侯 不过这杀鸡警侯杀得太轻松了 只能说金沙帮自己倒霉 臭名昭著 所以根本没人提醒他你我二人的身份 世家直戏子弟 代表世家脸面 他们胆敢羞辱 便已经是给顾家出手的由头了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顾颖和顾绍商走出技家府底 哄 官校的身子被七长老一箭杀爆 漫天血雾坠落下来 执法队众人浑身燃血 看到顾颖二人走出 秩序分明地站在两旁守卫 附近鸦雀无声 这就是顾家 在盛阳城内 犹如大日毕空一般的霸主及世家 诸位请放心 未来盛阳城会扩张 可能也会有其他势力进入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顾家 能进入盛阳城的世家 必然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的 那些劣迹斑斑的世家想要进来 是痴人说梦 顾颖的声音和善 站在执法队的中间 在几日后 顾家将会开启全程任务板块 完成任务后 将会获得经验值以及武学奖励 届时还望盛阳城内的同道们 能够多多帮衬 此外还有一系列面向盛阳城的良性改革 也将会在不日之后面向诸位 此言一出 附近围观的人立刻沸腾了 靠 真的假的 原本我倒也是听到了风声 在盛阳城聊天频道里经常会看到 但是完全不确定真假 自从聊天频道出现以后 假消息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完全分不清 现在终于确定了 顾家要与我们所有人共享经验值 顾颖公子所说的 我相信了 他可是顾家长子 是顾家的少家主 他所说的肯定不会有假的 生在盛阳城 是我们的福分 我听说其他城池的那些散修的生存空间 一再被压缩 已经都快要没有生存余地了 可我们盛阳城却是不同 顾家只是要带着我们一同变强 七长老满意地看着顾颖 对顾颖的处事风格极为满意 顾颖和顾绍商看这里的事情 大概结束后 便也离开了这里 此番杀鸡儆猴 不少人都发现 盛阳城内的人逐渐清明了许多 不再像以前那样 外来的陌生面孔极多 这让那些普通散修松了口气 也由心佩服顾家 顾家的实力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再加上顾家那雷霆手段 直接打碎了那些人 想来奋一杯羹的想法 不得不说 顾家这位大公子 无论是天赋还是手腕 都太过恐怖了 顾家顾秦苍本就是人中龙凤 现如今这个顾颖也是如此的 大世家最怕青黄不接 显然顾家不会有这个隐患了 据说很多人刚才看到了顾颖一剑 横推了技家釜底 顾颖的修为恐怕已经临旋三接了 这等静静速度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此时立刻发酵 盛阳城内顾家的公信力 又一次猛然增长 此时的顾颖正与顾绍商 在盛阳城内随便转转 最近盛阳城发展迅速 仅有与金阳城的贸易往来 城区内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 这让两人很是放松 心情不错 可忽然间 匡扶正到任务发布 顾颖怀中的正子令徐徐发光 刷 任务 路边楚楚可怜的女孩 无依无靠 请帮助小女孩解决所遇到的困难 任务奖励 200点经验值 蓝色武学三本 好丰厚的奖励 顾颖露出诧异的神色 正子令发布的任务 所给的奖励都很少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200经验值 这种级别的经验值奖励 难道这次的任务非比寻常 顾颖忽然看到 前方的药铺外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女孩 此时正在药铺前苦苦哀求 求求你了 救救我娘吧 我娘的情况很严重了 浑身烫得厉害 求求你了 这女孩泪流满面 那白皙的脸蛋上 两眉眼睛楚楚可怜 真不是我不帮你 实在是 你娘的情况我也解决不了 我行医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情况 小姑娘 你在缠着我 我也没办法 顾颖和顾少商停下脚步 随后顾颖 在顾少商疑惑的眼神中 朝着那个小女孩走了过去 老板 怎么了 老板一看 竟然是顾家之人 连忙换上了恭敬的神色 两位少爷 是这样的 这丫头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应该不是咱们盛阳城的人 她的母亲重伤不醒 浑身发烫 我去看了一下 你说 我这行医这么多年 这么可怜的小女孩 能帮也就帮了 但是问题 是我真的帮不了 看起来 药铺老板 也的确是没办法了 顾颖闻言 看向那个小女孩 虽然这女孩脏兮兮的 却依旧能看出 名谋好齿 五官精致 小姑娘 带我去看看你娘吧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顾颖蹲下身子说道 那女孩连忙抬起头来 好像瞬间抓住了 救命的稻草一般 她满脸泪花说道 真的吗 求求你了 救救我娘吧 只要你能救我娘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你叫什么名字 顾颖将小女孩扶起来 拍打了一下 她身上的灰尘 我 我叫圆圆 圆圆啊 你能救我娘吗 孩子 你现在所在是盛阳城 他们是顾家的人 如果顾家 都没有办法的话 那么你娘可能 真的要是无疑了 旁边的药铺老板说道 顾家 圆圆最近一直都在盛阳城里 四处寻求帮助 这里的人很好 很多人都愿意帮助他们 可惜能力不够 但是她也听说 盛阳城顾家 乃是盛阳城内的霸主及世家 她好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顾颖也找到了圆圆的娘 在一团杂草之中 发丝凌乱 唇红齿白 嗅鼻微醋 正在忍受痛苦 浓郁的血腥味 让顾颖略微皱眉 正常人这样恐怖的出血量 早就已经死了 但是 她依旧还有气息 不如大股泪动 可却在受到一股凶恶的力量 不断的侵略 中毒了 一种活属性的毒素 我从未见过 大哥 现在怎么办 回顾家 找四长老 顾家那堂四长老 是顾家的圣手 虽然仅有宁丹一众的实力 可在解读上 却是当之无愧的圣手 据说最开始的时候 顾家的一些人脉 就是靠四长老打出来的 回到了顾家 四长老将嘴里的烟袋抽出 吐出一口浓烟说道 残火蛇毒 这不是前往区域的毒 而且能够驱动 这种级别的毒的人 至少都是神丹静的存在 看来这丫头 和他娘的身份不一般 小景 这人我能救 但是要不要救 还是要等家主过来 再做定夺 这种来路不明的强者 一旦对顾家不利 对顾家的打击是巨大的 顾盈也明白了四长老的意思 人 他能救 但是要先确定对方的底细 先权衡利弊 顾秦苍赶到这里后 皱着眉头 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女子 确定了一下对方的长相后 他淡淡地说道 解毒 救人 家主 既然如此 我需要你神丹静的力量 帮我逼出其身上的残火蛇毒 不多时 一缕犹如蛇蟹一般的毒素 在顾秦苍 以及四长老的联手运作下 与那女子的眉心 向外延伸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四长老的事了 开出了一系列的滋养身子的药草 让顾少商出去取来 他经脉有力 如此重伤 都未伤及命脉 恐怕也是神丹静的强者 可惜火毒难缠 如此纠缠下去 他也要丧命于此 这样的强者 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也不知道究竟经历了什么 背景可不一般 四长老感叹一声 顾秦苍并未说话 而是带着顾英走了出去 同时 他叫住了正要去取药的顾少商 似乎有话要说 走进那堂 确定四下无人后 静静地看着二人 顾少商才刚走进来 便立刻吐出心中疑惑 父亲 这女子身份既然如此复杂 那么我们为何还要烫这趟浑水 你们可知道前王之外的格局 顾颖和顾少商顿时端坐 前王区域地大物博 可据说前王区域 也不过只是一鱼之地而已 而对于其他一只云里雾里 现在顾秦苍要和他们详细讲解 他们连忙认真听讲 我们所在的地方 名为八王之地 乾坤元储 荒魔九圣 此为八王之地 顾颖等人所在的 便是打头的前王区域 八王之地中 圣魔两王帝是最强的区域 据说都有六品势力作镇 皇族内强者无数 我猜测 这女子可能来自于圣王之地 来自于圣王之地 如果真如顾秦苍所说 乾坤元储荒魔九圣中 便是以圣王区域 与魔王区域实力最为雄厚 而这个女子 又是来自于圣王之地 那么可能当真恐怖 不管如何 你们以后终究是要走出 乾王区域的 行走在外 孤苦无一 这个女子身份神秘 实力不俗 恐怕在我之上 帮助她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而对于其身份 八王之地里 倒是的确有几个 出名的女性强者 可我不记得 他们带着个女儿 顾秦苍也有些奇怪 就是这个圆圆的存在 让顾秦苍一时之间 有些难以确认着 女子的身份了 确认了对方 并非残忍是杀的魔道 出手相助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既然已经说到这了 顾秦苍又给顾颖和顾绍商 介绍了一下 有关于乾王区域内的 势力结构 宗门不必多说 主要是乾王皇族 乾王皇族只有一条 那就是秦氏 据传秦氏中 有一位老祖 当年必死关 只为突破金丹 如今千年 没有丝毫消息 但是很多人都说 那位老祖 肯定已经踏入金丹镜 不过迟迟为露面而已 皇族之下 便是乾王大族 能被称之为大族的 必须要族群人口上千人 顾氏大族就是其一 我就先给你们讲讲 顾氏大族的实力吧 顾氏大族 共计有神丹镜强者十九人 宁丹镜强者八十九人 算上你们的姑姑 顾氢轩 神丹六重级别的巅峰强者 共有五人 这就是大族抵御 神丹六重 已是金丹之下最强存在 可顾氏大族 一共有五人 难怪顾氏看不起顾家 这种实力上的差距 是难以弥补的 行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 应该明日那女子就会苏醒 到时候再看吧 圆圆此时就在那女子的身旁坐着 不过顾家并没有想着 去从一个小孩子的口中套话 这种行径 顾家为之不齿 顾氢仓夸赞了一下 在技嘉府底前 顾颖的做法很不错 震慑了很多乌合之众 随后便去处理事物了 忽然 顾颖的房门 被咚咚咚地敲响 这让顾颖露出奇怪的神色 他这才刚回来 又有什么事吗 大哥 荒山那边 刷出喇叭王了 嗯 经过顾颖篡改后的喇叭怪刷 新点是有1%的概率 可能会刷出喇叭王的 只不过1%的概率太不靠谱 所以就连顾颖都有些遗忘了 现在刷出来了 顾颖连忙赶到荒山那边 神艳喇叭王 名单一重 紫色阶级精英怪 蓝色暴率30% 紫色暴率10% 有概率掉落专属领保 神侠恋侍令 看着那虽然与紫荆喇叭王的长相有些相似 可在形态上 却大有区别的喇叭王 顾颖露出惊喜神色 当初就在疑惑 这个喇叭王群落 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惊喜万分 喇叭王不只有一种 其中的一种而已 神艳喇叭王 是火属性的喇叭王 击杀可以掉落一个全新的专属领保 喇叭王群落之中 每个喇叭王都有一种专属领保 如此一来 这奖励有点太丰厚了 神侠恋势令 神侠恋势令 神艳喇叭王专属领保 苍霞神火 可召唤出蕴含究极毁灭性质的火焰 对一块区域进行范围性打击 将一切焚烧殆尽 火属性令牌 手持令牌可以换出苍霞神火 现在怎么说 家族准备怎么处理这只神艳喇叭王 大哥 长老们正在请示家主 可能要用到集运签 这神侠喇叭王出现的概率太低了 长老们的意思是 最好就是直接运气拉满 把那块专属领保给爆出来 的确 神艳喇叭王出现的概率太低了 而且谁知道 下次随机刷新出来的喇叭王还会 是这只呢 抓准机会 很快 顾情仓赶来了 身后还有正正失神的顾少商 显然这小子 已经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了 迟迟回不过神来 顾家有精英怪了 他在神剑阁市 见过精英怪的 但是那是好几个八品宗门把持的 每次去斩杀精英怪都 足足有上百号 甚至是上千人出动 所得到的奖励分开后 也就没多少了 可顾家 却是独享精英怪 二少爷怎么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咱家的那块千里穷为复杀令 就是这么爆出来的 别急 大少爷每七天都可以开三次喇叭王 这只喇叭王是随机刷出来的 疯了 你管这叫正常 而顾情仓走了过来 便将一只签子 放在了顾颖的手中 所有长老一同出手 留着那玩意的最后一口血 给请杀 结而 你一会儿催动这只疾运签 将自身扶运 转换到上级 然后再击杀那喇叭王 在顾情仓看来 顾颖本就是扶运身后之人 在动用这疾运签 才最为稳妥 顾颖文言点头 好 巨大的神焰喇叭王顿时 爆发出冲天火光 一片片的火焰 犹如云朵一般向外喷波而出 一群长老们连忙后退 被暂时逼退 不过很快 滔天的雷鼠性剑光 滔滔不绝 奔涌而去 吃吃吃 血量 三十万 一三二三三 二四二四四 三万四千二百一十二 现如今 顾家这群长老们的实力对比 以前已经增强了太多 每一剑都让那喇叭怪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见底 就在其即将陨落的时候 顾情仓立刻让所有长老们停手 你已进入急运签上级状态 浮运加深 持续时间 九 五十九五十九 以前顾颖的急运签是使用过的 而这支签子显然是顾家后续获得到的 顾颖开启先天火灵体 手持长剑 随后一剑便是猎穷剑绝 一千五百六十三 顾颖的最强一剑 掉了那神焰喇叭王一千五的伤害值 这让那些目前仅能砍掉十几点血的顾家小辈们 露出了苦涩的笑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刷刷刷 顾颖一剑剑飞出 那神焰喇叭王的躯体应声倒地 整个荒山都震动了一下 神焰喇叭王已陨落 城区通报 在聊天频道里 又一次引发了轩然大波 而此时 整个顾家的人都在无比期待地 看着那神焰喇叭王 服运着东西悬之又悬 虽然将顾颖的运气提升到上级状态 可运气这玩意就是这么不讲理 倒霉的时候 哪怕有千分之一的概率你也会踩中 精英怪 神焰喇叭王奖励分配 经验值500点 蓝色装备五件 紫色武学一本 紫色物品一件就在万众期待之下 定 恭喜您成功爆出神焰喇叭王专属领保 神焰练势令 爆出来了 顾家众多长老顿时发出激动的欢呼 除此之外 竟然还爆出了一本紫色武学 这本武学看介绍应该还不错 也能卖个好价钱 顾秦桑觉得 这根签子用的值得 最主要的是 这个神侠练势令 顾秦桑觉得自己 在这两块另排的加持下 足以对抗一些普通的神丹四重的强者 而这也就代表着 顾秦桑可以在神丹三重之中 趋近于无敌 经验值分配中 你已获得43点经验值 这次长老们并没有选择放弃经验值 所以直接抽空了大部分经验值 若不是顾影吸引仇恨 以及最终击杀 那么顾影应该也拿不到这么多经验值 刚刚激动不已的顾绍商 才拿了一点经验值 这让他闷闷不乐 顾秦桑将那个紫色物品 结冰的剑碎也给了顾影 如此看来 这个紫色物品 肯定也是剑仙子奖励的缘分物品 而顾影曾经就已经见过剑仙子江落 所以顾秦桑继续将这东西交给了顾影 你小子果然是浮渊身后啊 顾影文言也轻松一笑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值面板 现在也已经有了43点经验值 目前的经验值达到了378点 距离突破到灵玄四阶 还有122点经验值 今日的喇叭怪还没杀 顾影抬手斩杀了100只喇叭怪 经验值加86 篡改点加100 力气加100 丁 你已经进入天魔混乱状态 顾影的气息瞬间萎拟了下来 这让他有些无奈 原本准备开喇叭王 然后直接突破的 结果没想到他竟然进入到了天魔混乱状态 不过这也倒是无所谓 顾影拥有氢气磷深觉 拔除自身的力气还是很轻松的 顾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开始拔除自身力气 顾影内视了一下 顿时惊呼一声离谱 上次拔除体内力气磁刺的时候 貌似经脉里只有一根磨刺 这次竟然直接有了足足十道磨刺 顾影开始动用自己的氢气磷深觉 那是 拔除 丁 获得大天魔真气加一 真魔体 1620 除却上次给南宫灵儿拔除自身力气之外 顾影还给顾家的一些长老们拔除力气 也就收集了不少的大天魔真气 现在就只剩下了四点大天魔真气 顾影的体质就可以进行进化 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丁 获得大天魔真气加一 丁 获得大天魔真气加一 真魔体进化中 真魔体进化成功 你已经觉醒即魔体 天魔计加一 天魔计 一 天魔后 强制将对方拉入混乱状态3S 在此状态下 对方神志昏沉 反应迟钝 无法动用任何武学 功法 天魔计 二 天魔的屁拟 在催动天魔计后 你接下来的一次攻击 将会在面对身怀正气之人 爆发出二至五倍暴击威能 对方正气越浓郁 倍率越高 冷却时间 一日 固引一整个好家伙 所以 现在砍魔道 我有老农砍柴弓 砍正道 我则是 有了这天魔的屁拟 这大有一种 你尽管选择自己的道路 我自有破解之法的感觉 固引忙碌了一下午 才将身上的力气全部拔除 到了晚上 固引在固秦苍等人的授意下 开启了喇叭王 紫禁喇叭王出现的时候 固绍商 整个人都沸腾了 一天刷两次精英罐 这七品宗门 也都没有这种豪华的待遇了吧 你已突破至林玄四街 固引再次突破 晚上的时候 固秦苍又办了一次家宴 是专门给固绍商办的 固绍商离开神剑阁的时间太久了 现在也该回去了 你小子 以后经常回家看看 也别修炼的那么拼命 这固家还有我 还有你大哥 受了欺负就写信回来 我把你大哥放出去 神剑阁谁敢欺负你 固秦苍 也是有点舍不得固绍商的 固引脸色不太好看 什么叫放出去 固绍商觉得好笑 心中一暖 不过大概神剑阁这次 应该是不会有人敢欺负固绍商了 上次大哥来神剑阁立威 又帮了那么多神剑阁弟子 现在固绍商回到神剑阁的日子 应该会很好过 他没有来的轻松 固家越来越昌盛了 的确不用他太累了 你快别觉得这小子 天天只知道修炼了 再过几天 没准你都要当爷爷了 固引指着固绍商说道 固绍商惊恐地看着固引 固秦苍眉着眼睛 盯着固绍商看了好久 最终只说了一句好小子 然后就没下闻了 对此固引哈哈大笑 第二日清晨 固绍商离开固家 而固家并未就此安生下来 轰隆 一道可怕的光柱 瞬间贯通整个圣阳城 与此同时 威严而雄浑的气息压盖天地 大长老突破成功了 固引睁开眼眸 由心为固天神感到高兴 同时也是为固家的发展而感慨 现在的固家 就好像是坐在了大事的车轮上 每天都会有喜事发生 神丹镜别说是对于世家了 就算是对于那些宗门内 可也都是宝贝一般的存在 金丹引誓不出 神丹就是如今 前王区域内的最高端战力 能有一个神丹镜强者的世家 便已经躋身于最顶级世家 而现在的固家 则是拥有了两尊 恭喜大长老 突破神丹镜 大长老无敌 哈哈哈哈 我固家今日再添一尊 神丹镜强者 而此时 固天神一跃而起 气息压盖整个圣阳城 让无数人为之震撼 神神打破宁丹治古 踏入神丹镜 现在这固家越来越强大了呀 太震撼了吧 固家已经拥有 两尊神丹镜界的强者了 现在的固家 已经快要成长为 真正的庞然大物了 到时候 就算是一些八品宗门 在一些事情上 都得给固家一些面子 真羡慕固家那些 在外成长的弟子们 他们在山上修着修着 这忽然就有了一个 顶级世家做背景 圣阳城内的聊天频道 议论纷纷 固家再出现一尊 神丹镜强者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而这也是一种 更加彻底的威慑力 圣阳城内的 所有外来人员全部撤离 生怕现在出了 固家的眉头被灭掉 金沙帮就是最好的榜样 固天神落在固颖的身边 小景啊 这次多亏了你的神侠剑 若不是这把出击灵宝 我的这次宁丹景爹 还真是凶多吉少了呀 固天神将神侠剑归还给固颖 现在终于突破了 他大松一口气 大长老突破之后 有什么计划吗 我准备去几个 酒品宗门挂名 做供奉长老 挂名是有固定的资源 可以领取 这是神丹镜的天然优势 而此时 固家的一间屋子里 那个女子终于悠悠转醒 刚一睁开眼的她 感受到了神丹镜的气息 瞬间美眸睁大 圆圆 快走 可她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这种舒适的被褥 所带来的温暖的感觉 让她意识到 眼前的情况 似乎并非是 她所想象中的危机 然而一旁的圆圆 惊喜地说道 娘 你终于醒了 圆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眼前的圆圆 女人冰澈的眼底 出现了一谋温和 圆圆将发生的事 告知给了她 前往区域 圣阳城顾家吗 那么 我刚刚所感知到的 那一股神丹级气息 也就是顾家的强者了 呼 还好 不是皇甫家的人 女子呢喃了一声 眼眸中泛着点淡淡的诧异 娘 我们还能回去吗 放心吧 圆圆 我会带你回去的 等我养好了伤势 我自会杀回去 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我都会重新夺回来的 她露出淡淡的笑容 这位姐姐 我可以进来吗 而此时 顾影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这女子整理了一下仪容 随后轻音说道 进来吧 娘 就是她救了我们 也是她把你背回来的 啊 这女子原本端庄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一抹羞难 不过很快恢复平静 她看着这个走进来的年轻人 随后点头感激道 多谢你了 姐姐不必戒怀 你身上的伤势很重 四长老 说你至少要休养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恢复到全盛时期的五成实力 这段时间可以在顾家安顿 我也是萍水相逢 救人一命 顾影说话间 带着点淡然的神色 一股特殊的气度 让这女子异彩连连 不知道姐姐如何称呼 皇甫瓦儿 那我便叫你瓦儿姐了 瓦儿姐若是有什么事 可以喊人去叫我 你先休息吧 顾影说完便离开了这里 皇甫瓦儿神色怪异 她本以为这人是来盘问二人的底细 可那人只是表示了一些主人对客人的客套 并未进行盘问 她低下头看着趴在 身前抱着自己的圆圆 柔和之意显露 随后询问道 我昏迷这段时间 他们来询问你什么事了吗 问了 果然 皇甫瓦儿神色微眯 哥哥姐姐们可好了呢 经常来问圆圆肚子饿没饿 给我带来可多好吃的了呢 呃 没其他的了 没了 皇甫瓦儿愣神了一会儿 忽然对这个顾家的印象不错 萍水相逢 救人性命吗 有趣 第二日清晨 顾影从那昏尘中悠悠醒来 随后翻开了一本笔记 您观摩了皇自卫健修的健康演化过程 见到悟性激活 健康领悟度加一 雷属性灵气气和 健康领悟度加一 由于您的观察仔细 健康领悟度加一 健康领悟度四千五百五十 顾影深吸一口气 眼眸里泛起了淡淡的光芒 即将不要凝成健康了 我若是凝成健康 那么我目前的实力 也将会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蜕变 大约明天就可以凝成健康 目前这本万雷健康修炼笔记 正在提供给顾家的长老们进行修炼 听说长老们也都学有所成 这些老家伙 现在一个个也都热血起来了 有的比他们这些年轻人 修炼的还要勤奋 顾影心里觉得好笑 于是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看到了门前的水池子中 已经有满了黑鲤鱼样样荡荡的 极让人喜欢 顾影又一次将黑鲤鱼全部杀死 经验值加七五点 黑鲤鱼篡改点加七五点 然而顾影很快就发现了 黑鲤鱼的经验值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反而是每天的上限就在一百点 而且这个上限是无法进行篡改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死规则 黑鲤鱼的规则与喇叭怪完全不同 但是我总感觉 这黑鲤鱼其实并非只是有关于经验值的 喇叭怪事经验值与暴虑 而这黑鲤鱼呢 顾影忽然意识到神秘锦鲤 这黑鲤鱼若是能被我篡改成一池子祥瑞之物 那么该会是多么恐怖的事啊 祥瑞之物 从古至今便有 哪怕是天地大变了 此等祥瑞之物非但没有被淘汰 反而变得更加珍贵了 据说祥瑞之物都是只存在于六品宗门之中 而这也是从七品宗门 蜕变成六品宗门的必要之物 顾影昨天听顾秦仓说 同时拥有顶级的玉外镇内之物 玉外之物便是王级灵宝 镇内之物便是祥瑞之物 祥瑞之物恐怖至极 牵扯巨大 稍有不慎 甚至可能会被反噬 据说曾经有三方实力堪比六品的七品宗门 联手起来妄图攻打一尊六品宗门 在苦苦支撑下 哪怕是硬实力也都不够用了 六品宗门放出一只天地祥瑞的仙鹤 那仙鹤只是在六品宗门的山门前提叫几声 便回归深山 当时发生了什么谁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六品势力依旧屹立于天地之间 而那三方七品宗门则都是被削了品级 跌落至八品顶尖 当初释放仙鹤的那位金丹级强者 第二日便作画于山巅 这些都只是传说 但是顾颖相信这些信息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祥瑞代表着的不只是个人服役 宗门运势 明明命脉 都有牵连 顾颖见识过张元宝那逆天的吸睛能力 对祥瑞之物早就是垂涎三尺了 篡改点 75点 打开黑鲤鱼的篡改面板 这一次并非是金石篡改那种根源篡改 而是针对于黑鲤鱼的篡改 这一打开这黑鲤鱼的篡改面板 顿时让顾颖惊喜万分 直呼逆天 篡改一 花费50点篡改点 可以召唤龙门 龙门 鲤鱼越龙门 越过龙门的黑鲤鱼将会进行净化 蜕变成为七彩鲤鱼 有微小概率可净化为龙 七彩鲤鱼对应金木水火土光案 食用后可获得神秘先天精气 银龙鲤 1% 食用后可增幅5点浮运值 并且获得1点先天龙气 金龙鲤 0 01% 食用后可获得20点浮运值 并且获得20点先天龙气 有1%概率误出先天龙族武学 误草 这个篡改 依旧如此逆天 故意没想到 这个小小的黑鲤鱼资源点 竟然给自己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精气 喇叭怪所提供的是 无上限的经验值获取 而这个黑鲤鱼竟然就是浮运 先天神秘精气 这些正常人难以获得的东西 银龙鲤 金龙鲤 这两种低概率出现的东西 更是会给顾颖提供到浮运值 以及先天龙气 以前看小说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什么龙族体质 都是弹指间强乳灰飞烟灭 再弹指崩灭天下妖灭 若是吃得多了 或许还能得到龙族体质 那样的话 这一弹子黑鲤鱼 简直就是至宝啊 还有概率悟出先天龙族武学 顾颖呼出一口浊气 压制住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激动与亢奋 篡改二 获得可成长性先天龙池 先天龙池有概率刷出神秘锦里 篡改点一千 看到后面的篡改点 顾颖也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一千点篡改点 要不要这么夸张 只不过这个先天龙池 大概就是替代水池子 用来养鲤鱼的灵宝 有概率刷出神秘锦里 顾颖想到自己的金石篡改中 也是有概率刷新出神秘锦里 但是这二者有什么差别吗 先天龙池所刷新出的锦里 具有可成长性 可加持个人服运 可衔接势力气韵 主掌势力命脉 鲤鱼不灭 势力不灭 对嘞 祥瑞之物 也就是说 先天龙池刷出来的锦里 是可以进行养育 并且主掌宗门脉门的 比如衔接了气韵的脉门 只要这只锦里不死 那么 就算是宗门遭受了致命打击 也会犹如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总有一位肩负宗门气韵的少年 背负仇恨 在世间默默修行 修有所成之时回归 撞我宗门 而自动刷出来的神秘锦里 则是单纯提升个人服役 如此一来 顾颖决定 先来一场鲤鱼月龙门 现在的池子里 还在不断地刷新黑鲤鱼 太少了 等晚上我再来看鲤鱼月龙门 顾颖露出了笑容 随后去斩杀喇叭怪 并且进行打坐等一系列的修炼 等到晚上 顾颖回到了住处 已经看到满池子的黑鲤鱼了 他直接消耗了五十点窜改点 直接开启龙门 刷 顾颖的脑海中 瞬间浮现出了一片浩瀚场景 那是一片漆黑的江河 波澜壮阔 然而仔细看去 却发现水极其清澈 江面上竟然满是黑鲤鱼 组合在一起 仿佛庞大怪物 那漆黑的脊背 江面上忽然蒸腾灿烂的仙雾 仙雾之中 一座浩瀚仙门屹立齐上 隐约间仿佛看到仙门旁盘绕仙龙 怒目圆瞪 威慑八方 嗖嗖嗖 黑鲤鱼奋力摇曳身躯 然后一跃而起 嗖 啪嗒 一只鲤鱼高高飞起 然而在空中扑腾几下 又跌入江中 化作一具花白的鱼骨 越过龙门 得以飞升 跌落龙门 是这般吧 茫茫红尘中争夺 多少人化作了白骨 过瘾油杆发 撞怀激烈 而此时 一只只黑鲤鱼奋力跃起 啪哒 啪哒 一只只黑鲤鱼化作白骨 终于 哗啦 龙门剧烈颤动一下 随后鲜物激荡 仿佛烧开锅的水一般 瞬间沸腾起来 一只鲤鱼越过龙门 浑身开始蜕变 变得更为壮硕 鳞片上闪烁七彩的光芒 最终光芒完全退散 随后七彩鲤鱼 化作浑然燃烧火焰的鲤鱼 头顶火关 威风凛凛 嗖嗖嗖 后续不断又鲤鱼越起 可惜都失败了 顾影原本觉得 能有一只越过龙门 已经很满意了 结果第二只鲤鱼 同样越过龙门 刷 七彩光芒化作浓郁 而富含生机的绿色 一只火属性的七彩鲤鱼 以及一只木属性的七彩鲤鱼 刷刷刷 顾影恍然回归现实 却看到自己的水池子里的 大部分鲤鱼 竟然全部都化作一具具鱼骨 然后水波中荡漾着灿烂的颜色 两只七彩鲤鱼的鳞片放光 哪怕此时的阳光 已经带着点木气 却依旧色彩斑斓 火属性七彩鲤鱼 进行烹饪后服下 可增长先天阳精之气 木属性七彩鲤鱼 进行烹饪后服下 可增长先天木灵之气 并且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第一次鲤鱼月龙门 就收获两只七彩鲤鱼 不错不错 顾影很满意 只不过这说到烹饪 顾影倒是想起了自家二伯 他叫来了自己二伯顾青阳 这老家伙喝得醉醺醺的 一摇一摆地撞开了顾影的门院 然后红着脸看着顾影 臭小子 你喊我过来干什么 顾青阳有些不满 自己正喝着酒呢 结果被顾影突然喊了过来 要不是你小子说 找到了上好的食材 你觉得我顾家二爷会理睬你 他骄傲地看着顾影 然而此时却看到了 顾影手中的那两条活蹦乱跳的七彩鲤鱼 好家伙 这是什么食材 七彩鲤鱼 蕴含浓浓的先天神秘精气 这可都是好宝贝 肉质肥美 鲜嫩多汁 二伯 我知道你认识很多圣阳城内的那些手艺精湛的厨师 烹饪鱼的话 谁更好啊 顾影的二伯顾青阳 修炼上懒惰成性 但是说到吃喝玩乐 那是圣阳城一绝啊 顾影的这两条鲤鱼都是上好的食材 自然不能浪费了 能解决口舌之欲 又能增长实力 何乐而不为 枯燥的修行中 还是需要一些调剂生活的事情 来增长个人的情绪价值啊 这这这 这鲤鱼顾青阳瞪圆了眼睛 眼睛不断地放光 你确定没毒吗 都特马绿了 呃 擦 这是特殊的属性 二伯 赶紧给我找个好一点的厨师 作于最拿手的话 行 我给你找一个 顾青阳直接就出去了 没过多一会儿 就带回来了一位身材肥胖的厨师 这位厨师看着顾影 露出尊敬的神色 现在顾家在盛阳城内如日中天 能进入到顾家内部 给顾家大少爷做饭吃 那也算是他的荣幸了 日后向其他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也是有了谈资 开始吧 顾影点头 然后将手里的两只七彩鲤鱼 交给了他 我想吃红烧的 得嘞 这厨师自带厨具 很快便在顾影的面前 展现了熟练的厨艺 很快 一盘香喷喷的红烧七彩鲤鱼 就坐了上来 火属性的那只吃一口爆辣清爽 刺激浑身 而另外一只 则是滋补柔和 相辅相成 让人飘然欲鲜 而此时顾青阳眼珠子 都快要蹬到地上去了 你这厨艺见长啊 是大少爷这食材 实在是太上等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食材啊 那厨师也惊讶了 而顾青阳凑了过来 双眸火热地说道 小子 你可真是给了你二伯我一个惊喜啊 不如你我二人取一些好酒来 美美的喝一顿 好 顾颖欣然答应 二伯搜集的酒可都不是反品 很多珍藏有的时候 有钱都买不到 如今看到如此珍贵的食材 它自然也是食指大动 哪怕现在中午的酒都还没醒呢 也是依旧兴致勃勃 很快 二伯抓着两坛子酒走了过来 兴致勃勃 有喝 你小子还有不少存货呢 此时 一道听在顾青阳耳中 宛如噩梦一般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顾青仓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顾颖的院落之中 大 大哥 顾青仓那一带一共有三位 顾青阳 顾青仓 顾青轩 顾青仓是长兄 小的时候 一直都是顾青仓带他们长大 所以顾青仓一直都是一兄一父的角色 让顾青阳那叫一个怕 顾青仓一脚把顾青阳踹飞出去 然后回过头来跟顾颖说道 这玩意的属性精气充足 给他吃 那不是暴殖天物吗 到时候 浓郁的活属性精华不知道就从哪里流泄出去了 你自己吃 这狗东西得教训了 都几天了 每天给他分了那么多资源 现在都还没凝单呢 顾青仓说吧 就直接追了出去 据说当天在顾家里 一直都响起顾家二爷的惨叫声 此时 顾颖坐在院落中 哭笑不得 随后开始大快朵一 一口鱼肉入腹 化作极其精纯温暖的能量 瞬间涌入四肢百骸 填充顾颖的翘穴 让他浑身都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亢奋状态 精神百倍 先天阳精之气加一 满足口舌之欲 又能增强实力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可惜二伯体会不到了 等到顾颖将这一盘子的火属性的红烧七彩鲤鱼都吃完以后 感觉嘴巴都被辣麻了 而他的先天阳精之气收获了六缕 先天火灵体 1220 若能再吃一条 先天火灵体应该就差不多可以再次进化了 顾颖忍不住略微点头 而第二条木属性的顾颖也开始吃了起来 说实在的 顾颖吃完了那条火属性的重口味里鱼后 再吃这条就显得有点寡淡无味了 先天木灵之气加一 先天木灵之气加一 恭喜您成功觉醒先天木灵体 先天木灵体 木玉神灵 立刻召唤出一株大树 富含浓郁旺盛的生命力 将你包裹住 在短时间内自身开始吸收生机 修补伤势 先天木灵体也觉醒了呀 如此一来 顾颖已经觉醒了三种灵体 分别是先天火灵体 先天木灵体 先天水灵体 而各自的效果也都极为强大 不错不错 顾颖点头 而一条鱼最多能够给顾颖 带来六点先天神秘精气 多了顾颖也就吸收不了了 眼看着面前还有半条鱼呢 顾颖有些范畴 好香啊 不知从哪里 忽然冒出来了一只小脑袋瓜 白皙的小脸蛋 浑圆的两只大眼睛 扑闪扑闪的煞实可爱 这不是圆圆吗 顾颖顿时觉得好笑 朝着圆圆招了招手 圆圆连忙朝着这边跑了过来 锦哥哥 你躲在这里偷吃鱼啊 圆圆看着顾颖面前的鱼 馋得都快要流出口水了 眼巴巴的瞅着 吃吧吃吧 顾颖笑着给他加了点肉吃 圆圆吃了一口 香喷喷的露出了享受的神色 顾颖觉得他可爱 诺 都给你吃吧 结果小圆圆不去拿 他说道 我就吃一口就行了 锦哥哥 人不能贪得无厌 这是你的东西 顾颖捏了捏他的小鼻子 快拿去吃吧 我要去修炼了 乖 顾颖将盘子里的余地给了他 留下了圆圆站在原地 锦哥哥 你不是在考验我吧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可真拿走了哦 我拿走了哦 嘿嘿 我都流口水了 圆圆将那半条鱼 带回了自己的房间里 给黄斧碗吃 结果黄斧碗才刚吃了一口 美眸中顿时闪过一抹惊讶 这条鱼你是从哪里拿来的 好浓郁的木属性精气 那勃勃生机瞬间涌入他的身体 让他体内的伤势都在加速愈合 是锦哥哥给我的呀 他将在顾颖院子外的事 告诉了黄斧碗 充斥着先天精气的食材 这个顾家 怎么感觉如此不凡 他今日也在观察顾家 这个顾家处处透露着不凡 前王区域算不得强大 可总感觉这个顾家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崛起之势 圆圆 我们毕竟成了顾家的恩 日后若是回了圣王区域 不能忘记今日的恩情 知恩图报 你明白吗 知道了 娘又在说教了 黄斧碗揉了柔圆圆的脑袋 嘴角露出柔和的笑 在顾家很轻松 好像没有什么勾心斗角 顾家给人一种坦率豁达的感觉 很让他轻松 可惜他终究是要回去的 娘 我们不能多在顾家待一段时间吗 这里的哥哥姐姐们都很好的 不行呀 圣王皇族必须由我执掌 这一刹 他的那对眼眸中闪烁出了恐怖的威势 顾颖将黑鲤之事告知了顾秦苍 如此一来 或许还真能弄出来的祥瑞之物呢 哼哼 就连他顾氏大族都不配拥有祥瑞之物 若是我们真有了祥瑞之物 那么超越顾氏大族实在是太轻松了 祥瑞之物对于一个势力来说 那就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命运脉络 顾秦苍原本就没想过拥有祥瑞之物 毕竟那种玩意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根本就不敢想 毕竟整个八王之地的祥瑞之物 都能够用手指竖的过来了 你院落里的那个水池对吧 我会吩咐下去 不让任何人靠近你的院落 这种东西还是要小心谨慎 毕竟稍微泄露出去 一点都会引起惊涛骇浪 不过父亲 那个黄斧瓦的身份 顾影有些担忧的是这个 黄斧瓦的院落 其实就在顾影院落的旁边 提到黄斧瓦的身份 顾秦苍捋了捋胡须 放心吧 黄斧瓦在顾家待不了几日 自从他在顾家住下之后 顾家附近出现了很多身份不明的存在 想必应该都是来寻找他的 而我对他的身份也确定的差不多了 圣王皇族 黄斧氏族 出了一尊绝世女像 不到三十岁 便已经是神丹六重巅峰境界 已经是金丹之下最强者了 然而牵扯到了黄斧氏族的脉袭之争 这位女像暂时落败 她对我们顾家应该并无恶意 毕竟她对我们的是真名 这让顾秦苍有些无奈 因为 这实在是太好查了 直接给真名是吧 如此真诚 不过倒也可以理解 毕竟此时是在乾王区域 而且顾家自始至终都未曾越界 就连顾秦苍多没见过 几面的黄斧婉 甚至还暗中帮黄斧婉 遮掩了不少气息 顾家无恶意 对方也真诚相待 倒也合理 只不过这个圆圆 应该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从未听说过她有女儿 甚至这位女像 应当都没有过道理 黄斧婉一直以冰青玉洁著称 这圆圆应该是她姐姐的女儿 黄斧婉这次与黄斧氏族彻底翻脸 最大的原因还是 她的姐姐被黄斧氏族暗害 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 对方的身份 以及出现在乾王区域的缘由 也就都明了了 不过 看着顾秦苍今天的心情 貌似挺不错的 这让顾颖忍不住疑惑地询问道 怎么了 父亲 你的心情貌似不错呀 啊 能看出来吗 摆在脸上了 顾颖无语 而顾秦苍笑着说道 你姑姑要回来了 啊 顾颖的姑姑 自然就是当年那个惊艳了 真正的绝顶天之娇女 顾秦轩 如今更是顾氏大族的执法堂长老 同样也是神担六众境界的强者 这也是我让你不要担心的原因 那黄斧瓦说 破天也是和你姑姑平级 对咱们顾家够不成什么威胁 反而我倒是想用你姑姑震慑一下那黄斧瓦 让黄斧瓦认识到顾家目前的一些底蕴 日后黄斧瓦若真能掌握圣王皇族 那么到时候 或许能成为我们顾家的盟友 也说不定呢 顾颖文言无语 该不会是您哭天喊地求姑姑回来的吧 瞎说什么呢 顾秦苍神色不太自然 气急败坏的让顾颖赶紧滚蛋 顾家顾清轩要回来了 这是值得张灯结彩的事 那毕竟是顾家真正的骄傲 堂堂神担惊六众的强者啊 还记得当初的云霄门吗 若是当时 这位从顾氏大族回来了 那么一见就能凭了这所谓的九品势力 你姑姑回来了 顾秦苍露出了微笑 显然也想念自己的这位妹妹了 这让顾颖忍不住怀疑 自家老爹会不会是媚奴 云雾之间 一道略显雍容的身影脚步一塌 身边已是风云变幻 当他看到了那座记忆中熟悉的城池之后 也是露出了轻松愉悦的神色 终于回来了 大概有一年没回家看看了吧 他的声音轻柔 眼底泛起波澜 师尊 这就是您的家吗 旁边 一个迎见白袍的女孩 站在顾清轩的身旁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他生长于顾氏大族 也是第一次外出 是啊 这就是我的家 顾清轩那张绝美的脸庞上 忍不住闪过一抹笑容 然而旁边的那个女孩脸上 闪过一抹失望 没想到 师尊竟然是从这种地方走出来的 难怪 难怪 他的心中忽然有了几分怨气 他的师尊顾清轩 乃是顾氏大族执法堂大长老 按理来说 顾清轩的实力 在顾氏大族内 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了 而且顾清轩还年轻 未来甚至有踏入金丹的可能 然而 师尊在顾氏大族内 却是遭受多方打击 只是因为 他并非正统血脉 而是来自于顾氏一条 遗落在外的血脉 他对师尊无比尊敬 可却为师尊名不公 这些年 唯有他这位清传弟子 才知道 师尊在顾氏大族过的 究竟有多累 然而顾清轩的神色温柔 也不知道 锦儿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少伤 少灵 然而忽然 他那绝美的脸庞上 露出了一抹诧异 随后下一刻 便已是消失在了半空中 刷 圆圆被忽然出现的 两道身影吓了一跳 然而黄福瓦一对美眸 瞬间清冷了起来 一股非凡的气质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黄福瓦 你怎么会出现在顾家 顾清轩 你不是顾氏大族的人吗 为什么会在这个顾家 黄福瓦有些吃惊 显然是认识顾清轩的 顾清轩皱着眉头 煞时间 顾氏大族执法堂 大长老的威严爆发 这里的空气 都仿佛要凝固了 你受伤了 顾清轩忽然露出 诧异的神色 他发现 曾经那个圣王区域 不可一世的黄祖女像 现如今 竟然身受重伤 气弱尤思 姑姑 婉儿姐是我从圣阳城里 带回来的 当时她重伤昏迷 我看圆圆一个人可怜 所以才将她带回顾家 顾颖这个时候 连忙从门外走了进来 然后说道 简儿 顾清轩听到顾颖的话后 警惕性也渐渐放了下来 看着顾颖的眼神中 带着柔和 似乎有很多话 想跟顾颖说 随后 她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顾清轩 真是巧合 顾颖拉过顾清轩 随后看向黄芙娃 露出歉意的笑容道 婉儿姐 我姑姑刚回顾家 并不知道你的事 别介意 你和圆圆在这里养伤 没事的 黄芙娃美眸中 一彩连连 她其实和顾清轩的关系 还算可以 两人曾经合作过 毕竟都是神丹六众的强者 所以 关系还算可以 而这次顾清轩 之所以反应如此剧烈 看来顾清轩很在意顾家 这里 恐怕是她心中的净土 不过有顾清轩在 我倒是不用担心 黄芙世家的人了 神丹六众的威慑力 足够了 黄芙娃儿心情愉悦 我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姑姑 你终于回来了 只不过 我老爹当当在门口等了你好久 结果你 直接来到娃儿姐这了 顾颖有些埋怨地说道 这毕竟是自己的亲姑姑 亲近得很 娃儿姐这个称呼不错 保持住 顾清轩那好看的眼眸中 带着点脚侠 竟然喊黄芙娃儿姐姐 那我岂不是就比黄芙娃儿高一倍了 这个圣王区域的绝世女像 不就让我占了便宜了 顾清轩的爽点有点怪 不过回到了顾家以后 她心情大好 前所未有的轻松了 清轩 你终于回来了 可把伪兄想坏了 顾清仓虽然有点耍宝的嫌疑 但是眼里的那一份关怀与喜悦 是伪装不出来的 顾清轩有些嫌弃 掐着腰 哼了一声 这中年兄妹的久别重逢 倒是让顾颖有点不太适应 而此时顾颖 却也是看到了顾清轩身旁的 那个迎见白袍的小女孩 大概十五六岁的模样 哼 那小女孩哼了一声 将脑袋扭过去 不理睬顾颖 这丫头 我是招你惹你了 大哥 锦儿 这是我在顾族内收的清传弟子 名叫顾瑶 他爹娘走得走 从小我便带着他 顾清轩的意思很明显 这个女娃是清传弟子 但是顾清轩 也一直在当自己的女儿来养着的 顾清仓逗弄了一会儿这丫头 结果这丫头也不买账 哼哼哼的没完 你是个哼哼怪吗 什么是哼哼怪 你不就是吗 顾颖的话 惹得那顾摇气的跳脚 他环顾四周 族人都好弱 地方也很小 师尊就是因为这里 才会被其他族人瞧不起的吗 可是为什么感觉 师尊对这里的人都那么友好 执法唐长老顾清轩 在顾氏大族内威名赫赫 常人看到 他都望而却步 平时面若冰霜 不尽人情 可回到了这顾家 就连面部的轮廓 都变得柔和了许多 时常挂着轻松惬意的笑容 他不理解 总感觉有一股气 没地方使 他那小小的脑袋 自然不会知道 是顾族太过心高气傲 看不起圣阳城这一脉 如若不是顾清轩天资恐怖 乃是神丹六重 能给顾族带来一份顶尖战力 顾清轩在顾族内过的指挥更难 进而 你的修为 已经凌旋四阶了 此时 顾清轩忽然惊奇地看着顾颖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一般 顾颖点头 昨日刚刚踏入这个境界 顾清轩绕着顾颖转了好几圈 打量着自己的这位侄子 好像有点认不出了 凌旋四阶 顾氏大族最顶尖的那批天才 貌似也就是这个层次的吧 可是顾氏大族 现在内部是怎样的一个资源量 他是知道的 顾家 更不用多说了 所以 他才会惊奇不已 你小子 要不然跟我一起去顾氏大族吧 顾清轩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可却立刻压了下来 他应当是回想起了 自己在顾氏大族内受到的排挤 不忍心让顾颖也进去遭遇一番 就算是现在 他能作为顾颖的靠山 可毕竟算是寄人篱下 顾秦苍见状神色一暗 气氛有些低沉 清轩 你跟我进来 我跟你说些事情 而此时 顾颖明白 父亲如此努力发展顾家的原因 也有一点当初受到的刺激 自己带大的妹妹 乃是绝世天资 可却要寄人篱下 在顾氏中备受排挤 这一直都是顾秦苍心中的刺 也是逼迫顾秦苍优秀起来的动力 顾家现在的发展以及趋势 都是以顾氏大族为目标 他们要把顾氏大族干掉 听起来可能很荒诞 但是顾颖觉得 势在人为 此时 顾瑶掐腰 看着顾颖 满脸不服 喂 你真是凌旋四阶的境界 和天皇哥个一个修为 我不相信 so 下一刻 他那娇小的身子瞬间倒飞出去 这丫头 怎么总感觉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呢 顾颖一指头 直接给他点飞了 顾摇娃乱叫 白袭的小手 攥住自己腰间的银剑 他不过十五岁的年纪 如今竟然已经是神刚六阶的修为 顾氏大族所掌握的资源量 果然恐怖 他渐渐朝着顾颖冲来 然后又被顾颖一直点飞 顾清轩和顾秦苍 从内堂之中走了出来 可以看到顾清轩的眼眸中 似乎出现了某种光 他神色激动 而顾秦苍眉间也舒展了不守 顾家的发展路线 以及所掌握的先机 当真让顾清轩看到了希望 或许顾家真能超越顾氏大族 哥 等咱顾家真正崛起了 我就辞去顾族执法堂长老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早就做够了 我回顾家 做个长老就好 顾清轩露出了笑容 似乎已经在向往以后的生活了 然而顾清仓却是认真到 只要你愿意 现在就可以辞去那个位置 我们一同发展顾家 锦儿的成长 速度飞快 等到他成长起来 我们就可以彻底地休息了 然而顾清轩却是摇了摇头 你想得太简单了 从我当初进入顾族开始 就不是那么容易 能脱身的了 你觉得顾族会放任一个最顶尖战力离去吗 那你等我 好 顾清轩的笑容很好看 可看着这个笑容 顾清仓就觉得心痛 下定决心要更快地发展顾家 可此时 顾清轩忽然神色怪异 因为看到了此时顾颖坐在椅子上 而顾瑶正在给顾颖捏腿 瑶瑶 你干什么呢 顾瑶转过头来 露出一个鼻青脸肿的笑容 口齿不轻道 牧师啊 四尊 我给景哥捏捏腿 景哥刚揣得累了 我心疼 顾清轩和顾清仓 一眼就看明白来龙去脉了 顾清仓瞪了一眼顾颖 而顾清轩反而很高兴 顾瑶是他带大的 他其实是将顾瑶当作是 自己的女儿来养的 可惜顾瑶一直成长在顾氏大族内 所以他也担心 日后自己 如果真的脱离了顾氏大族后 该怎样与这个女娃说 现在这样倒也不错 至少顾瑶可以慢慢融入顾家 顶多就是挨点揍呗 不过以他对顾瑶性格的了解 挨点揍也是正常的 景哥 你是怎么修炼的 天皇哥每天都要抛在 经验资源里了 那家伙就是一个吸血鬼啊 现在才刚刚进入到灵璇四街 刚才你揍我的时候 我感觉你比他强多了 他也经常揍你 顾颖奇怪道 你问我为何时长眼里闪烁泪话 因为你说的大实话 可真伤人啊 嗯啊 为啥 没啥 大概是极度我可爱吧 我又想揍你了 别见 景哥 顾颖逗逗顾瑶 而顾清轩看着这俩孩子 忽然开口道 我这次走出顾氏大族 其实也是因为有一处特殊的资源 我想带景儿去 那是一个神丹六中的精英怪 精英怪的实力 要远远超过于同街 这神丹六中的精英怪 恐怕要在实力上 堪比精丹极了 乾王区域 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强大精英怪 不是乾王区域内的 位于乾王区域 和魔王区域交界处 这次消息意外走漏 在我的圈子里流传 强者汇聚 鱼龙混杂 虽然凶险 但是有我在 不会让景儿出事的 或许对他来说 也是一场不错的力量 顾清仓文言 也忍不住点头 神丹六中的精英怪 顾清仓这种神丹三重 都没资格靠近 起步都是神丹六中的顶级强者 让景儿去见见世面 倒也不错 精英怪 嗯 据说是一只山岳大小的允星英雄 暴力很不错的 是一场机缘 你一下如何 顾清轩轻笑一声 手轻轻地搭在顾颖的肩膀上 自己的这个侄子 已经这么大了呀 越来越像大哥了 不过会很危险哦 顾清轩吓唬顾颖道 我不怕危险 顾颖毫不畏惧 好 那明天清早 我们就出发 而顾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去 取出了自己的云雾身 快速地刷着篡改点 要跟姑姑出一趟远门 顾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我的灵溪剑指 列创词条 终于要有用武之地了吗 云雾身 现有篡改点 353 现有蓝色词条 神速 云矮 行密 经过了顾颖一晚上的努力 终于是刷出了一堆的垃圾词条 这些蓝色词条的效果 对顾颖的云雾身来说 毫无用处 还好顾颖刷出了一个紫色词条 这才让顾颖得到了安慰 紫色词条 分裂身 分裂身 身法类特殊词条 在施展武学之时 有10%概率 分裂出双倍分身 分身性质取决于身法特性 如果刷出分裂身的话 那么我现在也就是能够分裂出 四道实体分身 顾颖略微点头 随后打开了云雾身的篡改面板 篡改一 云雾身维持时间加5S 10点篡改点 篡改二 多分出一道 可经由自身意念操控的实体分身 50点篡改点 篡改三 云雾身所具备本体实力 百分比正10% 20点篡改点 故隐篡改了一番 随后云雾身的效果 直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云雾身 具备本体实力的20% 可分裂出五道 可经由自身意念操控的实体分身 分身可施展武学 主强大的武学会导致实体分身难以承受 从而分身炸裂 现有蓝色磁条 神速 云矮 形蜜 现有紫色磁条 分裂身 不错不错 故隐将一晚上搜集出来的篡改点 全部挥霍一空 而现在云雾身可以分出五道实体分身 而如果触发了紫色磁条分裂身的话 那么就是 直接分出十道实体分身 十道分身 加上故隐便是十一人 同时使用灵犀剑指 那么效果会极为恐怖的 触发裂创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呼 早上 顾清轩便在那堂等待了起来 今日的顾清轩穿上了顾家的黑袍 整个人神清气爽 神色愉悦 锦儿来了 顾清轩朝着顾颖招了招手 啥手走 不急 吃口饭的 顾清轩有点太惬意的 惬意到顾颖都觉得有些好笑 给顾颖感觉就好像是忙碌了好几年 忽然躺平的感觉 你爹今天亲自下厨 顾秦苍还真是嗨了 堂堂顾家家主 神单级强者 竟然亲自下厨 给顾清轩做了满满一桌子的早饭 听姑姑说 小时候都是他爹做饭 后来顾秦苍做了家主 他们才有专门的顾家厨师给做饭吃 而这个时候 从门外忽然走过来了一道身影 大刺刺的在桌子上坐下 哟 妹子回来了 二哥 顾清轩露出笑容 大哥 我的碗筷呢 你不能厚此薄彼啊 顾秦苍闻声而来 黑着脸一脚把顾清阳踹了出去 大吼道 不到宁丹 别出现在老子眼前 不然见一次打一次 顾家的早晨其乐融融 除了在门口空杯切的二伯顾清阳 走吧 顾清轩和顾颖结伴同行 一路上 顾清轩也问了顾颖等人很多事 包括顾绍商和顾少林 他也叹了口气 哎 我一直都在顾氏大族内 错过了你们很多成长的过程 顾清轩觉得惋惜 而顾颖心中 对自己这位姑姑 还是很尊敬的 圣阳城顾家名面上的顶梁柱 是顾秦苍 其实真正保证了顾家最终安慰的顶梁柱 应该是眼前的顾清轩 当初顾清轩加入顾氏大族 就算是再瞧不起顾家 不承认顾家 可对于当时顾秦苍所执掌的顾家 肯定也有着巨大的好处 只不过 姑姑却是献出了自己的自由 姑姑 顾家发展神速 等到我们顾家超越顾族 您回来养老便是 到时候让少商扛着顾家 那小子最喜欢负重前行了 你这臭小子 说的你 姑姑我好像很老一样 顾清轩白了顾颖一眼 可眼底的那份温柔 是遮掩不住的 很快 顾清轩带着顾颖赶路 便要走到乾王界了 进而 这次务必小心 尽量不要暴露身份 乾王与魔王区域的交界处 这里不知道藏着多少穷凶极恶之辈 秩序混乱 鱼龙混杂 不要被那些人记住你的样貌 顾颖文言 披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黑袍 而顾清轩则是以真面貌是人 神丹六重境界 已经不需要忌惮什么了 那一座山脉之中 早已汇集了很多强者 最弱小的都是神丹境界 根据顾清轩所说 这些神丹出街的人 基本上都是来凑热闹的 神丹六重的精英怪 强度堪比精丹 那些神丹出街的人 若是没有神丹六重的人庇护的话 可能会直接就被那恐怖的气息冲垮 顾清轩在外面也是有朋友的 小轩 说话之人来自于圣王区域和九王区域 分别是一位中年女子 与一位须发揭白 看起来皮肤却格外年轻的老者 白鹤老哥 明冰姐 顾清轩神色冷淡 在对待外人的时候 顾清轩一直都是冷落的模样 不过碍于他顾氏大族执法唐大长老的身份 所有人早就已经习惯了 要是顾清轩忽然对他们笑起来 他们才不习惯呢 反而会不断地反思自己 是不是哪里得罪了顾清轩 而这两位分别来自圣王区域与九王区域 据说那位白鹤道人 买是圣王区域内七品宗门内的长老 地位恐怖 顾清轩能与之结交 也能看出顾清轩的能力 这次的精英怪为允星英雄 神丹六重 魔王区域的那些老怪物们 恐怕都要出现了 魔王区域的老怪物 各个实力恐怖 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 金丹级的真正怪物 允星英雄 据说血量超百万 防御力恐怖 我有点担心啊 古里明露露出担忧的神色 看了一眼顾清轩后 继续说道 这种级别的精英怪 貌似在圣王区域出现了一只 当时也是很多的 神丹六重级别的强者冒头 结果全军覆没了 这种级别的精英怪 恐怕都具有一种 秒杀全场的恐怖天赋技把 而很快 他又看向了顾清轩身后的黑袍人 有些诧异 你带来的小辈 顾清轩事先在顾影体内 打下的封印法印 所以 古里明感受不到顾影身上的气息 也顿时意识到 顾影是顾清轩带过来的顾足小辈 嗯 你这执法堂大长老还真是尽职尽责 这么凶险的地方还带着 顾清轩并未解释 而此时 这里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了其他强者 大部分都是神丹六重的强者 这算是刀断局了吧 顾影忍不住惊叹 在乾王区域 顾影平时所接触到的地方 向他跌顾清仓的神丹三重 就已经算是顶天了的 一尊神丹六重的强者 如若不计后果 甚至可以覆灭一尊八品宗门 这就是顶端战力 平时根本见不到 结果顾影竟然看到了这么多 可就在此时 忽然一架金灿碾车 从天穷的另一端飞了过来 如瀑布般的玉帘中 端坐着一道威严的身影 魔王区域皇族 神徒士 他们真来了 果然 魔王区域的神徒士来了 他们竟然直接派来了一尊金丹级强者 神徒圣天 顾清轩眸光顿时凝重了起来 顾影觉得 姑姑恐怕和这神徒士族的人有一些渊渊 看到那金色碾车后 姑姑的气息明显乱了几分 顾世族的小姑娘 你与我神徒士族之间的恩怨 等待此番精英怪事后再谈 这次 我不会放你离开了 神徒圣天的声音 从那碾车中传了出来 声音温和 可却让人不寒而栗 旁边的人 纷纷露出了惊恶的神色 随后怜悯地看向了顾清轩 原来是他 顾世族的执法堂大长老 一代精彩绝艳的存在 我记得当初 在一场牵扯到数个区域的大战中 的顶尖天才 难怪 这一来就立刻剑拔弩张 原来还有这种恩怨 顾颖文言 看了一眼顾清轩 有些凝重的脸色 该死 没想到这次魔王区域 那来的老怪物 竟然是他 身徒胜天 此人牙子必报 心狠手辣 小轩你务必要小心 要不然 小轩你放弃这次精英怪吧 然而一旁的白鹤道人摇了摇头 这老家伙从一开始 契机就已经锁定了小轩了 现在离开 反而会让那老家伙直接动手 小轩 你们乾王区域的秦氏族的人 没来人吗 毕竟是乾王皇族 若是从中说和 或许还会有缓和的余地 然而顾清轩摇了摇头说道 秦氏族的人没来 他们应该是放弃了 秦氏族最近很低调 恐怕也在谋划大事 这次的精英怪信息 大多是来自于圣王区域 顾氏族都没得到消息 若不是你们告诉我 我也不会来 那毕竟是金丹级存在 几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很低沉 就连顾清轩都没能想到 这次精英怪之行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魔王区域来到这里的金丹级强者 竟然是身途士族的人 小警 不用害怕 一会儿等待混乱之际 我带你逃离此地 神丹六中的精英怪 实力恐怖 那身途是家的老东西 不可能有心思分心过来管我们的 顾清轩安慰了一下顾影 金色碾车中 那道威严的身影冷笑了一声 这老者脸上的皱纹 都快要凝在一起了 身上的气息 宛如一座沉寂的大山 一旦爆发 便会是一片怒海汪洋 顾世族的丫头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 倒是意外之喜 不能让它继续成长下去了 轰隆轰隆 山脉颤动 巨大的脚步声从深处传来 伴随着无数妖兽惊恐的叫声 一只庞然大雾 很快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哪怕事先早有准备 可是当这只庞大的精英怪 出现在他们面前 很多人依旧被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身躯庞大 遮天蔽日 犹如几座大山叠在一起 身上都是爆炸性的肌肉 皮毛是银色的 仿佛穿戴古老坚韧的银甲 在阳光的照耀下 光芒四射 星红的双眼 仿佛一片血痰 里面涌出的暴虐情绪 让周遭的空气 都骤然变冷了许多 允星英雄 精英怪 神丹六重 血量 2945532 天赋技一 不坏银甲 防御加500点 2 天英虚 击杀享受金色暴率10% 紫色暴率40% 蓝色暴率100% 有概率掉落 允星英雄专属灵宝 英虚万甲 煞时间 允星英雄的夸张数据面板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让不少人倒吸一口冷气 接近300万的血量 两个天赋技 第二个天赋技天英虚介绍 全都是一串问号 是什么鬼 这种技能介绍 让我忍不住有点害怕 靠 怎么感觉这个允星英雄的压迫感这么强啊 圣王区域出现的那只神丹六重的精英怪 貌似都没这只允星英雄强大吧 顾盈也露出了惊恶的神色 这磅礴的契机是他从未想过的 还好他的身旁有顾清轩帮他遮掩 不然的话 顾盈肯定会被那狂猛暴虐的气息 直接冲成残渣 他亲眼看到一个不知死活的神丹一重的修行者 被那气息直接压爆 神丹六重的修行者疯狂冲杀 简儿 你跟在我的后面 顾清轩仗剑而出 煞时间奔涌而出的雷属性剑光 在一众神丹六重的强者之中脱颖而出 疯狂地坠落在了那允星英雄的身上 顾清轩自始至终都是最亮眼的那个 神丹六重 年轻而富含生机活力 雷属性剑修 这些buff直接拉满 他的战力在神丹六重中都是最顶尖的 刷刷刷 2455点 3525点 3644点 不愧是号称血后防高的允星英雄 哪怕是神丹六重的强者全力出手 竟然都只掉落了这么点伤害 这还是顾清轩的伤害 雷属性代表着极致的伤害 其他神丹六重指打出了一千出头的伤害 无数神丹六重的强者讨伐允星英雄 这等场面极其浩瀚 此时的顾颖站在顾清轩的身后 无人关注 顾颖神色严肃了起来 开始搞事 他利用云雾身份出五道分身 刷 灵溪剑指 加上顾颖一共六道细微的光芒冲向允星英雄 于那茫茫神丹镜的攻击海洋中 宛如六根丝线一般 微不可见 落在允星英雄的身上 飘起淡淡的血花 一一一 无人注意他 就算是注意到了 应当也就是暗字里的嘲笑 然后不懈地转走了自己的目光 而前面的顾清轩心头微动 锦儿的武学怎么这么弱 看来顾家虽然发展 但是武学方面还是薄弱之处 顾清轩想着 偷膜交给顾颖基本强大的武学 然而顾颖乐此不疲 云雾身 灵溪剑指 金色的词条果然没那么容易出发 顾颖施展了数次 都没有看到裂创词条的触发 刷刷刷 云雾身 你已触发紫色词条 分裂身 刷刷刷刷 十道实体分身 出现在了顾颖的身旁 瞬间站成一排 顾颖心中暗道一声有戏 随后灵溪剑指全部点出 一共十一道光线爆发 让顾颖惊喜得是 你已触发金色词条 裂创 其中一道剑指 骤然变得惊灿了起来 仿佛牵扯到了 某种高深莫测的力量 顾颖心中惊喜不已 让他们见识见识高贵的 百分比玩家吧 哄 二十九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点 刷 那隐心英雄庞大的身躯 瞬间被轰的倒退 每一步都压他山岳 大地乱颤 而让在场所有强者 露出惊骇神色的是 隐心英雄的血条 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 足足掉了十分之一 什么情况 是谁 一招下去 掉了以防御力著称的 隐心英雄 二十九万的血量 这得是什么级别的攻击啊 若是落在他们的身上 岂不是要将他们碾成飞灰了 此时 那碾车中的身徒圣天 忽然从碾车中走出 他的那张脸庞上 写着浓浓的震撼 他的每次全力一击 顶多才能打出一万点的血量 这到底是谁 单次攻击 打出三十万的血量 这得是什么境界 他终于不再淡定 一尊金丹级的强者 此时却是朝着虚空中拱手说道 敢问是哪位前辈将领我八王之地 不如现身一剑 我魔王区域身徒室定然好生招待 不会让前辈失望 所有人东张西望 额头上满是冷汗 有神秘强者降临 到底是谁 然而此时 有人忽然说了一声 刚刚的那道攻击 好像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 我看到了一条金灿的丝线 沉重至极 上面蕴含着我 无法理解的力量 那位神秘强者在那边 无数道目光 朝着顾影的方向看了过来 然而却只看到了顾轻轩 以及自始至终站在顾轻轩身后的 那道黑袍人 漆黑的长袍 遮住了面目 让人看不到他的真正面目 我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这人到底是什么秀伟 天啊 怎么感觉此人好像一片虚无 站在那里 却好像一个普通人 我怎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他站在那里 这人到底是谁 他是跟着顾轻轩来的 我好像也没有感知到他的气息 什么意思 是因为老子太弱了 所以你们感受不到吗 顾影心中无语 然而表面上却是镇顶如山 观众瞩目之下 那道黑袍人 却是伸出一只白皙稚嫩的手掌 在虚空中威压 小神徒 解决完这只小熊 再说我们的事 小 小神徒 神徒胜天一张老脸 笑得跟菊花一样难看 可那年轻稚嫩的声音 让他们不寒而栗 能打出三十万伤害 而表现出来的所有生命特征 都是无比年轻 极具生命活力 关键是 自始至终都没人感受到 有人站在那里 就仿佛一片虚无 如此之多的特制组合在一起 这个黑袍人 愈发的恐怖了 极致的反仆归真 反老还童 这是什么修为境界可以做到的 其实主要是因为 三十万的伤害先入为主 所以导致了他们 不自觉的脑补了起来 你们确定没注意到 我不是因为我弱小的 跟爬虫一样 被你们忽视了 你们确定 我就不是真的只有二十岁 当看到三十万点伤害 这一震撼世俗的伤害后 顾影身上的一切 都被脑补得无比恐怖 顾清轩错愕地回头 什么情况 你 他差点惊恶出声 然而忽然看到了顾影黑袍下 那疯狂实眼色的表情 顾清轩也是思维敏捷之人 他虽然心中满是不敢置信 可此时立刻压下了 心中的震撼与疑惑 然后站在了顾影的身后 那般模样 像极了跟在前辈身旁的小跟班 白鹤道人和古丽明 露出惊恶的神色 什么情况 他们原本以为 跟在顾清轩身后 一言不发的那个黑袍人 是顾清轩所带来的顾足小辈 可刚刚发生了什么 那人点出一纸 一纸点出了三十万的夸张伤害 他们心中咯噔一下 先前的言论 不会得罪前辈了吧 而此时 身徒圣天神色难看至极 解决完精英怪后再谈 这神秘的强者 是在警告他吗 刚刚他对顾清轩的话 此时被那个神秘黑袍人 用一种不屑轻挑的态度 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好 允星英雄露出愤怒的神色 双眸赤红 暴虐的气息奔涌而起 朝着他们冲杀了过来 所有人瞬间抵抗允星英雄 小警 怎么回事 顾清轩传音道 被自己一直保护在后面的顾颖 忽然一直点出了三十万的伤害 要不要这么离谱 不过一想到刚刚顾颖叫身徒 圣天小身徒的景象 顾清轩没有来的兴奋 那老怪物被自己的侄子喊小身徒 老娘这辈分一下子就雄起来啊 姑姑 等结束了再跟你说 等我先把小身徒下破胆的 顾清轩没有来的兴奋了起来 我这侄子好像没那么简单啊 然而此时太多的目光 都在关注起顾颖来了 这让顾颖举步维艰 万一他出手没有点 出列创属性的话那么 岂不是就露线了 于是他只能背负双手 站在原地 渐渐的 看着顾颖始终不出手 一时之间 他们神色逐渐怀疑了起来 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顾颖颖头上浮现冷汗 因为朝着这边靠近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群畜生 在把那允星英雄朝着他引过来 附近的人越来越多 似乎是在逼顾颖出手 顾颖身后的顾青轩也着急起来了 他的心里咯噔一声 那样的攻击 肯定难以再次出现第二次 如果这些人继续围过来 迟早要露线 操 拼了 眼看着那允星英雄越来越近 顾颖一袭黑炮 背负双手 满身的强者气度 成败在此一举了 顾颖抬起一只手 刹那间点出灵溪剑指 这一指 拼的就是老子的个人服运了 所有人瞪着眼睛 仔细地看着顾颖的这一指 下一刻 刷 丁 你已触发紫色词条极咒 丁 你已触发金色词条列创 雾草 当心眼睛了各位 黑袍人的动作潇洒至极 一指点出 可那指光 瞬间仿佛点出了一轮赤胜的大日 盛大燃烧 啊 我的眼睛 怎么回事 我感觉我好像看到了一轮大日 赤胜绝伦 我错了 我不该试探您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前辈 所有人瞬间失明 眼睛刺痛不止 而他们只听到了 允星英雄到飞而出的声音 惊恐疯狂蔓延 又来了 294555 又是如此恐怖的伤害 这一次 就连那允星英雄都怕了 看着那黑袍身影的神色中 带着惧怕之色 顾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命这么硬 这一指 点出了两种词条 一个是紫色词条极咒 可以瞬间闪下他们眼睛十秒钟 另外一种则是裂创 瞬间特效加伤害 全部拉满 试探我 你们还真是嫌自己 活的时间太长了 顾颖的声音再次响起 同时抬起手指做事要点 煞世间所有人都狼狈逃窜 被吓得魂飞魄散 远远一直观望着 这里的身徒圣天 瞳孔收缩 这人当真如此可怕 每一指都能点出三十万的伤害 而且 那绝对不是什么强大的武学 就是轻描淡写的一记剑指 这人强的离谱 难道真的是八王之地外的那些真正的老怪物 为什么会出现的这脸 而且感觉还和顾清轩很亲近的模样 这次 没任何人敢对顾颖试探了 连续这两指 点出了恐怖的声势 也差点要把顾颖吓死 还好我命运啊 最后 这一指运气爆棚 竟然点出了个大满罐 没用于物身 就把所有能触发的词条都触发了 不过这次的行动 还是太冒险了 身后的顾清轩松了口气 他的手捏了捏顾颖的肩膀 却发现顾颖的黑袍 早就被汗水浸湿了 这让他觉得好笑 也觉得心疼 我若是踏入了金丹镜就好了 锦儿就不用这么担惊受怕了 在如此之多的强者手底下 那允星英雄的血量 也很快就下降到一半以下了 毕竟有顾颖的两指六十万的恐怖伤害 直接加快了进度 然而就在此时 允星英雄的眸光愈发赤红 仿佛层层叠叠 激荡出一片血海般 血腥暴虐的感觉 让很多人不寒而栗 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 有人忽然惊呼了一声 下一刻 那允星英雄忽然站在原地不动 随后张开森然的大嘴 朝着天空中咆哮 他的咆哮似乎带着某种致命的节奏 好像在吟唱着什么禁忌 刷 一股烟灭的气息 在他的大嘴前不断的凝聚 空间开始撕裂 漆黑仿佛黑洞 烟灭的气息将一切化作虚无 天赋界 天音戌 英雄吟唱 那几乎能毁灭一切的天赋界 开始疯狂凝聚 周遭的大山崩坏 漆黑的黑洞中牵扯出恐怖的距离 虚无的神边抽打猪士 不好 是天赋界 他的那个全都是问号的天赋界 这种天赋界绝对恐怖 我从里面感受到了星际的力量 这让我想到了圣王区域的 那只神丹六重的精英怪 当时直接团灭了所有的修行者 快点打断他 此时就连神徒圣天都坐不住了 那漆黑的黑洞 所爆发出来的恐怖湮灭的力量 就连他都头皮发麻 能够秒杀金丹级的天赋界 这让他也惶恐了起来 撵车横飞 神徒圣天一拳打出恐怖拳印 惊叹的拳印翻天而起 如同山岳 可瞬息之间 那陨星英雄面前的黑洞 直接将拳印吞噬 一道漆黑色的神边 骤然抽来 破 神徒圣天的身子倒飞出去 随后在虚空中狼狈顿住身躯 堂堂金丹级强者 竟然被那天赋界渗透出来的威能 抽飞了出去 所有神丹六中的强者出手 快点 打断他 不然 我们都要死 这些精英怪到底 都是怎么造就出来的 每一个都拥有可以毁灭一切的天赋剂 黑洞逐渐要成行了 所有人的攻击 全都进入到了那黑洞之中 犹如泥牛入海一般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绝望 就在此时 一道冷哼声忽然从后方传来 一群废物 顾清轩瞪远眉眸盯着眼前的顾影 说实在的 现在一片混乱 正是顾清轩跑路的好时机 结果顾影忽然不屑出声 让顾清轩整个人如遭雷击 随后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黑袍身影 淡淡地站在原地 抬起手来 一道微弱的光芒击视而出 击中允兴英雄 大镜颜咒 树叶有专攻 大镜颜咒积累无比 但是却类似于某种特殊的规则 你不是吟唱吗 唱啊 那允兴英雄 原本微风凛凛的咆哮着 可忽然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遏制住了咽喉 滚滚如雷的咆哮声 瞬间掩气息鼓 我怎么叫不出来了 允兴英雄口中的黑洞 失去了吟唱的力量加持 疯狂地倾倒 崩塌 一道道湮灭神边 疯狂地抽打着周遭 然而因为允兴英雄的身躯 太庞大了 那些神边 全都抽在了允兴英雄的身上 啪啪啪啪啪啪啪 允兴英雄被抽得皮开肉绽 21314 52515 123942 恐怖的伤害值 接连不断地出现 然后那只允兴英雄的血条 犹如被开闸放泄了一般 以极快的速度见底了 扑通 精英怪 允兴英雄已经被击杀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这 这什么情况啊 用不用这么离谱啊 此时他们看向了那道黑袍身影 如同直视魔鬼 轻描淡写地 一直点出了30万的伤害 也就算了 刚刚又不知道 用什么特殊的手段 直接打断了那允兴英雄的吟唱 然后允兴英雄就被自己的天赋计 直接反噬死了 离来的大谱啊 他们看着顾颖的神色中 满是恐惧与震惊 而顾颖现在 也惊骇不已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是他都始料不及的 只能说他打断那允兴英雄的时机 实在是太恰到好处了 正好在允兴英雄即将凝聚完 那天因虚天赋计的时候 近乎于完整的天因虚跌落崩塌 直接让允兴英雄感受了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残忍 顾颖的腰板更直了 你已分配到1000点经验值 你已突破到灵旋六阶 正在分配奖励中 丁 恭喜您获得允兴英雄专属灵宝 天因万甲 天因万甲 允兴英雄专属灵宝 手臂力量加持 天因神力 下一次攻击获得湮灭加强 加持天因神力 冷却时间 三个时辰 天因虚 小型 可凝聚出小型黑洞 吞噬即将到来下一次攻击 冷却时间 一日 出货了 1000点经验值的分配 让顾颖直接连跳两级 直接进入到了灵旋六阶的修位 而后他又回过头去看向了身后的顾清轩 此时的顾清轩 完全顾不上所得到的资源分配了 现在的他一对美眸盯着顾颖失神 显然已经被顾颖惊呆了 顾颖表示没办法 这次是老天助我险上 太顺了呀 那一指点出大脑罐词条 再加上一个蓝色大镜颜咒 直接将那允星英雄反噬到死 顾颖都没想到 此时 天地寂静 这些强者们呆呆地站在原地 落真可闻 他们看到了那黑袍人 看向了身徒圣天 他似乎在笑 小身徒 你刚刚是不是说过 等到精英怪结束后 有事要与我家小轩聊啊 这一瞬间 身份倒转 身徒圣天满头冷汗 浑身颤抖 他进入金丹集 已经多久了 多久没感受到 如此惶恐不安 眼前的那个黑袍人 分明没有丝毫的气息压来 可却让他 感觉自己卑微的 好像爬虫一般 他感受不到 那人任何的气息 仿佛站在那里的是 一片虚无 这更加诡异恐怖 能让他一个金丹集存在 感受不到丝毫的气息 这个黑袍人 到底是什么境界 什么身份 顾清轩到底是从哪里 找到的这人啊 前辈 一切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身徒圣天逃也是的离开 都顾不得直接进入碾车 向来的时候那般端坐其中 微风扒面 他一只脚仓皇踩在碾车上 骑着碾车就跑 看到黑袍人并未追他 他松了口气 还好 那样的存在不屑于出手 这到底是什么境界 心丹九转 难道是更恐怖的赤霞镜 再往上 他就不敢想了 而此时 顾清轩和顾颖离开了此地 等到二人一路走到前往境内 并且确定了无人跟随之后 顾清轩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然后站定脚步 看着面前的顾颖脸上 挂着冷笑说道 小轩是吧 姐儿你能耐了呀 是不是明天就能和你爹成兄道弟了呀 顾颖连忙苦笑说道 姑姑别生气啊 那不是当时做戏 给那小生徒看的吗 你看那小生徒被吓得 我看你叫得挺爽的呀 顾清轩似乎对辈分之事 有着属于自己的小执念 捏着顾颖的耳朵 转了好几圈呢 不过 很快他心情大好的对顾颖说道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不可思议了 能点出那么恐怖的伤害 顾颖的秘密不小 顾颖正在思考 应该怎么和姑姑解释此条的事 结果顾清轩便白手说道 有些事不必明说 你是我亲侄子 我虽然好奇 却也不能害你 你小子 以后出去也长得新眼 别太爱险胜 这次算是运气好 万一翻车了呢 顾颖心中一暖 接受了顾清轩 长达半个时辰的说教后 顾颖将大静颜咒供 响给了顾清轩 这就是你当时 打断了那允星英雄的武学 只是一本蓝色武学 可是这个效果 却是如此奇怪 将人静颜 静颜的确很鸡 毕竟干账的时候 你光静颜有什么用 严防死守反派 死于话多的规则 可若是用在这些 精英怪的吟唱上 却是不一样了 允星英雄那里 就已经试验过了 当时允星英雄的 天鹰虚天腹剂 将所有的攻击 全都吞噬 哪怕是精丹级的攻击 都不例外 可是这大静颜咒 却并非是实质性的攻击 而是类似于一种 规则系攻击 顾清轩忍不住赞叹 这是当时少林那丫头报的 我共享给你 顾颖直接给了顾清轩 一份修炼权限 顾清轩欣慰地看着顾颖 难怪你爹说你成长飞速 用不了多久 我们这些老人就都能躺平了 你小子果然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我这次可报了个好东西 顾清轩露出笑容 随后给顾颖 共享了一本紫色武学 而且还是紫色剑绝 看介绍的确威力不俗 顾清轩炫耀式的 晃了晃白皙的御手 然而他的这份炫耀 顾清轩的笑容消失不见了 笑容没有消失 而是转移到了顾颖的脸上 这专属领宝爆出来了 专属领宝格外的稀有 毕竟精英怪只有一只 而专属领宝的暴率极低 杀完了 没爆出来 那么这份专属领宝 应该就永远的淹没在天道中了 结果现在 专属领宝天鹰万甲爆出来了 而且还爆在了顾颖的手里 虽然伤害越高 能得到好处的概率也就越高 但是说到底是概率问题 那么多神丹六重的存在一同进行奖励分配 这简直是离谱 简而 你的福音强得可怕 现在这个时代 天赋 努力 其实都比不上一个福音 顾清轩呢喃着 美眸泛着异彩看着顾颖 自己的侄子太逆天了 这恐怖的福音 让顾清轩忽然看到了顾颖那无限的潜力 或许 顾家真能超越顾氏大族 顾颖这般恐怖逆天的福音 能让他在这茫茫巨变的天地间 如慧心一般崛起吗 顾清轩甚至怀疑 顾家现在的发展 都在冥冥中 与顾颖脱离不了干系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运这件事 就是如此奇妙 这块领宝的价值恐怖 毕竟是神丹六重的精英怪 所爆出的专属领宝 效果只能用逆天来形容 要不然 你我来尝试一番 此时 顾清轩带着顾颖 心情大好 也是忽然来了兴致 于是对顾颖说道 这个天鹰万甲 仅仅只是看着属性 便知道绝非凡品 所以顾清轩也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这其中的效果了 天鹰万甲 允星英雄专属领宝 手臂力量加持 天鹰神力 下一次攻击 获得湮灭加强 加持天鹰神力 冷却时间 三个时辰 天鹰虚 小型 可凝聚出小型黑洞 吞噬即将到来下一次攻击 冷却时间 一日 顾颖又一次调出了 天鹰万甲的属性效果 于是开始准备一个 接着一个的尝试 顾颗 你可要小心了 顾颖郑重其事 天鹰神力 顾颖的右手手腕处 一块金灿上面 遍布黑亮色纹路的腕甲 忽然释放出一股烟灭的气息 随后顾颖直接展出一剑猎穷剑绝 Soul 恐怖的紫色剑光 骤然裂空而去 顾清轩站在原地 略微弹指 Soul 那剑光直接被弹飞了出去 看顾清轩那无语的神色 似乎是在说 你小子的剑再离谱 也不至于对我造成伤害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露出了诧异与吃惊的神色 因为顾颖的剑光 被他弹飞到了一座小山之上 刹那间 那小山被剑气一分为二 而后从剑气中 竟然冒出可怕的烟灭气息 大半的小山 竟然凭空消失了 这就是烟灭气息吗 若是夹在你的剑光中 或许能够成为真正的杀招 暗藏杀机 让人猝不及防之下 就直接丢了性命 顾清轩忍不住点头 颇为赞扬地说道 你已经踏入灵玄六阶了 但是刚刚凭借着你这一剑 几乎所有的灵玄七阶 只要不是事先知道 你的天鹰神力这个技能 那么就都会被你一剑砍翻 这个能力还真是神技啊 小景啊 以后我若是有需要 到时候就管你借这件天鹰万甲 呃 我能不借吗 你又找打是吧 顾颖当然只是开开玩笑了 自己的亲姑姑 自己能不借吗 而这第二个技能 却是让顾颖和顾清轩 都纷纷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小心天鹰虚 天鹰虚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 只不过 这个小型天鹰虚 是什么意思呢 顾清轩有些疑惑 随后说道 这小型天鹰虚的冷却石 长比天鹰神力还要长 我估计 这是一个更变态的能力 小景 你先试试看 不过施展的慢一些 我好好地看看效果 这玩意咋施展的慢一些 顾颖无语 不过很快 他还是伸出自己的右手 随后金灿的腕甲上 开始浮现出七黑色的物质 七黑色的物质无限旋转 仿佛化作了一个小型的黑洞 七黑深邃 与当时那允星英雄 所施展开来的天鹰虚 如出一辙 只不过 差距就是顾颖所施展而出的 天鹰虚 的确是渺小了许多 能丢出去吗 顾颖甩了甩自己的右手 然而那小型黑洞 却是犹如粘着在了顾颖的手腕处 完全丢不出去 顾清轩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美眸中金光一闪而过 他抬起手来便是一剑 一道恐怖到了雷鼠性剑光 朝着顾颖袭来 顾颖呆傻在原地 用你手里的小型天鹰虚 却吸收我的这一剑 顾颖连忙抬起手来 那恐怖的剑光 在触碰到顾颖手腕处的 小型天鹰虚之后 竟是瞬间被吞噬的无影无踪 顾清轩翘脸上 洋溢着振奋的神色 果然 我猜想对了 当时我们在打那允星英雄的时候 他凝聚天鹰虚的时候 所有的攻击 都被那凝结而成的 湮灭黑洞所吞噬了 任何攻击 哪怕是身途胜天的攻击 都被吞噬进去 犹如泥牛入海 而你这个小型天鹰虚 也具备这种能力 顾颖文言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随后抬起右手 他陡然攥住拳头 似有所感 腕甲中的湮灭黑洞 开始解体 随后一道凌厉的剑光 骤然朝着远方飞去 刷 顾清轩的那一剑 瞬间劈中一座小山 那小山被无尽的雷霆剑气 搅碎成积粉 场面无比可怕 这个小型天鹰虚的实战效用太强了 可以吸收对方的一次攻击 然后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神丹六中的精英怪专属灵宝 果然名不虚传啊 顾颖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这个天鹰万甲 给了顾颖太多的惊喜了 你这小子还真是好运气啊 让你姑姑我都羡慕了 顾清轩心情很好 看着顾颖 满眼都是欣慰 还记得当初顾颖才多大 整个小豆叮一个 那个时候天天跟在自己的屁股后面跑呢 现在都长得这么大了 他和顾颖准备回家 然而在前王区域以及魔王区域 却也都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一只神丹六中的精英怪允星英雄被诛杀 这件事的确很让人震撼的 毕竟圣王区域的那只精英怪 现在都没人敢去触碰了 那些精英怪的天赋技态恐怖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了 真正让无数人震撼的是 据说在允星英雄出现的地方 惊现了一位神秘的强者 弹指之间打出了恐怖的三十万点伤害 三十万点伤害 这是什么概念 据说当时的神徒圣天 堂堂金丹级强者全力一击 才打了一万多的伤害 而那人据说并未动用什么强大的武学 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只 物草 轻描淡写的一只 等于三十位金丹强者同时出手 这得是超越了金丹级的能力了吧 金丹之上 赤霞静 八王之地 还有这种级别的存在 莫不是八王之地外的存在 这样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秘强者 直接给所有人带来了震撼 让无数人心惊胆战 然而掀起轩然大波的人 却是已经回到了顾家 回到顾家 大少爷 你快点回去看看吧 你的住处那边 从你走后便一踩连连 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将你的整个院落都照耀的色彩斑斓的 大家也都好奇那边究竟怎样了 但是家主下令封锁了你的院子 不允许任何人过去 刚回来便立刻有人跑过来 告诉顾颖自己的院子出问题了 色彩斑斓 不会刷出神秘锦里了吧 顾颖连忙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 果不其然 院落已经被封锁住了 外面是最靠谱的顾精锐长老 顾精锐长老 此时正一丝不苟地站在那里 任凭背后的院子色彩斑斓 他却依旧窥然不动 在外堂三长老这里 规矩就是规矩 家主吩咐的是 他一点都不会越举 这也是顾秦苍什么事都放心交给他的原因 大少爷 你回来了 我把外面的那些小崽子们都遣散出去 不让他们靠近你的院子 看到顾颖过来 顾精锐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然后就朝着外面走去 顾颖走进院子 果不其然 自己的池子此时早已色彩斑斓 炫目缤纷 里面的黑鲤鱼中夹杂着一只 蕴含浓郁祥瑞之气的锦鲤 五福锦鲤 等级 蓝色 神秘的锦鲤 出现的概率极少 是稀有的祥瑞之物 存活率极低 需要尽快制作成烹饪食材 服用后可获得服孕加一 有概率触发五福灵门效果 顾颖将那只五福锦鲤 直接取了出来 活蹦乱跳的锦鲤身上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让人有一种舒适喜爱的感觉 顾颖立刻联系那一日 给顾颖做鱼的那位 当日顾颖就留下了 那位厨师的联系方式 直接越过二伯 那个不争气的中间商 等到那位厨师来了之后 三下五除二 将这只锦鲤处理完了后 给顾颖来了一道清蒸锦鲤 顾颖狼吞虎咽的吃完了以后 服孕加一 运气爆棚 恭喜您触发五福灵门效果 顾颖忽然感受到 一股灼热的力量 从那明明虚空之上 陡然坠落到了顾颖的眉心处 然后渗透 进入到他的四肢百骸 先天阳极之气加一 先天阴极之气加一 先天牧林之气加一 先天荆极之气加一 先天土林之气加一 我靠 这就是五福灵门啊 直接给顾颖的五种神秘属性精气 每种增添一律 先天神秘精气 同时顾颖的福运增加了一点 这倒是让顾颖颖为诧异 福运 二百一十 看样子 福运若是能够累积到一定数量的话 应该是也会有质变的 像张元宝那种人物 应该是先天变福运身后 与顾颖这种后天 蜕变而成的福运体质并不相同 李厨师 不如你就在顾家住下算了 顾颖觉得 眼前的这位李厨师 的确有点烹饪功夫在身上的 于是便提议道 而这自然是所有厨师求之不得的事 于是欣然答应 顾颖给的薪资可是极为丰厚的 接下来的时间 顾颖将这些黑鲁鱼杀了一部分 然后凑齐了五十点篡改点 今晚 开始第二次月龙门 顾颖低声呢喃了一句 随后去斩杀了喇叭怪 得到了保底的八十六点经验值 随后掏出灵光蒲团 以及天恒石 开始打坐修炼 道心加一 道心觉醒中 顾颖的每次打坐 都有概率收获道心修为 现如今道心修为经验点 已经达到十点 开始初步凝结道心 尖盘道心 0100 你的道心尖如磐石 寻常道心魔杖无法入体 同时获得明慧神物能力 在一些开悟之士上 更显聪慧 与顾颖以前所获得的 一些其他体制比起来 这个尖盘道心 的确弱小了不少 但是经历过很多次 魔杖入心的顾颖却是知道 道心这玩意 平时不重要 真正到需要的时候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秦宇玲精彩绝艳 体质特殊 背后有乾王皇族坐靠山 给他做了万全的准备 可却依旧折在了 考验道心的天魔真言之上 道心不坚固 一旦遭遇魔杖入心的情况 道心破碎 容易直接疯癫 那么整个人也就回了 如今我的道心升级了 也算是好事 顾颖略微点头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集魔体 先天火灵体 先天木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灵玄六阶165500武学 骤剑诀 圆满1050 凤鸣游身部 圆满1050 猎穹剑术 1020 战装弓 2550 大镜严咒 515 老农砍柴弓 15 中灵剑身 115 灵宝 神侠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被顾家寄予厚望 成功踏入灵玄境 前途无限光明 灵玄六阶 这种实力的晋升速度 还真是飞快啊 顾颖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 回到自己的住处 开启 鲤鱼越龙门 刷 而这次顾颖的运气不错 越过龙门的 竟然足足有四条鲤鱼 而这四条 竟然都是火属性的七台鲤鱼 这让顾颖有些无语 最近吃鱼都吃得够够的了 不过毕竟是火属性的鲤鱼 今日吃完 我的先天火灵体 也可以进化了 不过顾颖却是大方的 找来了顾清仓和顾清轩 啊 吃鱼 咱顾家还养鱼了 起初 顾清轩得到消息后 有点奇怪 他看着顾清仓听到消息后 有点期待与激动的模样 更加摸不清头脑了 不就是吃鱼吗 我在顾师大足里 也经常吃啊 犯得着这么激动吗 结果他们来到了顾颖的院落之中 便看到了顾颖手里 那活蹦乱跳的七彩鲤鱼 那四条鲤鱼丰硕饱满 鳞片上闪烁赤红色的光芒 犹如燃烧的火焰一般 在阳光下灿烂燃烧 看起来绚烂夺目 这是什么鱼 好浓郁的火属性能量 不对 这已经不是火属性能量了 这是火属性先天精气 锦儿 你这是从哪里搞来的 顾清轩瞪着眼睛 然而一旁的顾清仓 却是朝着他使了的眼神 事宜现在李厨师还在这呢 有些话不要多说 顾清轩闻言也是沉闷了下来 可眼眸中的惊奇之色 依旧难掩盖 他发现自己回到顾家以后 经常会看到一些 超出他想象的事 等到香喷喷的鲤鱼 被李厨师端了上来后 李厨师离开 顾清轩才忍不住说道 就算是在顾世大族内 这种牵扯到先天精气的东西 都极为珍贵 我还记得前段时间 顾世大族内 也获得了一种 蕴含微量雷属性 先天精气的竹笋 被当成了不时之宝 唯有那些顾世内的 真正掌权者 才有资格享受 提到这 顾清轩也忽然有些酸楚 他执法堂大长老 其实也有资格去享受那竹笋 但是就因为他的身份 所以直接将他踢出局 顾顾 顾世大族有的 咱们顾家也会有 而且还会更多 更好 至于吃起来效果绝佳 口感更是极好 快来试试 听到这句话 顾清轩也不说话了 他那张绝美的脸庞上 带着一抹柔柔的笑容 静静地坐在那里 张开樱桃小口 吃着盘子中的鱼 顾秦苍见状抿了名嘴 随后三人开始吃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从顾颖的身后 忽然响起一道 不好意思的黑黑声 圆圆 对了 你叫你娘也一起出来吃吧 顾颖忽然看到了那边 馋得直流口水的黄斧圆圆 觉得好笑 于是直接大气挥手说道 四条鲤鱼 足够大家一起吃了 顾秦苍赞许地看了顾颖一眼 圆圆欢呼一声 然后连忙朝着房间里跑去 起初黄斧圆是不好意思的 可耐不住圆圆声拉硬扯 他也只好走了出去 那美妙绝伦的身段 搭配上略微有些病态苍白的绝美脸蛋 的确很让人赏心悦目 打扰了 黄斧圆轻轻说了一句 好侄儿 快去给你娃儿姐找个椅子坐 好心机啊 姑姑 就爱占人便宜是吧 不过顾颖总感觉 姑姑好像吃错了 大有一种 我侄子烤的鱼 竟然分给其他人吃 好酸啊的感觉 黄斧圆轻笑一声 起初气氛也有些尴尬 毕竟忽然多了一个外人 可伴随着顾秦苍 时不时的一言一语打开局面 很快也就热切了起来 黄斧圆讲述了 他在圣王区域内的事 原来黄斧圆 竟然也是来自于皇族之外的 一条皇族血脉 而他以绝顶之姿 进入皇斧氏族 这些年为皇斧氏族 做了无数的贡献 从不争名夺利 可却依旧遭人妒忌 皇斧家损伤惨重 遭到皇斧氏族的打击 我姐姐夫妇也殒命 只留下了圆圆一个人 这句话 皇斧圆是收着鹰说的 圆圆啃着鱼 并未听到 然而顾清轩听到这句话后 如遭雷击 一缕发丝杂乱地垂落下来 那对美眸眯起 他的气息瞬间清冷了起来 从皇斧圆的经历上 顾清轩竟然惊奇地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顾家与顾族现在的关系 不就是如此吗 同样的绝顶之姿 同样的不承认 顾家为顾族血脉 清轩妹妹 当时我便知道了你的情况 我们二人的经历 都出奇地相似 其实 一味地退让 反而会让那些人 变本加厉地欺负你 此番我大难不死 信得顾家照料 我回去之后 定然要拨乱反正 直接掌握皇斧氏族的大权 皇斧氏族是一份强大的力量 唯有在我的手里 才不会伤害到我 以及我身边的家人 顾清轩看了看顾秦苍 又看了看一旁 听得津津有味的顾影 陷入到了沉思中 显然皇斧婉的话 给了他不小的冲击 顾秦苍见状 转移了话题 顾家的发展如今飞速 于是他也和皇斧婉 谈论起了这件事 听着顾家的大致发展路线 皇斧婉而连连点头 也有些佩服眼前的顾秦苍 这些天留在顾家里养伤 皇斧婉也看到了顾家恐怖的潜力 尤其是一旁这个 坐在这里默不作声的年轻人 浮育逆天 气魄惊人 顾家的发展路线 很值得我学习 受教了 顾家主 日后我若是真能掌握皇斧氏族 那么或许可以和顾家合作 顾秦苍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对待皇斧婉的态度 其实也是一种压榜 皇斧婉大难不死 回归圣亡区域 若是真能掌握皇斧皇族的话 那么顾家也算是拥有了一方强大的盟友 这对于顾家的发展将会有着巨大的好处 而顾颖吃完了自己面前的礼遇后 忽然身上传来一阵阵的灼热之气 在场之人若是放到乾王区域 那也都是真正的顶端力量 一眼就看出了顾颖体内的变化 小景这是脱胎换骨 体质蜕变 顾秦苍知道顾景有一种活属性体质 而现在这活属性体质要进行蜕变了 锦儿这孩子还真是妖孽啊 先天火灵体进化 你已觉醒赤岩九龙体 赤岩九龙体激活效果 力量加40 速度加40 防御80 效果是先天火灵体的二倍 然而故隐发现 赤岩九龙体 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质能力 赤岩龙微 短时间内激活龙微属性 克制同大境界内的一切修行者 使他们心生惧怕 所有属性下降10% 持续时间30分钟 冷却时间7日 这个效果竟然是一种领域力量 可以在30分钟内 将大境界内的所有修行者的属性 全部下降10% 大境界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灵璇六界 可是灵璇境界的人 我都可以影响得到 这个能力还算不错 顾颖略微点头 而此时一旁的三人 却都是看着他一彩连连 小景刚刚那是一种 级别不低的活属性体质吧 嗯啊 饶是以皇甫娃儿所见过的世面 现在也都忍不住惊奇的神色 被顾颖震撼到了 顾颖的气息又有提升 恐怕已经是属于 灵璇高阶级别的范畴了 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在皇甫氏族内 简直妖孽 如此看来 顾家的潜力真的很恐怖 顾家的发展潜力巨大 路线清晰 又有顾秦苍和顾清轩这两位 在神丹境内拔尖的存在 支撑前期发展 等到后面这个妖孽一般的顾颖 成长为顾家的尖端战力 那么顾家将会恐怖至极 皇甫家族没有胜得过皇甫氏族 犹如蝼蚁一般 顾家有希望胜得过顾氏吗 清轩 不用想太多 顾家发展起来的速度会很快的 相信我 顾秦苍看着顾清轩那心事重重的模样 安慰道 很快 顾清轩也的确恢复了过来 梅氏和顾颖打去打去 偶尔在一跺脚 做生气姿态 急得顾秦苍团团转 顾颖的院落里 这些一跺脚 整个乾王区域内 都要抖三抖的强者们 传来轻松愉悦的大笑声 两日时间里 顾颖刷喇叭罐 梅氏再将自己的飞鲁鱼操练起来 跃个龙门 然后请来顾清轩 以及顾秦苍 还有黄斧瓦吃鱼 生活还算轻松自在 而他和黄斧瓦的关系 也是越来越好 黄斧瓦给顾颖 讲了很多有关于圣王区域的事 这对于顾颖这个 从小就生长在乾王区域的原住民来说 是很新奇的 圣王区域竟然模仿古王朝行事 竟然还圣妙语 所以瓦尔姐你这个女像 是真的成像 不过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说到底 还是要靠个人的实力 来进行受职位的 没太大的用 说出去比较威风把了 黄斧瓦一只玉手煮在耳旁 另一只手慵懒地卷动着漆黑的发丝 然后一对美眸略带笑意地 看着眼前那个双眸炯炯有神的年轻人 觉得有些好笑 这些十日 脱了顾颖的福 吃了那么多蕴含属性的鱼 让他的伤势恢复得极快 等你以后来圣王区域 姐姐带你好好玩玩 他莫名有些不舍 不知不觉间 在顾家已经待习惯了 这里还真是个好地方了 而顾颖文言点投应道 好嘞 玩姐 这一日 顾清轩离开顾家 因为今日清晨 发生了一件大事 红界版本更新结束 本次更新内容如下 一 新增陨落包裹 每位修行者陨落之后 在原地会出现特殊的戒子包裹 里面会盛放着该修行者的贴身之物 二 新增一百万条任务支线 另外新增一百个隐藏职业 可供给红界修行者们随意探索 同时支线任务完成后 可获得奖励增加货币选项 三 全世界统一货币已确定 0币 0币经由0时所转化而成 0币兑换公式 100时等于10币 四 开启世界交易行 在世界交易行上 可以进行远程交易 只需要选择上架 敲定价格即可 五 新增任务母板系统 如家族任务面板 家主可以选择是否开启任务母板 任务母板可以如同个人面板随时打开 发布家族支线任务 红界大更新了 这算是轰动整个红界的事情吧 顾尹一清早就看到了 在那城区聊天频道内刷屏的消息 以小见大 估计现在整个红界都是如此轰动吧 版本更新了 任务的数量更多了 也就是说 我们所能够触发任务的几率 也会更多了是吧 离谱 只不过这个包裹掉落 还是有点讽刺的 拒绝物化修行者 物草 等等 你们认真看灵弼的那一条了没有 灵石转化为灵弼 你们还记得 这段时间顾家大肆搜集灵石吗 貌似在顾家的后山那边 就埋着几十条灵石矿呢 我靠 我怎么感觉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顾家对外宣称 是他们得到了一种 可以吸收灵石 转化为经验值的功法 但是没这要巧吧 灵石变成唯一货币 灵弼了 难以置信 顾家这一下子 不就掌握了庞大数量的灵弼了吗 世界交易行 可以让我们买到前王区域 甚至是乃至于八王之地外的武学 功法 装备 而现在的顾家的财力 能买下的东西就很恐怖了吧 而如同他们所说 此时的顾家后山 正在被一股宏大的力量所改造 挣腾着浓郁的鲜物 时不时地飘荡出火花 雷霆闪电 炫目至极 灵石矿并没有改变 依旧是灵石矿 只不过是多出来了一个兑换渠道而已 十块灵石可以兑换一枚灵弼 我们顾家卧薪尝胆 搜集了这么长时间的灵石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了 信息差 导致顾家毫不费力地 将一堆堆的灵石 全都收入囊中 后机勃发 如今终于到了收获成果的这一天了 此时 顾家内堂长老 以及顾颖 站在后山这里 被云雾遮盖 而大长老站在首处 脸庞上满是激动的神色 这段时间 经过顾家上下一心的搜集 已经灵石矿卖的搜集 我们顾家一共搜集到了三十万枚灵石 三十万枚灵石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 这若是在以前 三十万枚灵石 就算是乾王皇族都拿不出来 三十万枚灵石等于三万枚灵币 是否兑换 兑换 顾家直接拥有了三万枚灵币 这在货币出现 交易行刚起步的情况下 顾家相当于是赢在了气跑线上 世界交易行上 目前一本蓝色武学的价格是五左右 而一本紫色武学 则是三十灵币上下浮动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灵币 足够换来一千来本紫色武学了 这个数值实在是可怕了 而且 这世界交易行 可不只是武学的问题 我刚刚还看到有人上架了一本紫色的功法 才刚刚上去就立刻被买走了 想来整个红界的人都在盯着 这本紫色的功法 顾家的长老们纷纷议论了起来 也都对这新阶段的版本更新 充满了好奇与激动 而顾情仓略微压了压手 这些灵币现在来看的确很丰厚 只不过 你们要注意一件事 他的话引起了周围的长老们注意 支线任务也会获得灵币 而且现在大部分灵石 其实都储存在矿藏之中 所以 灵币是会无限贬值的 我们必须将手里的这份财富 能够无限增长才行 顾颖忽然说道 爹 这些灵币可否交给我运作一番 交给顾颖运作 此时那堂的长老们 纷纷脸色怪异 倒不是说 他们想要将这些灵币吞下 而是说 顾颖所说的运作是什么意思 现在世界交易行初开 我们又掌握大量的灵币 或许可以钱生钱 顾情仓文言心中一动 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 于是直接拨给了顾颖一万枚灵币 一万灵币在现在也是一笔巨款了 这代表着顾情仓对顾颖的信任 剩下的灵币顾情仓 肯定是要去挑选一些合适的武学 工法 装备 甚至是领宝来增强顾家的实力 一万灵币啊 顾颖长呼了一口气 眼眸里顿时露出了淡淡的光芒 交易行刚刚开始 所有物品的价格都还没有定型呢 这种时候 钱生钱也相对来说是最容易的事情了 顾颖打开世界交易行 世界交易行是面向整个红界的 这一次这个舞台是直接展现给整个红界 八王之地也不过只是异于之地 这样才更有意思 相对来说也更为安全 也就是说 不管顾颖在这世界交易行之中掀起怎样的波浪 都不会波及到顾家来 毕竟 垄断怪可是要人人得而诛之的 顾颖露出一抹笑容 红界拍卖行 装备 功法 武学 领宝 奇珍 这是五个板块 简单直观 而顾颖直接越过了前四个选项 选择了奇珍 现在世界交易行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还处于摸索阶段 上面的商品也不是很多 但是毕竟是面向全红界 这里面也有不少东西 琳琅满目 而顾颖上下扫过 最终找到了一样东西 万宁碧根草 采取天地灵气所生 依托在接天万叶连之下 生长环境苛刻 经过研磨后服用 可大幅度提高宁丹成功率 罕见至极 灵币 24-30枚 目前上架数量 67 万宁碧根草 我也只是听说过而已 在整个八王之地 恐怕都没有 是无比稀罕的东西 世界交易行当 真是将整个红界 弄成红界村啊 这种东西 竟然直接上架了67件 顾颖一整个大离谱 要知道 现在紫色五学 也就30个灵币 而这一棵草 却是直接价格几乎持平了 宁丹 顾名思义 就是将体内的灵气漩涡 凝聚成丹形状 从无形化作有形 这是一个费时费力 又考验无性天资的时刻 而这棵万宁碧根草 却是能够将宁丹的成功率 无限拉至百分百 减少大量苦修 在以前能够得到 这样一株万宁碧根草 简直是天道垂帘 对日后的神丹与金丹镜 都有好处 现在拍卖行里 竟然摆了67株 顾颖直接大手一挥 将这67株全部买下 请选择您的昵称 笋干爆炸顾颖随便打了个名字 笋干爆炸 已拍下您所上架的藏品 珍惜 万宁碧根草 什么鬼名字 这份从红界的67处 不同的地点响起 隐约间带着某些特殊的不屑 然而与此同时 您所拍卖的商品已告庆 是否设置上架提醒 若再由此商品上架 会第一时间提醒您 很多准备卫族中 有天资的小辈 拍下万宁碧根草的人 忽然诧异至极 什么情况 直接就被拍完了 靠 这也太离谱了 24枚灵币啊 这灵币兑换才多久的时间 就已经有这么多人 能够拿得出来 接近30枚灵币了 这就告庆了 靠 看来就算是开了世界交易行 全世界统一平台贸易 这该稀有的东西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稀有了呀 挂着个上架提醒吧 吴宇 顾饮这边 花费了一共1679枚灵币 而所有顾饮所买来的万宁碧根草 则是全都出现在了顾饮的个人包裹之中 这个包裹 也就是死亡会掉落下来的那个 接下来出现万宁碧根草 我就买下来 先饿一饿市场 到时候再适当地放出来 把价格提起来 万宁碧根草 数量少 需求大 价格也在顾饮的承受范围内 适合垄断 随后顾饮又看了几样 与万宁碧根草相同性质的东西 上选宝单 星号36枚 一枚上选宝单 大约70枚灵币上下浮动 共计2520枚灵币 翠体灵明散 星号97件 一件大概需要45枚上下浮动 一共花费4432枚灵币 都是产出量少 需求大 往日里若是在哪里出现 都会引起一番争夺的东西 顾饮仗着自己现在钱多 直接大肆搜集 这玩意也容易玩脱了 所以我选的材料上 都极为谨慎小心 确保我放出口子 直接就能被封抢的那种 如此一来 三种东西 一共花费了8564枚灵币 灵币持有量 1436枚灵币 顾饮得留着这些灵币 继续搜集 至少让这世界交易行里面 这几样物品 全都保持告清状态 晚上 顾饮参加了顾家的那堂会议 顾家利用了5000枚灵币 搜集了大量 适合顾家 目前发展的资源 而他们询问到了 顾饮的那一万枚灵币怎样了 什么 就剩下一千多了 我的大少爷 你都干啥了 咱们今天下午体验了一下 什么叫做大手大脚 这也才只花出去了5000枚灵币 我们还抢到了三件初级灵宝呢 你这一眨眼的功夫 八千枚金币没了 长老们一个个 都露出心疼的神色 看向了顾饮 不知道顾饮到底花在了哪里 大少爷毕竟还是个孩子 不会手里有钱 一夜暴富 买了很多花而不时的东西吧 顾秦苍眸光微眯 轻声说道 好了 这些灵币 都是依靠锦儿的消息得来的 给他一万枚灵币运作 也是我所决定的事 无所谓了 自己的儿子 还是得自己宠 从他们的视角来看 顾饮有些胡闹 一天花出去8000枚灵币 这8000枚灵币 可不是小数目 根据顾家目前了解到的是 貌似神剑阁那样的八品宗门 也才兑换出来了几百枚灵币 零食贬值 太多的零食外流 导致这些宗门扼腕长探 悔不当初 8000枚灵币 天知道前往区域的这些势力们 堆在一起 能不能凑出来8000枚灵币啊 不过 孩子嘛 花了也就花了 咱不是还有一万五吗 而且 他总是有一种顾饮会给他惊喜的感觉 顾饮摊了摊手 明日后 自有分枪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顾饮看了一眼拍卖交易行 但凡出现顾饮所选择的三种珍惜物品 他直接就毫不客气地拍下 能不眨眼地拍下这些灵币的人 大多都是宗门手握资金选购 但是那些人大部分选购的 都是武学功法之类的东西 他们可不会给自己宗门内的弟子 特地蹲守万宁币根草这些东西 简单来说 有这份财力的 去抢那些灵宝与武学了 而守着万宁币根草的人 都是一个灵币分两个灵币花的 稍加犹豫 这东西就被顾饮抢走了 所以完全没人能抢得过顾饮 万宁币根草商品上架提醒已开启 上选宝丹商品上架提醒已开启 脆体灵敏伞商品上架提醒已开启 你顾少要开始不当人了 红剑 伴随着世界交易行的出现 整个红剑都陷入到了 疯狂搜集灵币的行动中 顾少商所在的神剑阁 一清早便立刻发布宗门任务 外前半数的宗门弟子出去做任务 上交所获得的灵币 将会以一比一百点宗门贡献点作为交换 这让神剑阁众多弟子都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灵币成为新的货币 同时世界交易行上线 总感觉红界一瞬间风起云涌 好像很多势力都开始了疯狂的洗牌 是啊 累积的灵币越多 这将会是最直观提升宗门实力的一次机会 世界交易行上有太多的天才地宝了 我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商品 名为九文治恶丹 金色九文丹药 靠 那没丹药我也看到了 看介绍上说的是 出自于至高界的一位顶级帝丹师之首 售卖价格竟然是一千枚灵币 有点离谱 不过这种直面提升经验值的丹药 在天地大变之前就是万斤难换的 如今明码标价这个价格倒也不离谱 效果是 药力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用一个时辰的时间消耗药力 每日可获得五百点经验值 靠 一个月的时间供给 可以产出一万五千点经验值 神丹级突破一中 也才需要一万点经验值吧 这枚丹药 是硬生生的能将神丹级强者 抬升一个半小等级 到了神丹级的那种强度 突破一级所需要的经验质量巨大 而这枚丹药 直接硬生生的抬升一级半 着实是恐怖 这枚丹药 唯有神丹级可以使用 那些想要一步登天的弟子们 谢谢吧 这枚丹药 对于我们来说珍贵无比 但是对于那些红界至高存在来说 却是毫无用处 可惜他们那样的存在 丢到世界交易行上 顿时就掀起千层波浪啊 一千枚灵币 还真有人拍下来了 我靠 神剑阁弟子们纷纷震撼 在他们的视角中 现在的神剑阁 能不能拿出来一千枚灵币 都很难说 不过看着这种东西 直接被秒掉 他们也有一种难以理解的 亢奋与激动 靠 这就是吃瓜的快乐吗 谁拿下的 而此时的顾家 您所购买的九文制恶丹 已经发放至您的包裹内 请注意查收 顾秦仓从自己的包裹中 取出了一枚漆黑如墨的丹药 上面有九道金色的纹路 闪耀着至高玄妙的光芒 散发着射人心魄的清香 这梅丹药的确昂贵 不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用处巨大 我若是服用下来 应当能在一个月内 踏入神丹五重的境界 甚至若是运气好的话 我能进入神丹六重 世界交易行 对于我们这些八王之地的 修行者来说 是机会 若是以前 我们怎么可能 能够享受到 红界至高位置的资源 顾秦仓露出振奋的神色 至高领域的存在 稍微丢下一点资源 都足以让八王之地的人 杀破头 这也是他们的机会 然而顾秦仓 却是忽然看到了 交易行下方的讨论组里 似乎在疯狂地谩骂 这让他有些诧异 于是点了进去 你大爷的 是哪个王八蛋 刚刚上架的万宁碧根草 又被秒了 我蹲一整天了呀 离谱 太离谱了 这万宁碧根草的需求量 这么大吗 我只是想给我家孩子买一株 或许能够 让他在日后的修为静静上 如虎添翼 我记得当时交易行里 一共有六十多株啊 我争取凑钱呢 结果一转头回来 告庆了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一口气秒掉六十七株 万宁碧根草 是哪个王八蛋 多子多福了吗 开了交易行以后 就是欢乐多啊 顾秦仓看得咧嘴笑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过 是不是也得给锦儿 买一株万宁碧根草啊 这种仅存在于 传说中的顶级修炼神草 对年轻人修炼的好处 可不止一心半点啊 顾秦仓忽然陷入了沉思 于是重新打开世界交易行 哪个王八蛋秒得这么快 红界某个未知之城 一座灰红的府邸内 一个面带威严的中年人 一脸欣慰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年轻人 二十三岁便已经踏入凌玄时接巅峰 你这样的修为静静 就算是放眼整个红界 都是忠上之资了 面前的年轻人气宇轩昂 眸光如电 眉宇间傲气逼人 此人是他们家族内最强的天才 你的宁丹进度怎么样了 他六位拱手说道 父亲 我尝试过宁丹 可惜宁丹之事太过繁琐复杂 我无法在短时间内宁丹 若是强行宁丹 所宁成的丹药太过劣质 对我日后的修行有很大的影响 的确 现在王城之争太过激烈 你们这些年轻人 为了资源也都争破了头 不能让你在宁丹这件事上耽误太久 万宁币根草 看来需要那一株神草了呀 哎 世界交易行上有一株是刚刚上架的 无妨 一儿 等我去凑点灵币 给你秒下这株万宁币根草 多谢父亲 饶氏以那个年轻人也都激动了起来 这株神草对于他们这些天才的好处是难以估计的 那中年人露出喜悦的神色 若是在以往 万宁币根草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整个宏界何其广大 每千年 万年才能诞生多少万宁币根草这样的修行神草 有价无事 说的就是万宁币根草这样的天才地宝 不说了 买 穷啥都不能穷教育 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 哪个王八蛋秒得这么快 整个城池的人都听到了这愤怒悲愤的声音 无妨 一儿 老夫今日就是作画于此 也定要为你拍下这株万宁币根草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整个宏界各处 无数人悲愤不已 而此时的顾影稳坐钓鱼台 万宁币根草已拥有数量 九十四株 上选宝丹已拥有数量 四十一枚 翠体灵明散 已拥有数量八十三件 经过一天的蹲守 但凡世界交易行里出现了这三种珍稀物品顾影 直接便毫不犹豫的秒下 偶尔到也有一两个失守的时候 但是无所谓 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 肯定都是功不应求 其实就算是顾影不囤货 这种天才地宝肯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进 以及物品的数量极缺而不断涨价 现在的顾影 只是需要尽快催化市场 然后获取巨大的利益而已 他又蹲守了一个时辰 万宁币根草 却迟迟没有再出现 已经差不多了 整个红界内的万宁币根草 现在不说全部 至少会上架拍卖行的 恐怕百分之九十都在我的手中了 顾影略微死锁了一会儿 将一株万宁币根草 标价九十枚灵币放了上去 他决定稳步提升灵币价格 先前一株万宁币根草的价格 是三十枚灵币 顾影直接先翻了三倍 放了上去 果然 这突如其来暴涨的价格 让这万宁币根草 瞬间停留在了交易行上 靠 这么贵 翻了三倍 这人想赚钱 想疯了是吧 穷疯了 绝对是穷疯了 老子今天定然要蹲到那一株 三十枚灵币一株的万宁币根草 第二株万宁币根草上架了 售价 一百五十枚灵币 什么情况 很快 第三株万宁币根草也上架了 售价二百三十枚灵币 漫天要架是吧 那辉弘府底内 中年人咬牙切齿 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最开始的时候 一株万宁币根草的价格 只有三十枚灵币 结果现在 竟然提升到了二百三十枚灵币 疯了是吧 怎么感觉好像 有人在背后操控一切呢 这价格提升得也太诡异了 可他看了看面前 那个眼巴巴的看着他的年轻人 心意很 买 不能让孩子失望 刚才不是还有一株九十枚灵币的吗 狠下心来 还是能接受的 您所要购买的物品已经告清 什么情况 他连忙去找那株一百五十枚 灵币的万宁币根草 您所要购买的物品已经告清 靠 他再回过头去一看 都被抢走了 就连那株二百三十灵币的万宁币根草 在短暂的时间过后 竟然都已经被秒掉了 离谱 太离谱了 我不理解啊 灵币才刚出现不到一天的时间啊 这些狗笔都这么有钱的吗 可若是论起万宁币根草的价值来说 针对他们这些往日根本接触不到的人 这二百多灵币的价格 好像还真能接受 万宁币根草 售价四百二十枚灵币 接受个卵大 易儿 你的天赋是我见过最好的 岂能依靠外物修行 好吧 看着失望的方译 中年人一咬牙 好 易儿 你可不要辜负为父的一番期望啊 算了 父亲 太贵了 就不要买了 不行 父亲我说真的 我们方家目前也不是很富有 买 买 卖出去了十四株 一共卖出了三千七百五十枚灵币 然而这些却只是顾影的抛砖引玉而已 差不多了 该出重头戏了 现在万宁币根草的价格已经被顾影拉到了四百三十枚灵币一株 市场暂且停滞了一会儿 却也被消化完毕了 随后顾影将一株万宁币根草拉到了一千枚灵币一株 交易行是有讨论组的 是专门供给天道系统性的回复一些修行者对于一些物品了解 此时却已经完全被刷屏了 你马 你是穷疯了是吗 小子 千万不要被我找到你是谁 我定要将你错古扬灰 原本三十枚一株的万宁币根草 被你硬生生的炒到了一千枚灵币一株 啊 该死啊 该死啊 你们都这么有钱的吗 四百三十枚灵币一株万宁币根草 都疯了是吧 啊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但是我就是要派 一千枚灵币一株万宁币根草 对于现在灵币的购买力来说 已经远远超出了万宁币根草的价值 所以这犹如一锤惊醒了所有人 而此时 顾影的手中还有七十六株万宁币根草 他选择大批量上架 而价格则是都定在了五百枚灵币一株 这个价格是顾影所推算的 大概达到了万宁币根草价值的顶峰数值了 他直接摆了上去 风沙千古 靠 万宁币根草又有新货物上架了 五百枚灵币一株 这个价格貌似还合理 笋干爆炸 一千枚灵币的价格 早就已经超出了万宁币根草的价格 上架这种价格的人居心叵测 根本就是想要扰乱市场 趁着现在市场价格还没有完全定型 从而想要打捞一笔 千万不要让他得逞 让他的那猪烂在世界交易行里 这位笋干兄所言极是 不要让小人得逞 该死啊 实在是该死啊 笋干爆炸 各位我刚来看这里的情况 这万宁币根草的效果 当真如此炸裂吗 五百灵币一株 若真论起价值以及珍贵程度的话 这五百灵币一株还真值得 这万宁币根草 生长于接天万叶连之下 而这接天万叶连 是当时奇珍 罕见至极 相对应的万宁币根草 也自然罕见异常 加速宁丹 几乎可以完美宁丹 宁成完美宁丹后 后续的内丹三阶 便都可顺风顺水 内丹三阶 便是宁丹 神丹 金丹三个阶级 而宁丹便是宁成内丹 内丹的杂志相当于基础 好的基础 能让一位金丹镜的强者 同阶级无敌 这就是万宁币根草的价值 笋干爆炸 欧了 那我拍一桌 一瞬间 所有人仿佛回想起了 刚刚九十枚灵币的时候 他们没有珍惜 很快就直接被拍光的情况 忽然莫名的紧迫了起来 而且世界交易行讨论组 忽然大肆讨论 吸引来了太多的目光 万宁币根草已被拍卖 500枚灵币已发放至您的包裹 还得是天道公平啊 不收取手续费 顾颖露出了笑容 现在针对于万宁币根草的 关注度太多了 他的万宁币根草 很快就被横扫一空 全部被市场吞下 您的拍卖已结束 您已收获 41402枚灵币 一份万宁币根草 直接被顾颖卖出了4万枚灵币 直接超越了整个顾家这段时间 所搜集到的灵币储量 而那株一千枚灵币的万宁币根草 自始至终地摆放在那里 完全没人拍下 下面还不停有人在谩骂 什么当他们是傻子是吧 烂在这里吧 而这株万宁币根草故影 自然不会让它烂在那里 而是取消上架 装进了自己的包裹里 不好意思 这株是我给自己留的 而后他又看向交易行 发现很多万宁币根草 开始回流市场 一些人用低价拍来的 大概在权衡之下 又放回了拍卖行里 起步价都是500枚灵币 可惜 顾影的路线无法复制 那些人就算是赚了一些 也只是迎头小利而已 与顾影完全没得比 而顾影的做法 也直接惊醒了很多人 很多商品 也都开始出现了垄断客 但是 在顾影看来 大多数人都要赔得血本无归 因为大多数商品 都是有可替代性的 而无法替代的很少 顾影所选择的这三种都具备 无法替代性 必备性 稀有性 所以直接卸赚 而此时 顾影撑了个懒腰 光忙着蹲守去了 好累啊 顾影朝着内堂走去 刚刚似乎有人提醒顾影 要去内堂里开会 现在的顾影 在顾家的职能 其实已经比肩内堂长老了 毕竟顾家少家主的含金量 是很重的 一走进顾家内堂 便立刻听到了 内堂长老们 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这方距林大阵 的确对我们顾家来说无比珍贵 能够提高我们所有人的修行速度 可是你们要想好了 那可是整整一万枚灵币啊 你们能明白 一万枚灵币的含金量吗 我们现在几乎将所有长老武装了起来 也才花费了八千枚灵币而已 这一万枚灵币若是花完了 我们顾家的优势也就没了 可是 那具林阵可是至高领域的东西 若是能拿过来 依靠我们顾家的灵脉 足以达到每日每人打坐 增加五十点经验值 这等速度 足以让顾家蓬勃发展 下面炒得不可开交 而上面顾秦仓头疼不已 实在是太难以抉择了 他们顾家就剩下一万枚灵币了 这具林阵的确诱人 可是一旦挥霍完了 正如同那位长老所说 一旦花完了 顾家的优势就没了 他们一瞬间 便有一种心里没底的感觉 可就在此时 他们看到顾颖走了进来 吵什么吵 一个个的都多大的人了 还像一群孩子一样吵个没完 不就是一个聚林阵吗 顾颖眉宇间带着点不耐 直接登陆世界交易行 描下了那方聚林法阵 随后像丢破烂一样的 丢在了那那堂的桌子上 记住 能用钱解决的事 就都不是事 真下头啊 一群长老待在原地 没看错吧 聚林法阵 等级 一 依靠灵脉而驱动 可设下天地聚林法阵 加速内灵气循环 依靠打坐修炼灵气 可顺利转化为经验值 靠 这 真的是世界交易行的那个聚林法阵 他们再三确认 随后 还去了一趟世界交易行里重新查看 确定那具林法阵刚刚被拍走 顿时惊恶地看着顾颖 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一万灵币 说花就花了 而且怎么感觉顾颖好像一点都不心疼的样子 大少爷的灵币不是都花了吗 这一万灵币是哪里来的 难道大少爷骗我们的 其实那一万灵币他根本就没有花掉 一直都囤在手里 可刚刚大少爷的那份姿态 好像不像是直接花光了所有灵气该有的样子 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啊 他们小声一轮 而顾颖现在手握四万灵币 花费一万灵币还真不是很心疼 再加上这巨灵法阵对顾家的作用的确巨大 来自于宏介至高领域内守法精湛 值得入手 目前他的手里可都还囤着货呢 说实在的 上选宝丹对于顾颖来说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万灵币根草的需求人群是年轻人 是那些与时间争分夺秒的顶级天才 然而上选宝丹却是针对于那些已经成长为巨部的强者 上选宝丹用于点化金丹 映照上天 大概率增加金丹九重级的超级顶尖强者 映照赤侠的成功率 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你说一个真正顶级的宗门 是会舍得花钱为天才宁丹 还是会舍得花钱为宗门几辆打破金丹桎 踏入赤侠境界 所以 这上选宝丹顾颖迟迟迟没有出手 就是为了等待时机 锦儿 你还真是给我了个惊喜啊 顾秦仓露出了笑容 满是欣慰 他选择相信顾颖 给了一万灵币让顾颖运作 现在就目前看来效果极佳 顾颖果然每次都会给他惊喜啊 而顾颖并没有膨胀 他知道 现在也只是因为交易行刚刚出现 各方面市场的价格都还没有稳定成型 再加上顾颖拥有大量资金 这才让他钻了空子 然后顾颖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用最快的时间去杀完了喇叭怪 获得了固定的经验之后 便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简单地看了一眼交易行上的上选宝单 而上选宝单陷入金上价的速度也极慢 这说明 拥有上选宝单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于是顾颖模仿万宁碧根草的露树 又一次将上选宝单也都售卖了出去 别啊 一座古老门庭藏匿于云雾之间 遥遥看恢弘大气 仿佛一方古老的神国 苍茫天地间最为挺拔的那座山峰之上 大祖完成了金单九转 距离赤霞镜也只差一步 现如今世界交易行已经出现 或许这是一个机会 新出现的交易行里出现了一种神秘丹药 竟能帮助金单九转的强者点画金单 若是大祖点画金单踏入赤霞镜的概率就能大大增强了 我们苍吾能够重新拥有一尊赤霞镜强者 那么便能够重回五品仙国 重新回到天地之间 此话一出 附近的几位中年人都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还有这种丹药 上选宝单 我以前倒是听说过 交易行里还有这种东西吗 然而此时一位略显年轻的人说道 但是别那么乐观了 现在的世界交易行也没那么简单 各种我们摸不清套路的价格战在疯狂打响 这种无声的硝烟才是最可怕的 价格战 啥玩意 几位久居深山的老家伙都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 今日上午 一株原本三十枚灵币的万宁碧根草 被一位神秘人卖到了五百枚灵币 三十枚灵币 卖到五百枚灵币 这人倒是个人才 可惜太过钻营的人在修行路上可是走不了太远的 几位老人都是金单集的存在 一个个忍不住履了履须 露出了不屑的笑容 那年轻人文言无奈的神色 当然时代变了 现在可不是那种靠天赋 悟性就能在静静上一日千里的时代了 现在境界之间的鸿沟被拉出了进度条 经验值就是突破的唯一一掌 那个神秘人 这次转翻了 也不知道能够掌握多少资源 曾经修为 可这个神秘人究竟是哪里的人呢 茫茫红剑 无边无际 想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份 无异于大海捞针 上选宝丹 恐怕出自于至高领域的人之手 对于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垃圾 可对我们却是能够帮助大祖 踏入赤霞的质宝 若能拿到 对我先国利益巨大 上选宝丹现在在交易行上的存有量 几乎为零 我担心也是被那个神秘人全部买下 准备抬高价格 一波输出出来 怕什么 咱们仓无 貌似还有五万枚零币吧 这些顶尖势力的零食存有量是恐怖的 就算是零食曾经废弃过一段时间 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毕竟他们隐于世间 平时对外没有什么交易 荒废了 哦 顶多就是多了点储藏废物的地方而已 所以现在兑换过来 依旧是五万枚零币 这年轻人叹了口气 这就是这些老牌先国的弊端 真正的强者们都太年迈 太迟暮了 对于新事物的机会 在嗅觉上没有那么敏锐 盲目自大 无法拥抱变化 早在世界交易行开始的时候 他便劝那些宗门上层 尽快去陶一件上玄宝丹来 结果他的这条上报 经过一日时间 才曾曾上报给最顶位置的人 换来了高高赛赛上的一个字 云 云你妹啊 特末的上玄宝丹都被拍走了呀 这种东西 能助金丹九转的人物 进入赤霞境 平日里 他们根本很少能够见到 要不是他们手里的灵弊 都被全部上交给上面去了 他自己就出手了 只能说 现在先国体系的问题很大 仔细想想也能够理解 这些人都是金丹级的存在 而且 都是经历过金丹神转的顶尖人物 金丹这个境界特殊 是游人入道的开端 金丹九重之后 开始金丹神转 这些人都是屹立在金丹中的超级存在 拥有漫长的寿命 每一转增加千年寿命 这些人的节奏 伴随着寿命的漫长 也被变得很慢 再加上苍无仙国存在太久 内部臃肿 现如今已经分为三个层次 新生代 千载代 龟虚代 层层上报 一天下来 估计也算是很重视了吧 五万枚灵币 能获得太多好东西了 然而现在仙国顶层的存在 似乎对这个并不是特别上心 这让他们这些新掌权的年轻人很着急 恨不得直接夺权过来 不管如何 上选宝丹 必须拿到 万一被敌对势力拿到了 那么等待他们苍无的 便只有灭国之势了 这也是为什么顾颖会十分镇定的原因 金丹九转 踏入赤霞境 能够拥有这种级别的强者 一般都是什么势力 准无品势力 拥有恐怖的灵币储备量 距离无品势力只差灵门一角 那就是赤霞级战力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如若这些准无品势力陷入争斗当中 那么一枚足以让一方势力中 拥有赤霞境强者的上选宝丹的价值 将会是无法估计的 顾颖这般想着 直接上架了一枚上选宝丹 而上架的价格是 2000枚灵币 你妈 疯了吗 你们快看世界交易行 上选宝丹的价格 直接从2000枚起步 靠 真当那些金丹神转的顶级 都是傻子吗 不当人 太不当人了吧 我们以为万宁币跟草 被炒到了500枚灵币 已经很离谱了 原来我还是太年轻了 2000枚灵币 我们宗门上下 勒紧裤腰带 也才能凑出来这个数 很多人立刻便开始嘲讽了起来 一个个气愤不已 虽然金丹级的事 和他们没有半点干系 So 上选宝丹被拍走了 讨论组里顿时一片死寂 牛伯衣 清一色的牛伯衣 已经还是我太年轻了的事 而此时 苍无仙国 抢到了 只不过这枚上 选宝丹给出的价格 有点太低了吧 这年轻人名为苍羽 他是见到过万宁币跟草的炒作套路的 所以也是猜测上 选宝丹最开始出现的价格 肯定会最低 应该直接入手 但是没想到 这价格低的 有点太离谱了 难道这人不知道 上选宝丹的价值 他却是激动不已的 取出了那枚上选宝丹 于是直接走入 苍无神国深处的一片虚无之地 他取出手中的宝丹 大佐 我成功拍下上选宝丹 可助您点画金丹 应照赤霞 若能踏入赤霞境 我苍无仙国 可重回无品范畴 屹立于天地之间 煞世间 周遭忽然闪亮了起来 仿佛有某种恐怖的生灵 睁开了眼睛 煞世间 周遭刮起风雨雷电 磅礴至极 金丹久转 生命体征 已经趋近于神灵 此时 此界名为龟虚界 是那种级别的存在 开辟出来的 一道浑厚的声音 缓缓响起 好 尚玄宝丹飘飞而出 随后落入龟虚深处 苍宇看到了一颗 金灿辉煌的金丹上面 雕刻九转纹路 底层宛如金色莲花 一般盛开来 那就是九转金丹吗 此时 苍宇露出震撼的神色 看向那金色的莲花 他呢喃自语 这就是九转金丹吗 开始了 大祖要开始应照赤霞了 一道道七彩神雷 从天而降 坠落在了那金丹之上 煞世间金丹阵战 为何要卖得这么便宜 因为 这是什么气息 好恐怖的感觉 等等 有人在应照赤霞 雾草 直接降下七彩神雷 若是降下七彩神雷 应照赤霞的成功度极快 苍无仙国这边的动静 立刻响出红剑 顿时无数准无品的势力 坐不住了 这气息是苍无仙国 一万三千年的那位苍民大祖 他已经闭关数千年 怎么在这个时候 忽然要应照赤霞了 九转金丹 踏入赤霞境无比艰难 一跃便是另外一番天地 感觉苍民大祖要成功了 什么情况 难道说世界交易行里的那没上选宝单 是被苍无仙国的人拍到了 若是苍无仙国回归无品层次 拥有赤霞级战力 那么我们仙国的地位 岂不是岌岌可危 红剑那种无品的格局都是固定的 数百年甚至是千年都不会有什么波澜 但是每次一旦变动 势必会带起一片腥风血雨 可恶苍无仙国 若是想要重回无品 势必会引起大乱 动荡一起 没有赤霞境界战力的仙国 都会成为无品的祭品 上选宝单 立刻去收上选宝单 驻大祖突破 一时之间 苍无仙国附近的准无品 纷纷都行动了起来 这种事就是如此 准无品犹如一个巨大的水缸 大家都不进去 那么便是相安无事 但是一旦有一个准备向准无品进发 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苍无仙国若是要成为无品 肯定要吞并无数准无品 吸收内部资源 敌运 踏入无品 此时 交易行里 原本很多人都在为2000枚灵币价格的上选宝单 被秒了而沉没 很多人也都想看看 第二枚上选宝单 会以什么样的价格出手 结果等了好久都没有第二枚上选宝单的消息 难道他们想错了 这上选宝单并没被那个恶心人的家伙全部拿走 可就在此时 请问是否还有上选宝单 我持游仙国苑 以一万枚灵币的价格收购 死 物草 持游仙国 准无品的仙国呀 占地广袤 一个仙国的领土范围 堪比一个八王之地了 这样的势力真冒泡了 一万枚灵币 我没看错吧 我林玉仙国苑以一万枚灵币收购 我莫海仙国苑以 现在几乎是十个灵币都要分着花的时代 一万枚灵币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财富 而现在 无数仙国冒泡 全部都要收购上选宝单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求求你赶紧上架吧 再不上架 我们就要哭了 发生了什么 啥情况 他们自然不知道 一个苍无仙国的苍民大族 直接给数个准无品的势力 带来了浓烈的危机感 一万灵币啊 顾颖用手只骨搓了搓嘴角 随后直接上架 上选宝单 两万枚灵币 数量四十枚 疯了 这个价格一公布 瞬间引起了疯癫的狂潮 你妈 这个损肝爆炸 到底是谁啊 这价格 还真是损肝爆炸啊 操 简直是不当人啊 这也太恶心了吧 原本顶多也就是几十枚灵币的 上选宝单 现在直接售卖两万灵币一枚 要不要这么离谱 这些可都是仙国啊 这家伙连仙国的钱都敢赚 简直是恐怖 靠 不就是仙国吗 又不知道这位损肝爆炸的详细信息 我反而觉得 这人太牛了 听说今日有很多人都在复刻此人的路线 结果都很惨淡 那些囤货的人 被狠狠地教育了一番 货物堆积在手里放不出去 现在都要急哭了 这人选择的东西都是供不应求 无法替代 同时会拥有大量需求的东西 抬高价格 也能保证被市场完整吞下 八十万枚灵币 想想都觉得疯狂啊 几乎大量宏洁的修行者 都被这里吸引了目光 这简直是疯狂 四十枚上选宝单 若是都卖出去了 那可就是八十万枚灵币的价格啊 此时 一群仙国中的强者 纷纷咬牙切齿 千万不要被我找到 不然我定然要将你错古扬晦 该死啊 两万枚灵币 当真以为我们是傻子是吧 一道道七彩神雷坠落 一枚金丹飞上天空 煞世间鲜雾鸟鸟 内部沸腾一片 很多人惊恐地看到 那天穷身处 似乎能看到赤色薄雾 正在不断汇集 苍鸣大祖要赤匣了 买 嗖嗖嗖嗖 您所上架寄售的商品 上选宝单已卖出 您所上架寄售的商品 上选宝单已卖出 接连不断的声音 响彻在了顾颖的耳畔 而此时 顾颖也是忍不住 露出了畅快的大笑 很快 上选宝单竟然全部卖出去了 爽 八十万枚零币 全部进入到了顾颖的包裹中 目前零币持有量 八十三万零二百三十二枚零币 随后顾颖又将那剩下的 脆体磷鸣散也卖了出去 只不过 这脆体磷鸣散 只是简单的助机需用的物品 八十三件 一共也就卖出了 一万零三百四十五枚零币 目前零币持有量 八十四万零五百七十七枚零币 诶 真爽啊 一万枚零币 被顾颈运做成了八十四万枚零币 这种恐怖的翻倍量 其实就算是顾颖都没有想到 果然啊 大部分的资源 都掌握在那些真正顶尖的领域之中 我现在掌握八十四万枚零币 但是可能再至高领域的那些地方 这些也只是平平无奇而已 至少准物品势力的数量 就有点超出我想象了 四十枚宝单 直接就被消化完了 甚至顾颖猜测 肯定还有准物品势力并没有参与抢购上玄宝单 甚至还有的根本就没抢到 红借可真大啊 顾颖搓了搓牙花子 顾家的发展之路还很艰辛 目前横在顾家面前的 还有一个顾氏大族 只不过 拥有这些零币量的顾家 超越一个顾氏大族 实在是没什么难度 而就在此时 顾颖的房间忽然被敲响 是顾秦苍 此时的顾秦苍精神异议 好像是有什么喜事一般 父亲 怎么 是发生什么 好事了吗 顾秦苍哈哈大笑说道 快夸夸你爹我 咋了 我眼急手快 给你抢到了一株万宁币跟草 这万宁币跟草 可是好东西啊 顾秦苍滔滔不绝 甚至还自称是顾敦手 若是在上古时代 也是能封个关的 显然顾秦苍的心情太好了 此时这玩笑话 一个接着一个的涌来 他眉飞色舞 您收到来自顾颖的转账 十万枚灵币 顾秦苍忽然冷静下来 我 没看错吧 十万枚灵币 顾秦苍忍不住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但是看到了那密密麻麻的 灵 他也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就这么看着顾颖 一时之间 竟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进而 最近交易行上出了个臭名昭著的 笋干爆炸 正是我 顾颖有些无语 什么叫臭名昭著 你这是没见过以前的那些大吵子啊 那些人才 让人恨得牙痒痒 然而得到了顾颖的承认 顾秦苍心中震撼 那个笋干爆炸 最近在整个红界都已经传开了 当真是 如同这个离谱的名字 瞬间爆炸了 甚至顾秦苍今天下午遇到的人所说的 都是这件事 如果那个笋干爆炸 就是顾颖的话 那么岂不是说 顾颖用顾秦苍给他的那一万灵币 将大半个红界角的天翻地覆 据说八王之地外的地方 一位为赤霞进强者横空出世 导致格局混乱 一下午时间 已经有数个准无品先国 被覆灭吞并 混乱一团 其实与我的关系不大 主要是因为世界交易行的出现 让一些平日里下层看不到的东西出现 至高领域的东西 随便出现一件都足以直接更改格局 顾秦苍赞同的点头 至高领域还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那里代表着红界最恐怖的地带 星辰渺小 山月如沙 从那里面随便丢出来一颗灵丹 都足以让下面的人强迫头来 这次也是因为我在交易行开始的时候 便发现了那枚上选宝丹 恰好手里有钱 于是也就全部垄断在了手中 这种能够直接促进准无品生品的丹药 一旦抛出去一枚 那么没得到的仙国 就会不计后果的想要得到 我也就钻了个空子 顾秦苍看着眼前的顾影 总觉得有点看不透自己的这个儿子了 福运绝顶 气运滔天 总能在不可思议中缔造奇迹 难以想象 一个闹得大半个红界不得安宁的神秘人 竟然会是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 不过 上选宝丹上架之时的价格 还是有些不怪的 金丹九转的丹药 不至于价格和一些紫色武学相同 这说不通 父亲的意思是 顾影早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至高领域的人 可能也想引起一些混乱 那些端坐于诸天之上的人物 放出这些低价的丹药 目的不详 但是也有可能是那些大佬 不懂民间疾苦 这个感觉不太可能 不过现在世界交易行的所有东西 价格都普遍偏低 毕竟价格都是自己标注的 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不断地上升 我刚刚看了一眼 紫色武学的价值 现在已经涨到100枚灵币起步了 甚至一些顶尖的紫色武学 有的人直接摆上了500枚灵币 只不过一直没人买罢了 两人又讨论了一会儿 最后一只认为 这种便宜能占一次就不错了 后续肯定不会再有利益可谈 还是安心修炼才是真的 这十万枚灵币 已经足够顾家现阶段的所有发展了 距林法阵即将铺设 这几日的时间 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手里囤积一些灵币 红界何其之大 那些珍贵之物不计其数 现在的交易行 可能也只是随意试水而已 真正珍贵的东西还没出现 顾秦仓离开了 眼眸中还洋溢着激动的神色 十万灵币 足以让顾秦仓将整个顾家武装起来 接下来 顾颖继续逛着世界交易行 他购买了一枚灵水玄丹 灵水玄丹 服用后每日炼化药力 可以产出50点经验值 这种直接产出经验值的丹药 还真是昂贵 一枚灵水玄丹 竟然需要200枚灵币 不过丹药本身就是奢侈品 倒也可以理解 顾颖买了一枚灵水玄丹 然后直接服下 一天50点经验值 一个月也就是1500经验值 也就是说 灵玄境界的修行者 若是服用了这枚丹药 一个月的时间 保底会升三级 现在的修行 都变成了这个样子 离谱 顾颖莫名感觉 这丹药的效果 怎么好像以前玩游戏的月卡呢 先骗你刻点金 然后给你每天零点铜钱 不过这效果倒是不错 顾颖又看了看灵宝 发现都是一些效果特殊的灵宝 顾颖目前的神侠剑 和红天战甲 就已经是最顶级的 那个范畴内的了 不需要再添置了 随后顾颖又翻找了一番 这个灵宝似乎不错 此时一件极为罕见的 顶尖灵宝 忽然出现在了顾颖的视线范围内 顿时吸引了顾颖的眼睛 神明灵雨 顶尖灵宝 一片神明吞下的羽毛 蕴含神意的能量 催动后可瞬间化作一片 随风飘散的神语 伴随风是 随机飘向红界的任意一个地点 住 神语状态下的你 无法被选中 无法被标记 无法被攻击 处于至高神明的无解状态 随风而舞 住 进入神语状态 将会抽取使用者的全部灵气 在神语状态解除后 也将陷入三日时间的虚弱状态 保命灵宝 顾颖实验中闪过金光 显然这是一种保命灵宝 进入神语状态后 将会进入无敌状态 随机飘到红界的随机一个地点当中 顾颖看到了下面的一些讨论 离谱啊离谱啊 这神明灵雨 简直就是一张无解的护身符 相当于第二条命啊 行走红界 无论什么都没有命重要 这简直就是 我的梦中情宝啊 可惜太贵了 我靠 两万枚灵币 顾颖看了一眼 现在的市场价照 比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所上涨 大概是因为顾颖四十枚上 选保单卖出的高价 刺激了市场 导致现在整个市场都乌烟瘴气的 不过大体的价值 顾颖瞧了一眼 初级领宝的价格 大概在五百枚零币到一千枚 而顶尖领宝的售价 大概是一万枚零币 神明灵雨是保命的顶尖领宝 价格比普通的顶尖领宝翻了一倍 然而依旧被无数人眼馋 我的乖宝贝啊 雨儿 你乖乖地等着我哈 我现在就出去打十分工 狂做支线任务 我一定要将你取回家 有人发颠 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宏伟的目标 您所查看的领宝已被拍下 啊 畜生啊 谁夺走了我的雨儿啊 顾颖忍不住无语 不管在哪里都不缺少乐子人啊 两万枚零币 对顾颖来说并没什么压力 而这神明灵雨 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 领宝都具备不可复制性 这神明灵雨的效果 相当于给顾颖多了一条命 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 顾颖又去斩杀了一遍喇叭罐 打坐 同时取出了自己的万雷剑钢手册 成功地凝聚出了剑钢 您观摩了黄自卫剑修的剑钢演化过程 剑到悟性激活 剑钢领悟度加一 雷属性灵气气和剑钢领悟度加一 由于您的观察仔细 剑钢领悟度加一 剑钢领悟度五千零五十 您已成功领悟剑钢 剑钢一层 两千一百 您成功解锁自卫剑修 剑钢终于凝聚成功了呀 蓝色的是禁忌法咒 紫色的是灵咒 金色的是圣咒 红色的是猎神咒 人物 固影 体质 吉摩体 赤眼九龙体 先天目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灵玄六阶 三六五五零零五学 咒剑绝 圆满一千零五十 凤鸣游身部 圆满一千零五十 猎穷剑术 一千零二十 战装功 两千五百五十 大镜严咒 五百一十五 老农砍柴弓 十五 忠灵剑身 一百一十五 灵溪剑指 一千二百三十 灵宝 神侠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神明灵雨 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剑到进阶等级 剑钢一层 简历 圣阳成第一世家顾家长子 被顾家寄予厚望 成功踏入灵玄境 前途无限光明 呼 距离灵玄七阶更进一步 同时 也领悟了一层剑钢 掌握各大体制 顾颖觉得 现在的自己 在年轻一辈之中 应当也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了 接下来 顾颖按部就班的修行 平时 去和皇府玩唠唠唠嗑 带着皇府圆圆溜达 感情也越来越亲密 晚上 顾擎仓来找顾颖 说准武品的大战 现在激烈至极 随后顾颖感受到 那灵脉中仿佛有大量的灵气 被摄取了出来 随后整个后山 都被仙物笼罩 隐隐灿灿的仙物 趴附在山体之上 将此地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 明已进入聚灵法阵范畴 打坐获得经验值速率 二十经验值时称 每日上限为六十点经验值 如此一来 我们顾家所有人 每天可以多获得六十点经验值 顾擎仓仿佛看到了一个 辉弘发展的顾家 此时斗志昂扬 那么断体境的小辈 岂不是很快就能进入到灵璇境界了 顾颖忍不住点头 然而顾清仓否定了他的想法 断体境界的小辈 若是进入到这里 直接就会被恐怖的灵气量 直接冲垮了经脉 至少要达到神刚境界才行 原来如此 而现在 顾家已经准备把演武场修缮在后山这里 将原本演武场的地方 腾出来修缮成为任务发布格 随后顾清仓又带着顾颖 去到了圣阳城的中心 这里原本是季家的府邸 上次少商的提议很不错 所以我将张家的地契卖了出去 然后收购了附近的房屋 直接开始扩建 这里面现在都是妖兽的资源点 距离顾家不算远 也算是方便 那王家呢 那里现在是任务点 就在刚才 我们顾家已经完成了共享任务的举措 我们与南宫家 吕家 红家等九家族 完成了任务共享面板 虽然都是一些低级任务 但是只要完成后 就会立刻获得共享经验值 共享经验值是什么 顾颖露出疑惑的神色 经验值还有共享一说 顾清仓倾笑一声 听说过灌顶吗 共享经验值和灌顶有点类似 储存在我们顾家名头下的经验值 可以选择给家族内部成员分配 每个任务完成后 可以获得多少经验值 抽出30%的经验值 同时天道会奖励给固定的 10点共享经验值 一个任务的经验值 大概是50点 30%就是15点经验值 加上固定给予的10点经验值 也就是一个任务 大概会有25点共享经验值储备 积少成多 这将会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量 支线任务现在越来越多 这个任务板块系统开启 自然是大有可为 我准备在其他城池搭建顾家分部了 目前挑选了几个城池 稳步发展 顾家的发展速度还真是快啊 顾盈忍不住瞠目结舌 小伙子 努力修行吧 家族的室友我在就足够了 你只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就好了 顾秦仓拍了拍顾盈的肩膀 第二日 黄福尔准备离去 圆圆抱着顾盈的大腿 迟迟不愿意离去 黄福尔心情也有些惆怅 随后看着顾盈说道 小景 此番我回归圣王区域 也不知道凶多吉少 不过若是我能解决黄福世家的事 以后你来圣王区域 一定要来找我 顾盈笑着安慰道 一定可以的 而就在此时 顾秦仓从远处飞来 他来到了黄福尔的面前 递出了一个满是金丝纹路的盒子 婉儿姑娘 期待日后与在你带领下的黄福士族的合作 黄福尔愣了一下 打开盒子 却看到里面 安安静静地躺着一柄 缭绕着恐怖契机的黑印 山海印 顶尖领宝 翻手填山海 副手灭星辰 对方已对您授权使用权限 您可驱动70%微能 顾家主 黄福尔短暂的错愕后 合上了面前的盒子 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顾秦仓和顾颖 随后说了一句多谢 带着圆圆离开了 这山海印 是顾秦仓蹲在世界交易行上 好不容易才抢到了一件顶级领宝 花费了一万两千枚灵币 黄福尔离去 爹 还真是大手笔啊 黄福尔 绝世女相 潜力无穷 我总感觉 他命不该绝 而且 你和他的关系 不也挺不错的吗 顾秦仓略带调笑地看着顾颖 这让顾颖有些无语 接下来的日子 顾家的发展飞速 据说内堂长老也都相继突破 内堂 现在已经有五位宁丹三重境界的强者了 而且每位都有出级领宝加持 再加上紫色武学 他们的战力也都极为恐怖 你已突破林玄七阶 林玄七阶了 顾颖露出笑容 而经过这几日的斩杀喇叭怪 顾颖的喇叭怪也已经持续篡改 喇叭怪 每日经验值上限116 顾颖现在的经验值上限来到了116 加上林水玄丹的50点经验值 距林法阵的60点经验值 打坐以及战装的28点经验值 顾颖每天一共能够获得254点经验值 平稳两天一个境界了 现在 顾颖的每位在外的弟子 都收到了顾颖寄过去的经验丹药 现在的顾颖丝毫不缺钱 完全供得起他们 而那些不知道顾颖发生了什么事的弟子们 也都惊喜而又震撼 下午 顾颖被顾秦苍叫到了内堂里 随后静静地说道 结盟已经完全定型 我与几个世家商量了一下 决定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出去一同历练一番 历练 都是咱们结盟中世家的小辈 毕竟都是顶尖世家 这些小辈们的实力还是挺可以的 大部分都已经临旋静了 顾秦苍露出笑容 不管这些人怎么努力 顾颖都是乱杀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 现在顾家的尖端力量 在结盟中已经占据了话语权 我要的是你 也能在其中占据话语权 这样的话 这个结盟中 咱们顾家的地位 就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了 顾秦苍促成这次的试炼 其实主要目的 也是让几大世家 见识一下顾颖的实力 什么叫做年轻一辈的绝对压制力 如此一来 顾家的话语权也会越来越稳固 所有人都会知道 哪怕顾秦苍会随着岁月不断老去 然而顾家的下一代 迟早会有一个更加恐怖的妖孽 从顾秦苍的手中接走顾家 这是未来的威慑 好 顾颖答应 这些时日在顾家待的时间 的确有些长了 能够出去走走也是挺不错的 位置就在金阳城 到时候自会有南宫世家的人接待你 先去好好玩一玩吧 金阳城从某些角度上来讲 比咱们盛阳城还要繁华一些 记住别藏着掖着 给我按照惊掉他们下巴的程度来 吓死他们 顾秦苍露出坏笑 有一种宝剑藏风 一招孤鸣的感觉 去吧 让他们见识见识顾家的顶尖妖念 一清早 顾颖便准备出发去金阳城 圣阳城和金阳城的距离不算太远 也就半天的路程 顾家就我自己去吗 顾颖忽然意识到 这次上路的只有自己一人 而此时顾秦苍站在顾家外 笑眯眯地看着顾颖 顾秦苍现在很忙碌的 不过却依旧过来门口送顾颖 显然是要上前来行使一下 自己老父亲的权利 给顾颖好好的唠叨唠叨的 一路上的注意事项 全都给顾颖说得明明白白的 一时间顾颖有些头大 嗯啊 这次到场的 都是各大世家的顶级天才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让你们这些未来执掌 各大世家的人 都能好好的交流交流 也算是互相熟络一下 原来如此 顾颖对这次试炼的目的 也有了点了解 所以大概就是吃吃喝 玩玩乐乐 偶尔遇到一些事 稍加出手 对吧 顾秦苍笑骂一声 赶紧去吧 其实顾颖所说 的确是没什么问题 说是试炼 但是不会有危险的 毕竟这些能够有资格 参与试炼的人 可都是家族内最顶尖的年轻人 大概率就是 未来世家的掌权者 他们的宝贝疙瘩 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打个团面 那场面一定很精彩 所以说是试炼 顶多就是一场联谊会 让他们混得脸熟 促进促进感情 若有男女之间能看对眼 再凑成一桩婚事 亲上加亲 那就更好了 顾秦苍忍不住笑着想到 可惜这小子眼高于鼎 所接触过的女孩 每个都是绝顶之姿 估计那些世家里的小丫头 都不会入他的眼了 顾秦苍回想起 自己的这个儿子 所接触过的女孩 无论是楚清歌 还是黄芙娃 那都是真正的绝色天香 估计这混小子的一颗心 早就已经毫无弱点了 山川河流 感受着天地间那一份大气魄 忍不住露出一抹向往的神色 乾王区域便已如此地大物博 八王之地外呢 那些准无品先国所屹立的地区 又是哪里 而随便挥挥手 都足以搅动准无品先国 局势混乱的那些至高领域的人物 又是在哪里隔岸观火 还是要变强啊 顾颖攥着手掌 一对锐利的眸子 盯着那蔚蓝天穷 没有什么深厚的执念 就是单纯的想站在这诛天之上 看看那是什么样的风景 我来了 我想去看看 顾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金阳城快到了 他踏入一片森林 一股清凉映照眉心 这森林并非是进入金阳城的必经之路 顾颖也是为了超近道而已 这森林几乎看不到行人 很快顾颖也知道原因 因为这里面时常能够看到妖兽 显然 这里是野生妖兽时常汇集的地方 通往金阳城的路只是外围 路过的妖兽不是很强 顶多有一两只灵旋出街的妖兽 也都被顾颖一剑轻描淡写的砍掉了 顾颖现在的境界是灵旋七阶 这些灵旋出街的妖兽 让顾颖都提不起兴致来 对着妖兽尸体进行吞噬 顾颖的龙像神经的点数 倒是在稳步提升 这倒也算是修行了 那人是谁 你们刚刚看清楚了吗 一只灵旋三阶的妖兽 被他随手一剑斩成两端 这人的剑好恐怖 我从未看到过这种剑光 里面似乎夹杂着无比浓郁的剑道味道 感觉好年轻 和我们的年纪好像差不了多少啊 难道也是这次结盟世家的年轻子弟 好可怕的家伙 这次我爹在咱们离开 红家的时候就说过 这次结盟世家中 可能会有一个可怕的妖念 会不会说的就是他 临终 红家来了三位年轻人 都是这一代红家中 出类拔萃的年轻人 此番他们离开红家之前 家中长辈主妇 这次来津阳城 面见其他各家年轻子弟 要与他们打好关系 尤其是顾家的那位 别人不知道 但是红家的人却有所了解 据说 顾家的那位天资恐怖 前途无量 顾家的那位名叫顾颖 以前的名气就不小 天地大变之后 我倒是见过一次男公灵儿 灵儿姐似乎对这位顾颖很是上心 对这个顾颖赞不绝口 泽泽 红风 你可要小心了 你心心念念的灵儿姐 在念起顾颖的时候 眼里的光可不一样哦 这女孩名为红颜 此时略带几分嘲弄地 看着一旁的红风 红风是个模样帅气的年轻人 气息也不凡 应当已经进入到了灵璇一阶 已经属于世家中 比较出类拔萃的天才了 可此时 他的脸色无比难看 忍不住回想起 刚刚那个穿行在灵中的仗界少年 若是刚刚那位 便是顾家顾颖的话 我毫无胜算 靠 抬手一剑 秒杀灵璇三阶的妖兽 这到底是什么妖孽 你小子也太有自知之明了吧 我靠 你不是应该面色阴沉 极度心爆棚 在那里咬牙切齿地说一句 顾颖 我要你死吗 红风得意地哼了一声 你是不是世锦小说看多了 他一剑砍翻灵璇三阶的妖兽 砍我还不是像切瓜砍菜一样 好了 别臭屁了 咱们跟着他走 看他的方向 的确是进入金阳城的 不过我们 也别跟得太近 不然的话不够礼貌 沿着他所经过的路线走 他们发现 这位年轻剑修的剑太恐怖了 路过的妖兽扛不住他一剑 地上的那些雷霆剑光化作游龙无意识地游荡在附近 让周围的妖兽不敢靠近 跟着他走 绝对安全 雷属性灵气 果然应该就是顾颖没错了 除了圣阳城顾家 也没有其他世家拥有雷属性灵气 这种高阶的剑道灵气了 确认了顾颖的身份 他们更加小心翼翼 此番前来目的 就是为了交好 礼貌一些微妙 要不要上前去打声招呼 去打声招呼吧 确定了顾颖的身份 他们决定去打声招呼 不然一声不吭地跟在人家身后 这可不是他们这些世家子弟的风格 可就在此时 哄 前方的大地骤然震战了一下 一道鸟擎之音化作漫天雷霆 朝着这边奔涌而来 那声音似乎夹杂魔力 附近的大树纷纷炸开 就连土地都开裂 那是什么 灵玄四街的妖兽 什么情况 这只是森林外围 借道而行而已 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凶兽出现 是魔鹰精损 灵玄四街的天空类型妖兽 这东西极为难缠 擅长鹰波攻击 高居于天穷之上 很难处理 红颜小嘴微张 美眸中闪过惊恐的神色 似乎没想到 外围竟然会出现这种级别的凶兽 前方 黑袍身影似乎被那声音震得有些烦躁 抬手一箭递出 煞时间雷霆奔涌 回还鸣响 扑哧 那灵玄四街的魔鹰精损 瞬间毙命 我累个去 可他们还来不及震惊 便听到了附近接连传来售吼 一股股惊心动魄的恐怖气息 朝着他们奔涌而来 犹如山间滚石 雷霆作吼 不光是顾影那边 就连他们的附近也都出现了妖兽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吸引过来的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妖兽 他们瞬间被那股气息压垮了 红颜的实力强一些 灵玄二街 而身后的红风 红玄 都只是灵玄一街的境界而已 而这些妖兽 大部分都是灵玄三街左右的实力 甚至其中好像 还助力着两道灵玄五街的恐怖存在 让他们心惊胆战 浑身直冒冷汗 几位来自于哪家 此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 忽然从他们的前方传来 一道红大的剑光 从上而下爆发 大量妖兽瞬间暴毙 身躯被斩得破碎 他们面前的妖兽 被这一剑砍杀个大半 我们来自于红家 红家呀 那黑袍剑修此时思索了一会儿 一对心谋中的光芒 让人不敢直视 他倾笑一声说道 三位红家的弟弟妹妹 跟我走吧 前方凝结了一株赤色菱花 而这些妖兽 应当也都是被那浓郁的花香 所吸引而来 不必惊慌 此时这里汇集的妖兽太多 各个实力恐怖 前方凝结了一株奇特的药材 所以才吸引来了这么多妖兽 他们所认识的任何一位同代天才 陷入此地 都要绝望不已 可那黑袍剑修神太自若 有一种不顾他人死活的淡定 敢问 是顾家顾颖大哥 嗯 顾颖轻恩了一声 下一刻 恐怖的剑光爆发 咒剑绝 说说说 细密的剑光撕碎云雾 从天而降 随后骤然坠落到了那一片大地之上 明亮的剑雨坠落在大地上 蔓延起无尽的雷霆 那些妖兽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疯狂逃窜 没来得及跑远的 就被雷霆贯穿 惨叫声此起彼伏的响起 一剑之威 那些妖兽顿时死得死伤的伤 全部匍匐在地上 惊恐地看着顾颖 跟我走吧 顾颖在前面开路 一路上 索欲妖兽 有灵玄三剑 有灵玄四剑 全都被顾颖一剑砍翻 那雷霆暴虐 强大 刷新了身后一众小辈们的三观 这人 当真是和我们同待的吗 这实力 强得也太离谱了吧 好 一只灵玄五剑地生满了金色纹路的老虎 嘴里全然都是尖锐锋利的牙齿 森然至极 此时朝着顾颖大声怒吼了一声 结果一道明亮的剑光 骤然贯穿其眉心 鲜血于那金文巨虎的后脑处喷涌 可怕至极 身后的弘家三姐弟心中一震 顾颖到底是什么失恋 灵玄五剑的妖兽也只是一剑 这个家伙 为什么会如此离谱啊 果然 就在那 赤血花 服用后可增强火属性体质 对妖兽有极大的吸引力 又是增强火属性先天惊气的吧 可惜等级有些低了 顾颖将那株赤血花拔了出来 放在手心里搓了搓随后 直接吸收进入身体之中 先天阳极之气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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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缕先天阳极之气啊 三位红家子弟 乖乖地站在顾颖的身后 此时也是忍不住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刚刚那株被顾颖摘下来的花朵 貌似是一株奇珍吧 能够增强火属性体质 也就是获得先天惊气的奇珍 每一种都极为珍贵 只不过总感觉 顾颖这得饱的过程 有点太平顺了 这些妖兽被他犹如切瓜砍菜一般 全部杀死 然后拔草 吸收 一气呵成 这人给我一种 走路都能撞大运的感觉 离谱 太离谱了 红颜略微捋了驴尔边的头发 随后朝着顾颖 露出了一个完美的笑容说道 多谢顾颖大哥 这次还好有你在 我们也没想到 津阳城外的这片树林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顾颖看了一眼红颜 长相不错 伸出手去礼貌地握了个手 此番你们也是去荆阳城的 参加联盟内年轻子弟的试炼的吧 是啊 我们一起走吧 好啊 嘿嘿 跟着顾颖大哥走 这条路也就没那么危险了 洪峰露出笑容 不过心中也有些气馁 他自然是对南宫世家的南宫林儿 有些意思的 毕竟南宫林儿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极为优秀 再加上背靠南宫世家 那可是公认的行商世家 富裕的流油 若能娶了南宫林儿 可以说在修炼上相当于拥有用不完的资源 可惜 若是南宫林儿 当真对眼前的这位顾颖有意思 那么他真如他自己所说的 毫无胜算 这个黑袍剑修 强得可怕 而长相嘛 就连我都是险胜一筹 而此时 红颜凑了过来 脸犯红逸的小声说道 你还真别说 这顾家的顾颖名不虚传 实力强大的可怕 气度非凡 而且这长相 可比咱红家的那些歪瓜裂早强得太多了 别说南宫林儿了 就连我都要沦陷了 扑哧扑哧 红风感觉自己的心 好像被人狠狠地捅了一刀 小风啊 你咋了 我不是说你是歪瓜裂早 你比那些歪瓜裂早还强了一些的 严姐 你真多于解释这么一嘴 红风神色惆怅地望向远方 本以为这次试炼能好好地玩一玩 怎么感觉是来受打击的呢 顾颖觉得他们有趣 一路上也和他们言笑艳艳 红家三姐弟对顾颖的印象极佳 实力强大 又不端着架子 这位顾家大哥很有一种领袖的风范 路上的妖兽明显少了很多 很快 他们踏出森林 重见天日 金阳城 终于到了 请大哥 这金阳城因为商贩来往 别提有多热闹了 而且 还有很多平时看不到的稀罕玩意 红颜走在热闹的大街上 热情洋溢 明媚的脸庞引来不少人的目光 不过红颜身旁站着顾颖 无论是长相还是气魄 都让人一看便知道 绝对是大家子弟 顿时信心收回目光 这让红颜有一种莫名的小心心 颜姐嗨了 红颜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发簪 炫耀式的来到红颜二人的面前 看 锦大哥丢买的 好看吗 红颜 忽然 红颜来了精神 因为不远处 他看到了一道倩影 五官精致 身段窑窍 那对美眸温柔似水 颇具大家之风 是南宫林儿 金阳城毕竟是南宫家的主场 友朋自远方来 他们肯定是要来迎接的 林儿来了 是专门来找我的吗 哦 显然不是 南宫林儿一对如水的毛子 一直都放在顾颜的身上 风啊 放手吧 你说我若是给锦大哥点修炼上的资源 林儿姐能开心不 先不说锦大哥稀不稀罕你的资源 我怎么这么想把你插出去呢 锦弟 你终于来了 南宫林儿靠近 然而一对毛子 却在看向红颜的时候 保持了几分距离感 红颜妹妹 你怎么会和锦弟一起来的 南宫林儿比顾颜大一些 而红颜等人都比顾颜小 红颜轻笑一声随后说道 路上遇见的 两女短暂的错愕后 便也交谈了起来 所谈及的事情 大多都是有关于各家目前的发展问题 他们这些家中最受器重的天才 对家里的情况了解的也都深刻一些 南宫林儿贴近顾颜 淡淡的相风让顾颜侧目 锦弟 上次在盛阳城内我就说过 你若是来了金阳城 我肯定要好好带你玩的 这次放开了玩 我肯定不会客气的 顾颜笑着说道 那最好了 对了 锦弟最近顾家的情况咋样 我听父亲说 顾家现在的发展速度可不一般啊 南宫林儿笑着说道 而此时身后的洪家等人 也都是竖起耳朵 一提到顾家的发展 他们立刻来了精神 最近顾家的发展的确有点恐怖 在所有的联盟之中 现在顾家的话语权属于独一档的 总感觉顾家好像奔着很多底牌在身上 所以 此时听到了南宫林儿提到这件事 他们也都是连忙竖起耳朵 顾颖无奈 这让我怎么回答 还行吧 略有起色 好家伙 略有起色是吧 你这样说 反而让我们觉得顾家深不可测了 对于顾家 现在各大世家都有猜测 顾家极有可能在这天地大变之间 掌握到了蓬勃发展的秘密 虽然顾家并未展现出来 却结盟内的所有世家 却都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的顾家 就是一直在深渊内俯瞰世间的巨龙 正在叙事待发 等到顾家真正展现其手腕的那一刻 整个前王区域恐怕都要天翻地覆 现在联盟内也几乎以顾家为首 掌握极大的话语权 红家的红颜在南宫灵儿赶来之后 便老舌很多 却未曾提及顾颖一路上 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秒杀灵选五届的妖兽 这位顾家大哥现在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 他们这些年轻一代应有的层次了 甚至他们感觉 再给顾颖一段时间成长 他便会有激战老一辈长老们的实力了 他们看着顾颖的背影 眼神中带着敬仰 与爱慕 嗯 颜姐你精实一点 你可是代表着咱们严家来的 是咱们严家的脸面 不能这么不争气 很快 南宫世家到了 南宫家的门庭 比顾家还要恢弘大气 此时这里 已经聚集了许多南宫家的年轻一辈 他们一个个都好奇地 看着这些来自于各家的子弟 听说 这次来到咱们金阳城的 都是此番与我们南宫家结盟的 各大世家里的顶尖天才 刚刚看了几个果真名不虚传 只是也不知道 这些人都是什么层次的修为 与灵儿姐比起来 孰强孰弱 你们说 这次各大世家的天才不会 都已经达到了灵璇境界吧 能与我们南宫家结盟的世家 怎么可能有弱小的 但是灵儿姐已经踏入灵璇二阶 这般水准 肯定已是最为顶尖的了 小辈们忍不住议论纷纷 修炼前后 他们自然是最爱讨论 哪里的天才最强 两位同样名声显赫的天才里面 究竟孰强孰弱 刚刚已经走入南宫家 许多世家天才 各个气宇宣昂 举止有度 让他们更加激动了起来 你们看 灵儿姐回来了 站在灵儿姐身边的那人是谁 要说南宫家 肯定也有很多人 对南宫灵儿有点意思 毕竟南宫灵儿 无论是身份 天赋 长相 都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可惜南宫灵儿那种家族长女 肯定不会是 他们这些普通成员能够奢望的 可现在 他们看到了南宫灵儿 正站在一位年轻人的身旁 那人身穿黑袍 面容英俊 没心处的一道红色印记 反而让那端正完美的五官上 增添了一股高贵的气质 靠 这等相貌 就算是 我也只是显身一筹啊 这人是谁 为什么感觉灵儿姐和她 好亲密的感觉 不光如此 还有洪家的那位洪颜 以前她来过咱们南宫家 那个时候好高冷啊 现在 该死 她是谁啊 不等南宫世家的年轻人们疑惑 南宫家家主 从南宫内堂里走了出来 那往日里 威严至极的脸庞上 现在挂着慈祥与温和 然后赢了过去 什么情况 先前的那些人 可都没有这种待遇啊 家主亲自出来迎接 南宫叔叔 顾颖恭敬说道 而此时南宫家家主 南宫笑看着顾颖 眼眸中金光一闪 此时心中也有金色 顾家顾颖 名不虚传 难怪灵儿这丫头 时常念叨着她 这身上隐隐之间 冒出来的气息 可绝对不是灵玄初阶 可以碰瓷的 这个顾颖现在的境界 恐怕已经是灵玄高阶了 从第五阶开始 都可以被称之为高阶 难怪顾青苍的老家伙 如此大力促成这次的试炼 看样子 这家伙是直接 抛出来了秘密武器啊 这老家伙 南宫笑有些 无语的摇头笑了笑 他倒是没什么感觉 他们南宫家 在修炼与战斗上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优势 他培养南宫灵儿 也是培养其 长袖善武的性格 能让其日后 在红界之中 为南宫家留有一席余地 战斗 不是他们所擅长的 所以对于这顾家的 秘密武器 顾颖 南宫家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其他各家的天才 估计都要好好地受受刺激了 走吧 小姐 我经常听灵儿念叨起你 你数次救了灵儿一命 叔叔得谢谢你 这次来到金阳城 千万不要客气 南宫笑的声音 犹如雷震 走进南宫家内堂 此时已经坐满了 年轻的面孔 这些人的眸光怪异 南宫家主 对他们的态度 虽然也温和 但是却还是有些架子的 他们能够感受得出来 这年轻人是谁 竟然能够让南宫家主 如此热情 刷刷刷 他们看向那人 身穿黑袍 是顾家的人 顾家顾颖 我听说过他 下面议论纷纷 而很快 南宫笑让顾颖入座后 便看向所有人 朱卫哲 都是各大世家的青年俊杰 也都是值得托付重担的人 如今一看 果真有朝气与活力 周车劳顿 接下来南宫家设酒宴 你们各自熟络 未来你们都是要站在 统一战线的兄弟姐妹 自然要打好关系 很快 一位为南宫家的仆人 端上来各种美食佳肴 几乎都是全天城池 见不到的菜色 香气弥散 让人垂涎三尺 就连顾颖都食指大动 虽然圣阳城也是顶尖大城 但是更加偏向于修行者的质量 而南宫家 则是真正的商业大城 还是比不得的 南宫灵儿将一块酱脆片鸭 夹进了顾颖的碗里 顿时让不少年轻子弟 艳羡不已 景弟 这是金阳城里的特色菜品 你尝尝 顾颖尝了一口 痰嫩可口 的确美味 最重要的是 伴着别人羡慕的目光 吃下效果更加 在场的都是青年才俊 出身 修为等等都极为相近 所以自然是少不了共同语言的 很快气氛便活跃了起来 现如今 天地大变 一切数据化 甚至就连世界交易行 这种匪夷所思的东西都出现了 还真是离谱 一提到这 大家也都纷纷插话道 我昨天还购置了一枚零花丹 花费了34枚零币 让我心疼好久啊 他虽然说是心疼 但是不难听出其中炫耀的意味 零花丹的效果 和故隐的零水玄丹相差不大 只不过要力持续的时间仅有三天 每天能够增长50点经验值 嘖嘖 这位大哥是吕家的吧 零花丹要力惊人 据说是零水玄丹的盖板丹药 不过三天150点经验值 依旧极为惊人 实在是让人羡慕啊 看来吕家的零币持有量有很多啊 我们罗家就惨了 当时零食失去价值 我们罗家在初期 便将所有零食全都卖出去了 当时是为了一本蓝色武学 靠 兄弟 不要紧 罗家自有大福 在后面的 不用悲伤 那吕家年轻人急忙安慰道 怎么越说越觉得凄惨了呢 他于心不忍 嗯 吕兄弟你说的这句话 我很赞同 昨天我们罗家刚打崩了 隔壁城池的一个世家 搜刮了3000枚零币 吕兄弟 你看看我手里的 这枚聚水丹 上面的药力显示 是多少天来着 在交易行上 售价80枚零币 靠 吕家的年轻人 面黑如炭 有一种被冲了一脸的感觉 而此时刚刚服用了 林水玄丹的某位大少 正坐在那里 解决眼前的范窑 大概是因为有南宫林儿 以及红颜一左一右 坐在身旁的原因 那些年轻人 不好意思过来搭话 所以这里相对来说 比较安静 可忽然 顾颖注意到 角落里有几个年轻人 有些眼熟 于是他招了招手 楚清泉等人 现在有点小慌张 楚家是被顾家拉入联盟的 如果没有顾家担保 那么楚家 是完全不够资格 进入这种层次的圈子 他们的实力最为弱小 这些楚家的年轻人 不过也就神纲六阶左右的实力 在这里完全没有人看得起他们 所以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家主在他们临行前 叮嘱过他们 要毕恭毕敬 要长袖善武 要多和其他人交流 对他们日后执掌 楚家也都有着巨大的好处 可是 人家根本不理咱们 他们看到了顾家顾颖 那位曾经进入楚家一日时间 便将楚家的格局 整个改变得天才 他们看到了顾颖一进来 就被南宫家主热情招待 甚至这么多人坐在这里 就是为了等待顾颖入场 也某种满是羡慕 可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啊 全哥 顾大哥是不是在朝着我们招手啊 他们忽然看到顾颖朝着他们招手 受宠若惊之余 也是急忙靠了过去 在顾颖的事宜下 坐在了顾颖的身旁 楚清哥没来吗 顾颖忽然想到了 那个被自己退婚的女孩 上次离开楚家离开得太匆忙 也没去见她一面 顾颖此时询问道 清哥妹妹 她自从上次的事后 便离开了楚家 外出历练去了 原来如此 顾颖点头 楚清哥应该已经解开了修为的限制 外出历练 后机勃发 恐怕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楚清哥的实力 也将会极为恐怖了 南宫林 听到顾颖提到楚清哥后 眼眸一案 她后来才知道 那个时候 在道地遗迹中的那个年轻女孩 还有一个身份 便是顾颖的未婚妻 很多天才都关注着顾颖 此时看到楚家的人 一个个神色各异 也陆陆续续开始有过来 与楚家子弟交流的人了 这让楚清泉等人 都是受宠若惊 感激地看向顾颖 顾颖的一句话 让他们顿时走入了 这些年轻人的视线内 九过三旬 有歌舞之声传来 南宫家请来了 金阳城最有名的歌姬与舞者 让这群年轻人情绪高涨 待在金阳城内的几天 大概就是痴痴喝 所谓的试炼 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始 听说原本南宫家 给的试炼项目 也就是摆类台 交流舞学 然后外出做做任务 红颜坐在顾颖的面前 一张白皙俏丽的小脸贴得很近 这怎么感觉像团建呢 顾颖无语 所以现在迟迟没有开始的原因是 计划有变 嗯啊 林儿姐说 好像是吕家那边 找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 想要用在这次的试炼当中 目前各家的人 都已经会面讨论了 正在拍板决定了 具体可能是什么 级别不低 第二日清晨 事情彻底定下 吕家得到了一块令牌 可以开启一方极为特殊的景地 阳光明媚 威风轻浮 南宫笑身穿白袍 脸上净显威严 他的旁边站着各家的长老 顾颖看到大肠老顾天神 竟然也站在其中 能让顾家出动一尊神单级强者 这说明 这次的特殊景地 没那么简单 各位 这次的试炼计划有变 原本的试炼取消 这次经由各家同意 我们决定开启特殊景地 鲜火神明 所有年轻人眼眸中 闪烁着疑惑的眸光 特殊景地是什么意思 这个景地很有意思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 这个景地应该是具备 无限循环的特质 而你们会陷入一场 蔑视浩劫之中 在浩劫中能够坚持的时间越长 那么你们能够获得的好处 也就越多 南宫笑如此说道 这样的景地 顾颖还是第一次见到 也觉得有趣 小景 不要大意 这个鲜火神明景的 不是闹着玩的 你们进入其中后 会变成刚刚踏入仙门的普通人 这是一个无限开拓 升级 提升个人实力 抵抗未来的景地 这次鲜火神明的景地 或许是一次机会 让你们彻底脱胎换骨 这次各大世家 都支付了一千枚灵币给吕家 他们才拿出这块令牌来 顾天神对顾颖传音 让顾颖不要大意 变成普通人 然后解锁 探索 升级 这次的景地未知 凶险 但是却也充斥着诸多机遇 你们有谁想要退出 可以现在提出来 兰公孝又说了一句 不过这里 都是各个世家里的天才 是要兼扛未来世家的人 自然无人退出 这样才对啊 这两日在金阳城里 感觉还是太安逸了 少了点刀尖上舔血的味道 我都有些不习惯了呢 这景地貌似在 乾王区域从未出现过 这次请来了这么多各家长老 估计这次的景地 会是一次机会啊 年轻人们亦润纷纷 天才之间是有层级的 忽然也不知道 是谁说了一句 让在场的年轻人们 瞬间安静了下来 世家天才 宗门天才 皇族天才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们虽然也都很努力 但是始终都有人在我们之上 似乎那些大族 皇族的天才 始终都与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这次的景地 或许是我们打破层级 更进一步的机会 他们顿时斗智高涨 好 那么便开始吧 兰公孝略微点头 随后将一块漆黑色的 令牌取了出来 鲜火神明 生存类景地 你们将会被传送至鲜火坠落之地 搜集香火 点燃灵台 无限成长为终末之时的神明吧 鲜火神明的介绍很简短 这些年轻人们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随后 漆黑色的令牌 爆发灿灿光芒 一道淡褐色的光幕 笼罩面面前的所有各家年轻人 鲜火神明景地已开启 主 鲜火神明景地位于乱须神空 此境地内部时间流速飞快 外界一日等于景地时间 一年 人物 故隐 正在随机分配基础面板 正在随机分配鲜火灵根 正在随机植入个人包裹信息 宏大的声音出现 周遭的景象 开始逐渐变得虚幻了起来 一股特殊的力量 扫过顾影的全身上下 可就在扫过顾影眉心的时候 顾影的眉心忽然裂开一道灿烂的缝隙 丁 篡改天眼植入数据异常 是否开启篡改面板 开启 一阶段篡改 个人面板属性 十次十连抽机会 并从中一百个面板属性中 挑选出一个最为强大的面板 这是什么情况 在这个景地之中 顾影的篡改面板 似乎也发生了某种特殊的变化 不再是篡改一篡改二那种篡改选项了 一阶段篡改 那么岂不是还会有二阶段篡改 以及三阶段篡改 顾影开启一阶段篡改 定 刷刷刷刷 一张张属性面板 顿时出现在了顾影的面前 请挑选一张个人属性面板 力量 三 速度 十 防御 五 悟性 一 力量 七 速度 三 防御 三十 悟性 四 解锁 万盘神体 力量 三 速度 十 防御 五 悟性 一 个人面板 也就是力量 速度 防御 悟性 这些天生而来的资质点数 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 倒是有遇到过 千人千面 生来领先于人 这些面板都是蓝色的 只有那个万盘神体的面板 是紫色的 顾影看到了那个解锁了万盘神体的个人面板 肉的令人发指 于是他摇了摇头 他对这种防御属性的面板 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第二次十连抽 十连蓝色面板 一坨大便 第三次十连抽 出了两个紫色面板 力量 五十 速度 十 防御 十 悟性 三 解锁 天神战体 力量 三十四 速度 二十 防御 五 悟性 五 解锁 风灵体 顾影犹豫了一下 还有七次十连的机会 总不能就这么轻易的选择一个紫色的面板吧 第四次十连 大便 第五次 大便 第六次 大便 顾影无语了 然而就在此时 第七次十连抽的时候 说说说说 耀眼光芒让顾影感觉浑身炙热无比 力量 一百 速度 五十 防御 二十 悟性 一百九十九 解锁 上古道体 现世之时有今天之光 连通天地 天生身体素质 异于常人 拥有超高悟性 金色面板 然而 顾影看到自己爆出的另外一个面板 顿时看都不看这个面板了 力量 五百 速度 二百 防御 一百 悟性 一千 解锁 上古至尊体 从古至今第一体制 归须神空至高道运造一者 天生圣人 未来必成至高神明 可随到年灯长 自动提高修为 前途辉煌 赤色面板 顾影看着那夸张的面板数据 以及上面给出的评分 直接就选择了这个赤色面板 每人都会自动分配一个基础面板 这个红色面板 应该足以让我在这个鲜火神明的景地之中乱杀了吧 有点意思 分配面板 鲜火灵根 这是给我们一个飞速修炼的机会 然后应对各种浩劫 从而获得景地中的奖励 这算是将景地中的任务 给无限剧情化了 你被传送到了归须神空之中 你现在的身份 是一位刚刚加入 飘渺神宗的普通凡人 即将面临宗门天赋测试 觉醒鲜火灵根 殊不知 一场影响天地的浩劫 即将降临 而你们将会成为浩劫残骸上最后的修仙者 一串宏大的话语出现后 顾影看到周围的景象逐渐变换 天色赤红 似乎流淌的鲜血 阴雅斑驳 透露着阴沉的气息 而他们所站立之处 位于青山之上 大地磅礴 云雾缭绕 俨然一副仙门之地的景象 顾影站在人群中 旁边的人仿佛拥有真实血肉一般 可顾景能感受得到 他们的气息很冰冷 NPC是吧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天空 这天空不是一直都这样的 至高仙火坠落后 整个仙界就变了 天穷迭血 大地裂变 实在是可怕 现在外面妖魔横生 加入仙门 才是唯一的活路啊 希望我一会儿 能觉醒出优秀的仙火灵根 只要我能成为修仙者 定能光耀门门 旁边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 南宫灵儿 上前测试天赋 忽然 一道倩影 在经历了短暂的错愕之后 朝着高台之上走去 一对美眸在人群中不断地扫视 短暂的扫视后 似乎有些失望 随后一道悬光笼罩他 南宫灵儿 紫色天赋 拥有潜在体质 斯 第一个就是重头戏事吧 直接就是紫色天赋 而且身怀某种潜在的特殊体质 这些天赋 优异的人 还真是可恶啊 故隐眸光闪烁 所以 紫色属性面板 便是紫色天赋对吧 一位仙长毅力露出满意的神色 不错 不错 你的未来大有可为 修仙之路 长路漫漫 借交借造 你会是一位不错的修仙者 南宫灵儿略微点头 随后走向仙长的身后 下一位 吕明 伴随着各家子弟 纷纷上前去测试天赋 觉醒鲜火灵根 时间也在不断的流逝 各家子弟中 有四位觉醒了紫色面板 而剩下的 则都是蓝色面板 顾颖 上前来测试天赋 此时 终于轮到了顾颖测试天赋了 轮到顾家顾颖了 下面的那些人神色各异 他们现在是共同处于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 所以希望能够再出现一个紫色面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面板以及我们所觉醒的灵根 便是接下来我们要在面对 浩劫之时的基础能力 而我们要利用这份面板 无限升级 获取能力 面板越强 潜力越大 现在一共觉醒了四位紫色面板 也不知道 我们能在这鲜火神明副本中 坚持多久 就剩下顾颖了 顾颖的实力强大 会不会刷出来金色面板 金色面板 目前没见过 只是貌似这里面的面板 是随机分配的 跟你自身的实力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靠的就是一个运气 很多各家子弟 已经集合在了一起 此时看到了顾颖走上高台 心中倒也是不约而同的 闪过一抹渺茫的希望 刷 巨大的光柱 骤然笼罩了顾颖 这便是测试天赋 激活仙火灵根的仙宗灵柱 光芒万丈 可一变突生 轰隆 那光柱舒尔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随后一股妖夜神圣的红光 以顾颖为中心 将整个灵柱都染成了 赤裂的红色 神圣端庄 威严万丈 顾颖 赤色神圣天赋 神圣体质 一 激活五行神圣仙火灵根 轰隆 整个仙门的人都震撼无比 不光是各家子弟 甚至还有那些被顾颖称之为NPC的人们 嗖嗖嗖 一道道恐怖的气息 从飘渺神宗内爆发开来 一位为平日里神宗内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恐怖修仙者 竟然全都被这红色的光芒吸引了出来 赤色天赋 我飘渺神宗剑宗万载 从未出现过这种代表着先天神圣的天赋 光耀万古 这是先天神圣的光芒 此人若是能加入我飘渺神宗 未来必成屹立于归须之上的无上神明 哈哈哈哈 鲜火坠落 天地木气沉沉 此人或许是我飘渺神宗中心之子 一道道惊喜而震动的声音响彻 随后一位为鹤发童年的神宗强者屹立天空 用火热的目光看向高台之中 被赤色光芒覆盖的固影 他紧闭双眼 眉心出现神圣的纹路 随后能够看到 其周遭开始凝聚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的特质 化为鲜火灵根 只不过唯一不同的是 这些灵根镶嵌金文 彰显高贵与神秘 先天五行神圣灵根 先天双灵根 已经是绝顶之姿 这先天五行神圣灵根 到底会有多么可怕 这个弟子是我的 谁都不要跟我抢 虚空中似乎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弟子争夺战 而各家子弟一个个都惊呆了 赤色天赋 比金色天赋还要掉 我靠 顾影太太牛掰了吧 先天神圣 也就是说 不妖折必成神圣 鲜火神明景地是我们共同成长 然后抵抗外敌的生存类型景地 我本以为四个紫色面板 应该已经能够让我们 在接下来的浩劫之中生存一段时间 得到不错的好处 现在顾影的面板如此变态 太好了 团队生存 当一个团队之中出现了一个妖孽 那么将会抬高团队的上限 刷 顾影的身旁五行神圣灵根徐徐旋转 似乎代表着至高奥秘 缭绕着神秘而玄傲的符号 随后顾影忽然双手凝结 他要做什么 压缩先天五行神圣灵根 他要融合先天五行神圣灵根 这也太疯狂了吧 他想要将先天五行神圣灵根压缩融合 形成新的高阶灵根 这是一个还未参与修宪的人敢做的事 哄 先天神圣七彩精雷灵根融合成功 顾影略微点头 雷属性灵气运用的习惯了 顾影觉得 还是雷属性的灵根 才更加契合自己 飘渺神宗出现了一位惊艳万古的顶尖天骄 先天神圣 震撼世俗 接下来便是各大长老争抢顾影的桥段 闹到最后 就连先宗宗主以及副宗主 还有那些不识出的老怪物 都从岁月的枷锁中走出 想要收顾影为徒 各家子弟神情激动 予有荣焉 然而顾影却是神色淡然 名誉一过 浩劫降临 尘归尘土归土 这些所谓的强者 也都将会成为历史的尘埃 无趣 他随便选了个人拜师 然后便草草结束了 这位叫顾影的普通人 有一种不管其他人死活的淡定感 靠 这若是我的话 仙天神圣 现在锋利的下恶线 已经和天际线对齐了 这就是天才吗 感觉他平淡无奇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不就是个仙天神圣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见过世面 顾影听着下面NPC们的吹嘘 完蛋的是吧 各家子弟在宿舍里聚会 四位觉醒紫色面板的人 分别是南宫家南宫灵儿 吕家吕浩然 红家红颜 王家王真和 其余人都是蓝色面板 还有一个顾影的赤色面板 生存的时间越久 我们能够结算得到的紧闭奖励 也变更多 可是这面板目前看来 应该只是一份数值啊 我没感觉我的力量 速度什么的有所增强 顾影说到 明日之后 面板才会彻底激活 我们现在所做的 都不过只是准备工作而已 第二日降临 鲜火坠落 大道崩塌 万道沦为废墟 一股恐怖的力量辐射天地 屹立在仙道上 犹如密密麻麻爬虫的修仙者 被一柄无上神刀 横斩而下 还真是震撼 顾影等人屹立在废墟中 天空中的赤色血液 浓稠至极 大地开裂 从里面生长出枯萎的藤蔓 好像有一条代表着毁灭的黑龙 正在捆绑整个世界 鸿龙的声音如同蔑视之音 这是一场无形的杀戮 漫天的修仙者惨叫起来 开始急速苍老 然后仿佛蝗虫一般 坠落到大地之上 化作焦土 有人腾跃而起 劈头散发 眸光疯狂 修者 当逆天行 这是一场浩劫 我要在这茫茫大劫中 密求一线生计 可他的话音刚落 一股代表着枯气的雷霆 坠落下来 他的身躯顿时炸开 浩劫降临得很快 一个时辰的时间 归须神空翻天覆地 土地焦黑 飘渺神宗变成一片废墟 灰红的建筑倒塌 无数的历史被掩埋在废墟中 空气中漂泊着淡淡的浩劫余味 浩劫降临 你们站在废土之上 请不断探索 重燃鲜火 在废墟之中逆天而行 化身神明 打破龟须诅咒 获得任务 一 请点燃废墟中的神宗中枢灵台 点燃中枢灵台后 可在微弱鲜火的照耀下进行修行 修行速度为原始速度的10% 祝 你可以在废墟上无限探索 寻找荒废的遗迹 点燃遗迹中的灵台鲜火 即可触发不同效果 引动机缘 神井灵台分为初级神井灵台 高级神井灵台 顶尖神井灵台 越高级的神井灵台点燃鲜火 便越为困难 主 天道崩塌 浩劫降弹 天地间的生灵怨念死而不散 凝结成结魔 今日太阳落山之时 你们作为唯一的生存者 将会引来重燃镜结魔入侵 请在太阳落山之前 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仙火仙道末世三境 重燃镜 熔火镜 木道镜 个人面板已激活 各家子弟面面相去 也都感受到了自身的面板都被激活 南宫灵儿感受体内充盈的力量 忍不住将眸光放在了一旁顾影的身上 此时的顾影浑身灿烂非凡 仿佛血脉深处 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让他们的体质运转 都格外的晦涩了起来 这就是天生神圣吗 点燃灵台鲜火 我们可以开始修行 天黑之前 我们必须要拥有能够抗衡重燃镜结魔的能力 不然的话 我们的任务立刻就会失败 所有人顿时紧迫了起来 短暂的商议过后 所有人决定分头行动 去点燃灵台 提升实力 应对结魔入侵 应当率先点燃重属灵台 这样我们才能修行 之后寻找各种场所 增强自身 南宫灵儿冷静分析说道 我们现在应当去点燃出击场所 不可好高无远 而南宫灵儿看向顾影 随后说道 景帝 你不必管中枢灵台的是 你去寻找神景灵台 点燃神景灵台里的灵台鲜火 提升个人实力 你是我们之中唯一的赤色天赋者 你的实力是最为重要的 其他人也表示赞同 他们明白 想要在这个景地中 活得时间长一些 全要依靠这个赤色天赋者 他们就此分开 这里的所有建筑都变得焦黑 还真是一幅末世景象啊 顾影孤身一人走在废墟中 飘渺神宗很大 如今哪怕变成了废墟 大家一哄而散 很快也就没应了 他捡起地上的一块板砖 却忽然看到了板砖下的一串铜钱 他伸手去触碰 那铜钱响起清脆的声音 然后消失 拾取铜钱加三 嗯 铜钱是做什么用的 不过 以顾影以前玩这种游戏的经验来看 但凡是出现了的货币 肯定都极为重要 要么购买装备 要么购买能力 他一边行走 一边拾取地上的那些废物 一直都有微弱的用钱进账 拾取铜钱加四 拾取铜钱加五 拾取铜钱加三 拾取铜钱越增加越多 然而忽然间 顾影好像在地上触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 拾取到生锈的长剑加一 长剑 顾影将那生锈的长剑取了出来 无法使用剑刀未解锁 所以顾影还要解锁剑刀才能够用剑 看来还需要探索呀 今日仅剩下一个下午的时间 想要踏入重燃镜 恐怕很艰难 不能浪费时间 我得去解锁剑刀 顾影飞速思考 点燃中枢灵台鲜火 可以恢复修行的能力 也就是解除少部分修行的限制 那么想要解锁剑刀 也就是说需要探索点燃相同的火焰 剑刀之火 飘渺神宗内的剑刀神池 昨日入宗的时候 因为顾影毕竟是飘渺神宗 有史以来第一次所遇到的赤色天赋 那些NPC师兄对顾影很热情 给顾影详细地介绍了 飘渺神宗内的各种特色之地 比如仙树楼 比如邪武山 比如剑刀神池 我一细记得剑刀神池的位置 这个地方是曾经飘渺神宗最重视的地方 估计等级不低 就在此时 南宫灵儿那边收获很大 南宫灵儿成功点燃中枢灵台鲜火 所有修仙者解除10%修行限制 蓝色天赋者 一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紫色天赋者 两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金色天赋者 五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赤色天赋者 十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肉体繁胎 010000自动修行 凭借天赋固定时间 获得经验值 原来是这么玩的 不同体质的差距顿时就出现了 一天有1440分钟 蓝色天赋者能获得1440经验值 紫色天赋者能获得2880经验值 金色天赋者能获得7200经验值 赤色天赋者能获得14400经验值 顾影看着进度条 自己需要接近一天的时间 能够踏入重燃进 灵儿姐已经找到中枢灵台了 我们恢复了修行速度 每分钟自动增长经验值 可如今距离日落之前 恐怕就剩下几个时辰的时间了 就算是赤色天赋的顾影 也无法踏入重燃进 继续探索 增强实力 吕昊然点燃出击神井灵台灵神风 获得灵神风的祝福 吕昊然防御力加50点 洪峰点燃宗主神像 获得宗主赞许的目光 宗主赞许的目光 有卵子用啊 此时洪峰站在雕像前 看着那雕像上莫名其妙出现的明媚笑容 他浑身发寒 大无语事件 而此时顾影摇摇间看到荒芜一片的池子 池水死寂 沉着诸多生锈的剑气 透露着一股荒凉破败的感觉 顶尖神井灵台 见到神池 顶尖见到神井灵台 果然 见到神池 竟然是顶尖神井灵台 然而让顾影意想不到的是 红颜 想不到红颜 竟然比他更早来到了这里 啊 顾大哥 红颜在这种地方 单独看到了顾影 显然很高兴 随后他解释道 我走着走着 就发现了这个顶尖神井灵台 这样的神井灵台 若是点燃灵台神火 肯定能得到大量的好处 红颜也算是好运气 犹如无头苍蝇一般 在这里窜来窜去 结果就遇到了顶尖神井灵台 可惜太难解锁了 显然不是现阶段的 我们能够点燃的 红颜已经到了 这里有一段时间了 然而点燃鲜火的速度缓慢 您得见到领悟加一 鲜火点燃度零 3% 这要搞到猴年马月啊 红颜毕竟是紫色面板 悟性达到了36点 可面对这顶尖神井灵台 他完全啃不动啊 让我来吧 顾颖坐下 哦 先天神圣金雷灵根 徐徐颤动 与剑道神池发生感应 引起剑道共鸣 鲜火点燃度正9% 鲜光灵运 扶我仙人顶 鸣有感发 接引剑道神池剑气 鲜火点燃度正15% 上古至尊体积荡至尊之气 引来剑道神池万剑朝拜 鲜火点燃度正43% 悟性激活 误出剑道神池万剑剑里 鲜火点燃度正21% 鲜 剑道神池已被点燃 恭喜您获得解开剑道枷锁的一个名额 请选择是否自身解开剑道枷锁 必然是我 顾颖已点燃顶尖神井灵台 剑道神池 顾颖已解开自身剑道枷锁 所有人眼眸中露出惊讶之色 顾颖这家伙 就是个妖孽 顶尖神井灵台 被他点燃了 吕浩然刚刚看到了一个高级的神井灵台 可是啃了大半天 才啃出了1%的点燃度 现在除了触及神井灵台 其他灵台 我们根本就啃不动 但是顾颖不一样啊 这就是赤色天赋者吗 而此时顾颖面前的红颜呆住了 这就是差距吗 刚刚顾颖的头顶上 冒出一大串的字体 什么各种醍醐灌顶 什么剑道阶影 什么至尊体 然后面前的剑道神池 竟然直接就被点燃了 神池中心 一团神圣的火焰 徐徐燃烧 绚烂的波纹荡漾 剑道神池 整个被点亮了 能被判定为顶尖神井灵台 这剑道神池 应该没这么简单 啪哒 顾颖跳入神池之中 浓郁的剑气朝着他呼啸而来 顾颖伸出手去 握住一柄秀极斑斑的剑 随后那剑颤动一下 陡然化作一道灵光 进入到顾颖的眉心处 剑气加二十 刷刷刷 一柄柄剑化作灵光 进入到顾颖的眉心 剑气加二十三 剑气加三五 剑气加十三 兵 恭喜您成功您成剑刚 顾颖抽出生锈的长剑 一剑斩出 剑刚咆哮如龙 撕咬天地 让一旁的红颜露出惊骇的神色 你 你这有点太逆天了吧 大家从普通人晋升为仙人 路途艰辛 按照游戏规则 他们现阶段 应该只能点燃触及神井灵台 可顾颖直接强行解开 顶尖神井灵台的限制 这就好像一个刚开始修炼的人 直接接受先帝级资源灌顶 不讲道理啊 轰隆 剑道神池颤动一下 一股滔天剑气 朝着顾颖涌来 剑道神池爆发剑道潮汐 触发剑道洗礼 刷 磅礴的剑气朝着顾颖涌来 那剑气让红颜心惊胆战 若是自己身陷其中 肯定会被那剑气 直接搅碎成残渣 然而此时的顾颖 却分外享受 上古至尊体 承受你一个小小的剑道潮汐 不过分吧 剑道顶射 恭喜顾颖激活赤剑灵体 剑道开悟 恭喜顾颖悟出初级仙术 万剑雷杰 剑道沸腾 恭喜顾颖激活剑道灵星 剑道悟性加一百 全场通报 所有人露出惊骇的神色 又不当人了是吧 时间过得很快 废墟之中的探索 还是很艰难的 大部分人找到了 超出了他们能力范围内能 点燃的神井灵台 只能望洋心探 收获不多 高级神井灵台中 拥有着大量的机缘 然而就目前来看 我们的能力 并不足以点燃那些 强大的神井灵台 实在是可惜 伴随着暮色逐渐降临 他们愈发地担忧了起来 现在我们无人踏入重燃镜 这第一次节目入侵 我们能挡下吗 大部分各家弟子 回归最初的地点 互相交流了一下 各自夺得 神色愈发担忧了起来 我们这些蓝色天赋的人 要七天才能进入重燃镜 而第一波 我们就要面对重燃镜的节目 难怪进来之前 长辈们都说 这仙火神明景的困难至极 气氛顿时沉闷了下来 南宫灵儿徐徐说道 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 大概也就是顾影吗 顾影 唯一的赤色天赋者 可是就算是顾影 也大概要到明天的时候 才能踏入重燃镜 一个下午是达不到的 不进入重燃镜 便也都是凡人 以凡人之姿 被抗重燃镜解磨 这怎么想都不太可能吧 这次的景地 简直就是地域难度的 这样地域难度的景地 出现的奖励 才会越为恐怖 看着那逐渐要暗淡下来的天色 大劫过后的天地 变得格外的恐怖 似乎整片大地之上 都覆盖着一层阴霾 丝丝屡屡的阴冷凉气 让他们格外的胆战心惊 而就在此时 红颜走了回来 红颜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红颜略微点头 一对眸子 略带几分凝重地 看着这些年轻人 似乎在说 你们完全不知道 这段时间 我到底经受了什么 那种被顾影冲一脸的感觉 实在是可怕 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他亲眼看到 顾影将那一池子 可怕至极地剑到神池 全部榨干 里面的剑气随便荡漾出来 一丝都足以将他这种 小弱鸡角成粉碎 结果看顾影的样子 好像还没有被填满 赤色天赋者 真就如此恐怖是吧 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我们这些人散开探索 可惜成果不大 解锁点燃的 都是一些简单的 低级神井灵台 目前貌似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顾影的身上了 哎 你知道吗 顾影开启了顶尖神井灵台 何止知道 老娘从头到尾 都在一旁喊66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而此时 大家又开始讨论了起来 集思广义 可对于这种越阶级的事 完全找不到任何主意 心惊胆战地等待着 顾影呢 怎么还没回来 他们有些焦急 眼看着杰魔入侵就要到了 可是赤色天赋者顾影 却还没有回归 红颜说道 顾影正在尽力吸收 那剑道神池的价值 你们放心 顾影不会不知道严重性 肯定会在杰魔降临之前赶来的 那就好 只不过依旧有些胆战 顾影还在努力提升个人实力 忽然 远处似乎有怨念滋生 漆黑的天地之间 血红色的光芒冲天而起 杰魔入侵开始 请驱逐杰魔 若能成功击杀杰魔 那么将会得到神秘奖励 并且开启神能选择面板 天地崩 杰魔线 怨念滋生 重燃夜火 哼 一道漆黑的身影从远方走来 仿佛将人拉入绝望的深渊 无尽的黑暗开始蔓延 伴随着太阳的光芒消失 覆盖整个大地 这种场景真的很让人绝望的 各家子弟也都算得上是 心智坚定之人 然而此时全都被那股情绪影响 绝望 太绝望了 他们好像深陷于末日浩劫当中 大到崩塌 曾经的信仰变成被遗弃的垃圾 那种无助 卑微的感觉 让他们瞬间感觉心脏猛然抽搐 怨念领域 你们将与杰魔感同心受 这种情绪之人不可破 他们虽然看到了那段话 可却无法从那种情绪中走出来 这种感觉极为可怕 仿佛深陷于海洋中 被从四处冒出来的冰冷海水淹没 他们疯狂挣扎 却始终开心不起来 甚至连斗志都被消融 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结膜越来越近 他们想跑 浑身打战 可就在此时 刷 一道恐怖的剑光从远处而来 仿佛撕开了漆黑绝望的一道 震撼世俗的亮光 此等怨念 鱼儿等何干 这方世界都是假的 全当做一场游戏不就好了 扑扑扑 一道道金灿如雷的剑光 瞬间爆发 仿佛神洁天将 瞬间封锁了结膜的入侵脚步 是顾颖 此时 南宫灵儿等人眼角挂着泪水 无助地站在原地 顾颖的话犹如沉中木骨 倒是给了他们一些帮助 然而那份感觉依旧在 顾颖来到他们的面前 南宫灵儿和红颜两位女生 靠在她的身上 柔软的触感 让顾颖心中一动 此时的二女柔弱绝望 顾颖的到来 如同给了他们希望 紧直笔 我好绝望啊 啊 吕浩然绝望哭诉着靠过来 被顾颖一脚踢飞了 顾颖 我们应该怎么办 现在的情况极为严重 我提不起任何斗志 那个节目的怨念深重 这份怨念领域 要将我们整个吞噬了 我好绝望啊 红峰脸色难看的说道 她的声音都在发颤 似乎那份恐惧 是从心底里传来的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害怕 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啊 这道也正常 顾颖点头 随后说道 无所谓 就算你们能够提起斗志 也帮不了什么忙 你说话真急巴伤人 一群年轻子弟们 被顾颖说哭了 无尽的绝望 也开始影响顾颖 从四面八方 开始疯狂渗透了进来 企图将顾颖淹没 可惜顾颖的心肩盘至极 那些绝望的情绪 无处可入 剑到灵心 是道心的一种类型 顾颖的剑 犹如一柄灵气通透的神剑一般 在黑暗中照亮一切 而此时 顾颖看向了那结膜 结膜 重燃境界一星级 力量 三百 速度 一百 防御 二百 怨念滋生 生命力顽强 拥有能够击垮人内心防线的怨念力量 额 顾颖又看了看自己的面板 力量 五百 速度 二百 防御 一百 悟性 一千 体质 上古至尊体 赤剑灵体 仙术 万剑雷结 完全就不在一个等级的好吗 的确 重燃境界应当强大 可那是针对那些初始力量 仅有几十点的蓝色 紫色天赋者来说的 针对于初始力量 就有五百点的固影来说 简直是弱不禁风 嗖嗖嗖嗖嗖 剑光呼啸咆哮 瞬息之间 全部落在了那结膜身上 结膜怒吼一声 强横而狂暴的防御力 硬汉固影的剑光 然而下一刻 扑痴 五百力量点加持的剑 你怎么扛 一剑削去那结膜的肩膀 煞世间漆黑的血液 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的诡异 结膜还想前进 定 一道剑光盯到那结膜的身影 他瞬间倒地挣扎 想要挣扎着爬起来 结果顾影的剑光 密不透风的坠落下来 刷刷刷刷 扑扑扑扑 渐渐光芒灿烂 将那结膜死死的 定在了大地之上 随后顾影那把生锈的长剑上 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神圣纹路 在这漆黑的暮色下 瘦瘦瘦 磅磅的剑光 犹如大劫一般降落 因为顾影的先天神圣 惊雷灵根 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出灵气 仿佛万道金色的雷刺 从天而降 成功击杀结膜 恭喜你们成功生存第一晚 获得奖励 勿草 这就成功活过了第一晚了吗 各家子弟 从那种绝望无助的状态下解除 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 听着那系统的播报声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们被绝望的怨念轻扰 看到了一颗怦然跳动在剑道上通透的道心 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 随后顾影一剑一剑地飘出 将那杰磨直接打崩了 完全碾压 这就是赤色天赋吗 他们此时看向那黑袍顾影 长发随风飘舞 手中的生锈长剑 却在不断向外渗透凛冽的剑气 金灿的雷霆环绕周身 显得神圣威严 林儿姐 严姐 杰磨死了 结束了 要不 你们先下来 吕浩然此时弱弱地说道 咋了 红颜面色不善地看向吕浩然 一旁的男公林儿也瞪着美眸看着他 他们两个依偎在顾影的身上 别提多可靠了 这个男人 就是能给人一种该死的可靠感 这俩人还是从顾影的身上下来 杰磨尸身 可用作鲜火燃烧 作为鲜火燃烧的材料 提高鲜火的效果 丁 针对击杀者 可开启神能选择 是否开启 开启 神能选择面板开启 神选一 前世之音 随机获得一本前世所掌握的剑道武学 并自转为仙术 神选二 通透剑星 剑道悟性加一百 神选三 点燃剑道类型神井灵台速度翻倍 这就是神选面板 有点类似于顾影以前玩过的肉鸽游戏 核心是一切随机 只不过神选面板 大概是因为顾影身上 已经有顶尖神井灵台的剑道特质 所以随机出现了两种剑道神选 顾影忍不住点了点头 前世武学 如果说这里面的设定是他们 穿越到了这个末世当中 那么前世武学 也就是在鲜火神明的景地之外 顾影所掌握的武学 他回想了一下自己目前掌握的武学 随后决定选择神选一 神选二的话 顾影觉得自己的剑道悟性 再增长的一百点 也没有什么帮助 而神选三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顾影的上古至尊体 以及高达一千点的悟性 就算是顶尖神井灵台 都是直接点燃 那就只能选择神选一了 顾影选择神选一 刷 正在随机抽取武学中 抽中武学 中灵剑身 转化仙术中 仙术转化成功 恭喜成功领悟顶尖仙术 万灵重月剑道真身 运气不错 直接将顾影所掌握的 两种最强大的紫色剑道武学 给抽中了 中灵剑身 原本乃是降灵 一道巨剑 而现在被转化 成为了顶尖仙术 犹如山月一般的剑道 真身降灵 轰杀一切 不少人艳羡的看着顾影 神色各异 顾影大哥是我们之中最强的 与赤色天赋者比起来 我们这些人 当真就如同废材一般可笑 诶 或许真该听灵儿姐 先前所说的那件事 我外出探索 主要目的为顾影大哥提升实力 提高个人上限 才能在这个景地之中 生存的时间更长久 这句话一出 很多人神色各异 他们还是想要提升自己的 谁都是有私心的 毕竟最终的奖励分配 不知道是会根据团队整体分配 还是根据个人贡献去分配 所以没人搭话 而顾影自然也无所谓 他从没有将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 或许顾影的这种心态 才是真正的强者心态 永远相信自己 永远只相信自己 一晚上的时间 大家也都没闲着 都在探索 顾影倒是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不断地搜集铜钱 他总觉得铜钱的积累 会在日后给自己一个惊喜的 顾影大哥去探索了 我们现在集合在这里是 必须要商讨一个结果出来的 红颜翘脸严肃 随后看向此处的所有人 我知道你们都有私心 只是你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依靠我们这些蓝色天赋者 紫色天赋者 是没可能在这仙火神冥警地之中 生存太久的 第一天晚上的浩劫 都已经如此恐怖了 那么日后呢 而且我有预感 这个警地没那么简单 浩劫会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 到时候我们是接不下的 唯有将所有筹码 都压在顾影身上 唯一的赤色天赋者 先前那些NPC的反应 你们应该也都知道了 如果说仙火神冥警的是个生存游戏 所有人挑选自己的牌进行发展 那么顾影的牌就是开局王牌 蓝宫灵儿此时也缓缓开口说道 所有人顿时沉默了 铜币加四 铜币加十四 铜币加五 顾影乐此不疲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铜币持有量 已经达到了三百枚 也是露出了笑容 而就在此时 顾影忽然眼前一亮 你发现了一处修仙者的私房钱窝点 啊 面前一个小土包 伴随着微风吹拂 竟然散出金色的光芒 修仙者残念出现 他将守护他的私房钱 你已斩杀修仙者残念 一道冤魂出现 嘴里大喊着别动我的钱 结果被顾影一键砍得魂飞破散 顾影翻开那小土包 铜币加二九三枚 草 富有啊 老铁 顾影朝着那魂破消散的地方 竖了个大拇指 如此一来 顾影也就拥有六百零三枚铜币 一夜时间 顾影继续搜集 铜币持有量 终于破千了 而第二日清晨 天才刚蒙蒙亮的时候 第二日终于来到了 浩劫过后的龟须神空 似乎有焕发新生的势头 可惜大道已经崩塌 除非出现新的神明 天地怨念四起 恶鬼邪鬼滋生 今日风和日丽 飘渺神宗已只上来了五只小鬼 他们身材消瘦 体态渺小 却背着重重的箱子 无鬼运才 致 请所有人立刻到山门前 选择是否开启宝藏 无鬼运才 这玩意都有 顾影眼眸中爆发金光 随后朝着山门外走去 等到他赶到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很多人来到了这里 一个个愁眉不展 该死 开启宝藏 竟然需要五百枚铜币 这铜币是什么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看到 哎 果然啊 这些最开始出现的东西 大概都是给我们看看而已 是完全拿不到的 估计我们要努力 搜几个老半天才能得到吧 他们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南宫灵儿也露出无奈的神色 在外面南宫家财力惊人 可如今在这里 他兜里比脸都干净 我昨天倒是捡到了几枚铜币 然而想要开启这宝藏 还真是天方夜谭 靠 也太贱了吧 明知道我们开不起 这小鬼刚才还把那宝箱 欠开了个奉险 这是在羞辱我呢 他们无语 准备转身离去 而就在此时 顾盈走了过来 敲了敲宝箱 随后将一千枚铜币抛了过去 哗啦哗啦 铜币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五只小鬼欢天喜地地转了几圈后 然后将那宝箱咔嚓一声打开 顾盈打开无鬼的宝藏 开启无鬼轮盘 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丁 抽奖结束 恭喜您成功抽到 随机神井禁地进入资格 恭喜您成功抽到 缥缥神宗地图 好家伙 玩抽奖是吧 周围的弟子们露出震撼的神色 神井禁地是什么 禁地 神井禁地确定中 万箭深渊 藏有万箭之地 皆为诸天万界强者所铸造 其中夹杂无数剑道先帝传承 是否立刻进入 祝 神井禁地乃是生灵禁区 任何生物进入其中都必死无疑 但是相对应的 也蕴含着至高密宝 请慎重选择 所有人面面相去 生命禁区 先帝传承 景哥 杂选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顾颖 而顾颖毫不犹豫 割完的就是刺激 进入 上古至尊体 无所畏惧 万箭深渊 听着名字 就让人不寒而栗 生灵禁区 就是说 没有任何生灵 能够活着走出生灵禁区 这的确可能 是一个惊天机缘 但是无鬼运才俘获不知 这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 以千万禀先帝之间 化作的诸天深渊 这仅仅只是听着介绍 都可以感受到 那其中的更恐怖之处 出现了 伴随着顾颖那边 选择了进入之后 煞世间 天空裂变 仿佛一道从一时空 横冲直撞而来的 一道悬空深渊 银灿辉煌 将整个浩劫后的 龟须神空 都披上了一层银装 那刺目的光芒 让人无法睁开眼睛 万剑齐鸣 冲天而起 刷 一道光芒渗透进来 随后将顾颖笼罩 顾颖消失在原地 被那光芒裹挟着 进入到了天空中的 万剑深渊中 啪哒 顾颖落地 发现自己正 站在一块悬空之石上 那就是无数先帝之剑 伴随着所谓的先帝 征战一声 然后尽数葬在了这里 剑本杀伐之气 这么多最顶级的剑气 镇压在此地 当真是可怕啊 顾颖忍不住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下方 无数柄灿烂的先帝之剑 哪怕被沉在此地无数年 依旧灿烂至极 化作深渊 舒尔颤动剑鸣 向上征腾无尽的杀伐之气 冲破云霄 肃杀冰冷 先帝到底是什么境界 又该会多强啊 此时 各家子弟纷纷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难以想象 那里面每一丝一毫 渗透出来的冰冷剑气 都化作洪流 将天帝冲垮 这片本就破烂不堪的天穷 正在苦苦支撑 那是代表着剑道的至高成就 处于这样的生灵禁区之中 当真有人 能够从其中走出来吗 顾颖大哥还是太勉强了 这里虽然只是景地 但是若是在这里面死亡 也就是真正的死亡了 煞时间 他们纷纷为顾颖担忧 果不其然 当顾颖站在那里后 整个万剑深渊 都感受到了这个外来者的气息 煞时间 无数先帝剑高亢齐鸣 剑鸣之音 犹如雷霆鸣动 长龙咆哮 剑道洪流奔涌 朝着顾颖冲来 要将顾颖彻底淹没在这剑道的海洋当中 顾颖尝试着激活赤剑灵体 结果赤剑灵体 瞬间被那可怕的剑海 冲击得近乎于瘫痪 这让顾颖意识到 赤剑灵体虽然也是剑道体质 可与这些真正的最顶级的剑道大地比起来 简直就如同蝼蚁一般 他轻叹一口气 看来 还是得王对王 顾颖的上古至尊体 近乎于完美的被激活 煞世间 顾颖浑身出现可怕的纹路 背靠青天 在那无尽虚空之上 似乎凝聚而成了一道可怕的身影 上古至尊体激活 上古至尊体天赋异象 神圣至尊香 激活 上古至尊体天赋场域 万古青天 激活 上古至尊体天赋道基 大势不朽道基 激活 煞世间 顾颖犹如一颗完全点亮的世界树 背靠神圣至尊象 撑起万古青天赏域 宛如不朽的万古道基 迎接那剑道海洋的冲刷 刷刷刷 顾颖不动如山 您经历见地杀气冲刷 血液沸腾 获得先帝式沙领域 上古至尊体被剑气填满 一种新的体质 超脱于您的上古至尊体质上 剑道长明体 剑气加1000 剑气加1000 剑气加1999 剑刚等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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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刚九层大圆满 剑气加1000 您的剑刚已突破至剑意修为 剑意一重天 剑意二重天 刷刷刷刷 剑意九重天大圆满 顾颖的剑刚 直接在这剑道洪流的冲刷与洗礼之下 直接冲击到了一种无比恐怖的景地 剑意九重天圆满 顾颖感觉自己心念一动 便是万剑齐名 这就是剑意最顶尖的层次吗 他在外界的剑道修为 乃是剑刚一层 然而此时直接打破剑刚稚骨 进入到了剑意九重天圆满的境界 再进一步 凝聚无上剑道 定顶剑道之门 刷 原本顾颖只能在这万剑深渊中 被动地接受冲刷 可是现在却是不同了 他已经能够自如行动 那些能将所有人搅碎的剑气 可在顾颖的万古不朽道基面前 却无法撼动他 这方鲜火神明景帝 如同一个异世界的模拟器 而我现在已经是真正的王炸神牌开场 如此一来 如若我能走到这个景帝的最终高度 或许就能够得到这方鲜帝的真正最终宝藏 顾颖双眸灿灿 充满了兴趣 这就如同大梦一场 然而却无比的真实 这方鲜帝的真正意义就在于 你可以反复地去尝试修行路上的一些想法 在这里拥有无尽的时间 拥有无尽的机缘 无数次试错的机会 哪怕全部错误了也无所谓 因为最终都会消失 而这段经历 将会变成无比珍贵的经验保留终生 诛天见地的传长 给我起 轰隆 顾颖的剑道掌鸣体 瞬间被他完美激活 剑一九重天大圆满 瞬间点燃万箭深渊中的所有仙帝剑 扑扑扑扑 仙帝之光长鸣 刺目的光芒瞬间淹没此地 顾颖是个有胆大有气魄的人 嗖嗖嗖嗖 一道道仙帝剑化作光芒 在虚空出拓硬古老尾案的身影 那些人精彩绝艳 皆为万古岁月中最璀璨的星辰 浩瀚的仙光沐浴之下 似乎要将自己的毕生所学 全部灌入顾颖的身躯之中 您得到慧原世界 赤明先帝传承 九霄镇天剑经 您得到长霄世界 广德先帝传承 圣玄剑经 您得到万辉世界 神行先帝传承 万象森罗剑经 您得到诸天万剑 无穷大世界的剑地传承 一份份沉甸甸的恐怖剑经 此刻全部伴随着那些宏大 而毫无感情的声音 进入到顾颖的身躯之中 万事不朽到激化 做一棵称天而起的世界树 此时所有的剑地传承化 做一棵颗金灿灿的硕果 在那茂盛的枝叶下 熠熠生辉 顾颖仿佛在一瞬间 感受到了剑地们浩瀚无极的一生 波澜壮阔 机缘不断 想成帝 必须揽天帝大势入怀 在风起云涌中 寻觅蓬勃之机 观看那么多所谓先帝的一生 顾颖有感发 再回想到自己以前 所看过的那些小说里 哪个主角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顾颖的万古不朽到激化作的世界树上 结满了丰收的果实 金灿摇曳 风徐徐吹过 发出暴鸣声音 万剑肃杀而起 外界 所有人都看到了万剑深渊 那磅礴的剑光快速收拢 最终犹如浓稠的水银一般 全部吸收进入到了顾颖的体内 此时的顾颖无比可怕 似乎随便动弹一下 身上的气机都足以崩塌周遭的虚空 逆天了 顾颖大哥 这是将那万剑深渊 全部吸收干净了 这就是赤色天赋者 我感觉 他仿佛一颗星辰 将那些在我们看来 无限伟岸伟大的事 尽数吸收 他的倒机恐怖 仿佛一介之机 匪夷所思 我有预感 我们可能能走到这仙火神明的最终点 得到真正的密藏 在这里 外界一天时间 等同于归须神空的一年时间 是极其宝贵的修炼机会 蓝宫灵冷静分析道 啊 可是我们出去之后 这里的一切 应该都带不出去吧 有人奇怪地说道 可是这里的修行经验 道心历练 甚至是这里的经历 都是可以带出去的 甚至是一些特殊的感悟 你们看顾影 在这里凭借着赤色天赋者的身份 疯狂地提升剑道修为 等到出去之后 他的剑道修为也是会大增的 这是经验 两个世界体系不同 但是很多东西 都是殊途同归的 他们露出震撼的神色 是啊 接受诸天剑地传承 榨干一整个剑道生灵禁区 难以想象 现在顾影所毅力的剑道高度 而这些经验 都足以让外面的那位顾家长子 在剑道上突飞猛进 顾家本就是剑道大家 天生雷属性灵气 顾影大哥又有此造化 哎 顾家要出现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了呀 他们忍不住惊叹 万剑深渊上的光芒收敛 被顾影的上古至尊体 全部吸收榨干 所有先帝剑上的光芒 也都接近消失 生锈 然后沉入深渊 万剑深渊解除 顾影缓慢落地 身上那沉甸甸的剑椅 直冲云霄 这种感觉很奇妙 似乎她的一个念头 便能够让这片天地内的所有 与剑挂钩的东西 唯我掌握 顾影大哥 恭喜啊 他们纷纷赶来恭喜 却不敢靠近 现在顾影身上的气息 实在是太锋利了 他们感觉只是看着顾影 都有一种被万剑穿心的惊悚感 顾影略微点头 随后淡然说道 如此一来 每日的浩劫我 应当都可以挡得住了 你们只要尽情探索就可以了 所有人都激动无比 南宫灵儿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似乎每次和顾影一同进入境地 都有一种无比可靠的感觉 上次的那次佛门境地也是 道地遗迹也是 还有这次的鲜火神明 这个家伙 无论那次都在缔造奇迹 刷 顾影的身上气机增幅 随后顾影直接踏入到了重燃境 而顾影此时的战力 可不仅仅只是重燃境可以比拟的 力量 一千 速度 四百 防御 二百 悟性 两千 剑到悟性 十五万 体质 上古至尊体 赤剑灵体 剑到长明体 传承 空明剑精 万象森罗剑精 九霄镇天剑精 万象空神剑精 剑到修为 剑意九重天大圆满 仙术 万剑雷结 万灵众月剑到真身 顾影现在的面板 强大的可怕 这就是面板的恐怖之处了 顾影的面板基础太强 踏入重燃境竟然直接数据全面翻倍 顾影等人将那结膜师身化作材料 点燃在了中枢灵台鲜火之中 鲜火升级成功 南宫灵二成功点燃中枢灵台鲜火 所有修仙者解除20%修行限制 蓝色天赋者 两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紫色天赋者 四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金色天赋者 十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赤色天赋者 二十点鲜火经验值分钟 所有人的经验值 每分钟获得量翻倍 如此一来 顾影每天可以得到28800点经验值 重燃境共有9颗星级 每一个星级突破 需要1万点经验值 如此看来 一天时间大概可以提升三颗星级 三天踏入熔火境 随后 大家开始探索飘渺神宗 飘渺神宗只是一个开始 劫后的大地 应当拥有各种各样的神景灵台 我们尽快将飘渺神宗解决 我有预感 浩劫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向我们涌来 尽快提升我们的个人能力 先前顾影开出了飘渺神宗的地图 他给所有人看了一遍 让他们熟记在心中 这样可以加快他们的探索进度 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 瞎转扬 随后顾影也在继续探索了起来 蓝宫灵儿成功点燃出极神景灵台鲜火 旷日神拳 激活神拳火体 基础面板属性正50% 红蜂成功点燃出极神景灵台鲜火 大烛风 获得奇珍 烛风灵拳 喝下后 一个时辰内悟性加100 吕浩然成功点燃出极神景灵台鲜火 光明神像 激活光明体 速度加100 兽与外号 光难 一整天的时间 所有人几乎都要将 飘渺神宗内的所有触及神景灵台 都点燃激活了 实力增长飞快 呼 拥有了地图后 我们的效率快了很多 现在飘渺神宗内的所有 触及神景灵台 已经全部被我们点燃了 提升巨大 吕浩然顶着个光难称号 神色严肃地朝着这边走来 昂首挺胸 呦 光难 这个光是什么意思 速度吗 光速难 周围的人开始起哄 哼 极度让你们面目全非 吕浩然不动声色地 将光难称号隐藏 不懈地看向所有人 不过大家的脸上 都有些喜悦 显然收获巨大 顾影成功点燃顶尖神景灵台 建门窟 顾影领悟湮灭剑意 战力大增 顾影领悟诸神剑意 战力大增 靠 怎么画风忽然就不一样了呢 他们忽然感觉自己等人一天的提升 犹如大便 顾影大哥还真是夸张啊 靠 太不是人了 他们忍不住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很快 夜幕降临 杰魔入侵开始 请驱逐杰魔 若能成功击杀杰魔 那么将会得到神秘奖励 并且开启神能选择面板 天地崩 杰魔线 怨念滋生 重燃夜火 杰魔等级提升 熔火镜杰魔 这次的浩劫 竟然就是出现熔火镜的杰魔了 感受那恐怖而惊人的威压 饶势 以他们也都是面色微变 好可怕的气息 这就是第二个境界吗 到了晚上的时候 四位紫色天赋者 也成功地踏入到了重燃镜 可此时感受着那熔火镜的威压 仿佛神灵鲜火熊熊燃烧 让他们那刚刚重燃的小火苗 犹如风中残烛 然而就在此时 从飘渺神中深处 爆发出一道极快的剑光 So 剑光破空而去 四开阴霾飞雾 瞬间将那一只可怕的杰魔钉飞出去 直入眉心 扑斥 成功击杀杰魔 恭喜你们成功生存第二碗 获得奖励 杰魔尸身是最好的燃料 开启神选面板 神选一剑废之意 一切剑光出手后 威力正20% 神选二神明灵盘 现有阶段基础面板 所有属性正10% 神选三光明圣体 获得光属性攻击免疫正10% 您已选择神选二神明灵盘 目前您的基础 面板属性增加10% 从那飘渺神宗的最深处 一道声音淡淡响起 结束了 继续探索吧 这声音轻描淡写 仿佛刚刚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那可是熔火阶段的结魔 从剑光出现 到结魔被秒杀 也就几秒钟的时间而已 差距太大了 赤色天赋者 正在疯狂地拉开 与他们的距离 原本还想着我们去探索 然后将资源 全部用来提升顾影的实力 结果现在看来 我们所探索出来的东西 顾影完全不需要 他们目前的能力 也就是点燃出击神景灵台而已 就算是加持了 提升悟性的竹风灵拳 也只是一群人 点燃一个高阶的神景灵台 而听红颜说过 顾影点燃顶尖神景灵台 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差距太大了 剑门哭前 顾影看着被自己的上古至尊体 榨干道 已经没有任何灵气的顶尖神景灵台 略微摇头说道 飘渺神宗内的所有剑道顶尖神景灵台 貌似已经都已经被我点燃结束了 如此一来 倒是有点难办了 顾影忽然犯了愁 可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 原本顾影的剑道悟性是十五万 恐怖的十五万剑道悟性 这是顾影在吸收了 诸天仙地剑的所有剑气后的成果 经过审选后增幅的百分之十 现在已经变成了十六万五千点剑道悟性 到了这种悟性 我似乎已经可以参悟虚空奥秘了吧 顾影忽然点头按道 第三日 劫后的大地已经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 可大道已经崩塌 代表着真正的生机已经全部荡然无存 哪怕复苏 也会伴随着一场充斥着湮灭的劫风 而重新覆灭 今日的各家子弟依旧在不断地探索 很多人组成了小队 开始一同点燃高阶的神井灵台 各自的境界与实力的提升也都不错 而南宫灵儿等人却是不同 我们目前开启高阶神井灵台的速度太慢了 倒不如剑走偏锋 搜集铜币 铜币作为货币 除了无鬼运材之外 或许还能够有其他的功效 也说不定啊 南宫灵儿不愧是出身于南宫世家 对于钱财之类的事很是敏感 也极感兴趣 几个人开始搜集铜币 他们一共五个人 一天下来能够搜集个近一万枚铜币 收获颇风 而顾颖则是放弃了点燃神井灵台 反而是站在一座山峰上 开始眺望这片被浩劫覆灭的大地 见到悟性就是它的底牌 刷 顾颖官烟灭天象 心有所物 醍醐灌顶 领悟毁灭建议 顾颖官野草复生 心有所物 醍醐灌顶 领悟斩星辰建议 顾颖官野草被截灰淹没 心有所物 醍醐灌顶 领悟寄神建议 顾颖官大日东升 心有所物 醍醐灌顶 领悟神日建议 顾颖反官大日息坠 目气滋生 心有所物 醍醐灌顶 领悟神允建议 顾颖官一日之间 有关于顾颖的消息推送 大概足足累积了得有个上千条 导致南宫灵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看什么都能领悟建议是吧 你看那小草生长 又被风吹灭 就能领悟顶级建议 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您的所有建议 以晋升至建议九中天大圆满境界 顾颖收回眸光 感觉眼睛有点干涩 见到悟性拉满 就是这么牛叉 能将一切所观看到的事物 全部归结成为建议之中 然后领悟顶尖建议 目前我一共掌握了1923道建议 都已经晋升为了 建议九中天大圆满 距离凝聚建议只差一步 然而建议没那么容易凝聚 需要融合所有建议才行 我感觉还不够 我应该将建议数量 提升到1万道以上 再开始融合 夜幕降临 浩劫幼稚 顾颖一箭飞出 斩灭所有结魔 轻描淡写 随后就继续闭关 第四日 顾颖凝聚三千道建议 而各家子弟 依旧在点燃高阶的神井灵台 现在的进度 已经差不多点燃了一半的进度了 顾颖已经完全 与我们不同了 我们在点燃神井灵台 而顾颖 却是直接开始关天地了 大概这就是物性满集吧 太妖孽了 咱们就只能依靠这竹风灵权 来提升点威莫的悟性了 他们直戳牙花子 为之震撼 第五日 顾颖又凝聚了一千三百道建议 第六日 顾颖的建议成功抵达一万道 顾颖强行凝聚一万道九重天圆满建议 融合建道成功 恢红的建道仿佛大日东升 一道宏大的银色建道 压盖天地 遮天蔽日 刹那间 似乎整个鲜火神明景地都沸腾了起来 鲜火神明景地的主旨 其实就是在一片劫后的大地上生存 通过不断地探索 点燃鲜火 来对抗即将降临的末日灾难 按理来说 这是地域难度的生存模拟啊 结果 现在出了个开挂的 凝聚一万道圆满九重天建议 融合出建道 这是修仙 生存模拟第六天 能够出现的状况 第二阶段篡改开始 融合出了建道之后 顾颖的篡改天眼又一次发力了 这一次 倒是让顾颖更加期待了 第一次顾颖获得了基础面板一百连抽 抽出了拥有上古至尊体的赤色天赋面板 直接就是王炸开局 而现在第二阶段篡改终于来了 顾颖神色期待 篡改 建道升空 成为新的天道 屹立在归须神空内 强行更改鲜火神明景地路线 顾颖在短暂的错愕后 大概理解了 这个建道升空是个什么意思 顿时大乎离谱 这是直接篡改整个景地的本质了 本质应该是 点燃鲜火 成为神明 重燃大盗 给这个世界赋予新的生机 而现在 则是直接将建道顶替最终鲜火 如此篡改 我直接另类成神了呀 顾颖忍不住点头 比较喜欢这种横推的效果 简单来说 这方世界的鲜火是最终大盗 要在鲜火上成神 也就是说 要将重燃 熔火 目到这条境界路线走到极致 顾颖的见到境界 已经依靠上古至尊体 刷得近乎圆满了 可惜他本身的境界 才只是刚刚达到熔火一星而已 这就是到不同的问题 现在直接将剑道篡改为 最终唯一天道的话 效果可想而知 顾颖的见到 已经可以称之为神了 祝 此等篡改 可能会引起 鲜火神明颈地规则反扑 慎重选择 无需多说 顾颖直接选择篡改 刷 刷时间 整个鲜火神明 规须神空剧烈地震战了一下 所有人心有所感地抬起头来 好奇怪的感觉 发生什么了 好像有大事发生 顾颖凝聚了见到之后 整个规须神空就开始颤动了 我感觉我自己的境界 似乎出现了问题 好像身上的气息 运转得都极为艰难了 此时 南宫灵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忍不住说道 怎么回事 我的重燃境界消失了 现阶段 面板也回归最基础的面板属性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刷 数据错误 规则遭遇神秘力量入侵 被篡改 鲜火数据丢失 神秘数据植入 一连串的错误声音宏大响起 所有人都来不及思考 见到鲜火升空 新规则秩序以建立 丁 神剑六境 剑气 剑刚 剑翼 剑道 剑语 剑咒 最终隐藏任务取消 丁 检测到剑道集人物固影 现最终隐藏任务已出现 一 点燃最终剑道鲜火 零妖 二 归须神空中有人踏入剑咒境界 零妖 三 成就宇宙集见到真身 零妖 四 领悟宇宙集见到真意 零妖 原来如此 看起来 原本这个副本 我们应当是要达到木道最终境界后 才会开启最终隐藏任务的 如此看来 还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境地啊 怪不得外面一日 此地一年 达到木道境 也才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常人进入此地 能将景地探索个十分之一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 我要将这个景地完全探索 顾影眸光闪烁 而南宫灵儿等人都已经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他们还以为是顾影太逆天了 修为静静神速 凝聚出了剑道 导致整个仙火神明景地数据错误 离谱 大概这景地规则都没预料到 这个赤色天赋者 会逆天到这种景地吧 的确 毕竟强行把一个神景景地 直接榨干的人啊 打破一切认知了 他们震撼 大道重建 升级回归 归需神空开始加速 外界一日 此地百年 时空流速加快了 仙火神明景地 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新增大势之威 域外来敌 每百年年末 都将会有神秘域外大敌 从界门外降临 请尽快发展势力 抵抗域外来敌 时空流速增加 整体长度拉长 天地怨念消散 焕发新生 开始有新的生灵 被大道繁衍 降生 蔓延 顾影降落在地上 随后说道 这倒是有点创世的意味了 这个仙火神明景地 还真是有趣 此时顾影说话 都有大道盘旋之音 震得他们这些肉体 繁胎一个个都头晕目眩 顾影直接就成为 见到极远物了 这个仙火神明景地 类似于模拟我们 进入到异世界后的修行之路 只不过没想到 竟然如此完备 拥有数个阶段 不过我们所能探索的越多 也就代表着 我们能够获得的好处 也就越多了 南宫灵小脸上 闪烁着激动的神色 而且 我们现在有大跌了呀 红风满脸的激动 顾影 直接进入剑道集 剑道六境 顾影现在已经在第四个境界了 下一个剑道境界 竟然就是剑雨和剑咒了 那应当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境地了 丁所有规须神宗神景灵台全面点燃 所有修仙者解除全部修行限制 蓝色天赋者 十点剑道经验之分钟 紫色天赋者 二十点剑道经验之分钟 金色天赋者 五十点剑道经验之分钟 赤色天赋者 一百点剑道经验之分钟 直接状态拉满是吧 顾影的篡改 直接便将鲜火神明景地 给推进到了最终阶段 现在效果全开 针对所有人 此时外界 南宫世家这边 各家的长老都在等待着天骄们的回归 现如今才过了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顾天神目露期待 同时也有些担忧 他总觉得 顾影会给所有人带来真正的惊喜 然而理智告诉他 这个鲜火神明景地没那么简单 诸位长老 此番来我京阳城 路途遥远 辛苦了 南宫校朝着他们说道 这些都是 各家能够真正拿出决策的十全长老 尤其是顾家的顾天神 可是一尊货真价实的神丹静强者 他要好好招待 顾天神露出笑容 然而却说道 对不起了 南宫家主 我待不了太长时间 将小景送入景地 我就得回顾家了 顾家还真是忙碌发展 拼命的很 一刻也不停歇 南宫校忍不住说道 顾家现在的发展很神秘 据说每天都有大动作 顾天神苦笑道 南宫家主别打去我们了 小打小闹罢了 不过最近顾家的确有些事 灵吉门正在调查我们 如今也不与各位多说了 有需要的时候 还望各位能够帮把手 那是自然 灵吉门 那貌似是一个发展 很强的八品宗门 怎么忽然开始调查顾家了 这些长老们有些奇怪 然而显然顾天神 并没想多说什么 灵吉门 是曾经济家纪元的宗门 如今距离纪元被偷逝后杀死 已经过去了 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了 现在灵吉门开始调查纪元 结果发现 纪家没了 最近开始 对顾家调查 纪元一个普通弟子 按理来说 本来应该不会引起 堂堂八品宗门这样的关注 关键就是 纪元学会的亲戚灵神诀 毕竟是八品势力 所以 顾天神要处理的是很多 不能在外面多待 一天时间 他处理完了这边的事 回到了顾家 严阵以待 外界一日 内里百年 一百年就这么仓皇度过 就连南宫灵儿等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百年间 归须神空恢复生机 犹如野草一般野蛮生长 各地开始重新出现修行者 这种生长速度 有点非比寻常 应该是幕后有规则之力 在支撑 倒是有些难以置信了 南宫灵儿 轻叹一声 飘渺神宗 所有神景灵台全部点燃 他们在这一百年间 也都踏入了建议境界 最优秀的南宫灵儿 等四子色面板的修行者 都已经建议九中天的境界了 飘渺神宗 在七十年前重开山门 招收弟子 他们这些原本孤苦伶仃的人 现在也都成了这神空 第一建宗的顶梁柱 离谱 这个景帝竟然让我有一种 度过余生的滋味 老夫才不到二十岁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他就是洪峰 只不过洪峰没踏入建议境界 还处于建纲阶段 在这里一百年的时间 已经让他有些苍老了 嘿 十七长老又发颠了 十七长老总说他才二十岁 哼 我爹当初在神宗修行的时候 就听他这么说了 不少路过的弟子议论纷纷 不过却也不敢大声 而今日 飘渺神宗似乎正在筹备着什么 今日清晨 飘渺神宗拉响战备警报 貌似有外敌入侵 这有些奇怪 这百年来 貌似龟虚神空 始终都极为安宁 没出现什么战争啊 听说清早有人看到 南宫副宗主毅力山巅 跳往虚空 眼中的神色似乎有些担忧 但是总感觉 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的回归 回归 难道是咱们那位一百年 也没有路过面的神秘宗主 现如今 见到是龟虚神空那主流 百年时间 各大剑宗横空出世 一切都在飞速发展 而飘渺神宗 却是当之无愧的剑道鼻祖 里面的每一位强者 都是剑道中的大家 尤其是在修炼衣史 这些人外出传道讲法 犹如将剑道火种 播撒在整个龟虚神空 然而飘渺神宗 却始终有一个传说 那就是那位神秘的宗主 传说中 那位宗主早在百年前 就已经达到剑道的恐怖境界 这百年内无人超越 行踪神秘 甚至有传言说 现如今这方剑道世界 都是因为那位宗主 融合万千剑意 融合成无上剑道 以托虚空 焕发出了天地生机 然而 这些都是传闻 不知道是否真实 蓝宫灵 毅历山巅 百年已过 大势之危将要降临 欲外来敌 而现在的龟虚神空 虽然重新焕发生机 可是毕竟才只是 发展了一百年而已 能挡得住吗 这一百年过得如梦似幻 时间分明在流淌 可他们就是觉得 过得很快 好像一眨眼的功夫 就已是十年度过 顾颖在百年前出走 龟虚神空 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归 我们在这里 将飘渺神宗建立而起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南宫灵的眼眸中 泛起淡淡的思念 怀念起了有顾颖在的日子 这一百年间 他们这些结盟世家中的子弟们 通过合作 关系也都越来越亲密 同时也都极为了解彼此 而顾颖始终都是他们心中 最可靠的人物 灵儿姐 飘渺神宗备战完毕了 另外 现如今龟虚神空内 最近兴起的几大剑宗 也都通知了 欲外来敌 几大剑宗都是最近兴起的宗门 内部也都有剑一级的顶尖高手 只不过对于欲外来敌 他们还是有点怀疑 欲外来敌是真的假的 从归须神空外来到这里的敌人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有多强大 飘渺神宗作为神空第一宗 乃是最开始播种剑道火种的宗门 他们知道的应该会多一些吧 难道还能出现剑道级的强者不成 有人环抱双肩 眼眸中带着淡淡的不屑 跳往虚空 可忽然间 死了 虚空被撕开一道缝隙 仿佛有人从门户外走来 无尽地剑道气息奔涌苍穹 这些身影神秘至极 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威压 欲外来敌降临 仅统筹归须神空世界力量 抵御外敌 来了 南宫铃 瞳孔收缩 剑道级神秘强者 煞世间 整个归须神空内的所有人 都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感受到了那股阴沉宏大的压力 逐渐陷入了绝望当中 剑道级强者 需要在达到剑意九中天圆满后 凝聚出不同的最少一百道剑意 每一道剑意 都需要常年累月的领悟 才能感悟而出 一百道剑意 他们想都不敢想 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 足以让世界绝望 欲外来敌 浑身散发着让人绝望的气息 他披头散发 似乎闯入此界 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然而此时一对星红的眼眸 盯上了所有人 灰红的剑道 从煞时间 让整个龟须神空剧烈的颤动 剑道级人物 我们整个龟须神空的剑修 都是依靠一条无上的剑道 来修行的 这如何让我们应对 剑道极强者 我感受到了无限绝望的气息 剑道极威亚 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 所能抗衡的 缥缈神宗呢 他们似乎提前预知了这场危机 他们有没有应对的办法 周围的所有剑宗 头皮发麻 如果说 他们所在的 世界所有修行火种 都是依靠一条剑道 那么此 龟须神空的最终剑道 虽然没有那剑道那么恐怖 但是这依旧是 另外一个层次的水准了 缥缈神宗内 所有人露出骇然的神色 这就是当初 他在六日时间内 踏入的境界吗 百年已逝 当他们在百年之后 遇到剑道极强者 才意识到了 这个境界的可怕 龟须神空 以当初顾影凝聚的剑道为中心 发展百年 如何能够对抗剑道极强者 当初的顾影 用六日时间 达到了我们百年 都达不到的高度 他现在在哪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域外强敌 雷河 剑道极 凝聚452道剑翼 来自位于浩瀚大雨中心的 圣雷穹雨 请抵御外敌 凝聚了452道剑翼 来自浩瀚大雨 那是龟须神空之上的事件 浩瀚大雨 在那灿烂星河之中 这种层次的人物 降临龟须神空 果真是毁灭及打击 此时 那道伟岸的身影 屹立在天穷深处 他似乎在从另一个维度降临 分明已经看到身影 却依旧在十万八千里之外 遥远的星河灿烂 这个场面极其震撼 终于 他走入这个世界 弘大的气息 压盖整个龟须神空 所有人惊悚地抬起头来 渺小的世界 沙哑的声音响起 隆隆作响 仿佛携带浓郁的道运 震耳欲聋 那身影走入这方天地 龟须神空的天穷之上 掀起涟漪 犹如一朵盛开在虚空中的花朵 这就是降维花吗 因为我所处于的境界 与这个世界的极限时平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奇观 不过他抬起头来 仿佛看到了虚空中的剑道 微微皱眉 好弘大的剑道 如此渺小的世界 竟然拥有这么高等级的剑道 他的气息扫过这方世界 确定无危险后 也才松了口气 哄 他一箭斩出 弘大的剑道 化作赤圣的剑道星河 将这片大地一分为二 无数生灵被碾成积粉 那些都是归须神空 在百年之间 用最快的速度发展而出的生机 被这一箭几乎斩灭 开护宗大阵 这些年 飘渺神宗也有准备 他们做了太多太多的任务 获得了许多奖励 就是为了今日 轰轰轰轰 飘渺神宗所有的顶尖神颈灵台 全部轰鸣作响 升腾光芒 然后汇集在一起 形成一方巨大的防御大阵 剑光展在大阵上 爆发赤圣的光芒 所有神颈灵台 全部暗淡无光 还好 挡住了 咦 域外强者雷河 露出奇怪的神色 似乎没想到 这方世界 还有生灵 能够挡得住他的一箭 有趣 能挡住我一箭 说明这方世界里的生灵 还是有着不小的潜力的 可惜你们生长于此 小小世界 异渝之地 完全体会不到 外面世界的宏伟与伟大 与圣雷穹雨比起来 这里犹如粉尘一般 微不足道 他的声音中 夹杂着淡淡的骄傲 出身于圣雷穹雨 他蔑视这些卑微的蝼蚁 这第二箭 世界该毁灭了 轰隆 他尚未出见 气息已经要压得 整个世界崩溃 南宫林儿等人 露出绝望的神色 就要结束了吗 他们努力百年的成果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还真是可笑啊 绝望 第二箭横空而至 更为灿烂地见到星河坠落 蕴含四百多种浓郁的剑意 每一道剑意 都爆发可怕的韵味 似乎在背后 轰托出无尽的神像 有仙兵仙将 有七彩祥瑞 有深渊魔鬼 的确结束了 雷和叹了口气 觉得索然无味 可就在此时 啪哒 雷和头顶上的虚空 忽然荡漾起涟漪 降维花 难道又有穷语强者要降临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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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和头皮发麻 一朵又一朵 降维花盛开在那虚空之中 随后以一种 无法置信的速度疯狂蔓延 野蛮生长 刹那间 整个龟虚神空的天空中 都被诡异而妖野的 降维花扒满 检测到羽疾强者 正在降维中 生命质量太过宏大 龟虚神空即将崩塌 崩塌度2% 5% 13% 这是怎么回事 羽疾强者降维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生灵 要降维到这个芝麻大小的神空呢 雷和听到羽疾强者 即将降维下来 惊恐至极 见到极往上一步 就是羽疾强者 但是要知道 差距太大了 圣雷穹雨 就是依托于一位剑雨 及伟大生灵 所凝造而出的 剑到神雨之中 龟虚神空颤动 时空碎片开始脱落 好像难以承受 那股宏大的气息 开始整个崩塌 龟虚神空即将崩塌 崩塌度 42% 63% 78% 大概那生灵 越来越近了 崩塌度的速度 正在猛涨 又有更可怕的强者 要降临了 这方世界都要崩塌了 天哪 那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生灵 仅凭生命质量 都让我们所在的世界难以承受 即将崩塌 崩塌了 要崩塌了 我看到时空碎片 我看到空间乱流 整个世界都开始被黑暗笼罩吞噬 到头来 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所有人绝望 痛哭 就连南宫林儿等人都脸色发白 这一切给他们的震撼是恐怖的 世界即将毁于一旦 可就在此时 是我 龟虚神空他不了 一道温和的声音 却无形中带着至高的威严 从虚空中坠落 刹那间 南宫林儿等人 全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这声音 圣雷雨主 雷河惊呼一声 即将崩塌的龟虚神空 忽然停止崩塌 一只无形弘大的手掌 扣住龟虚神空 雷河此时完全无法想象 圣雷穷雨依托于雨主 而此时这位雨主 竟然降临于这样一个 微臣一般的世界 而且 好像还与这方世界中的 那些蝼蚁认识 这超出了他的想象 你终于回来了 南宫林儿露出了笑容 激动不已 顾影回来了 雷河称呼顾影为圣雷雨主 这说明顾影现如今 已经是剑雨集的存在了 这一百年 你创建了圣雷穷雨 红颜站在飘渺神宗内 露出惊骇的神色 嗯 我在五十年前 达到了剑雨集 三十三重神雀巅峰状态 可惜踏入剑咒 需要凝结见到神咒 包容无数剑雨 还是有些困难的 我需要时间 雷河脸色惨白 剑雨集需要吞噬一万颗星辰 打造神明天雀 而圣雷穷雨 一直都处于灿烂星河中 最可怕的穷雨 就是因为圣雷穷雨 有一位无上于主 身份神秘 出身未知 可每次出手都惊骇世俗 剑雨集三十三重神雀巅峰 这是个无法想象的境界 破 一道宏大的气机降临 雷河连惨叫都发不出 直接化为虚无 你们不用担心 欲外来敌的问题 我走出归须神空后 便失去了这方坐标 这次也是跟着规则之力 才找到了这里 尽量发育吧 给我无穷的时间 我将完成最终的任务 顾颖的声音宏大至极 却也让南宫林儿等人 无比振奋 这就是开挂的感觉 而他们有一位 开挂的大爹带着 他们才只是建议 九中天的存在 还在顾颖百年前 所留下的世界中发展 而顾颖 却已经着手创造 终极神咒了 整个归须神空震撼 我们的世界 如同微尘 一般渺小 依托于剑道 而剑雨集强者 创造无上穷雨 饱含亿万个剑道世界 刚刚那位存在 是飘渺神宗 那位神秘的宗主 他所创造的穷雨 已经是星河中 最昌盛繁荣的一个了 创造终极神咒 所有人震撼 然而很快就被人遗忘 这次浩劫 归须神空还是损伤惨重 大量的生灵被斩灭 然而在鲜火神明的 时空流速下 似乎生灵的繁衍问题 很轻易 不过短短二十年的时间 人口又被补充完毕了 此时的顾颖 位于星河之中 赤色天赋者 先天神圣 已经是这个世界 天赋与悟性的极致 其他剑与极强者 都已是数十万年盗年之灵 然而顾颖 却只用了一百年 就已经站在了他们的顶端 创造终极神咒 没那么容易 顾颖略微皱眉 百颗星辰在周身炸开 现如今 他浑身神异 稍微一点举动 都足以影响无数个世界 他开始第三阶段篡改 将时空流速又一次拉长 现在外界一日 等于那里千年 他开始吞噬星辰 有不长眼的剑与极强者 赶过来骚扰 便都被他一箭斩灭 然后抽出倒机融入几身 接下来 时空开始疯狂流速 对于顾颖来说 好像一个眨眼一般 当生命体积足够庞大 时间似乎也变得臃肿了起来 而龟须神空每百年的浩劫 都会在外来强敌 抵达龟须神空之前 就被顾颖捏得粉碎 第531年 顾颖吞噬亿万星辰 凝聚终极剑海 第741年 顾颖自毁万古不朽倒机 涅槃重生 重新塑造原始至尊剑体 剑体倒机质量太过庞大 差点将圣雷穹羽压塌 他单手托原始至尊剑体倒机 单手斩杀一百位剑羽级强者 收复一百座穹羽 全部化为至尊剑体之基础 第1242年 顾颖天赋太过强大 引来降维而来的神秘剑咒级强者 一百座穹羽即将被打得崩塌 顾颖悟出创世原始第一剑 跨层次维度诛杀剑咒级强者 第2313年 顾颖已于剑咒级无敌 然而却始终无法凝聚终极剑咒 很多剑咒级强者猜测 因为他的体质太过恐怖 所以导致了他的剑咒始终无法成形 甚至一旦成形 将会自动吞噬天地间所有神咒 化宇宙为唯一 第3000年 顾颖整合星河内所有穷羽 融合全部剑羽倒机 很多人看到这位伟大的羽主 在虚空中叹息 似乎在为什么是发愁 顾颖强行剥夺了一位剑咒级强者的倒机 盘坐百年 凝聚出剑咒级剑道真身 谈指间 与内八荒所有剑修共主 第5000年 那位圣为于主隐世了 似乎要将大事交给后辈 同年 八位先天至尊于不同的剑羽崛起 他们遭逢大难 迎难而上 逆天而行 犹如生来的主角 滚滚大事办在其身 为人惊叹 第6000年 千年时间 八位先天至尊已于剑羽境内无敌 名画33重神阙 第7210年 八位无敌的剑羽至尊遭逢一场恐怖的大战 随后八位景象陨落 有剑羽及强者找到了八位的尸体 发现他们的至尊倒机都被剥离出去了 有人怀疑是当年的那位圣为于主出手了 更有甚者阴谋论 这八位至尊乃是那位培养出来的祭品 培养出八道先天至尊倒机来给自己吞噬 第802年 顾颖开天辟地 整合十万穷羽 全面打通 第9021年 顾颖踏入剑咒境界 凝炼出终极神咒 直接覆盖一切 无数神咒强者自行消亡 化为虚无 连惨叫都发不出一声 顾颖以宇宙无敌 南宫灵儿等人一直听着顾颖的传说 然而顾颖早就已经对他们 犹如天道之上的天道一般的存在了 这就是赤色天赋 这就是先天神圣 顾颖屹立在虚空之上 1.点燃最终见到鲜火 012.归须神空中有人踏入剑咒境界 11.3.成就宇宙及见到真身 11.4.领悟宇宙及见到真意 0.1.顾颖盘坐 天地震动 万物崩塌 无尽的剑气 犹如亿万流星划破虚空 随后在虚空中长明不休 在百年后化作一道道圣道神剑 随便坠落一剑 都足以引起天地宇宙的无数强者厮杀 一念而亿万剑生 顾颖领悟了宇宙见到真意 最后该点燃见到鲜火了 他的肉身无限膨胀 化为宇宙不朽 那是什么 那是咒主 当时唯一的咒主 亿万剑修都是蒙其庇护 才得以修行的 他的一生何其惊艳 充斥着无数的不可思议 据说原本天使分开的 分为无数个穷与神咒 结果被他全部融合成了唯一大事 感觉他看着我们的目光 毫无感情 仿佛在看着容器里的蚂蚁 而此时 顾颖点燃宇宙中的最终鲜火 鲜火神明景帝已完全通关 即可退出鲜火神明景帝 景帝通关平级 完美级 恭喜顾颖咒神已获得顶尖金色圣品特殊类武学 不朽鲜火 恭喜顾颖咒神已获得金色剑道武学 空明剑道真身 恭喜顾颖咒神已获得金色套装 规须套装 一个金色三连 直接将顾颖拉回现实 好像做了一场很长的梦 So 他们被传送出了鲜火神明景帝 这种景帝实在是太过神奇 仿佛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而转念一想 又好像只在一念之间 我感受到了一股无上的规则之力 正在抹除岁月对我们的影响 经历万年岁月 他们也都沧桑至极 身上有一种被岁月车轮所碾过的痕迹 而此时却都在被规则清洗 逐渐恢复了年少之气 这些人也都收获极为丰富 他们跟着顾颖混 每个人都获得了紫色的奖励 此番鲜火神明景帝多亏了顾颖大哥 这些人对于顾颖 莫名的都有一种尊崇的感觉 就好像是顾颖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 顾颖无所谓的贪了贪手 孩子们回来了 十一天时间 他们终于回来了 最开始的一日等于百年时间的空间流速 他们度过了一百年 外界已经过去了一日时间 后来经历了顾颖的第三阶段篡改 时间流速更改为了一日等于那里一千年 他们度过了一万年 也就是十日 一共算下来也便是十一日 所有人神色激动 显然收获满满 而此时 让各大世家的长老们都有些奇怪的事 为什么感觉咱家的子弟 好像都极为尊重顾颖一样 甚至在他们询问的时候 他们也都对于顾颖极为尊重 他们顿时露出惊讶的神色 同时神色难看了起来 年轻小辈们 怎么都好像以顾颖为尊了 如若是这样的话 等到他们执掌了各大世家以后 以顾颖为首的顾家 岂不是真正坐稳了结盟之手 掌握最大的话语权 这种顺从不该出现在 未来即将执掌各大世家的人身上 南宫校看着顾颖 总感觉这个少年的身上 似乎发生了某些特殊的变化 顾颖此时也没想到 在里面的剑道领悟 哪怕被规则清洗 却依旧让自己的剑道修为 在上一层楼 因剑道运味覆盖 蹄壶灌顶 获得剑纲领悟64点 获得剑纲领悟45点 获得剑纲领悟39点 剑纲突破至第二层 这次的景地特殊 然而给顾颖带来的好处 却也无比巨大 三种金色圣品之物 而且都是专属于景地的特殊玩意 顾颖也没想到 竟然会得到三种金色物品 不朽鲜火 金色圣品武学 绑定 效果 催动后 可将不朽鲜火 植入死亡半个时辰内的所有人体内 以不朽鲜火 替代其生命之火 重燃 重新维系一个时辰的生命 住 在不朽鲜火点燃其身之时 此人将陷入假死状态 绑定 目前已绑定 故隐咒神 其他人无法修炼 是专属于您的特殊武学 第一本金色武学 竟然是一本用以调人性命的特殊武学 能够让一个 哪怕已经死亡 只要不超过半个时辰的人 重新燃起生命之火 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武学 这效果堪称逆天 维系一个时辰的生命 这种武学的价值非比寻常 在平时的阶段 这个不朽鲜火 可能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然而 如果真有一天到了那种时刻的话 那么这不朽鲜火的价值 可以说是万金不换 而且这种武学竟然是绑定的 给不了其他人修炼权限 是指属于顾颖的圣品武学 随后顾颖看向了第二本武学 金色剑道武学 空明剑道真身 空明剑道真身 背负三柄空明神剑 进入剑道真身状态 大幅提升对剑道清和度 以及剑道天赋 增幅类圣道武学 在战斗中 进入空明剑心状态 在此期间 提升所有剑道武学50%威力 持续10分钟 可即刻动用身后三柄威力巨大的空明神剑 以斩面前之敌 强制结束空明剑心状态 这个是一个剑道真身类型的武学 也就是在战斗中 瞬间提升个人实力 若是在普通的玄幻小说之中 应该算得上是秘书 背负三柄空明神剑 这个造型倒是足够拉风 而且效果也的确强大 剑道威力增强50% 这对我来说是天选武学 是最适合我的武学 不光是适合我 对于整个顾家来说 都是无上的克敌之法 难以想象 当顾清仓 以及顾清轩那种神单顶尖强者 若是能学得会这本空明剑道真身的话 神单六重天的50%剑道威力提升 这几乎就是同境界之中的王炸能力 第三件 金色套装 规须套 规须套装66 规须神御守 规须明镜额 规须圣伐披肩 规须灵神御佩 规须万灵绑腿 规须阴孽护腕 圣咒 万道规须 以无上规须之力 封敬对方一切境界能力 境界能力一 如剑道修为 刀镜修为 枪式修为等 境界能力二 特殊体制等 封敬 在高水准的战斗之中 那些拥有如剑钢 刀钢 枪盲的天赋者 会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优势 以及战力 很多人以此出名 而顾颖的这个圣咒 则是直接将他们的这一系列能力 全部封敬 此外 顾颖的这个圣咒 还能将他们的所有特殊体制 以及能力 全都封敬掉 这个效果貌似有点强大 这是强行众生平等啊 大概收获了 以下这次境地的所得 让顾颖很是满意 原本顾颖 只有一件金色武学 龙象雷劲 现在又得到三样金色的圣物 让顾颖很是满意了 而此时 各家子弟 已经将在鲜火神明境地中发生的事 简略地告知了所有的长老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震惊 同时也诧异地看了一眼顾颖 这么好的运气 直接抽中了赤色天赋 顾家这顾颖小子 还真是离谱啊 鲜火神明境地 应该是目前 我们所见过的最神秘的景地了 结果竟然被他用完美级通关度刷完了 各家的长老们显然惊奇不已 在他们看来 这群小辈们 能稍微从里面得到一些好处 也就差不多了 结果呢 他们平均每家都得到了三本紫色的武学 而且这些武学 还都是与景地有关的 武学这种东西 但凡是景地 精英怪等专属武学 便都要比正常的武学价值要高 顾家这次 肯定又赚骂了 他们暗磋磋地想着 都有点嫉妒 顾影完美级通关度 而其他人都只是陪跑而已 难以想象 这家伙现在究竟得到了什么珍贵的东西 他们的心中 生起一瞬间的贪婪 然而瞬间就被压下来了 听说 五天前 顾情仓那老家伙 踏入了神丹四重的境界 并且与灵机门的一位神丹五重的老家伙 打了一场 虽稍有败事 可是却也极为震撼 而且总感觉 顾家还有其他底牌没有拿出来 好了 鲜火神明的事 暂且不要再提 这件事 各家都不准外泄 不然的话 容易给我们带来灾难 我希望你们 也都能够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南宫校很有威严 一对眸子 冷峻地看向所有人 接下来顾影又在金阳城 留了一日的时间 陪着南宫林和红颜 又游玩了一圈金阳城 然后就朝着顾家去了 回到了圣阳城内 大少爷回来了 家主前几日就已经交代我们 如果看到您回来 立刻叫您去内堂里找他 正好现在家主就在内堂内 顾影文言走入内堂 锦儿回来了 从顾影踏入顾家那一刻 顾情仓就感受到了顾影的气息 而此时也是迎了过来 眼眸中闪过一抹柔和 想不到这次的鲜火神明警地 竟然维持了十一日 在里面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 顾情仓最主要还是 担心自己的儿子 在鲜火神明警地 持续到第五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后悔主张 开启鲜火神明警地 来给孩子们试炼了 最近更是无比担忧 如今看到顾影回来了以后 才算是彻底的放下心来 顾影简单地说了一下 鲜火神明警地内的情况 随后又将那本空明 见到真身交给了顾情仓 顾情仓的一对平淡的眼眸 瞬间瞪大 随后略带震撼地说道 又是一本圣品武学 而且还是专门可以 给予剑修增幅的秘书 顾情仓急忙将周遭的空间封住 然后责怪地对顾影说道 你以后拿出这种东东西之前 都给我使个眼神 这玩意一旦泄露出去一点 都足以给顾家带来灾难 上次的龙象雷镜算一个 现在的空明见到真身也算一个 稍微泄露出去一点 都会引来整个前王区域的追杀 不愧是完美及通关奖励 能够得到这一本金色特殊秘书 实在是太珍贵了 能够让见到威力 直接提升50% 像我们这种极致的剑修 那就是直接整体实力 提升50% 效果惊人 这本武学的价值太高了 若是被故事大族知道我们 得到了这样一本圣品武学 估计直接就得疯 顾情仓哈哈大笑 爹 这次我得到了三件金色圣品 哈哈哈哈 顾情仓原本正在大笑 然而忽然被顾影接下来的话 震惊得差点噎住 他瞪着眼睛看着顾影 随后说道 真的假的 顾影随后直接共享了不朽鲜火 以及龟须套装 顾情仓陷入到了长久的沉默当中 许久后他才咋舌道 这鲜火神明的景地 还真是可怕啊 能得到如此之多的奖励 这个鲜火神明景地的危险程度 恐怕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简而 太可怕了 哪怕是顾情仓 都觉得眼前的顾景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自然不会知道 在遇到这种规则流特殊大型景地之后 顾影的篡改天眼直接发力了 大概在扫描顾影资料信息的时候 意外刺激到了篡改天眼 随后直接让顾影以横扫之姿 征服了这个地狱及难度的景地 父亲 林济门的事 现在什么情况了 暂时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了 顾情仓文言也严肃了起来 随后说道 林济门的门主 以为我们顾家好欺负 凭借一本清气凌身诀 以及一个微不足道的弟子 就想对我们发难 可惜他们低估了我们顾家 显然 顾情仓与林济门的那位 神丹五重门主的战了一场 虽然被短暂压制 但是却也给林济门 看到了顾家的一脚实力 我并没有动用龙象雷镜 不然的话 应当可以将他横杀在那片山脉之中 现在顾家是不惧怕林济门的 你尽可放心 顾情仓这次与那位林济门的门主出手 并未动用真正的底牌 龙象雷镜 又或者是千里穷雷复杀令 还有顾情仓刚给自己买来的那件初级灵宝 若是全部动用 他足以将林济门门主横杀于此 但是那样的话 太过高调 现在的顾家 直接就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范围内 我只会适当暴露咱们顾家的实力 没有能颠覆前王区域的实力之前 我不会彻底暴露 顾情仓谨慎小心 你追赶一下修行进度吧 好好休息休息 顾情仓说完 就去忙碌自己的事了 顾颖直接来到了喇叭怪这里 抬手斩杀了一百只喇叭怪 你已突破至林济九阶 嗯 怎么直接突破到了林济九阶 随后顾颖忽然意识到 自己已经在鲜火神明景地中待了十一天 再加上又在金阳城停留了一天 他所服用的林水玄丹已经给顾颖带来了六百点经验值 直接晋升了一阶 再加上刚刚顾颖所展的喇叭怪 收获了一百一十六点经验值 这下子直接突破到了林济九阶的境界 呼 如此一来 人物 顾颖 体质 急魔体 赤焰九龙体 先天木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林济九阶 五千五百 武学 骤剑诀 圆满一千零五十 凤鸣游身部 圆满一千零五十 猎穹剑术 两千五百五十 大镜严咒 五百一十五 老农砍柴弓 十五 中灵剑身 一百一十五 灵溪剑指 一千二百三十 龙象雷镜 石龙象神镜 不朽鲜火 零一零 空明剑道真身 零一零零宝 神侠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神明灵语 专属灵宝 天焉万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支线任务 无 道律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剑道进阶等级 剑纲二层 顾颖现在的面板 堪称恐怖 顾颖松了口气 他来到后山 此时顾家的灵脉轰隆作响 这里已经坐满了顾家的小辈们 在经受顾家聚灵法阵的洗礼 顾家小辈们 现在的水准 也在不断上涨 几乎平均水平线 都在神纲五阶以上 而顾颖 还看到了顾山顾侠顾云等人 这才知道 顾秦仓将他们送出顾家 进入宗门 结果只是过去领取了一些资源后 便立刻回到了顾家来 顾家现在每天能够获得的资源量 已经能够和八平顶尖宗门内的 那些核心的弟子们媲美了 那个是锦哥不 锦哥回来了 已经十天没看到顾颖了 顾家小辈们 还以为顾颖是去了哪里 所以此时重新看到了顾颖后 也都激动地围了上来 对于他们来说 顾颖就是他们的靠山 是他们不断追逐的目标 真正的主心谷 顾哥更强了 我感觉这次回来之后 顾哥好像已经要和宗门内的 一些长老水准吃平了 大哥的天赋恐怖 福音深厚 咱们应该都细以为常才是 顾侠看着顾颖 一对美眸不断闪烁 我来修炼 你们也赶紧过去修炼 最近提升得不错 但是也不能骄傲 继续修炼 这才十来天没回来 结果给顾颖的感觉 就好像是经历了很长时间 天地大变之后 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地提升自己 距林法阵这里 怎么是你看手啊 顾颖发现 看守距林法阵的 竟然是自己那位不成器的二伯 你还在临悬时间 顾颖无语了 二伯还没突破 这是顾颖都没想到的事 名单致敬 我不屑踏入 顾青阳冷傲说道 听说二爷这十天 进入了三次临悬置顾景地 结果都失败了 每次都灰头土脸的出来 听说第三次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啊 就连顾颖都有些诧异 随后看向顾侠 失败就算了 怎么还鼻青脸肿的出来了 第三次 二爷被揍得可惨了 听说是组队同行的那人下的手 那人也太狠了 下的可都是死手啊 旁边立刻有人搭查 显然这件事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大哥你不知道啊 那爷们也是个倒霉蛋 三次都排到了二爷 前两次被二爷坑惨了 第三次又碰到二爷 直接心态爆炸 索性直接把二爷打了 打的那叫一个鼻青脸肿啊 你们不要给我哇哇叫 咚咚咚 顾颖在后山打坐之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水池 发现水池子 已经堆满了密密麻麻的黑鲤鱼 刚准备大肆斩杀的时候 顾颖却是忽然眼眸一闪 他看到 在那漆黑一片密密麻麻的水池子里 竟然忽然翻起了一道烧纵即逝的荧光 他心面一动 连忙开始拨弄水池 咕嘟咕嘟 黑鲤鱼被顾颖翻了出去 很快顾颖看到了一只通体布满银色花纹 长着长长胡须 散发着一股淡淡威严的鲤鱼 银龙礼 食用后可增负五点浮运值 并且获得一点先天龙气 顾颖没想到 自己的水池子里 竟然刷新出来了一只银龙礼 心中顿时涌起一抹惊喜 想不到回到家里了之后 竟然还有意外惊喜 顾颖立刻去找到了李厨师 大少爷 这食材也太珍贵了 看到这种层次的鲤鱼 那位李厨师做饭 一辈子都没见识过 这种级别的食材 肉质痰嫩 夹杂着一股极为高级的能量波动 李厨师将银龙礼处理完了之后 他的菜刀刀刃都出现了裂痕 这让他心中震惊 自从来了顾家以后 经常会遇到这些奇特的食材 幸运的是 家主顾清仓也很喜欢吃他做的饭菜 他现在的生活还算滋润 这条鱼刚出锅的时候 隐隐间扑面而来 一股特殊的威压 让他都被掀翻在地 还好一旁的大少爷靠近 翻手 镇压了那只发出四龙轰鸣的鱼 您已服用银龙礼 扶运家武 您获得一点先天龙气 及其二十点先天龙气 即可开启随机先天龙族体制 呼 大快朵鱼之后 顾银也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扶运这种东西多多益善 而这个先天龙气就有意思了 类似于抽奖 及其二十点先天龙气 会随机获得一个先天龙族体制 龙族号称田山海灭星辰 顾银略微点头 随后利用黑鲤鱼的篡改点 将黑鲤鱼每天刷新的数量 提高到了九十五只 等到暮色降临 顾银又开了一只喇叭王 留在顾家的长老不算多 但是打一个喇叭王 还是绰绰有余的 还是有大哥在的地方 才更酸爽啊 又能吃到喇叭王了呀 哼哼 我马上就要踏入神钢四阶了 现在如今这境界提升的 可真是神速啊 加油加油 听说在神剑阁的二少爷 已经踏入灵旋境界了 顾银的眼眸中泛起了诧异的神色 他进入仙火神冥警第十一天的时间 而也就是这十一天的时间里 乾王区域内 小辈们的平均水平 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啊 不过其实顾绍商 能够这么快突破最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顾秦仓 给顾绍商送了金燕丹药 在金燕丹药的加持下 顾绍商这个突破速度 还真不夸张 甚至现在 已经接近灵旋二级的境界了 听说啊 二少爷已经在神剑阁的内门中 排名第三了 是神剑阁雷火盟的副盟主呢 这小子 顾颖露出笑容 只不过最近少林那丫头的消息 好像越来越少了 不会也像顾绍商那魂小子一样 谈恋爱去了吧 一想到这 顾颖脸色不太好看 得让这丫头 离他二哥远一点 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斩杀完了喇叭王以后 所爆出之物 对于目前的顾颖来说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 对拥有大量灵弹的顾家来说 也是如此 顾颖直接分享 给了这群小娃娃们 顿时让这些顾家的年轻人们喜气洋洋的 谢谢景哥 景哥实在是太大气了 嘿嘿 这件装备给了我 我的套装 搜集计划又更进一步了 感谢景哥 顾颖看着他们 颇为高兴 大概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家族里的那些长老 会在他们年轻时期 如此不惜余力的教会与帮助了 这份满足感 让人心情愉悦 此时 内堂三长老朝着这边走来 所有年轻弟子顿时严肃了起来 一个个小脸蹦得很紧 让顾颖都有些诧异 大哥 最近三长老总是操练我们 可严肃了 这些年轻人都很惧怕那堂三长老 小景 你回来了 三长老显然刚刚出关 看到了顾颖以后 脸上严肃的表情顿时柔和了几分 恭喜三长老也踏入神丹境了 顾颖一眼就看出 如今的三长老气息也极为特殊 显然是已经踏入到了神丹境界 顾颖回到顾家之后 就听说二长老也踏入了神丹境界 而现在三长老也已入神丹 顾家现在哪怕不算在顾氏大族内 担任执法堂长老的顾青轩 也一共有四位神丹境强者了 这哪里是一个世家该有的实力抵御 哈哈 你小子眼睛还是那么贱 现如今咱们顾家越来越强了 不过小景你不要松懈啊 你家长老我啊 刚修炼出了剑刚 三长老神秘兮兮的贴近顾颖如此说道 神色中带着几分炫耀 恭喜三长老 剑刚啊 那不是剑道修为上的进阶造诣吗 早就听说三长老的剑道造诣 在咱们顾家是属于独一档的存在 现如今看来果真如此啊 听着年轻人们的吹捧 三长老有些飘飘然 还是多亏了你那本万雷剑刚修炼手册 里面的皇子未剑修的动作 虽然悬傲晦色 但是我慢慢参悟 再加上原本有一些底子 终于也算是领悟了剑刚 领悟了剑刚 三长老的实力突飞猛进 虽然才踏入神丹境界 但是他在神丹境界中 应该也算得上是 比较顶尖的实力水平了 别以为夸我就能让你们偷懒了 都给我坐下 我来给你们讲述剑道理解 都给我好好听着 咱们顾家是见到大家 而你们现在 对于剑的理解几乎为零 这哪行 三长老一看向其他人 脸上的神色顿时又变得严肃了起来 三长老和蔼的对顾颖说道 小景 你也坐下听听吧 哎 年轻人们叹息 三长老只有在对待大哥的时候 才会如此亲和 不过他们也都知道 现如今顾家的发展 能够如此迅速与可怕 和大哥是脱不了干系的 听说这次开启世界交易行 顾家掌握了大量的资金 开始疯狂发展顾家 而那些资金 顾家内有传闻 都是顾颖拿出来的 不光如此 三长老凝聚剑纲 用到了一本万雷剑纲手册 这本手册乃是紫色武学 在顾家藏宝阁最深处 是极为珍贵的东西 据说也是顾颖外出带回来的 还有大长老顾天神 当初踏入神丹境界的时候 管大哥借了一柄出击领宝 大哥对顾家的贡献 是难以想象的 他们看着那个安静 端坐在三长老身旁的 那位年轻人 已经具备领袖的风范 三长老有些奇怪 忍不住侧目 看了一眼身旁的顾颖 今日有顾颖在这里坐着 这些小孩子们 也都能坐得住了 以前坐一会儿就会走神 而今月听得很认真 这也就是顾颖的分量吗 他露出笑容 今日他所讲述的剑道 比较晦涩难懂 这也是他这次领悟了健刚之后 有感而发 现在就好像是满脑子 都是灵光 无处宣泄 于是向着这群小孩子述说 健刚对他们太遥远 但是肯定也会让他们受益匪浅 不过三长老忽然发现 他每说出一个高深的领悟后 身旁的顾颖 都会开口帮忙解释 将晦涩难懂的领悟 剖析得很容易理解 而且顾颖时不时提出的观点 竟然让他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说着说着 似乎变成了顾颖一个人 在阐述观点 而下面的小辈听得头头是道 时不时的 甚至还能举一反三 与顾颖辩论了起来 这让他都有些语色 完全插不进去话来 什么情况 三长老有些凌乱 领悟了健刚的人不是我吗 为什么感觉 你好像比我更了解健刚 他看了一眼那些小辈 能够感受到 他们的眸光越来越亮 这说明顾颖的话 让他们都有所参透感悟 此时 他感觉自己的所有感悟 都已经说完了 没其他感悟了 然而顾颖那边依旧在讲述 所阐述之观点 高深莫测 对见的感悟 让三长老为之心惊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三长老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忽然站起身来 随后看着顾颖 一对浑浊的眼眸里 满是复杂的神色 说实话吧 你小子 是不是也领悟了健刚了 顾颖咳嗽了一声 感悟这玩意 真是一旦有人开了个头 立刻就停不下来了 三长老所说之观点 还是太过浅薄 对于在鲜火 神明副本中 几乎要将见到 整个走完了的顾颖来说 漏洞多 空话多 忽略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 于是他也是没兜住 来来来 三长老有些不幸邪 自己参悟了一辈子的健刚 最终在那万雷健刚手册的帮助下 才参悟健刚 顾颖现在领悟了健刚 而且感觉顾颖的感悟 比他还深呢 他直接拉着顾颖 来到演武场上 让顾颖对着他出剑 双方站定 身后是顾家的小辈们 讲述见到道理太过枯燥 现如今 看到大哥和三长老站定以后 他们也都激动了起来 莫名的有些激动呢 三长老刚刚凝聚健刚 然而刚刚我感觉 大哥对健刚的理解程度 好像比三长老还要恐怖 你们说 大哥是不是也已经凝聚出健刚了 有些震撼 据说顾世大族内 凝聚了健刚的人都少之右手 个个都是剑道妖孽 而咱们家也就三长老刚刚凝聚健刚 大哥真的凝聚出了健刚的话 这说明 大哥在剑道上的天赋 已经领先了所有人 只不过三长老 毕竟是神丹境界的强者 有点太欺负人了吧 三长老悠悠说道 小景 你我不动用境界力量 只催动自己的健刚 没问题吧 三长老这是笃定 顾颖已经凝聚出了健刚 于是开口说道 而顾颖只好点头答应 两人的气势猛然一变 掌握健刚的人 与其他剑修是不同的 他们身上会有一股特殊的气质 那股灵力与沉重的韵味 是其他剑修难以模仿的 三长老一挑眉 好小子 双方的气势激荡的一刹间 顾颖的气势瞬间将他压得死死的 这小子的健刚好恐怖 噗 他们二人同时出剑 没有动用丝毫的剑道修为 就单纯催动健刚 三长老的灿白色健刚 陡然于空中爆发 然而下一刻就被顾颖的健刚所吞噬 可怕的健刚如龙咆哮 惹人震撼 健刚二层 顾颖不单单是凝聚出了健刚 而且还是健刚二层 三长老站在原地咋舌 你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 许久之后他才长长的叹了口气 不服老不行 我们这些老骨头都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三长老别这么说 我只是运气好一点 在这次的鲜火神明井地中有不小的收获 你小子 你越强 我们这些老家伙才越高兴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一般人是接不住所谓的红运当头的 三长老所说还真是如此 红运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得住的 甚至大运当头 有时候稍有不慎便会遭受反噬 直接被打入低谷 你有多大的盆 才能接得住多大的福啊 顾颖掌握二层健刚的事 很快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 传遍了整个顾家 年轻小辈们听到了之后 都是振臂欢呼 与有容焉 而那些长老们相反却都很平静 比如顾青苍 你要知道 当我儿子掏出那十万枚灵币的时候 老夫的心就已经不会掀起任何的波澜了 演武场的人越来越多 而三长老已经离去 远远地看着顾颖给顾家人讲述道理 长老们也都站在远处听讲 他们这些毕竟要在家族中保持威望 所以不可能和一群小辈们坐在一起听讲 可顾颖的感悟太过珍贵 健刚本就是剑修奢望之物 常人一生都难以领悟健刚 而顾颖县如今的健刚两层的剑道 修为让他们望洋心叹 老三是不是忽然感觉自己的健刚 如同垃圾一般 二长老在三长老身旁大笑 他刚刚踏入神丹境界 其实本是意气风发 然而身旁这老帮子不光踏入神丹境界了 还领悟了健刚 最近没事就在他身旁炫耀 让他很是烦闷 恨不得把这老家伙的一口老牙都给敲掉 你放什么狗屁 小景是妖念 并不代表健刚不值钱了 等你领悟了健刚再说吧 三长老不屑道 不过小景的提升速度太快了 你发现了吗 他已经临选九阶了 估计快要凝单了 这是好事 废话 那边那个就是圣阳城 听说那个圣阳城内有一个顾家 貌似也与我们有一点血缘干血 圣阳城外 一道身影看了看前方 那辉红的城池 眼眸中带着淡淡的细血 执法堂顾清轩长老的本家 貌似是很多年前分出去的一个分支 血脉淡薄的不成样子 小城世家而已 没什么底蕴 貌似一直想与我们顾族攀亲切 可惜长老们一直按着不理睬 顾氏大族 毕竟是前王区域的显赫大族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碰瓷的 长老们做的没错 既然路过了 那么便去看看吧 他们的小脸上带着点骄傲与兴奋 这是他们执法堂大长老的本家 他们顿时便更加兴奋了 作为执法堂大长老 顾清轩时常体罚他们 碍于对方神丹六重的恐怖实力 他们不敢多说 而如今外出执行任务 竟然意外路过了执法堂大长老的本家 这他们如何能忍不住不去看一眼 在他们心里已经模拟出一系列的现实报的剧情了 执法堂大长老很牛啊 但是他们看到正统故事的人 是不是也要卑躬屈膝啊 他们一路进入到了圣阳城内 来到了顾家门庭之下 这顾家的门面修缮得还挺大气 貌似没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寒酸啊 你们是谁 守门的顾家人露出不善的目光 在圣阳城还敢这么说顾家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他看这几人锦衣华服 气度惊人 应当出身不凡 所以并未直接驱赶 告诉你们家主 我们乃是顾氏大族子弟 我叫顾玄 是顾氏大族主脉之人 这顾玄说话之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让人很是不舒服 但是顾氏大族对待这种世家 用出这种姿态倒也没什么毛病 毕竟双方层级差得太多了 这些小辈又都年轻气盛 一般人不会和他们计较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现在的顾家可早已经经非西比了 不就是顾氏大族的一个小辈吗 牛气个什么 我们家主是你想通报就能通报的吗 今天老子还就不通报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门卫双手插腰破口大骂 顾玄猛了 就连顾氏大族的一群小辈们也都猛了 怎么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 现实中的情节不应该是他们说出自己的身份 然后这个门卫直接屁颠屁颠的进去通报 然后迎他们进去吗 现在的场面有些诡异 圣阳城顾家门外 前王大族顾氏少年面红耳赤的瞪着那顾家门卫 浑身气的颤抖 你到底去不去通报 我们可是顾氏 顾氏顾氏顾氏 我知道啊 你还要说几遍啊 这门卫无语的掏了掏耳朵 我看你不是顾氏你是个笑话 他小声嘀咕道 顾玄被气炸了 你说什么 门卫切了一声 然后就不去理睬他们了 现在的顾家正在蓬勃发展之中 而眼前这几个也不过只是顾氏的小辈而已 来这里摆谱 你要说你在顾氏里的地位像咱家的顾影大少爷一样 也就算了 听都没有听说过 你是能第二天就带着顾氏打过来吗 不能的话就过来装孙子 我还真是思路清晰啊 早晚能脱离门卫之身踏入顾家高堂 你你你 好好好 一群小辈被气成了猪干脸 本以为过来能是作威作福 展现大族威严的 结果现在竟然被一个微不足道的门卫给刁难了 顾家家主何在 吴等乃顾氏大族年轻子弟 特来顾家拜访 这就是顾家的代客之道吗 好声无脸 门卫目光辟靡 郭躁 而此时 三长老正闷闷不乐地朝着顾家走着 虽说顾影踏入健刚二层这等妖孽之举 他们这些长辈们的确欣慰与高兴 可是还是有些挫败啊 从那开始 三长老便开始了废寝忘食的见到感悟 然而万雷剑刚修炼手册内的黄自卫剑修的动作 对于他来说还是太过玄傲 只不过他感觉自己就快要完全掌握黄自卫剑修的动作精髓了 只要他能够领悟的话 那么他修行剑刚的速度就会大大提升 听说小景那个妖孽已经开启玄自卫剑修了 我可得加把劲 我们这些老骨头不能这么快就让那小子给赶超了 刚刚他缠着顾影问了很多剑刚上的体会 现在似有明雾 只不过却感觉始终都有一层迷雾笼罩在那灵感之上 他沉醉其中 一路上有人跟他打招呼 他都置之不理 低着头在思考着问题 好烦躁啊 就差一点 靠 谁家熊孩子这么吵 吵死了 那唐三长老本就是脾气火爆之人 如今更是陷入了对剑道的无限求索之中 顿时脾气爆发 抬手就是一巴掌 不过很快 那唐三长老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等等 他说他来自顾氏大族 三长老连忙回过头去 看到了一个穿着不凡的年轻人 被自己抽的搜一下就飞了出去 脸高高的肿起 嘴里还含糊不清的嘟囔着 我要理解 我要瞎了你们 三长老默然 怎么感觉我好像闯祸了呢 顾氏毕竟还是顾氏 自己作为顾家长老 抽了顾氏大族小辈一巴掌 怎么都说不过去吧 他和那门卫对视一眼 就看到了门卫震撼中 带激动的眸光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你们顾家能不能看好自己家的小辈 有没有素质 有没有教养 老夫路过此地 生平最看不上的 就是这种目无尊长 毫无教养的小辈 哼 下不为例 三长老陶也是得离开了 给门卫留下了一句话 告诉家主 我出去避避风头 而现在 门口就只剩下一群 呆若目击的顾氏小辈 今天发生的事都太荒诞了 他们被顾家的恶守卫刁难 这个恶守卫 像集了现在世景小说里的那些莫名其妙 打压主角的龙套反派 随后又忽然走来了一个老人 二话不说 就是一巴掌把顾玄给抽飞了 然后对着他们破口大骂了一顿 就直接离开了 他们也是常年深居于顾氏大族内 很少外出 呆若 外面的世界太疯狂了 顾玄身子骨都差点要散架了 那毕竟是一位神单级强者下意识的一巴掌 没把他直接抽死 已经是对方留守了 刚刚落个银戏谁 现在的顾玄 双目赤红 左脸高高肿起 披头散发 仿佛一头发怒的小狮子 当然了 如果不是眼角控制不住的流泪 现在的样子还真挺唬人的 你说啥 别问我 肯定不是我顾家内堂三长老 大概是一位路过的正义之士吧 你说话好记把气人啊 顾玄差点被气得吐血 而这个时候 顾家大门忽然打开 顾家二爷顾青阳从顾家走了出来 外面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吵 门卫急忙将此处的事告知给了顾青阳 顿时引来了二伯的怒斥 顾是大族的贵客 你竟然如此怠慢 去家里领法去 顾氏小辈们一看到这人到来后 那位嚣张跋扈的门卫立刻低眉顺眼 好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顾青阳看了一眼顾玄 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了 几人连忙将刚刚发生的事告诉给了顾青阳 顾青阳虽然平日里不太靠谱 但是说实话 这种情况 他的反应是最快的 他顿时勃然大怒 仿佛被人抢了婆娘一样 恨不得涂了十里截头 这等愤怒 让顾氏小辈都呆住了 你人还怪好嘞 此人竟然如此放肆 这是不给我顾家面子 你们是顾家的贵客 放心 这个场子 咱们顾家给你们找 我顾家内堂长老何在 说说说 煞时间 一道道宏伟恐怖的气息 瞬间从顾家内堂之中升起 刹那间便进入天空 这些气息 至少都是宁丹三重的存在 甚至还有两位神丹境界 这在顾氏之中 都至少是核心位置长老的级别 几位公子 不要担心 那人定然没有走远 我们立刻将他抓回来 给你们谢罪 几位贵客赶紧进入我顾家休息 我顾家有上好的灵药 不出一日时间 你的脸就能消肿 什么人都敢在我顾家撒野了 真是找抽 二长老冷哼怒吃道 下面的顾玄文言不知怎的 感觉脸上又被无形中抽了一下 感觉更痛了 各大长老腾空飞起 随后消失不见 很快 他们在城外集合 我们现在要去干啥 去找老三喝一杯吧 那老家伙跑得可真快 这都没用了 这老家伙胆子越来越大了 还敢直接抽那顾氏的小宅子 万一一个失手给抽死了 势必会引起顾氏的注意 到时候问题就复杂了 大长老顾天神冷哼了一声 不过 最近咱们该做的事 貌似的确都已经做完了 去喝一杯吧 但是顾家那边 二爷和小景都在 慌什么 一说到这个 他们忍不住点头 顾家二爷顾青阳 虽然在修炼的事上不上心 但是这腹黑的功夫 可是一等一的存在 早期的时候 很多顾家对外沟通的事 都是让顾青阳上的 而顾颖就更不用说了 这小子在以前 可是圣阳城的大魔头 能被堂堂七品 魔门神优店 都称作是坏东西的家伙 他们都有点担心 别给这几个故事的小家伙 给玩死了 几个小败而已 微不足道 而此时顾玄等人 已经被请入了顾家 他们对顾青阳比较尊崇 而进入到了顾家以后 顾玄等人 纷纷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这个顾家 似乎并没有 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弱 顾玄现如今 已经踏入到了 凌玄三阶的境界 在顾世大足内 虽然算不得什么 但是自觉 应当在顾家内 可以横扫一切 拉开巨大的差距了 结果他们看到的 年轻小贝 一个个的修为 基本上都在 神纲五阶以上 甚至还有几位 神纲八阶 即将踏入 神纲智固境的小贝 这让他们的优越感 荡然无存 他们以顾世为骄傲 在顾世内 他们享受巨大的资源 结果境界 竟然并没有 和他们拉开 多少的差距 他看到此时 一个年轻人 兴高采烈的 从顾家外堂之中 走了出来 手里还攥着一枚 充满了灵气的丹药 那是 灵水玄丹 灵水玄丹 吸收完所有药力 能够获得 1500点经验值 现在在世界交易行上 已经卖到了 400多的灵币 照比刚刚开启的时候 已经翻了一倍 现在的交易行 保有量 已经很少了 这样一枚珍贵的 灵水玄丹 整个顾氏里面 也仅有那些 最顶级的天才 才有机会享用 他们面面相去 我们不是走错地方了吧 这里真的是顾家 在顾氏之中 多少人 因为顾家血脉不正 只是遗落在外的分支 而讥讽那位 绝顶的天才顾清轩 这导致顾清轩 在顾氏之中的地位 很是微妙 分明坐在实权位置上 可却时常受人排挤 而那个顾家 也被顾氏所不耻 觉得实力卑弱 不配信顾 可今日他们来到这里 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 快走快走 大哥又要开始 讲健刚感悟了 赶紧走赶紧走 一会儿错过了 可就站不到位置了呀 健刚 鼻青脸肿的顾玄 露出震动的神色 他刚刚没听错吧 顾家有人凝聚了健刚 要知道 在顾氏大族内 凝聚健刚的人 也就仅有那么几位 而且都已经是 老一辈最顶尖的强者 掌握健刚 是见修梦寐以求的事 小小顾家 难道也有人掌握了健刚 他们连忙告辞顾家二爷顾青阳 跟随大部分人 前往了演武场 摇摇间就看到了一道身影 毅力在那里 身躯挺拔 受人敬仰 这人给人一种 无法去攀登愉悦的感觉 这人貌似二十岁的年纪 是与我们同代的人 这 是真的吗 顾玄等人有些难以置信 然而很快的时间里 顾颖开始讲述见到感悟 旁边的顾家子弟 连忙认真的坐在那里听讲 顾颖讲得很细致 哪怕是顾玄这些 真正听过健刚级高手讲学的人 都不得不承认 这个比他们年长了几岁的年轻人 在健刚之上的感悟 实在是太可怕了 比我们顾氏族的二长老 讲起来逊色了一点 顾玄话虽这么说 可脸色却无比难看 当真如此吗 大概那只是 他碍于顾氏族颜面而说出的话 因为在顾氏族中 听二长老讲学见到 他完全听不进去 有一种在听天说的感觉 然而现在 他觉得自己听懂了 自己对于见到的感悟 更加深厚了 他脸色难看 二长老乃是神丹六重的强者 眼前不过只是一个年轻人而已 不可能 不可能 肯定是我最近勤奋修行 见到境界有所提高 一切不过水到渠成而已 而此时 顾颖的讲学 也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顾颖思索了一会儿 抬起手来一剑斩出 煞时间 浓郁的剑刚呼啸而出 在演武场上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那痕迹之中 蕴含着浓郁的剑刚 听万句 也不如自己亲身感悟的好 这一道剑刚 你们自行感悟 但是切记不要太过贪心 每日观摩一个时辰即可 多了的话 可能会对你们造成伤害 顾颖说完后 便离开了 顾家的小辈们 都围在演武场里 观看顾颖的剑刚内置 他竟然能够展出 如此精纯的剑刚 这种剑刚若是保留下来 价值不亚于一些 低级的紫色武学 几乎是将剑刚的 所有玄妙道理 全部完美复刻了下来 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 极其困难 就算是二长老也做不到的吧 他们的神色 看了一会儿 眼睛干涩 头晕目眩 顾预等人贴近 露出金融 至少十二层剑刚 这到底是什么妖孽啊 顾预等人 现在感觉这个顾家 处处都充斥着诡异的感觉 一个小小的顾家 却拥有了太多 不应该这个层次 应该拥有的东西 这让他们的小脑袋瓜 都当机了 不单如此 你们看 附近这里有很多顾家的 长老们在观看 这至少是二层剑刚拥有者 所展出的剑刚内置 对每一位剑修 都很可怕 此时 顾家外堂长老们 一脸冷漠与高 小景展出的剑刚内置啊 好想看 怎么办 可那里都是小辈们 我们总不能落下身份 要不然 晚上等人少的时候 偷偷去看 就这么定了 顾家内堂 仅剩下顾颖和顾清仓二人对坐 顾颈颇为无奈 顾氏的天才 怎么感觉没有想象中的 嚣张跋扈呢 在顾颖看来 这些人应该直接无脑冲脸 说什么 你们顾家 不过只是卑微鼠辈 你们血液里流淌的 都是肮脏的血液 是我们顾氏最为唾弃的 卑贱家族 你们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顾颖 才有理由出手 结果现在呢 顾氏的这群小家伙们 规规矩矩的 坐在顾家演武场 观摩顾颖展出的剑刚内置 这让顾颖难以出手 他哪里知道 顾玄等人 在进入圣娘城之前 所想象中的降临顾家 就是如同顾颖所想的那样 但是没想到 出师位洁身先死 顾家还没进去呢 让一个身份卑微的门卫 给气得差点暴毙 顾氏傲气到这里 算是掉了一半 而后三长老回归的一个大笔豆 直接震散了这些孩子们 所有的顾氏傲气 你知道一个大笔豆 对一个小小少年的伤害 有多大吗 顾秦苍倾笑一声说道 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了 咱们顾家如今发展飞速 可顾氏很多人还是觉得 顾家如同当年一般卑微弱小 这些孩子倒是个不错的 传递信息的媒介 孩子们所说 顾氏的真正强者们 应该不会太相信吧 那不是正好吗 顾秦苍悠悠说道 顾氏的真正强者都是高傲的 他们身居于顾氏族内 被顾氏族的强大麻痹 一个娃娃的话 自然是不会相信的 这样我们顾家才能足够安全 顾家的实力水平 会让大多数人不屑一顾 嗤之以鼻 但是却依旧能够让你 姑姑在那边的处境更好一些 快了 顾秦苍眸光闪烁 眼眸里全然都是光芒 我即将踏入神丹五重 等我进入神丹六重 大长老等人都达到神丹三重之后 我们顾家也就正式有了 向顾氏叫板的能力了 这一天 应该不会太远了 而后顾秦苍又说道 年关就要到了呀 少林少商到时候都能回来了 不过今年咱们家 也要给其他家送送年货 你到时候 也去一趟各个宗门 好好地打理一番 顾秦明白 世家想要发展 那么与各个宗门的关系 便不能差了 以前顾秦苍便每年都打理诸多宗门 给那些宗门的宗主送礼 给长老门塞红包 不过今年估计顾家要送的礼 会格外的多 因为顾家越来越强了 而能够搭上线的宗门 也越来越多了 这个世界啊 实力永远都是外交的砝码 进而 你还差多少林轩时间 快了 最慢再有两日时间吧 顾颖现在每天能够获得 二百多点经验值 两天一个阶级 已经是比较保守的速度了 顾秦苍文言心惊不已 好 如此一来 你或许能够在年关之前 踏入名单镜 现在家族内的很多长老 也都不会是你的对手了 顾秦苍忍不住摇头失笑 显然对于顾颖的实力提升 有些震撼 不过他是知道顾颖特殊性的 心中涌起一抹欣慰与心安 他敢如此不留余地的 大肆发展顾家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顾颖给他的底气 一个势力的发展 是要纵观未来的 不能盲目发展 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 会不断树敌 结盟 比如说 现阶段 顾秦苍扛着顾家前行 可万一顾秦苍出了什么事 那么蓬勃发展中的顾家 将会立刻被现有的 一切发展所反噬 树立的敌人固然可怕 结交的盟友 实则才是真正的噩梦 还好 顾颖的成长速度 就是顾秦苍的底气 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顾颖便能扛起顾家大旗了 无论顾家发展的如何疯狂 顾颖都有能力 接住顾家的盘子 顾颖告辞 继续修行 然而这一日 进入圣阳城的 似乎并非仅有顾氏的天才 一个身材窈窍 气质高贵的女孩 淡然地走入了圣阳城内 根据顾氏所言 顾家就在这圣阳城之中 如此一来 应该就能让我找到你了吧 这女孩的声音灵动清晰 但是似乎带着点怨气 她走到了顾家门口 那位门卫一看 眼前的女孩气质非凡 穿着黑色短裙 身材窍窍 气质清冷高贵 背后还背着一柄默色长刀 于是也是开口询问道 敢问这位姑娘来我顾家所为何事 啊 你好 是这样的 请问顾家顾影在吗 这女孩好有礼貌 气质高雅 长相更是美丽脱俗 比先前的那几个顾氏小崽子强多了 你说的是我家大少爷对吧 我家大少爷在家的 需要我帮你通报一声吗 好的 谢谢了 怎么称呼 秦氏秦雨凌 是的 这个气质优雅的女孩 来自于乾王皇族 秦氏族 正是顾影当初在神刚桎梏景地里 一同完成天魔任务的那个女孩 一提到这件事 秦雨凌就有点气不打一处来 当时她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顾影却是完全没留下任何的痕迹 就算是知道顾影乃是雷属性灵气 也让她找得很艰辛 这些时间 她又要努力修行 追赶进度 又要去找出当初在景地中 帮她渡过难关之人的身份 实在是太难了 她拜托长老们去顾氏族调查 可也都一无所获 最后她直接召开一场 与顾家年轻一辈的交流会 碍于皇族面子 顾氏不得不从 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 可能自己陷入误区了 并非一定是在顾氏之中 可能顾氏之外的地方 还有雷属性灵气 最后 她将目标锁定在了顾氏执法堂顾清轩长老的侄子顾影身上 作为皇族天才 她从小就在长辈们的宠爱下成长 但是却也因为家里人庇护得太好了 所以 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的 而当时神刚锦帝一别 她的心中萌生了一个执念 她想交一个朋友 并非是那种 因为她皇族天才的身份而刻意结交的朋友 在神刚锦帝中 他们随即匹配而成 以一个共同目标通关为主 互相不知道身份 没有利益掺杂 这让秦宇玲很享受这种纯洁的朋友关系 很快 顾影从顾家走了出来 当看到顾影之后 秦宇玲玄这的心终于放下 这一次终于没找错 只不过 她比较吃惊的是 当初在神刚锦帝之中 那般妖念逆天的家伙 竟然会是来自于世家 倒不是说世家如何 只不过顾影在当时 所展现出来的很多东西 已经不是世家能够拥有的了 而此时 看到了顾影眼中的吃惊 她露出甜蜜的笑容说道 不认得我了 只是没想到你能找到我 有失远迎 请进吧 两人并肩走入顾家 门卫忍不住露出吃瓜的神色 则则 那女孩一看便知道出身高贵 和大少爷可真配啊 顾秦苍真的没想到 今日造访顾家的人 竟然会这么多 而且 这人竟然来自于顾家皇族 秦氏族 秦氏族应当是前王区域内 当之无愧的霸主了 仅有完整的七品宗门神幽殿 能够与之抗衡 现如今神幽殿四分五裂 殿主下九幽不知所踪 秦氏族无人可撼动 而且还是个女孩子 那我便叫你宇玲吧 来到顾家 就当作是自己家一样 千万不要觉得拘束 顾影这小子是个呆脑瓜 什么时候 要是让你不高兴了 那么你跟叔叔说 叔叔好好收拾她 顾秦苍威风凛凛的 屁腻顾影 让顾影汗颜不已 秦宇玲觉得好笑 知道了叔叔 我和顾影 是在神钢置固井地里所结识的 那次多亏了她 要不然我又要失败了 顾秦苍这才知道 原来这两个人 是在神钢置固井地里结识的 而当听到了人家秦宇玲 都已经把自己的名字 告诉给了顾影了 结果这小子 还在那装神秘 好小子 你真是好小子 还好清宣长老指点 我才能找到这家伙 秦宇玲 这是把所有怨气 都和自己老爹说了一遍 这让顾秦苍 一直瞪着顾影 在秦宇玲那边看 这位可爱的叔叔 正在为自己出气 然而从顾影的角度 顾秦苍的眼里 满是恨铁不成钢 你个混小子 有没有点情商 难道还不如你二弟 你二弟当当给我来信说 觉得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 你再看看你 不过秦宇玲正妮子看来 的确好像是在皇族内 得到了最大的保护 对于别人 没有丝毫的戒备心 心思单纯 就连自己的体质 那么所带来的好处是 其他凡夫俗子无法理解的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林玄十阶了 啊 这样甚好 顾影这小子 也快要林玄十阶了 到时候 你们同时进入 林玄智固景地 互相也算是有个帮衬 秦宇玲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这太麻烦顾影了 她的体质 能将智固景地 直接拉到地狱级难度 她也担心拖累顾影 顾秦苍看在眼里 觉得这个小妮子不错 越看越顺眼 而对此顾影开口说道 小事而已 越困难的景地 所能够得到的好处才越多 而且 朋友之间互相帮助 也是正常的呀 啊 真的吗 景地中得到啥我都给你 哦了 两人直接拍定 这让顾秦苍觉得好笑 现在年轻人的友谊 都这么干干净净了吗 她忍不住想起了 自己在外结交 走到哪里 不是利益至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让她唏嘘不已 颇为感慨 随后还传音 给顾影说道 这妮子心思单纯 你小子别给我坑人家 不然我捶你 顾影无语 我看起来就这么坏吗 而这一日 顾秦苍给秦玉玲 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顾影还从自己的水池子里 抓出来了几只七彩锦李 如果说最开始顾秦苍 对待秦玉玲热情 是因为其皇族的身份 那么 后来就是真心欣赏这个丫头 同时也是为自家大儿子考虑 大儿子天资妖孽 福运恐怖 可是在这男女之事上 貌似并不是很热衷 再过几年 你地哨伤孩子都满地跑了 你还打光棍吗 这丫头是真不错 顾秦苍自觉眼光毒辣 对秦玉玲的印象大好 这鱼的味道好特殊啊 秦玉玲眼睛发亮 看着眼前的七彩锦李 上面涌出浓郁的火属性 鲜天精气 口感火辣 让她的小嘴通红 吃吧 不过也别吃得太多 小心晚上胃痛 顾影觉得好笑 于是提醒道 嗯啊 闻着顾家内堂里的滋滋香气 顾璇等人面色古怪地站在内堂之外 什么情况 其实 当那鱼香冒出来的时候 他们也都喜气洋洋 觉得顾家肯定是拿出什么高端食材来招待他们了 可是 等了好久 都不见有人来通知他们吃饭 于是他们自己闻着未来了 啊 里面啊 听说这是家主和大少爷正在招待贵宾 嗯 贵宾不是就在这吗 他们还在招待哪门子的贵宾 大哥 这顾家有点欺人太甚了 这是根本没拿 我们顾世当然看 一旁的顾世年轻人露出粪粪的神色 要不然进去看看 一群年轻人虽然在顾家里极为震惊 但是来自于顾世一族的他们 依旧有着属于自己的底气 再者说 那鱼的胃也太香了吧 肯定是他们都没见过的高端食材 也不知道顾家是从哪里得来的 他们被胃里的恶魔驱使朝着内堂走去 可走着走着 忽然看到了一对男女言笑艳艳 其中男的便是在演舞场内讲学健刚的那个妖孽 而另外一人 玄哥 你看那个女孩 像不像一个人 谁 顾玄眼皮发肿 脸上的淤青还没消散 此时伸着脖子 嘴里含糊不清地问道 秦氏皇女 秦宇玲 前些十日 秦宇玲刚与他们顾家开了一场交流会 顾玄等人并不是顾世最顶尖的天才 所以只能站在远处旁听 可依旧对这位高不可攀的秦氏皇女有印象 只是 她为什么会在顾家 还和顾家的那个妖孽关系 好像很要好的样子 秦氏皇女 不是高冷的一匹马 秦宇玲在顾家过得很开心 顾颖这家伙 平时有点腹黑 但是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 始终都很真诚 顾世一族在顾家过得就没那么开心了 他们总觉得 自己等人身份高贵 此番来到顾家 就应该受到高人一等的待遇 结果现在在顾家 却有一种被冷落了的感觉 所以现在 也是灰溜溜的准备离开了 秦氏皇女 竟然都在这顾家之中 而且还与那位顾家的大少爷 关系亲密 也不知道秦宇玲皇女 与那位名叫顾颖的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秦宇玲皇女 对待一个同龄人这种姿态 以前我们在故事内见到皇女的时候 她可都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这也是他们此行最不理解的事 他们以前在故事里 也见到过秦宇玲 可惜都是远远观望 那位皇女身怀特殊而强大的体质 是秦氏族内最为看重的后代 强大的天赋 高贵的出身 最纯粹的秦氏族血脉 这位皇女的未来不可限量 每次在遇到这位皇女的时候 他们故事大族 那些最顶尖的天骄 都表现得极为顺从 甚至有几分追求的意思 可这位皇女始终都不予理会 若是被顾天狼大哥知道 皇女竟然会对一个 分支年轻人如此热情 关系轻易的话 恐怕会直接疯掉吧 顾玲此时脸上的淤青 已经有点消肿了 不得不说顾家的灵药 还真是不错 哼 这次回到了顾族后 我肯定要天忧加速地说一两句 激怒了顾天狼大哥 到时候 这顾影可就惨了 旁边有少年露出阴影的光芒 这几日在顾家的确生活还算不错 顾家做得也挺好的 但是他们始终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简单来说 在他们的印象中 顾家对他们只能卑躬屈膝 现在这种隐隐间平等的关系 让他们极不舒服 离开吧 不要忘记 这次我们来到这边的郑婶 他们一想到这 也都是连忙点头 不嫌不淡地 和顾家的那位二爷打了声招呼后 他们便离开了顾家 哼 这次 在顾家所发生的事 你们一个字都不要说出去 不然的话 有你们好受的 顾璇现在 口齿清晰了很多 目录警告的神色 看向其他顾家的小辈 显然 这是说在顾家门口 被某个老头子 一巴掌扇飞的事 太丢人了 不然的话 他们这次进入顾家的事 肯定也没什么好说的 实在是太丢脸了 他们故事的那种优越感 完全没感受到 这还是因为 他们只是一群年轻人而已 如果他们 是一些长老的话 面对现在的顾家 肯定会隐隐间 有一些莫名的危机感 孩子们的眼光 还是太稚嫩了 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从他们离开了顾家之后 便被人一路跟踪 顾颖 我们跟着他们做什么 秦宇玲露出奇怪的神色 看着身旁的顾颖 顾颖眸光闪烁 看着一行人出城去 果然有目的性的 朝着一个方向赶去 随后淡淡说道 他们外出顾氏 赶到圣娘城附近 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要做 我也比较好奇 秦宇玲嗷了一声 隐约间也猜到了 顾家和顾氏之间的关系 他虽然心思单纯 却也冰雪聪明 顾家出了个妖孽的顾颖 而且从在顾家的 所见所闻所感 能够感受得到 顾家和寻常的那些世家 截然不同 寻常的世家 可没有顾家那样雄厚的资源 顾秦苍直接取出了 一枚灵水玄丹坐见面礼 送给了秦宇玲 这也太大方了吧 哪有第一次见面 就送灵水玄丹的呀 顾家的发展恐怖 潜力很大 顾氏与顾家 未来中会有一战的 顾氏绝不会放任一个 被他们所瞧不起的分支 无限发展 他们跟随顾玄等人 来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 洞口深邃幽黑 然而上面 似乎还有某些特殊的静置封印 这让顾颖忍不住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这是哪里 你有没有闻到 一股淡淡的香味啊 香味 顾颖听到一旁 秦宇玲所说的话后 也是仔细闻了闻 果然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芳香 好像是一些草药的味道 不对 是丹香 秦宇玲忽然来了兴致 难道这山洞之中 有特殊的丹药 秦宇玲一对美眸中 闪烁激动兴奋的神色 随后给顾颖解释说道 上次的大版本更新之后 更新了一百多种隐藏职业 而炼丹师 自然也就是其中之一 原本丹师也有 但是极为稀少 而且 每位丹师 都是真正的身份显贵 受人敬仰的存在 八王之地几乎没有 如果不是世界交易行的出现 咱们八王之地 是享受不到丹药这种高级玩意的 如果说 这里当真有丹药类型的机缘 那么价值还真是无法估计的 顾颖文言点头 想不到这故事的几个小家伙 还给了他不小的惊喜啊 顾玄等人站在那洞口前摸来摸去 忽然好像触碰到了 什么特殊的开关 整个山洞轰隆一声 顾玄等人连忙后退 仔仔细细地盯着那山洞 丹玄者山洞 是由一位神秘丹师所遗留下来的山洞 里面疑似有着 与隐藏职业练丹师相关的物品 果然 顾颖和秦宇玲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眸中的激动 这并非丹丹 只是与丹药有关那么简单 竟然是与隐藏职业练丹师有关系 我们也跟进去吧 秦宇玲一挥手 这是一门特殊的武学 竟然直接让顾颖和秦宇玲的外貌形体 直接隐藏不见 甚至就连气息都被遮掩得干干净净 这门铃引术 是一门隐藏类型的武学 可惜只能对付修为敌我很多的人才有用处 哪怕是同阶 这遮掩形态与气息 都发挥不到完美无瑕的效果 秦宇玲如此说道 顾颖也文言点头 随后秦宇玲将这门铃引术 直接共享给了顾颖 这倒是让顾颖忍不住感慨 这位秦室皇女的大气 秦室皇族恐怕是负道流油啊 顾颖叹息着 山洞开启 随后两人跟在了顾预等人的身后 顾预等人应当掌握着这单选者山洞的钥匙 同时也掌握着一些特殊的信息 所以他们跟在顾预等人的身后 是最安全 也是最省事的办法 有困难 顾预等人汤 而等到好处出现的时候 花落谁家就各凭本事吧 刷 宏大的山洞里 一道道气机迸发开来 化作无数流光 称在了山洞的顶端 犹如星空穷顶 看起来格外的耀眼炫目 恭喜您已经踏入炼丹师选拔仪式当中 此为隐藏职业 炼丹师的选拔仪式 若能通过所有考验 即可成为炼丹师 当真是能够成为炼丹师的职业选拔 顾预等人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他们也是意外地得到了这个特殊的传承地点 对此都不敢告知顾是大族 担心族内随便给点奖励给他们打发掉了 然后派遣其他人去接受炼丹师的传承 呵呵 他们可太了解自己大族了 什么奖励能比得上炼丹师的传承呢 若能成为炼丹师 我们便能炼制特殊的丹药 无论是增加经验值 甚至是增加一些更高阶的能量 短暂提升实力 这个能力都足以让我们在族中的地位水涨船高 前王区域内没听说过有炼丹师的存在 一位突然出现的炼丹师 足以被整个八王之地的势力争抢 这是能直接性提升势力整体水平的一种可怕的职业 千奇百怪 而又作用惊人的丹药 都足以让人以超越原始的成长速度来提升实力 讨厌一 丹选者残魂将会在你们之间检测是否有人具备炼丹师天赋 如果有人具备炼丹师天赋 则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炼丹师比赛 获得炼丹奖励 无人具备炼丹师天赋 则所有人都会被送出丹选者山洞 本传承将继续尘封 等待下一位有缘人一时之间 顾玄也是有些紧张了起来 炼丹师这个职业在上古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开发了出来 只不过因为炼丹师天赋太过稀少 所以能成为炼丹师的人太少了 在上古时期传承传承就断掉了 炼丹师是个烧钱的职业 无论是丹方还是丹药材料 都太稀少而昂贵了 刷 一道宏大的气息陡然扫过顾玄等人 同时还扫过了身后隐藏着的顾颖和秦宇玲二人 那气息在扫过顾玄等人的时候毫不停留 一扫而过 可在扫过顾颖的时候忽然停滞了一下 恭喜你们获得进入单选者炼丹师选拔的资格 嗯 难道是我 顾颖神色古怪 秦宇玲此时都用惊喜的神色看向了一旁的顾颖 那气息在扫过她的时候也毫不犹豫 仅有在扫过顾颖的时候 微不可见地停滞了一下 看来顾颖拥有成为炼丹师的天赋 虽然自己没有炼丹师天赋 有些可惜 但是现在秦宇玲有了一位拥有炼丹师天赋的朋友 哈哈哈哈 我们之中果然有人拥有炼丹师天赋 肯定是我 你别不要脸了 拥有炼丹师天赋的人肯定是我 哼哼 等我成了炼丹师 我肯定会照着你们的 行了 别吵闹了 我们这些人 不管是谁成为了炼丹师都没问题 大家都是朋友 都是兄弟 狗父桂莫相望 顾预等人神色美滋滋的 就他们几个人进入这单选者山洞 炼丹师天赋者肯定就在他们之中 这是一场莫大的造化 他们朝着前方走着 忽然面前的景色变幻 当当当 面前变成了一间巨大的密室 密室上有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座位 伴随着响亮的声音响起 一只只炼丹炉竟然从蓄空中坠落下来 整个密室都阵战了一下 控火练习 你的面前有一本基础的控火之术 请在炼丹炉中凝聚出合格的丹火 凝聚丹火 炼丹炉构造特殊 想要在其中凝聚丹火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需要极为精妙的控火之术 看来想要成为炼丹师也没那么容易 秦宇玲对于炼丹师的了解还挺多的 我们秦氏在几百年之前是有一位炼丹师的 所以留下了一些资料 可惜那位炼丹师到死都没找到一位拥有炼丹天赋的人 他的传承也就断了 秦宇玲看了一眼 能够拥有炼丹师天赋的人万中无一 奇怪 我们只有五个人 为什么一共有七个位置呢 不过想不通的是不必多想 他们早就已经被眼前的控火之术所吸引了过去 而顾颖和秦宇玲也借着灵影术做到了那额外的两个位置上 开始看起了眼前的那个控火之术 控火之术操控火焰以化万行 拥有火属性体质 可在学习控火之术上事半功倍 顾颖文言顿时露出了淡淡喜悦的神色 您的赤岩九龙体忽然激起阵阵火光 控火之术掌握度正31% 啼湖灌顶灵感激荡 控火之术掌握度正52% 您的雷属性灵气发出高亢兼明 与赤岩九龙体所激荡而出的火属性灵气融合在一起 形成在炼丹之上天赋潜力极佳的雷火属性 控火之术掌握度正87% 这控火之术并不难 只不过让顾颖有些诧异的是 雷属性与火属性组合在一起 竟然会成为在炼丹上天赋极佳的雷火属性 他询问起秦宇玲 炼丹师都是双属性灵气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炼丹师必须要拥有火属性灵气 而另外的一种属性则是决定了炼丹师的天赋 金火属性是下下之姿 水火属性是中下之姿 土火属性是中上之姿 木火属性是上上之姿 那雷火属性呢 听到这个问题 秦宇玲眸光一闪 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静静地说道 绝顶之姿炼丹奇才 原来如此 顾颖拥有雷属性灵气 而他还拥有了火属性体质 如此一来 也算是拥有了火属性灵气 顾颖这个取巧所拥有的雷火属性 竟然是炼丹之中最顶尖的炼丹属性搭配 你们有没有听到 好像有人在我身旁窃窃私语的声音 此时 靠近隐藏着的顾颖 与秦宇玲的那个故事年轻人脸色发白说道 你别瞎说 这里就我们五个人而言 其他人不耐烦地说道 他们目前正在努力地学习那控火之术 然而学习的进度却是极为缓慢 到现在才学习了3% 这让他们心中烦躁 脑海中不断地涌入信息 可是他们却是完全不能理解 啊 这玩意也太难了吧 控火之术 蓝色阶级 可这蓝色阶级怎么这么困难 学不会 根本学不会 他们烦躁地发牢骚 然而就在此时 那个无人的顶炉 忽然剧烈地震战了一下 随后整个房间里的温度都剧烈 生腾了起来 火浪奔涌 那无人的炼丹炉之中 竟然点燃了栩栩燃烧的丹火 这诡异的一幕 顿时让所有顾氏一族的年轻人们吓傻了 本身来说 五个人却有七个丹炉 就很诡异了 而现在他们努力使用的丹炉毫无动静 然而 那无人的丹炉忽然燃起来了丹火 他们的脸下的煞白 有鬼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丹炉面前无人 我没看错吧 为什么里面燃烧起来了丹火 这些人一惊一乍的 让顾颖有些无语 大概这就是天才与庸人的区别吧 他们学得头晕目眩 而顾颖随便几下 就直接将这丹火完全融会贯通 一旁的秦宇灵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学会了控火之术 直接就能在那狭小复杂的丹炉中凝聚丹火 顾颖的炼丹天赋恐怕极强啊 测验已通过 此时 丹炉者山洞里忽然响起了通告 一时之间 顾氏的几个小辈全都被吓傻了 测验通过了 他们五个人没人凝聚出丹火 只有那个无人的丹炉之中凝聚出来了丹火 顾玄终于忍不住了 怎么总感觉这一次外出这么不顺呢 他大吼一声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在这里装神弄鬼 他朝着那无人的丹炉走了过去 然而才刚刚靠近 啪 搜 啊 顾玄的身子倒飞出去 然后刚刚消肿的脸又红肿了起来 顾玄又被抽了 还是被看不见的鬼东西抽了 难道这丹玄者传承中当真有鬼 他们顿时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感觉后背发凉 秦宇灵觉得有些好笑 同时也开始可怜起了这些故事大族的年轻人 这次的炼丹师选拔仪式 估计要成为他们永恒的噩梦了 第二轮考验开始 想要作为一名强大尊贵的炼丹师 你必须要拥有对药材的辨识度 以及对药理的理解度 请在规定时间内寻找出合适的药材 以炼制基础的经验丹药 随后 在他们的面前 直接就出现了一块药田 沁原心脾的药香味传来 顿时让顾瘾也都是眸光微眯 显然很享受这种味道 体内的灵气都加速运转了 在他们的面前 还有一个丹方 灵犬丹 服用后可立刻获得五十点经验值 一品丹方行走在药田上 沐浴在片片药香之中 顾瘾和秦宇灵在寻找着 那丹方上所需要的药材 秦宇灵自知自己无法成为炼丹师 所以 他现在一直都在帮助顾瘾寻找 灵植草 玄灵花 灵瓣根精 玄哥 你听到了吗 此时顾氏子弟们 听到了秦宇灵那空灵的声音 正在念叨着药材 现在就好像见了鬼一样 浑身都是冷汗 顾瘾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整个人都肿成了猪头 他坐在那里 看起来有些呆滞 我先栽己想起 他嘟囔着 眼角流泪 都喜欢打脸是吧 那个老头喜欢打脸 现在鬼也喜欢打脸 而且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看不见的通关者 他们看到出现在药田之中的那些脚印 觉得不寒而栗 你们说 会不会 刚刚我只是触不及房下 被抽了一个嘴巴的 要不然 你们上去试试 那系练单诗传承啊 玄哥 你要上你上吧 我是不上 嘿嘿 玄哥 你不会是 想要坑我们吧 现在的情况也太诡异了 咱们就老老实实的 狗住一条狗命就不错了 是啊 玄哥 别冲动 他们连忙按住顾玄 顾玄摇了摇头 似乎并不服气 顶着个猪头就上前去 妖孽 给我死 嗖 啪 啊 玄哥 你现在更像猪头了 我 顾玄等人再也不得瑟了 蜷缩在一起 看着几株笼罩在 盈盈绿侠之中的药材 被无形的人拿了出来 这次的考验 是根据药名 药理 以及一些淡淡的香味 来辨认能够炼制 灵犬丹的材料 顾玄有些不是很擅长 不过一旁的秦宇玲 却是极为拿手 她添资聪慧 药理一看就透 她直接帮顾玄 将几位晦瑟难懂的药材 都找了出来 然后放在了顾颖的手中 你试试吧 嗯 顾颖将药材放在了那桌子上 药材确认中 药材正确率百分之百 请即刻入座 炼制一品丹药 灵犬丹 成功炼制后 您将通过所有考验 并且获得炼丹师 隐藏职业 就差最后一步了呀 不过 顾颖也是略带感激之色的 看了一眼旁边的秦宇玲 如果不是秦宇玲的话 顾颖第二个考验就要栽了 这丫头在药理上的天赋 的确很可怕 秦宇玲眼眸中带着激动 在为顾颖高兴 注意到了顾颖的眸光后 她甜蜜一笑 然后用白嫩的小手 攥成拳头 在自己的肩下轻垂了两下 然后指着顾颖 煞是可爱 顾颖盘坐 启动丹炉 点燃丹火 炼制一品丹药 灵犬丹的工序 最为轻松容易 就是将所有丹药燃烧融化 然后融合成丹 不需要任何的技巧 主要考验的 还是控火之术 还好顾颖的控火之术 已经修行完满 所有药材纷纷升空 然后在顾颖所凝练出来的火焰中 先是变得焦黑 随后融化成泛着淡淡绿霞的药液 最终在顾颖的面前缓缓成型 在成型的一瞬间 顾颖就看到了那枚丹药 冒出淡绿色的光芒 一股沁人心脾的药箱 夹杂着热浪向外扩散 恭喜您通过所有考验 恭喜您成功激活隐藏职业 炼丹师获得随机一品单方三个 获得药田栽培手册一本 解锁出阶炼丹师知识 一时之间 一股信息进入到了顾颖的脑海之中 那是属于一品炼丹师的炼丹技巧 以及三种一品单方的详细信息 一切数据化就是好啊 顾颖忍不住感慨 只要解锁了相对应的东西 那么知识 信息 技巧 都会化作信息 进入到脑海之中 省去了很多苦修 以及死记硬背的过程 炼丹师 在整个红界之中 都会拥有恐怖的人脉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上赶子 想要与一位炼丹师结交成为朋友 现如今丹药稀缺至极 就连世界交易行的丹药 都已经供不应求 开始疯狂涨价 能够拥有一位炼丹师朋友 好处巨大 当然了看秦宇玲这个样子 并非是想得到什么好处 而是单纯的开心 为自己的朋友而开心 只是一品炼丹师而已 想要晋升的话 还是需要一番苦修啊 这个炼丹师的职业若是晋升起来的话 效果巨大 对于顾颖本身 对于顾家 都会有着恐怖的好处 而此时 顾颖看了一眼顾玄等人 已经缩在角落里被吓破胆了 他索性也不去搭理他们了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顾颖是想将这几个故事 不知天高地厚的几个小崽子 永远地留在盛阳城附近 不过顾秦苍既然说 希望他们能够将一些顾家的消息 带回故事 那么也就留他们一命 更何况现在在顾颖眼里 这几个小家伙是他的送财童子 炼丹师这个隐藏职业 就是一个万金牛职业 现在世界交易行开启 对于炼丹师的好处是可想而知的 以前很多需要跋山涉水 才能购买的药材 现在依靠世界交易行就可以购买 你提升炼丹师等级应该很快 现在应该刷刷熟练度 就可以晋升了 不再用上股的那一套什么自测方法 复杂得很 秦宇玲在一旁轻声说道 世界交易行的出现 对于整个红界里的各个层级的修行者 都有着巨大的好处 就是烧钱而已 炼丹师就是个极其烧钱的职业 药材昂贵 丹炉昂贵 控火之术昂贵 更不用说那些稀缺的上股丹方 价值连城 药材昂贵也就算了 炼制丹药 有很大的概率会失败 而失败后 药材也就全部成为废渣了 这个职业没点家底 还真玩不转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目前世界交易行的那个物价 雖然已经开始疯涨 平均价格都已经翻倍 然而对于顾颖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也就都不叫问题 他们二人走出了单选者山洞 随后又回到了顾甲 路上 秦宇玲说他还要回一趟家 为自己突破境界做一些准备 过几天后再过来找顾颖 顾颖知道 秦宇玲每次突破境界都需要做足准备 因为他的景地实在是太过恐怖 地域难度的景地充满了未知性 虽然这次顾颖答应 和他一同进入凌选景地之中 但是该做的准备还是不能少的 好 我大概三日内踏入凌旋径 到时候再见 这几日和秦宇玲一直都黏在一起 不得不说顾颖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 朋友吗 顾颖看着秦宇玲那窑窕美丽的背影 也是若有所思地呢喃了一声 他退出了灵影树的遮掩 然后朝着圣阳城走去 回到了顾家后 原本顾秦苍还有事找他的 结果顾颖二话不说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这让顾秦苍忍不住惊气 这小子怎么回事 难道说是又有什么新的收获 他隐隐间有点期待 毕竟顾颖已经不是第一次给他惊喜了 顾颖直接打开了世界交易行 炼丹师 万经有职业 如果一位炼丹师愿意 不要命的炼丹 能够在短时间内 就直接将一方势力提升阶级 想炼丹 得先弄个丹炉 顾颖看了一眼世界交易行上的丹炉 他看到了很多强大的丹炉 黑金圣炉 六品炼丹炉 效果一 有1%概率炼制出圆满丹药 药效增加10% 效果2 炼制丹药成功率增加20% 效果3 炼制丹药失败后 有50%概率保护药材 不会成为废渣 这丹炉还拥有这么多的效果呢 顾颖忍不住点头 目光中也泛起了淡淡的渴望 这就好像是顾颖前世学习之前 先把装备都拉满到顶配一样 不行 我现在的炼丹水平 还用不到这药牛叉的东西 而且这价格可真昂贵啊 竟然用到了88888美零饼 炼丹师的东西可珍贵 顾颖看到了一个一品丹炉 竟然也卖到了2399枚零饼 他在其中挑选了一个 看介绍上加固稳定性的丹炉 灵火丹炉 一品丹炉 效果 炼丹时加强20%丹火稳定性 适合新手使用 框当 下丹完毕后 一口雕刻灵纹的漆黑色丹炉 便出现在了顾颖的面前 呼 顾颖吹去上面的灰尘 这次他通过了丹选者山洞里的考验 获得了三本丹方 灵犬丹 筑体丹 灵海丹 灵犬丹就是那个一天服用一枚 每天增加50点经验值的丹药 这种丹药杂质比较多 貌似如果维持一个月的时间服用的话 后续药力会被身体排斥 效果减半 而筑体丹倒是还不错 可以增强体质 强健筋骨 搭配每日横练锻炼 可以给锻炼者的体魄 带来巨大的好处 灵海丹则是一种静心丹药 短时间内提升道心修为 能够帮助对抗心魔 时效 一分钟 这个效果还算不错 可惜时间太短 一品丹药 对于现在的顾家来说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不过倒是可以给我 用来提升我的练丹熟练度 顾颖呢喃了一声 买了十套灵犬丹的药材 这些丹药的价钱不算高 十套也采用了30枚灵币而已 要知道 一枚灵犬丹的价格 就是25枚灵币 只要顾颖能练出一枚灵犬丹 都能回本了 开炉 萤火 煞时间 丹火沸腾 顾颖将丹药融入了进去 灵犬丹效果单纯 炼制方法简单 用来刷炼丹熟练度 最合适不过了 您成功炼制出一枚灵犬丹 恭喜您获得一点炼丹熟练度 炼丹篡改点加一 顾颖看了一眼炼丹熟练度面板 一品炼丹师 150 50枚灵犬丹 可以让顾颖提升到二品的水准 同时顾颖又打开了 自己的炼丹篡改面板 篡改一 炼丹成功率正1% 时篡改点 篡改二 炼丹时有5%概率出单量翻倍 时篡改点 篡改三 炼丹时有5%概率 触发丹药生品 强行提升丹药一个品级 药力增强50% 时篡改点 炼丹也能篡改 而且这篡改的效果有点猛烈啊 顾颖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眼眸里的光芒满是震动 炼丹成功率1% 这个的概率应该是 无论在炼制什么丹药的时候 成功率都会增加1% 据说一些六七品的超级丹药 炼制成功率甚至低于1% 那么这个1%的概率 就很恐怖了 而第二条篡改的话 则是有5%的概率 直接出单量翻倍 原本一炉丹药 可以出三枚丹药 触发了这个效果的话就是 直接炼制出六枚丹药 而第三条的话就更逆天了 若是我能炼制出一枚生品了的 零水玄丹的话 每天就可以获得75点经验值 一个月就是2250点经验值 比原本正常的零水玄丹 足足增加了750点经验值 不错不错 大有可为 顾盈眼眸发亮 由衷感慨了一下 自己篡改天眼的变态之处 一天的时间里 顾盈都在炼制零水玄丹这枚丹药 成功率几乎就是100% 只有一次失败 是因为顾盈有些困倦了 少放了一株药材 丹药与药材的平衡被打破 险些炸炉了 这个时候 顾盈买的这个丹药 立刻就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稳定性正20% 这才将丹药稳定了下来 不过一炉丹药倒是废了 一日时间 顾盈练了50枚灵犬丹 练丹时等级直接升级至二品 他头晕目眩 感觉精神乏累 顾勤仓看顾盈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 有些担忧的靠近 结果感受到了 那里面不断奔涌 而出的炙热气息 顿时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这小子在鼓刀些什么呢 玩火 不过很快 当闻到了浓郁的药香味后 药香 玩火 难道是炼丹 炼丹师这个职业 可是上古职业 从古到经都在历史中 占据着重要而尊贵的地位 在八王之地 炼丹师几乎是看不见的 爹 你在外面偷听了什么 进来算了 顾盈无语的声音响起 顾勤仓黑黑一笑 走进去就看到了疲惫的顾盈 以及满地的药材残渣 和一口丹炉 你 真的在炼丹 什么情况 你怎么学会炼丹了 顾勤仓惊讶的声音响起 此时的顾勤仓当真没想到 顾盈外出一趟 不过半日的时间 回来就会炼丹了 这份巨大的惊喜 让顾勤仓一时之间 有点没反应过来 顾家要拥有一位炼丹师了 嗯啊 没想到那群顾氏的小崽子们 来到这边的墓地 竟然是寻找一位炼丹师的遗迹 倒是让我钻了空子 获得了炼丹师传承 直接解锁了炼丹师职业 只不过现在 我只掌握了三种一品丹方 顾颖将手里的那些一品临权丹 给顾勤仓看了一眼 顾勤仓眼眸中露出狂喜的神色 这几个顾氏大族的小崽子 还真是宋才童子 炼丹师这种上古职业都能找到 丹方的话不用愁 目前有世界交易行 我让人去世界交易行上蹲守 有合适的丹方 直接秒下来就好了 顾勤仓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 能够让这位见过各种大场面的老神丹吉 强者露出都难以做得住了 可以想象 炼丹师这个职业究竟有多么恐怖 只要拥有合适的丹方 代表着顾家将会拥有无穷尽的丹药 零水玄丹是三品丹药 等级不算高 可毕竟是能够直观提升经验值的丹药 丹方极为稀有 那些留存在红界之中的炼丹师们 一个个也都藏宝在手 不太会放到交易行上拍卖 顾勤仓对此有些犯难 零水玄丹是现在最主流的丹药 制作零水玄丹的药材 一套也就50枚零币左右的价格 就可以收集到 而一如能出2-5枚零水玄丹 目前世界交易行已经卖疯了 一枚零水玄丹能够卖出500枚的高价 而且几乎是出现在世界交易型上 立刻就会被秒掉 再等等看吧 我先把我的炼丹师等级刷上去 顾勤倒是觉得先不用着急 目前三品的丹药 他是炼不成了 想要突破到三品炼丹师 需要500点熟炼度 对于零泉丹来说 也就是说要炼制500炉的丹药 这有点太考验孤颖的经历了 他毕竟还需要打坐等修炼 这的确挺麻烦的 不过你应该尝试着炼制一些高阶的丹药了 二品的聚随丹的丹方 我昨天在交易行上还看到了 貌似没人买 一会儿我就让人去看看 直接买下来 二品的聚随丹 每天获得50点经验值 药力一共持续7天 目前在世界交易行上的价格 已经达到了100枚零币 这些丹药供不应求 价格只会越来越高 原本以为武学与领宝 才是这世界交易行上的最主流的商品 结果这些丹药都已经卖疯了 顾秦仓颇为感慨 此时虽然已经恢复了平静 脸上却依旧保持着浓郁的笑容 丹药已经是但凡上架 就会被抢走的商品 而顾颖练丹师的身份 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顾颖文言点头 而顾秦仓又看了一眼顾颖练制出来的灵权丹 只是最低级的经验丹 仅能收获50点经验值 而且药效仅有一天 这丹药我就拿走了 目前顾家正在准备培养皇家等这些实力不强的世家 这些灵权丹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灵权丹对于顾颖他们这些 每天想用灵髓玄丹的人来说 就是如同垃圾一样的丹药 但是对于像皇家等等很多实力卑弱的世家来说 这灵权丹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顾家准备用这些来奖励那些世家 倒也是好办法 顾颖点头 随后又说道 能不能给我弄一块地 我想开一篇药田 药田 听到这顾秦苍眸光闪烁 种植药田的确也是一个不错的事 只是想要种植药田 貌似需要特殊的手法 以及合适的领土 这些目前顾家都不具备 我的炼丹师传承里就有药田培育方法 这个不用担心 而领土的话 在交易行上蹲手蹲手吧 顾秦苍点头 药田性价比高 很多珍贵的核心药材 在交易行上被炒的价格也很高 有一堆药贩子 很恶心 他们似乎知道单方内的药材材料 可以卡某些特殊的药材 让现在交易行乌烟瘴气的 对 就是你起的头 顾影摸了摸鼻子 就算是我当初不高价垄断 伴随着交易行的发展 也肯定会出现类似于这种药贩子的存在 这是摩世孵化的一群恶人 跟我有啥关系 对 毫无关系 当天下午 顾秦苍就将顾家附近的几座空闲的大宅院 都收了过来 同时 顾家将交易行上的那个二品单方 聚水丹丹方买了下来 花费了一万枚零币 然后给了顾影 同时还给顾影买了十套聚水丹的药材 对此顾家的长老们都无比惊奇 什么情况 咱们顾家买丹方和药材这些炼丹师 所需要用到的东西做什么 在旁敲侧击之下 那堂长老们又惊又喜 他们顾家出了一位炼丹师 一位炼丹师对于顾家的好处是无法想象的 说个最简单的 如果掌握了零水玄丹的丹方 那么顾影 能够让顾家的大多数人都吃得上零水玄丹 可以想象 这些小辈们每天能够收获五十点经验值 一年的话 就是一万八千二百五十点经验值 当然了 那需要一年时间不间断 炼制大量的零水玄丹 需要太多太多的药材 不切实际 而且零水玄丹的丹方太过珍贵 暂时顾家拿不到 但是这也可以证明炼丹师的可怕程度 零水玄丹连续吃一年 足以让一个刚踏入神钢径的小辈 在一年时间内踏入宁丹三重 炼丹师就是实力的催化剂 我们顾家出了个炼丹师 何仇不昌盛 我们这些老家伙还不赶紧修炼 都去修炼万雷剑钢手册 争取在一周内 所有内堂长老全部踏入神丹境界 凝聚剑钢 整个顾家的内部都洋溢着昂扬奋境的氛围 而此时的顾影 端坐于自己的房间内 看着面前的丹炉 正正失神 药田的事虽然地方已经弄下来了 同时顾清仓也派人去整理收拾 只要拿到领土 就能够开辟出大量的药田来种植药材 顾影已经收购了一些不错的药材种子 就等领土了 先炼制丹药吧 药田的事缓缓再想 开炉 丹火起 很快 一炉丹药便炼制成功了 炼丹成功率主要是依靠控火之术的熟练度 以及丹炉的强度 就目前来看 这个一品丹炉的稳定性还真是很重要 顾影这一炉出了五枚聚髓丹 一炉能出四到八枚聚髓丹 而且他第一次炼制聚髓丹 就出了五枚丹药 这个成功率真的很高 获得五点炼丹熟练度 炼丹篡改点加二 二品丹药能够获得五点炼丹熟练度 以及两点炼丹篡改点 灵犬丹炼制起来倒是轻松 可是收益太低 灵犬丹是属于最低级的一品丹药 一炉只能炼出一枚 很少的概率能出两枚 聚髓丹不同 聚髓丹的药材 花费了五十枚灵币一套 而顾影炼出来了五枚 一枚一百灵币的价格卖出去的话 这就是整整翻了十倍 刷刷刷 顾影继续开始炼制 一天时间 十套聚髓丹都被顾影炼制完毕 可惜炸了一炉丹药 让顾影的药材 直接就变成了废渣 不过依旧被顾影炼出了五十三枚聚髓丹丹 顾影看了一眼自己的炼丹面板 二品炼丹师四万五千五百 炼丹篡改点 六十八点 顾影重新打开篡改面板 篡改一 炼丹成功率正百分之一 十篡改点 篡改二 炼丹时有百分之五 概率出单量翻倍 十篡改点 篡改三 炼丹时有百分之五概率 触发丹药生品 强行提升丹药一个品级 药力增强百分之五十 十篡改点 他将篡改二和篡改三提升了一下 随后篡改二和篡改三的第二阶段篡改 就需要二十点篡改点了 顾影直接将这两个都给提升了一下 丹药生品和单量翻倍 这是目前顾影所需要的 而炼丹成功率的话顾影暂时没那么需要 毕竟目前所炼制的丹药成功率都在九层之上 可不在乎那么百分之一的成功率 五十三枚聚随丹 顾影并没有卖出去 毕竟卖出去了 也就只是五千三百枚零币左右的价格而已 对于其他地方 这已经是想象不到的一份巨额财产了 但是顾家以及顾影 现在是真的不差这么个把万的零币 顾影走出房门 手里拎着一个袋子 一大把丹药都在里面摆放着 散发着盈盈光芒 一股芬芳顿时蔓延在了整个顾家之中 这是什么味道啊 闻起来好香啊 难道是丹药的味道 天啊 我顾家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药香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赶紧出去看看 不少顾家年轻人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随后纷纷顺着药香传来的味道走了出去 很快 有人欣喜若狂的大呼说道 所有顾家小辈赶紧到大哥房前集合 大哥要给所有人分发聚随丹了 聚随丹 12品丹药聚随丹 现在在世界交易行上 可都卖100枚零币一枚啊 比紫色的武学都要昂贵 大哥要给我们发 哎呀 一时之间 顾颖要发聚随丹的事 直接就传遍了整个顾家 顾家现在虽然也有很多零随玄丹 只不过还是有很多人 是没有机会能够享受这种丹药的 年轻子弟中只有五六个人 有这样的资格 其他的零随玄丹 都要给长老们提升修为的 而聚随丹每日享受经验值是一样的 只不过要力持续的时间不同而已 一时之间 顾颖门前立刻站满了顾家的小辈 统计一下人数 顾颖站在门前 扫过所有人 在短暂的统计了人数之后 便给聚随丹都发了下去 目前在顾家内的顾家小辈 一共有五十一人 还多了两枚聚随丹 顾颖就自己装了起来 多谢大哥 嘿嘿 有了这聚随丹所能提供的三百五十点经验值 一周内我就能进入神刚制够了呀 大哥怎么会有这么多聚随丹呢 我最近一直都在关注交易行 可是交易行之中的经验丹药 几乎是上架了 就被秒掉了 若不是蹲守 基本上是拿不到的 大哥一口气 就拿出来了五十枚聚随丹 对啊 大哥不愧是大哥 就是厉害 有人忍不住惊叹道 而此时 表面上看 顾家的年轻人们沸腾了 然而 其实真正沸腾了的 是顾家的长老们 小景成为了炼丹师 这是真的 肯定是啊 家主买了很多药材 还买了二品丹方聚随丹的丹方 现在小景能一口气 拿出这么多的聚随丹 交易行是买不到的 只能自己炼制 我顾家当真有了一位炼丹师 不愧是小景啊 这小子实在是给我们太大的惊喜了 难怪我刚才还看到了 家主在那边美滋滋 别说家主了 我都沸腾了 当得知了顾颖成为炼丹师后 他们也便更加高兴了 大概是因为顾颖作为邵家主 也是未来顾家的执掌者 这也就说明了顾家的这位炼丹师会 一心为了顾家发展 而不会被其他势力的诱惑 而更改立场 顾秦苍倾笑一声 这几日的时间 顾颖踏入临玄石阶 并且将经验值拉满 进入到了临玄智固境界 同时顾秦苍也带回来了一个消息 圣王区域绝世女香强氏回归 踏入金丹境 手持神秘顶尖灵宝 杀入皇甫士族 以血腥手段屠戮一脉 打崩皇甫老皇主 将其囚禁在皇甫境阁之中 重新掌权皇甫士族 这就是世家之争 据说皇甫士家 在皇甫晚而养伤的这段时间 被皇甫士族屠杀了大半 只剩下的一些血脉 流散在圣王区域附近 一场血货 顾秦苍唏嘘不已 同时也比较庆幸 如此一来 我们顾家也算是投资成功了 一尊拥有金丹境强者的圣王皇族 若是真能与我们结成同盟的话 对于我们顾家的发展 也更有好处 本来其实我还担心 顾家和皇甫皇族差距太大 结盟没有什么底气 但是现在我有底气了 顾秦苍用略带笑意的眸光 看向了一旁的顾影 拥有一位炼丹师 就是最大的底气 别说皇甫皇族了 就算是六品势力 都请不来一位炼丹师 再过些十日 等皇甫晚完全解决了 皇甫士族那边的事 应该也就开始要与我们 交涉结盟之事了 顾秦苍捋了捋胡须 眼眸中满是振奋 顾氏还在自己的顾家建渊中 顾不自封吗 再等等 顾家就要超越你们了 算算日子 今日秦苍林那丫头 就要来了吧 顾秦苍询问顾影说道 顾影点头 按照和秦苍林的约定 大概也就是今日 秦苍林便要赶到顾家来 和顾影一同进入 凌旋置顾景地里 虽然说凌旋置顾景地 是随机匹配队友 但是还是会有距离 与时间的影响因素在的 同时进入凌旋置顾景地 并且在一起打坐进入 流浪 经过这两日的炼制 顾影给顾家藏宝阁 积累了大量的聚随丹 同时他的熟练度 也已经增长到了 435点熟练度 距离踏入三品炼丹师 也就只剩下 13炉聚随丹的炼制了 顾影倒也不着急 现在三品丹方太过稀少 顾影暂时还是拿不到 什么好的三品丹方 就算是提升起来了 也没什么用 他炼丹炼累了 于是就来到了自己的院中 开始提升自己的武学 这一次 顾影准备 将自己用的最多的猎穷剑爵 进行圆满篡改 猎穷剑爵 1420 算了 还是去炎武场吧 顾影怕自己一键 把自己的房子给拆了 还是去到了炎武场内 很多人看到了顾影 顿时停下了修炼武学的动作 眸光火热地看向了顾影 现在的顾影 对于他们来说 几乎就和神一般 年轻人狂热地崇拜顾影 顾影摆了摆手 随后开始修炼剑爵 大哥就是大哥 这气质实在是太迷人了 我若是女的 肯定疯狂地爱上大哥了 切 那是肯定的 就算是单单抛去 长相气质不谈 大哥可是二品炼丹师 更是修炼出了剑纲二层 据说正在准备进入 凌旋智固景地 突破宁丹境界 谁不迷上啊 哎 继续努力修炼吧 修炼个锤子 大哥来修炼武学 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观摩机会 年轻人们纷纷放下手头的修炼 站在了顾影的面前 顾影展出猎穷剑爵 紫色的剑光阴沉压抑 瞬间撕开云雾 破灭苍空 让这些年轻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若是他们身陷其中 肯定会被直接碾压成积粉的 这就是紫色武学猎穷剑爵 我的目标就是兑换这个 有人激动地说道 很快 顾影将猎穷剑爵修至圆满 猎穷剑爵以修炼至圆满 可以开启篡改面板 篡改一 猎穷剑爵为力正10% 实篡改点 篡改二 猎穷剑爵有1%概率 斩出一方湮灭天渊 破灭天渊 具备金色圣品及威能 实篡改点 篡改三 猎穷剑爵有5%概率 剑光速度 星号三倍 实篡改点 顾影斯衬了一下后 选择了篡改一和篡改二 猎穷剑爵本身就是紫色爆发类剑爵 威力惊人 这10%的提升收益很高 而至于篡改二 顾影承认 他想当毒狗 紫色武学和金色武学的差距巨大 尤其是金色圣品爆发类型的武学 简直是难以想象 顾影目前的金色武学 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号称可以镇压诸天的龙象神境 另一个则是可以续命的不朽鲜活 万一顾影哪一剑 触发了这1%的概率 直接换出什么烟灭天渊 直接爆发圣品爆发类型武学的威能 想想都很爽 顾影觉得乏累了 于是便回去了 在傍晚的时候 秦宇玲回来了 然而随同的还有一位黑衣老人 此时那位黑衣老人苦口婆心 上次秦宇玲是偷着跑出去的 可是将他们吓坏了 秦室皇族内 秦宇玲从小就深受这些老东西的喜爱 他聪明伶俐 天资恐怖 在这些老家伙的溺爱中成长 很多老东西都将秦宇玲 当作是自己的直系后代来培养 可见不得他有任何的闪失 下次不许了 老人略带责怪地看着秦宇玲 秦宇玲好看的眼睛眨了眨 下次肯定不会了 二爷爷 我这不是终于得到了他的消息 所以特地过来找他吗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在这圣阳城内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老者闻言沉默了 因为秦宇玲所说的确属实 若是只在这圣阳城内 还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圣阳城秩序稳定 这说明镇压圣阳城的顾家 很有手段 顾家的确是这圣阳城内的霸主 而且最近貌似也挺活跃的 带头弄了个世家联盟 发展的倒是像个样子 老者闷闷地说道 只不过那个顾颖 能够在同境界内 压得住秦宇玲这丫头的妖孽 竟然会是诞生在于一个世家当中 看宇玲这妮子的模样 似乎对那人的印象很不错 似乎从出了情室之后 他就笑呵呵的 心情很好 脸上挂着那种笑容 让老人莫名有一种感觉 秦宇玲好像是去见秦郎的感觉 这老人顿时黑脸 好不爽 进入圣阳城 走入顾家 这老人露出意外的神色 顾家家主的境界 有点超出他的意料 当顾秦苍从顾家走出来的时候 那一份气度 以及身上隐隐间冒出的压力 似乎并没有比这位老人弱多少 他可是已经神丹六重的境界了 这个顾家 没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一般世家 能有一位神丹 一重境界的强者 已经能够跻身于顶级世家的范畴内了 而现在顾家给他的感觉是 已经超越了顶级世家的范畴 一进入内堂 就看到了顾家内堂各大长老 似乎都已经神丹境界 这份沉甸甸的实力 让这位秦室老者也有些吃惊了 你们顾家很不错 秦室老者忍不住点头 这个世界实力永远都是最好的底气 此刻的顾家 让这位从乾王皇族内走出来的老者 也忍不住收起了架子 语气随和 这次雨林这丫头 要踏入林玄智固景地 我们已经给她做足了准备 不过这孩子的景地 永远都是低于难度的 那位顾颖在哪里 我还要感谢她 上次带着雨林这丫头 通过神刚智固景地 此时 顾颖走了过来 倒是让秦室老者眼眸一亮 无论是从长相还是气质 顾颖都是绝顶之姿 而且看样子 顾颖的年龄和秦宇林 好像差不多 能在这个年纪 进入到林玄十阶智固状态 这小子也不简单 怎么感觉这俩人真挺配呢 自己的心中 忽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这个念头 她脸色顿时昏暗了下来 尤其是当看到了顾颖出现后 秦宇林便拉着顾颖到一旁去聊天 那位平日里 在面对任何人都高高在上 冷淡至极的秦氏皇女 竟然也会对待别人如此热情 那个 你叫顾颖是吧 老者虽然心中有所不爽 但是对顾颖还是比较温和的 毕竟是个小孩子 他堂堂皇族老一辈强者 怎么会和一个小孩子一般计较 拜见前辈 顾颖恭敬问候 嗯 这次毕竟是宇林有事求你 而秦宇也给他这次突破 准备了很多东西 你有没有什么需求 可以和我说 我帮你准备一下 秦宇要借给顾颖一些战斗资源 能够让顾颖在凌玄至顾颈地之中 能够发挥得更出色一些 这样他也能够足够稳妥 我应该没有什么需求 多谢前辈好意了 嗯 我没其他意思的 只不过与林这丫头的 至顾颈地你也是见过的 是真正的地狱及难度 老者还以为顾颖是爱于自尊 于是也是尽量语气柔和地解释了一下 顾颖只能解释自己 暂时不需要什么 顾秦苍提前叮嘱过顾颖 对待皇族的人 要偶尔适当亮剑 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的价值 那老者顿时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顾颖说话间的那种气度与自信 是伪装不出来的 顾家主 能否让我试一下贵公子 他看着顾颖 虽然顾颖很有自信 但是他却依旧要试探一下 没办法 这次皇族给秦与林准备了太多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消耗用的 所以不容有失 好 顾秦苍略微点头 这正和他意 现如今这位老者 已经初步见识到了顾家的底蕴 双方目前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如果能展现潜力 那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好 小顾颖 朝着我出剑吧 让我看看你的最强一剑 老者饶有兴趣地看着顾颖 招了招手 得罪了 刷 神侠剑出现在顾颖的手中 老者露出淡淡的笑意 现在初级领宝 已经没有最开始的那么稀有了 不过能够拥有一柄初级领宝的武器 的确很不错 裂空剑绝 顾颖的裂空剑绝 经过了篡改以后 未能增加百分之十 应当是顾颖目前所能够展出的最强一剑了 扑扑扑 龙玉的紫色剑光在空中奔行 二层剑钢加持其中 那紫色的光芒中夹杂可怕而赤胜的雷霆 这一剑很可怕 就连老者都有些意外 他抬起手掌 倒是不费力地将顾颖的剑光在空中压碎 可一对浑浊的眼眸中却是闪烁着惊讶的意味 二层剑钢 紫色爆发类武学 初级领宝 雷属性灵界 好顶级的剑修配置 刚刚那一剑 恐怕就算是寻常的宁丹一众的修行者 想要扛下来都极为头疼 而且谁能确保这小子没有其他底牌呢 他看向顾颖 眼眸里的光芒带着些许的欣赏 最让他吃惊的还是剑钢二层的境界 就算是顾氏大足内 能够做到这种剑道修为的都没几个人吧 顾氏的一道分支血脉 给了他太多的惊讶 甚至是震撼了 而这也是顾秦苍需要的效果 不错 顾家主 你这儿子很不错 他丝毫不掩饰欣赏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 顾颖并没有动用真正的底牌 顾颖的龙象神镜 现在已经拥有了三道龙象神镜 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凌旋十阶 全力施展 估计能够展出三道龙象神镜 全面爆发 如果催动了龙象神镜 再上赤眼九龙体 那么顾颖的这一剑 估计能够展出真正的极致 宁丹一众 顾颖的这一剑是给整个宁丹镜准备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接我一指 老者又继续说道 他的声音缓慢 可一股大势渐渐撑起 一道止光爆发 瞬间击中顾颖的身子 这一击是按照宁丹境界点出的 然而 在触碰到顾颖的身躯之后 顾颖的身躯 瞬间激荡出淡金色的水波光纹 心欲神明神 在一秒钟的时间内 免疫任何伤害 咦 老者露出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指 竟然没有点出任何波澜 刚刚的那一瞬间 顾颖仿佛无敌的神明 金欲神明神 虽然只是蓝色的法咒 但是绝对是蓝色法咒中最为特殊的 比很多紫色套装都要强大得多 时间短 但是效果逆天啊 老者还想再试探试探 总感觉这小子身上底牌无数 他有一种想要将其挖掘出来的冲动 可是秦宇玲的小手 在他后腰狠狠地捏了一把 顿时让这老人倒吸一口冷气 几百岁的人了 被捏得倒吸冷气 二爷爷 你老试探什么啊 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啊 讨厌死了 好好好 不试探了 不试探了 许久之后 老者眼面看天 长叹不止 雨林竟然为了一个小男生掐我 哎 顾颖莫名地觉得这情势的老者有点可爱 而一旁的顾情仓嘴角露出笑意 好吧 你们两个进入其中吧 记住 一定要小心谨慎 小顾颖 你也要注意安全 不要莽撞 若是出现当真无法通过的时候 立刻放弃 你们这些天才 每一个都是珍贵无比的 是损失不得的 老者语重心长地说道 对顾颖他的印象还不错 不卑不亢 气质非凡 还真没什么不顺眼的地方 顾颖拱手 随后和秦雨林对坐 两人同时选择进入林玄智固景地 天魔乱象 神鬼降旦 当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顾颖就知道 自己绝对已经与秦雨林匹配到了一起去 果不其然 那一道穿着黑色长裙的身影 出现在了顾颖的身旁 一对修长的大腿朝着顾颖脉动 然后很自然地站在了顾颖的身旁 天魔神窟已出现 请立刻赶往天魔神窟 完成任务 顾颖和秦雨林对视一眼 随后点头 这次家里 给我准备了不少东西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秦雨林的灵魔体潜力恐怖 很受情势重视 这次情势给他的准备比上次还恐怖 可秦雨林总觉得 有顾颖在 才稳妥 震魔神窟 顾颖和秦雨林 携手走到了一座被滔滔魔器覆盖笼罩的洞窟之中 随后顾颖看到了一道道漆黑的魔影 星红的双魔在黑暗中摇曳 犹如星红的灯笼 第一关 星红邪魔 请面对天魔一族最顶尖的五位灵玄石接颠锋级的存在 主 天魔一族诞生于黑暗之中 是天生邪恶的生灵 天魔天骄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同阶之中拥有着无敌的实力 摩天狼 灵玄石接颠锋 标签 同镜无敌 剑刚二层巅峰 月魔神命体 效果未知 摩天罡 灵玄石接颠锋 标签 同镜无敌 刀刚三层 冰河求神体 效果未知 四位灵玄石接颠锋 同接无敌的存在 饶氏皇族给清玉玲准准备了大量的东西 此时却也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能够被地狱级副本标榜天才的存在 究竟该会是多么恐怖 剑刚二层巅峰境界 刀刚三层境界 神秘体质 这几乎是无法撼动的 这就是地狱级难度的灵玄景低吗 虽然想过会无比艰难 但是这一次的压迫感也太强了 秦宇灵开启灵魔体 浑身的气息 犹如宁静的夜空一般 只不过面对那天摩天骄 他依旧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似乎这天摩天骄是不可敌的 哪怕是动用底牌 他也只能有把握 解决掉其中的两个 顾颖 能帮我拖住其中两个吗 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顾颖的身上 他对于顾颖的灵玄阶段是空白的 没有任何印象 自从上次神刚景低一别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顾颖 唯一看到顾颖展现实力 也是先前秦氏老人试探所看到的冰山一角 所以此时他也没了底气 然而此时 温和的声音从他的耳边响起 都交给我吧 啊 秦宇灵诧异地看向了一旁的顾颖 顾颖朝着前方走去 面对四尊同境界无敌的天魔 顾颖却是露出了淡然的神色 这四尊同境界无敌的天魔天骄 的确可怕 高等级剑钢刀钢 一听名字就知道 效果绝对不俗的神秘体质 这样的对手 一口气出现四个 换作是谁都没办法应对 可对于顾颖却不一样 万道归虚 无上归虚之力 封禁对方一切境界能力 顾颖的身上 冒起金色的光芒 那光芒犹如泉水一般涌出 宏大的静置 瞬间笼罩四位天才 剑钢二层巅峰 以封禁 刀钢三层 以封禁 枪钢一层巅峰 以封禁 攻势三层 以封禁 所有武器进阶修为 全部被封禁 什么 秦宇玲露出震撼的神色 不敢置信地看向顾颖 这些天才之所以能够同境界无敌 就是因为他们 那高于常人的剑钢 刀钢以及体质 结果现在全部被顾颖封印住了 金色圣咒 顾颖的身上 有一套完整的金色套装 这简直不可思议 别呆着 速战速决 顾颖的圣咒万道归须 仅能将他们封禁三分钟 这三分钟的时间 是他们的机会 顾颖开启老农砍柴弓 瞬间开启对魔道叨叨暴击的特效 神侠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急魔体爆发 吼住其中一位天魔 让他进入天魔混乱状态 随后顾颖手中的 神侠剑爆发凌冽的紫芒 猎穷剑绝 破 摩天狼的身躯 被恐怖的剑光瞬间撕碎 摩天狼已被击杀 天魔的闪光 同时间 顾颖的身上紫色套装 天魔的闪光爆发 一道烟灭一切的力量 将摩天罡的大半个身躯炸得粉碎 他们被封禁力量 一时间似乎有些不太适应 秦宇灵气息肃杀 犹如幽冷的月夜 他从怀中取出一柄 如同月牙一样的弯刀 那弯刀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击碎那手持 长弓的天魔天骄的头颅 顾颖看出 那竟然是一件顶尖灵宝 这倒是合理 世界交易行出现之后 顾家也从世界交易行上 购买了一件顶尖灵宝山河印 并且借给了皇甫瓦 回归圣王区域操控皇族 前王皇族常年积累 所积累的零食至换成零币后 能买一件顶尖灵宝 也算是合理 不过 能将这顶尖灵宝 交给秦宇灵的手中 难以想象秦宇灵受重视的程度 最后一位天魔手持长枪 带来的防御力 是失去了进阶能力的天魔天骄 无法击破的 顾颖大手一挥 直接拍裂她的半张脸 手中的剑化 做一道无情的雷霆 瞬间击穿她的喉咙 咕哧 恭喜成功突破第一关 呼 秦宇灵小脸严肃 此时向外倾土浊气 有些紧张 不过她一对美眸看向顾颖 顾颖还以为这丫头 想问她金色法咒的事 结果秦宇灵对此事指口不提 对顾颖表现得极为尊重 同时用膜拜的声音说道 你好厉害 等着下个考验吧 顾颖无奈失笑道 请前往第二个考验地点 阴魔山 二人顺着气息的牵引 走到阴魔山所在的位置 空幽的大山 一条幽深的小路 似乎延伸到了 整个神刚智固景地最深处的位置 踏入阴魔山 你们将会被封尽所有攻击手段 请在群魔的攻击下 走完阴魔山小路 这一关是考验我们的防御能力的呀 顾颖看着一旁的秦宇灵 淡淡说道 秦宇灵露出担忧的神色 随后看着顾颖说道 家里给我准备了一件初级防御灵宝 要不然你用吧 我的灵魔体开起来之后 还能获得一些防御增幅 我试试硬抗 她从怀中取出一个女士胸甲 然后放在顾颖的手中 脸色坚硬 扛不住咋办 扛不住也得抗呀 顶多就是吐点蟹呗 顾颖觉得好笑 随后说道 你穿着吧 我也有防御灵宝 而且 你这灵宝我穿不上啊 顾颖抵花了一下 让秦宇灵脸色发红 然而秦宇灵还来不及反应 顾颖的身上 忽然发出清脆的响声 噼里啪啦之间 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甲片 镶嵌在顾颖的身上 金灿的光芒奔涌 顾颖的身材本就魁梧有力 宽肩窄腰 此时穿上这甲皱 更显得鹦鹉不凡 长发散落 被染成金色 秦宇灵露出惊讶的神色 这是顶尖领宝 他看了看自己手里的 初级防御领宝 不动声色地撤回了一件领宝 啊 真讨厌 有顶尖领宝不早点拿出来 秦宇灵俏脸发红 略带着点称怪 踏入阴魔山 一道道冰冷肃杀的契机 朝着顾颖冲杀而来 一道剑光坠落在顾颖的身上 结果却只是勾起凛冽的火花 随后 剑光破碎在半空中 并没有在顾颖的甲皱上 留下丝毫的痕迹 散发汹涌澎湃的金光 顾弱金汤 任何的攻击 都无法撼动顾颖的防御 跟在顾颖的身后 秦宇灵心跳加速 就是这种可靠的感觉 上次在神刚智固境地的时候 他便有这种感觉 从小生怀灵魔体的他 在每次突破的时候 都无比艰难 智固境地 如同已经成为了他的心魔 要将他淹没 这种心安的感觉真不错 他的脸上勾起笑容 恭喜成功走过阴魔山 第二关也度过了 只要再度过第三关 两人就能够成功突破到宁丹境 正是成为前王区域 年轻一辈中最顶尖层次的存在了 第三关 天道寂灭 世界崩塌 秩序虚无 魔器将灌溉整个世界 你们要在世界中生存三十分钟 在世界的中心 有一位圣道大夫子 靠近圣道大夫子 可以在他的教会之下 保存圣心 驱逐魔器的影响 主一 魔器对魔道体制无害 主二 当完全被魔器侵蚀之后 将会被圣道大夫子出手诛杀 轰隆 煞时间 天地震荡 一股滔天的魔器 从那无形深渊中流淌而出 以恐怖的速度覆盖整个天地 天地变得很冷 那是从心里回归而来的感应 现在怎么办 秦宇灵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她也是第一次遇到过 这种类型的考验 生存 在那滔天魔器之下 生存三十分钟 而此时 他们听到了 在那世界中心所爆发出的圣道之音 金色的光芒圣洁无瑕 正在疯狂对抗着漆黑的魔器 二人对视一眼 朝着圣道大夫子的方向走去 很快 他们看到了一位身穿白衣的圣人 他儒雅随和 须发皆白 站在了浩瀚的圣洁之光中 口中念诵经书 对抗天地魔器 似乎是看到了顾颖和秦宇灵 他的眸光中露出慈爱的神色 圣人当庇护天下人 孩子 过来 我来庇护你们 在我的庇护下 你们受到魔器的影响 会变得最小 那声音让人很有感染力 秦宇灵神色复杂地站在原地 此时正在思考 圣道大夫子乃是宁丹三重 巅峰境界的存在 若是他和顾颖当真被魔器完全侵染 那么这圣道大夫子 直接就会出手将他们抹杀 这个考验 无疑是有两种破局方法 一种 接近大夫子 受到庇护 然后坚守本心 不被魔器影响 可魔器恐怖 能否坚持下来是的问题 第二种 是针对顾颖和秦宇灵这种 拥有魔道体质的人 可以吸收魔器 但是需要被大夫子诛杀 要怎么选择 而现在 顾颖朝着大夫子走去 顾颖已经做出了选择 要寻求大夫子庇护 在大夫子慈爱的目光下 顾颖靠近 然后寻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悍然出见 大夫子脸色大变 你是个天生坏种 天生的坏东西 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直接将这大夫子砍了 你我都有魔道体质 在这魔器之中 生存三十分钟 毫无危险可言 慈爱而庇护众生的大夫子 露出震怒的神色 坏东西 我要将你诛杀 顾颖本身就是偷袭 而且他直接就挥出了 自己所能展出的最巅峰一剑 极魔体 天赋剂 天魔的屁拟 在催动天赋剂后 你接下来的一次攻击 将会在面对身怀正气之人 爆发出二至五倍暴击微能 对方正气越浓郁 倍率越高 冷却时间 一日 顾颖的极魔体在进化后 获得了第二个天赋剂 天魔的屁拟 在面对身怀正道之气的人 能够爆发出二到五倍的暴击伤害 这圣道大夫子的正道之气 已经浓郁到极点了 此时顾颖的剑瞬间爆发出 令人震撼的压力 极魔体与赤岩九龙体双开 五倍暴击 冒相神剑 裂空剑诀 在这重重加持之下 顾颖化身天魔 屁拟苍生 他的剑势如破竹 直接斩入那浓郁的圣光当中 扑扑扑 鲜血将圣光染红 圣道大夫子的身躯 硬生倒地 一旁的秦宇林看呆了 他没看错吧 顾颖接近大夫子 找了个适合出剑的地方 然后直接雷霆出手 一剑秒杀了宁丹三重巅峰的正道大夫子 这应当是顾颖第一次全力出手 两大体制全开 金色武学龙象雷镜完全爆发 三道龙象神镜被他全部挥出 并且施展紫色武学猎穷剑诀 再加持剑纲二层的韵味 这一剑斩出了顾颖作为剑修的极致 再加上天魔的屁拟 五倍暴击伤害 这一剑毫不费吹灰之力的撕开金光 斩灭宁丹三重巅峰的大夫子 不过顾颖感觉自己的经脉 犹如火烧一般 那是强行驱动龙象神镜造成的 他浑身力量都被抽空 脸色苍白 秦宇玲急忙扶住顾颖 任由顾颖躺在自己柔软的怀中 美眸中满是震撼 这次的景地内的三道难关 比上次的神钢景地还要恐怖 秦氏给他所准备的东西 几乎是没有发挥出任何的作用 但是顾颖依旧能够横推 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正好倒在他的小腹处 脸朝着他 鼻子都被挤压的变形 他想换个姿势 可顾颖用完那一剑以后 已经一点都动弹不得了 香气入鼻 顾颖感觉自己的脸被柔软包裹住 他用最后一丝力气 从怀中取出两枚灵海丹 这是灵海丹 可以加持道心 驱除魔器对道心的侵染 这是顾颖提前炼制的 因为有上次添魔针炎的前车之剑 所以顾颖也做了这方面的准备 虽然只是一品丹药 可却也有着不小的作用 魔器对他们的魔道体质造不成威胁 但是只是对他们的肉体没有伤害 还是会对他们的道心有影响的 秦宇玲张开小嘴 吞下一粒林海丹 随后羞难的小声说道 你别钻了 我为你吃药啊 他将顾颖那不太老实的脑袋扳了过来 然后将林海丹放进了顾颖的口中 虽然有些生气 可他还是抱着顾颖 为顾颖抵挡大部分魔器的入侵 顾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真坏 怪不得那大夫子说 你是坏东西 秦宇玲小声说道 在顾颖的腰间掐了一下 轻柔的根本感受不到疼痛 顾颖开始休息 三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恭喜你们已通过所有考验 成功通关林玄智固景地 步入宁丹静 恭喜您获得顶尖领宝 圣魔长弓 圣魔长弓 顶尖领宝 天赋剂 图魔圣射击 触发效果后 射出三枚逐日之剑 获得必然命中特效 并且获得百分之三十爆炸 效果增幅 天赋剂 蓄力射日 可进行长久蓄力射击 攻时的威能与蓄力时间有关 根据蓄力时间 威能增幅为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三百 顶尖领宝 而且还是极为罕见的弓类领宝 顾颖刚刚也见到过 拉弓射箭的天魔 可惜还没等到 他爆发全部力量 就被顾颖封尽能力 一箭带走了 以前顾颖一直都觉得 在修仙世界里 这种弓箭类型的武器 太考验精准度了 所以他比较无感 但是 当看到了那涂抹圣射计后 他放下所有顾领 有锁头啊 那没事了 一柄暗金色的长弓 从天而降 落在了秦宇玲的手中 秦宇玲将拉弓箭 放在了顾颖的手中 诺 给你 事先已经约定好了 在这井地中 所得到的所有东西 都给顾颖 所以秦宇玲虽然也比较眼热 还是将拉弓箭 放在了顾颖的手里 你先起来呗 他商量着说道 三十分钟 该休息好了吧 秦宇玲脸色发红 看着从他怀中起身 精神奕奕的顾颖 美好气的白了一眼 秦宇玲乃角色 更有一种皇女的高贵气质 现在脸色发红的 白了顾颖一眼 当真有一种风情万种的感觉 顾颖轻笑着说道 终于突破了 嗯啊 秦宇玲还是很高兴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进入 桎梏景地 一次就渡过了难关 秦宇玲知道 这都多亏了顾颖这个妖孽 他有些不好意思说道 下次您担智固景地的时候 你能不能也陪我一起啊 顾颖把玩手中的圣魔长弓 爱不是手 心情大好道 以后你的每次智固景地 我都陪你 秦宇玲双眸发亮 盯着顾颖 嘴角勾起淡淡的笑容 此时 顾家内堂中 顾秦苍正和这位秦室老人交谈 而他也是得知 这位秦室老人 乃是皇族七大太上长老中 排名第二位的存在 顾家的发展的确很强 潜力很足 哪怕是以这位秦室老人的眼光来看 现在的顾家发展潜力都值得重视 老人露出笑容 不得不在心里撕衬了起来 顾家与顾氏 在前王区域内 仅能拥有一个 像这种主脉与分支之间的争斗 无论是哪里都会出现 现在顾氏有点闭门造车的意思 终究是发展的时间太长 整个太过臃肿 这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秦室之中 所以此时看到顾家的发展潜力 以及那种上下一心的热忱 他也忍不住心惊 秦室和顾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老人言明 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 双方是可以进行合作的 然而就在此时 刷 一道裂缝陡然出现 随后两股突破的气息 陡然让老者和顾氢仓都露出了愉悦激动的神色 突破成功了 老人也有些意外 毕竟他是知道 地狱及难度的景地到底有多么变态 哪怕秦室给秦宇林准备了很多灵宝等手段 却也已经有了接受失败的心理准备 成功了 感受着顾颖和秦宇林同时踏入宁丹境界的气息 老者站起身来 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沐浴在悬光中 刚刚被传送回来的顾颖 他意识到了 秦宇林执意要找这个顾颖的原因 难以想象 圣阳城顾家的一个年轻人 竟然会如此的妖念 小顾颖的前途不可先量啊 老者看着顾颖 捋了捋胡须感慨道 而一旁的顾秦苍神色骄傲 可心中却也有着一抹震惊 这就宁丹了 顾颖宁丹了 宁丹之后便是神丹境界 正是进入前王区域最顶尖的范畴了 这小子成长速度太快了 追得也太快了 他苦笑 可神色中的惊喜 却是不加掩饰的 而此时 顾颖和秦宇林站起身来 稍加巩固了一下自身的修为 秦宇林来到秦室老者的身旁 将自己灵魔体这一次的蜕边面板 给秦室老者看了一眼 那老者的眼眸中满是喜悦的神色 在听过秦宇林对景地中三言两语的描述后 他也是朝着顾秦苍说道 顾家主 来日方长 若有机会 我很期待秦室与顾家的合作 来日方长 顾秦苍原本还想多招待一番 结果老人说 秦室还有事 需要尽快回去 于是顾秦苍也便不再挽留 秦宇林闷闷不乐 似乎有点舍不得顾颖 有空就去找我玩啊 我上次偷跑了一次 这次爷爷们应该都有防备了 一听到这个 一旁的老人翻了个白眼 你还知道呢 等到他们彻底走后 圣阳城 顾家 轰然爆发出了欢呼声 小辈们一个个都激动地来到了那堂外 欢呼雀跃 大哥突破宁丹境界了 大哥无敌啊 恭喜大哥 贺喜大哥 今年年关也要到了 咱们顾家还真是喜事连连啊 就连长老们若不是自持身份 估计都要欢呼起来了 其实过了年关后 顾颖才正是二十岁 二十岁的宁丹境界 这在以前的乾王区域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就算天地大变后 伴随着世界交易行的出现 让修行开始加速 可这样的层次 依旧是乾王区域大多数人无法攀登的 秦宇玲提升的速度快 那是因为她是秦氏皇女 有一大皇族 清净资源去培养 效果可想而知 终于宁丹了 这次在景地之中 全面爆发 一剑斩了一个宁丹三重巅峰的大夫子 但是那也是因为有天魔的辟逆效果在 五倍威能爆发 再加上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才能拥有这般恐怖的成效 我若是施展龙象神境的三道神境 再加上底牌进出 抓住机会 应该能一剑秒杀宁丹二重 在宁丹这种含金量极高的大境界之中 能够做到越阶击杀 就足以看出目前顾影的恐怖之处了 晚上的时候 顾秦苍大摆宴席 整个顾家欢聚一堂 满是酒香 对此 二伯顾清阳表示怨声载道 因为顾家内堂用的酒 是顾秦苍从他的地窖里抠出来的 更该死的是 地窖的事 是顾影那小王八蛋泄露出去的 这对父子 简直不拿我当人 上阵父子兵是吧 我是不是也应该生的孩子了 四 找谁呢 小芳 还是小莹 又或者是小可 要不然还是叠叠吧 他屁股大 好生呀 当天晚上就看到二爷哼着小曲出了顾家 然而被顾秦苍擒拿于半路之上 生娃大计半路而终 第二天清晨 顾秦苍激动的来找顾影 说是帮顾影收到了大量的领土 这是通过顾秦苍的渠道打听的 应该足以顾影将一块药田填满了 顾家给顾影支付了三千枚灵币 买来了这些领土 派遣大长老以及二长老去给领土运了回来 知道自家有炼丹师 所以对于领土的事 大长老和二长老分外严肃 就连那售卖领土的人都吓了一跳 顾家现在这么猛 过来买个领土而已 来了两位神丹级的强者 领土被运回了府邸 在顾影和顾秦苍的指挥下 林田被铺设工整 简儿 你准备种植什么药材 要不然种植聚水丹的药材 顾家现在毕竟掌握聚水丹的单方 顾秦苍所想自然是自给自足 然而顾影却是摇头说道 爹 你想啥呢 那些药材就算是种了出来 也就只能卖出去那么一丁点的灵币 有啥用 真缺的时候去交易行上买不就行了 那些都是最基础的药材 种植的时候完全不需要特殊的培育手法 毫无技巧可言 顾影的话倒是的确提醒了顾秦苍 于是顾影直接取出了几枚药材种子 株林草 玄妙三菱果 赤文花 顾影所拿出来的 这些都是在交易行上保留量少 并且价格不菲的高级药材 基本上都是三品的药材 一株株林草能够卖出二百灵币的高价 也不知道是什么特殊单药的核心药材 哎 果然 挑选这些东西 还是要你这个专业的炼丹师 你选择的这些都是核心药材吧 嗯啊 顾影点头 核心药材 就是在炼丹过程中 无法被替代的药材 这种药材价值高昂 并且一般难以培育 主要还是这些领土足够高级 竟然保留三品的灵气存储量 足够培养这些药材了 而且 我有专门的药材培育手册 足够培育这种药材 顾影用专业的手法 将这些药材种植在领土之中 随后用手掌按在领土上 这些高阴阶的药材 需要这种手法来进行辅助生长 据说一些高阶的手法 甚至能够培养出完美灵药 甚至是培育出生品的灵药 炼制出的丹药 都会具备特殊的属性 以目前世界交易行上的价格来算 你这一块领土上的药材 足以卖到一万到两万枚灵币的价格 炼丹师虽然烧钱 但是却也能挣钱啊 顾情仓忍不住感慨 他看到顾影所种植的那一株吃里玄火草 在交易行上卖出了五百枚灵币的价格 而且一旦挂上去就立刻会被秒掉 也是忍不住感慨到 将药田的种植完毕后 顾影说道 我挑选的都是成长周期短暂的 这些灵药的成长周期都在一个月内 再加上这里靠近咱们顾家后山 有灵脉的灵气输送 这些灵药估计有个十天半个月就能成熟了 这些药材虽然生长周期短暂 但是都需要服以灵营手印 帮助聚集灵气 再加上顾家的聚灵法阵 聚灵法阵根本难以培育 这也是为什么交易行上这些东西 会如此稀缺的原因了 一日时间 顾影开始巩固境界 开始修炼 看到宁丹境界五千点经验值的提升 这让顾影颇为感慨 也就是说 每突破一次就等于灵旋境界 从第一阶到第十阶的经验值增长 顾影现在每天能够收获喇叭怪的 116点经验值 打坐加战装的28点经验值 零水玄丹家聚灵法阵的100点经验值 也就是244点经验值 这样算来 20天才能找一个阶级 想要跨越宁丹 进入神丹境界 我竟然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太慢了 顾影摇头说道 这也太慢了 而这一日 顾影带着留在顾家的黄琪琪 修行龙像雷镜 一日时间 加上黄琪琪的特殊性 顾影修炼出了两道龙像神镜 如此一来 身体里存放五道龙像神镜 已经极为不错了 而黄琪琪等黄家子弟这段时间 也一直都待在顾家 生存在顾精锐的阴影中 不过对于黄琪琪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 她那天然的体香 在顾家完全不用 担心会被妖兽叼走的危险 顾家强者无数 没有妖兽感 轻易冒犯这里 一到到神丹气息 就是最好的威慑 而到了晚上 顾琪琪忽然找到顾影 说有一件事 要让顾影去办 我要去一趟秦明城皇家 顾影有些诧异 秦明城地处偏僻 虽然不算遥远 可想要进入秦明城 就必须要穿越黑玄山脉 还是比较凶险的 所以秦明城的发展 特别不好 穷山恶水 也是没办法的事 最近有一个名为三权宗的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宗门 进入了秦明城 想要在秦明城发展 开始对秦明城 本土世家皇家出手了 这些不长眼的 不入刘宗门太多了 家族内各大长老 都已经外出忙去了 你去一趟吧 这也是对顾影的历练 三权宗 说实在的 这个宗门的名字 有点草率 不入品级 这说明 这个三权宗最强者 的确是个不错的历练机会 他答应了下来 立刻就准备出发 秦明城 虽说地理位置不好 但是景色还算不错 天色蔚蓝 阳光灿烂 这几日 皇家的生存空间 又被挤压了 我已经向顾家求援 哎 说到底 还是我们皇家的实力太弱了 谁都能够来念一下 他们憋屈至极 皇家的实力太弱小了 如若不是有顾家做靠山的话 那么他们皇家 恐怕早就在当初 就已经被灭掉了 但是 这次的三权宗 的确有点强大 专门淬炼肉身 这样的功法我从未见过 那位三权门宗主的实力很强 竟然能够将淬体炼到这种程度 先前我甚至看到了 他以寸镜打崩了一座山岳 这样的实力 根本不是我能够应对的 皇家家主探息道 只能等顾家的人来了 你已接入秦明城聊天频道 第二日清晨 顾影站在秦明城外 以他目前的境界造诣 已经足以直接探查 整个秦明城的情况了 他看到很多特殊的修行者 在秦明城内 体修 体修比较少见 是个很古老的词汇了 体修代表着以利圣天 以强大磅礴的力量 来对抗灵气所赋予的身体机能进化 想要淬体 需要下苦功夫 常年累月的锤炼肉身 再加上特殊的淬炼方法 以及单要辅助 太繁琐 而且与直接容纳灵气 进入肉身的性价比比起来太低 所以逐渐也就断了传承 这个三权宗是淬体宗门 那么应当掌握一本不错的淬体法 顾颖眸光闪烁 从顾颖踏入秦明城后 便立刻感受到了一道道眸光锁定了他 一直到顾颖走入皇家 那些目光都没有消散 皇家家主连忙迎接了出来 大少爷 他认得此人乃是顾家大少爷 他顿时瞳孔收缩 浑身俱阵 也某种满是无法理解的神色 为什么他们求援给顾家 结果顾家竟然来了顾家大少爷 顾颖天赋强大 实力恐怖 但是毕竟只是一位年轻人 而他们要面对的可是拥有宁丹级强者的三全宗 三全宗 今日皇家与外界有接触吗 此时的三全宗内 一位浑身都是强劲肌肉的中年人 眸光阴意着说道 没有 只不过今日清晨 有一位年轻人进入到了皇家 我们的人一直跟了进去 年轻人 三全宗眸光闪烁 是顾家的人吗 他们得知了皇家背靠顾家 然而他们始终觉得 皇家这个位置怎么会勾搭上顾家那种顶尖的世家 顾家最近可不简单 灭了九品宗门云霄门 最近甚至那位顾家家主 更是与八品宗门灵集门的门主都打了一场 神丹境界的战斗是他们难以想象的 所以他给了皇家一时间 如若顾家对皇家置之不理 那么他们可要动手了 我们掌握紫色翠体功法 天皇灵全影 三全宗 现在虽然只是不入品级的小宗门 但是发展潜力巨大 未来我们将会成为九品 甚至是八品的炼体宗门 天皇坐影 寸进开天 这就是他们三全宗的宗门内训 是顾家太拖大了 还是说顾家当真已经放弃了这个皇家 皇家实力悲弱 所在的秦明城更是一座小城 完全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 皇家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踏板 吞掉皇家 占据秦明城 在这种穷山恶水之间 适合我们体修成长 我们三全宗虽然不入品级 可是现在我们拥有这本紫色炼体功法 就是掌握西式资源 秦明城消息闭塞 与外部很少有联系 所以正好适合我们发展 这本武学价值巨大 虽然体修现在已经断了传承 但是不代表紫色炼体武学的价值低 一位修行者若是能掌握这种炼体武学 烧下功夫 在炼体上小有成就 就足以在同境界之中领先他人 三全宗的实力 一旦泄露出具点消息 那么都会是一场灾难 秦明城恰好是一个让他们发育的地方 从秦明城开始 我将打造一个强大的宗门 我们三全宗 也要从这天地大变之中 奋一杯羹 他站起身来 雄姿鹰发 到时候 谁还敢看不起我们 哼 可就在此时 城池聊天之中 三全宗宗主 献你在正午之前 感到皇家意识 不然后果自负 三全宗宗主 原本雄姿鹰发 看到了这条聊天 顿时露出难看的神色 你确定进入皇家的是个年轻人 对 应该不超过二十岁 好好 顾家的人就这么嚣张是吧 此时 整个秦明城都炸开了 三全宗 是新进入到秦明城内的宗门 实力很强 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很强的 这人是谁 皇家请来的外援 好嚣张啊 直接以命令的语气 命令三全宗 他们并不觉得 三全宗会答应 三全宗是有傲骨的 正午时分 顾颖坐在皇家内堂里 看着战战兢兢的皇家强者们 他却是叹息道 看来这三全宗敬酒不吃食罚酒 本想着好好和他们谈似的 若是他们能给出不错的条件 我顾家还能给他们一席之地 现在看来 我得用点强硬的手段了 顾颖从皇家站起 此时整个皇家的人 也连忙跟着站了起来 全都不知所措地看向顾颖 而此时 顾颖的手中 陡然激荡起淡淡的魔气 魔气逐渐凝实成形 变成一只暗金色的长弓 这柄长弓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感觉 圣道之气与魔道之气交织在一起 那恐怖的威压 让身旁的皇家强者们 都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顾颖所取出的这柄长弓 散发着他们从未见过的恐怖威压 这是领宝 顶尖领宝 已经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至高兵器了 此时顾颈手持长弓 催动自身的灵器 全部灌入了这长弓之中 秦明城不大 想要在这秦明城内 锁定一个宁丹静的修行者 对于顾颖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拉开长弓 体内雷属性灵器 在周遭浮现开来 伴随着他拉开的动作 向外扩散 化作雷海 周围的皇家强者 顿时瞳孔收缩 大少爷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存在 怎么会如此可怕 这位顾家的大少爷 是什么境界 就算是皇家的家主 此时都感受到了一股浩瀚的气息 几乎要将他压垮 哄 弓弦震战如雷鸣 涂抹胜射计 锁定 一道雷霆箭矢 瞬间化作流光 朝着天际震荡击射而去 此时 三权宗暂时的基地之中 那位三权宗宗主权 无疾忠于慢悠悠的起身 哼 皇家 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屑 顾家的确强大 可随便一个年轻人 就想让他们三权宗乖乖过去 他们若是真过去了 日后在秦明城内 还怎么发展 此时 拳无疾打开大门 可忽然 拳无疾瞳孔收缩 浑身汗毛在一瞬间倒数起来 多年经历生死所练就 而出的潜意识告诉他 有危险的东西 正在朝着他不断靠近 而且 是以恐怖的速度 嗖 哄 一杆犹如雷霆长枪一般的箭矢 从天而降 瞬间贯穿拳无疾的肩膀 堂堂宁丹静体修 竟然被瞬间命中 身躯都被拖拽好远 身后的三权宗强者露出惊骇的神色 脸色瞬间苍白 宗主 这到底是什么啊 一只雷霆铺满的箭矢 难以想象 他们看不到射箭之人身在何方 仅能感受到 那炽烈的威能 全无疾脸色苍白 被贯穿肩膀 整个人被倒钉在地上 狼狈至极 若不是因为体修身体生命力旺盛 恐怕他现在已经殉命了 雷属性灵器 这是顾家的人 顾家拥有雷属性灵器之事 人尽皆知 短暂的思考过后 他们顿时意识到 这是顾家的人所施展的 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确定 绝对仅有一个年轻人 进入到了皇家之中 难道是那年轻人 一群三权宗的强者 连忙将全无疾身上的雷霆箭矢抽了出来 并且将疗伤丹药喂给了全无疾 他们脸色也发白 抽出那雷霆箭矢 那箭矢上的雷霆 好像失控了一般 疯狂地抽打在他们的身上 那年轻人 至少是宁丹境界的存在 顾家现在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一个年轻人 就有这种可怕的实力 全无疾刚刚被一股宏大的契机锁定 这到底是什么质宝 秦明城内 很多人都在观望 这场皇家与三权宗之争 到底会如何发展 他们露出嘲弄的神色 若三权宗真能乖乖听话去皇家议事 那么他们 可就真的瞧不起这三权宗了 皇家这次请来的外援 还真是太年轻了 可就在所有人都抱着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看到三权宗上到宗主 吓到长老竟然朝着皇家走去 很多人注意到全无疾的状态极差 好像受了很重的伤 顿时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全宗主 请坐吧 当全无疾等人进入皇家以后 就看到手座之上 端坐着一个年轻人 这年轻人眉心间有一道珠红色的印记 显得格外的妖艳 身上的气度与气质都非常不凡 最让全无疾等人脸色苍白的是 一柄暗金色长弓 散发着催枯拉朽的威势 摆放在那年轻人的身旁 刚刚贯穿他肩膀的 就是这柄长弓 他也是有点眼界的 见识过初级领宝 而这柄长弓所散发出来的威势 可绝不是初级领宝能够比拟的 顶尖领宝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顾颖开门见山 直接就说要三权宗的翠体功法 三权宗的所有人脸色阴沉不定 要他们交出天皇灵泉影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天皇灵泉影是他们三权宗的力派根本 如若交出去之后 三权宗名存实亡 权宗主想反抗 想试试 气氛顿时变得阴沉了起来 三权宗所有人看着顾颖那张稚嫩的脸庞 没有来得心里发凉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可怕的年轻人 那份气度便让他们心里发毛 全无极神色阴翼 他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若是拼尽一切的话 点燃天皇灵泉 还是能够爆发出宁丹二阶的力量 动手 将他横杀于此 我们三权宗大不了离开这乾王区 短暂的思索后 全无极的身上忽然冒起浓郁的赤红色光芒 他的气息节节攀升 身上的绷带都被那气息震碎 露出了猙獰的伤口 皇家众人胆战心惊 这就是刚刚顾颈射出去的剑锁留下的伤口 触目惊心 全无极的气息 升腾至宁丹二重层次 伤口处快速结痂 甚至开始滋生血肉 这是一门极为特殊的秘法 是天皇灵权影之中自带的能力 点燃天皇灵权 损耗根基 却能短时间内爆发可怕的力量 哎 为何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呢 依附顾家 顾家自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刷 你当真是宁丹靖 此时 全无极的声音中带着震撼 顾颖如此年轻 就已经是宁丹靖了 拉宫之人果真如同全无极感知的那般 是一位宁丹靖界的强者 煞时间 他没有来得从心底里冒冷气 刷刷刷 对付这种依靠秘法强行提升上来的存在 顾颖的战力无比扎实稳定 他的赤眼九龙体开启 力量猛然增幅 神侠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毅力天穷 悍然出剑 哄 雷霆剑刚爆发 瞬间贯穿全无极所撑起的防御立场 全无极脸色苍白 太强了 这个年轻人的剑 视如破竹 他那引以为傲的防御立场 竟然犹如鸡蛋壳一般被削砍得破碎 顾颖的剑里 蕴含着浓郁的韵味 难道是 剑刚 他的神色逐渐绝望 大吼一声 跑 他掌握剑刚 绝非我们能敌 顾颖又是一剑斩出 可怕的剑光消去全无极所有的气血 将他压制的节节败退 周围的所有三拳宗强者吃一片刻后 还是选择上前来压制顾颖 他们的力竞滔天 而看着这一幕 全无极脸色惨白 体秀的肉身力量的确可怕 可惜被淘汰 却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们 进不了我的身啊 扑扑扑 顾颖的剑光在空中荡起阵阵血花 一尊尊体修坠落下来 压塌皇家的剑主 皇家家主并不心疼 与皇家被灭比起来 这点损失算什么 真正让他震撼的是 顾家这一代的天才 怎么会如此可怕 年纪轻轻就已是宁丹境界 而且 实力强的可怕 皇家家主虽然也是宁丹一众的境界 但是他明白自己 在顾颖的手中走不出一剑 同境界也有差距 像顾颖这样的年轻天才 同境无敌 剑光贯穿权无极的心脏 权无极惊悚的看着顾颖 一代三权宗宗主就此陨落 他的身子在空中坠落 落在地上发出啪哒的声音 变成了一个包裹 顾颖落地 在那包裹里翻了翻 还真让顾颖翻出了那本紫色的体修脆体功法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 虽然更新了变成包裹的机制 可掉落的东西还是随机的 有可能有东西直接被天道吞噬掉 还好爆出来了 天皇灵泉影 凝聚天皇神拳 凝炼气血之力 化为人形暴龙 寸净开天 这倒是有点意思 毕竟是紫色功法 与顾颖所修炼的大雷音功 乃是同层次的功法 这本更是极为珍惜古老的脆体功法 珍贵至极 我虽然不能全力修炼 却也能提升肉身力量 对我的同阶战力 也是有不小的提升的 顾颖很满意 随后看向皇家家主说道 皇家主 三权宗之事已经解决 皇家也应该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搬出秦明城了 这里还是太小了 顾颖看着秦明城 这里一眼就望得见边 可以进入其他城池 有顾家的支持 皇家在乾王区域内的任何城池 都可以站稳跟脚 顾颖的话 让皇家家主心头威震 现在的顾家 的确有这样的底气 他们看向顾颖的眸光中 闪烁着浓浓的忌惮与尊重 这个世界永远尊敬强者 当看到已经强行提升到 宁丹二重的权无疾 在顾颖手里 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被诛杀 他们对顾颖的尊重 已经从尊重顾颖大少爷的身份 转移到了尊敬顾颖的实力 这位年轻人 现在已经成为了恐怖的强者 皇家的人还想招待顾颖 然而顾颖摆了摆手 启程离开秦明城 回归顾家 回到顾家后 他开始修行那本天皇灵泉影 权无疾 他们修行天皇灵泉影 应当都是利用常年的刻苦修行 来锻炼自身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这么修炼呢 顾颖直接上世界交易行上 购买了一堆符合天皇灵泉影的丹药 四品丹药神血玄黄丹 三品丹药王黄灵丹 三品丹药助击玄玄丹 这些丹药花费了顾颖 一千三百多枚灵币 顾颖懂药理 在熟读天皇灵泉影后 这三枚丹药应该是最适合 附所修行的丹药了 天皇灵泉影 至少需要十年苦修 这还需要在炼体之上 有天赋造诣的人才能做到 顾颖吞服三枚丹药 浓郁的气血沸腾 神皇虚影在顾颖背后撑起 随后顾颖直接将三枚灵丹全部吞噬 按照天皇灵泉影的路线开始修行 一个时辰过去了 顾颓 顾颖的腹部传来流水声音 赤红色的光芒化作水波 向着四周扩散 成功凝聚天皇灵泉 天皇灵泉引以入门 顾颖睁开双眸 一拳凭空打出 煞世间空气中力进迸发 让他颇为满意 还不错 体修功法被淘汰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修行需要长年累月的苦工 才能够有所成效 而如若是利用丹药修行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理 去搜集丹药 得不偿失 现在世界交易行开启 大部分丹药都可以利用交易行来购买 我现在也不缺灵币 所以可以速成 体修修炼至大成 的确可以寸进开天 但是太过艰难 得不偿失 现在可以速成的话 倒是不错 平静的几日修行 顾颖的经验值也累积到了3000点经验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宏大的声音忽然响起 年关将至 即将更新新年活动 寿潮入侵 大量新年妖兽将进攻各大城池 抵抗寿潮 可以获得奖励 击退寿潮 可以获得专属新年道具 如领保 功法 武学等 年后将更新乾隆榜 本区域内所有25岁以下年龄的天才都可入榜 榜单共计记录50人 每个月结算一次 每个名次都将获得相对应的资源奖励 一时之间引起各方热议 顾颖站在顾家内 现如今 顾家所有内堂长老都已经踏入神单境界 顾家一门拥有十位神单级强者 这等底蕴已经快要与顾师大族那种超级大族看齐 目前唯一差的也就是尖端力量了 锦儿 我在有五日 我应当就可以踏入神单六中 顾家也彻底有向外扩张的能力了 你也尽快提升自己 这张乾隆榜 没那么简单 我有预感 这张榜单一出 乾隆区域顿时就会风起云涌 各大族血藏的天才 甚至是那些古老 影视不出的各路神体 都会被这张榜单炸出来了 顾颖文言点头 乾隆区域内 这次会被这张乾隆榜炸出多少妖念 还有这年关兽潮活动 年兽入侵 打怪获得奖励 这倒是有点过年的气氛啊 年关将至 每年年末 整个修仙界的节奏都会自然而然的缓慢下来 所有忙碌了一年的修行者们 终于能暂时的放空心境 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家家户户张灯节彩 各个宗门们派弟子们都在喜气洋洋的 朝着那个大山峰上挂红布 圣阳城作为最为安定的城池 年味更是浓郁至极 锐血降临 银庄素果 很多人开始裹着棉衣 外出装饰圣阳城 城墙上满是红布 家里的孩子外出玩耍 手里握着个笔直的树枝 一一压压的挥个半天 幻想自己是剑神 顾家内 顾颖带着一队人马 准备去登陵神剑阁 神剑阁那边需要好好打点打点 除去你二弟的问题 神剑阁也准备和我们顾家合作 共享一部分资源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顾秦仓给顾颖整理了一下棉衣 现在的顾颖就是顾家的门面 二十岁的宁丹靖修士 这就是顾家的底气 今年的年夜饭 你姑姑也会回来 咱们顾家应该会有很多人都要过来的 对 顾秦仓的却忽然提到了楚清歌 随后说道 那丫头听说在外面疯了一样的修行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你刺激了 那也是个好女孩 你就不能关心关心啊 顾秦仓恨铁不成钢的看着顾颖 决定敲打敲打顾颖 我不管 今年要么秦宇灵 要么楚清歌 你必须给我带回来一个 顾秦仓心里苦 老二那边哭着喊着要给他带媳妇回来 他暂时没答应 而老大这边还要自己求着他带回来 顾颖无语都是朋友 说什么呢 秦宇灵人家在皇族内 若是给他领出来 估计皇族的那些老家伙们 第二天就能追杀到顾家来 不过楚清歌顾颖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好像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 爹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我就不听 顾颖 他走出顾家 前往神剑阁 神剑阁的守山弟子 看了一眼顾颖的身后 还有一行车队 上面堆满了红色的箱子 显然也是来神剑阁送年货的 神剑阁身为八品宗门势力 有太多世家上赶子过来送礼了 原因无他 等你家里有孩子 要加入宗门修行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他们今天已经接待了 太多来送礼的人了 后面排队吧 他的声音稀松平常 并不是很在意 然而忽然脑袋被拍了一下 他疑惑不解的 看了一眼身旁的守山弟子 你让顾颖大哥在外面等着 那可是顾颖师兄啊 旁边的那位守山弟子 眼眸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当初在那道地遗迹的时候 可是顾颖大哥 带着我们一众弟子 在道地遗迹中得到了大量的好处啊 而且顾颖大哥 可是咱们那门第三顾少商师兄的亲大哥 你敢怠慢顾颖大哥 你投真铁啊 那守山弟子闻言 连忙换上了一副恭敬的姿态 让顾颖进去 顾颖倒是不以为然 其实等一会儿也无所谓 但是显然 自己当初在道地遗迹内 给这神剑阁弟子们 所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 一路上 路过了很多当初在道地遗迹之中 遇到过的熟悉面孔 也都连忙好像小迷弟一样的 再顾颈身旁转来转去 与顾颖闹着 最近前往区域内 所发生的有趣之事 对此 刚刚阻拦顾颖的那位守山弟子 冷汗淋漓 他不过只是一个新弟子而已 为了能转一点宗门供奉点 所以才会来到了这门外守山 刚刚与顾颖打招呼的 可都是神剑阁内门 排名前五十的天才啊 在平日里 他连八戒都不配去八戒 现在都对身旁的这位黑袍人 格外的尊重 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内门第三顾少商的亲大哥 少商现在在宗门内做什么呢 顾颖略微皱眉 怎么那浑小子没过来接他 难不成还在谈情说爱 看来得敲打敲打了 老谈恋爱做什么 搞得老爹都开始逼起他来了 你似乎卷错地方了吧 顾颖大哥 少商他今早便说要来接你 但是年终考核的时间就在今日 少商师弟毕竟是内门第三 更是现在雷火盟的副盟主 现在在建竹林中 带着内门弟子通过宗门测试呢 原来如此 那就暂时放过你小子 顾颖略微点头 而这个时候 李长老李天然赶来 作为内门二长老 主管神剑阁弟子 旁边的弟子们对他是又惊又怕 不过李天然是来找顾颖的 神剑阁已经明确对顾家有好的态度 此番顾家前来送年货 他们自然是不能亏待的 新年将至 顾家赠礼十套蓝色装备 三本紫色武学 一本紫色功法 以及一千枚灵币 顾家赠礼好丰厚啊 旁边不少人也都是出身于世家 这些资源是他们背后的世家 清净行囊都拿不出来的资源 可这个顾家却能轻易拿出 实在是震撼 三本紫色武学 一千枚灵币 李长老也都被顾家的财力震惊 三本紫色武学还好 但是这一千枚灵币 就有点太夸张了 世界交易行的出现 让这些武学与功法的珍惜程度下降 而一千枚灵币 足够买来大约二十本紫色武学 现在一千枚灵币 可并不是一般势力能够拥有的 更别提拿出来了 这财大气粗的 让人觉得可怕 不过李天然 毕竟是属于顾家与神剑阁的中间人 顾家如此豪狠 他也跟着有面子 小景啊 这些东西 先让其他弟子们带着 你跟我去见竹林 看看神剑阁的年终考核 李天然笑着说道 随后带着顾颖离开了这里 看着他们的背影 神剑阁的弟子们忍不住惊愕 还是第一次见到李长老 对年轻人如此和蔼温柔 哎 一想到以前李长老惩罚我们的时候 还真是忍不住发抖啊 哎 也就是顾颖大哥了 你们知道不 当初的一次道地遗迹 因为顾颖大哥 可是给我们神剑阁 带来了目前藏宝阁那一半的资源啊 那次道地遗迹中 所有人都知道 如若不是顾颖大哥 咱们神剑阁将会损失惨重的 周围很多 参与了那次道地遗迹的弟子 纷纷点头 对顾颖极为推崇 剑竹林 是神剑阁的一大奇观 其中的剑竹 据说在整个乾王区域内 都是罕见的竹子种类 据说每一株剑竹 都具有酝酿出剑刀韵味的潜力 对于剑修来说 意义重大 而这次的考核 竟然就在剑竹林中 李长老到场 不少人都投以敬畏的目光 李长老 如今已经踏入神丹三重的境界 在神剑阁内的话语权更重了 再加上 就算是现在的长老 有不少都是被李天然培养出来的 所以很难想象 李天然在这神剑阁内的地位权重 究竟多么恐怖 很多人注意到了李天然身旁的顾影 不少不认识顾影的人 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这个年轻人是谁 从没看到过 李天然长老 对待一个年轻人的态度 竟然这么好 剑盟主 怎么了 剑竹林内 一位神色坚毅的少年 看着高台上的年轻人 露出了笑容 好像是忽然有了底气 这让身旁的雷火盟成员 也都奇怪地询问道 雷火盟的发展极为恐怖 现在已经隐隐间超越封建盟了 没办法 被封建盟欺负的弟子实在是太多了 在雷火盟崛起之后 号称可以庇护所有弟子 顿时就开始猛烈发展 现在的雷火盟也是内门大盟 成员众多 而这也都脱离不开眼前的副盟主 顾绍商乃是雷火盟的定海神针 内门第三的地位 林玄四阶的实力 更是因为有当初顾影给他留下的人脉 让顾绍商在神剑阁的生活极为舒适 怎么感觉那人的长相和副盟主有些相似呢 当然了 那可是我大哥呀 顾绍商心中骄傲 比副盟主帅多了 有不安事实的师妹直直地说道 顾绍商顿时面黑如炭 监督这场考核的都是宁丹晋长老 确保弟子们不会出现伤亡 毕竟是内部年终考核 若是出现伤亡 那么对整个神剑阁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顾影看到了顾绍商 也看到了当初的神剑阁内门第一 萧毅 萧毅现在已经临选五阶 依旧是内门第一 而当初被顾影一剑秒杀的柳云开 因为耽误了修行 现在已经沦落到了内门第四 柳云开也在那人群之中 看到了顾影以后目光躲闪 带着点惧怕 显然当初顾影的那一剑 真的是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阴影了 好好好 如同雷霆一般咆哮的妖兽 此起彼伏地响起 这些神剑阁弟子们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证自身安全 在建筑林内应对随时会出现的妖兽袭击 击溃妖兽会获得一定的分数 最终会评定个人分数 以及团队整体分数 来颁发个人奖励和团队奖励 顾哨商的雷属性灵气 是最为亮眼的 毕竟是最适合剑修修行的高阶稀有属性 他的每次动手 都爆发出了其他剑修所不具备的力量 这让高台上的长老们纷纷点头 赞叹道 雷属性剑气的威力横扫同阶 估计少商这小子 已经具备内门第二的实力了 只不过尚未对现任的内门第二 发起挑战而已 哼哼 这小子每天只顾得上谈情说爱 哪有那么多时间去修炼 此时 一个老者慢悠悠地哼了一声道 他是顾绍商的师尊 不过对于自己这个弟子 他还是极为满意的 多少有点凡尔赛的意思 那小子就是顾绍商极为推崇的大哥 这老者看了一眼 坐在李天然长老身旁的顾影 忍不住心中嘀咕 也不知道 这位名声不小的顾家大少爷 现如今是什么实力了 啊 然而就在此时 建筑林中忽然传出一道惊叫声 一只浑身缭绕着通天血气的苍蝇 忽然犹如利刃一般 激射而出 凌玄石阶的飞行类妖兽 寿堂的那群人都是酒囊饭带吗 这种层次的妖兽 怎么会放进来 原本和顾影 正在谈论剑竹林中考核的李天然 忽然面色大变 愤怒地站起身来大喝倒 眼看着那凌玄石阶的苍蝇 正直朝着顾绍商所在的雷火蒙袭去 犹如一道赤色的闪电 李天然便要出手 然而有人比他更快 是他身旁的顾影 神侠剑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中 一出手就是钟灵剑身 轰隆 苍蝇化作赤色闪电 呼啸而去 飞行类妖兽本就是最为难缠 可此时忽然感受到了惊悚的气息 不安地提叫了一声 随后一道惊灿的巨大剑气 从天而降 扑斥 苍蝇的身躯被斩成两段 鲜血喷洒而下 顾影的身影 已经是出现在了剑竹林之中 此时所有林中弟子 纷纷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一道忽然出现的黑袍身影 分明那么年轻 可身上却散发着远超过他们的波动 宁丹 李天然站起身来 震惊之色格外浓烈 这顾家的顾影 已经宁丹境界了 那些监督考核的长老们也都是宁丹境 此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苍蝇的速度太快了 他们一时不察 竟都已经飞到神剑阁弟子们的面前了 若真有弟子出世 那么他们可就是宗门罪人 他们看着那手持神侠剑 屹立在剑竹林内 仅仅只是依靠气息 便让剑竹林内所有妖兽 匍匐在地发抖的顾影 露出惊骇的神色 这个看起来和他们神剑阁弟子一样 年纪的年轻人 已经宁丹境界了 他们看着苍蝇尸体处 那被先前武学所破坏的大地 额头上出现冷汗 回想起刚刚那金色大剑坠落的场景 他们模拟 若是自己对抗刚刚那一剑 恐怕不死也得重伤 他是顾少商的大哥 顾家的年轻人 怎么都这么恐怖啊 此时 那位老者原本还在猜测顾影的实力 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灵璇高阶 结果一看到顾影那宁丹境界的爆发 他也忍不住震撼 他才宁丹三重巅峰境界 这个年轻人就宁丹了 而现在 建筑林内 顾影扫过四周 确定再无意外露出来的高阶妖兽后 他收起神侠剑 朝着顾少商等人点头示意 没有危险了 你们继续考核吧 他飞身重新登上高台 一时之间 所有人看向他的眼眸中都充满了敬意 名单静啊 若开乾隆榜 此人能入乾隆榜第几 所有长老心中开始嘀咕了起来 呼 刚刚吓死我了 如若被那苍鹰杀入剑竹林的话 我们这些人就惨了 不少弟子脸上依旧挂着先前的恐惧 显然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故 苍鹰乃是凌旋时节的飞行类妖兽 一对爪子拥有开金烈石之威 杀入弟子之中 那就是狼入羊群 注定会是一场血货 多亏了那位刚刚登上高台的年轻人 那位是什么身份 好恐怖的实力 刚刚的金色重剑 犹如一座山月一般坠落下来 很难想象 谁能扛得住那么一剑 看他的年纪 好像和我们也没有差太多 这是什么妖念啊 名单静静 我们那门第一个萧毅师兄 也才临选五届的实力啊 据说好像是雷火盟副盟主的大哥 当初在道地遗迹中 带领咱们神剑阁弟子进入其中 收获斐然 弟子们议论纷纷 削一表情略带苦涩 差距 已经这么大了吗 还记得当初 在道地遗迹中 他灵悬一阶 而顾颖灵悬二阶 他以为这段时间没见 他的提升速度惊人 已经踏入灵悬五阶了 就算与顾锦有差距 也不至于这么大 人家 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进入到了宁丹境界 这还是人吗 柳云开在风中凌乱 旁边的人不动声色地动弹了几下脚步 似乎在躲塌 当初就是 他跟顾大哥装逼 然后被顾大哥一键秒了对吧 靠 那画面想想都觉得尴尬呀 而很快 考核继续进行 最终顾少商获得了个人第二 团队第一的成绩 已经极为不错了 顾少商激动地找到了顾颖 知道顾颖来神剑阁一室送礼 二也是来接他回家的 大哥 我要带王颜回家 回呗 顾颖面色不太好看 终于知道 为什么老爹会逼他逼得那么紧了 原来在你小子这呀 而此番顾颖来到了神剑阁内 同时也邀请李天然到顾家去吃年夜饭 李天然是一介散修 平日里将神剑阁当家 但是每逢年关 他守着空落落的山门 都觉得孤单失落 顾清仓知道这位老友的情况 于是让顾颖邀请他过去 李天然有些异动 在顾少商和顾颖的劝说下 最终答应 好吧好吧 那你们先走 等我处理完宗门的事 就赶去顾家 我倒也有些时日 没看到顾清仓那老东西了 虽然在顾颖和顾少商面前 叫顾清仓老东西不太好 但是能看得出来 李天然和顾清仓的关系 真的很不错 解决完了这边的事后 顾颖带着顾少商和王颜 离开了神剑阁 转而朝着清风门那边走去 这次顾颖准备将弟弟妹妹 一口气从各个宗门都接回去 踏入清风门 在得知是顾家顾颖来接顾少林之后 毕竟是九品宗门 没有神剑阁那样的底气 连忙便有弟子出来迎接 顾家对清风门也打点了一些 不过早就托人送来了 所以现在顾颖只是单纯来接顾少林的 不过一路上 顾颖倒是听到了很多人的窃窃私语 表情变得诡异了起来 顾少林还是待在凌峰上不下来吧 要是换作 是我我也不下来啊 那王无忌也太疯狂了 每天都变个花样的追求顾少林 乐此不疲的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获得了什么表白 就变强的特殊能力 给我都看麻了 可怜了我们的少林啊 表白 难怪最近少林都不怎么和家里联系了 原来是遭遇了这种事啊 看到了凌峰 此时他们却看到了一个犹如气球一般的水晶球 被一个穿着略有些骚包的年轻人放在空中 那水晶球不断变大 变得绚烂多彩 上面似乎还有字 写的都是一些表白的肉麻话 顾颖直接抽出剑 上来就是梦碎一剑 轰隆 雷霆一般的剑光爆发 随后那水晶球 直接就炸碎在了半空中 王无忌本来以为 只要自己套路够骚 就绝对能够打动顾少林 顾家现在发展恐怖 再加上顾少林本就美貌动人 王无忌直接就开始了自己切而不舍的追求 当看到被自己为以众望的水晶球 炸裂在半空中 他刚想发怒 结果就看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那道倩影 从凌峰上跑了下来 然后在他悲愤欲绝的目光中 投入了一个黑袍年轻人的怀抱中 大哥 你终于来了 这段时间 伴随着修行 顾少林也长大了许多 愈发的灵动迷人 也变得高了一些 让本就高挑纤细的身材更加出色了 顾少林快在凌峰里呆疯了 终于派来了大哥来接他 二哥 你也在啊 顾少商 搞区别对待事吧 顾少商觉得自己 有必要树立一下兄长的威严了 那王无忌听到顾少林喊哥哥 也才松了口气 刚想上前搭话 就看到一个面色不善的 身穿神剑阁服饰的年轻人 朝着他走了过来 直接拎着他的脖领 将他拽了过来 以后再敢骚扰我们家少林 我就淹了你 顾少商威胁道 那王无忌胯下一喊 顿时落荒而逃 大哥 二哥可真粗俗 还是你好 顾少商 清风门实力不算强 最强者大概在神担一重境界 对于顾家之人的到访 自然极为热情 顾家有过灭掉九品宗门的前科 清风门可不敢造次 走吧 我们先回家 明年你就在顾家里修行吧 在清风门挂个名就行了 清风门与神剑阁不同 九品与八品之间的差距太大 顾少林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成长 还不如留在顾家 现在顾家的资源量 是极为恐怖的 顾少林高兴地点头 和他在清风门内的好朋友 少清清告别 少清清就是当初 跟随顾少林回到顾家的 那位举止大方的女孩 天阳成人 父亲叫少东升 和顾秦苍认识 顾大哥 顾英点头 客套了几句 让他多去圣阳城里玩 随后就带着顾少林 以及顾少商回到了顾家 顾秦苍虽然说没答应 让王延回来 但是其实也就是欺负欺负 自家二儿子而已 等到王延到来 顾秦苍依旧热情招待 顾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这几日自己的池子中 产出的七彩锦礼都留下来了 主要是给年夜饭做准备 这次顾家要款待很多人 神丹境界的抢准不在少数 还是要拿出来一些 分量重的饭菜的 顾颖的七彩锦礼 就是一道别的地方吃不到的菜 再加上顾秦苍 已经在四处梭罗珍惜菜品 今年的年夜饭 算是有盼头了 这几日时间 王延在顾家内住着 也是大开眼界 王延也是出身于世家 不过只是一个中层次的世家 也算是小有眼界 然而顾家的确让他震撼了 顾家的喇叭怪等资源点 再加上聚灵法阵 每天给普通弟子 能够提供个七八十的经验值 再加上每个人 都能够分到一枚丹药 就连他都被顾秦苍涩了一枚锯水丹 太富有了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世家 他甚至觉得 就连神剑阁的待遇 都没有顾家这边好 尤其是他偶然看到了顾家大哥 竟然在炼制丹药 而他所服用的锯水丹 也就是出自于顾家大哥之手 也便更加震撼了 顾家大哥 是一位炼丹师 而且还是二品炼丹师 炼丹师在八王之地几乎没有 就算是出现 也都是那些七品 甚至是六品势力的座上宾 竟然会出现在一个世家之中 大哥 你真成为炼丹师了 顾绍商呆若目击地站在顾颖的门前 止不住地呢喃 门忽然被打开 顾颖不耐烦地走了出来 一脚将顾绍商踹飞 也不要丹药 就站在我门前磨记什么呢 滚蛋滚蛋 别影响我炼丹 若是顾绍商让顾颖给他炼丹的话 那么顾颖绝对没二话 他对待弟弟妹妹们 都是能多宠就有多宠 结果这小子就站在自己门前 一副受打击的样子 不停地在那里磨记得没完 顾颖回去炼了一如锯水丹 您的炼丹修为 已成功踏入三品境界 三品了 顾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伸了个懒腰 得搞一个三品单方了 锯水丹 目前他炼制起来 几乎每一炉都能直接将承担量拉满 得去搞一搞三品单方了 只不过三品单方在交易行上 就极为少见了 虽然价格不是问题 但是也都比较昂贵 哎 神剑阁的人来了 年关前一天傍晚 神剑阁李天然来了 随行的还有一些 都准备留在神剑阁过年的长老们 顾秦苍哈哈大笑欢迎欢迎 人越多越热闹 明晚可得不醉不归啊 顾家竟已发展到这种境地了 李天然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显然没想到 顾家现在已经这么可怕 最让他震撼的是 第二日清晨 也就是年关荡日 顾秦苍竟然直接踏入神丹六中 突破的气息 让神剑阁的诸多长老们纷纷变色 现在 这顾家的实力水准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了 神丹六中 顾家已经具备了八品顶尖宗门的水准 顾家那堂长老们 都已经神丹境界 此时挤挤一堂 让这些神剑阁长老们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还好顾家热情好客 很快他们也融入其中 南宫家的人来了 南宫校带着南宫灵儿等年轻小辈 来到了盛阳城内 来顾家过年 不过让南宫校有些郁闷的是 南宫灵儿一到了 顾家就缠着顾影 这让他感慨 女大不中流啊 顾家顿时就热闹了起来 顾秦苍的朋友 来自五湖四海 大多都是神丹境界 也都赶来顾家 有的准备晚上留下一同吃年夜饭 然而有的却是过来叙叙旧 便匆匆离去 而此时 一位忽然赶到的贵宾 却是让全场寂静了下来 这是一道绝美的身影 身穿白色锦绣长裙 显得雍容端庄 身旁还带着一个小女孩 她笑着对顾秦苍说道 顾家主 我这次赶来 是来还东西的 顾秦苍经历短暂的错误后 也是喜悦地说道 圣王区域的事 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多亏了顾家主的山河印了 圣王区域 山河印 好恐怖的气息 神剑阁诸位长老 以及很多赶来的强者们 忽然想到了 最近圣王区域 有一件事闹得很大 新年的绝世女像强势回归 踏入金丹镜 手持一柄犹如山河坠落的神秘大印 打崩了整个皇府皇族 如今执掌皇族 乃是皇族之主 眼前的女子 难道就是那位皇族之主 皇福尔 这美得不像话的女子 竟然是一位金丹级强者 此地顿时拘谨了不守 圣王区域本就是 八王之地那顶尖的区域 金丹级强者 就更不用多说了 除了那位不知生死的下九幽 貌似就没有了 娃儿姐 顾颖走了出来 圆圆直接就抱住顾颖的大腿 表达想念之情 而皇福尔的神色 也柔和了几分 她跟着顾颖离开了此地 进入到了顾家后堂 坐在顾颖的身旁 变成了那个温柔的大姐姐 她给顾颖讲了很多 回到圣王区域内的事 从别人口中 只是听说了皇福尔强势回归压群雄之事 可从皇福尔的口中听闻 顾颖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凶险 稍有不慎 她也便看不到面前的皇福尔了 娃儿姐 恭喜了 顾颖道贺 而皇福尔笑着 坐在顾颖的身旁 贴得很近 一缕相风弥散 让顾颖的道心都有些紊乱 现在在皇府士族 每天都要处理一大堆的事 身居高位 每天都要绷紧神经 还是在顾颖这里比较放松 皇甫家大部分人都被屠入一空 只剩下一部分亲人在 她现在坐在皇甫士族内 看似威风八面 掌握大权 实际上每天面对那些顾士族的人 她的心中说不出的失落与酸楚 年关本是何家团圆的日子 她在皇甫士族彻底待不住了 带着圆圆 以及一些亲人们来到了顾颖 娃儿姐 只要你想 随时都可以来顾颖 今年我爹邀请了很多人 也会比较热闹 有好吃的吗 圆圆哈辣子都流出来了 顾颖哈哈大笑说道 有的 你绝对能大饱口福 好业 皇甫尔笑笑没说话 只是贴得更近了 此刻她的心里很安宁 年关至 张灯结彩 时不时的有修行者在空中闪烁大雷 让一众孩子欢呼雀跃 而那修行者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顾家很热闹 无论是神剑阁 还是结盟中其他世家的强者 现在都不敢对顾家有半点的轻视 因为顾家里现在坐着一位金丹级的强者 那可是几乎是血血了圣王皇族的狠人 很快 顾清轩也回来了 顾清轩在面对外人的时候 气质清冷 更是时常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力感 毕竟是顾氏大族的执法堂大长老 没点威严 怎么能够震慑得了顾氏一族的年轻人 怎么感觉顾家的顾清轩的气息 比顾清仓还要强了几分 顾清仓不是已经踏入神丹六重了吗 听说这位顾清轩乃是当之无愧的绝顶天骄 早早就已经踏入神丹六重境界 现在恐怕已经神丹六重至谷 距离踏入金丹境也只差是登门一脚了 也就是说 顾家极有可能出现一尊金丹级强者 先前皇甫尔的威慑力的确很强 但是更让他们心惊肉跳的 还得是顾家能够拥有属于自己家的金丹级强者 到时候 恐怕顾家与顾氏之间的地位关系 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永远不要忽视一位金丹级强者所带来的压力 顾清轩回到顾家后 并未和其他人交流 那些人他也都不认识 他回顾家是来过节的 而他也是顾家强有力的威慑力 顾氏执法堂大长老 再加上神丹六重至谷的境界 现在的顾清轩是整个乾王区域都无法忽视的力量 不过 当顾清轩准备去探望顾颖 结果发现顾颖和黄福瓦靠在一起 在那里说笑 他的神色逐渐诡异的起来 什么情况 难道黄福瓦要成我直媳妇了 轻松愉悦的一天过得很快 老一辈们谈论大事 小辈们嬉闹玩乐 偶尔撞着雄心一起也举起来 学着他们的模样高谈阔论 而南宫灵儿却是坐在顾家的院落当中 略带几分失落地看着顾颖那边 此时的顾颖正在与黄福瓦以及顾清轩交谈 他难免有些挫败 他也不知道自己对顾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只是知道每一次只要有顾颖在 那么任何的困难与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这让他觉得可靠 也逐渐形成了依赖 他现在也想靠过去 可是此时在顾颖身边的人都是谁啊 圣王区域黄福士族之主 一尊货真价实的金丹级的强者 顾世大族执法堂大长老 顾颖的姑姑 不 南宫世家在这一刻显得无比的渺小 南宫笑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叹息 没办法呀女儿 不光是你 就连我现在都被震惊到了 黄福士族的黄福瓦 昔年的那位绝世女相 如今的这位黄福士族之主 一代金丹级强者 竟然会来顾家过年 而且看样子 好像还很亲近的模样 顾秦苍更是踏入神丹六重境界 这已经是乾王区域最顶尖的层次水准了 顾家两尊神丹六重强者 这种底蕴已经不逊色于一些实力一般的大族了 我们与顾家结盟 可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 现在的顾家 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吧 南宫笑叹息着说道 这次结盟中的世家 只有他一家道场 估计等下次见面的时候 那些人会被顾家的恐怖实力而震撼吧 夜晚时分 顾家厨房 今日算是压力满满 这么多宾客 这么多珍贵的食材 将他们的压力直接拉满 不过还好 在理厨师的操持下 这一桌子年夜饭算是圆满登场 而顾青阳在被顾秦仓揍了一顿之后 也是大气挥手 将自己珍藏的美酒全部贡献出来 夜色弥漫 整个红界都在短暂的休息之中 伴随着阴晕浓郁的香气 各种各样的美味被端了上来 顾青仓搜集了各种珍贵的食材 甚至在世界交易行上选购了一番 这里的每一盘菜的造价 几乎都达到了数百枚灵币 这在目前的灵币持有量的对比下 这一桌子才价值连城 压轴菜自然是顾颖的七彩锦理 黄芙尔连忙去刀了一块子鱼肉 顾颖这次世界凑齐了五行锦理 金属性锦理甘甜脆口 火属性锦理火辣爽口 木属性锦理唇香浓郁 顿时呸了一口 这土属性锦理的味道实在是不敢恭味 很多人纷纷动快 好浓郁的属性力量 其中似乎夹杂着先天精气的味道 这鱼着实是不凡啊 能够赋予先天精气 五行精气 这样的食材无比珍贵 顾家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无论是神剑阁 还是其他从五湖四海过来的好友 纷纷对顾家刮目相看 顾秦仓和顾颖临坐 露出淡淡的微笑 这场年夜饭 是顾家展露手腕的时刻 他邀请之人 都是现如今在乾王区域内 声名显赫之人 无论是皇甫瓦 还是他选择在这一日 踏入神丹六众境界 又或者是顾清轩的回归 都足以告诉整个乾王区域一个讯号 顾家将要崛起 秦仓兄 我敬你一杯 今日让我大开眼界 你放心 你先前所提的 与我清元宗合作的事 我回去就会告知我家宗主 他应该不会拒绝与顾家合作的 顾秦仓开始不断被敬酒 或许就快要完成了 顾家今日不再选择低调 开始展露手腕 从另一方面来讲 也是准备要与顾世较量了 到了凌晨 漆黑的夜幕上忽然闪亮 犹如星辰炸开 格外的绚烂缤纷 新的一年已至 新年活动寿朝来袭已开启 寿朝来袭 奖励兑换面板已解锁 凭借击杀年兽所掉落的新春贺卡 可以兑换专属的新春奖励 所有人看到了这一幕 纷纷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连忙打开了新春奖励的兑换面板 上面的奖励五花八门 顾颖看了一眼 却是忽然眸光闪烁出了一道光芒 蓝色五穴 清空镜 一赫卡 紫色五穴 苍莽神力 十赫卡 零水玄丹 五赫卡 这新春赫卡兑换奖励的活动 倒是让顾颖回忆起了 前世玩游戏的新春活动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不过 得新春活动者的天下 这次的活动必须要重视 果不其然 顾颖向上拉了上去 顿时眼眸一宁 零水玄丹单方 五百赫卡 三品经验丹的单方 这次的活动 竟然也有兑换 金色圣品武学 新春限定 千里冰封三万赫卡 金色圣品剑法 新春限定 斩星辰三万五千赫卡 王吉林宝 天眼神舟 新春限定 五万赫卡 紫色玉兽功法 神训术 新春限定 五万赫卡 太多珍贵的东西了 四 这么多好东西 王吉林宝 可是凌驾于顶尖领宝的超级存在 这次的活动 竟然也能够兑换得到 还有 玉兽功法 玉兽是什么 我记得玉兽师 已经是上古年间的行当了 貌似早就已经断了传承了 现在有的玉兽宗门 还在豢养妖兽 只不过早就没有了 玉兽的法门 那些妖兽 根本就不听他们的 完全就已经成了大爷了 这次的活动 估计要让很多地方 都疯狂了吧 不过暂时还不知道 那些赫卡的出货量 只不过目前来看 每种物品都仅有一件 被换走了 那么也就没了 玉兽功法 竟然是玉兽功法 我袁兽宗 若是能得到这本 玉兽功法的话 那么依靠 这次从古到今 换养的妖兽 我们袁兽宗 直接就能成为七品宗门 甚至有能够成为六品的潜力 一方古老的宗门 有人惊喜不已 袁兽宗是古时候的宗门 当初因为玉兽之术的 传承断了 从而开始衰落 袁兽宗这些年 依旧保留着上古时 所豢养的那些 强大妖兽的血脉 只是没有玉兽之术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操控那些妖兽 能被他们从古而保留下来 传成了上百代 上千代的 都是暴虐的超级血脉 可是我们袁兽宗 亲皇不接 弟子早就已经跑得差不多了 我们真的 能够集齐五万张赫卡吗 他们顿时面露难色 这次的新年活动 竟然是整个红界一同兑换 这有些太过于困难 尤其是对于顾银等人 所在的八王之地 这样资源匮乏的地方 强者的实力也都落后 显然并非公平 本次受朝入侵 会根据所入侵地点 修行者的整体实力水平 作为标准来判断 会公平公正 宏大的声音做出解释 顾银忍不住点头 与此同时 春花烂漫 少女怀春 每位二十岁以下的女孩 获得一张特殊的新春贺卡 在祭出贺卡以后 新衣之人将会获得 十张活动贺卡 畏畏畏 又不是情缘节 顾银无语 在红界中 道也有情人节 只不过在这里 被称之为道旅日 十张活动贺卡 那么也就是说 基本上能够收获一位 新衣之人的贺卡赠送 就能够兑换一本紫色武学了呀 顾绍商一拍手 眼睛发亮 结果就被一旁的王妍 用手捏住耳朵 你想收到几张贺卡呀 妍儿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只要你的贺卡 而此时 顾银无奈 比如 一旁的南宫灵儿 手里捏着一张贺卡 大大方方的就走了过来 然后递交到顾银的手中 眼眸中带着点爱慕的意味 您收获一张新春贺卡 正在兑换成为十张活动贺卡 贺卡持有量 十 我这算不算是先行领先于人了 多谢灵儿姐 顾银礼貌回应 而南宫灵儿看到顾银收下后 也是笑了笑 而大家也都是修行者 晚上自然是不需要睡觉的 大家欢呼雀跃在顾家之中 享受着过节的喜悦 同时也都在期待明日的寿潮 第二日早上 轰轰轰 圣阳城忽然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人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 眼眸里带着点无措 这是什么动静 感觉好像有千军万马 朝着我们冲来了 这是兽潮来了 厚厚的大雪盖住 整个圣阳城 银庄素果 而此时大雪被震荡地落在地上 密密麻麻的黑潮从远处袭来 那是密密麻麻的妖兽 实力大概是神刚境界到宁丹境界 而在兽潮的最中心的位置 可以看到一道可怕的身影 身躯魁梧仿佛小山 新红的双眸带着阴沉的压力 让人不寒而栗 神丹境的妖兽 新年第一日 兽潮第一波 击退兽潮可获得一百张 可自由分配的贺卡 神刚境妖兽贺卡掉落率 百分之一 灵玄境妖兽贺卡掉落率 百分之五 宁丹境妖兽贺卡掉落率 百分之十 这可怜的贺卡掉落率 不少人忍不住感叹 想骂一句狗天道 结果却不敢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坠落下来 一道雷霆 就把他给轰成渣渣的 只是 这么多灵玄境 宁丹境的妖兽 这让我们如何抵挡啊 无法抵挡 至少是我等都无法抵挡的事 圣阳城内的散修 仅有那么一两个宁丹境界的存在 而剩下的 大多都是神刚境 看着那铺天盖地的兽巢 忍不住震战 而就在此时 刷 从顾家所在的方向 一道雷霆剑光骤然绽放 瞬间袭入兽巢之中 大量的妖兽被一箭斩杀 鲜血流淌一地 此时所有人只看到了一道身影 从顾家后方走了出来 身穿黑袍 年轻的可怕 手持赤色长剑 给人一种可怕的威压 顾家年轻子弟 随我抵御兽巢 刷刷刷 顾家那些在外修行的弟子们 也都回归了顾家 现如今的顾家年轻队伍 应当就是顾家最鼎盛的力量了 就连龄玄境界的顾家小辈 竟然都有六位 其中一位26岁的顾身 竟然已经临旋六界 这就是顾家的年轻一代 实在是太可怕了 圣阳城内的修行者们 纷纷露出震撼的神色 最可怕的 还是那顾颖 顾家的少家主顾颖 已经是宁丹强者了 轰隆 剑光呼啸 顾颖的剑可怕至极 恭喜圣阳城 已成功击退第一波兽巢 顾氏家族在击退兽巢之中 功劳斐然 获得一百张赫卡分配权利 对于现在的顾家来说 击退如今的兽巢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而在击退了兽巢之后 系统给分发的奖励 也终于是全部落下了 顾家获得了一百张赫卡的分配权利 目前来看 仅有一百张天道奖励的赫卡 是可以给别人的 而其他人所掉落的赫卡 是不可转让的 这样的话 想要得到以万为单位的赫卡 无疑是登天之难 顾家那堂内 大长老忍不住露出了叹息的神色 此话一出 长老们也都是皱了皱眉 诚然 那兑换清单一出现 谁不对为首的那些圣品 限定资源掩热呀 就算是那与我们属性不合的 兵属性圣品武学千里冰封 被我们得到了 也可以挂在拍卖行上 这毕竟是新年限定武学 能够售卖一个极高的价格 对顾家来说 效果极好 那个天眼方舟 应该是个飞行类领宝 本身就是稀有而珍贵的东西 更是圣品的东西 先别去幻想那些东西了 先来统计一下 你们所得到的赫卡数量吧 赫卡数量 我就报出来了七张 外堂三长老顾金睿 有些无奈的率先出生 他只报出来了七张赫卡 虽然十张赫卡 就能够兑换出一本紫色武学 但是目前处于顾家的他 还真不缺一本紫色武学 我报出来十四张 五张 十五张 所有人将目光放在了顾颖的身上 先前顾颖大开杀箭 宁丹静的妖兽 在顾颖的手底下 犹如切瓜砍菜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他们震撼之余 也知道顾颖爆出来的赫卡 应该是他们之中最多的 一百零五张 果然 顾颖竟然爆出了一百零五张赫卡 这已经快要赶上 他们所有那堂长老 加起来的总和了 不愧是小景啊 运气就是好 小景的福音深厚 这一点 我们早就有所发现了 我看 不如我们将所有的妖兽 都给小景击杀 让他尽可能的 获得赫卡掉落最大化 这样才是咱们顾颖最好的方式 然而 顾颖面对他们的感叹 却是摇摇头说道 活动共计十五日 这十五日下来 就算是将所有妖兽都给我吃 也就顶多能拿到两三千的赫卡 再加上天道赠送的 供给一千五百张赫卡 最多最多能够凑够五千张 已经很了不起了 五千张赫卡 已经足够兑换那些紫色的 顶尖限定武学 以及功法了 只不过 显然他们不太甘心 至少也得兑换一个 新春限定的圣品资源吧 大家商议了一会儿 因为讨论不出来 什么特殊的原因 最终会议在 那堂三长老的一声抱怨下结束 我就不相信了 如此严苛的条件下 这么寒酸的暴率下 谁能错过数万张赫卡 会议结束 顾秦仓却是若有所思的 留下了顾颖 因为他看到了顾颖 欲言又止的神色 进而 这次的活动 你有办法能够获得 大量的赫卡吗 还记得 上次顾景便将 喇叭怪资源点加强了一番 所以他也抱着一点希望 同时将此地利用自己的力量 全部封锁住了 那 顾颖言简一该 他在斩杀那些妖兽的时候 就开始不断地掉落 年兽篡改点 这让他也顿时就知道了 自己对于年兽 也是可以篡改的 他现在身上 共计有三百点妖兽篡改点 暂时还不知道 究竟效果在哪里 只是我需要一些 低级一些的妖兽 来进行尝试 暂时来看 圣阳城这边的情况 应该并不适合我 圣阳城数大招风 与外界的沟通不过闭塞 一旦顾颖展现 自己篡改的能力 恐怕是 能够被外界的人 觉察到什么的 顾秦仓文言点头 如此看来 秦明城皇家 皇家应该是最好的位置了 正好皇家 向我们顾家申请援助 这样的话 我陪你去一趟皇家 陪你试验 正好你姑姑 还要在顾家待一段时间 就让他主持顾家内的情况 你先等我一会儿 现在顾家里 还有很多客人 不能冷落了他们 我将他们招待走了 就陪你去皇家 顾秦仓知道儿子的特殊性 不敢让他自己外出 虽然秦明城消息闭塞 与外界不通 但是顾秦仓 还是不太放心 他自己过去 这一日 让四方所来的宾客 震撼的是有太多了 小小的一个年关 竟然变成了 顾家亮剑的时刻 无论是神丹六重的 顾秦仓和顾清轩 还是宁丹境界的顾影 都给了他们巨大的震撼 让他们意识到了 现在的顾家 已经今非昔比 发展飞速 顾家最后 又宴请了诸位宾客 在这次的宴会上 皇府尔气质清冷地开口道 顾家主 皇府士族愿意 和顾家达成合作 在天地大便的路途之中 携手共进 日后还望多多照料了 圣王区域的皇府士族 要和顾家合作了 这是一个讯号 皇府士族 对于前王区域的内的任何势力 来说都是庞然大物 唯有整合起来的神幽殿 才能与之抗衡 而现在皇府士族 要与顾家合作了 然而就在此时 更让他们心中震撼的是 秦皇族的人道 伴随着悠扬的声音 一道道身影 朝着这边走来 一味眼角习惯带笑 可身上的气息 却无比恐怖的老者 慢悠悠地走进顾家 随后与顾情仓说道 顾家主 秦氏事务繁多 无法在年关之日道场 秦氏族给顾家送来新年礼物 馈赠乾王名门 希望顾家能在新的一年里 发展得越来越好 秦氏族道场了 乾王区域的皇族 真正的乾王区域的掌权者 神剑阁长老李天然 呆着在原地 这真的是顾家吗 顾家能拥有这样的人脉 就算是顾氏族 都不慌多让了吧 而那位老者 一对浑浊的眼眸 忽然扫过顾家的小辈们 谁是顾颖 顾颖站起身来 随后老者递过来一张贺卡 这是我家雨林 让我送给你的 皇女 贺卡 一位秦氏皇族的老者 亲自来说 一时之间 很多人都不免有了 其他的想法 顾少商忍不住 揉了揉自己的脸 轮廓都相差不大 怎么大哥那么受欢迎呢 死 别掐我 而老者很快也意识到了 这顾家 为什么能够让秦皇族重视 在场之人 都是顾家所宴请的宾客 来自于五湖四海 竟然都是神丹境界的强者 而且最夸张的是 顾家的顾秦苍和顾清轩 这些上一代的天之骄子 也都踏入了神丹六中的境界 顾清轩甚至已经进入智谷 若能被他突破了金丹智谷 那么便能成为金丹境强者了 踏入金丹 那么顾氏的束缚也就没了 顾家那堂长老 竟然全都是神丹境界 现在顾家的底蕴 的确有能够让秦氏族重视的资本了 他带来贺礼也算是对顾家的认可 秦氏族的老人很快就离去了 而不少人都看着顾颖 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听闻秦氏族黄女高不可攀 清冷如天上月 想不到竟然对小警方心暗许 特地遣人来送贺卡 秦苍啊 你这儿子 可以 顾颖无奈 只是朋友而已 懂得 都懂得 这些强者们露出爷爷的笑容 让顾颖甚是无奈 而就在此时 大少爷 有人来给你送贺卡 又有贺卡 这些老一辈的强者们 顿时目光诡异地看着顾颖 不是说顾清仓的二儿子 本性风骚 在神剑阁内已有归属 而大儿子始终未有婚恋吗 怎么又有人来送贺卡了 是一个黑袍女子 长发披肩 看不清脸 但是皮肤很白皙 首位如此说道 随后将那贺卡 放到了顾颖的手中 那贺卡上 还带着淡淡的香味 黑袍 长发 楚清歌 顾颖连忙看了一眼顾清仓 然而顾清仓无奈地摇了摇头 显然楚清歌送完贺卡之后 便立刻离开了圣阳城 这妮子 也不知道进来做做 婚约之事何必那么在意 老一辈人喝醉后的戏盐而已 等以后遇到她了 我一定要好好跟她说说 解开她的心结 顾清仓心中嘀咕 颇有些无奈 好 嫌只有我当年之风范 混阳城的王首道 黑黑直笑 喝得老脸通红 在那里吹嘘 结果便有人拆台 得了吧 暗恋当年混阳城的王仙子 那么多年 那么多次机会 结果愣是一个屁都不敢放 要不然 你老小子 怎么一直都待在混阳城 不出去 找奏是吧 场面热闹起来 而在这场宴会后 顾家也终于是 送走了所有的宾客 顾清仓和顾清仙说了几句后 便离开了顾家 带着顾颖来到了秦明城内 皇家家主看到了顾颖 连忙热情地上前来迎接 顾颖现在的实力 可是已经超越了她 这位无论是从实力 还是从身份地位上 都能碾压她 她自然要小心对待 可忽然她看到了 顾颖身旁的身穿黑袍的中年人 身躯顿时一阵 顾家家主 她在顾家的时候 一直都是有顾家长老 与她谈论事务 完全没有资格面对顾家家主 当时远远地看了一眼 印象深刻 顾家家主 怎么来他们秦明城了 顾清仓略微点头 随后说明来意 她将皇家家主等皇家长老们 都遣送到了顾家去 将这里完全留给顾颖来 尝试自己的篡改能力 顾清仓利用自己磅礴的神念 将周遭覆盖住 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 她都能够感受得到 秦明城每逢年冠之际 都会遭受到 从黑云山脉中 跑出来的妖兽袭击 而现在 有了顾清仓的神念覆盖 这黑云山脉内的所有妖兽 都战战兢兢 丝毫不敢靠近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第二日清晨 秦明城受潮第二波开始登陆 煞时间 浩荡的声音 开始涌现在整个秦明城之中 年寿的强度 是根据城池内的整体修行强度的 这次 因为顾颖和顾清仓 也出现在秦明城内 所以 秦明城内的整体水准被拉了起来 宁丹镜的妖兽数量大幅度增多 同时也出现了一只神丹镜界的妖兽 不过这对于二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问题 神刚镜的妖兽 还是居多的 顾颖抓来一只神刚镜界的妖兽 于是直接便开始了篡改 篡改面板开启 年寿活动篡改面板特殊 请选择您想篡改的初选项 一 经验值与资源吊帅 二 活动赫卡吊率 竟然有两条选项 第一个就是将这些妖兽 赋予经验值与资源的掉落 这动则几百只妖兽 若是全部斩杀的话 也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然而顾颖想要的 显然是活动赫卡的吊率 选择二后 篡改面板再次张开 篡改一 单波次天道奖励赫卡数量 加100 五十篡改点 篡改二 神刚近年寿赫卡 掉落率正10% 五十篡改点 篡改三 林玄近年寿赫卡 掉落率正20% 五十篡改点 篡改四 宁丹静年寿赫卡 掉落率正50% 五十篡改点 篡改五 每次赫卡掉落数量 加五 五十篡改点 顾颖眼睛发亮 果然可行 顾秦苍看到激动的顾颖 知道应当是可以 于是他收回目光 对自己儿子的秘密 他能避免就避免 他全心关注地 将自己的神念都用在笼罩附近区域内 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全力让顾颖发挥自己的能力 爹 各个境界的妖兽数量都有多少 神刚435只 灵玄104只 宁丹十只 神丹一只 好好好 看似后面三四篡改所 能够增加的暴率惊人 但是关键是 他数量少啊 顾颖看了一眼 手里目前有300点篡改点 他将篡改五拉了一次 这样单次赫卡掉落数量 变成了六张 篡改二修改一次 神刚进妖兽暴率增加10% 原本神刚进妖兽的暴率 只有1% 这样直接变成了11% 这两条的第二阶段篡改 也都增加的篡改点 篡改二 神刚进年兽赫卡掉落率正10% 100篡改点 篡改五 每次赫卡掉落数量加5 100篡改点 顾颖又将这两个篡改再次拉高 如此一来 顾颖斩杀神刚进妖兽的掉落率 就变成了21% 并且每次击杀掉落11张赫卡 先试试这样的话 我能够获得多少张赫卡吧 拥有篡改期的顾颖 是无解的 顾颖栖身而下 手中的神侠剑爆发出无尽的光芒 大片大片的神刚进妖兽 疯狂的陨落 恭喜成功掉落赫卡1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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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声音 疯狂的响彻而起 基本上顾颖每击杀两三只妖兽 立刻就会掉落赫卡 顾颖的浮运身后 在高达21%的暴率加持下 收益实在是太高了 很快 435只神刚进妖兽 全部被顾颖斩杀掉 攻击掉落了1595张赫卡 这个掉落数量是极其可怕的 而顾颖也获得了435点篡改点数 顾颖思索了片刻后 又一次将那两条篡改 纷纷继续篡改 400点篡改点 直接被顾颖挥霍一空 赫卡暴率31% 赫卡掉落数量 16次 顾秦苍抬手击杀了那只神丹靖的妖兽 随后剩下的宁丹靖妖兽 都被顾颖悉数斩杀 他落在了顾颖的身旁 询问情况如何 在得知了顾颖的收获后 顾秦苍两眼冒光 这么多 年兽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后15日 如果你每天都能够保持这样的暴率的话 那么一共可以得到2万多赫卡 虽然这赫卡数量 不足以兑换那些最顶级的圣品限定 却依旧能够置换大量的好处 而他所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越往后 顾颖的收益只会越多 就比如说 他们来到秦明城第二日 同时也是年兽活动开启第三天 顾颖将所有的神钢精妖兽全部斩杀 这次他直接获得了3200张赫卡 而这一次 顾颖是并没有继续篡改暴率 而是单独篡改了掉落数量 赫卡暴率31% 赫卡掉落数量 21次 3200张 好好好 哈哈哈哈 顾秦苍还是低估了自家儿子的那一份 篡改能力的强大之处 年兽活动一共持续15日 同时奖励兑换将会在第15日正午时分开启兑换 一天3200张的话 15天那可就是48000张赫卡 这已经足够兑换好东西了 到时候高级单方的是 你不用管 顾颖直接就给你兑换过来了 你就盯着那些圣品的东西就好了 顾秦苍高兴地说道 年兽活动第4日 顾颖收获了4200张赫卡 只不过这一次 想要继续增加掉落量的话 顾颖需要800点篡改点 顾颖稍微地计算了一下 现在的自己 大概击杀两只妖兽就能够获得一次赫卡掉落 再增加暴率的话 收益没那么高 第5天 顾颖再次获得了4000多张赫卡 同时又将赫卡掉落量增加到了26张 这么一来 顾颖一天能够获得5000多张赫卡 第6天 顾颖将暴率篡改 获得了6200张赫卡 年兽活动开启一共6天的时间 顾颖每天获得的赫卡数量是105、1595、3200、3255、4200、6200 一共是18555张赫卡 好好好 现在年兽活动才过去了不到一半的时间 还有9日时间 就算是你后续9天 每天都能掉落个6000张赫卡 那也是54000张赫卡 到时候 你手里拥有6万张赫卡 到时候 我就不相信 整个红件能有人比你的赫卡量多 顾秦仓激动地感慨 甚至努努力 若能兑换过来两种金色的新春限定圣品资源 效果将会无比恐怖 美滋滋的他在晚上休息的时候 逛了一晚上的兑换面板 甚至用笔记做了记录 将优先兑换的资源全都列了出来 三品零水玄单的单方要优先购买 四品的破额单也应当购买 这四品的破额单效果有点奇特呀 一如单要 仅能承担一枚 同时 承担概率比较低 制作成本昂贵 可是效果却是不错 四品破额单 交易行上都没怎么见到过 效果就是 可以与零水玄单叠加使用 单次服用 直接增长五百点经验值 但是每个月仅能服用一枚 别看这整体的量 是没有零水玄单高 但是关键就是 可以与任何经验单要同时服用 天眼方舟有限置换 这个圣品剑法也要优先置换 就这样 顾秦仓一夜未眠 第七日 顾颖收获了6500张赫卡 第八日 依旧是相差不大的6000多张赫卡 第九日 第十日也都是如此 顾秦仓也比较满意了 如此已经极为逆天了 结果第十一日 顾颖又一次获得了篡改的机会 单次掉落赫卡数量 变成了31张 第十一日 直接收获了8102张赫卡 第十二日到第十三日 都是8000多张赫卡 而第十四日到第十五日 这最后两天 顾颖将暴率又一次篡改提升 每天都收获了1万多张赫卡 目前赫卡持有量 98325张 15天的时间 顾颖一共收获了98325张赫卡 若是加上皇家收获的天道奖励 1500张赫卡 以及我们顾家的1500张赫卡 那么就突破十万张赫卡了 如此一来 咱们能够兑换两种新年限定的 圣品奖励了 顾秦仓已经极为满足了 如若不是顾颖的特殊的话 那么他们今年顶多 也就收获个几千张赫卡而已 而现在 十万张赫卡 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 顾颖松了一口气 这十五日的时间 顾颖并没有留在顾家吸收经验值 但是依靠着林水玄丹 所带来的1500点经验值 他依旧踏入到了宁丹二重的境界 宁丹二重了 这等速度 若是在天地大变之前 我只能说简直无法想象 天纵之才 可现在是天地大变之后 我只能说还得继续练 顾秦仓当然只是开玩笑的 顾颖的速度 本就已经领先了太多人了 他们回到顾家之后 这段时间 顾家的各大长老 一共获得了七千张赫卡 因为后续这边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所以报货的几率也增高了 顾秦仓回归之后 先将秦明城给予的 1500张天道赫卡分给了顾颖 然后又将顾家内的 1500张赫卡也都分给了顾颖 如此一来 顾颖的赫卡持有量 也就增加到了 10101325张赫卡 年寿活动完满结束 预祝诸位修仙者们 在新的一年中先路畅通 先圆滚滚 兑换面板权限 开启倒计时31分23秒 开启赫卡上交权限 各方势力分支 可将年寿所得赫卡上交给势力 世家等进行统一分配 但是一张个人赫卡 仅可以兑换零 25张团队赫卡 大概是因为个人调力有限 所以 竟然直接开启了上交系统 让个大势力中的成员 都可以上交个人赫卡 这样倒是增加了我们的竞争力 虽然4张个人赫卡 才能置换成一张团队赫卡 但是 若是在那些动则数万修行者的先国内 能将个人赫卡集合在一起 依旧是一笔恐怖的数量 顾秦仓眯着眼眸 静静说道 不管如何 到时候一定要快准狠 直接拿下天眼方舟 以及那本圣品剑决 而这对于顾颖 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开什么玩笑 不知道什么是双十一战士吗 不懂什么叫秒杀狂人吗 前世的顾颖 早就已经被磨练出来了 兑换面板权限 开启倒计时2分13秒 顾颖估计着 现在红剑内的大大小小的势力 应该都在疯狂地搜集个人赫卡 全部兑换成团队赫卡 哪怕是会损失 四分之三的赫卡数量 但是却依旧要如此做 奖励就一份 一旦被别人抢走了 那么可就糟糕了 而事实也正如同顾颖所想 古老门庭 苍无先国 在经历了上选宝丹事件之后 苍无先国的大祖 踏入赤匣境界 苍无先国重回武品行列 现在正在疯狂扩张 稳步发展 这次 他们也在为年兽活动做准备 先国所面临的年兽潮汐 乃是上万之妖兽 不过经由苍无先国内的 三万余修行者分配 每个人能够得到的赫卡数量 微乎其微 能否集齐五万张赫卡 还在努力 现在先国内的共有赫卡 已经搜集到了三万张 现在还在询问那些弟子 五万 想要搜集五万张赫卡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唯有依靠人数来进行资源整合 才能勉强达到五万张赫卡 就算兑换面板即将开启 但是我们凑不齐 别人也凑不齐 他们忍不住如此说道 这次的年兽活动的本质 就在于后续的资源整合 他们现在也在赌 不光是苍无仙国 大大小小的仙国 甚至是更高等级的势力 都在不断地努力 可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年兽活动兑换面板已开启 丁 神秘买家出手扩绰 成功兑换新年限定圣品剑决 苍龙顿物剑决 丁 神秘买家出手扩绰 成功兑换新年限定王级领宝 天眼方舟 什么情况 伴随着两道红界大世界通告 最受关注的 两种圣品新年限定质宝 全部被秒杀下来 怎么可能 的时间内获得五万张赫卡 神秘买家 会不会这两种质宝 都是被一个人买下来的 此人匿名购买 导致我们对情况的分析 太过模糊了 匿名购买是应该的 毕竟数大招风 这样的质宝 一旦泄露出去 一丁点的风声 都会引来腥风血雨 整个红界震撼无比 甚至是那些效率惊人 已经成功整合到了 五万张赫卡的超级顶级势力 也都猛逼了 刚刚他们还在蹲守时间 然而就在全线开启的那一瞬间 两种奖励 几乎是同时被买走的 谁啊 这手速太离谱了吧 草 刚刚我紧张的心脏 都快要炸开了 结果好像就是慢了 那么零点几秒 但是到底是谁啊 这么快 直接将天眼方舟 给兑换下来了 大意了大意了 呵呵 秒杀 拼的就是绝对的手速 与绝对的大心脏 再加上能够 集齐五万张赫卡的 就算是在整个红界中 都是小部分人 同时也都是 刚刚整合完赫卡后 如何能和养精蓄锐的固营比 直接就是暴杀 你已成功匿名购买 新年限定剑绝 苍龙顿物剑绝 苍龙顿物剑绝 圣品 新春限定 武学特性 爆发 效果一 从九霄之上 引来苍龙神魂 加持剑术 引来九道苍龙神魂 可爆发出圣品极致的威能 苍龙消汗 云影自来 击坠天河 下岛黄泉 新春限定效果 掌握至圆满后 每日可进行 苍龙顿物呼吸法 一呼一息之间 增长剑道修为 原来如此 新春限定的意义在于 会在圣品建局的范畴之上 再增加一条新春限定效果 这是其他圣品武学所 无法具备的 苍龙顿物呼吸法 一种能够直观增长 剑道修为的呼吸法门 能够将固引的健康境界提速 不错不错 你已成功匿名购买 新春限定王级领宝 天眼方舟 天眼方舟 王级领宝 发挥至极致 可将世界寄置于一宿 新春限定效果 天眼方舟 获得穿梭虚空的能力 可强行打破景地稚固 超脱于诸界之间 看到了这条效果之后 顾引顿时觉得 强的不是王级领宝 真正强大的 是新春限定 是不是这种类似于的限定效果 都是极为逆天的 有的景地有极大的限制 超出了限制之外的人 也就无法进入到景地之中 然而 这天眼方舟 却是拥有强行穿梭的能力 若是我以百岁之姿 利用天眼方舟 进入到一个 仅能有二十岁之下的年轻人才 能够进入到的景地中 那么 我的实力 是不是也就是降维打击了 顾引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不错不错 就应该如此 这才符合限定啊 当天晚上 顾秦仓就来寻找到了顾引 而当看到了顾引所 共享给他的效果面板之后 顾秦仓足足震撼了 好长的时间 才缓过神来 显然是被那逆天的效果给吓到了 这简直是逆天 这样的质宝若是暴露出去 那么当真会给整个八王之地 都带来今天的灾难 只不过 大概任凭那些高傲的大人们 想破头 也绝对无法想象得到 这两种质宝 竟然都是被一个 他们是做平级之地的 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世家所得到 有时候渺小或许也是一种福分 至少那些人 应该不会来八王之地 寻找这些圣品资源 对了 那两种单方顾驾 也给你拍到了 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炼制零水玄丹了 若是将零水玄丹 能够全部分发给咱们顾驾的所有人 那么顾家所有人的成长 又能拉快一个档次 顾秦仓从没这么激动过 顾影点头 只是这苍龙顿悟见绝 父亲准备怎么分配 仅能交由顾家心腹修炼 顾秦仓严肃了起来 怎么样 怎么样 此时 元寿宗内 几位留存于世的长老 一直都在关注着那本神迅速 这本紫色的功法 被标上了五万张赫凯的刀架 别看了 有什么用啊 我们这些老家伙 终究是应该被淹没在历史中啊 想当年 我们脚踏妖兽威风凛凛 可现在呢 差点被几只小妖兽给嘎嘣脆了 年兽活动来袭 就他们这几个老弱病残 差点就被灭踪了 放出来了几只强大的妖兽 这才稳住了元寿宗 咱们一共就三张贺卡 还绑定在放出来的妖兽身上 那本神迅速被换走了 和我们又能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无奈叹息 可很快还真看到了 神迅速被拍走 一个个也都不镇定了 长须短叹 遗憾连连 我们元寿宗保留着这么多古老的强大血脉 难道真的要永封山门吗 哎 这一日 年寿活动的超级奖励 陆陆续续被置换了出去 一时之间 在红界之中掀起了腥风血雨 谁都不知道那圣品剑爵 到底具体是什么剑爵 也不知道新年限定所代表的意义 就我目前所能够得到的消息 红界里已经彻底的乱了 貌似已经有好几个用剑的大势力 遭受到了神秘势力的袭击 世人没见过苍龙顿雾剑爵 所以当看到了圣品剑爵之后 便以为是新年限定剑爵 现在红界混乱 很多人兑换不成 便准备大打出手 如此看来 八王之地反而相对来说比较安宁 大概谁都觉得 蝼蚁之地 怎么可能搜集得了五万张赫卡 结果何止是搜集了五万张赫卡 这天眼方舟的效果有点东西 日后 你若是参与到了一些特殊的景地之中 我们藏在这天眼方舟之中 是不是也就可以和你 一同进入到那景地之中了 顾秦仓站在顾影的面前 眸光闪烁 大胆猜测这天眼方舟的效果 破戒的话 需要对于天眼方舟掌握到极致才能够做到 显然很难做到 但是 若是他们进入到天眼方舟内 或许可以藏匿在顾影的身上 然后进入到景地之中 这倒是不失为一种办法 顾影忍不住无奈点头 自家老爹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嗨了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是能够在红界之中 引起腥风血雨的圣品质宝 再加上新年限定效果 这些圣品质宝的效果堪称恐怖 这苍龙顿雾剑决 你先行修炼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等等 等到与顾世的事解决了之后 再交由顾家的长老们修炼 顾秦仓原本决定交给顾家心腹修行 结果当得到消息 红界中因为这些圣品从而掀起的争斗 他决定再等等吧 万一真的有泄露出去一丁点 那么对目前的顾家来说 都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啊 父亲定 顾影点头 随后顾秦仓外出去商谈事物 而顾影则是回到了住处 看了一眼自己目前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影 体质 吉摩体 赤眼九龙体 先天目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宁丹二重 五零五零零零零学 咒剑诀 圆满一千零五十 凤鸣游身部 圆满一千零五十 猎穹剑术 一千零二十 战装功 两千五百五十 大镜严咒 五百一十五 老农砍柴功 十五 中灵剑身 一百一十五 灵溪剑指 一千二百三十 龙象雷镜 石龙象神镜 不朽鲜火 零一零 空明剑道真身 零一雾 零宝 神侠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神兵灵羽 圣魔长弓 天眼方舟 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就目前来看 顾颖的修为静静 已经达到宁丹二重 现在在整个乾王区域内 年轻一辈内 能超过顾颖的人 应当也没几个了吧 也不知道 乾龙榜若开 我能占据什么名次 顾颖开始修炼 苍龙盾物剑诀 这本剑诀高深莫测 又因为拥有新年限定效果 所以 这本苍龙盾物剑 绝极难学会 然而顾颖没想到的是 曾经因为吃掉了银龙礼 从而给顾颖带来的 一缕先天龙气 竟然在修行这本 苍龙盾物剑诀的时候 发挥了奇效 您在领悟这本剑诀之时 头脑混沌 如陷入泥潭 此番钻研 苍龙盾物剑绝领悟度 正1% 顾颖若是 按照正常的路线 来修行的话 他估计 至少得半个月 才能够熟练掌握 您体内的先天龙气 与苍龙盾物剑 有了一丝共鸣 丁 苍龙先天和鸣 您的苍龙盾物剑 绝领悟度 正14% 顾颖瞬间感觉 对这本苍龙盾物剑 绝有了几分 更加深刻的领悟 先前对于每个文字 都晦涩难懂 好像在肯添书一样 然而当先天龙气 与苍龙和鸣之后 他瞬间有了顿悟 原来如此 这本剑诀 与先天龙族有关 所以 里面的文字 是外族人所 无法解析的 这一波 顾颖体内的先天龙气 立了大功 您逐渐读懂了 苍龙盾物剑绝的药义 心诚所致 今时为开 苍龙盾物剑绝领悟度 正7% 您已熟读 苍龙盾物剑绝 道背如流 龙气和鸣 苍龙盾物剑绝领悟度 正12% 您始终感觉自己 距离掌握苍龙盾物剑绝 始终都一层薄薄的窗户 仿佛就算是您成功 将苍龙盾物剑绝领悟度 提升到100% 也无法真正掌握 在龙魂的注视下 您对苍龙盾物剑绝的领悟度 瞬间拉满 苍龙盾物剑绝已成功领悟 离谱 顾颖不过只是 盘坐了一天的时间 结果这本苍龙盾物剑绝 就直接领悟成功了 正常来说 就算是苍龙盾物剑绝领悟度 被我拉满了 不牵引苍龙神魂下来 那么这本苍龙盾物剑绝 也就如同一本废书一般 毫无用处 我体内的那一缕先天龙气 竟然立大功了 顾颖觉得有点戏剧化 掌握了先天龙气后 顾颖将天眼方舟 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这就是一个巴掌大的灵宝 精致至极 同时阴晕蒸腾着淡淡的仙气 似乎牵扯到了虚空的味道 王极灵宝的品杰 在顶尖灵宝之上 他开始驾驭王极灵宝 天眼方舟虽然是王极灵宝 却并非是主掌杀伐的灵宝 所以驾驭起来 并没有那么困难 顾颖曾经有驾驭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以及驾驭顶尖灵宝 红天战甲的经验 晚上的时候 顾颖终于是将天眼方舟 也驾驭成功了 顾颖搓了搓自己脸上的汗水 眼眸里泛起了一抹困乏 可很快就被顾颖强行扫空 他从怀中取出三品丹方 灵水玄丹的丹方 然后进入到了自己的住处 炼制三品丹药的话 这口丹炉似乎就有点不够用了 顾颖看着自己的那个一品丹炉 上面已经出现裂纹了 其实在炼制二品丹药的时候 这丹炉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顾颖上交易行上 看了一个三品丹炉 清廉丹炉 三品丹炉 以特殊材质炼制而成 丹炉币内制中 夹杂着千年清廉灵药 炼制丹药的时候 有概率给所炼制的丹药加持效果 丹药承丹率正10% 丹药出丹量加3 价格 两万灵币 当初买一品丹炉的时候 才花了2399枚灵币 而这三品丹炉 竟然翻了这么多倍 直接就是两万枚灵币 不过顾颖看了一眼 零水玄丹 现在的价格 已经卖上了799枚灵币一枚 他直接秒下这清廉丹炉 哐当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 一只丹炉出现在了顾颖的面前 底座为莲花状 整体虽然是漆黑颜色 却有着淡青色的纹路 缠绕在周遭 一股淡淡的芬芳夹杂在这里 顾颖看了一眼 而后购置了一堆东西 但是现在也还剩下67W 购买了这个丹炉后 还有65W灵币 灵币还真是抗花啊 顾颖忍不住咧嘴一笑 开始炼丹 三品炼丹师 加上三品炼丹炉 而且还有三品丹方 炼制起来并不难 不过顾颖先看了一眼 自己的篡改点 经过这段时间的积累 顾颖存了200点篡改点 篡改1 炼丹成功率正1% 10篡改点 篡改2 炼丹时有5% 概率出单量翻倍 40篡改点 篡改3 炼丹时有5%概率 触发丹药生品 强行提升丹药一个品级 药力增强50% 40篡改点 他将篡改2和篡改3 同时升级了两次 一共花费了240点篡改点 炼丹有20%概率 出现单量翻倍的情况 炼丹时有20%概率 触发丹药生品 如此一来 顾颖的炼丹术 才拥有了灵魂 第二日清晨 顾家的所有人 从睡梦中 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清香 睡得极为踏实 很快 他们也意识到了奇怪的地方 哪里来的香味 好浓郁的丹药香气啊 丹药 难道是大少爷 又炼制丹药了 不少人激动地走出家门 果然嗅到了丹药香气 所来的方向 就是顾颖的房间 而此时的顾颖 已经炼制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收获斐然 他一共炼制了五炉灵水玄丹 灵水玄丹正常的出丹量 大约为2到5枚 而清廉丹炉 增加了三枚出丹量 其中有两炉触发了翻倍效果 一炉炼制出了16枚灵水玄丹 而另外一炉 则是炼制出了14枚灵水玄丹 所以顾颖一共收获了53枚灵水玄丹 然而真正让顾颖比较高兴的是 他从丹药中 捏出一枚格外浑韵的丹药 上面还有金色的纹路 灵水玄丹 生品 效果正50% 每日获得75点经验值 药力可以持续练化一个月的时间 顾颖当时那一炉 直接炼制出了7枚丹药 触发了生品特效 而这7枚灵水玄丹 都已经具备了50%的药力加成 顾秦苍闻这位就来了 锦儿 情况如何 顾秦苍才刚推门而入 就看到了顾颖屋子正中心的那口清廉丹炉 顿时露出了几分惊讶的神色 以他的眼光 不难看出这丹炉的不凡之处 知道这应当又是顾颖 在交易行之上购买的丹炉 一看就价值不菲啊 他露出笑容 顾颖将灵水玄丹 放在了顾秦苍的面前 46枚灵水玄丹 这46枚灵水玄丹 现在按照市场价 估计可以卖出 36000多枚灵币的恐怖价格 而且现在的交易行上 也根本凑不出 这么庞大数量的灵水玄丹 这玩意的本体价值 是要在灵币的价值之上的 之所以给了顾秦苍 46枚灵水玄丹 是因为生品的单药 顾颖要自己留着用 对了 你看世界交易行 此时顾秦苍忽然想起了什么 提醒顾颖 顾颖打开世界交易行 神讯术 紫色预售工法 售价 15W没灵币 15W灵币 好离谱啊 一本紫色工法 卖到了15W没灵币 这个价格实在是离谱 所以现在整个交易行上 都无人去买 这个灵币量 应当已经足够买来 十本稀有高阶属性的 紫色工法了 当然了 前提是 交易行上有 稀有高阶属性的工法 世界交易行上 几乎没有出现过 顾家曾经蹲守过 雷属性工法 结果却是毫无收获 顾颖看了一眼 看样子神讯术 是被其他人抱着 不能浪费贺卡的原则 给兑换了出来 但是却毫无用处 现在挂高价售卖了出去 却无人拍卖 这玩意对于上古 玉寿宗门来说 那是无法替代的 无上工法 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就是一大坨 这人啊 实在是想太多了 说到底是一本紫色的工法 而且还是玉寿工法 现在红界之中 有没有玉寿宗门 能够从上古的断层中 保留下来 都是个问题 他还敢卖这么高的价格 呵呵呵 误草 顾秦苍正在冷嘲热讽 抱以看热闹的态度 结果面前的顾颖 直接就给拍卖了下来 什么情况 顾颖看了一眼顾秦苍 摇头说道 父亲 玉寿宗门工法断层 但是强大的妖兽血脉 或许还在 这本神迅速 我总感觉会有更大的价值 若能寻找到一方 古老的玉寿宗门 或许能够给我们 培养出一大助力 玉寿宗门在上古时期 那是横压一切的存在 被培育到极致的妖兽血脉 拥有太多恐怖的妖兽了 无人购买 是因为这个灵币价格 已经超越了 它表面上的价值 但是我想赌一赌 它背后的价值 顾颖眸光闪烁 万一被顾颖 找到了个古老的宗门 这本神迅速 足以让一个玉寿宗门 恢复上古荣光 而顾颖 也就掌握着 上古玉寿宗门的命脉了 神迅速被挂上了交易行 哦吼 神迅速被拍走了 现在的袁寿宗 就好像是被关在 水晶牢笼中的妖兽 看着外面那能够解开 他们枷锁的钥匙 被像踢皮球一样 被神秘人踢来踢去 袁寿宗现在的水平 应该就是不入流的层级 然而若是能够获得 一本神迅速 那么他们立刻就能拥有 七品级的水准 甚至发展发展 能够具备超越六品的实力 神迅速若是足够强大的话 那么我们甚至能够拥有 跨越五品的潜力 可惜现在 一切都成功了 从上古至今 他们虽然御寿宗功法断层 但是培育妖兽血脉的手法 可是一直都在的 这也是上古时代 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能力 妖兽的血脉 伴随着时间的持久发展 只会越来越恐怖 现在他们后山里圈养的那些妖兽 一个比一个恐怖 但是关键的就是 他们不敢放出来 如若不是上古囚禁妖兽的手段 还在 他们早就成为妖兽的口粮了 不行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沉沦下去了 外面天地大变 一切势力都将重新洗牌 我们继续永封山门的话 将会永远地被时代淘汰啊 他们虽然端坐深山 却也依旧在关注外界的动向 知道外界纷乱不断 发展恐怖 天地大变 格局动荡 抓住时机者将会无限崛起 没守陈规者 也将会成为 浩荡晋升大军手底下的炮灰 去找吧 若能得到神训术 我们袁寿宗就算是做牛做马 也可以啊 可 蠢货 现阶段能拿出来15w60币的 会是一些小门小户吗 咱们看似委屈求全 实际上是抱大腿啊 混蛋 呃 还得是老宗主 拍下了神训术 顾颖稍微研读了一下 也就收了起来 这本神训术 应当算是御寿功法中最顶尖的存在了 虽然只是紫色品阶 但是毕竟是新年限定 效果恐怖 价值堪比金色的圣品御寿功法了 顾颖忍不住点头 随后便将神训术给收了起来 伴随着一整天时间的年寿奖励 兑换权限的结束 年寿活动算是彻彻底底的结束了 万象更新 乾隆榜开 伴随着宏大的声音响起 乾隆榜将于三日后开启 收录乾王区域内25岁以下 傲视群雄之辈 能入榜单者 皆为矿骨硕金 绝世妖念 入榜单者 每月一次结算 将会获得限定称号 以及特殊奖励 排名第一奖励 圣灵者 1000点经验值 1W6枚灵币 一件随机顶尖灵宝 乾隆书院邀请函一张 圣灵者 皆为天地选中之圣灵 集合区域天道福运 无法被撼动 佩戴者 福运加20 悟性加20 效果 进行大境界突破之时 有概率引来天地意向 可误出属于圣灵者的专属意向 排名第二奖励 亡灵者 500经验值 1000枚灵币 一件随机出击灵宝 乾隆书院邀请函一张 亡灵者 乾隆之争的最终落败者 却依旧不容小觑 佩戴者福运加5 悟性加5 进行大境界突破之时 有概率心领神会 进行一次小幅度的生命层次进化 排名第三奖励 排名第三十八奖励 乾隆在冤城号 100点经验值 100枚灵币 一件随机出击灵宝 从第一名到第一百名的每月奖励 竟然全部都出现 让整个乾王区域的年轻人 全部都露出震撼与火热的神色 好丰厚的奖励 我的天啊 佩戴称号的时候 突破大境界容易引来天地异象 然后直接悟出属于自己的异象 我听说过上古妖孽诞生之时 引来天地异象 每个都是旷古硕经的超级妖孽 天生圣人 修为一日千里 每个区域的乾隆榜第一 都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 我有预感 以后的顶尖天骄碰撞 是不是个个都能换出超级异象了 这乾隆榜说是排名榜单 但是给我的感觉 竟然更像是天道 来培养顶级的妖孽天才 这个乾隆书院邀请函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难道是类似于一些修行者学院的东西 这个乾隆书院邀请函 貌似仅有前三的人物才能够获得 到时候 恐怕是各个区域的最顶尖的天才 才有资格加入 无数天才摩拳擦掌 纷纷露出了渴望与火热的神色 修行 我一定要在乾隆榜上占据一席之地 乾柏 代表了乾隆区域的最强天才 若能在这上面露面 前途无量 我感觉这张乾隆榜 只是一个初筛 天道似乎在谋划一步大旗 而这乾隆榜 只是一个初步的筛选而已 有人提出猜想 有人摩拳擦掌 乾隆榜的出现 顿时引起了整个乾隆区域内的青年人 同时热议 秦氏族内 秦玉玲在一次皇族的特殊资源灌顶之中 终于踏入到了宁丹二重的境界 他身影毅力 玲珑多姿 所有秦氏族长老们 也都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他也要出来了吗 秦玉玲此时神色凛然 这些老者们 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这位皇女的威严 纷纷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秦玉玲话中的他 便是秦玉玲的一位兄长 于五岁之时 觉醒了凌玄简体 节俭而入 无限涅槃 这些年 境界疯狂猛涨 哪怕是天地大变 秦氏族都不忍心将他唤醒 嗯 他该出来了 他沉睡得太久了 与世隔绝 天地大变 之前我们感受到 灵解内他的气息 乃是名单三重 现如今也不知道 有没有踏入神丹境界 若是能踏入神丹境界 那么他便能占据榜首 圣灵者这个称号 必须要留在我们秦氏族 圣灵者 难以想象这个称号的意义 秦氏族为乾王区域的皇族 也是乾王区域的霸主 这个称号必须要留在秦氏族 而且天地异象 那种高级玩意 就更不用说了 若是哪个天才 能够误出天地异象 那么当真是同阶无敌 前途无量 神丹境界 年轻一辈中 或许真无人能出其左右 秦宇灵眸光闪烁 秦氏族有个怪物 觉醒灵旋简体 在睡梦中 明节大道简文 境界便会伴随着睡眠突飞猛进 秦氏族用各种天才地宝供给能量 让秦宇炎 用一种恐怖的速度成长 此番乾隆榜出 对每一个年轻人 来说都是一场机会 秦宇灵眸光深邃 看着那从光剑中走出的身影 气息果真已经达到了神丹境 面容英俊 眉宇如剑 可秦宇灵此时的思绪 却是已经飞远 似乎已经离开了秦氏皇族 顾影 会是多少名 谁都不知道 秦氏皇族出了一位年仅25岁 就踏入神丹境的顶尖妖念 同时也不知道 乾王区域的那个大族 都将自己血藏的天才显露了出来 三日时间 各路天才纷纷在乾王区域内露面 靠 顾氏族竟然有一位宁丹三重的超级存在 据说觉醒了玄神剑体 战力无双 看来这顾氏族 这是将这段时间天地大变后的大部分资源 全都灌输 进入到这位的身上了 这是瞅准了乾隆榜的前三名次 岳家有一位天生神力的天才 厉害群山 不愧是岳氏大族 这位天才前段时间 我在井地中遇到过 还只是刚突破到宁丹一众 结果现在 竟然都已经宁丹三重了 毕竟是各大氏族 垄断了乾隆区域内的大量资源 现在临阵魔枪 将所有资源灌输到一个人的身上 这份提升是恐怖的 哎 这乾隆榜 当真是成就了一批人啊 不少人感叹 羡慕至极 这次的乾隆之争 有意思了 是啊 乾隆之争 太多太多大族血藏的天骄都要出现了 也能让我们大开眼界 在乾隆区域这么多年 各大氏族 已经占据各种优势条件疯狂发展 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 也是越来越少了 有人激动说道 他们无法成为顶级的天骄 但是此番能够一睹这场顶级的天骄之争 能够看到大族血藏的天骄同台竞技 也算是无憾此生了 而此时 顾家 各大族血藏的天骄果然都出现了 而且还都进行了经验灌顶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顾秦仓冷笑一声 随后开启了家族内的共享经验值面板 共享经验值存有量 4210点 这是开启了圣阳城共享经验值面板后 积累了快要一个月的时间的经验量 简而 这段时间因为年兽活动 你的经验值已经落下了 不然现在 恐怕已经到达宁丹峙谷 即将踏入神丹境界了 的确如此 年兽活动一共持续了15天的时间 这15天顾影一直都在刷年兽 所以 并没有在顾家里刷喇叭怪 以及吃剧灵法阵的经验值 不然现在顾影的境界 绝对是超越他们的 不过顾影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触 他现在的境界 的确只有宁丹二重 但是他现在究竟有多少底牌 就连他自己都快要忘去了 单单是金色圣品剑爵顾影 就掌握了三门 龙巷雷镜 苍龙顿物剑爵 空明剑到真身 顶尖领宝顾影 目前有三个 分别是红天战甲 圣魔长弓 神明凌羽 一个专属领宝 天鹰万甲 一个王道领宝 天眼方舟 甚至还有四大体制 所以 表面上的境界 反而倒是没那么重要了 这场乾隆之争 也不知道我能用到几张底牌 顾影也忽然有了点兴趣 毕竟是乾王区域内 年轻一辈的顶尖争锋 能有点挑战 才是顾影所能期望的 进而 这四千点经验值 我全都分发给你 我所期望的是 你能杀入乾隆榜前三 能够拿到第一 那就更好了 顾情仓露出了几分期许的神色 对于自己的儿子 他有充分的信任 您已获得顾家所分配的经验值 四千二百一十点经验值 您的境界已突破至 您单三重 您单三重了 感受着自己体内 升腾而起的力量 顾影对着顾情仓说道 乾隆榜开启 估计是年轻一辈激烈竞争的一个月份 估计境界都要飞速成长 甚至是超越老一辈了 爹 我觉得对于顾氏族 可以开始动手了 顾情仓闻眼眼眸中 金光一闪 我的确已经在构思了 你姑姑已经准备踏入神丹景地 能够踏入金丹的可能性很大 在那之后 我顾家将会以横扫之势 降临乾王区域 如此一来甚好 顾影点头 顾家的发展的确恐怖 估计等到顾家全面铺开 整个乾王区域都要为之颤抖吧 第三日过去 乾隆榜开启 正在收入乾王区域内 25岁以下所有顶尖妖念 乾隆榜第一 秦宇言 秦氏族 林玄简体 神丹一重境界 评价 秦氏血藏之天才 皇族血脉 天生灵体 大梦二十载 梦醒便为乾王区域年轻霸主 排名第一 秦宇言 神丹境界 年轻一辈之中 竟然有神丹境界的强者 这怎么可能 我没看错吧 25岁 秦氏族 梦醒即为乾王区域的年轻霸主 这评价有点霸道啊 无数人震撼 看着乾隆榜第一的存在 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乾隆榜第二 顾天玄 天生玄见神体 宁丹三重境界 顾世大祖血藏天骄 天生对剑道有绝顶的天赋 18岁误出剑纲 剑道水平强大 已超越顾世老辈 乾隆榜第二 竟然就是顾世大祖的那位顾天玄 乾隆榜第三 顾颖 来自顾家 宁丹三重境界 体制 详细资料 数据不全 所有人不知所措的 看着乾隆榜第三介绍里面的 那一系列的问号 大脑都烧了 什么情况 数据不全 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 数据不全 还能位列乾隆榜第三 靠 怎么感觉这个数据不全 满是问号 给我的冲击 更加强大于前面这两位呢 顾家 来自于世家的天才 这个家伙 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总感觉没那么简单 顾家 顾颖一袭黑袍 眉宇间戴着淡淡的诧异 望着那一张 在乾隆区域上空 所铺开的榜单上 关于自己的介绍 那一个个 由烫金色泽所组成的问号 给人以震撼 或许相比较于前面的那两位 什么天生体制 这个数据不详 才是真正的绝杀 刚刚一股宏大的气息 扫过了自己 而顾颖眉心地 篡改天眼一闪而逝 似乎是受到了侵犯 随后直接驱逐了 那天道的扫描 于是 这个场面也就出现了 信息不全 顾颖却依旧能够 拿到第三名的排名 这倒是已经很不错了 全都是问号 信息不全 这个家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乾隆榜上 竟然只出现了名字 他来自于顾家 圣阳城顾家 不管如何 这个顾家的顾颖很逆天了 世家走出来的小少年 竟然也能和那些 大族添交比拟 神秘 实在是太神秘了 哈哈哈哈 这样才有趣啊 天道将那些 天骄的底裤都扫出来了 然而对于这个 名为顾颖的年轻人 竟然束手无策 实在是有趣 而此时 顾世大族内 所有顾世大族内的掌权强者 纷纷会集一堂 观看乾隆榜单 当看到经由他们 全力培养 以及资源灌输的顾天璇 拿到了乾隆榜第二的名次 他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情势竟然真的如我所料 将那位叫了起来 不过倒也可以理解 毕竟天地异象这种东西 太过高端恐怖 若是秦宇言错过了 那么 可就是真正的错过了 哈哈 天璇在一个月之内 也可以踏入神丹境界 到时候 和秦室的那位熟强熟弱 尚未可知 的确如此 顾清轩也坐在这故事之中 顾天璇 是顾世血藏的天才 甚至就连他都是才知道 顾世竟然还有这样一尊天才 显然 顾清轩现在 虽然在故事之中 也算是身居高位 可是却终究是 进不了真正的核心 现在的这个时代 各大族都将自家血藏的天才 摆在了明面上 可惜 除却秦室的那位 我顾世天骄 无人可超越 顾世的长老们 忍不住大笑 而此时 有人看着 那静若莲花的顾清轩 感受着顾清轩身上的 那股神丹六重稚固的气息 也都露出了极度的神色 大族天骄 才是乾王区域真正的天才 而这张乾隆榜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可以上榜的 他看着顾清轩说着 而顾清轩早就已经习惯了 乾隆榜第三 顾颖 来自顾家 名单三重境界 体质 详细资料 数据不全 嗯 全场的声音瞬间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有些错愕的 看着那天穷之上的乾隆榜单 排名第三 顾颖 来自于圣阳城顾家 顾清轩静静地坐在原地 嘴角轻轻地勾起一抹笑容 他早就知道 自家侄儿究竟有多没妖念 乾隆榜第三 这个成绩重归重举吧 顾清轩毫不客气地心中调侃 不过他心中的确觉得 顾颖应当是乾隆榜第一的天骄 乾隆榜毕竟只是天道的 一反而过而判定的 这份榜单 现在只是初选而已 排名并不具备权威性 而他扫过顾氏的长老们 心中冷笑 一群老帮子 还以为是以前呢 姐儿 给老娘冲 挫爆他顾天轩的狗头 顾氏这边有些寂静 才刚说完 大足天才才应当是无可超越的 结果顾颖 就直接进入到了乾隆榜第三的范畴 而且这个信息不全 总让他们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这种神秘感给 这位世家天才 增添了一份更加恐怖的感觉 乾隆榜第四 月明楼 月氏天才 宁丹三重境界 于十岁之时 在月氏大族内 吸收月氏千山池中所有脆体力量 觉醒月氏神体 力压山河 月氏 同样也是乾王大族 与身为剑道王者的故事不同 月氏以肉身力量渐长 他们不算是单纯的体修 更像是拥有某种力量血脉的修行者 他们力拔山河 但凡复苏血脉之人 其实力都远超于同阶 一介世家少年 竟然能够排在我月氏之上 这是耻辱 月氏大山间 一位老者威严地背负双手 而他的面前 一个浑身散发着爆炸性气息的年轻人 脸庞坚毅 浑身散发着一股莫名的灼热气息 仿佛一口熊熊燃烧的肉体熔炉 他看着那天空中排名第三的名字 眸光闪烁不定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乾隆榜排名第五 苍月痕 凝丹三重 来自于神幽殿 身怀神魔体制 一念神魔生 乾隆榜排名第六 宫千秋 凝丹三重 来自于宫氏 此番背负长弓出世 当以手中长弓 射爆乾王区域一切天骄 宫如雷霆 目射金光 乾隆榜排名第七 秦宇灵 凝丹二重境界 来自于秦氏 身怀灵魔体 乃是最纯正的乾王秦氏血脉 虽是宁丹二重境界 已有宁丹三重战力 乾隆榜排名第八 一时之间 各种大字纷纷浮现在天空深处 那烫金大字 将整个乾王区域点燃 乾隆榜共计记载了 排名前一百的天骄少年 各家族血藏的天骄 这一瞬间 直接暴露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去 我隔壁的王家 竟然出了一个 乾隆榜第五十七的天之骄子 实在是离谱 那王通对小子 平时看起来憨憨的 想不到竟然拥有这等实力 实在是深藏不露 这次还真是大饱眼福 我本以为神幽殿现在四分五裂 在天地大变的浪头上 应该已经被淘汰了 结果没想到的是 这个曾经的神幽殿大弟子 苍月恒 竟然能够在这混乱的神幽殿中 依旧跟井大浪 此人绝不简单 太多太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天骄了 如果不是这张乾隆榜的话 这些人还要在黑暗中修行 等到血有所成之际 震撼整个乾王区域 他们忍不住说道 浑身激动的发颤 余有容焉 这一世 天才如繁星一般 璀璨在星空之上 每一次的碰撞 都是格外的绚烂震撼 他们能够大饱眼福了 姐儿 你准备怎么做 顾秦苍看着顾颖说道 眼眸中透露着欣慰的神色 乾隆榜排名第三 然而顾颖似乎并没有骄傲 他站在原地 神色自若 这份从容的心性 让顾秦苍赞赏不已 而顾颖徐说道 不急 这乾隆榜榜单 直到月末才会开始结算 刚开始的排名 也只是虚名而已 乾隆榜榜单月末才会结算 先修行 踏入神单境界 然后在月底的时候再冲榜 这是目前顾颖心中的想法 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想法 好 锦儿 你的心性 就算是我都为之探服 顾秦苍点头 现在冲榜 将会迎来全红界的吹捧 万众瞩目之下 那当真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而顾颖 想着韬光养晦 在顾秦苍看来 这份心性 就已经超越了 乾隆区域的无数位天骄了 是的 其他人就没这种心性了 乾隆榜开启第二日 乾隆区域内 冲榜就已经激烈开始了 有不少背着行囊的天才 远行也只是为了挑战 更高层次的天才 只为了能够在乾隆榜上露面一次 哪怕只是昙花一现也不错 乾隆榜第三日 神剑阁内 顾绍商一箭战败萧 在萧义无奈的神色中 拱手说道 绍商师弟的实力突飞猛进 师兄我也有所不如 顾绍商松了口气 拱手说了一句承让 随后看着天空中的那乾隆榜单下面的 排名一百名的萧义的名字破碎 乾隆榜排名一百 顾绍商 林玄八街 出身于圣阳城顾家 同门厮杀中获得胜利 成功登榜 同门厮杀 这是天道吐槽我战败了萧义师兄 呵呵呵 好好好 狗天道 乾隆榜刚开的时候 父亲顾青仓给他传来飞鸽 让他努力修行 争取入榜 而顾绍商这几日努力修行 磨练剑道 终于战败了萧义师兄 成功成为了神剑阁内门第一 同时也是踏入了乾隆榜 我呀 终于也是乾隆榜添交了 阳光洒在他那自信洋溢的脸上 而就在此时 飞鸽传来 这是目前交易行内可以交易的玩意 飞鸽传输的速度快到极致 顾家到神剑阁的距离 大概几分钟就能到了 也算是节约了信息传递的时间成本 不过倒是有些昂贵 在交易行中 一只飞鸽需要五枚灵币来购买 也就顾家能够消费得起了 他淡定自若地打开信件 嘴角擒着一抹笑容 下一秒 笑容消失 混小子 赶紧从乾隆榜上滚下来 挫败同门才拿到的乾隆榜第一百名是吧 丢人不 你个混小子 让我在朋友的面前 言辩尽失 事情是这样的 顾颖拿到了乾隆榜第三 自然有多方势力过来道贺 同时也是为了看看顾颖的动向 现在乾隆榜前三位的这三位天骄都神秘至极 顾家现在可谓是高棚满座 结果就在这吹嘘之际 顾少商这混小子登榜了 咱家小景可真是人中龙凤啊 乾隆榜第三 这是无上殊荣 碾压了那些大足天骄啊 哟哟哟 咱家少商也不错呀 乾隆榜第一百名 还是战败了同门才登的榜啊 真不错呀 顾秦苍当即传书 破口大骂 我让你冲乾隆榜 不是让你把排名乾隆榜第一百名的同门师兄给冲了 顾少商无语 只能回信 乾隆榜哪有那么好冲啊 这些妖孽 平时一个个都苟着不出事 等到这乾隆榜出了 全都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冲乾隆榜 太难了呀 你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好吗 有的时候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好吧 想一想 这么多年在神剑阁里打坐的时候 有没有静下心爱思考见到 参与任务的时候 有没有冲在最前面 顾少商很受伤 骂了 摆烂了 眼儿 我们去游游山水吧 苍龙盾物剑绝熟练度加一 苍龙盾物剑绝熟练度415 顾颖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浊气 看着眼前的那一道恐怖的剑道痕迹 就连一旁的顾情仓都忍不住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这本苍龙盾物剑绝修行的门槛太高 顾情仓修行了一段时间 只能暂时放弃了 没有先天龙气 修行这本剑绝就如同翻译本天书 顾情仓还有其他事要做 所以现在整个顾家也仅有顾颖一人修行了苍龙盾物剑绝 驾驭苍龙神魂所展出的一剑实在是恐怖 难以想象若真是九道龙魂全部驾驭 那么这一剑的威力将会是多么的恐怖 顾情仓忍不住打折道 顾颖点头 想要修行圆满 还需要几日苦修 这几日爹帮我谢客吧 就说我在闭关 这几日有太多人想要一睹 这位全身都挂满问号的神秘天骄 而顾颖见了几位不得不见的人 剩下的也都要拒绝 现在顾颖想将苍龙盾物剑绝修行圆满 领悟苍龙盾物呼吸法 顾情仓点头 自然是答应 等你踏入神丹境界 我就给你购买我所服用的那枚九文质恶丹 这枚丹药出现率太低了 毕竟是六品丹药 不过我尽量给你拍 你就安心修行吧 我已经在期待你的月末充榜了 顾情仓露出了笑容 而顾颖也是点头 他就这样躲在顾家身处 每日修行剑绝 收刮经验值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篡改 喇叭怪现在每日 能够得到的经验值上限 已经达到了206点 打坐能够得到的经验值上限 也已经达到了53点 站桩宫被顾颖修炼至圆满 每日可以得到20点经验值 这样每天顾颖一共可以收获279点经验值 加上50点灵水玄弹的经验值 再加上50点距离法阵的经验值 顾颖攻击可以获得379点经验值 这个速度还是不够用 顾颖觉得太慢了 这样要十几天才 能够进入宁丹治广 算了 心静一些 中灵剑身 空明剑道真身 以及苍龙顿物件绝现在 都需要我来修炼 顾颖忽然意识到 自己有些急于求成了 境界并非第一要素 我虽是宁丹三重 现在依旧有挫败神丹之力 乾隆榜公布第五日 整个乾王区域 彻彻底底地展开了一场恐怖的天骄对决 快快快 赶紧过去啊 最新消息 苍龙山脉内 乾隆榜排名第37期的陈平川 要挑战乾隆榜排名第26的越不悔 物草 这越不悔不是越是的吗 据说身怀重拳体制 力量也极为恐怖啊 陈平川貌似是散修出身 散修要跨越九个名次 来对排名26的越是天才出手了 无数人闻言顿时蜂拥而至 结果到场之后 却只看到一道身影 被一拳轰飞出去 气血震荡山河 浓郁的血气 让周围的人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他们露出震撼的神色 一道身影背负双手 屹立在山巅之上 目光辟靡 你无需质疑乾隆榜的权威性 我的排名位于你之上 那么我自然是有这份实力 他的声音震聋发聩 随后这位越是天才转身离去 靠 这就是乾隆榜第26的强度吗 这陈平川 可是已经踏入宁丹境了 却依旧被越不悔完全碾压 根本就不是同层次的天才 大族天才 身怀奇异血脉 又拥有着其他人 完全无法想象的抵御 这些大族天才 都太可怕了 难以想象乾隆榜前十 都是一群怎样可怕的妖孽啊 不光是乾隆榜前十 我更想关注的是 乾隆榜前三的存在 无论是那位年轻一代的霸主秦宇言 又或者是故事的玄剑神体 还是那位神秘的顾颖 这三人的战力 到目前为止 都是谜一样的存在 顾颖这边 却是疯狂的锤炼自身 苍龙顿雾剑决以真挚圆满 恭喜您成功误出 苍龙顿雾呼吸法 苍龙顿雾呼吸法 感受剑之脉络 以苍龙神魂唤醒剑之共鸣 能持续增加剑道修为 这就是苍龙顿雾呼吸法吗 剑的等级越高 那么能够带回来的收益 也就越高 顾颖换出神侠剑 摆放在自己的双膝之上 随后开始运转这本 苍龙顿雾呼吸法 一呼一吸 剑刚经验值加一 剑刚经验值加一 有点迅速啊 剑刚二层 一日时间 顾颖闲下来 就立刻开始换出神侠剑进行修炼 一天时间 竟然一共获得了四十三点剑刚经验值 一呼一吸之间 这剑刚经验值提升的速度 有点害人 苍龙顿雾剑诀 篡改面板已开启 篡改一 苍龙顿雾剑诀提取星辰之力 威力正百分之二十 五十点篡改点 篡改二 苍龙顿雾剑诀所牵引而来的 苍龙神魂进化 蕴含神龙威压 可瞬间将不高于施展者三个小境界的人 压制在原地 仅能硬汉苍龙顿雾剑诀 五十篡改点 篡改三 苍龙顿雾剑诀进化成为龙族武学 获得专属龙族效果 五十点篡改点 四 顾颖看了一眼自己的篡改点数 这三类篡改都需要五十点篡改点 但是效果却是无比惊人 还得继续锤炼 这三种篡改 每一个篡改都能够让这本新春限定的 苍龙顿雾剑诀焕然一新 龙族武学拥有龙族特效 应该是等同于新年限定效果这样的吧 还真是让人心动 新年特效给顾颖带来了苍龙顿雾呼吸法 龙族特效呢 而现在 顾颖的猎穷剑诀 也被他完成了第一次五十点熟练度的推进 终于可以开始一次武学破级了 开始武学破级 恭喜您成功开出紫色爆发类词条 雷牙 雷牙 施展猎穷剑诀之时 所有攻击将绘化作雷属性威能 威力上涨百分之三十 同时蕴含灼烧与撕裂效果 顾颖看了一眼这个效果 随后一箭挥出 死啦 恐怖的雷霆在这一瞬间 便将天穷撕裂开来 原本那漫天吞噬的紫色光芒 化作充斥着摧毁一切力量的雷霆 咆哮之间坠落在大地之上 眨眼间摧毁一切 轰轰轰 嗖嗖嗖 此时 顾家的那堂长老们纷纷闻声而来 赶到现场之时 看到了满地的废墟 这几日 他们经常能够看到 这顾家后山深处 有剑光响起 但是刚刚那一剑 还是有点太夸张了 刚刚那是猎穷剑爵吧 运转剑法的方式有点想象 只是为何 小景能将所有的剑光化作雷霆 刚刚那一剑的威力 我感觉 恐怕已经隐隐间要超越紫色武学的范畴了 这 长老们面面相去 他们现在都是神丹靖 但是总感觉 若是对上现如今的顾影 那么他们 恐怕没有任何还手之地 这就是绝世天才 小景现如今的实力 让我们望尘莫及了 他虽然只是宁丹三重境界 但是却拥有神丹极战力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月的时间内 小景应当可以踏入神丹境界 到了那个时候 乾王区域将会见识到 真正的年轻一辈的霸主 呵 秦氏秦语言 谁才是真正的年轻霸主 有点期待了 很快 他们被闻讯而来的顾清仓赶走 并且下了一条铁律 这段时间 不允许任何人踏入顾影修行的地方 就算是内堂长老也不行 顾清仓看着 正在练剑的顾影 也是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神色 小景真能耐得住性子 现在外面每日都有乾隆榜上的变动 天骄们疯狂激战 而小景依旧在稳步提升实力 不过顾世顾天玄 以及秦氏秦语言 依旧不容小觑 乾隆榜前三几乎都没有出手过 各自的实力都是谜 然而有人曾远远地忘见过一次 顾世顾天玄 发出震撼的感叹 犹如注视神剑 让人生不出任何挑战的信念 难以攀登 他忽然觉得 现在乾隆榜前三都在卯足镜 提升个人实力 就在为了最终一战 为了年轻霸主的这个称号吗 天道给予秦语言的介绍 是梦醒之时 便已是年轻一辈的霸主 这句话 恐怕能够刺激到整个乾王区域的年轻一辈 尤其是这些排名靠前的妖孽们 这些妖孽都自信 自己便是年轻一辈中最强的存在 如何能够容忍年轻一辈霸主的出现 乾隆榜出世第十日 顾影成功将目前所掌握的 所有紫色以上的武学全部圆满 刷 空明见到真神 顾影的身躯忽然高涨 银色的光芒爆发 他宛如当世剑神 背负三柄 经由各种复杂玄奥纹路所雕刻而成的神剑 神剑悬浮之间 一股灵跃一切的 剑道威压扩散开来 在此状态下 顾影见到空明 所有剑决威力增加百分之五十 刷 他的手陡然张开 随后背后的三柄神剑 骤然高高悬浮而起 犹如玉剑之术 银灿的刺目光芒四开天空 三柄神剑在顾影的操控下 化为一剑 随后向前斩去 斩空明 大地开裂 这一剑的威力 等同于金色圣品爆发类武学 呼 空明见到真身 也终于圆满了 开启空明见到 真身篡改面板 篡改一 背后凝结见到神像 映照虚空 接下来的十秒钟内 所有剑决 都有百分之三十概率 打出暴击效果 五十点篡改点 篡改二 获得一次毫无消耗的斩空明见招 第一次斩空明 将不会让剑道空明状态消失 第二次斩空明 才会强制结束剑道空明状态 五十点篡改点 篡改三 空明见到真身开启的同时 将会撑开剑空领域 在此领域内 所有除却剑道空明状态下的施展者外 一切剑道能力 将会被削弱百分之十 五十点篡改点 金色圣品武学的篡改 都很恐怖 而这也是顾影的机会 在月底之前 顾影应当可以将 目前这两本圣品剑诀 全部经历一次篡改 目前苍龙顿物剑诀的篡改点 顾影已经积攒了三十七点了 距离五十点还差得不多 而今日顾情仓给顾影带来了一个消息 秦宇言出手了 这个家伙 拥有二十年的武学空白期 却依旧如此恐怖 顾情仓皱眉 显然神色中有些凝重 今日秦氏一族秦宇言 带队外出参与一个景地 结果在景地之中 与一方势力有了利益冲突 秦宇言以碾压之势 打崩了那方势力的神丹静强者 那是一位神丹一重境界的强者 秦宇言将其击溃 毫不费力 这个家伙的实力 有点恐怖 现在外界都在传 这位年轻霸主 顾情仓指了只脑袋 睡傻了 更像是睡得更加贴近大道 从而泯灭了一些人的情感 让他完美无瑕 好像大道的新生 这样的人很恐怖 让人不寒而栗 顾情仓面色凝重 这位秦宇言的实力 有点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派人打听了消息 那秦宇言几乎是将 那位神丹一重的强者 直接秒杀 顾影闻言 神色淡然 现在他似乎也进入到了 某种特殊的状态 他身上的底牌足够多 不需要再进行添加 目前唯一需要打磨的 是对于每一种底牌 是否能够吃透 这次的乾隆榜出 更让顾影 有了一个自我打磨的机会 他很享受这种状态 对于外界的信息 他丝毫不在意 全力提升自己 第十五日 顾氏顾天玄终于出手了 顾天玄踏入神丹境界了 好恐怖的剑 他的剑道修为 竟然已经针入剑纲一层了 这个变态啊 顾氏本就是天生的剑道王者 更不用提这位天生的玄剑神体 天知道他的战力极限 究竟在哪里啊 据说 顾氏小辈在外力量 结果意外 与一方势力产生了冲突 于是 这位顾氏的剑道王者直接出关 一剑秒杀神丹一重境界的存在 震撼四夜 这就是乾隆绑前三的实力吗 二十岁 斩神丹 这在以前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啊 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这么恐怖了吗 天地震撼 顾天玄一剑斩杀神丹 随后副手离去 这一次的乾隆绑出 让无数人认识到了那些超级大族的恐怖之处 他们的底蕴 他们的血脉 他们族内的天才 都是外界所无法企及的 为何会这么强 这些大族将血脉提炼到极致 经历数百代的蜕变 无限提升啊 比不了 根本比不了 现如今 乾隆绑前三 似乎就只有一位神秘的顾颖 并没有出手过了 而此时的顾颖 恭喜您 已经进入宁丹三重质固状态 是否踏入神丹景地 顾颖原本和秦宇玲约定好了 要一同进入神丹景地 结果现在情况特殊 而早在几天前 秦宇玲就飞鸽来传书 尽快踏入神丹境界 不必等我 后面秦宇玲还说了一些话 然而似乎碍于情势的问题 所以她说的不算多 而顾颖看出了一些信息 秦宇玲让秦宇玲极为不喜 所以秦宇玲希望顾颖 能够挫败秦宇玲 看样子 这个睡了二十年 梦醒直接抵达乾王区域巅峰的人 问题很大 顾颖思索了一会儿 随后也就进入到了 宁丹智固景地之中 宁已经成功踏入神丹智固景地 随行者是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美妇人 这妇人穿着华柜 体态风吟婀娜 玲珑有致 带有一股成熟的风韵 看样子 应该也是什么显赫大派子弟 然而看到了顾颖之后 她露出惊诧的神色 你这么年轻 就踏入宁丹智固景地 你有二十岁吗 刚二十岁 你 这妇人露出震撼的神色 随后说道 外界乾隆榜闹的郑兄 你踏入神丹境界 应当也是这八王之地 内部区域的乾隆榜天骄吧 想不到这次 竟然能碰到乾隆榜天骄 实在是有趣 看到顾颖如此年轻 就要踏入神丹境 所以 她也是直接就断定 顾颖必然是那乾隆榜天骄 甚至还有可能是在 名列乾隆之中 她来自于八王之地 内的魔王区域 知道那张榜单上 现在的那些天骄们 到底都多么恐怖 就算是让她年轻个十来岁 回到二十岁 她宁丹三重的境界 估计都在魔王区域的 乾隆榜上登不到前十 她的一对美眸 好奇地看着顾颖 小弟弟 你来自哪个区域啊 顾颖并未说话 眸光闪烁 我比较赶时间 闲话不必多说 尽快通关吧 呃 那美妇人露出无奈的神色 她这种风韵绝佳的妇人 对这种小年轻的杀伤力 应该挺大的 现在的天才 真是讨厌 宁丹智固景地 一般都凶险万分 这段时间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踏入神丹境界的时候失败 迟迟不敢重新进入宁丹智固景地 美妇人这次 也算是做了一些准备 这才敢踏入到这里 她看着顾颖 美眸中泛起淡淡的担忧之色 这个年轻人 是不是有点太狂傲啊 美妇人想着 要不要和顾颖商量着 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宁丹智固景地 至少也互相交交底吧 毕竟接下来二人之间 是要携手共进宁丹智固景地的 结果这个年轻人 竟然说 赶时间 尽快通过这宁丹智固景地 拜托 你以为这是你家小路吗 说通过就通过 年轻 狂傲自大 这是顾颖给她的印象 宁丹智固景地 第一关 点化神丹 请在规定时间内 将一百枚内化灵丹 点化成为真正的神丹 点化神丹 美妇人眼眸中暗戴一抹棘手 显然这点化神丹 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点化神丹 我宗门内的强者们 在前段时间也都遇到过 这也是目前所遇到过的 极为棘手的关卡 简单来说 点化神丹 是在模拟身体内部 灵丹到神丹的点化过程 由繁性 蜕变为神性 从而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点化神丹的速度与悟性 功法 灵气等级等等 多种因素都有关联 我看你应该是剑修吧 剑修在点化神丹上 倒是有着先天性的优势 但是要做到剑丹和明才行 他在一旁给顾颖解释 但是顾颈兴高气傲 又太过年轻稚嫩 从而在这方面上出现问题 而顾颖此时 望着那一百枚宁丹 悬浮在半空中 空气中夹杂着细密而悬傲的纹路 上下起伏之间 让人觉得极为玄妙 开始吧 任何时间都不能浪费掉 美妇人的声音很好听 带着点成熟的温婉 她来到一枚神丹面前 盘坐下来 那傲人的身段 隐藏在锦绣绸缎之间 面前的宁丹似乎有所感应 随后快速下沉到了美妇人的面前 哦 美妇人的眼眸中闪烁光芒 那枚宁丹也在不断跳动 似乎在这位美妇人的波动下 在焕发神性 大约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美妇人的额头上 出现细密的汗珠 不过眼前的宁丹焕发神性 随后快速上升 犹如一轮明月一般映照大地 一枚神丹点化成功了 呼 这点化神丹 还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她自认在同境界中 也算是中上水准的人了 结果依旧感受到了 点化神丹的困难程度 她有些头疼的尼喃道 若是按照这种速度的话 这个关卡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她看向顾影 却是忽然美眸瞪大 她在点化神丹之时 盘膝而坐 将整个身心都放置在一种 无比宁静的状态当中 毕竟点化神丹 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结果她看到 那个年轻人站在那里 弹指点在一枚宁丹之上 随后那宁丹快速沸腾 剧烈颤抖 然后向上飞升 怎么可能 顾影的身后 此时已经有十枚宁丹 被点化成功 在天空中释放灿灿光亮 而且经过顾影所点化的神丹 呈现银亮之色 散发着灵力的气息 这是什么妖念 而顾影注意到了 她那明媚惊叉的眸光 却是略微点头说道 我已经初步掌握 点化神丹的精髓 你站到一旁去 此时被惊害到的美妇人 鬼使神差地退到一旁 看着顾影 绝对是乾隆榜天骄 只是乾隆榜天骄 都这样牛掰的吗 下一刻 她瞪大眉眸 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她忽然感受到了一股 令人毛骨悚然的波动 剑刚 绝对是剑刚 顾影抬起手来 运用起了剑刚的韵味 这些十日 顾影每日都利用 苍龙顿悟呼吸法 将自身的剑刚等级 已经抬升到了第四层 顾影可以傲然的说 自己的剑刚水准 是目前乾隆区域 当之无愧的顶尖 哗啦 龙玉的剑刚 在顾影的周身 化作剑道连衣 犹如水波一般扩散 顾影一直点出 刹那间 一百枚名丹 同时震战了一下 仿佛受到了阳光的普照 直接开花结果 一百枚名丹 竟然在同时爆发剑名 随后快速升空 点化成为神丹 他犹如看到了鬼一般 这是人 他美眸泛起震撼的神色 小嘴微张 身前因为震惊而起伏不定 刚刚顾景身上 冒出来的那股气息 绝对是剑刚 而且等级不低 几乎比他在魔王区域内 所见到过的 所有剑道强者都要强 宁丹治顾景帝第二关 月光神像 请在三尊神丹及月光神像的追杀下 生存十分钟 神丹及 美夫人翘脸顿时苍白 这个关卡他未曾听说过 但是也实在是有些过于困难了吧 神丹及 而且一来就是三尊 虽然任务要求 只是生存十分钟 但是也有些太过困难了吧 他想拉着顾颖赶紧逃离此处 能抢占一些先机 也是不错的 结果 却发现顾颖犹如定海神针一般 定在原地 一动不动 你怎么 他刚惊恶出声 就看到顾颖 似乎有要与三尊月光神像 大战一场冲动 顾颖无奈地 将那如玉一般软腻的手 从自己的身上扒拉下来 然后小声说道 这位姐姐 你先站在一旁去 我的确比较赶时间 这宁丹至顾颈的 尽快通过便是 三尊月光神像 想要生存十分钟 的确有些麻烦 但是直接将他们砍爆 倒是比较轻松的 这是顾颖第一次 和他说这么多的话 但是让他有一种 三观近悔的感觉 神丹及神像 砍爆比较轻松 轰隆 咔咔咔 清冷而寂寥的月光渗透下来 映照在三尊古老的神像之上 神丹及的气息 从神像上顿时蔓延开来 威压将此地覆盖 让美妇人脸色苍白 浑身被汗水浸透 他看向顾颖 此时的顾颖 在那神丹及威压下 却是淡定自若 这些时日 早在顾家的时候 他虽然自己闭关 可也会偶尔出去找顾家的长老切磋 早已习惯了神丹及的威压 刷 赤眼九龙体开启 顾颖的力量暴涨 神侠剑顿时出现在他的手中 一抬手便是一道可怕的剑光 蕴含着顾颖的剑刚 四层威力 扑扑扑 顾颖的剑极为强横 完全不像是宁丹境界的人 可以打出的攻击一般 那三尊月光神像疯狂后退 将大地踩的崩裂 神像幕后 一道清冷的月光 在空中化作弯刀 然后无限放大 犹如星河一般朝着顾颖袭来 那月光弯刀 看得美妇人心惊肉跳 实打实的神丹级攻击 哄 月光弯刀 直接被顾颖的剑光击坠在半空中 裂空剑绝 恐怖的剑光爆发 降下漫天雷霆 轰轰轰 一尊月光神像疯狂后退 然而依旧被那恐怖的雷霆砸碎身躯 另外一只手朝着顾颖的胸膛轰击而去 然而顾颖的胸膛之上 荡漾起金玉之色 那月光神像的权力轰击 竟然不见丝毫成效 顾颖神威赫赫 一剑将那尊月光神像彻底击溃 随后直接开启剑到空明真身 他宛如剑到真神 背后悬浮三柄金碳的神剑 双眸上面出现一层环绕额头的剑道光环 钟灵剑身爆发 百分之五十的剑道加持 直接让顾颖的这一剑势不可挡 一尊月光神像想要硬抗顾颖的这一剑 结果被瞬间压垮 碎石滚落一地 顾颖收起神侠剑 面对最后一尊月光神像 他手掌摊开 随后化作剑指 朝着前方淡然一指 背后的三柄神剑瞬间合一 So 神剑破空 斩空明 那月光神像瞬间被斩成两半 所有的月光被剑光泯灭 这一幕将美妇人吓傻了 三尊月光神像 真 真被砍爆了 刚刚的战斗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几乎就是一场无情的碾压 顶级的剑法 顶尖的剑道修为 夸张的战斗力 八王之地诞生了这样一位可怕的剑道天才 继续吧 第三关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顾颖现在的战斗力 几乎可以在短时间内 解决掉大部分神丹级强者 通过宁丹治固景地几乎就是可以横压着过去 我还真幸运啊 美妇人在长久的错愕震撼之后 开始感慨起自己的幸运了 她的同门中有深受宗门重视的师兄 在做足了准备后 却依旧在这宁丹治固景地中屡次失败 而她呢 宗门没给她太多的帮助 然而她点子好啊 直接碰到一个年轻妖孽 她躺平了 第三关 顾颖一箭展落隐藏在虚空中的一枚灿灿灵丹 将洞察力展现到极致 直接通关 恭喜您成功通关宁丹治固景地 您的境界已提升至神丹境界 您获得奖励 山河境 呃 紫色拳法 实在是鸡肋 不过这也没办法 唯有跟着秦与灵魂治固景地 才能够收获到真正的高级资源 无论是第一次神刚治固景地 所收获的天魔套装 又或者是灵玄治固景的 所收获到的圣魔长弓 这些都是能让外界疯狂的顶级玩意 美妇人激动不已 紫色武学对于她来说 是无比珍贵的 而她感激地看向顾颖说道 这次的景地多谢你了 我来自于魔王区域子侠宗 我叫关子平 能交个朋友吗 日后你来魔王区域 我肯定好生招待 她露出明媚的笑容 犹如成熟的蜜桃 散发着诱人的味道 然而很快 她发现顾颖已经被光柱吞没 先行离开这桎固景地了 我 我是老了吗 我 我 我不应该啊 我 她捋了捋自己的皱纹 对自己容貌一向自信的她 现在忽然有点凌乱了 难道我真的老了 顾家今日颇为热闹 附近城池的一些世家 纷纷赶来顾家 顾家目前开出的条件是 他们家族内的年轻子弟 全部交由顾家来培养 每个月只能有一次机会回家探亲 而顾家将会庇护他们 并且供给他们修行的资源 这是顾家想要大力发展 外围力量的一步大棋 然而这些世家权衡利弊 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危害 他们的天才子弟将会成为顾家的附庸 甚至是未来顾家的打手 在顾家成长的岁月中 也将会与他们各自的世家越来越淡薄 可顾家给出的条件实在是恐怖 每年五枚零水玄丹 二十枚聚水丹 现在的顾家 怎么能拿得出来这么多的经验丹啊 你们啊 就是太犹豫了 你们的孩子 在我们顾家修行 可以享受到大量的经验资源 武学资源 顾家的藏宝库 现在收入了白本紫色武学 五行属性功法全部俱全 每人每个月都可以领取聚水丹 顾青阳侃侃而谈 义父 你们现在不答应 就是耽误了你们家孩子的未来与前途啊 最终 他们还是答应了 他们深知资源的重要 又能得到顾家的庇护 也算是他们这些弱小世家的自我救赎了 更不用说 顾家还出了一尊乾隆榜第三的顶级天才 这就是顾家的金字招牌 代表了现在的顾家 拥有乾王区域最顶级的培养能力 然而就在此时 一股宏大的气息在顾家之中弥散开来 这些世家家主 大部分都只是宁丹三重的境界 脸色骤然沙白 顾家又有人突破宁丹境界了 然而此时 顾家的这些原本威严冷漠的长老们 个个都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小景突破成功了 大少爷神丹了 二十岁的神丹境强者 实在是妖孽啊 这些世家的家主们还没反应过来 随后就看到了一道年轻的身影 出现在了顾家内堂之中 这道身影刚刚突破 意气风发 一瞬间所有世家家主 都感受到了那一股扑面而来的 年轻活力与可怕威压 难道 他就是顾家的那位乾隆绑妖念 神丹啊 伴随着乾隆绑的出世 整个乾王区域 都掀起了激烈精彩的乾隆之争 是乾王区域内的所有人 都在密切关注的事 每天都有天才冲绑之事发生 排名时刻变动 然而乾隆绑前三的位置 始终是无法撼动的 而现在 乾隆绑第三 最为神秘的顾盈 现在已经踏入神担境界了 在经历了顾盈 给他们带来的震撼之后 各大世家的掌权者 也都离开了顾家 三日内 各个世家的年轻人 便都会送到顾家来 到时候 要好好明确一条规定 才能够方便管理 精锐 这件事上你比较在行 就交给你了 顾天神此时在内堂之中 明确吸收各大世家年轻力量 打造顾家外围能量的具体步骤 顾金锐文言点头 他心中激动 难以想象 曾经那个在圣阳城内 与三大世家对抗的顾家 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顾家现在 已经完全超越了世家应有的层次 而那些世家内出色的天才 顾家已经掌握了 一份详细而精确名单 不会让他们出现血仓天才的情况 顾勤仓看着眼前的顾盈 虽然已经知道 宁丹桎桎桧景帝 对于顾盈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然而当看到了顾盈 突破到了神担境界 他依旧无比的激动 他踏入神担境界的时候 都已经接近三十多岁了 当时的他还骄傲自得 觉得自己天赋无双 结果顾盈二十岁就踏入神担了 而且还不是情世情语言那种 依靠特殊体制 从而完成的境界突破 而是实打实的突破呀 天地大变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顾盈经历了几个境界 神刚 灵寻 宁丹 神担 天地大变 让多少人打破极限他不知道 但是他总觉得 自己的这个儿子 将会是这天地大变的最终受益者 现在也就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最近这段时间 乾隆榜的变化不小 乾隆之争让乾王区域的大势升腾 最近出现了不少的机缘浮育 让太多天才也有了逆转乾坤 奋起直追的本钱 外面最近啊 可精彩了 顾秦苍忍不住叹息 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神色惋惜 他似乎也想参与到这一场乾隆之争中 可惜现在早已力不从心 秦宇玲那妮子已经踏入宁丹三重 有几个人挑战秦宇玲 都被秦宇玲强势碾压 和心态总是在顾颖的耳边念叨 看顾颖露出奇怪的目光后 他便立刻转移话题说道 乾王区域风起云涌 机缘无数 你要不要也出去看看 顾颖闻言 倒也有点跃跃欲试 我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还不急 他回到自己的住处 又施展了几次苍龙盾物剑绝 终于凑够了50点篡改点 顾颖看了一眼三条选项 最终决定选择篡改三 篡改三 苍龙盾物剑绝进化成为龙族武学 获得专属龙族效果 50点篡改点 龙族武学 顾颖一直都对先天龙族有敬畏与好奇 苍龙盾物剑绝的篡改 以使能够提升20%的威力 这个是最直观的篡改 价值不小 而篡改二是可以虚空所敌 让小三境之内的修行者 全都被限制在原地 这就是给苍龙盾物剑绝一个必中的buff 然而顾颖却是选择了 最为虚无缥缈的篡改三 苍龙盾物剑绝已进化为龙族武学 您的苍龙盾物剑绝以获得龙族特殊效果 故隐感受到脑海中涌出的信息 连忙换出了苍龙盾物剑绝的面板 苍龙盾物剑绝 圣品 新春限定 龙族武学 武学特性 爆发 效果一 从九霄之上引来苍龙神魂 加持剑术 引来九道苍龙神魂 可爆发出圣品极致的威能 苍龙消汗 云引自来 击坠天河 下岛黄泉 新春限定效果 掌握至圆满后 每日可进行苍龙盾物呼吸法 一呼一吸之间增长剑道修为 龙族特殊效果 苍龙盾物剑绝命中敌人后 有百分之一概率 触发龙庭效果 在对方精神世界中 患出龙庭 百万龙族齐出 泯灭神魂 终极必死 故隐瞳孔收缩了一下 哪怕是心中有所准备 此时也被这可怕的效果给吓到了 龙庭 终极必死 这是一个秒杀特效 虽然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 但是毕竟是秒杀特效 故隐目前最强的特效应该是猎创 然而猎创只是弄掉对方百分之十的最大生命值 无视境界修为 而故隐的这个龙族特效 龙庭竟然是直接秒杀 从内部泯灭其灵魂 独留下一具空壳一般的尸体 先天龙族到底有多么恐怖 但凡和龙族沾上一点边的武学 都拥有逆天至极的效果 希望我的池子里 能多给我出一点银龙脸 我尽快吸收先天龙气 获得龙族先天体质 这玩意太逆天了 要是能出现金龙脸 就更好了 故隐开始白日做梦 金龙脸 可是直接有概率误出先天龙族武学 先天龙族武学只会更为强大 不同于苍龙顿物见诀这种半路进化的龙族武学 先天代表着天地成刃 大到契合 只会更为恐怖 不过这还真是白日做梦了 这么长时间了 故隐也就只看到了一只银龙脸而已 金龙脸 灵片都没看到 而空明剑道真身 故隐也积累了50点篡改点 空明剑道真身的篡改 还是比较好选择的 故隐选择了篡改一 篡改一 背后凝结剑道神像 映照虚空 接下来的十秒钟内 所有剑决都有30%概率 打出暴击效果 50点篡改点 30%的暴击效果 这个效果只会极为逆天 可以想象 故隐开启空明剑道真身之后 增加50%的剑道威力 再来个30%的暴击概率 故隐这剑剑都得标写 篡改二是可以施展两次斩空明 斩空明的确很强大 但是故隐有苍龙顿物剑决进行平替 所以暂时没那么需要 篡改三则是剑道领域 除缺顾隐之外 所有剑道攻击都会削弱10% 对于顾隐目前来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所以他直接pass 等以后慢慢篡改 顾隐长呼一口气 或许他真该出去看看了 而这一日 飞鸽传信 飞鸽毕竟需要五枚灵币 一般人用起来都会觉得太奢侈 也就秦宇玲那妮子 才会再给顾隐传信的时候用 书信中的内容 竟然是秦宇玲和几大族的年轻子弟 接下了一个脆体景地 秦宇玲邀请顾隐一同参加 只不过看着书信中的意思 这妮子好像想让自己给他当呼道者 此时位于一片群山之间 秦宇玲坐在一块光滑的岩石上 脸庞绝美 带着点清冷的味道 可美眸里却有点郁闷 安啊 没办法 你毕竟是乾隆榜第七的天才 秦室不让你出来也是正常了 你还能偷偷跑出来 我家的月明楼 现在每天都有不下于七位长老全天候保护 根本就出不来 家里让他疯狂吃资源 持续冲绑 月婉宁叹息着也有些怅然 他在乾隆榜上排名第三十三 想出去就出去 月室完全不管 能被重点关照的 肯定都是那些最顶级的逆天妖孽 秦宇玲叹息 他这次是从秦室皇族内偷偷跑出来的 没办法 家里太闷了 爷爷们虽然对他好得不得了 但是他觉得有点孤独 而且每天看到秦宇玲 他有一种不适感 那家伙太完美了 好像二十年贴合大道的睡眠 让他已经开始从人蜕变 还是顾盈好 他想出来找顾盈 可是顾盈肯定也在努力修行 准备月末冲绑 可不能打扰他 于是他便约了几个平时关系 还算凑合的朋友外出 发现了一个与上古体修有关系的景地 可是这景地比较凶险 至少需要一位神单级的护道者 各家都能找到 而他担心自己告诉秦室 之后就被抓回去了 于是心情郁闷 兴高采烈地给顾盈传了飞歌 哼 终于有机会找顾盈来了 上古体修的景地 对顾盈应该也有很多好处吧 里面的好处都给顾盈 只要顾盈多 陪陪我就好了 在场之人 有越是越婉宁 公是公新年 烟是烟雨雨 这几人都是乾隆榜天骄 也是很受各自大族的重视的 自然能够寻找到 神单境界的护道者 神单二重即可 再高的话恐怕会将景地称坏 这上古体修的景地 有修为总量限制 他们四个人 配上四个神单二重的护道者 刚刚好 不过 秦宇玲怎么办 不通知秦氏 那么秦宇玲 还认识神单境的人吗 要不然我从岳家 给你叫来一位 神单二重境界的强者来护道吧 岳婉宁说道 他倒也是为秦宇玲好 但是依旧被秦宇玲婉拒了 我找到护道者了 他应该也快到了 几个人露出古怪的神色 不通知秦氏 秦宇玲还能找谁 大约半天的时间 秦宇玲口中的护道者赶到了 这让几个女孩 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来到这里的 竟然是一个年轻人 身穿黑袍 眉心有一个珠红印记 长相英俊 气宇轩昂 这是秦宇玲找来的护道者 这么年轻 宇玲 这护道者是要神单二重的 岳婉宁小声在秦宇玲耳边说道 而秦宇玲似乎很信任 这个赶来的年轻人 他就足够了 秦宇玲在外人面前 还是很冷淡的 不过话语间 依旧表现出了 对顾颖的信任 很快 三女家中的神单进护道者 也都赶来了 黄女 他们赶到之后 也都先对秦宇玲打了一声招呼 毕竟是秦室黄女 他们这些大族内的人 也都知道秦室黄女的地位 毕竟是秦室最正统的血脉 所以先打招呼 表达尊重 然而 当他们看到了黄女身旁 那位黑袍剑修之后 却是都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这是黄女的护道者 这么年轻 玄山叔叔 一会儿还是得多注意一下宇玲 她是偷偷跑出来的 若是出现了问题 恐怕会有麻烦 秦是会对我们问责的 月婉宁小声说道 显然是觉得 秦宇玲所带来的那位护道者 太不靠谱了 婉宁 你认识那个年轻人吗 而此时 月玄山看着与秦宇玲结伴型的年轻人 眼眸中金光一闪而过 小声地询问道 不认得 乾隆榜上的绝顶天才我大部分都见到过 只是这人我似乎并没有什么印象 月婉宁努力想了一会儿 确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人 难道是其他区域的人 不太可能啊 现在乾隆榜开启 能够踏入神丹境界的 肯定都在努力冲绑 没有人会对前三的称号不心动的 月玄山微微皱眉 心中思索 那个年轻人 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嗯 月婉宁露出诧异的神色 月玄山在神丹二重境界之中 也都是最顶级的存在 而秦宇玲所带来的这位年轻的护道者 竟然能够让月玄山有这样的感觉 其余两族的人也都在小声议论 怀疑顾颖是不是秦宇玲的道理 而秦宇玲才不管那些 冷落着小脸 然后拉着顾颖走到一行人的最后面 然后无奈地吐了吐舌头 大爷爷说过 让我在外面高冷一些 保持皇女的威严 憋死我了 顾颖无语之余 又觉得有些好笑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秦宇玲小声问道 这次的景地与上古体修有关 顾颖曾经得到过天皇灵犬颖 这次的景地或许能够让他有所收获 这次的景地正好一共八个名额 分别是宁丹境界四个名额 神丹境界四个名额 最高不能超过神丹二重境界 这个景地位于一片瀑布后方 在场都是高阶修行者 月婉宁弹指之间 一股赤圣的气血之力与指尖迸发 直接将瀑布掀开 露出里面那缠绕着血红光运的入口 月婉宁是月氏大族的人 因为那样他的身材会变形 他以力量血脉为根基进行修行 一身修为极为稳固肩盘 身材窈窍 却没有柔弱的感觉 依旧很有力量感 月氏月婉宁 宁丹二重境界 已获得气血洞天进入资格 月氏月玄山 神丹二重境界 已获得气血洞天进入资格 宫氏宫心炎 宁丹二重境界 已获得气血洞天进入资格 宫氏宫玄天 神丹二重境界 已获得气血洞天进入资格 已获得气血洞天进入资格 顾佳 顾颖 神丹一重境界 已获得气血洞天进入资格 顾佳 顾颖 其余六人先是冷了一下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严肃 等等 顾颖 本章完 当看到录入在那气血洞天上的那个名字 所有人在经历了短暂的错愕后 眼眸中全都是骇人 顾颖 听着好熟悉 是那位乾隆榜第三的顾颖 他踏入神丹境界了 这次的乾隆榜极具权威性 将所有天才的绝大部分信息 那乾隆榜之上 这段时间 乾隆区域内风起云涌 榜单每天都在经历大换血 然而乾隆榜前三 却是始终稳定不动 这三位天交给整个乾隆区域的年轻人 带来的是绝对的压力 无论是排名第一的秦宇颜 又或者是排名第二的顾天玄 稍微出手 都震撼整个乾隆区域 而这个顾颖 虽然从未出手过 但是当日乾隆榜出之时 在天道扫描下 依旧数据不全的顾颖 太过神秘 让人更觉得不寒而栗 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秦宇领所找来的护道人 竟然会是乾隆榜天交 等等 他俩是什么关系 秦宇领站在顾颖的身旁 笑容净显得傻呵呵的 注意到其他人的目光后 连忙高冷起来 好险 还好我反应快 请即刻进入到气血洞天内 他们赶紧进入到了那气血洞天里 而此时 月婉宁心中震撼 身旁的月玄山小声说道 这个顾颖素来神秘 乾隆榜开启 至今已有23日 秦宇颜和顾天玄都已经出手过 实力恐怖 让我们这些老一辈神丹人都感受到了压力 这个顾颖 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过 星星极为恐怖 外界风起云涌 它能够稳坐家中 突破神丹 这等星星非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不过这次气血洞天内 我们终于能够见识一下顾颖的实力了 轰隆 它们陡然犹如被投入血色的海洋 它们恍惚了一下 发现自己仍旧脚踩着大地 但是空气之中 竟然飘荡着已经凝成实质的血气 淡红色 犹如水雾一般弥散 携带着恐怖的质量 让它们犹如被海洋淹没 这是体修的天堂啊 月婉宁小嘴微张 脸上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随后说道 我们月世 其实是上古体修发展繁衍过来的 并弃修炼体修的法 而是将以前体修的特质 都藏在了我们的血脉当中 所以我们的修炼方式和体修 还是挺相近的 体修修行 需要疯狂锤炼自己的身体 激荡出气血之力 然后存于丹田之内 这需要百炼成钢 付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可这个景地之中 空气中竟然飘荡着 大量现成的气血之力 对体修来说 这就是一个天堂啊 他才刚刚说完 周遭的气血之力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朝着它飘荡而去 它激活血脉 周围的气血之力 便受其血脉牵牵引 朝着它而来 然后进入到了它的肉身之中 疯狂地开始填补它的气血 蚊骨增肌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月婉宁便粗了一圈 月婉宁的腰变粗了 胳膊也变粗了 那气血之力 让她的肌肉开始生长 眨眼间变粗了好几圈 月玄山激动地说道 婉宁 这才是咱们月氏血脉的 最强形态啊 月婉宁快要哭出来了 想停止吸收气血之力 可是力量不断变强的感觉 犹如某些上瘾的毒药一般 让她完全停不下来 好可怕 宫心眼小脸煞白 哪个女孩不爱美 看到原本温婉的月婉宁 竟然摇身一变 直接变成了筋肉人 她脸都下白了 体修天堂吗 顾颖若有所思 随后直接开启了天皇灵犬影 上次她在修炼天皇灵犬影的时候 依靠着各种各样的丹药 凝成了灵犬 然而天皇虚影 却是无比的淡薄雷弱 似乎风一吹 便会消散了去 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轰隆 顾颖的身躯 瞬间仿佛熔炉启动 周遭那实质性的气血之力 疯狂地朝着顾颖涌来 随后全部进入到了顾颖的身躯之中 顾颖 月玄山露出震撼的神色 顾颖为什么也能够 如此大量地吸收气血之力 月婉宁是因为血脉强大 月室的血脉中 凝聚了无数代体修的修行成果 才能够引导气血之力 你掌握一门脆体功法 脆体武学早就已经绝迹在天地之间 上古体修也早就断了传承 他们现在也只是在利用上古体修留下的血脉 为辅助加持修行而已 顾颖难道掌握一门脆体功法 顾颖并未回话 可月玄山眼眸中依旧震动无比 当真会有人浮运恐怖到这种地步吗 身处于世家 却能够位列乾隆榜第三本就很让人震撼 竟然还能拥有脆体功法 神秘且诡异啊 月玄山觉得 这个年轻人绝没那么简单 只能结交 不易骄傲 气血之力加五三 气血之力加四五 气血之力加七六 天皇灵泉引以圆满 天皇灵泉影 疯狂吸收气血之力 竟然直接圆满了 煞时间 顾颖的内海之中 原本所凝聚出来的灵泉本 只是一道虚影 现在上面开始冒出赤色的浓烟 不断地喷勃出浓郁的气血之力 在灵泉上空 一只凝食而散发威严的凤凰虚影毅力 周遭的气血之力上冲 然后全部被那凤凰虚影 化作更为精纯的力量 回馈给灵泉 顾颖开始吸收灵泉中 焕发而出的精纯气血之力 浑身也都变得赤红了起来 顾颖的心脏跳动 犹如天谷泪动 让周围的那些神丹镜护道者 都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肉眼可见 顾颖的身体力量 在疯狂上涨 能够拥有脆体武学的话 在这气血洞天之中 当真是如同进入了天堂啊 而他们就不同了 那浓郁的气血之力 几乎要将他们淹没 他们无法吸收 脸都涨得通红 您的肉身已真入盘境 力量加35 防御加50 肉身突破 顾颖双眸闪烁光芒 他略微抬起手来 猛然用力紧握 随后手掌心处 发出恐怖的空气暴鸣 能够感受到 那恐怖的力量在沸腾 你的肉身境界入盘境吗 一旁的月玄山走了过来 作为月氏大族的神丹级强者 他的眼界自然非凡 他忍不住叹息着赞叹道 不愧是乾隆榜天骄啊 肉身入盘境 在现在可不一般 这是肉身境界 突破一次极限的代表 现在 上古体修的修行境界 早就已经伴随着岁月的发展 而湮灭遗失 但是肉身层次的境界 却依旧有着不同的等级划分 突破一次极限 为盘境 第二次极限为金玉境肉身 第三次极限为破陷境肉身 每一次打破极限 肉身力量 防御力 身体的各方面机能 都会有显著提升 据说肉身成圣之人 可以首次同境界先天龙族 强横的不要命 月玄山所说之事 应当都是月氏所保留下来的 一些古老秘文 附近的人也都忍不住竖起耳朵来倾听 肉身成圣者 可首次同境界先天龙族 这着实有些骇人听闻 同时距离他们也太过遥远了 所以我现在是第一次破极限了 还真是轻松啊 月玄山有些艳羡的说道 常人想要第一次打破极限 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苦修 再加上一本 至少是紫色的脆体功法 才能够做到 你直接打破一次极限 这气血洞天 对于掌握功法的体修的好处 实在是太大了 而用脆体功法 吸收气血之力 与血脉之力 吸收气血之力 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就比如说 现在月婉宁虽然在压缩体内的气血之力 可是还是依旧变成了个胖子 没有原本那么苗条了 而顾颖的身材 却是愈发魁梧云衬 身上的肌肉呈现性 稍微动弹一下 都能够看到粒粒分明的肌肉 散发爆炸性的力量 这让月婉宁 看着顾颖的目光 愈发的忧怨 血魔神像降临 血魔神像 在气血洞天之中 吸收了无数年气血之力 早已蕴含神智 生命精华被点化 天生盘境力量 蕴含强大的力量 以及恐怖的防御力 在被击垮之前 永不停歇 轰轰轰轰 一共四尊神像 在远方发出轰隆的声响 犹如雷鸣一般 顾颖等人的视线 被拿漫天的血雾遮掩 仅能看到 似到遮天蔽日的庞大身影 朝着这边走来 这玩意绝对有神丹级的战力 而力量与防御力 都极其出众 就算是神丹二重境界 想要应对 也是极为困难 简单来说 如果打不破其防御力的话 那么一切都是白大 龚家的强者龚玄天宁没说到 显然也觉得棘手 而四道血魔神像 直接便朝着 宁丹境界的四女袭来 带起烈烈狂风 顾颖现在知道 为什么这个气血洞天 为什么需要护道者了 血魔神像 直接锁定了宁丹境的四人 护道者立刻出手 月玄山力量沉重 神丹二重的境界 更是让他无比强大 犹如山岳一般沉重的压来 哄 血魔神像气血沸腾 被这一硬压的后退了一步 然而却是毫发无损 一拳将月玄山轰飞出去 他止住身形 大得被他踩出了两刀裂痕 神色不免凝重了起来 这防御力好可怕 若是打不碎他的防御 就算是神丹三重的人 也要被他那永不枯竭的动力耗死 月玄山心中震撼 秦宇玲站在顾颖的身侧 见识到了那血魔神 想让月玄山束手无策 他问向顾颖 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先来试试吧 顾颖的声音柔和 看着那血魔神像 随后换出了自己的神侠剑 神侠剑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 刹那间犹如赤霞铺天 天空呈现血玉之色 见到空明剑身 三柄神剑浮现在顾颖的身后 让他犹如剑神一般 赤眼九龙体 开启 顾颖抬手便是中灵剑身 紫色的剑爵在虚空中 化作金灿的大剑 灯石从天而降 虚空被押爆 这一剑恐怖至极 暴击了 见到空明剑对剑爵 本身就有50%的增伤 而此时顾颖运气还不错 竟然直接触发暴击 这一剑坠落之际 周遭一圈圈光环向外扩散 空气被押爆 轰隆 朝着秦宇凌冲来的血魔神像 瞬间被大剑击中 神像滔天的气血沸腾 似乎想要硬扛这一剑 砰砰砰 血魔神像粗壮的双腿 难以承受这份距离 被这一剑压入大地 化作石头碎块 这防御力还行 顾颖略微点头 能够抗住一会儿 顾颖这层层加持下的中灵剑身 这玩意还真不错 要是能够搞来一两尊 守顾家大门就好了 此时 其他三位护道者都傻眼了 那血魔神像的防御力 究竟有多么恐怖 他们已经体会到了 结果被顾颖一剑砍爆了 这 这就是乾隆榜天骄 这些天骄都拥有 越阶作战的实力 别看顾颖才神单一重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 完全不会是他的对手 这年轻人一开始 就给了我一种危险的感觉 看来我的感觉没错 看着那满地的神像碎块 他们心中震撼 四号神像已被击垮 请四号队伍 吸收精纯的气血之力 精纯的气血之力 那神像碎块上 忽然涌出浓郁的赤色雾气 朝着顾颖和晴雨凌冲了过来 四位宁丹静女子 加上四位护道者 原来已经被分成了四个队伍 精纯的气血之力 是不需要利用功法进行转化的 吸收对于肉身力量 有着很大的好处 你来吸收吧 顾颖让给了晴雨凌 她可以直接转化 这附近天地之间的气血之力 所以这点精纯气血之力 她完全不放在眼里 好 晴雨凌露出笑容 随后直接开始吸收 而现在 其余三个队伍 也都在疯狂地轰击那血魔神像 这三位神担进强者 都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 靠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梦了吗 难以想象 他们都已经有百岁网上的年纪了 现在被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给追上了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屁股后面 有人拿小针扎他们一样 轰轰轰 神像终于破碎 他们松了口气 恭喜成功击碎四尊血月神像 请在上古石碑流明 打出九文集力量 可以在石碑中流明 获得圣血精华 主 不打出九文集力量 将无法走出气血洞天 月玄山等人 纷纷露出凝重的神色 需要打出九文集力量 才能够获得警帝最终奖励 可若是 无法打出九文集力量的话 那么也就走不出这气血洞天 也就是说 有可能被永远困在气血洞天之中 九文集力量 是什么级别的力量 月环宁小声问道 等等看 月玄山看着他面前血色逐渐暗淡下来 随后一块小山般的石碑 屹立在那里 一股宏大的威势迎面来 这就是上古石碑 我先来试试 月玄山直接上前去 月室毕竟算是上古体修发展而来的大族 在力量上还是比较渐长的 他的手掌当时变得血洪一片 血脉涌动而出的气血加持下 他一拳轰出 轰隆 上古石碑之上 蔓延出纹路 然而却仅有两道纹路 二文集力量 月玄山瞳孔收缩了一下 他现在才只有二文集力量 一旁的月宛宁神色昏暗 月玄山境界最高 同时又在力量上渐长 现在竟然才只是二文集力量 那么 想要达到九文集力量 也太困难了吧 力量这种东西的成长 需要长时间的苦修 哪怕是在这里 也依旧如此 月玄山修炼至此 付出了数十年 对肉身的打磨 难道我们要在这里 待上一段时间 乾隆绑结算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我还没有网上冲击排名呢 乾隆绑每个名词之间 所相差的资源 都是巨大的 我们若是不能赶紧走出 气血洞天的话 那么损失巨大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秦宇林也担忧地 看了一眼顾颖 她知道顾颖正准备 要冲击乾隆绑 乾隆绑第三 肯定不是顾颖的终点 如果真被困在这里的话 那么情况就有些糟糕了 虽然将肉身力量 提升到九文集 肯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但是显然乾隆绑 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而就在这个时候 顾颖说道 我来试试吧 一时之间 其他人都看向这个年轻 却强大的过分的乾隆绑天骄 却都不抱以什么希望 顾颖的确很强 我们这些老骨头 估计都已经被你超越了 可是这毕竟是力量测试 哎 月玄山觉得惋惜 若是见到之上的测试 那么顾颖绝对有话语权 可是这力量测试 并非是顾颖所擅长的 顾颖虽然刚刚突破了盘境肉身 但是应当和月玄山这种 靠苦修炼成的力量 是差不多的 顶多能打出个三文集力量 与九文集相差甚远 顾颖还是走到了上古石碑前 他若有所思 我踏入神丹境界后 体内的龙相神境 已经可以将食道完全催动了 龙相雷境是圣品武学中 很特殊的一种 可以经过龙相神境的积累 无限提升威力 然而其实龙相雷镜 虽然可以用以剑法施展 但是最强的 应该还是用以直接的肉体增幅 轰隆 他一拳轰出 毕竟是第一次 没有用剑驱动龙相神境 所以他第一次 只动用了五道龙相神境 龙相之力呼啸 顾颖的背后 仿佛都撑开了龙相虚影 恐怖的力量感 让月玄山等人都是瞳孔猛缩 七文集力量 七文集力量 这到底是什么妖孽啊 这一次 月玄山等人也终于是无法淡定了 顾颖不是个剑修吗 他的肉身力量 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恐怖 月环宁这些乾龙榜天骄 也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天才 刚刚那一瞬间 我感觉站在那里的 好像是一尊恐怖凶兽 是不是有什么庞大的虚影 在他的身后撑开 我应该没眼花吧 龙心眼美眸中闪烁着惊骇 乾龙榜前三的天才 都太恐怖了 只要让顾颖多多吸收气血之力 尽快提升 或许我们可以赶在乾龙榜落幕之前 走出这气血冬天 顾颖这一拳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他们忽然有些庆幸 还好秦宇林的护道者 找来了顾颖这个乾龙榜前三的妖念 然而 很快顾颖又一次让他们震撼了 他们看到顾颖又挥出一拳 煞时间风雷其动 这一次顾颖背后的虚影更加凝实了 刹那间 他们仿佛看到了星辰背景下 一只恐怖巨兽张开巨口咆哮 刹那间星辰被他吼得破碎 哄 石碑猛然一阵 久闻极力量 恭喜您成功通过气血冻天最终测试 获得圣血精华 气血冻天存在一日 可在吸收气血之力之后 自行退出气血冻天 刷 一道赤圣的光芒 顿时涌入到顾颖的身体之中 月玄山等人能够感受到 那光芒绝对对体修有着致命的诱惑 圣血精华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刚刚那一瞬间 他们的血脉 忽然传来一种无限的渴望 但是更让他们震撼的还是 顾颖直接打出了久闻力量 这个久闻极力量 应该算是按照他们最强者 神丹二重的境界来分配的 上古体修能够达到的力量极致 而顾颖则是利用龙象神境 强行打出了符合久闻级的力量 然而却也让他累得浑身冷汗直冒 催动时到龙象神境 就算是顾颖踏入了神丹境界 也有点扛不住 呼 秦宇玲扶住顾颖 多亏了顾小友啊 月玄山忍不住感叹 现在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妖孽了 他知道顾颖绝对有着特殊的手段 但是他并没有多问秦宇玲和顾颖走得很近 他不确定皇族对待顾颖的态度是什么 不过 乾隆榜前三的天教 绝不能招惹 结交这样一位天教 在未来能够带来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吸收吸收这气血动天内的气血 肉身的提升 对以后的修行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反正也不着急 月玄山的提议大家极为赞同 而他们对顾颖也都心照不宣的极为客气 你这次出去以后准备怎么做 月婉宁神色复杂地看着顾颖 询问道 距离月末还有几日 先提升实力 然后冲绑吧 果然 顾颖韬光养晦 就是为了最终冲绑 这个家伙 给人一种底牌无数 神秘至极的感觉 这张乾隆榜 还真是炸出了太多妖孽的存在 以前的时候 各路天教都是自己修行自己的 很多同区域的天教 可能一辈子很少遇到一次 这次乾隆榜 直接给了他们一个恐怖的舞台 但是 总感觉这一代更恐怖 天地大变 这些人都是踩在时代的浪潮上 无论是大梦二十年 直接神丹的秦宇炎 天生见神体的顾天玄 还是眼前神秘至极的顾颖 都是这个时代乾隆区域所诞生的 最可怕的人物 他们就算在这次的乾隆之争落败 未来的前途 依旧不可限量 而此时的顾颖 则是查看自己的身体 圣血精华 上古时七炼体大能临死前 将自身炼体修为全部提炼 化作脆蹄火种 洒向大地 在经历万年沉淀后 脆蹄火种吸收天地精华 已有盛性 完全吸收后 将进行一次肉身进化 可以随机获得一种上古脆蹄体质 吸收中5% 7% 31% 64% 此时顾颖的身体状态 正是被龙象神经掏空的状态 在吸收这圣血精华的时候 瞬间就开始了鸡吞龙影 全身的细胞高度亢奋 疯狂吸收能量 顾颖 在经历一场蜕变 轰隆 所有人吸收气血之力的动作 都同时一停 顾颖的肉身好像正在经历蜕变 化作气血熔炉 好像两座大山在相互摩擦 迸发出来的能量 让他们满头大汗 吸收成功 肉身进化中 进化成功 霸体 上古体质 上古时期无数体秀的噩梦 天生的力量皇者 在体秀一条路上 拥有强势绝伦的优势 天赋纪一 上古神明护佑 换出上古神明 庇护自身5s时间 在这5s时间内 将会免疫一切伤害 冷却时间 3日 天赋纪二 无暇真神 在10s时间内 将自身所有能力 全部置换为力量 获得徒手思天的能力 冷却时间 一日 霸体 简单明了 这是一种霸道刚猛的体质 应当是目前顾颖所出现的 等级最高的体质了 毕竟这两个天赋纪 都有点恐怖 第一个是5秒的无敌 上古神明庇佑 与顾颖的金玉神明身 倒是有同工之秒 不过这个时间更长 低格更强 而第二个天赋纪 就有点讲究了 将自身的所有能力造诣 全部转化为等量的力量 顾颖仔细研究了一会儿 也就是说 我的剑道修为 体质 武学 功法 全部能在这10秒内 置换成为肉身力量 变成纯粹的力量暴龙 从未见过这样的天赋纪 上古霸体的效果果真不错 顾颖松了口气 而接下来的时间 其他人都要吸收汽血之力 几个年轻人倒是聚集在了一起 加上秦宇玲一共四个女子 围着顾颖在讨论着乾隆榜上的事 羽灵听说秦宇玲这人性格极其古怪 号称完美无瑕 真的假的 月婉宁很好奇这件事 而秦宇玲神色有点怪异 随后说道 的确是如此 她已经无限贴近于道 每日能够获得500点天道馈赠经验 性格已经超脱于人 给我的感觉很不舒服 每日获得500点天道馈赠经验 这一点就连顾颖都忍不住心中震动 这体质也太过于腻天了 实打实的经验灌溉啊 也就是说 这个秦宇玲什么都不做 二十天就能够突破一次神丹境界 更不用说 再加上秦室的大力培养了 不舒服 为什么啊 难道她心高气啊 不 她谦虚至极 性格暴躁 温和如愈 那为何会让你不舒服 就是感觉 秦宇玲有些头疼的揉了揉小脑袋 然后说道 她太完美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怪异 人都有七情六欲 有时高兴有时烦恼 可她好像没有 她就是天生为了修行而存在的 所以 让我在靠近她的时候 就会很不舒服 更像是一种害怕 有血有肉的人 对待一种近到生灵天生的畏惧感 顾颖若有所思的点头 而很快 他们的话题又回到了顾颖的身上 我家的月明楼大哥 前几日想要去顾家挑战你的 结果才刚出了月室 就被族中的长老抓了回去 哈哈 的确啊 我们这些人 想要进入乾隆榜排名前十 而排名前十的人 肯定都想要朝着排名前三几 毕竟排名前三的称号效果 都是极为恐怖的 他们哈哈大笑 而顾颖则是点头 越是月明楼 应该是你们越是 这一代最强血脉了吧 越是这种靠血脉的大族不多见 有机会顾颖也想碰撞一下 终于气血洞天结束 顾颖陪着秦玉淋着小妮子游了游山水 才把她哄回秦氏 让她抓紧时间提升自我 争取提升一个名次啊 别摆了啊 你这家伙 回顾家吧 如今已是乾隆榜开启第二十四天 乾王区域内风起云涌 顾颖朝着顾家走去 然而在路上 却让她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浑身都是爆炸性的肌肉 而此时 她竟然和顾颖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起初双方都觉得没什么 然而他们发现 走了半日时间了 两个人好像去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那人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大白牙 随后看着顾颖说道 这位兄台也是去盛阳城方向 嗯 顾颖闻眼点头 那人看起来憨厚 肉身可怕 给人一种特殊的压力 顾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绝对是月家的血脉 她自然不会辨认不出来 这人是月家的人 去盛阳城做什么 月明楼刚从月室偷偷跑了出来 她心情大好 而看着顾颖的气质非凡 两人看起来有可能又是同路 所以才会开口 她闻言心中一喜 声如雷震 这位兄弟 可曾见过盛阳城顾颖 就是那位乾隆榜第三的顾颖 我要去搓抱她 顾颖嘴角抽搐 你小子月明楼吧 有一种傻憨憨的感觉呢 有幸见过一面 顾颖略微点头随后说道 她看着眼前的这个肌肉壮汉 气势汹汹 大有一种见到自己 就要激战一番的模样 她现在还不太想打 那便好 不如你我结伴同行吧 反正顺路 不然一路上太过枯燥乏味 月明楼还是比较热情的 为人有些豪爽大气 去盛阳城就这一条路 顾颖也没办法拒绝 这让她颇为无奈 觉得一路上估计会很吵 此番前往盛阳城 我势在必得 那乾隆榜第三的顾颖固然神秘 可惜我也今非昔比 她这般说着却装作不经意地 看向一旁的顾颖 嗯 顾颖淡淡点头 听闻这顾家乃是顾氏分支 也具有雷属性灵气 这个顾颖应应当也是 见到中的佼佼者 应对起来还是应该很是棘手的 她又看了一眼顾颖 嗯 怪了是了 月明楼瞪大牛眼 你有点过分淡定了吧 按理来说 我说我要挑战乾隆榜 第三名的顾颖 你的反应不应该是追问 我是乾隆榜上的哪位大神吗 随后在你的一番追问之下 我苦笑说出我 便是那乾隆榜第四的月明楼 月明楼已经想好了 自己扶我苦笑的语气 甚至是神态了 可是 你为何要如此淡定啊 不过她与顾颖交谈过后 发现此人谈吐不凡 而且总有一种 不顾他人死活的淡定之感 月明楼自信 随意抛出的一些话题影子 都足以让一些年轻人无法淡定 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连鸟他都不鸟他一下 喂 你是在嫌我烦吗 月明楼从没这么郁闷过 这就是圣阳城啊 的确不错 城池风光 众生百态 这倒是我平日里难以领略的 在我所在的地方 仅有高山流水 飞扑击石 时而先鹤作武 当真是很少领略这种烟火味 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呀 问呐 你问啊 不是 兄弟等等我呀 你这样子我很没面子 月明楼感觉心力交瘁 连忙跟在顾颖身后 这让顾颖极为无奈 终于是知道 什么叫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了 不过这家伙单纯的可爱 所以顾颖决定 一会儿下手轻一点 来到了顾家 而那守卫看到顾颖回来了 然而 他却是忽然看到了 在顾颖的身后 竟然还跟着一道身影 身材高大壮硕 自家大少爷在他面前 都显得娇小了许多 而那人气势汹汹 倒是将他吓了一跳 月明楼露出明媚的笑容 终于到了呀 乾隆榜第三 只是一个开始 他正在准备措辞 结果就看到那守卫忽然叫了一声 大少爷 他下意识地便说道 大少爷 啊对 我就是来找你们大少爷的 麻烦通报一声 乾隆榜第四 月明楼前来挑战顾家顾颖 然而 他说完之后 忽然觉察到了不对劲的情况 面前的顾家守卫 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让他无所适从 他刚刚是喊 大少爷 月明楼看着自己身旁的黑袍年轻人 猛地向后一跃 脸色难看至极 好像受到了什么羞辱一般 大吼道 你就是顾颖 顾颖无语 请来坐坐吧 月明楼 月明楼气势顿时矮了一大截 忽然感觉自己像一只猴子 还是一只鸡肉猴子 他下意识地怪怪地 跟在顾颖的身后 进入到了顾家 乾隆榜第四的天骄来了 你就是乾隆榜第四的那位月明楼 传闻中月氏大族 身怀上古体修血脉 繁衍至今 血脉之中 有着上古体修流传下来的体修精髓 天生力量易于常人 强大至极 如今一见果真如此 顾家内堂的长老们 纷纷开口称赞道 若是以前 月明楼会表面谦虚 内心膨胀 而现在 他只能捂着连白手道 别说了 真别说了 我刚被你们家大少爷 当傻子耍了一路啊 整整一路 顾秦仓也赢了出来 毕竟是乾隆榜第四的天骄 现在的乾隆榜天骄 去到哪里都是座上宾 更不用说是排名前十的 这些顶尖妖孽 这些人都是天道 认可的超级妖孽 在未来 绝对会是乾王区域内的巨拨 月明楼连忙拱手说道 拜见顾家主 此番唐突造访 还望见谅 我此番前来 是想要挑战顾家顾颖 乾隆之争 势在必行 顾秦仓文言 看了一眼顾颖 随后说道 好 正好这一个月景 都未曾动手 我现在也不知道 他的战力 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 点到为止便好 不要伤了和谐 顾秦仓说完 便拆人去准备饭菜 月明楼此时长呼一口气 看着顾颖 也顿时感受到了压力 他从未轻视顾颖 乾隆榜排名很有权威性 顾颖能够在他之上 已经证明了其恐怖之处 而这近一个月的时间 从未看到过顾颖露面 这让他更觉得顾颖之可怕 他被家中长老之流 在族那几日时间 都感觉心中长草 想要去外面参与乾隆之争 这是新性的差距 顾颖这一个月的时间 都在提升个人实力 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战力如何 神丹级的战斗 更是乾隆之争 你们还是去荒山之上吧 因为喇叭怪 已经被顾家迁移到了府邸内 麻烦了 月明楼像急了到朋友家 做客的小孩 客气得要命 这让顾颖觉得太好笑了 荒山之上 此时圣阳城无数人 都听到了消息 乾隆第四的月明楼 过来挑战乾隆第三的顾颖了 这可是最顶尖的乾隆之争了 这应当是目前为止 所出现过的最高名次之间的争斗了 第四与第三相差一个名次 也不知道他们二人的实力差距 究竟如何 圣阳城内的修行者们 纷纷赶到荒山去 一个个神色激动振奋 而此时 月明楼看着面前的顾颖 一张脸也终于是阴沉了下来 你为何要细耍我一路 我如何细耍你了 顾颖无辜 你为何不说 你就是我要找的顾颖 你也没问啊 你不是只让我给你带路吗 我 轰隆 月明楼气势大开 他也踏入神丹境界了 顾颖曾见识过月婉宁的血脉力量 气血滔天 很是害人 然而与月明楼比起来 当真如同小巫见大巫 丝毫没有可比性 月明楼的气血宛如大江大河 瞬间将整个荒山覆盖 很多人看到了 那荒山被浸摸在淡红色的血气中 纷纷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这就是上骨体羞血脉吗 好恐怖的压力啊 月明楼也踏入了神丹境界 这一代年轻人简直是逆天的狠 月明楼双眸赤红 肌肉骨胀 宛如人形山岳 散发可怕的力量感 而他看着顾颖大吼道 拔剑吧 顾颖 然而顾颖却并未拔剑 他站在淡红色的雾气中 感受着那磅礴的气血之力 也难得的兴奋了起来 难得对抗月氏这种力量 类型大族所走出来的天才 他自然不会错过机会 霸体天赋计 无暇真神 剑刚四层 置换力量 咕噜 月明楼奇怪的看着眼前的顾颖 他感受到顾颖的身上 忽然莫名的多出了一种力量 仿佛做了某种特殊的交易 失去了什么 而又获得了力量 剑到空明真身 苍龙顿物剑爵 集魔体 赤眼九龙体 骤剑爵 凤鸣游身部 猎穹剑爵 战装弓 大劲炎咒 老农砍柴弓 钟灵剑身 灵溪剑指 龙象雷镜 不朽鲜活 全部置换力量 轰隆 仿佛一座大山坠落在荒山之上 顾颖的身上忽然冒出金灿灿的光焰 隐约间可以看到 雾气从顾颖的灵台处向上涌起 他无暇无垢 将全身上下所有能力 全部置换 成为了纯粹的力量 这就是顾颖的霸体天赋剑 无暇真神 什么 这一瞬间 月明楼毛骨悚然 他感觉面前的顾颖 在刹那间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那份力量让他都为之无限震惊 仅有10s的时间 顾颖丝丝毫不浪费时间 在置换结束的一瞬间 便直接朝着月明楼冲了过去 他一脚将荒山踩的崩裂 周遭的弃血之力 被他身躯所带出的狂风骤然吹散 月明楼抬起手臂 与顾颖对了一拳 随后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身躯犹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 这是什么力量 此时的顾颖宛如人形暴龙 顾颖一脚震裂荒山 抬手掌力所带起的 风将周围的大树折断 他狂奔而去 犹如天崩地裂一般 一跃而起 从天坠落 这一招弱势重了 老子就死了 月明楼毛骨悚然 连忙从地上狼狈地爬了起来 忍着剧痛疯狂地躲避 顾颖坠落在大地之上 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圣阳城都震战了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顾颖不是剑修吗 他的肉身力量 怎么会如此恐怖 刚刚你们看到了吗 这就是纯粹的力量 纯粹到极致 无数人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太过匪夷所思了 顾颖一个剑修 此时并没拔剑 单纯利用肉身力量 将以力量剑掌的越式大族 添交月明楼压着打 月明楼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10s的时间 月明楼被像皮球一般被疯狂捶打 也就是月明楼了 随便换一个人来 都被要顾颖打得肉身破碎了 月明楼凌乱 他在肉身上被碾压了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终于 顾颖身上的那股不合常理的力量 开始消退了 然而顾颖似乎并不想继续打了 想得美 月明楼怒吼一声 腹腔中的鲜血被他全部喷吐出来 他大吼一声 顾颖继续来战 你想跑吗 你刚当的那股不合常理的力量 已经消失了 现在优势在我 然而此时 顾颖的神侠剑陡然出现在手中 一道剑光化作恐怖的雷霆 瞬间擦着月明楼的脖子 滑了过去 月明楼瞬间冷汗淋漓 脸色苍白的站在原地 顾颖收起神侠剑 随后淡淡的说道 我若是用剑 你掰得更快 没必要继续打了 走吧 去我家吃饭去吧 顾颖对月明楼的印象还算不错 这家伙憨憨的 有点老实实在的感觉 月明楼看着顾颖的背影 吞了吞口水 眼眸中满是恐惧 刚刚那一瞬间 顾颖虽然失去了身上的那股力量 然而取而代之的 是一股更危险的契机 那是属于顾颖的剑道 似乎只要顾颖愿意 一剑之下 他必然会成为地上的死人 这就是乾隆榜前三的天骄 月明楼心中有些发颤 第一次对自身的实力有了怀疑 顾颖带着月明楼回家去 这么快 咱们家的饭都还没做好呢 要不然 你俩再去切磋一会儿 不了不了 月明楼彻底失去了 和顾颖一战的勇气 他踏入神单 顾颖也踏入神单 然而双方的差距 似乎更大了 顾秦苍露出名了的笑意 而很快 乾隆榜第四名的月明楼 挑战排名第三的顾颖之势 立刻便在乾隆区域内传得沸沸扬扬 没办法 乾隆之争本就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但凡是上了点排名的人的战斗消息 都会像长了翅膀一样 传遍乾隆区域 更不用提前隆榜第四 和速来神秘的乾隆榜第三了 战斗结果呢 结束了 这么快就结束了 听说战斗 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乾隆榜排名第三的顾颖 连剑都没用 都将月明楼虐爆了 真的假的 这也太离谱了吧 乾隆榜前三的含金量如此恐怖 不过这顾颖素来神秘 从未见过他出手 此番出手倒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不过相差一名 可实力却差了这么多 而此时 越是大族的强者们都气炸了 偷跑出去了 又偷跑出去了 你偷跑出去就算了 去挑战人家顾颖 哪怕是大战数日 最终终于历节不敌落败 也无所谓 你直接让人家给搓爆了 丢人啊 现在整个乾隆区域都知道了 越是强者立刻赶往圣阳城 然而 当他们赶到圣阳城的时候 却看到了越明楼在那 舔着个大脸在那吃饭 越是强者们嘴都气歪了 好吃 太美味了 这 这是天堂吗 可忽然 在顾家中大口吃肉的越明楼一哆嗦 总感觉有不祥的预感呢 越明楼被越是的强者们 直接抓回去了 当时的情况很凄惨 越明楼像一个皮球一样 被越是的强者们抽来抽去 还得是越是的天才啊 这若是其他士族的天才 这般蹂躏早就半死不活的了 结果刚刚越明楼还活蹦万跳的 我都想上去抽两下了 越明楼的生命力 顾颖也是见识过的 毕竟被顾颖的无暇真神状态 搓了那么长时间 依旧还有气力战起身来 要与顾颖再战 景兄 期待你冲绑之日 越明楼离去之前 对顾颖摇摇拱手说道 这越明楼倒是不坏 给顾颖的印象还不错 而越是的强者们也都很客气 所以 顾家对越是的观感也还不错 各大族都有气度 对待我们顾家也都充满了善意 顾家内的长老们微微点头 显然都很满足于现状 顾家越来越强了 他们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 而现在 更让他们关心的是顾颖现在的真实实力 他们可都是看到了神诞一众的越明楼 被顾颖轻松碾压 几乎就是一场无情的虐杀 实在是可怕 而顾颖虐报了越明楼的事 在乾王区域内不断发酵 未曾见过顾颖的剑 只看到了顾颖的肉身力量 实在是恐怖 很奇怪 这顾颖所在的顾家 不是顾氏的分支吗 我的印象里 顾氏的雷属性灵气 不都应该是剑修吗 为什么他的肉身会如此恐怖 难道这个顾颖剑走偏锋 剑到修为一般 而是选择了肉身锤炼 虽然有点不合理 但是不然咋解释 他能用肉身力量 虐报越明楼 顾性的人不用剑 这件事 让乾王区域内的修行者们极为不解 而倒是有一些了解顾颖的人 忍不住冷笑 就比如说 此时跪在月氏祖堂内的月明楼 他鼻青脸肿 知道外界的消息后 冷笑一声 顾颖的剑只会更恐怖 若是当时他用剑接受我的挑战 我恐有性命之忧 他永远不会忘记顾颖手握剑后的 那无形间激荡而出的威势 他的剑道修为 绝对在顾天玄之上 而这一日 有很多人见到了外出的顾天玄 他率领顾氏小辈 在警惕之中无所不迫 而他也得知了顾颖挫败月明楼之事 对此不屑一顾 他荒废了身体之中最珍贵的东西 顾氏的雷属性灵气 才应该是他唯一的依仗 现在不过只是跳梁小丑罢了 不专心研磨剑道 他让我很失望 能在肉身力量上碾压月明楼 就算是顾颖的肉身天赋比较好 也绝对是下了一些苦功 这让顾颖 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眼中 变成了急功近利之人 追求短暂的肉身大狱 从而耽误了剑道的钻研 乾隆榜第27日 顾颖吸收天皇灵泉影之中 激荡而出的气血之力 肉身力量更上一层 无暇真神状态 还是很享受的 那种实质性的力量 滚动在身体周遭 让人有一种安全感 这一日 顾秦苍来找顾颖 询问顾颖情况如何了 你最近一直都在修行肉身力量 是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上次顾颖在秦明城内 所找到的天皇灵泉影 的确是一本价值很高的脆体功法 然而他也研究过 这天皇灵泉影响要修行 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说想要速成的话 也需要花费大量灵币 去购买相对应的物品 所以顾家目前并没有人选择修炼 反而是顾秦苍和顾氏有了联系 这本天皇灵泉影 可以以高价售卖给月氏 这几日 他每日看到顾颖都感觉 顾颖的肉身力量越来越强 心惊之余也有些担忧 担心顾颖沉迷炼体 父亲放心 炼体之余我 永远不会是主要修行的路线 我的剑刚已经第五层了 剑道修为并没有落下 剑刚五层了 顾秦苍心头震撼 他忽然想起顾颖的苍龙顿悟呼吸法 一呼一吸之间 剑道修为便能猛窜 不过也难怪他会出现这种担忧 无论是剑刚修为还是炼体 都需要一个人投入百分之百的心力 去进行锤炼感悟 而且增长速度也都极为缓慢 可顾颖不同 他是双线飞速成长 剑刚修为 他有苍龙顿悟呼吸法 炼体修为 他有天皇灵犬影 源源不断地滋生新鲜的气血之力 供给他的肉身吸收 所以顾颖的肉身力量 每天都在成长 才会让人觉得 他是不是每天抽出太多的时间 放在脆体上了 其实他也就是每天抽出来一点时间 来吸收气血之力就好了 自家儿子还是太逆天了呀 顾秦苍冷哼了一声 顾天玄还保持着主脉 对分支的那种蔑视 进而 冲榜的时候 不必手下留情 顾家与顾氏 本身就不可能善终 顾家和其他所有大族 都可以和平相处 但是唯独顾氏不行 顾家强盛 只会引来顾氏的忌惮 不存在合作之说 因为双方的体内 都流淌着相同的血脉 雷属性灵气 剑修王者 顾氏不可能放任一个 堪比顾氏的顾家 出现在乾王区域内 皇甫世家 就是前车之剑 皇甫瓦尔太过强势 引起了皇甫氏族的忌惮 本以为皇甫瓦尔的强大 可以让皇甫世家 走入皇甫氏族 然而那些氏族高层本 就比一世家之人 觉得他们血脉低贱 怎么可能容许他们 介入皇甫氏族 所以皇甫世家 差点要被图灭满门 顾家想发展 顾氏就是 必须要拔除的拦路虎 顾应文言 也是忍不住点头 而这一日 让乾王区域轰动的 一件大事出现了 顾氏大足天才 乾隆榜第二的顾天玄 进入到了一方神秘的景地之中 在走出景地之时 引得天地共鸣 无数神剑毅力虚空 长久不散 听说了吗 顾氏顾天玄 竟然踏入神秘剑道景地 利用玄剑神体 从那神秘剑道景地之中 接引出来了一柄顶尖灵宝 那顶尖灵宝 是一柄通体墨色的剑 我远远观望 看到那柄剑上 布满雷霆纹路 顾天玄手一挥 便引来天地轰鸣 实在是可怕 顶尖灵宝本就无比珍贵 更遑论是雷属性剑气 更是顶尖灵宝中的极品 顾天玄掌控这柄顶尖灵宝神体剑 恐怕已经能够对乾隆宝第一 造成巨大的威胁了吧 山巅 一道年轻的身影毅力 他长发狂舞 双眸如电 手中的墨色长剑之上 奔涌雷霆 极为骇人 他的嘴角忽然闪过一抹细血 低头望了望自己手中的剑 呢喃低语 也该让你剑剑写了 这里 似乎距离圣阳城并不远吧 出门之前 家中长辈便有过提醒 出门在外 若是遇到顾家顾颖 格杀勿论 当初的顾清轩 现在对于顾氏来说 已经隐隐间有些脱离掌控的感觉 而一个天资 甚至更胜于顾清轩的顾颖 更是让顾氏极为忌惮 若能遇见 直接打杀 永绝后患 圣娘称 他穿行前往区域 顿时让无数人看到了 毕竟这样一位浑身上下 缭绕着恐怖剑道气息的年轻人 实在是太晃眼了 一眼就能认出身份 除却乾隆榜第二的顾天玄 不可能有人能够拥有 如此高的剑道水准 我看到天空中 似乎有剑道虚影毅力 在映照他所走过的方向 这就是年轻一辈中的剑道王者吗 他手中的那柄剑 就是顶尖领宝神庭剑 果真是剑中极品啊 无数剑修眼热 可这是乾王区域 他所属于乾王顾氏大族 真正的剑道王族 无人敢对那柄剑 有丝毫的想法 他这是要去哪 快跟上啊 总感觉要有大事发生 这个方向 容我想想 难道是圣阳城 他要去圣阳城 圣阳城中有一条故事分支 而那分支中的顾影 可是乾隆榜第三的神秘妖念 他要去寻找圣阳城顾影 两人都是顾性 可却一个是主脉 一个来自于很多年前 一支外流的分支 乾隆榜第二 寻乾隆榜第三 这样的排名 并非是普通的乾隆之争 更像是 无数人忽然心中大震 脸色骇然 顾天玄 想要拿顾家顾影祭剑 寄剑 刹那间 无数人浑身汗毛倒数 难以想象顾氏的狠辣 以及对待分支的冷酷无情 他们不容许分支崛起 毕竟 这将会影响到顾氏目前的格局 甚至是影响到顾氏老一辈们的霸权 而现在顾家的希望 便是顾影 顾氏顾天玄 便要以 你顾家希望来寄剑 杀人诛心啊 顾天玄神色冰冷 手持神剑 路过之处 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他走到了圣阳城 看到了上次因为顾影和月明楼大战所打的有些狼藉的荒山 他一箭挥舞而出 煞时间 赤圣绝伦的雷霆咆哮爆发 直接将荒山压他 轰隆 震耳欲聋的声音 让整个圣阳城震战 顾家顾影 出来 与我一战 他的声音淡漠 肃杀的气势 瞬间笼罩整个圣阳城 无数人神色恍惚 神丹境界的顶级妖孽 这太疯狂了 还记得曾经 一尊神丹境便是城池霸主 无人敢招惹 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成长到了神丹境界 剑压圣阳城 我好像看到了万剑毅力虚空 这就是乾隆榜第二的顾天璇吗 顾是大族的顶级天才 身体里流淌着与顾家相同的血脉 他们都是剑道中的无上王者 是天生的剑修 无数人汗毛倒数 顾天璇的气息太可怕了 压盖圣阳城 街道上冷冷清清 无人敢回应 生怕被殃及 此时的顾家内部 顾清仓脸色铁青 自从天地大变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这般愤怒 他仿佛想到了曾经 顾清轩天资卓绝 明洞前王区域 却在顾氏大族中受尽屈辱 然而顾清轩却为了顾家 只能忍气吞声 在顾氏大族内处处碰壁 好好好 顾天璇 顾氏 所有长老神色难看 嘎吱 门清起 顾颖从房间中走出 灿灿霞光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洒在他的门庭之中 映照在他那漆黑的睫毛上 他一呼一息之间 犹如剑道长鸣 苍龙苏醒 啪大 伴随着顾景有节奏的脚步声 他的身上似乎有枷锁咔咔崩解 顾颖闭关一个月 在这激烈火热的乾隆之争下 他韬光养晦 犹如乾隆在渊 温润柔和 此时一股前所未有的锋芒 从他的身上觉醒 闭关太久了 该真正的介入 这场乾隆之争了 月明楼来找他之时 因为实力差距太大 所以顾颖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然而此时 当感受到顾天玄的压力 笼罩圣阳城 他全身忽然开始发颤 那是激动的颤抖 浑身的细胞在欢呼 浑身的剑道气息 被他高亢激活 顾颖消失在原地 顾家内堂 顾秦苍神色冷峻 有些紧张 不过他对顾颖 还是很有信心 低声呢喃 进而 去吧 让他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剑道王者 刷刷刷 无数人汇集在圣阳城外 老辈强者 年轻俊杰 他们看着那顾天玄 剑压圣阳城 被那惊人气魄震撼 然而他们还来不及惊骇 便看到顾家方向 一道道剑光 似乎卸去尘世的枷锁 道道映照虚空 一股丝毫不逊色于顾天玄的剑道 修为弥散天穷 一道身影 不知何时一力天空 剑眉心目 气质冷峻 手持一柄神侠宝剑 与顾天玄分庭抗礼 的确有自够有的神庭剑技剑 顾天玄的嘴角勾起细血的神色 以前乾隆榜第三剑 这顾天玄太过狂傲 他手中的神庭剑 发出一声轻亮的剑鸣 一股恐怖的剑势涌起 此时 所有人紧张至极 空气中 弥散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浓稠压力 来了 他们二人都是雷属性剑修 都是天生的剑道丑 王对王 轰隆 顾颖的五层剑纲全部激活 煞时间 周遭弥散着一股恐怖的压力 就连顾天玄都眼皮狂跳 那股剑刚气势 竟然压了他一头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场景 刷刷刷 二人同时出手 煞时间整片天地爆发剧烈的轰鸣声 仿佛有万道剑鸣 让周围围观的所有人都是面露骇然 两道剑光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煞时间 附近的山脉 被银亮的剑光 轰然挑飞出去 雷属性剑修的对抗 当真是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 雷霆交织 天空变得刺目绚烂 两位年轻的剑道王者 在那一片雷海中震慑剑光 刷 顾天玄的剑激荡而出 层层叠叠 一种紫色剑诀 被他施展开来 雷海轰然沸腾 潜藏无数雷霆大剑 从四面八方朝着顾颖袭来 咔咔咔 顾颖的剑横扫而出 雷霆大剑轰然破碎在半空中 我怎么感觉 顾颖的剑 好像要比顾天玄的剑 要强盛一些呢 有传言称 顾天玄的剑道修为 已经达到了剑刚三层的可怕境界 那么顾颖的剑道修为又是如何 无数人瞠目结舌 看到顾颖的剑 总让他们有一种寒芒在背的感觉 剑刚五层 顾天玄神色阴沉的 如同能滴出水来 他无法相信 他天生玄剑神体 现在才在月底冲击到了剑刚三层的境界 这已经足够 让他傲视整个乾王区域了 可眼前的这个他所蔑视的世家天才 竟然在他引以为傲的剑刚层次上 领先于他 不对 是碾压 轰轰轰轰 顾颖的剑刚向着四周呼啸而出 那浓郁的剑道韵味夹杂在附近的雷霆里 顿时将顾天玄全面压制 刷 神庭剑爆发 顶尖灵宝的力量还是很可怕的 这让顾颖愈发眼热 哼 顾天玄冷哼一声 全身上下骤然涌现出可怕的光芒 悬剑神体 他陡然如同超脱于道 神庭剑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 赤裂的剑光将顾颖击退 雷霆在顾颖的身边盘踞 随后化作一柄又一柄雕刻着浓郁神文的剑气 悬浮旋转 似乎将顾颖囚囚禁于此 顾天玄杀气腾腾 这就是旋剑神体的能力吗 应当也是一种极为纯粹的剑道增幅 这旋剑神体的确不错 对于剑道的提升很显著 也很明显 顾颖站在那圈圈剑阵之中 却显得格外的镇定 顾天玄眯着眼眸 额头上不免浮现出冷汗 悬剑神体始终都是他的最终底牌 他还未在对抗同辈中人的时候 使用过悬剑神体 因为不需要 年轻一辈中 其他人都不配 你现在倒是与我刚刚的剑道水准 相差不大了 顾颖轻描淡写的话 让顾天玄杀鸡腾腾 周遭的雷霆大剑 续击得差不多了 然后全部朝着顾颖轰杀而去 呲呲呲 顾颖瞬间被可怕的剑光淹没 无数人瞳孔收缩 应该结束了吧 顾天玄这一招 已经拥有击杀大部分 神丹二重境界的能力了 滔天的剑光淹没 那旋转着的雷霆剑阵 爆发出海啸一般的轰鸣 然而当所有光芒脸去后 所有人瞳孔收缩 顾颖站在原地 身上竟是穿上了一身 威武泛光的铠甲 光滑的甲片 镶嵌在顾颖的身上 匀称而富含一股美感 而仔细看顾颖的肌肤上 还有淡淡的金色在消散 金玉神名声 ES的完美防御 他利用金玉神名声 抗住了那剑阵最吃烈的第一秒 随后换出红天战甲 硬抗后续的威能 顾天玄站在原地 表情逐渐猙獰 他陡然咬牙 抓着神听剑的手掌都泛白了 他疯狂催发自己的玄剑神体 剑道增幅百分之十 嗖嗖嗖嗖 剑光呼啸 破空而至 大地被砸得破烂不堪 然而面前的顾颖一剑横扫 所有剑光全部炸碎在半空中 一股可怕的剑气 激荡圣阳城外 让所有围观的人 全部毛骨悚然 我看错了 顾颖的剑道修为 远在顾天玄之上 这怎么可能啊 世家天才 碾压大足天才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乾隆榜高名次 却在战斗中 弱于低名次的 乾隆榜的排名 急剧含金量 曾经有人心高气傲 跨名次挑战 结果直接被打崩 哪怕境界相同 可天道的扫描 依旧会根据个人战力 来进行排名 除非在档月突破 才会打破这种平衡 天道的乾隆榜扫描 对于顾颖来说 有用吗 乾隆榜上顾颖的记载 乃是一串问号 也就是说 顾颖用一种神秘的手段 屏蔽了天道的扫描 然而数据不全的情况下 顾颖依旧排名第三 这个家伙 究竟有多么恐怖 无数人汗毛倒数 若是天道扫描成功 那么顾颖的排名 绝对在顾天玄之上 顾天玄的声音响彻云霄 这位名声响彻前王区域的剑道王者 此时劈头散发 浑身的肌肤赤红一片 那是玄剑神体 催发超负荷的代表 剑道增幅百分之十五 他双手合十 神庭剑搜的一声没入云端 云层漆黑一片 无尽的雷霆 以神庭剑飞入为中心 疯狂朝着四周涌动 顾天玄的眼眸中 泛起一抹激动之色 他第一次利用顶尖灵宝神庭剑 施展金色武学 所爆发出来的威能远超他想象 他的神色争鸣 身上的毛孔已经开始由血涌出来 玄剑神体 剑道增幅百分之二十 扑扑扑 他的肉身开始出现崩解 浓郁的剑道增幅 让他的肉身都要超负荷了 一道可怕的剑光坠落下来 只取顾颖眉心而来 定 顾颖待在原地 那剑光直接定在顾颖的眉心之上 成 成了 顾天玄劈头散发 浑身是血 他哈哈大笑 此时他站得很远 刚刚那一剑定入顾颖眉心 顾颖必死无疑 这是他在井地之中 所获得的金色圣品武学 平时从未施展 就是为了当作最终底牌 流程杀招 精神顺杀剑 顶级速度 顶级威力 顾颖死了 此时 所有人露出骇然的神色 然而很快 他们却看到被定中眉心的顾颖 此时正以一种看傻子的目光 看着顾天玄 语气冷淡 这就是你的水准了吗 这一剑 的确很难反应 可是不好意思 霸体天赋计 上古神明护佑 5S的绝对无敌 顾颖站在原地 遥望那位被称之为 年轻剑道王者的顾天玄 一对眼眸之中尽是失望 他迟迟未主动出手 只是剑招拆招 只是想要透过顾天玄 来看看顾氏的剑道水准 究竟如何 这就是顾氏所引以为傲的血脉 也是你所引以为傲的玄剑神体 剑道增幅20% 这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 顾颖的话轻描淡写 可顾天玄却是寒意涌动 眼前的这个顾颖 让他感到恐惧 你的剑道我已经领略完了 我给出的评价是不堪一击 来 看看我的 顾颖的话音刚落 神侠剑骤然爆发出 赤圣高亢的鸣叫 一股远超过顾天玄的剑道意境 犹如火山一般喷发而出 顾家内 所有人都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顾颖的强大 让他们激动到颤抖 顾秦苍随时保持警戒状态 顾天玄作为顾是最器重的天才 身旁应当有人护道 他时刻警戒 担心有人会对顾颖出手 顾天玄想拿紧记剑 这场战斗必然就是一场生死战 顾天玄若是死了 那么顾是势必会对顾家出手 刚刚 顾秦苍就购买了价值50灵币的金色飞鸽 开始呼叫外援 此战将成为顾兴大战的影子 高亢剑鸣涌动 顾颖的背后浮现出三柄转刻满符温的金色神剑 旋转之间 顾颖犹如剑神灵势 周遭虚空开始颤动 层层剑光 犹如盛开的大势剑连一般 将顾颖轰托在中心位置 剑道增幅50% 剑道空明真甚 煞时间顾天玄和毛道术 作为剑道天才 他自然能够感受到顾颖暴涨的剑道增幅 远超过他的玄剑神体 说说说说 顾天玄疯狂后退 手持神庭剑狼狈地抵抗顾颖的剑 神庭剑发出悲鸣 顶尖领宝 竟然被人用初级领宝 打得悲鸣不断 这是用剑之人的差距 顾天玄第一次在剑道上被全面压制 但是顾颖的剑太可怕了 夹杂着暴虐的气息 Soul 顾天玄的左臂忽然亮起可怕的雷霆纹路 随后下一秒便炸开 血雾喷勃 剑光在炸裂处肆意呼啸 太强了 根本就不是对手 他右手紧握神庭剑 再次迎向顾颖的剑 然而顾颖的剑 忽然爆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威能 这一剑 暴击了 神庭剑道飞出去 哄 他的右手节节乍穿 他接了顾颖两剑 双手全部锻炼 疯了 剑道王者凋零 顾颖才是真正的剑道王者 顾世大族的天才 被他们所看不起的顾家顾颖砍成人棍 顾颖的剑道修为 应当是前王区域第一 他已经完全超越老一辈的强者了 顾天璇终于害怕了 四海说 救我 然而不用他喊 一股恐怖的气机 便骤然爆发在了那虚空之中 一道身影 瞬间出现在顾天璇的背后 又惊又怒地看着眼前的顾颖 顾颖的剑袭来 他被弹指击散 刚刚发生的太快了 顾天璇接了顾颖两剑 双臂便直接废掉了 这家伙的剑 怎么会这么可怕 世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物 神丹六重 顾颖眸光微眯 果然 顾是如何能够放任顾天璇手持顶尖领宝来圣阳城 肯定是有人在暗中保护的 可是 这顾天璇我今日必杀 顾颖的手摇摇一招 先前倒飞出去的神庭剑瞬间朝着顾颖飞去 小畜生 你找死 顾四海神色阴沉 身形闪烁 一只手按着顾天璇 直接拦住了朝着顾颖飞去的神庭剑 他缓过神来 却看到了那黑袍年轻人的嘴角 带着一抹细血 长弓之上七夕雷霆此时被拉成满月 不好 砰砰砰 三道雷霆之音响彻 图摸圣射剑 三道逐日之剑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角度与速度 瞬间命中顾天璇 天赋剑 图摸圣射剑 触发效果后 射出三枚逐日之剑 获得必然命中特效 并且获得30%爆炸效果增幅 那三道逐日之剑 在命中顾天璇之后 竟然轰然炸开 30%爆炸效果 顾四海触步急防之下 手掌传来剧痛 整个人都被炸得亮呛了一下 下一秒 他手中陡然一清 神庭剑不知何时 已经落在了顾颖的手中 顾四海神色难看到极致 顾天璇死了 神庭剑丢了 乾隆膀之上 排名第二的位置 顾天璇的名字 忽然变得赤红 犹如被鲜血浸透 随后疯狂下降 然后退出乾隆膀 这代表着乾隆膀天骄的彻底陨落 乾王区域轰动起来 顾天璇死了 谁杀的 乾王区域的各个角落 无数人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抬起头来悚然地看着那乾隆膀 乾隆膀前三的天骄 都具备神丹级战力 如今竟然陨落了 乾隆膀排名第二 顾颖 顾颖登陵第二 这说明了一切 他斩了顾天璇 顾天璇竟然死了 那位年轻的剑道王者 高傲的顾氏 竟然被分支血脉斩杀了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顾颖才是真正的剑道王者 甚至可以直接去掉年轻二子 因为他就是乾王区域内 当之无愧地剑道第一人 无任何人可以撼动 顾颖在一尊神丹六众强者的手中 依旧斩杀了顾天璇 他到底有多少底牌 那张暗金色的长弓 绝对是顶尖领宝 一个小小的世家 能够拿得出来 这么多恐怖的东西吗 而且他先前斩杀顾天璇所用的武学 神秘莫测 等级恐怕都不低 难道都是圣数 无数人震撼 而此时的顾颖却是看着手中是神庭剑 神庭剑是最适合顾天璇的顶尖领宝 价值甚至超越了一些不匹配的王道领宝 那么同样的 也适合顾颖 宋财童子啊 刚收获了神庭剑 就来到顾家来 你们顾家 要反了吗 顾四海气息全开 然而顾清仓也落在了顾颖的面前 冷冷说道 顾家发展最近 从未用过顾氏任何资源 何谈反之一说 我顾家 未必不可成为顾氏 顾四海神色危险 好好好 顾氏 当得到了顾天璇 依靠玄剑神体阶 引出了一柄顶尖领宝 神庭剑的时候 顾氏内部喜气洋洋 欢呼雀跃 这就是我顾氏大族的天才 福运雄厚 天地让路 顶尖级的领宝 而且还是最弃合我们顾氏 雷属性灵器的神剑 有此一宝 天璇势必能够挫败秦宇言 成为乾隆榜第一 到时候 他若能在突破境界的时候 悟出天地异象 到时候 甚至能够在整个八王之地中扬名 若真有那一日 我们顾氏 当辉煌而起 所有人振奋至极 顾家顾颖 的确是个寄贱的好角色 其实寄贱是假 仅是才是真 顾家顾清轩 如今已经踏入神丹六中之谷 顾氏已经觉得是个威胁了 而乾隆榜第三的顾颖 也让他们顾氏 觉得很不舒服 你一个分支血脉 怎么会有这样的发展 顾天璇去圣阳城 找顾颖寄贱 在乾隆区域 谁敢动故事天才 难道是活腻歪了吗 刷 当看到顾天璇的名字 犹如流星一般陨落下来 所有人都傻眼了 乾隆榜排名第二 顾颖 看着那一串问号 所有人感受到一股寒意 涌上心头 怎么回事 天璇 陨落了 这不可能 天璇的玄剑神体 若是在全面爆发的状态下 甚至可以在剑道领域上 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增幅 又有顶尖灵宝神庭剑 他怎么可能被杀 难道有其他人插手 然而 很快他们就排除了这个念头 因为乾隆榜内 乾隆之争是受到天道保护的 在乾隆榜天骄之间的战斗中 任何人的插手 都会受到天道的惩戒 严重的甚至是直接身死盗销 而就算是轻的 也会受到天道反噬 直接获得盗伤 所以 顾天璇在与顾颖的乾隆之争中落败 被当场诛杀 顾四海在做什么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吗 落败之后 顾四海完全有机会带走天璇的 天璇为何会陨落 顾颖 一个世家少年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实力 他的实力在天璇之上 死子 断不可留 将顾家彻底覆灭 刷刷刷 顾世内 一道道身影 顿时气息炸开 此时 顾清轩正在筹备突破金丹的准备 并不知道 外界这所发生的一切 顾世大族的强者纷纷出动 让乾隆区域都沸腾了起来 乾隆区域内 无数人都在关注着这一场战斗 毕竟是乾隆榜前三的战斗 而结局 竟然是以排名第三的顾颖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根据最新得到的消息 顾天璇在剑道上 被顾颖碾压 此人虽然年纪轻轻 仅有二十岁 但是他的剑道修为 恐怕已经是乾隆区域内 当之无愧的第一 秦氏内 当初去过圣阳城的那位老者 站在秦宇林的身旁 秦宇林因为上次偷跑出去 现在已经被秦氏禁足 不过说是禁足 其实也是把他关起来灌资源 让他能够在月底保持名次 秦宇林点头 一提到顾颖 他的嘴角都忍不住展开笑容 顾颖挫败顾天璇 本身就是情理之中 顾氏终究还是太过高傲了 顾天璇以为自己是 乾隆区域的剑道王者 然而顾颖早在剑道上超越了他 准确来说 还是这小子藏得太深了 谁能想到 一个世家少年 竟然能够在剑道上 拥有如此之高深的造诣 他还是太神秘了 老者叹息着说道 对于顾颖 言语之中也止不住的赞叹 然而 他却是继续说道 可惜 顾家 要怎样应对 接下来因为顾天璇陨落 从而导致的连锁反应呢 顾颖展露锋芒 顾氏 应当不会善罢甘休的 秦宇林有些担忧 二爷爷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是现在族内都在为秦宇言的 最终乾隆之争做准备 顾颖实力超群 秦氏也不能大意 族内支持秦宇言的人 不在少数 虽然秦宇言这人 给人古怪的感觉 但是他强啊 他完美啊 他躺平 都能以其他人 难以想象的速度晋升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他就要超越族中 老一辈的强者了 那个时候 秦宇言便是整个秦室的 真正顶梁柱 如果说顾颖 是顾家的中心之子 那么秦宇言便是 他们秦室的中心之子 若是在之前 或许秦室可以从中说何 投资顾家的潜力 但是现在 顾颖毕竟是可能会和秦宇言 进行最终乾隆之争的竞争者 秦宇玲翘脸威了 轰隆 顾四海的气息炸开 怒视顾秦苍 声音阴沉道 你们顾家 当真是找死了 神丹六中的气息 压得整个圣阳城都嘎吱作响 仿佛是感受到了那难言的压力 远处那些旁观的人连忙后退 生怕受到波及 顾家疯了吗 这是要直接对抗顾氏了 这样的戏码 我记得在其他区域内发生过 圣王区域的皇甫士族知道吗 皇甫士家蓬勃发展 因为那位爵士女巷太过强势 潜力巨大 受到了皇甫士族的忌惮 最终皇甫士家被皇甫士族灭门 虽然最终女巷踏入金丹镜 强势回归 可皇甫士家还是回不来了 顾家现在 难道想要重走皇甫士家的老路 无数人瞳孔收缩 纷纷开始为顾家哀鸣 可顾秦苍振奋不已 他等待这一日 等待得太久了 轰隆 顾秦苍的气机散开 无数人顿时眼眸中 焕发震撼的神色 神丹六重 顾家家主 竟然是神丹六重的强者 不对 不只是神丹六重 顾家家主 已经神丹六重质固状态了 顾秦苍后来又秒了一枚 致恶九文丹 乾隆之争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也没闲着 现如今也已经进入到了 神丹六重质固状态了 难以想象 顾家给整个乾王区域 太大的震撼了 顾秦苍既然也只差一步 就可以进入金丹境了 听闻顾氏的顾清轩 也已经在准备步入金丹境了 你们不觉得顾家 现在的发展 有点太恐怖了吗 顾家父子一个乾隆榜第二 一个神丹六重质固 这发展有点难以置信 所以 顾影与顾天玄之战 除却是一场精彩的乾隆之争外 更是拉开了顾家 与顾氏的主脉之争 他们哪里能够想到 顾家上个月 用来发展顾家内部 所花费的灵币 就足足有十万枚 这种灵币数量 让现在的顾家 富含勃勃生机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在这场卖戏之争中吗 最终获胜者 将会成为全新的顾氏大族 无数人激动至极 乾王区域风起云涌 实在是太精彩了啊 顾秦苍直接取出顶尖领宝山合印 他想让顾影赶紧推到安全的地方 可却看到了顾影眼眸中 所燃烧着的战役 这小子 他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欣慰的神色 我在后面为你掠阵 能够介入到神丹六重的战斗 对于顾影的好处巨大 他现在所战之人 都无法让他倾尽全力出手 他现在倒是可以看看自己的极限 究竟在哪里 死 顾四海首持触及领宝 直接杀来 领列的剑光化做滔天雷霆 他们的修为乃是神丹六重 所爆发出来的声势更为恐怖 天空被雷霆剑光不满 而顾秦苍也是直接剑到全开 顾秦苍前些十日 通过万雷剑纲修炼笔记 练出了剑纲 虽然只是剑纲一层 但是在那雄浑的修为加持下 依旧压得顾四海 节节败退 轰轰轰 顾四海的四周炸开 衣衫蓝缕 他刚想后退 然而一方古印化作漆黑的大山压来 顶尖领宝的威势让顾四海 瞳孔收缩 他连忙抬起一剑抵挡 然而依旧被那距离先飞出去 他挥出紫色剑绝 无数雷霆化作滔天一剑 可惜 顾氏引以为傲的底蕴 在如今的顾家眼中 还是太过智能了 顾秦苍暗中催动龙象神镜 十五道龙象神镜 直接蕴藏在他的一剑之中 瞬间将那紫色剑绝击溃 顾四海瞳孔收缩 这到底是什么剑绝 这顾家父子 怎么都如此恐怖 他们到底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么逆天的手段 顾秦苍这一剑 展出了一道可怕的虚影 将顾四海的身体都差点压爆 还好顾四海的胸前爆发出光芒 那是一剑防御型领宝 咔咔咔 领宝炸碎 而顾四海炸掉了领宝 才保全了性命 可是状态依旧不好 嘴角止不住地流血 看来顾家的秘密 不小啊 顾四海声音低沉 神色难看 顾秦苍渐渐逼迫而来 十五道龙象神镜催动后 顾秦苍也有些虚弱 但是依旧将顾四海不断压入绝境 嗖嗖嗖 远处 顾领不停拉开长弓 倒到雷霆奔涌而至 让顾四海本就困难的情况 雪上加霜 起初 这些箭矢根本对顾四海 造不成什么威胁 只是让他比较心烦而已 然而很快 他发现 顾领站在那边拉满弓弦 似乎在蓄积能量 这让他头皮发麻 怒骂一声小畜声 圣魔长弓天赋计 蓄力射日 经过短暂的蓄力后 可以增加百分之四十 到百分之三百的力量加成 顾秦苍觉得有趣 直接开始给顾领争取时间 他不缓不慢 一剑剑斩出 都让现在重伤的顾四海 仅能不断狼狈地后退 顾四海怒吼一声 感受到顾领那边的蓄力愈发恐怖 那柄暗金色的长弓上 蕴藏着催枯拉朽的力量 顾家的小畜生 你没完了是吧 还在蓄 大约蓄了个十来分钟 顾领的手都算了 轰隆 他松开弓弦 一道雷霆流光 骤势而去 满蓄状态 百分之三百力量加持 轰隆 这一件事大力尘 催枯拉朽 撕开了顾四海的防御 直接将顾四海的肩膀贯穿 恐怖的力道 将顾四海的身躯 都直接拖飞出去 撞到了一座小山之上 刹那间 小山阵战 顾四海劈头散发 双眸血红 神丹六重的生命力 真旺盛啊 这样都不死 顾颖出入神丹境界 也感受到了 这个境界旺盛的生命力 除非是直击要害 不然的话 还真挺难杀的 要害位置还保留一口气 全场寂静 战斗发生之时 电闪雷鸣 他们很难看到全部战斗 而所有人所看到的 只是顾四海 被顾颖蓄力一剑 直接钉死在了大山之上 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啊 顾氏的神丹六重强者 被顾家父子强势虐杀 完全碾压 顾擎仓抬手一剑 取了那顾四海的性命 然而却是站在虚空之中 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 他有些紧张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一些 不过很快恢复了平静 顾家能够发展得如此恐怖 虽然有一部分原因 是顾颖的特殊之处 但是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有一位雷厉风行的雄主 顾家在他的大力发展之下 将本就丰富的资源 直接发挥到了最大的效率 而现在 他在等待顾氏的强者 说见 顾颖来到顾秦苍的身旁 很快 顾氏内堂长老们也纷纷出世 现在 顾天神已经踏入神丹三重境界 其余人也都是神丹一众 甚至是神丹二重的境界 外界的所有人都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顾家 拥有这么多神丹强者 加上顾颖 一共有十一位神丹级强者 这是一个世家 能够拥有的底蕴 靠 顾家 还真能和顾氏掰掰手腕 无数人震撼 而就在此时 天空之上黑云涌动 压力从远处袭来 一道道顾氏强者从远方而来 顾氏的压迫力十足 毕竟是真正的大足底蕴 顾情苍心中微臣 果然 顾家和顾氏比起来 差距还是巨大的 顾氏的神丹级强者 竟然直接来了二十多位 显然天地大变后 这些大足掌握了大量的资源 将那些宁丹三重境界的人提升了上来 而顾氏内部的神丹级强者 上次顾清轩透露 恐怕已经接近四十位了 神丹六重的强者 来了四位 空气压抑 天地昏暗 圣阳城犹如灭世之景 无数人心中震撼 望着那乌鸦压压迫而来的契机 以及那铺天盖地屹立着的顾氏强者 真正地认识到了大族的强大 这些大族平日里很少露面 世人只知道大族很强 底蕴雄厚 历史悠久 然而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这么多神丹竞强者 光是神丹六重境界的存在 顾氏就出动了四位 加上刚刚陨落的顾四海 就是出动了五尊神丹六重的存在 顾氏现在的底蕴不容小觑 天地大变之后 前王区域真正的资源 都掌握在这些大族的手中 他们大力发展内部 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顾氏虽然发展也极为猛烈 但是他们毕竟是从无到有 不像顾氏本身的基础 就是高不可攀的 无数人心中震战 本以为顾氏能与顾氏白白手腕 结果没想到的是 他们之间的差距竟然如此悬殊 顾氏中走出一位老者 他同样身穿黑袍 然而黑袍上却绣着精致而威严的图案 这是代表着顾氏的标志 他神色屁腻 俯瞰整个圣阳城 当眼眸扫过 被钉死在大山上顾四海的尸体 以及地上顾天旋的尸身后 一对眸子彻底的冷了下来 望向圣阳城的眸光 煞世间变得无比的阴沉 似乎已经不必多说了 顾家 以下犯上 其最当诛 他的声音透露着彻骨的冰寒 此时所有顾家内堂长老们 全都感觉如芒在背 这份压力实在是太过于可怕了 四尊神丹六重境界的压力 二十多位神丹级强者 毅力天空 尤其是他们的那一份鄙夷 那种居高临下的审判 似乎唤醒了他们 曾经对于顾氏的恐惧 而这个时候 另外一位顾氏的强者 忽然看向了顾颖 看到了顾颖手中的神听剑 以及圣魔长弓 眼眸中闪过一抹惊异的神色 随后那神色变成了火热 这个叫做顾颖的小子身上 拥有太多的秘密了 将它活捉吧 顾氏显然信心爆棚 不过倒也可以理解 他们所出动的神丹级强者 针对于顾家来说 那就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了 不管是哪种层次的强者 顾氏所出动的数量 都在顾家的两倍以上 轰隆 顾氏的气息压来 顾家的门庭咔咔作响 仿佛下一刻就要彻底崩裂一般 外界的所有人都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顾氏与顾家的差距太大了 实力悬殊下 顾氏出手 那么顾氏恐怕就要被灭满门了 顾氏这次还是太过拖大了 错估了顾氏的实力 若是他们再折服一段时间 等到顾氏彻底发展起来 那么顾家未必不能与顾氏掰手腕 现在的话 差距还是太大了 顾家发展的速度太恐怖了 毕竟从无到有的发展 比之顾氏那种 原本就有雄厚基础可不一样 顾家这种曾经仅有一位神丹竞技的世家 再到现在 足足拥有了十几位神丹 这种发展潜力不可谓不大 然而此时忽然有人觉得奇怪 能将顾家在短时间内 发展到这种地步 顾家家主不该是这样目光短浅之人才是 难道顾家还有什么依仗 可是 一个小小世家 能有什么依仗 顾氏压迫 强者纷纷准备出手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雷霆之势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顾氏的强者们 好像感受到了什么一样 眉头紧锁望向一个方向 好像有什么可怕的气息 正在朝着这边疯狂涌来 顾氏的那位老者 微微皱眉 轰隆 一道绝美的身影 从远方而来 他犹如折仙灵氏 风华绝代 浓郁的金光刺目至极 无上的威严以他为中心 直接笼罩了大半个乾王区域 这是一种无上的镇压 让很多人透不过气来 金丹级强者 嗖嗖嗖 一道道气机 忽然出现在乾王区域内 那是秦氏族的强者 秦氏族的强者神色难看 秦氏族作为乾王区域的皇族 是乾王区域的霸主 然而 现在竟然有外来金丹级强者 如此高调地出现在乾王区域 然而很快 经过短暂的交涉 秦氏族的强者微微拱手 然后退去 似乎与那位金丹强者 达成了某些约定 那位强者若有所思地 看向了圣娘城的方向 眼眸中似有震动 顾氏强者们 有些意想不到 金丹级强者 朝着他们来的 圣王区域的皇甫尔 那道绝美的身影 毅力天空 金丹级力量威慑一切 一对美眸扫过顾氏的强者们 随后淡淡地说道 顾家与我圣王区域皇甫氏族 素有渊源 还请顾氏的强者就此退去 今日之事 权当没有发生过 他的语气柔和好听 可谁都听出了 其中威胁的意味 尤其是那金丹级的力量 从到场后 就立刻锁定了顾氏的强者 压迫的他们寒毛倒数 圣王区域的皇族 现如今却要管我们前王区域的事 更遑论是我顾氏血脉的家世 皇甫组长 未免有些太过霸道了吧 一尊神丹六众强者陨落 要让他们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怎么可能 皇甫尔那对绝美的眸子 舒尔泛起冷色 煞世间 雄浑的威压 直接犹如大山一般 坠落在每一位故事强者的肩膀上 金丹级鱼之神丹境界 犹如天上地下 差距惊人 一尊金丹级强者 足够镇压一大区域 重新给你们一次机会选择 皇甫尔冷淡的声音响起 煞世间 故事强者们感觉仿佛置身于尸山血海 他们忽然想起 这位皇甫族长 可是生生打入皇族 屠杀一脉的超级狠人 顾家竟然寻来了靠山 一位金丹级强者 圣王区域的皇甫族长 竟然跨越而来 庇护顾家 这个顾家当真只是一个小小的世家吗 有金丹级强者在 恐怕这故事 当真无法在今日覆灭顾家了 金丹级强者 足以将在场的所有神丹级强者 屠杀大半 更不用说 皇甫瓦的背后 可是皇甫氏族 圣王区域的皇族 实力底蕴都不是故事可以比拟的 无数人望着这一幕 这近乎于疯狂的实力碾压 凌驾于一切的威慑力 这就是金丹级啊 故事的强者们 神色难看 面色阴沉不定 走 金丹鸭市 更不用说其背后的皇甫氏族 也不是他们短期可以招惹的 现在故事只能吃个哑巴亏 嗖嗖嗖 伴随着故事强者的离去 天空也是恢复了清明 顾情仓见状松了一口气 在顾盈与顾天玄战斗的最开始 他便意识到了后续的发展 于是急忙购置了最快速度的飞鸽 给远在圣王区域的皇甫瓦传讯 寻求援助 多谢了 顾情仓对着天空中的皇甫瓦答谢道 皇甫瓦轻轻点头 随后便离去了 显然乾隆之争尚未结束 皇甫氏族内也有很多事要处理 这就是金丹级啊 顾盈望着皇甫瓦的背影 正正失神 刚刚的那一瞬 皇甫瓦不同于以往在顾盈身边那种凌家大姐姐的感觉 那一刻 他当真如同圣王区域唯一的霸主 气息坠落 便可让顾身那么多强者全部退走 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威慑 还是得尽快变强 顾盈微微攥紧拳头 很快 回到了顾家后 顾情仓直接召开那堂会议 主旨在于加速提高顾家目前的高层实力 投入大量资源 他的神色凝重 长老们也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们不能永远只养仗其他人 这次斩杀顾天玄 说到底是还是一次刀尖上填写的行动 顾氏的实力太过恐怖 现在也只是暂时被皇甫瓦 让这场战争往后退役了一些时间 终究还是会爆发的 顾情仓严肃说道 不过这次至少收获还是不错的 顾氏天才末了 同时顾盈又得到了顶尖领宝神庭剑 这柄神庭剑的价值巨大 剑类的高级领宝本身就少 更不用说是这符合顾颖雷霆属性的剑 更是珍贵无比 我也得尽快着手突破金丹镜了 而此时顾颖盘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却是开始了让神庭剑认住 神庭剑顶尖领宝孕育雷霆而生 仅能受高阶剑道体质才可出现 在掌握雷属性灵器的剑主手中 可以获得更高强度的力量展现 主 雷属性剑法威能正20% 本身就是顶尖领宝 甚至还有对于雷属性剑法的威能加成 这倒是让顾颖领颇为诧异 只不过先前用在顾天玄手中 貌似并没有看到什么增幅 应当是因为他并没有纯粹的雷属性剑诀 顾颖心中感叹 雷属性剑诀也极为少见 就目前来看 顾颖也没有一本纯粹的雷属性剑诀 龙象神经是凝炼神经 与剑诀拉不出关系 不过这神庭剑是必须要有高阶剑道体质 才能够牵引出来的 出示条件极为苛刻 多亏了顾天玄啊 顾颖领颇为感慨 随后也便开始了神庭剑的认主 顾颖的剑道修为更在顾天玄之上 引来神庭剑认主并不困难 只不过 上面却还有一抹顾天玄的残留意识 感受到顾颖的侵蚀后 爆发出冲天的怨念 似乎想要调动神庭剑散发最后的余晖 将顾颖斩杀 然而顾颖屈指一谈 神庭剑顿时清明一声 那一缕残念直接被淡崩了 很快 哦 神庭剑焕发出一道清月激动的颤鸣 顾颖手握神庭剑 便即刻感受到了一股亲切的感觉 顶尖领宝所能够带来的实力提升 是极其恐怖的 尤其是顾颖这种很纯粹极致的剑修 用处更大 顾颖取出自己的神匣剑 略有些叹息 神匣剑跟随他征战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还真有点不舍的 有机会 能不能找点什么特殊的材料 将神匣剑重铸一下 顾颖将神匣剑收回自己的身体之中 神庭剑化作一道闪电纹路 在顾颖的眉心 纹路中间便是神匣剑的印记 匀称而富含美感 距离月末还有三日时间 还剩下的秦语言 这个秦语言顾颖从未见过 但是就目前通过其他人的描述 顾颖却是总觉得 这个秦语言有些非比寻常 应当是顾颖最大的对手 秦氏 鸟鸟雾气趴伏在明镜一般的池水之上 池水中蕴含大量灵气 显然是一方恐怖的至宝 然而此时 那池水中的灵气 竟然受到某种霸道力量的牵引 化作白雾 朝着一个身穿白衫的青年涌来 那青年双眸明亮 鲜尘不染 脸上分明挂着一抹儒雅的笑意 可却给人一种生人物净的感觉 它的气息缥缈 让人捉摸不定 灵源池水本源能量剩余量 百分之十五 灵源池水本源能量剩余量 百分之六 灵源池水本源能量剩余量 百分之一 灵源池水即将枯竭 原本富含生机与灵气的池水逐渐枯竭 雾气干涸 灵气消散 透露着淡淡的荒芜 然而那青年眼眸中毫无益色 淡漠地吸收着其中的能源 附近一些秦氏皇族的强者们 此时神色复杂 那池水乃是秦氏的一个很特殊的资源 极为珍贵 如果利用得当的话 那么应当可以让秦氏利用上百年 造福后代 而现在已经被眼前的青年吸收殆尽 他就是秦宇言 秦氏那位大梦二十歹的年轻霸主 灵璇简体 节俭而入 无限涅槃 他是大道的蜆 是生命层次进化的可怕天骄 也而身怀赤子之心 他是一位纯粹无瑕的求道者 我们秦氏应当极力支持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此时 秦氏的一位资历极老的存在 徐徐走来 看着秦宇言的神色中 带着欣赏与憧憬 秦宇言的天赋恐怖 这才一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从神丹一重境界 踏入到了神丹四重境界 无论什么武学 他一点就通 一步圆满 甚至还能举一反三 将那武学的阶级提升 这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天才 在未来 绝对是真正的大士雄主 到了那个时候 暂时的损失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八王之地 甚至是那些六品 五品先国 都会拥有如此 逆天的妖孽在 到时候有秦宇言在 秦氏就到不了 甚至会迎来无上的辉煌 秦氏也知道了 圣阳城那边所发生的事 忍不住为之惊恶 这个顾颖 是不是就是前段时间 雨林经常念叨在口中的 那个年轻人 想不到 他竟然能够将顾天玄斩杀 顾天玄手握顶尖领宝 实力已然不容小觑 恐怕就算是 寻常神丹二重的修行者遭遇上 都要被他斩在剑下 想不到他竟然败在了顾颖的手中 一个世家少年 将宗族血脉的最顶级天玄斩杀 还真是有点那个味道了 只不过让我等没想到的是 黄斧尔竟然会为顾家出面 当初黄斧尔重伤垂死 离开圣王区域 竟然是 来到了我乾王区域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顾家救了黄斧尔一命 这才换来了这次的黄斧尔出面 一尊金丹及黄族组长的威慑力 非同小可呀 黄斧尔进入到乾王区域内如此高调 但是并无任何恶意 在道明缘由后 秦氏一族表示理解 同时其实也是在嗜好 八王之地内 圣王区域与魔王区域最为强大 而作为黄族 黄斧氏族 哪怕经历了被屠杀一脉之后 整体实力依旧在秦氏族之上 秦氏族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 得罪黄斧氏族 不管这些年轻人怎么闹腾 眼儿的地位都是无法撼动的 他们见过秦宇言出手 那种贴近大刀的感觉 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是一种全方面的压制力 秦氏内的神丹四重境界的强者 在秦宇言手中走不出十招 立刻落败 此时 秦宇言已经完全吸收了 灵源池水的灵气 消化干净后 他徐徐睁开眼眸 浓郁的道意 让他的发丝灿灿发光 他也听到了其他人所说的话 看到了天空中的乾隆榜 排名第二的故隐 此人能够脱离天道的扫描 倒是很新奇 他的嘴角带着一抹笑容 显得儒雅随和 而他的眼神中夹杂着一抹懵懂 毕竟是拥有二十年空白气的人 他眼眸里的荧光 犹如孩童一般明亮 秦宇言思索了一会儿 忽然盘息而坐 气息内敛 周围的那些秦氏长老们 好奇地看着秦宇言 然而秦宇言的肌肤 忽然冒出隐隐光亮 仿佛萤火虫一般 梦幻而朦胧 光亮逐渐演变成复杂的纹路 一圈一圈地出现在秦宇言的身上 这一刻秦宇言仿佛融入了大道 延而在做什么 我感觉他好像融入了大道 林玄简体实在是特殊 后天制造道境生灵 能够融入大道的人 能够做到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事了 然而秦氏族内事物繁忙 这些强者们也都逐渐离去 只有先前那位赞许秦宇言的老者 站在这里等候 看着秦宇言的目光中满是赞许 然而深邃眼底时常涌动着一股 熊熊燃烧的野望 终于秦宇言睁开眼眸 言而 你当当在推演什么 老者收起眼底的野心 温和地询问道 我在推演顾影 秦宇言的眼眸中闪过一抹古怪之色 我融入大道 借用大道之力推演顾影 然而所能算到的 仅有他过往之事 在我看来平平无奇 没有任何的可以值得注意的地方 而天地大变之后 他的一切都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笼罩住 哪怕是我以大道之力 也无法推开上面的物章 秦宇言第一次在推演别人之时 出现了这样的惊况 推演失败 天地大变之后 这个顾影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者露出惊骇的神色 这个顾影竟然无法被推算 他能够看到秦宇言那张近乎于完美的脸庞上 此时闪过了一抹 或许连他自己都没觉察的阴郁之色 引以为傲的能力失效 他本能的不舒服 忽然 秦宇言语不惊人死不休 祖老 我想要秦室的本源血脉 这几日 对于顾影来说倒是比较平静 乾隆榜第二十九日 乾隆之争已经进入到末尾的时刻 很多人的位置已经固若金汤 无法替代 然而却也有韬光养晦 等待着最终时刻充榜的人 而顾影成了乾隆榜第二 现如今乾隆榜第三的位置 也就成了月明楼 这货也算是运气不错 还好你当日没被顾影斩了 你过来干什么 继续跪着去 月明楼挑战失败 丢了个大人后 在月室内跪了好几天 然而 当他的名字上升之后 月室之中时常想起这样一句话 你是在让乾隆榜第三下跪 一时之间 风起云涌 对于整个乾隆区域内的人来说 倒也算是一场视觉盛宴 他们疯狂赶往各方战场 乐此不疲 可惜很多人都在期待顾影冲榜的时刻 因为此时身为乾隆榜第二的顾影 想要冲榜 那么就注定要与排名第一的秦宇言 爆发最终的乾隆之争 清晨 一道银亮的剑光 忽然闪烁在顾家上空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沉重浓郁的剑道契机坠落下来 那堂三长老露出骇然的神色 小景的剑纲又突破了 他算是顾家内除却顾影之外 剑道天赋最高的了 就算是顾情仓对比他都有些逊色 而此时他觉察出顾影的剑纲又有突破 这种剑道修为的静静速度 实在是令人震撼 眼看着最终结算之日愈发靠近 而顾影也准备动身了 他做足了准备 就是为了这最后的冲榜之日 这个秦宇言不容小觑 但凡能够与道字挂钩的都绝对没那么简单 宇玲?顾影露出诧异的神色 看着出现在顾家内堂中的女孩 而此时她的状态似乎并不好 气息萎靡 发丝都有些凌乱 翘脸苍白 雪白的肌肤上浮现出淡淡的纹路 那纹路好似枷锁 让秦宇玲咬牙坚持 不光是秦宇玲 她的身后还有几位老者 而这些老者的气息也都有些紊乱 很难想象 这些人都是秦氏资历极老的强者 现如今竟然会如此狼狈 前往区域内 怎么可能会有人敢对秦氏动手 发生什么事了? 秦宇玲竟然寄予我秦氏血脉 她要吞噬秦氏的本源血脉 完成最终的蜕变 被秦宇玲换作是二爷爷的老者 此时神色中带着一抹悚然 秦宇玲已经完全成为了劲道生灵 而她早已失去了人的情感 什么家族荣辱 什么亲人情感 全都已经被大盗磨灭 正如那位老者所说 她就是一位纯粹的求道者 其他人在她的眼里 都是随时可以吞掉的工具人 她在推演故隐的时候受挫 依托于大道之上的她 似乎是感受到了一股危机感 她的思想很纯粹 让自身再次蜕变 解决掉心中无端出现的危机 而她的选择是 吞噬秦氏本源血脉 这些从她出世后 就对她给予厚望的祖老 在她眼里都是卑微的生灵 是不同层次的生命 她忽然对一位祖老发难 她的手段闻锁未闻 在触不及防之下 那魏祖老被吞噬了本源血脉 现在 她竟然对羽灵也动了心思 二爷爷看向秦羽灵 眼眸中又怒又怕 羽灵的血脉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最为浓郁的人 她的天赋 也是这一代中 除却秦羽炎之外最佳的了 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快 秦羽炎估计已经得手了 这个从睡梦中 苏醒过来的家伙 就是一个怪物 故秦苍皱眉 秦氏竟然复苏了 一个这样的怪物 可以想象 现在秦氏族 她吞噬了那魏祖老的本源血脉 又是进到生灵 手段极其恐怖 她打下大道硬士 但凡拥有秦氏血脉的人 在面对她之时 都会受到巨大的削弱 顾秦苍听明白了 一个年轻人 但是拥有太多神秘莫测的手段 让秦氏族完全没办法镇压她 甚至还受陷于她 其实二爷爷说的 已经收敛了很多 秦羽炎 依靠本源血脉 直接封印了所有秦氏的血脉力量 让他们的实力直接下滑 现在二爷爷的实力不足百分之五十 一旦动手就会露线 她在强撑着 他们走投无路 只能来到了顾甲 对于秦羽炎 他们不是傻子 不会一意孤行 明白这次秦氏复苏了一个 他们无法掌控的怪物 但是现如今 秦氏这般模样 根本不能去请求其他士族的救援 万一被人看出 他们血脉之力被封印 那么乾王皇族的位置 第二日就会一主 唯一的希望 就是这位乾隆榜第二的顾影 秦羽炎乃是大道选中的生灵 他在睡梦中进入无暇无垢状态 亲近于大道 从而被大道更改了生命层次 他是一个纯粹的求道者 在触及到了大道的宏大与美妙后 被剥夺情感 也要朝着大道靠近的生灵 二爷爷一针见血地 说出了这个秦羽炎真正的状态 随后也是看向顾影 你是乾隆榜第二 我知道你的底牌无数 同时就连展开了乾隆榜的天道 都无法扫描你的全部能力 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你了 老者更是知道 秦羽炎在推演顾影的时候 失败了 本能地感受到了危机 才会忽然急于蜕变 吞噬秦氏本源血脉 若是你能战胜秦羽炎 请不留余力地斩杀他 秦氏欠你一个人情 我没听错吧 顾影眉头一挑 他与秦羽炎一战 若是战胜 势必交恶秦氏一族 顾影早就已经有所准备了 结果现在 秦氏的人找上门来 告诉顾影 若有机会 请将秦羽炎直接杀掉 秦氏不但不怪罪他 反而还到欠顾影一个人情 秦羽炎的成长太过恐怖 起初秦氏虽然也觉得不安 可却因为秦羽炎的超强潜力 从而选择接受 结果秦羽炎直接要动摇秦氏根基 这个孩子 早就被剥夺了情感 秦氏在他眼里 也只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而已 他的追求是回归大道 犹如在灵俭中入道 秦氏几位老者 也都用拜托你了的目光看向顾影 而此时的顾影 站在顾家之中 眸光中迸发一道金光 月末了 这场最终的乾隆之争 也终于要到来了 顾影也不知道 为什么秦氏的强者们 会将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顾影仔细想后 却觉得很有趣 秦羽炎是一拖大道的进道生灵 而顾影拥有篡改天眼 是大道覆盖之外 可以无限打破规则的艺术 如果说秦羽炎是完美的 那么顾影成长至今 一直都是在规则中篡改出漏洞 二者在某些程度上是对立的 是宿迪吗 顾影呢喃了一声 顾影出发了 距离乾隆榜结算 还有一日一时辰 在乾隆榜的最终结算时 将会根据乾隆榜名次结算奖励 宏大的声音响彻在整个红界之中 而此时 乾隆区域内 很多人在振奋之余 却也看到了一个黑袍青年 眉心有着闪电珠红印记 见眉心目 行走在乾隆大地之上 那人是谁 此人给我好可怕的感觉 乾隆榜开启的这段时间 我亲眼目睹了太多乾隆之争 那些天才何其强大 身上也都有一股特殊的韵味 而眼前这个黑袍青年 却是我见过最恐怖的 而有的人忽然露出惊悚的神色 惊呼一声道 他是顾影 乾隆榜第二的顾影 他终于出现了 顾影斩杀顾天玄 成为乾隆榜第二的天才 这件事震撼了整个乾隆区域 然而自那以后这几日 顾影又一次闭关了 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最终一战 他要去秦氏 挑战排名第一的年轻霸主秦宇言了 这场最终的乾隆之争 终于要开始了吗 顾家顾影 这个神秘的天才 从世家中出世 一路犹如会心崛起 大族天才 世才傲武 而秦宇言 更是先天条件拉满的近道生灵 我忽然希望顾影可以缔造神话了 无数人心头微动 感受到了一股豪情 看着那黑袍青年 忽然开始希望顾影 能够战胜乾王皇族的年轻霸主 很快 顾影来到了秦氏 秦氏位于群山之间 犹如世外桃源一般 仙山神水环绕与仙境无异 顾家顾影 特来挑战秦氏秦宇言 他的声音不大 然而却让无数人心中未知遗产 顾影来了 秦氏之中 倒也还算是比较安稳 因为秦氏之中 大多数人的血脉 是不足以被秦宇言所吞噬的 简单来说 秦宇言看不上他们体内的血脉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 现在秦宇言 已经吞掉了几位祖老的本源血脉 只是感受到自己的血脉 好像背上了一层枷锁 顾影来了 要来挑战我秦氏的秦宇言 最终的乾隆之争 终于要开始了 我忽然莫名的有些激动 总感觉 这将会是一场旷世之战 代表了乾王区域年轻一辈的最高水准啊 无数人欢呼雀跃 激动而期待 这将会是乾王区域最高水平的一战 秦宇言乃是年轻霸主 秦氏曾透露 这是一位近道生灵 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究竟是何意义 但是我还是看好秦宇言 这种实打实的 对年轻一辈的压制力 是极其恐怖的 顾影乃是真正的黑马 一个世家天才能够冲击到现在 实在是令人震撼 不过这个家伙 却也不容小觑 他碾压顾天玄 更是神秘至极 就连天道都无法探寻其能力 所以结果 当真要等到挑战之后 才能结束 无数人激动振奋 一道身影从情势之中走出 他犹如一块完美无瑕的淋浴 让人挑剔 不出任何的瑕疵 莫同黑发 肌肤白皙 他走出来 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俯瞰的味道 可那人脸上 带着一抹儒雅随和的笑 这种感觉是源自于 其生命层次 接近于道 受到的生命更改 他在生命层次上 要高于其他人 你终于来了 秦语言盯着顾影 却是微微皱眉 在顾影的身上 他始终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这个黑袍剑修长发飘舞 双眸如电 让他有一种无法掌控的感觉 他从灵检中走出之后 对于任何事都有掌控 那是一种冥冥中的感觉 他将这认定 是有大道 在身后将它拖起 可在面对此人的时候 那种冥冥中的感觉 却是消失不见了 我于灵检中走出 这二世载我脱身于灵检 灵魂却遨游于大道 我本以为我从灵检中走出 应当无敌于此间 没想到乾王区域 还出了你这样的艺术 你倒是值得我重视起来 他的语气柔和 却带着说不出的傲然 顾影看着秦语言 只是取出了自己的神庭剑 战斗顿时起 秦语言抬手点出一道灵光 灵光乍现 瞬间化作一道天河 将顾影吞没 呲呲呲 凌冽的雷光奔涌 天河骤然破碎 顾景深穿黑袍神光异矣 从那天河之中走出 迎面看到赤胜的白光 在虚空中化作万千仙情 猙獰着朝着顾影杀来 杀 顾影一箭横扫 仙情炸裂在半空中 化作漫天光点 坠落 然后完全消尽 秦语言的修为境界 应该还在神单四重境界 这对顾影来说是一种先天的优势 秦语言的境界厚度很恐怖 弹指尖点出的攻击 都如同顾天玄权力而为 而且他的攻击手段 给顾影一种很古怪的感觉 至少是目前顾影从未见到过的 轰隆 顾影开启赤炎九龙体 煞时间顾影的身上 犹如燃起火关 磅礴的压力 从顾影的身上 蔓延渗透而去 焚烧天穷 顾影一箭斩出无限的雷霆 竟然将秦语言的周身 全部封锁开来 你的剑 已经打破境界稚固了 秦语言的声音缓慢响起 同等境界 每个人的实力 虽然有强有弱 但是肯定都有一个界线 秦语言是能感受到 那层界线所在的 毕竟他对大道的感知 格外的敏感 而眼前的顾影 在战力上 已经稳稳打破 神单一众的界线了 万众瞩目 双方激斗 无数人有些吃惊震撼 难以想象 他们二人一个是神单一众 比一些老牌的神单六中的战斗 还要恐怖 秦语言的术语法 完美宏大 神秘莫测 我们从未见过 应当是 他在睡梦之时 在那大道中参悟而出的 顾影的剑 灵力暴虐 那浓郁的剑道 修为沉重如山 他的剑照 比前几日斩杀顾天玄的时候 更为恐怖了 轰轰轰 一座小山 被顾影的剑气直接扫爆 漫天山石坠落大地 顿石大地四分五裂 秦语言的身影 从浓烟中杀出 脚上踏着天罡布 瞬息之间 出现在顾影的面前 一直点在顾影的眉心 无限的杀鸡 与其之间迸发 砰 顾影的眉心 陡然飘起一层金玉之色 秦语言的攻击 直接被金玉神名声硬汗 他那波澜不惊的眼眸中 也闪过一抹金色 随后一道快到极致的雷霆见光 瞬间将秦语言的身子 贯穿道飞出去 落在地上 震出滚滚浓烟 轰隆 无数人震动 秦语言 竟然被顾影一箭穿飞 而此时 顾情仓以及秦氏的强者们 也都出现在了秦氏附近 他们远远观战 当看到了顾影一箭 将秦语言穿飞后 秦语玲的二爷爷 猛的一握拳 眼里闪过一抹希望 果然 顾影拥有与秦语言的一战之力 短暂的战斗中 顾影不落下风 甚至凭借着各种底牌 将秦语言穿飞出去 秦语玲有些紧张地抓着小手 看着那战场中一袭黑袍的顾影 在心中不断地祈祷 此时 龙烟散尽 秦语言从废墟中缓缓起身 他此时有些狼狈 身上的白衣也带着褶皱 然而他的身上 却是笼罩着一层白玉铠甲 匀称而完美 刚刚顾影的攻击 显然是被他用这白玉铠甲给挡住了 这是他从领俭中走出 便穿在身上的 是这些年龄玄俭体 在大道氢染下的产物 然而 他还来不及站稳 面前的顾影身上 顿时叮当作响 一块块紫色 甲片噼里啪啦的 镶嵌在顾影的身上 顶尖防御类领宝 红天战甲 他来不及心惊 三道快道极致的箭矢 从三个方向骤然击射而来 顾影不知何时取出圣魔长弓 直接射出三道弊中的箭矢 轰轰轰 秦语言被箭矢淹没 雷霆奔走 而顾影刹那间 便出现在了秦语言的面前 手中的神庭剑当即斩去 叮 白玉铠甲挡住了顾影的攻击 然而顶尖领宝的攻击 瞬间吸入秦语言的肉身 让他眉头皱起 秦语言保持不住儒雅的笑容 神色阴沉 青土一生找死 一掌拍上了顾影的胸膛 直奔心脏 霸体 上古神明护佑 经过上次大战 顾影的上古神明 护佑冷却时间已过 轰隆 又来 秦语言的攻击 仿佛拍击在一层大道之上 从顾影的后心 向外征腾无上的灵光 那是他的攻击所带来的伤害 然而顾影却是毫发未损 先破了你的这铠甲 轰轰轰 苍龙顿悟剑绝 龙象神剑 顾影一出手 便是天地其名 靠得最近的秦语言 顿时感受到了 一股磅礴的气力 酝酿在顾影的这一剑之上 与此同时 他感觉仿佛自己直面星辰巨兽 狂猛的气机压来 让他猝不及防 顾影的无敌手段太多了 先前的金玉神明身有1S 而顾影的上古神明护佑 可是有5S 哄 这一剑 引导苍龙而至 夹杂龙象神镜 直接轰在了秦语言的胸膛处 咔咔咔咔 令人毛骨悚然的破碎声 不断响起 秦语言的身子 直接倒飞出去 他不再淡定 口吐鲜血 长发披散 神色中夹杂着不安 灵残大道甲 被打碎了 秦氏的老者露出震撼的神色 秦语言的这甲咒 乃是从灵箭中走出时 便戴在身上的 是大道赠语的神物 如今竟然被顾影一剑斩碎 顾影的剑 到底有多强 前王境内 绝无人能是顾影的对手 甚至就连楚王区域的那些剑道妖孽 都不太可能是他的对手吧 八王之地 楚王剑神最多 主流便是剑修 然而顾影的剑道水准 就算是在楚王之地 也绝对是最顶尖的 他只是一个年轻人啊 秦语言无法推演顾影 甚至从顾影的身上 感受到了危机 顾家顾影 是一个更大的怪物 而一旁的顾情仓 却是神色担忧 最了解顾影的 无疑是顾情仓 他知道 刚刚那一剑动用了 圣品剑绝仓龙盾物剑绝 其中甚至夹带了 十道龙象神镜 这才将那秦语言的 灵残大道甲烘碎 可现在顾影的状态 肯定也不太好 顾影的脸上 带着一抹苍白 消耗太大了 秦语言脸色阴沉 看着身旁的 灵残大道甲的碎片 第一次遇到 这般恐怖的对手 哪怕在吞噬 祖老血脉的时候 面对那些 神丹六中境界的 顶级强者 他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的手段多 在猝不及防之下 他的那些手段 都能成为 无法对抗的杀招 然而在顾影手中 他却如同祖老 面对手段无数的自己 他张开手掌 从五根手指末端 迸发出可怕的白光 眨眼间吞没苍穹 他身居于苍穹之中 直接将顾影 整个净透进去 大暴旋跃 领域力量 那领域将顾影覆盖 只要被完全吞没 那么顾影 就将会被完全囚禁 顾影剑状 立刻开启了 空明剑到真身 一剑斩出 然而那领域 却好似可以保罗一切 将顾影的剑光 全都吞噬 顾影剑状心中一探 领域涉及到 另一个范畴的力量 唯有同样利用领域力量 才能够对抗 他直接撑开 赤炎九龙体的第二能力 赤炎龙威 这也是一种领域级力量 无限的火焰 化作赤龙咆哮 短暂的将那大道玄域 撑开了一道缺口 顾影瞬间脱离出来 赤炎龙威被吞没 然而顾影 却直接开着空明剑到 真身走了出来 剑刀增幅50% 似乎是感受到顾影 那骤然增幅的剑道力量 顾影手中的神庭剑 爆发出高亢的剑鸣 他一剑将秦宇颜 从一片浩荡白光中挑了出来 剑光呼啸 猎穷剑爵 扑扑扑 秦宇颜脸色苍白 手掌几乎已经成了白玉色 将顾影的剑光轰然拍得粉碎 然而 还是有一道雷霆 将秦宇颜的肩膀贯穿 鲜血淋漓 无数人瞳孔收缩 秦宇颜 竟然受伤了 虽然他们只相差了一个名次 但是秦宇颜可是神丹四重的境界 顾影只有神丹一重 这简直就是一场底牌的厮杀 两个人拥有无数的底牌 现在就在比谁的底牌更硬啊 秦宇颜乃是从灵俭中走出 拥有的底牌也都是大道赠语 而顾影却是不同 他是从城池世家中走出 他却拥有如此可怕的底牌 这难以置信 此时的秦宇颜 直接激活了秦室的本源血脉 秦室的本源血脉 也很是古老了 蕴含着古老的味道 尤其是在秦宇颜的大道烘托下 他的气息无限提高 可很快 顾影的一道见光 将他的秦室血脉 所震荡出来的光芒 直接打得暗淡无光 怎么可能 秦宇颜怒吼 他在推演顾影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 但是他不理解 这个顾影的身上 究竟有着什么秘密 他可是被大道选中的人啊 他在睡梦中 梦到了一股无上的契机 那道契机应当就是真正的天道 对他展现了一丝亲密 让他的生命层次 直接蜕变 进化 实在是可怕 顾影的剑道气机无限激荡 周遭的剑道气息 直接化成璀璨的剑海 要将秦宇颜吞噬 你不过只是运气好 偶然通过入梦的状态 远远观望了一次大道 醍醐灌顶 树下悟道而已 顾影的声音从天而降 击碎秦宇颜的大道梦 远远望见山峰 便以为自己已经站在了山上 你还是太过可笑了 秦宇颜再也保持不住淡定了 他面目猙獰 心中一直以来的信仰与坚持 瞬间被顾影的话语击碎 这不可能 我便是被大道选中的人 我贴近于大道 享受大道的馈赠 我是一个求道者 我最终是要回归于大道的 顾影的声音冷淡 秦宇颓我杀你 现在 我送你入道吧 顾景深处于空明剑道真身的状态 并不想和他废话 这就是一个可怜的疯子而已 老子连天道都能篡改 杀不了你了 现在的秦宇颜 狼狈不堪 顾影在空明剑道真身的状态下 实在是无法对抗 顾影本身就强大至极的实力 更上一层楼 轰隆轰隆 秦宇颜疯狂逃窜 他张开手 直接在身后挥洒下一片白色的雾气世界 那里荧光灿灿 踏入其中 便会立刻被囚禁住 然而顾影的见光顷刻而至 那雾气世界直接被劈开 他怒吼一声 一道白玉神拳从天而降 可瞬间被顾影一箭扫爆 他的右手 直接被顾影一箭窃下 扑斥 心血喷洒 这几乎就成了单方面的虐杀 很可惜的是能够让他在年轻一辈争锋的灵蚕大道甲 被顾影的苍龙盾物件绝佳上龙向神境直接崩碎 而秦宇颜的领域也被顾影以同样的领域及力量限制 秦宇颜遇到了顾影 竟然在底牌上被完全暴虐 若不是秦宇颜境界高于顾影数个小境界 那么恐怕早就已经陨落了 顾影的空明见到真身时间快要到了 顾影背后的三柄神剑瞬间合一 斩空明 空明状态一瞬间解除 恐怖的剑光展出圣品 唯能朝着秦宇颜斩去 扑扑扑 秦宇颜疯狂吐血 奄奄一息 顾影现在也陷入到了极致的虚弱当中 只不过对比秦宇颜 看起来好了太多了 秦宇颜一直手臂断裂 鲜血止不住地流淌 完美的脸庞此时苍白至极 刚刚顾影的剑从他的肩膀出展下 让他的身躯都要裂开 甚至已经能够看到内脏 他的心脏跳动有力 血迹之间夹杂着淡淡的灵雾 此人的身体器官都已经发生了净化 着实恐怖 此时的秦宇颜宛如一个无助的孩童一般 他单膝跪倒在地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发出这样的疑问 声音很小 没有任何人能够听到 隐约间他仿佛看到顾影的眉心 裂开一道金色的缝隙 里面似乎有一只可怕的眼眸 盯着他看了一眼 那一瞬间的淡漠 无情 宏大 仿佛他当初感受天道 他一直在模仿 当初梦入天道时所感受到的情感 那种宏大无情的感觉 然而正如顾影所说 他望见山巅 便以为自己站在山上 顾影朝着他走去 一道见光 鲜血喷勃 秦宇颜陨落 轰隆 乾隆榜陡然阵战 随后整个变成了赤红色 无数人惊恶地抬起头来 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绝对有大事发生 乾隆榜第一 秦宇颜 秦氏族 灵玄简体 神丹一重境界 评价 秦氏血藏之天才 皇族血脉 天生灵体 大梦二十载 梦醒变为乾隆区域年轻霸主 这一段文字 忽然变得格外的心红 仿佛有鲜血在天空中溢了出来 随后快速坠落 秦宇颜 陨落了 乾隆区域的年轻霸主 陨落了 秦宇颜不是已经踏入神丹四重境界了吗 那种受到大道眷属的人 竟然陨落了 到底是谁将他击杀的 难道是在一些景地中遭遇或事 很多人震动不已 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能将秦宇颜击杀 除了一些祸事 他们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其他的原因 然而 很快他们看到了原本排名第二的顾颖 忽然上升 排名第一 顾颖 顾颖 第一了 而顾颖斩杀秦宇颜的消息 犹如长了翅膀 一般开始传播 无数人震撼至极 而秦氏的强者们 一个个都呆着在原地 尤其是秦氏族的那些中下层强者们 呆住了 刚刚被顾颖斩杀的 是他们秦氏族的天才对吧 是被他们秦氏族的忠心之子啊 他们顿时怒不可遏 直到一道道身影 挡在顾颖的身前 看向冲出来的顾氏族人说道 顾颖斩杀秦宇颜 是经过我们受益的 具体缘由 容厚在说 秦宇颜之事不宜太过张扬 不过秦氏族的祖老们开口 也是直接镇住了那些人 他们眼眸中虽然不理解 但是此时却也是只能留步 而秦宇领的二爷爷 神色震动 秦宇颜 秦宇颜陨落后 他还是有点恍惚 秦宇颜到底有多么逆天 秦氏族的这些祖老们 最有发言权 在面对秦宇颜那些层出不穷的底牌 他们这些祖老都有可能会翻车 可刚刚 秦宇颜的底牌 全部被顾颖击碎 这个年轻人比之秦宇颜更恐怖 天道无法扫描 秦宇颜无法推演 秦氏族的祖老们 纷纷看向了顾颖 同时心中暗叹 或许应该选择立场 顾颖不死 未来注定将会成为真正的恐怖强者 秦丹 甚至是更进一步都有可能 而对于秦宇颜的陨落 秦氏族还是觉得有些可惜的 毕竟是我秦氏血脉 带回去好生安葬了吧 秦氏族的那位 被剥夺本源血脉的老者 身体虚弱至极 看样子似乎就快要陨落了 可他还是叹息着说道 只不过 当检查秦宇颜失身的时候 他们忽然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秦宇颜的失身 秦宇颜毕竟是经历了蜕变 被剥夺的秦氏血脉 在他的身体内也被大到感染 变得更为强大恐怖 若是回收起来 经过一些特殊的培养 或许能够让秦氏族的血脉 更上一层楼 这倒是意外之喜 顾颖对秦宇颜的失身自然 没什么需求 甚至连秦宇颜死后化作的包裹 都没兴趣去看 因为秦宇颜的术语法 都是从大道中感悟 是无法掉落的 甚至都算不成是武学 更像是一种反扑归真的攻击手段 顾秦苍激动不已 想去看看顾颖有没有受伤 然而却被秦氏族的祖老们拦下 双方交谈了一会儿 显然 秦氏族在对顾家嗜好 准备打好关系 顾颖有些疲累 秦宇颜站在他的身旁 乖巧不已 身上受到秦宇颜攻击 所留下的那些大道枷锁 也全部消散 对于顾颖来说 乾隆之争 应当是彻底落下帷幕了 整个乾隆区域轰动不已 乾隆榜出出现了太多 令人震撼的顶级天才 而最终获胜者 竟然会是一个世家的年轻人 无人敢去挑战顾颖了 这个家伙 恐怖到极致 现在谁去挑战顾颖那可 真的就是找死了 原本乾隆榜前三 都是乾隆区域数百年 难得一见的最顶级妖孽 现在被顾颈杀的 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靠 我居然感觉 这次的乾隆之争 同样也是一种气韵之争 而顾颖获得了这场气韵争夺的最终胜利 妈了 我正在见证一尊无敌的天骄崛起 他的未来极限会是哪里 他才二十岁啊 比之秦宇颜还要年轻五岁 现如今是神丹一众境界 他的未来极限呢 会是金丹吗 不过再给顾颖一段时间 他便可前往无敌了 这句话并非是空穴来风 要知道 秦宇颜已经有出战神丹顶级强者的能力了 虽然是依靠一些底牌出其不易 但是顾颖能够斩杀秦宇颜 只要再成长一两个小境界 估计越阶斩六虫跟吃饭喝水一样 而个大族也都无比震撼 故事内 现在阴云密布 气氛极其阴沉 顾天玄陨落 他们故事直接失去了 竞逐乾隆榜顶尖排名的资格 若现在 当看到了顾颖的名字 出现在排名第一上的时候 整个故事恨得咬牙切齿 他的身上 绝对有大秘密 一个世家少年 能够成长到乾隆第一 他绝对拥有着可怕的秘密 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能够预感到 但是大多数人都选择骄好 毕竟顾颖现在的实力也不弱 而且顾颖已经成长起来 担心会被反噬 但是故事不同 他们的神色冰冷 顾是有不得不灭掉顾颖的理由 将顾颖灭掉 夺走顾颖的秘密 而阅室内 此时一道 深影战的愈发挺拔 乾隆榜第二 星辰所至 今时未开 我本以为我的乾隆之争 将会是一场血腥的厮杀 结果我不知不觉就到第二了 阅明楼这个憨憨坐享其成 直接升到了第二名 没办法 顶级战力被顾颖干掉了两位 现在排在下面的人 都没有弹阅明楼强大了 明楼 切记不能骄傲自负 旁边的乐视长辈有些担忧 阅明楼这小子思想简单 喜怒形余色 我已知晓 你就是个铁混子 你装个屁啊 这场乾隆之争 你就去找顾颖 然后被顾颖打个半死送回来了 你像一条死狗一样 阅明楼充耳不闻 郭躁 顾颖回家之后 整个顾家传出滔天的欢呼声音 顾情仓站在圣阳城内 喜悦难以抑制 宣布道 为庆祝我儿 夺得乾隆榜第一名 今晚顾家宴请圣阳城 圣阳城也直接与之沸腾了起来 当天晚上 顾家直接拿出高端食材 做了几十大桌子的饭菜 还有下人不断换菜肴 宴请整个圣阳城 热闹非凡 圣阳城的顾大少爷 现在整个乾王区域 无人不识 无人不晓 晚上的时候 顾少林和顾少商 纷纷从宗门内回来 与其相伴的 还有他们各自宗门内的骨干 甚至就连宗主都来了 热情不已 李天然站在顾家之中 忍不住感叹 当初的顾颖 他们神剑阁也发出过邀请 然而奈何顾颖并没有答应 起初他们还以为是顾颖食材傲武 执意想要加入七品的神优店 对八品的神剑阁不屑一顾 当初他们还有些失望 觉得顾颖要被大时代淘汰了 结果呢 乾隆榜第一 当之无愧的乾王区域最强天才 潜力无限 而且现在顾家发展出众 人脉惊人 就连圣王区域的皇甫士族的组长 都能够请来战争 顾家拥有着超强的发展潜力 现在结交也是一件好事 而顾秦苍自然是热情款待 一夜时间光是购置食材 顾家就花费了一千多枚灵币 虽然有些肉疼 但是顾秦苍高兴啊 望子成龙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顾颖是这场宴会的焦点 灯红酒绿 圣阳城热闹非凡 当等到清晨的时间之后 伴随着宏大的声音响起 乾隆榜最终排名已经锁定 正在结算中 刷 您在本次的乾隆榜排名中 位列第一 正在结算您的奖励 稍后机会发放 您已获得最终乾隆称号 圣灵者 一千点经验值 一搭背六枚灵币 顶尖灵宝一剑 乾隆书院邀请函一张 轰隆 一道道光柱 撒遍整个红界 金灿的光柱 代表着现如今 红界内各个地方中 最顶级的天才 被赋予了终极称号 圣灵者 他们是天生圣灵 夺天帝气域 这场乾隆之争 乾隆区域也只是一个缩影 整个红界都掀起了一场 年轻一辈的恐怖厮杀 血流成河 成王败寇 无数精彩绝艳的天才 在这场乾隆之争中 落下帷幕 提早退场 而存留下来的 都是集气域与潜力于一身的顶尖怪物 圣灵者 皆为天帝选中之圣灵 集合区域天道浮运 无法被撼动 佩戴者 浮运加二十 悟性加二十 效果 进行大境界突破之时 有概率引来天帝意象 可误出属于圣灵者的专属意象 顾颖的头顶上 金灿的大字镶嵌龙文 圣灵者三个字 显得金灿威严 代表着顾颖前王区域 年轻霸主的身份地位 而对于其他的奖励 顾颖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一千点经验值 让顾颖提升到了神丹二重境界 而EW没灵弊 看似比较丰厚 但是对于顾颖来说 就有点少了 不过这个顶尖领宝 倒是给了顾颖不小的惊喜 方寸棋 顶尖领宝 领域类领宝 可张开一方领域 方寸棋学习能力 方寸棋可通过战斗学习 踏印敌人所施展而出的领域 并且在方寸棋内 不断自行完善 在完成度达到百分之一百之后 你将可以自如催动领域 顾颖眼眸中略带惊喜 这次对抗秦宇颜的时候 如果不是顾颖的 赤眼九龙体的第二个天赋 既略带一些领域级的力量 那么恐怕顾颖就栽了 一旦被秦宇颜的领域吞没 那么胜负便另说了 现在顾颖得到了一种特殊的领宝 竟然具备学习功能 在战斗之时 可以踏印对方的领域 忽然有一种抓宝可梦的记事感 顾颖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宝可梦 只不过顾颖现在是抓领域 在佩戴了圣灵者称号之后 顾颖能够感受到头脑无比清醒 有一种特殊的感应照应心间 这一次 无论是福运还是悟性 都增加的太多了 这个圣灵者的称号 所带来的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 但是却也都是最为重要的 而这个方寸棋 倒是让顾颖有了意外之喜 毕竟一个可以复制 临摹对方领域的领宝 是极为少见的 只能说 不愧是乾隆榜所发放的第一奖励 不过乾隆榜的奖励 是随即顶尖领宝一件 所以能够得到这件方寸棋 应当也是因为顾颖的运气比较好吧 而很快 顾颖看到了那张乾隆书院的邀请函 这是一张阴晕在灿灿灵雾中的书函 顾颖稍微摊开一点 看到了里面顾颖的名字 乾隆书院 经由天道搭建的特殊景地 唯有天资卓绝 于各个地区 获得乾隆榜前三位的天才 才能够获得最终邀请函 乾隆书院 将仿造上古顶尖修行者的书院搭建 机缘遍地 乾隆书院共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将于七月后开启 乾隆书院 是仿造上古的书院 所建造的一个天道景地 所收录之人 也都是从乾隆榜上 获得最终优胜的前三人员 乾隆榜出现在各个区域 而现在各个区域的人 也都将要被天道聚集起来 这乾隆书院内的竞争 恐怕会极为激烈吧 顾颖心中暗叹 乾隆榜只是一个开始 不过顾颖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触 而伴随着最终排名的乾隆榜 直接化作一道 流光高居于天穷之上后 名单确定 乾隆区域才迎来真正的震撼 乾隆之争终于结束了 顾颖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次乾隆区域内的乾隆之争 还是极具戏剧性的 被天道所判定的年轻霸主 最终折戟沉沙 而一个神秘的世家少年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越式的月明楼 还真是好运气 完全就跟在顾颖的身后 混了一个乾隆榜第二的名次 亡灵者的这个称号的效果 也是逆天至极的 只不过我听说 顾颖来自于盛阳城顾家 而顾氏与顾家前些十日 就爆发过冲突 总感觉乾隆区域的风起云涌 才刚刚开始 有人知道乾隆书院到底是什么吗 貌似目前也并没有听说过 这个乾隆书院到底是什么 可是仅有乾隆榜前三 才能够收到乾隆书院的邀请函 这个乾隆书院注定充满了机遇 乾隆之争结束 然而乾隆区域 那被乾隆榜所点燃的热情 并没有就此熄灭 整个乾隆区域内 修炼的热度高涨 天骄切磋之事 时常发生 这几日到顾家贺喜之人 还是很多的 值得一提的是 越式的强者 带着月明楼登门造访 顾家自然热情款待 这浑小子 倒是跟着你家顾颖混了的好名次 也多谢当日顾颖手下留情 没一件把这小子当瓜侃了 越式的强者 倒是丝毫不给月明楼留面子 弄得月明楼神色不悦 闷闷的难道 族内对乾隆第二 还是不太有啥 顾清仓觉得好笑 不过能看得出来 越式真心想与顾家合作 那么他们自然也不会推辞 越长老 这本上古脆体功法 我征求过儿子的同意 他也答应 愿意共享给越式 闻言 越式强者露出激动的笑容 上次越婉宁 以及越玄山回归越式之后 便提到了这件事 顾家顾颖 掌握一门等级不低的脆体功法 这种脆体功法若能掌握 那么他们越式也将会实力大涨 他们本身就拥有上古体修血脉 一些人修行起来事半功倍 不过越长老 这脆体之法 毕竟还是上古糟粕 想要炼制圆满 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 太过磅礴 三思而行啊 顾清仓好意提醒道 而越式强者闻言攻身一拜 多谢顾家主提醒 越式自有用处 天皇灵泉影想要修炼圆满 至少需要数十年苦修 而得见成效 是与那等苦修不相匹配的 越式想要得到这本天皇灵泉影 也是有着自己的发展策略 当日月明楼登门挑战结果 被顾颖以纯粹的肉身力量暴虐 这件事 他们是知道的 但是顾颖此人本身就神秘至极 身上绝对有大秘密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老景 六日之后 乾隆书院开启 到时候我们一同出发吧 我们越式目前正在搜集 乾隆书院的消息 到时候也会告诉你的 越明楼搂着刚从顾家后面 走出来的顾颖 热情说道 这家伙虽然头脑简单了一点 但是的确不计仇 上次被顾颖搓得半死 结果顾家请他吃了一顿饭 他立刻就忘却了一切 对顾家的好感蹭蹭蹭的上升 顾颖推了一下越明楼 老景 谁让你这么叫的 越式的强者 觉得这家伙丢人 连忙拉着顾秦苍就走 似乎还有要事要谈 夜晚时分 越明楼以及越式强者离开 而顾秦苍神采奕奕地找到了顾颖 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越式的强者刚刚找到我 若是顾家想要取代顾氏 那么越式会支持我们 顾氏现在依旧不是顾家可以撼动的 这次的乾隆书院 你万事小心 等你从书院回归 实力定然还会大增 顾秦苍忽然有些恍惚 自己的儿子 现在的实力上限在哪里 秦语言乃是神丹四重境界 而且以他的手段 寻常的神丹四重强者 完全不是他义和之敌 却死在了顾颖的手中 顾颖的实力 若是再进一步 他或许就不是这小子的对手了 老了呀 顾秦苍欣慰之余 也忍不住感慨 等到乾隆书院回归 这小子 估计便是顾家最强之人了 顾颖点头 这几日 我准备好好提升 一下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掌握一下这方寸棋 顾颖将方寸棋的效果 共享给了顾秦苍 顾秦苍也露出了惊喜之色 领域力量本身就比较高级 无数修行者中 能够出现一个领悟成功的就不错了 而拥有这方寸棋 便是相当于拥有了一个领域宝库 不断收录 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出来 将会是无懈可击的杀招 顾秦苍都有些羡慕自家儿子的运气了 而现在获得了圣灵者称号的顾颖 未来运气只会更好 我姑姑现在怎么样了 顾颖忽然问到了姑姑顾秦苍的消息 顾家与顾氏发生冲突 可顾秦苍可是一直都在故事之中 顾秦苍叹了口气 你姑姑已经进入到神丹治故景地中了 顾氏暂时并没有为难你姑姑 只不过 我有些担忧的是 虽然进入神丹治故景地后 会有一层天道保护原本的肉身 但是总感觉 顾氏不会放任你姑姑顺利进入金丹境 一旦顾秦苍踏入金丹境 一尊如此恐怖的生灵 将会直接让顾家与顾氏的天平颠倒 所以顾秦苍最近才很焦急 担心至极 顾秦苍离开后 顾颖手中握着一枚晶莹剔透的金石 赫然是喇叭怪的金石 顾家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状态了 喇叭怪这种低级的资源 已经完全可以淘汰了 所以顾秦苍直接便将喇叭怪的资源 金石给了顾颖 顾颖直接来到了药田所在的地方 上次顾颖所种植的灵药 早就已经成熟了 而顾颖收了一些自己以后 可能会用到的药材 剩下的全都让顾秦苍拿出去卖了 用以发展顾家 而现在药田光秃秃的 里面的灵药还没有发芽 顾颖将这座府邸用作药田 现在也正好可以用来放置喇叭怪 他将喇叭怪的资源刷新点放在这里 很快就开始刷新喇叭怪了 巴巴巴巴巴巴巴 伴随着一道道吵闹的声音响起 顾颖的院子里 直接就满是不断跳动的喇叭怪 顾颖目前每日可以吸收的喇叭怪经验值为206点每日 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顾颖打开喇叭怪的篡改面板 篡改1 喇叭怪经验掉落加1 所需100篡改点 篡改2 喇叭怪每日累积经验上限加100 所需500篡改点 篡改3 喇叭怪增加蓝色暴帅10% 所需100篡改点 经历这段时间的篡改 顾颖的喇叭怪每日积累经验值 已经达到了某种确值 下次篡改的提升也发生了变化 需要500点篡改点就可以获得100点的经验值上限提升啊 这倒是不错 顾颖目前的篡改点是304点 他将今日刷新出来的喇叭怪全部斩杀 篡改点来到了604点 直接选择了篡改2 这样一来 顾颖每日就可以获得306点经验值的提升 父亲刚刚给了我一枚制恶酒文单 每日可以获得500点经验值 我原本的零水玄单的药力也消耗结束了 加上聚灵阵的50点 我每天可以获得856点经验值 顾颖略威斯称了一下 觉得这个速度还是有些缓慢 毕竟顾颖现在想要提升个人境界 可是需要整整1万点经验值 这还只是一个小境界而已 顾颖有些发愁 看了一眼自己目前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集魔体 赤眼九龙体 先天目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神丹二重 八五七一 零零零零 武学 咒剑诀 圆满1050 凤鸣游身部 圆满1050 猎穷剑术 圆满2450 战装弓 2550 大镜严咒 515 老农砍柴弓 15 中灵剑身 圆满150 灵溪剑指 圆满1230 龙象雷镜 15龙象神镜 不朽鲜火 010 空灵剑道真身 圆满4050 苍龙顿物剑诀 圆满3550 灵宝 神霞剑 神庭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神明灵雨 圣魔长弓 方寸奇 天眼灵舟 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正在进行支线任务 无道理 无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圣灵者 剑道进阶等级 剑纲六层 顾颖看了一眼 自己目前的面板 应该算是比较豪华的了 各种圣术 顶尖灵宝应有尽有 剑纲也已经进阶到了六层 接下来四日时间 顾颖也都在顾家内 常规的吸收经验值 顾绍灵和顾绍商 也都回到了顾家 经过顾情仓的鞭策 顾绍商也在乾隆榜中 冲击到了八十名 而今日 他终于踏入 灵玄石接境界 距离宁丹境界 只差一步 这让顾家的老一辈 强者们纷纷感叹自己老了 这些年轻人们 都快要将他们追上来了 而这四天的时间内 顾家又有五位外堂长老 踏入神丹境界 如此一来 顾家的神丹境强者 已经充实到了十六位 而顾颖找到了顾情仓 他有一枚正字令 乾隆之争的时候 正字令已经发布了 大量的任务 然而顾颖因为专心 提升实力 并没有去理睬 正字令上的任务 你是说 类似于我们顾家 在盛阳城内 发布的共享任务 的确可行 你将这枚正字令给我 我会将正字令上的任务 单独开设一个模板 而他们完成的任务经验值 将会分二分之一给你 这也是顾颖的想法 正字令上面的任务经验值 大概在一百点到二百点之间 顾颖目前不可能耗费时间 去完成这些任务 倒不如共享出去 节省时间 获得经验值 共享之后 正字令能够刷出更多的任务 同样也能够获得更多的经验值 这些经验累积起来 顾颖可以定时过来结算收获 这个令牌倒是不错 竟然能够自动发布任务 与共享任务系统极其适配 顾秦仓露出赞许的神色 没想到顾颖身上的好东西 竟然这么多 交给我就行了 很快 正到任务发布给整个盛阳城 现在盛阳城的共享任务系统 做得很出名 甚至其他城池 都有慕名而来的修行者 来盛阳城接受任务 获得额外的经验值 这些任务感觉怪怪的 总感觉正能量满满呢 管他呢 这经验值给予的还挺多的 比其他的任务要简单一些 很快 顾颖正自令所发布的正道任务 就被大量接走 而当天晚上 越是托人找到顾颖 让顾颖前往越是一聚 据说是因为乾隆书院的 是有了些许眉目 八王之地的乾隆榜前三 进入乾隆书院的入口处 就在圣王区域 顾颖被邀请到了越是之中 越是居于深山之中 门缺雄伟壮观 极具力量之感 这倒是与越是的风格很相似 越是的风格主要是霸道和力量感 不要看越明楼那个憨憨 越是的力量是源自于血脉中 而那种霸道也是天生的 门口的越是族人露出奇怪之色 黑衣 没心处 有特殊的印记 他忽然浑身一哆嗦 猛然回想起了越是的强者 先前叮嘱过的 今日可能会有一位贵宾到场 此人乃是前王区域内的最强天才 前龙绑榜首 顾颖 敢问可是顾公子 他试探性地问道 而顾颖点头 两人连忙恭恭敬敬地将顾颖请入越是 越是的族人看向顾颖 眼眸中也都闪烁起了古怪的身色 那人是谁啊 长得好生俊俏 咱们越是族人都身高马大的 这人分明如此瘦削 但是身上却依旧拥有一种匀称的力量感 好喜欢这种反差 越是很少来人的 这人到底是谁啊 此时 他们也纷纷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然而很快他们 看到了越是很多平日里不易见到的族佬 竟然全都走了过来 对这个年轻人表达欢迎 虽然这个年轻人谦逊有理 但是显然往日里族内 威严的族佬们 并不能将这个年轻人 当成普通的年轻人看待 格外的郑重 你们还不知道吗 此时 越婉宁已经消化了体内的汽血之气 终于让身材重新苗条了起来 他淡定自若地走了过来 美丽动人 看到越婉宁 很多越是族人 神色也尊重了起来 越婉宁的血脉比他们纯粹 而且越婉宁可是 乾隆榜第17名的天才 乾隆榜上的天骄 现在在乾隆区域内 都享受着极高的地位 真正经历过乾隆之争 厮杀出来的天才 每一个都是乾隆区域的未来栋梁 而越婉宁自然不例外 他可是乾隆榜第一 顾颖 竟然是他 越是族人露出惊恶的神色 没想到 竟然是这尊大神来到了越是 那么 越是的那些祖佬们 做何姿态 他们都不觉得奇怪了 乾隆区域当之无愧的年轻霸主 将秦宇颜拉下神坛之人 难道是为了乾隆书院的事 有人露出羡慕极度的神色 而此时 顾颖已经被族佬们 带入越是深处 越名楼今日显然是打扮过的 锦衣华服 无法遮掩住那爆炸性的肌肉 他看到顾颖以后刚想说什么 然而就被越是族佬一眼瞪了回去 这让顾颖觉得好笑 显然是怕越名楼憨憨的模样 影响到越是的形象 毕竟是大族 得有点大族的样子 很快 乾隆绑排名第三的苍越恒也赶来了 苍越恒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子 一头黑发飘荡 脸庞瘦削 眉宇间总是带着点淡淡的忧郁 他是神幽垫弟子 说起来 若不是因为天地大变 下九幽无故失踪 那么或许顾颖与这苍越恒 还是同门师兄弟呢 顾颖略微点头 而苍越恒也投来善意的目光 苍越恒能够进入乾隆榜前三 也多亏了顾颖 顾颖斩了顾天玄与秦宇颜 他的名次自然就向前前进了两名 据说苍越恒也出手过一次 实力不容小觑 现如今 乾隆榜前三都已经到场 越是的一位祖老 缓缓走了出来 露出善意的笑容 徐徐说道 乾隆书院的入口处 就在圣王区域 而乾隆书院 应当是模仿上古时代的书院 接下来 越是便给顾颖三人 仔细地介绍了一下 上古书院的具体情况 而上古时代 书院大多都是修行者的修行之地 学习各种各样的武学 功法 甚至是上古战斗技巧 乾隆书院内 你们或许能够获得很多特殊的武学功法 目前只是猜测 就是不知道 乾隆书院内会不会有一些导师 上古书院都是最顶尖的修行者 才有资格进入的地方 早已经流逝在历史的尘埃重了 结果却被天道重新复刻 重现于天地之间 此番能够进入其中的 都会是当代最强妖念 这乾隆书院 或许真的就是一处真正的蜕变之地 你们在其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未来的路还很长 乾隆榜也只是一时的荣光 这位月氏老人严肃提醒道 月明楼一抖 说就说呗 看我干什么 这些也只是我们猜测的 乾隆书院的一个内容而已 里面可能还会有其他机遇 好好准备吧 你们这次所面对的 也就只是八王之地的天骄 人不多 一共二十四人 虽然是扩大了范围 但是我们与八王之地外的一些势力交流过 你们的邀请函是有区别的 应该不是全红界的顶级天才 一同进入到书院之中 这样倒也合理 目前只是第一阶段而已 后续还会有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可能在后续的阶段之中将会出现 到时候 你们可能真的有机会 与红界的所有顶级妖孽 同台竞技 月氏的情报大概就这么多 此番月氏主要是将三位乾隆榜天骄聚集在一起 有事好的意思 同样也有让他们三人互相扶持的意思 你们明日便赶往圣王区域吧 圣王区域不同于乾王区域 势力错综复杂 你们要谨言慎行 不要轻易得罪于其他人 乾王区域的实力应该是中下层次 圣王区域是八王之地中最顶级的区域 让自家月明楼进入圣王区域 月氏还是有点不放心的 所以再三叮嘱 他们在月氏吃了一顿大餐 月氏的饭窑比较寡淡无味 而且注重健康 难怪月明楼当时在顾家吃得那么爽快 第二日清晨 他们三人便在月氏的护送下朝着圣王区域赶去 圣王区域内有一方六品势力 只不过他们与圣王区域内的关系比较特殊 据说是曾经从圣王区域内崛起的顶级强者所建立的 感念旧地 庇护圣王 大部分力量还是在红界当中的 一路上 月氏的强者在不断给顾银等人介绍圣王区域的情况 圣王区域和魔王区域都是有六品势力的 但是其实并不算是本土势力 像神优殿那样的势力才算得上是本土势力 而圣王区域的六品势力 只是保证圣王区域不会摧毁变好 皇甫皇族实力不容小觑 虽然经历了内部动乱 皇甫皇族的实力有所削弱 但是依旧强大 皇甫皇族毕竟拥有金丹级强者 还是比较恐怖的 所以 你小子在圣王区域给我谦逊一些 不要得罪一些招惹不起的人 圣王区域和魔王区域卧虎藏龙 整体实力很可怕 抵御雄厚 那强者对月明楼还不是很放心 疯狂叮嘱 一路上倒也有些无聊 苍月痕沉默寡言 月明楼被月室的人疯狂输出 终于 圣王区域要到了 摇摇间可以看到一方广袤的天地 八王之地放在红界之中乃是异渔之地 但是其实那是因为红界太大了 他们站在圣王区域之外 看到无数宏伟的建筑 月室的强者神色激动 刚准备说什么 可忽然面色微变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随后微微拱手朝着虚空中说道 再下月是月不平 来自于乾王区域月室大族 此番前来圣王区域是 带领乾王区域乾隆榜前三成员 赶赴乾隆书院 还往前辈放行 他的额头上涌起一层薄薄的冷汗 从踏入到圣王区域内的那一刻起 他便感受到 仿佛有一股特殊的气息 朝着他锁定而来 那气息宏大至极 不太像是神丹镜可以爆发出来的感觉 所以月室顿时瞳孔收缩 刚刚来到其他区域 就有强者锁定他们 这让他怀疑 是不是自己曾经得罪了 什么圣王区域的强者 可很快 一道窈窕妙曼的身影 屹立在山巅 遥遥地眺望他们 这女子风华绝代 五官完美 更无形间带着点弹幕 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威严 那身影朝着他们看来 可却忽然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月室强者瞳孔收缩 随后骇然地看向了一旁的顾颖 果不其然 下一刻 皇甫瓦落在顾颖的面前 一只手拉起顾颖的手 然后柔和地说道 你终于到了 这次来到圣王区域 多待一段时间 我好好带你玩一玩 顾颖点头 他能从皇甫瓦的美眸中 看出一些疲惫 虽然是金丹级强者 但是皇甫氏族 显然一地鸡毛 操持也是很费心神的 看到拉着手的顾颖和皇甫瓦 越是强者虎去一阵 听闻皇甫瓦和顾家 是有些关系的 毕竟当时 在顾氏对顾家施压的时候 皇甫瓦可是直接出面庇护顾家 但是他没想到 关系竟然好到了这一步 顾颖前脚刚进入圣王区域 皇甫瓦就来了 这可是圣王皇族组长啊 尤其是看到轻易的二人 他更是感觉自己 好像做梦一样 你俩啥关系 这也都是你们前王区域的人 越是越明楼 神幽电仓越狠 二人连忙攻身道 恭恭敬敬 这可是实打实的金丹级强者啊 皇甫瓦而略微点头 除却对待顾颖 对于其他人 他的态度都是极为冷淡的 皇族威严 给人很大的压力 不过他看向苍月痕 夏九幽还没有消息吗 苍月痕文言将脸埋得很深 徐徐说道 店主还未有消息 现在神幽店很多人都在找他 呵呵 皇甫瓦的笑声莫名其妙 这让苍月痕的脸埋得更深了 都跟我走吧 乾隆书院的入口 目前正在被皇甫士族掌握 越是强者神色复杂 然而却也是松了一口气 有了顾颖这一层关系 在圣王区域内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 只要他们和顾颖走得近一点就行了 进入圣王区域 皇甫士族 不愧是圣王皇族 应当是八王之地最显赫的大族之一了 路过很多皇甫士族的人 看到皇甫瓦尔的神色都极为尊重 然而 当看到了皇甫瓦身旁的顾颖后 却都露出了古怪之色 这人是谁啊 他们对于皇甫瓦 都是又惊又怕的 皇甫瓦尔能够镇压皇甫士族 除却实力之外 自然平日里也都是严肃冰冷 很少看到能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尤其是他对待那个年轻人的时候 开心是涌现在脸上的 乾隆书院开启倒计时 一日 请所有乾隆榜天骄 带好乾隆书院邀请函 乾隆书院入口 仅开启半个时辰 请务必在半个时辰内 进入乾隆书院 参与上谷之争 而此时 各个区域内的乾隆榜天骄 都已经现世 这就是八王之地内 最顶尖的天才了吧 代表着八王之地 年轻一代最高水准的 二十四个年轻人 魔王区域的王和 你们看到了吗 魔王区域乾隆榜第一 天生至高天魔体 据说在乾隆之争中 他激发至高天魔体 换出上骨血合剑 一剑斩灭一尊神丹四重的天才 实力恐怖至极 我圣王区域的皇甫星宇 也不逊色于他 毕竟是我圣王区域的乾隆第一 九品皇甫血脉 足文刻意眉心 光明大教的方青 想来圣王区域 争夺乾隆榜奖励 结果被星宇公子战败 光明大教 便是圣王区域的六品大教 而那方青在光明大教 也算是显赫天骄 准备来到圣王区域奋一杯羹 结果被皇甫星宇战败 自觉脸面丢尽 于是退出了圣王区域的乾隆之争 这些人 各个都非比寻常啊 顾影站在其中 能够感受到 这些顶级天骄 各个气质非凡 身上散发着各异的神异特质 而能被其他人叫上名字的王和 与皇甫星宇 鹤立姬群 在这一群天才中更显恐怖 那乾隆区域内的顾影 生于乾隆区域的一个世家当中 这等出身在乾隆榜内可不多见 在乾隆之争时 他的剑道层次 就已经是乾隆顶尖 剑刚六层 逆斩进到生灵神丹四重的秦宇炎 当之无愧的顶级妖孽 也不容小觑啊 真的假的 出身于世家 却能力斩大足天骄 乾隆区域 似乎也出了个不得了的天才啊 剑刚六层 楚王区域的天才不由的侧目 他们楚王区域已剑修出名 然而乾隆榜第一的楚香玄 却也只是剑刚四层而已啊 很多人开始注意顾影 而顾影却颇为无奈的 看着在人群中 背负双手 露出骄傲神色的越是越不平 乾隆书院已经开启 请在半个时辰内守 持乾隆书院邀请函 进入到乾隆书院内 进行第一阶段录入测试 伴随着宏大的声音响起 这万众瞩目之下的乾隆书院 终于是开启了 一道晶莹透白的光柱直冲天穷 隐约间仿佛能够看到一道道龙影 来回闪烁藤魔 透露着一股震撼人心的气魄 这一日的时间 顾影在圣王区域内 生活比较滋润 那些其他的天才们 皇甫士族 虽然也都很热情 但是毕竟是当作是外人的 而顾影就不一样了 皇甫瓦 直接将很多皇甫士族内的好东西 都拿了出来 招待顾影 在你们顾家的时候 吃了你那么多好东西 解救我自然不能吝啬了 当时皇甫瓦大气一挥手 让顾影大快躲移 而现在皇甫瓦轻轻摆手 注意安全 安心修行 此番你从乾隆书院走出来 我有预感你将会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顾影现在已经神丹二重的境界了 已经算是八王之地内 可以排得上名号的强者了 这次的乾隆书院 估计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会让这些天骄们有巨大的收获 等到顾影从乾隆书院走出 又将会有怎样的收获 顾影也比较期待 八王之地 乾隆区域 乾隆榜第一 顾影 资格验证通过 请即刻进入乾隆书院 刷 顾影直接被淹没在了那银白的洪流当中 很快气息便从此方天地消失了 你已经进入乾隆书院 八王之地分院 在乾隆书院中 你将会感受到 上古时期最繁荣的修行者教育水平 请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每日最佳者将会获得敲钟权力 敲灵神钟 敲击神钟 响应诸天 可随机获得诸天财宝 有概率触发 红韵当头特效 奖励翻倍 这个乾隆书院当真有趣 顾影一进入这里 便听到了辉红的声音 在介绍乾隆书院 这着实比较有趣 灵神钟 敲击灵神钟会随机掉落诸天财宝 甚至还有可能会直接触发翻倍奖励 这个比较有趣 而顾影这次参与的乾隆书院 所对应的是八王之地内的所有天才 也就是二十四人 在上古时期书院中的修行者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人数也不多 讲究的是真正的精英教育 伴随着光芒起伏 一道道挺拔的身影 逐渐出现在了这里 代表着八王之地最高水准的年轻一辈 也悉数到场 此时 一位发丝银白的年轻人 眸光放在了顾影的身上 此人相貌英俊完美 带着点淡淡的压迫 他身穿月白色服装 眸光犹如星辰璀璨 眉心处有九道神闻 将他映衬得 好像天神下凡一般 此人便是圣王区域的乾隆榜第一 皇甫心语 这是个真正的顶尖妖孽 现如今已经神丹四重境界 据说他的皇甫足文直接拉满 直接达到皇甫历代强者血脉浓度的最高峰 而此时他朝着顾影走来 脸色阴沉 不少人都在注视着这个皇甫心语 心中一突 发生什么了 这皇甫心语笑起来 让人如沐春风 可此时脸色阴沉 却给人巨大的压力 让很多人感觉危险至极 难道这顾影得罪了皇甫心语 结果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 皇甫心语脸色阴沉的 来到了顾影的身旁 随后低声说道 该死 那魔王区域的王和 刚刚竟敢给我白眼 这个家伙 还真该千刀万剐 老顾 咱俩找机会弄死他 这让顾影啼笑皆非 不知该如何做态 皇甫心语是皇甫娃的侄子 这位天骄当初和身为女相的皇甫娃 关系就很好 所以 这几日在皇甫氏族内 顾影和皇甫心语的关系也很不错 而圣王区域与魔王区域 一直以来都有着明确的竞争关系 所以皇甫心语和王和及其不对付 不过王和此人声名在外 心狠手辣 据说伟达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 顾影也觉得应当小心一些 皇甫心语这人也很有趣 虽然在外界看来 时常面带笑容 如沐春风 但是在顾影了解后发现 这人是个很小气的人 如果你和他关系好 那么你怎样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关系不好 那你呼吸都是错的 王和刚刚大概冷冷的 看了皇甫心语一眼 皇甫心语现在就要气炸了 真该死啊 王和真该死啊 他在顾影的身旁叙叙叨叨 顾影颇有些无语 而一旁的苍月痕和月明楼 则是大气不敢出一声 这毕竟是圣王区域最牛叉的天才 他们这几日 在皇甫氏族内 亲眼看到皇甫心语 轻易击败了一尊神丹六重境界的强者 皇甫神品足文一开 皇甫心语当真犹如天神下凡一般 他们二人虽然是前王区域的乾隆榜前三 但是现在颇有一种狼群里 混入了某些不知名狗种的感觉 皇甫心语 只有和顾影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暴露自己碎碎念的本性 而月明楼称之为 妖孽与妖孽之间的共鸣 哗啦 前方忽然变化 一座古老的书院浮现在他们的面前 装饰古老 整体大气磅礴 乾隆书院四个字雕刻在门庭之上 四根龙柱齐天 霸起绝伦 请进入乾隆书院 乾隆书院内设四位上师 皆为古老强者投影 他们身怀经过乾隆书院改造后的上古秘书 极为珍贵 在过门后 将会进行第一波乾隆测试 乾隆书院将会扫描您的最基础天赋力 进行评级 顾影很快就意识到了 这最基础天赋力 就是说一个人天生的天赋潜力 乾隆书院测试的便是这个 我现如今的大多数东西 都是依靠篡改天眼的特殊性 以及不断篡改滚雪球 而带起来的浮玉 顾影颇为头疼 天地大变之前 顾影虽然也是个天才 但是与这些真正拔剑的天才比起来 还是有些不太足够 王和 金龙及天赋 皇甫星宇 金龙及天赋 作为公认的八王之地 年轻一辈中的大哥 这两位直接走入乾隆书院 金龙及天赋 应当是极强的天赋水准了 所有人相继走入其中 王冤 银龙及天赋 月昼 银龙及天赋 顾影走入其中 顾大少罕见的额头上 出现了细密的汗珠 莫名其妙有一种乾隆书院 要把他的老本都给掀出来的感觉 天地大变 天赋毫无用处 可现在这上古书院 显然是要根据原生天赋 来进行某种评级 还好 让顾影颇为欣慰的是 这乾隆书院 只有两个等级划分 那就是金龙和银龙 顾影 银龙及天赋 顾影的原生天赋 应当是弱于在场所有人的 还好这乾隆书院 只有两个评级 顾影虽然天赋差 但是乾隆书院最差的天赋评级 就是银龙及天赋了 顾影的天赋虽然差 但是却也不至于让乾隆书院 给他特地开设一个新的天赋阶级 奇怪 这个顾影的成长史 不是很逆天的吗 怎么现在却是在评测天赋上 评测了一个和我们相同的 银龙及天赋 我还以为 他也能获得金龙及天赋呢 看样子 这个家伙 是天帝大便后的浮运受益者 则则 怎么感觉他的银龙及天赋 好像更为虚弱渺小 刚刚乾隆书院所冒出来的光芒 就属顾影的最为暗淡了 恐怕当真如此 不少天才忍不住窃窃私语 都用奇怪的目光看向了顾影 而皇甫心语淡淡的声音传来 原生天赋 只是决定了起步的高度而已 天地大便后 一个修行者 最终究竟能够走到哪种层次 运气 努力缺一不可 皇甫心语的话 倒是让很多人忍不住赞同点头 天赋的确很重要 可运气与努力 却也更加重要 尤其是现如今这个数据化的修仙界 处处都是机缘 天赋早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用处 你再强的天赋 打坐一天 也就能获得那么几点经验值而已 有个锤子的 用 运气才是最重要的 顾影看了一眼自己的邀请函 现在邀请函已经变化 变成了一块白玉 而白玉上雕刻着银色的龙纹 中心位置刻着顾影二字 这就是顾影的名牌 请选择你们即将跟随修行的上师 走入这座古老辉弘的书院 便看到了四道身影毅力 他们身躯古老 眸光中犹如深邃的大海 闪烁着智慧 这就是乾隆书院的四位上师 是上古强者的天道投影 他们的身上有着各自的上古秘书 这些上古秘书 都是经过了乾隆书院的改造 强大特殊 顾影看到了一道身影 他仪态端庄 腰身纤细 体态风盈 五官小巧精致 浑身透露着一股滑贵之感 背后一柄银剑盘旋 有着一股说不出的可怕锋芒 不得不说 这位上古贵附件修给这些年轻人的杀伤力 还是很大的 一出现就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 泽泽 这妇仪态端庄 想不到上古时期还有这样一位强者 不知道的多受人欢迎啊 有人忍不住感叹 就连素来沉默的苍月痕都多看了几眼 其实到了他们这种层次与境界 寻常的风影体态还真没什么吸引力 说到底 修炼到头都只是皮肉而已 吸引他们的是那种端庄华贵的气质 寻常人家根本养不出这样的灵运 我是剑修 我选择这位上师 此时 楚王区域的三位年轻人 纷纷上前去 楚王区域的三位年轻人都是剑修 三人气息伶俐 行为也是雷厉风行 恭喜您已经成功选择玉璇纪上师 接下来的乾隆书院日子里 你们将会被玉璇纪上师指导修行 更有机会学习玉璇纪上师的上古乾隆剑诀 各路天才纷纷开始找上师和自己修行的上师 全场的剑修不算多 顾盈选择了玉璇纪上师之外 还有两人也都纷纷找了过来 在场的剑修一共有六个 这倒是分配的比较平均 跟我来吧 玉璇纪上师摇动柳摇 白玉斑的手指朝着前面一指 便在前带路 他们进入到乾隆书院内 乾隆书院给二十四个人安排了住处 顾盈住进其中 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望着那摇摇离去的玉璇纪 看着那风吟恶挪的体态 顾盈心中微动 很显然 他能够感受得到 玉璇纪在对待顾盈和其他人的时候 态度是不同的 对待顾盈的态度有些稍差 大概是因为原生天赋的原因 也就是说 这些上师会更喜欢天赋好的修行者 就好像是学校里的老师喜欢聪明 以及成绩好的学生 而这份喜好 可能会影响到每日打分 以及一些上古秘书的教导 上师可能会对自己喜爱的修行者开小灶 也说不定 所以 我现在是天然烈士啊 不过顾盈貌似从未打过天然烈士的仗 刷 顾盈眉心地篡改天眼 裂开一道隐晦的金光 无任何人能看到这一抹光亮 顾盈很快看到了非比寻常的东西 玉璇纪上师 赤霞静 上古见修 掌握上古见诀 乃是天道投影而产生的特殊人物 喜好 乾隆书院后山的上好茶叶香龙宁针 三叶真情 建筑做成的板凳 篡改天眼 竟然也具备扫描能力 直接将玉璇纪上师的喜好 都直观地展现在了顾盈的面前 乾隆书院 貌似是一个刷好感度的游戏啊 顾盈忽然探究到了乾隆书院的本质 这次的书院 具备于先前顾盈所经历过的各种竞争 通关游戏 四大上师 对于他们来说 那就是最顶级的宝库 那还通关的锤子 直接刷好感度啊 他看了一眼刚刚被玉璇纪上师 用微笑送回房间内的楚王区域 乾隆榜第一 名为楚臣的少年 那少年见到修为出色 原生修为 更是银龙及天赋中最明亮的一个 深受玉璇纪上师的喜爱 他神色平静 但是依旧可以看出 正在克制心中的喜悦 上师还是很喜欢我的 顾盈收回目光 第一印象的喜爱的确很重要 看来得给这群小娃娃们 感受一些来自异世界的送礼震撼了呀 乾隆书院开启的第一天 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 据说第一日的教导 上师会根据你的表现来进行打分 四位上师所打出的最高分者 将会在晚上的时候进行收获测试 收获最高者拥有敲钟权利 上师的第一次教导 便会在正午时分 所有人都在严阵以待 等待着上师的第一次讲学 伴随着烈日炎炎 他们顶着金灿的阳光 来到了乾隆书院的中心位置 这里假山傍水 风景秀丽 中心位置一根金纹高柱耸立 似乎带起整个乾隆书院的大事 身段恶劳的玉玄姬 端坐在首处的蒲园上 一柄转刻文字的长剑 被他摆放在白皙匀称的双腿之上 他腰背仙薄挺直 此时却是紧皱好看的眉头 扫过在场的五味见修 这个顾颖 有点东西的在身上的 上师第一次讲学 他就敢迟到 乾隆书院机缘无数 他却如此而戏嘛 人群中 年轻的弟子们也都开始议论纷纷 今日正午时分的讲学 顾颖竟然就敢旷课 真不怕好感 直接拉胯啊 果不其然 顾颖 玉玄姬皱起好看的眉头 此时一对眸子扫来扫去 最后一边念叨着顾颖的名字 一边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似乎在记录着什么 随后玉玄姬开始他的讲学了 第一堂课 玉玄姬所讲的 大多都是一些上古建修的发力手法 一些特殊的建修技巧 对于现实的这些天才来说 虽然有的技巧已经被抛弃 但是还是有很多 启发在内 他们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倒是受益不小 而他们认真听讲 玉玄姬就会对他们略表赞扬 上师满意度加一 楚晨露出喜悦的神色 抬起头来 只看到了玉玄姬对他轻点针手 以表赞赏 他站在楚晨的身边 让很多发力手法 被楚晨看得更加清晰 甚至他隐隐间能够感应到 灵气的运行轨迹 刷 玉玄姬一剑斩出 浓稠的剑意 在虚空中化作白色的海洋 让再长几人 都露出惊骇的神色 上古手法果真刁砖 竟然能够将这平平无奇的 一件巨像画出如此可怕的异象 再加上先前玉玄姬给出的步骤分解 他们的收获极大 而此时 顾颖方才姗姗来迟 一群见到天才 不免有些幸灾乐祸 虽然乾隆书院 并没有太多竞争的因素 但是他们看到顾颖姗姗姗来迟 还是忍不住露出看好戏的神色 触怒上师 会有什么后果呢 没想到第一日 就有人给他们汤雷 果不其然 玉玄姬有些生气 眼神有点发冷的 看着姗姗来迟的顾颖 然而 忽然所有人都嗅到了一股 沁人心脾的清香味 只见顾颖的手中捧着一杯茶 烟雾鸟鸟生气 那茶味很香 绝对是极品 所有人稍稍一吸入 便感觉心间一片清凉 什么鬼 五味见到天才 都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 顾颖第一天讲学时刻就赶来迟 关键是来迟就算了 他手捧一杯热茶 他们承认 那茶水的确很香 但是那又能怎样 难道 嗯 很快 他们看到原本紧皱眉头 神色发冷的玉玄姬 竟然忽然眉头舒展 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好像看到了心仪之物的小女孩 她看了一眼顾颖 美眸中带着点期待 随后顾颖将自己手中的茶水递了过去 接过茶水后 她那好听的声音中略带着一点颤抖 你能进入那个地方 顾颖点头 她也是今日才知道 乾隆学院的后山 这四位上师是进不去的 准确来说 这里就好像是一个游戏副本 而上师则都是里面的NPC 而NPC仅有自己的活动范围 一些地方他们是去不了的 就好像是被映照过来的上古强者投影 被囚禁在一方鸟笼里 而顾颖作为入场的玩家 是拥有高自由度的 她今日直接去了后山 摘了一些香龙银针茶叶 然后在书院里训了一些茶具 烹煮一番 来给这位玉玄击刷好感度 要问她为什么来得这么慢 是的 的确是极品茶叶 顾颖喝了好几壶了 她将后山的香龙银针全都包圆了 这种能刷好感度的东西 顾颖自然是不能给其他人留有任何机会 玉玄机上师对你的好感度加一百 玉玄机上师与你的好感度等级已提升为 寄予厚望 玉玄机美眸看了一眼顾颖 连连点头 全然都是此子前途不可限量的意味 而此时 其他人都看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一杯茶 胜得过他们这些人坐正腰板 听了半天的课 而且 他们坐直听讲 才有点概率得到一点好感度 这顾颖怎么一杯茶 直接加了一百点好感度 你刚刚来晚了 我再给你讲一遍吧 她声音柔柔地说道 拉着顾颖在一旁坐下 然后自顾自地给顾颖演示刚刚的上古技巧 讲得更为详细 甚至还手把手的指点顾颖如何使用 这些手法对于一位剑修来说 好处极大 看到五位剑修眼珠子魂元 太离谱了吧 接下来的课堂 空气中弥散着一股酸味 玉玄机就坐在顾颖的面前 仿佛其他人都只是空气一般 随后她不停地 给顾颖讲解一些珍贵的上古手法 这些都能够有效地提升个人 见到层次 其他人问什么 她都闭口不谈 却在不停地询问顾颖 听懂了没有我的好图 要不然为诗再给你讲一遍啊 你的手法有点错了 要这样 图儿你的手真的呀 玉玄机思索了一会儿 随后从自己白玉一般的胳膊上 取下一只手镯 然后放在了顾颖的手中 这是为诗给你的见面礼 你先收下 你已获得顶尖上古灵宝 剑拙 剑拙 顶尖上古灵宝 是上古通天剑派公主 玉玄机贴身之物 用上好的天玄灵域打造 并以万剑之气 淬炼百年而成 是剑修的顶级质宝 效果 一 触发金色圣品武学 大 万剑归宗一次 冷却时间二十日 效果 二 通透剑心 剑到悟性加二十 顾颖将这枚剑拙 佩戴在自己的手上 当时感受到 一股清凉的剑刀 运味流淌心间 他觉得很舒服 这是一件质宝 那大 万剑归宗 是剑刀圣品武学 蕴含爆发 群攻两种武学特性 而且是有手镯驱动 完全不需要顾颖 消耗任何灵器 这就说明 哪怕顾颖历劫之时 依旧可以催动 这恐怖的圣品剑决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杀手锏 更不用说二十点剑刀悟性 更是重极为珍贵 最重要的是 剑面里 就是一件顶尖灵宝 上师大窃 顾颖恭敬拱手道 讲学结束 所有人散去 而顾颖显然被孤立了 其他五位剑羞凑在一起 酸溜溜地说道 看到了吗 上师爱喝茶 这就是说送礼品 是可以增速好感度累积的 这也太现实了 不过人情事故就是如此 我当初进入宗门的时候 家里也送了不少礼 当时一位内部长老 直接说我为徒 对我疼爱有加 想不到那顾颖嗅觉 竟然如此灵敏 能够发现这一点 你想到刚刚御玄机 对顾颖那般轻易的模样 更是直接送出了一件顶尖灵宝 楚臣极度如狂 简直是孽畜啊 走 我们也去找茶叶去 这乾隆书院四面环山 应该还专门种着其他茶叶 顾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上师今日教的东西 都很有用 顾颖稍微运作了一下 并未动用神庭剑 当即便斩出了一道剑刚 那剑光在空中如龙咆哮 经久不散 惹人震撼 不动用剑 我依旧可以动用这些手法 催动剑刚 而若是动用剑的话 我的六层剑刚 对比以往应当提升了至少三层的水准 上古剑修的技巧 竟然给了顾颖这么大的惊喜 这让顾颖愈发期待后续了 第一日的乾隆书院 肯定只是开喂菜而已 哪有上师一上来 就直接把真本是青囊相授的 估计要把好感度刷满才行 顾颖微微点头 然而很快他听到了外界的消息 神色愈发地怪异了起来 以楚臣为首的几人 开始漫山遍野地寻找茶叶 结果误入了另一位上师所种植的茶园 将人家的茶园给糟蹋了一番 据说当日几人被揍得很惨 上师御玄机黑着脸去熟人回来 回来的时候 据说上师御玄机手里的剑钻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几人真怕当场被御玄机给砍了 还好几个人受乾隆书院的保护 而此时 顾颈啼笑皆非 这几人倒是话虎不成反泪卷 御玄机不是什么茶都喝的 唯有香龙宁针才是其心头好 其他茶叶先说不说人家喜不喜欢 你直接偷了其他上师的家 还真是人才啊 顾颖将今日所学融会贯通后 残侠坠落大地 乾隆书院忽然阵战了一下 随后四张成绩单出世 四大上师已对所有弟子进行打分 四位高分者已经出现 王和 57分 上师 袁墨玄 皇甫星宇 56分 上师 圣华子 顾颖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皇甫星宇神色阴沉至极 嘴里骂骂咧咧的 好像被踩中了尾巴一般 月明楼 49分 上师 江子仲 顾颖没想到 月明楼竟然被打了这么高的分数 不过很快 他了解了情况 江子仲是上古体修 在场类似于体修的狠手 所以 那个上师仅有两位弟子 分别是月明楼 以及另外一位肉身力量强大的人 上师说我二人肉身天赋相差甚微 他很难抉择 但是我却有一股上古体修固有的特质 让他稳准狠地做出了判断 顾颖看着走过来春风得意 眼眸中露出睿智目光的月明楼 也有些好奇 他说我没脑子 上古体修将四肢锤炼到极致 都会如我这般寒吼 上师也没想到 我这竟然是天生的 月明楼的话 让顾颖差点没绷住 怎么画风一到你这 就有点撕裂的感觉 很快 其他人来不及反应 第四章成绩单出现 顾颖 一百分 上师 玉玄姬 一百分 其他上师的弟子露出震撼的神色 第一日 他们与老师都不太熟悉 课堂上也都有些枯燥无味 而上师对他们自然不会太过满意 但是第一日 就有人被上师打出了一百点的评分 黄斐星宇原本阴沉的脸色 看到了顾颖之后 顿时变成了和须的笑容 神色中带着点骄傲 看着一旁神色逐渐阴沉的亡和 徐徐说道 还是老顾你厉害啊 不过 我有点看不清楚 小盒子 你来帮我看看 老顾这是被打了多少分 怎么感觉 数字比你的分数要长一些呢 王和直接将这阴阳货给推开 随后所有人看向了楚臣等人 他们看到几人灰溜溜的 神色奇怪 询问之后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送茶 好感度直接拉满 这乾隆书院还讲究人情世故呢 顾颖这人当真奇怪 形势不拘一格 却总能触发奇笑 这家伙 该不会是拿到了人生攻略吧 有人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而很快 轮到了最终评级 今日所学 荣汇贯通程度 一 顾颖 85% 二 黄甫星宇 54% 三 王鹤 52% 四 月明楼 15% 毕竟是被顾颖好感度拉满的贴身教导 顾颖的荣汇贯通程度 直接暴打其他人 顾颖已获得敲击凌神中的机会 请即刻敲击凌神中 获得随机诸天财宝 一支缭绕混沌的大钟 悬浮在乾隆书院的上空 流光一彩 看起来格外的庄严 顾颖敲击凌神中 荡 悠扬恢红的钟声响起 虚空阵战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接引了下来 恭喜您敲击凌神中 引来诸天财宝降临 您已获得大道玄文丹 大道玄文丹 服用后 可立刻获得五千点经验值 与其他经验丹药 没有任何冲突性 这 这是平白无故多出来的五千点经验值 哪怕是顾颖 都被这颇天的富贵给吓了一跳 玉璇姬身材恶挪 长相绝美 带着一股成熟的美誉 她骄傲地站在那里 看着敲击凌神中的顾颖 玉璇姬对你好感度加实 滚雪求了是吧 一枚不满所谓的诸天大道纹路的丹药 坠落到了顾颖的手中 大道玄文丹 六品丹药 服用后可获得五千点经验值 不会与任何经验丹药 发生药力冲突 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顺时的五千点经验值增幅 无异于一次毫无副作用的灌顶 不错不错 顾颖吃过六品丹药 顾秦仓就给顾颖买过六品的致恶酒闻丹 每天能够获得五百点经验值 只不过这种丹药与其他的丹药 都是有药力冲突的 顾颖吃了致恶酒闻丹 那么就不能再吃灵水玄丹之类的经验丹药了 而这丹药没有丝毫的冲突 爽啊 你已获得五千点经验值 顾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立刻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急魔体 赤岩九龙体 先天目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神丹二重 75571000 武学 骤剑诀 圆满1050 凤鸣游身部 圆满1050 猎穹剑术 圆满2450 战装弓 2550 大镜严咒 515 老农砍柴弓 15 中灵剑身 圆满150 灵溪剑指 1230 龙相雷镜 石龙相神镜 不朽鲜火 010 空明剑道真身 圆满4050 苍龙顿物剑诀 圆满3550 灵宝 神霞剑 神庭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神兵灵雨 圣魔长弓 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圣灵者 剑道进阶等级 剑纲六层 您正处于乾隆书院内 快要踏入神丹三重境界了 顾颖轻忽一口气 眼眸闪烁 在短暂地查看自己的面板 确定收获后 顾颖又轻声呢喃 刚刚敲击灵神钟的时候 我还获得了一点神钟篡改点 开启篡改面板 篡改一 敲击灵神钟之时 有10%概率 触发第二次敲击 可获得两次灵神钟 随即爆发诸天财宝的机会 篡改点 一 篡改二 敲击灵神钟之时 获得红韵当头特效概率 正10% 篡改点 一 篡改三 敲击灵神钟之时 有10%概率 引来诸天的馈赠 降下灌顶光柱 在灌顶光柱内 你能在短时间内 疯狂吸收经验值 篡改点 一 当看完了所有的奖励后 饶式以故隐 也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这些篡改 着实是有些太过变态了 只不过 每天只有一次 敲击灵神钟的机会 我现在虽然领先于所有人 但是很快 其他人也能发现一些 增加好感度的方式 那样的话 我想要每天敲钟 也就显得也有些太过艰难了 顾颖沉思了起来 这些奖励看似强大 但是在顾颖看来 却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反正都是运气 那就直接赌双倍 顾颖直接用自己 目前仅存的一点篡改点 选择了篡改一 篡改一是有概率出发 第二次敲击 也就是一敲 二响 如果触发了这个 那么顾颖 直接就能够获得两点篡改点 以及双倍的奖励 这显然是收益最大的 那么到时候 他再利用这两点篡改点 直接将剩下的两个篡改都拉上 岂不是正好 要做毒狗 就做得彻底一点 第二日清晨 乾隆书院的阳光金灿灿的 洒落在窗前 顾颖推开窗户 吸了一口外面新鲜的空气 今日继续刷好感度 顾颖的篡改天眼 自从再上次被天道扫描后 似乎镌刻了那一份扫描天道的能力 竟然将天道所投影的 玉玄机上师的喜好 都扫了出来 所以对于顾颖来说 这就是开卷问答 今日顾颖给自己安排的任务 是找到三叶真情 他走遍了大半的乾隆书院 结果却毫无所得 毕竟顾颖仅仅只是知道了一个 所谓的三叶真情的名字 却并不知道三叶真情 到底长得什么模样 更加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了 终于顾颖在乾隆书院的门口处 意外听到了一声鸡鸣 他心中一动 三叶真情莫不是一只鸡 他寻声而去 果然看到了一只 浑身长满了翠绿色羽毛的大公鸡 这大公鸡长得极为矫健 浑身翠绿色 羽毛丰满 流光溢彩 身上的翠绿色 犹如三片玉叶 就是你了 顾颖身法游动 瞬间将那大公鸡抓在手中 三叶真情 乾隆书院每日清晨啼晓之物 吸食天地精气 神意非凡 为上师缘莫选所饲养 顾颖看到前面露出欣慰的笑容 果然是你啊 小宝贝 结果 当看到后面为上师缘莫选所饲养 心中顿时一沉 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轰隆 于乾隆书院内 一股恐怖的气息骤然爆发 随后将这里直接淹没 这股气息远远超过于顾颖 曾经所见过的一切强者 甚至是金丹级的黄斧尔 这乾隆书院的四大上师 都具备赤霞镜的实力 擅自对乾隆书院奇珍不尽 你可知罪 一道身影衣袍漆黑 不知何时 出现在顾颖的不远处 一对深邃的毛子 犹如魔鸢一般 将所有人浸透在里面 无法呼吸 他便是四大上师之一 袁莫选 那股气息 直接便将顾颖压住 如若不是有乾隆书院的保护在 顾颖恐怕 直接就会变成一团肉泥 不少人闻信而来 毕竟上师爆发气息 这场面太轰动了 发生了什么 天才们看到了顾颖抱着一只看模样 便极为不凡的攻击 在结合先前袁莫选所说之话 顿时便捋清了前因后果 顾颖这是在做什么 他捕捉乾隆书院饲养的奇珍 那是今早爆笑之物 今日听到了这荆棘爆笑 我感觉犹如沉中目骨 精神清明 这是一件灵物 却被顾颖冒犯 这下可惨了 就算是有乾隆书院的保护 估计到时候上师过来领人的时候 对于顾颖的好感度 也会直线下降 昨天不知道顾颖用什么办法 竟然将自己和上师御玄机的好感度拉高 而现在 估计要一招回到最开始了 有的人担忧 有的人幸灾乐祸 却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上师来了 此时 以楚臣为首的剑修 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 昨天他们经历过一遍的事 终于可以让顾颖重新经历一遍了 预旋机走了出来 一对美眸灯时 注意到了现如今的情况 他冷眼扫过顾颖 然后又看了看此时怒不可遏的袁墨旋 稍加思考后 他突然出现在了顾颖的面前 一道剑光冲天起 浓稠的剑意 瞬间将这漫天的漠海 撕开一道缝隙 袁墨旋眯起眸子 此时不满地看着玉旋机 冷声道 你要做什么 玉旋机 我的弟子 若是做错了什么事 自由我来定夺 无需你阅祖带谱 玉旋机清冷的声音响起 传入袁墨旋的耳中 却是极为刺耳 然而此时 五位剑修却是猛逼了 上师啊 昨天你不是这样的 昨天他们只是摘了一点茶叶 便被打了个半死 当时玉旋机冷眼抱肩在旁边 冷淡说道 术不修理不成才 人不修理不成才 使劲打 不必顾及我的颜面 可今天怎么救我的弟子 自由我来定夺了 若是被顾颖知道他们心中所想 肯定会露出不懈的嘲笑 懂不懂什么叫艾托 而此时 有了玉旋机的出面 袁墨旋也是短暂的迟疑了片刻 大概就连袁墨旋都忌惮玉旋机的剑 也有可能是因为 毕竟都是最顶级的强者 他们不会轻易动手 那让他将三叶真情留下 这是他最后的底线了 啊 他双手拖着三叶真情 这只平时熊啾啾气昂昂的大公鸡 现在无力地搭拉着脑袋 一看脖子就知道 这特么绝对是刚刚顾颈动的手 玉旋机看着顾颖露出了赞赏的神色 可神色却很悲伤 他轻轻说道 徒儿 不要冒犯三叶真情了 他这么多年报销有功 带回去 将他好生安葬了吧 知道了 上师 这师徒二人一唱一和 顿时让那袁墨旋脸色涨红 可他看了玉旋机好久 却是迟迟不愿意动手 他一挥袖袍 怒气冲冲地离开此处 而对于顾颖来说 当看到玉旋机决定避佑自己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件事有门了 三叶真情 你想要是吧 但是毕竟也只是你的一件宠物而已 死掉了就没有价值了 最重要的是 当时顾颖从玉旋机的眼眸中 读出了一些意思 玉旋机早就基于这三叶真情好久了 只不怪于上师的面子 迟迟没有动手 现在顾颖去做了 给了玉旋机一个由头 他心中绝对喜不自胜 这就完事了 楚臣不理解 他真不理解啊 大家都是冒犯了其他上师 怎么就你顾颖没事啊 不管了 讨好上师才是重中之重 他连忙来到顾颖的身旁 随后便想要接过那三叶真情的尸体 神色悲泣道 上师 三叶真情劳苦功高 便由我来安葬吧 玉旋机冷冷地斜了他眼 上师玉旋机对你的好感下降五十点 您正面临着被逐出世门的危机 楚臣待置在原地 面前的顾颖 用看傻子的眸光看着他 然后从他身边经过 这孩子煞笔吧 顾颖觉得 唯有用最直接的评价 才能直观立体的形容楚臣 而此时 看着顾颖怀中的三叶真情 玉旋机的眸光火热 看着顾颖的神色愈发的柔和 就好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一般 越看越觉得喜欢 上师玉旋机对你的好感度加一百 您的好感度已提升为 视若己出 玉旋机带着顾颖 来到了乾隆书院的一处空地上 然后直接抬起手 来从后方取出一些木材 又弹出一些火花 直接开始生火 烧鸡 顾颖的手法娴熟 三下五除二 就将那三叶真情处理好了 然后放在烤架上开始烤 没多一会儿 便有油滋滋的声音传出 香味肆意 上师玉旋机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上师玉旋机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顾颖和玉旋机一同共享了 这只三叶真情 两人不断地聊着天 玉旋机虽然只是天道投影 但是他却是真真实实在上古时期存在过的强者 听着他所述说的上古时代 顾颖也有些心持神往 通天剑派 上古至强建宗 而玉旋机 作为上古至强建宗宗主之女 天资强盛 在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后面的是我记得不清了 大概因为 我也只是一道投影而已 玉旋机神色柔和 看着顾颖 徐徐说道 我在那个时代 也有很多弟子 若是你也在那个时代就好了 我也会做你的师尊 顾颖心中沉默 他忽然意识到 四位上师 都是一段意识 被天道霸道地截取了过来 然后创造了这四位 他们拥有意识 知道自己目前的状态 只不过无可奈何 他们被乾隆书院操控 成为乾隆书院的工具 我的身上 有很多剑修必生渴望之物 徒儿 继续努力吧 玉旋机潇洒说完 用尖细的手指甲踢了踢牙 然后丢下了一只银色的小剑 乾隆破阵剑 顶尖灵宝 形态虽小 却内含38个破阵阵法 完全催动之下 可撕碎万千阵法 然而催动之时 需要吸收庞大的灵气量 请谨慎使用 顾应忍不住震动 大概这就是乾隆书院 最逆天的东西了吧 无论是剑拙 还是眼前的乾隆破阵剑 都是上古的宝贝 经过了现在天道的改造后 所形成的特殊灵宝 效果逆天 珍贵至极 总感觉我这位上师 或许也是一位苦命人 如果乾隆书院 截取了玉旋机的一段记忆 那么 这段记忆 是从哪里结束的呢 上师后面又经历了什么 他的声音中带着点疑惑 很快他不再去想了 因为想这么多没用了 不管后面发生了什么 到了现在的这个时间线 玉旋机也注定变成了黄土一仆 世间有永生的办法吗 大概是没有吧 顾应叹息着摇了摇头 随后 开始让这乾隆破阵剑认主 乾隆破阵剑 已经成功认主 顾应看着在自己指尖 不断翻飞的青绿色小剑 忍不住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这才进入了乾隆书院两日的时间 然而顾应却已经收获了两种顶尖领宝 外加五千点经验值了 乾隆书院果真是机缘满地走啊 顾应呢喃着说出了一句 足以让进入乾隆书院的其他二十三位天骄 足以将他碎尸万段的话 今日玉旋机的讲学中 玉旋机小幅微鼓 显得极为可爱 嘴里带着一股烤鸡胃 给大家讲解上古建计 顾应就插座在玉旋机的怀里听课了 当之无愧的哀徒 而楚臣瑟瑟发抖地蹲在角落里听课 没办法 他现在进入课堂上就是这种待遇 如果不来的话 那么他就直接地被驱逐出乾隆书院 他忽然神情寂寞萧瑟 想他堂堂楚王区域乾隆榜第一 被其他人称作小剑神的楚臣 竟然也会落得如此下场 他唏嘘不已 乾隆书院的真正上古秘迹还没有传授 他可不能提前出局啊 这小子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楚臣一对眸子 不甘心地看着贴身听讲的顾应 顾应作为C位 再加上他的所有问题 玉璇基都细心讲解 所以顾应掌握得极快 估计今天敲击凌晨中的机会 还是顾应的了 顾应100分 上师 玉璇基 王和 77分 上师 袁墨璇 皇甫星宇 79分 上师 圣华子 田丰 69分 上师 江子仲 果然 第二日 大家的评分都变高了一些 显然是因为好感越来越高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 月明楼竟然被赶超了 月明楼揉了揉脑袋 忽然觉得自己在擅长的领域被超越了 有些郁闷 而顾应则是无奈 最终的所学判定 自然是顾应拿到了第一名 融会贯通100% 无人可以超越 这让王和等人恨得牙痒痒的 而此时的顾应 却不去理会这些人 这才哪到哪 他来到了那巨大的灵神钟前 看着内蕴金光的灵神钟 暗中祷告了一声 然后猛然敲击 荡 荡 嗯 所有人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奇怪至极 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 怎么感觉 灵神钟好像响了两下呢 然而此地再无其他神异之事发生 唯有顾应笑得开心 恭喜您成功触发 第二次敲响灵神钟的机会 获得灵神钟篡改点加二 获得三千道火丹星号一 获得天古命符星号一 好好好 赌狗万岁 顾应也没想到 自己这随手一敲 竟然直接就敲出了10%的双倍概率 直接敲击两次 获得了两个灵神中所牵引而来的诸天财宝 简直逆天 三千道火丹 六品丹药 蕴含三千道火投影 而下的紫火 包容浓郁的先天阳精致气 这是一枚可以获得大量先天阳精致气的珍贵六品丹药 顾应心头微动 感受到很多人的视线 他将第二件物品也先放在了自己的包裹之中 然后朝着其他人摆手示意 皇甫心语的眼眸中闪过一抹羡慕 轻声弥喃 前往区域当真出了个不得了的妖孽 老顾能在这种地方领先我等 自然有其强大的地方 哎 可惜了 皇甫心语略带着些叹息 看了一眼自己的师尊 圣华子 然而此时圣华子却是一眼都不看皇甫心语 气质清冷 眉眼高 这让他有些感慨 等到散去的时候 皇甫心语找到了顾应 希望能寻求一些帮助 我的血脉纯洁无瑕 这也是圣华子上师最看重我的地方 然而今日圣华子上师传授灵童玄弓的时候 却发现了我的秘密 皇甫心语苦笑叹息 当初年少无知 破了身 在运行灵童玄弓的时候出了问题 圣华子上师说 我不适合走圣道 这让我很受打击 同时 圣华子上师对我的好感度 也在不断的下降 现在 我应该怎么办 皇甫心语对外高冷 然而对待心中认可的人 他还是个挺有趣的人的 就好像是老大哥一样 不过现在的皇甫心语 像急了前世遇事不绝 就去庙前问 大师我该怎么办的那些人 看样子 皇甫心语似乎要将当初的事 事无巨细地给顾颖讲一遍 美其名曰之全貌 才好出谋划策 然而顾颖却是最受不了 别人给他碎碎面 他手一张 打住 圣华子是吧 顾颖看了一眼 那高洁傲暗的圣华子 这人犹如莲花一般 圣洁不染 走的是上古圣道 纯粹无瑕 眼睛里柔不得半点沙子 圣华子 喜爱 乾隆书院后面的清晨滴滴朝露 顾颖将这些圣华子喜欢的东西 告知给了皇甫心语 皇甫心语喜不自圣 圣王区域的年轻一辈的大哥 现在高兴得跟个孩子一样 他搂住顾颖的肩膀 轻声说道 老顾 我就说我和你投缘 我这就去搜集 感动上师 顾颖无奈 他对皇甫心语的感觉还不错 这人性格古怪 可远观而不可敬看 远观 此人神圣非凡 气宇轩昂 犹如天神圣域 不可亵渎 可离近一看 这人就显得真实了许多 就是一个喜欢碎碎念的老大哥 顾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借着夜色 他取出一张缭绕着光运的符 在夜色中 这枚符显得格外的神秘 天古命符 特殊领保 在经过任主之后 将会与宿主的命运脉络绑定 在宿主遭遇到致命打击之时 天古命符会自行炸裂开来 为宿主替死 也就是说 这张天古命符 相当于给顾颖提供了第二条命 而且不用顾颖处罚 他会自行处罚 神器啊 乾隆书院出品 果然必数精品 顾颖忍不住赞叹 随后他将天古命符练化 天古命符绑定成功 宿主 顾颖 佩戴天古命符 将会获得天道集运眷属 伴随着佩戴时间的长短 来获得微薄的气韵 顾颖心满意足 随后取出了那枚三千道火丹 顾颖服用三千道火丹 浑身变得无比的炙热 每一寸肌肤上都冒出红光 最可怕的是 毛孔上跳动着细微的火苗 让顾颖犹如画作火焰怪物 它开启自己的赤岩九龙体 开始疯狂的吸收 先天阳精之气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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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赤岩九龙体 符合进化标准 正在进化中 一百分号 百分之四 百分之十八 神火天旋体激活效果 力量加八零 速度加八零 防御一百六十 神火龙微 短时间内激活龙微属性 克制同大境界内的一切修行者 使他们心生惧怕 所有属性下降百分之二十 持续时间三十分钟 冷却时间七日 九龙风符 换出九道天旋真龙 攀附全身 五分钟内 力量加一五零 赤岩九龙体进化了 变成了火属性灵体的第三阶段 神火天旋体 跟我想的没错 每进化一个阶段 前面的效果都会翻倍 然后新增一条特殊的能力 天旋神火体 目前应该是我唯一一个 到达了第三阶段的体质 效果惊人啊 顾盈很是满意 而随后 他也开启了灵神中的篡改面板 这次直接获得了两点篡改点 顾盈将篡改二和篡改三一同拉满 篡改二 敲击灵神中之时 获得红韵当头特效概率 正10% 篡改点 一 篡改三 敲击灵神中之时 有10%概率引来诸天的馈赠 降下灌顶光柱 在灌顶光柱内 你能在短时间内 疯狂吸收经验值 篡改点 一 若能获得篡改二的话 应该就是多一些奖励 我现在貌似还真不是 很缺其他的奖励 除非能够出现一些 能让我体质进化 直观获得经验值的好宝贝 不然的话 对我还真没什么吸引力 篡改三还差不多 直接引来诸天馈赠 灌顶的话 可以获得大量经验值 不管如何 篡改一二三 都是有概率的 顾盈只能希望自己的运气 再好一些 而第三日 顾盈从屋子中清醒过来 却是得到了消息 今日的奖学 不会继续进行了 据说乾隆书院方面 要针对于目前的二十四位天才 进行一场特殊的测试 到时候 可能要带着我们去其他地方 来告知顾盈的人 是素来沉默寡言的苍月痕 看他的模样 显然刚刚通知了所有人 上师 袁墨玄对您的好感度加一 苍月痕输了口气 没办法 他只能靠着帮上师办事 才能收获这些好感度了 而顾盈点头 谢谢了 我知道了 正午时分 二十四位天才聚集一堂 你们将会即刻进入天寻谷 在天寻谷中 你们将会遭遇各种各样 但是天地立场 在天地立场中 所能够坚持的时间越长 最终的评分也将会越高 天寻谷 据说是一处自然形成的奇异地方 会随即出现各种天地立场 在天地立场中 人都会显得无比的渺小 而他们都是八王之地中 最顶尖的天才 看样子 今日能够敲响灵神中的人 应当也就是在天寻谷中 评分最高的人了 他们在四位上师的带领下 进入到了天寻谷内 天寻谷不算大 却似乎有一种天然而成的大事 笼罩在周遭 给人巨大的压力 四位上师略微张开手 天寻谷顿时仿佛复苏过来了一般 天寻谷 天地立场 启动中 天地立场 灼火神明领域 哗啦 天空忽然被某种未知的力量 染成血红色 一股恐怖的压力 从天空深处渗透下来 垂直坠落在所有天才的身上 这是一股天地大事 黄斐星雨略皱眉头 在这一刻他还是极为靠谱的 他的眉心处 黄斐血脉完全开启 周围的人压力骤轻 而王河也是如此 他的身上涌出天魔之色 刹那间风雨咆哮 开始抵抗天地大事 这更像是一种天地领域 楚臣取出一柄剑 下一刻 清亮的剑光如龙一般跃起 跳入天空 直入云端 与那些坠落下来的神火 纠缠在一起 所有天骄纷纷出手 让人眼花缭乱 震撼至极 而此时 顾颖站在人群中 微微凝眉 天地 领域 他取出方寸棋 这乾隆榜排名第一 随即出现的顶尖领宝 这是一种具备 自主学习能力的领宝 可以捐克领域 天地领域行不行呢 顾颖取出了方寸棋 哗啦 他露出喜悦的神色 因为方寸棋在面对 那烛火神明领域的一瞬间 内部竟然开始运作 仿佛在刻画着某种特殊的纹路 据说 天地大阵 便是有人观摩天地领域 从而创造而出的 天与人一般无二 都有一种天生的自然而然的事 而这种事 如果足够强大的时候 就可以演化出领域 现在顾颖的方寸棋 先利用捐克能力 将灼火神明领域 演化成一种阵法 到时候 再利用方寸棋的本质特性 将阵法演变成领域 乾隆书院 当真是自己的俘虏之地 顾颖露出了笑容 天寻谷 就是方寸棋无限成长的时刻 急兵神明领域启动中 木曼神明领域启动中 神伐神明领域启动中 金玉神明领域启动中 巨灵神明领域启动中 煞时间 伴随着天寻谷不断的颤动 一种又一种可怕的神明领域 开始降临 叠加 这些天骄们 也都有些承受不住了 开始陆陆续续有天骄放弃 月明楼汉流加倍 几倍弯曲 各种天地领域力量 压在他的身上 让他已经要超负荷了 他一步踏出天寻谷 眸光中带着点挫败 我已经到极限了 退出来的天骄们 都紧要牙关 显然都有些不太服气 但是没办法 刚刚的那各种各样的神明领域 当真可怕 能够留在里面的 现在都是最顶级的妖念 然而忽然有人露出奇怪的神色 你们看 顾影怎么好像丝毫不受影响一样 所有人顿时寻声望去 只看到顾影站在原地 不曾动弹一步 手中悬浮着一只古怪的旗帜 那旗帜在颤抖 时而激荡出各种各样的神秘力量 似乎为顾影抵挡住了大量的压力 怎么感觉顾影手中的旗帜 所激荡出来的力量 与这乾隆书院天寻谷所激荡而出的 所有神明领域的力量 有些相似呢 这家伙就是了打翻场里的怪物 疾病神明领域转刻中 转刻成功 正在补全 木曼神明领域转刻中 转刻成功 正在补全 神阀神明领域转刻中 转刻成功 正在补全 金玉神明领域转刻中 转刻成功 正在补全 距离神明领域转刻中 转刻成功 正在补全 顾影手中的方寸奇 疯狂地颤动 天地领域 被方寸奇疯狂地学习 就连顾影都没想到 这方寸奇的学习能力 竟然当真如此可怕 天寻谷之中的大势磅礴而自然 若能全部复刻成功 那么对于顾影来说 将会是一大助力 方寸奇已领悟疾兵神明领域 方寸奇已领悟木曼神明领域 方寸奇已领悟神阀神明领域 方寸奇已领悟金玉神明领域 方寸奇已领悟巨灵神明领域 方寸奇已领悟烛火神明领域 煞时间 顾影的方寸奇疯狂颤动 在自主学习后 方寸奇也在向外不断地渗透出特殊的光芒 或许是这六大领域代表着诸天大势 让方寸奇搜集完了某种特殊的一套领域 方寸奇进化 你已获得王道领保 诸神奇 方寸奇竟然直接进化了 这是顾影未曾想到过的 原本方寸奇乃是顶尖领保 而现在竟然进化成了王道领保 直接跨越了一个大阶级 这有点逆天啊 诸神领域吞噬成功 方寸奇直接进化成了诸神奇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方寸奇的价值 顾影忍不住心中感叹 方寸奇拥有自主学习能力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 也就是说拥有无限成长性啊 若能搜集诸天领域 那么这方寸奇还能更进一步 王道领保之上 似乎是大道领保 方寸奇还真有可能具备成为 大道领保的前置 顾影若有所思 而此时 他站在那里 方寸奇是放出一股强大的场域 直接将顾影整个包裹在其中 而现在场中也就只剩下顾影 王和 皇甫星宇三人屹立了 其他人在六大神明领域 全部出现的一瞬间 就已经悉数败退了 没办法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几乎要将他们的身躯压断 这三人还真是妖孽啊 不过这个顾影 还真是出乎我意料 看来前王区域 还真是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听闻前王区域 有一位入梦的静道生灵 出世便是神丹一重 一个月内 踏入神丹四重境界 可惜他销声匿迹 应当是被顾影所斩 那位秦宇言 已经是妖孽中的妖孽 而这位能将他斩杀的顾影 自然更加不容小觑 天才们纷纷注视着顾影 看到顾影手中的旗帜 散发无限的光辉 仿佛有一尊尊神明 在虚空中露出威严 用和善的眸光注视着顾影 终于就在此时 王和和皇甫星宇 也快要承受不住了 天地领域越来越强 犹如大雨倾盆而下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堆积的水势携带的压力 是让人无法忍受的 咔咔咔 他们的身躯开始颤抖 代表着八王之地最高水准的肉身 现在竟然也面临着 即将崩溃的危机 肌肉竞乱 大势棒击 黄甫星宇和王和 几乎是同时被那股力量 驱逐出天寻谷的 老顾这个妖念 黄甫星宇用异色 看着场中站立着的顾影 顾影手中的诸神旗 疯狂地释放出诸神领域 天寻谷的那些天地领域 完全不能影响到顾影 这不是作弊吗 王和神色阴沉 怎么 老顾的那件灵宝 不是他的 是你的 身上所属之所有物 都算在战力之中 你王和敢脱光衣服 不戴任何假咒灵宝 与我一战 我头都给你戳爆 黄甫星宇犹如天神下凡 眉宇发光 居高临下地看着王和 王和冷哼一声回应 然而就在此时 场中的顾影 忽然收起了方寸棋 此时场中的领域压力 已经浓稠到一种 可以压垮巨山的程度了 这一幕让不少人瞪着眼睛 霸体 顾影气血沸腾 磅礴的压力 坠落在他的肩膀上 而他的身躯一阵 随后竟然直接抗住了那份压力 霸体作为吸食上骨体 修胜血精华 而孕育而成的体质 顾影却一直都没有进行锤炼 这天寻骨构造特殊 压力巨大 倒是一个不错的锻炼机会 看到顾影直接抗住压力 所有人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他还拥有一种特殊的体修体质 这体修体质极为不凡 我感受到了上骨之血流通的味道 此时 高居于山巅的圣华子忽然出生 他高级傲暗 气质端庄 对圣道气息极为敏感 而顾影的血液中流淌着淡淡的圣道味道 玉玄机 你的这位弟子很势不凡 能让圣华子如此赞扬 大概是因为 圣华子在顾影的体内 感受到了很多恐怖的东西 玉玄机美眸中略带骄傲 您的上师玉玄机为您感到骄傲 好感度加实 不过这些顾影是完全听不到了 他的耳边仿佛有山海轻浮的声音 磅礴的压力要将他吞没 诸神领域在疯狂旋转 好像天地大阵要将顾影直接炼化 上古体修玩的都是极限路子 我身怀霸体 若没有一颗无畏的心 今日的锤炼将没有丝毫作用 顾影神色坚定 他直接放空全身 他这是在做什么 放空全身 哄 顾影倒在地上 压力坠落 失去了他那神丹 二重境界的修为支撑 霸体犹如一颗空壳 被那些压力疯狂轰击 他想要用这诸神领域 直接给他的体质 创造出一个极限的地方 逼迫出压力 体修需要常年累月的积累与锤炼 无数次打破极限 才能缔造出完美的肉身 而顾影 这是要直接一次性地打通极限 在场的天骄 无不露出畏惧的神色 很难想象顾影的胆量与气魄 顾影的肌肤在疯狂地脱落 血液从毛孔中涌出 然后快速蒸发到天空中 整个天寻谷 都弥散着淡红色的血污 轰隆 忽然他们看到顾影的肉身 在灿灿发亮 不对 是顾影的血管在发亮 一根根脉络宛如千年老树 闪烁着圣洁的光芒 而后涌动至四肢百骸 仿佛游龙一般有力 霸体开始自我复苏 开始自行对抗天寻谷的六大神明领域 无形的对抗掀起风暴 顾影的肉身忽然轻微地颤动了一下 随后仿佛有某种特殊的力量 于它的翘穴中迸发 您的霸体成功打破一次极限 成功踏入金玉镜肉身 力量加100防御加100 金玉镜霸体特效 此场混乱 可瞬间开启一种独属于霸体的特殊场域 以身入局 混乱天地大势 可对领域力量具备克制作用 混乱对方领域 成了 打破极限 看似简单 其实也还是凶险至极 顾影身怀多种保命手段 也才敢如此应对 他看似放空 其实精神紧绷 一旦自己的霸体承受不住了 那么他立刻就会开启金玉神明身 或者是霸体的上古神明庇佑 直接逃离天寻谷 不过顾影的霸体不负众望 当初的上古圣血精华 虽然被吞噬了 但是我始终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就好像是霸体贴在我原本的肉身之上 是套在外面的 而现在 我的肉身 才是真正完美地吸收了上古圣血精华 顾影眸光闪烁风雷 煞时间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的肌肤全部融化 此时正在疯狂地生长出新的肌肤 滋滋滋 那是一种又痛又痒的古怪酸爽感 脱胎换骨 重获新生 所有人都感觉 仿佛有一头猛兽 于天寻谷中站起身子 他的肉身应当极为古老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浮运有点恐怖了 无论是刚刚的旗帜 又或者是现在的肉身 他好像走到哪里 都可以收获 我们所收获不到的机缘 这家伙是大道的蠢吗 这些天骄 其实都是浮运身后之辈 他们行走天地 无论走到哪里 都可以获得 别人意想不到的机缘 然而现如今 他们竟然开始 极度起故隐来了 此人前途无量 有的人酸溜溜地说了一句 然而却不得不承认 刚刚的这句话 说的是真心实意的 顾颖新生的肌肤 犹如白玉一般 柔腻软淡 可却拥有着惊人的韧性 雷霆一般的力量 在他的身躯之中迸发 顾颖深吸一口气 肉身又突破一次极限 踏入金玉境了 上次吸收圣血精华后 顾颖的肉身突破极限 进入到了盘境肉身 盘境 金玉境 破陷境 后续的打破极限 只会越来越凶险 顾颖略微点头 而此时 他也准备走出天寻谷 这只是一场测试而已 应该算是乾隆书院的 固有特色项目 待的时间再久也无用 因为已经无人与他竞争了 好徒儿 玉璇姬一步踏至顾颖身前 一只白皙的玉手 在顾颖的身上摸来摸去 你的肉身虽然看似柔软冰凉 可却拥有惊人的韧性 感觉寻常刀剑 连让你破皮的能力都没有 顾颖后退一步 上师说便说 不必动手动脚 而玉璇姬也不恼 神色中带着骄傲 三位 我的弟子拿到今日第一的成绩 应当不过分吧 他的言语中带着点骄傲自得 而其他三位上师 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顾颖 也便只能阴运 他们都是上古的记忆投影 顾颖很让他们吃惊 就算是在他们记忆中的上古年间 顾颖这样的妖孽也很少见 你已获得敲响灵神钟的机会 是否立刻敲响 三次敲钟了 所有天才心中发酸 你至少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吧 乾隆书院敲钟才是最终的最好奖励 然而他们却都没有享受得到 这让他们抓耳挠腮 以往在外界 他们都是气运鼎盛之人 无论走到哪里 最终的奖励都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可是这一次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自从踏入了乾隆书院 似乎 好运就不站在他们的身边了呀 当 这一次并没有触发双倍特效 然而让顾颖没想到的是 一道光柱骤然映照整个乾隆书院 煞时间光芒映照万古星空 无数星辰西数闪烁出现在那虚空之中 光柱将顾颖笼罩 里面蕴含着浓郁的能量 你已触发诸天的馈赠 请即刻开始吸收能量 转化为经验值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敲钟怎么忽然就天地变色了 顾颖 别卷了 给我们留点吧 我从那光柱之中 感受到了无数恢弘大道的气息 从那些大道之上传来和善的光芒 浓稠的能量注入到了顾颖的身上 这是大道灌顶啊 你是什么气韵之子啊 在场都是八王之地气韵鼎盛之人 然而今日却都好像不灵了 好像所有的气韵都在那个黑袍俊美的年轻人身上了 能引来大道馈赠 可你并不是进到生灵 我的这位弟子处处都透露着神意 若是在我的那个时代诞生 现如今 你或许已经是盘踞于至高领域的顶级生灵了吧 玉璇姬美眸震惊 呢喃自语 哪怕是他这位上古赤霞进强者 也被顾颖所震撼到了 顾颖盘息而坐 惊吞能量 经验值加1000 经验值加500 经验值加1000 经验值加999 经验值加1050 经验值开始突飞猛进 无数经验值疯狂地窜入到了顾颖的体内 他的气息无限高涨 整个人犹如天神下凡一般 实在是太过于可怕了 你已踏入神单三重境界 顾颖突破了 然而经验值还在猛涨 天道的馈赠结束后 顾颖一共获得了18000点经验值 你已经踏入神单四重境界 顾颖直接连跳两级 气息猛然高涨 原本在这些八王之地的顶尖天骄中 顾颖的修为应该是中下层次的 然而现在 他的修为直接一跃成为最顶级的存在 神单四重 八王之地年轻一辈最巅峰层次的修为水准了 顾颖从浓郁的光柱中走出 诸天异象开始消散 而此时 八王之地内的各大天骄神色幽怨 看着顾颖怒骂道 妖念 怪物 太不是人了 顾颖的存在 当真是让其余的23位天才都有些挫败 颇有点大气韵者的味道了 而顾颖触发了天道的馈赠 却也获得了敲响灵神中的奖励 只不过 这次的灵神中奖励倒是让顾颖有些意外 上古吞天鹰的蛋 上古吞天鹰的蛋 不多时 顾颖的包裹之中 顿时便出现了一颗浑渊的蛋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这让顾颖有些诧异 上古吞天鹰 也不知道在上古时期属于什么层次的妖兽 不过我身怀御兽术 这枚蛋对于我来说 倒也不算是毫无用处 等到顾颖退下来之后 也感受到了 这些天骄们极度至极的神色 而顾颖却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大概是早已经习惯了 而等到顾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后 人物 顾颖 体质 集魔体 神火天玄体 先天木灵体 先天水灵体 修为 神丹四重 28571000 武学 骤剑诀 圆满1050 凤鸣游身部 圆满1050 猎穹剑术 圆满2450 战装弓 2550 大劲严重 515 老农砍柴弓 15 中灵剑身 圆满150 灵溪剑指 1230 龙象雷镜 石龙象神镜 不朽鲜火 010 空明剑道真身 圆满4050 苍龙顿物剑诀 圆满3550 灵宝 神霞剑 神庭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神明灵羽 圣魔长弓 剑拙 乾龙破阵剑 天古命符 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圣灵者 剑道进阶等级 剑刚六层 顾颖现如今的等级 已经踏入到了神丹四重境界 他初步估计 现在寻常的神丹五重 应该会被自己轻易捏死 而神丹六重境界呢 顾颖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总感觉自己若是权力爆发 就算是神丹六重境界的强者 估计也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这次境界晋升 他的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也不知道外界顾家那边怎么样了 总有一种心事不宁的感觉 顾颖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他并不觉得 这种感觉是空穴来风 修仙之人无感敏锐 明明终于天机都有应兆 更不用说顾颖这种 在天命中占比很重的年轻天才了 接下来这几日 乾隆书院陆续进行 而上师所讲述的剑诀 也逐渐变得珍贵了起来 这几日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变故发生 自己的剑诀能力 剑纲也在不知不觉中 踏入到了第七层 当剑纲达到第九层之后 就可以开始凝聚剑纲为剑翼了 若能凝聚出剑翼 那么我甚至有把握在神丹境 就直接逆斩金丹 神丹与金丹境界之间的差距 犹如天地之别 金丹级强者 可以但只覆灭数十位 神丹六重的强者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皇甫瓦一出 故事立刻便会性性离去的原因 而剑翼的强大 可以为顾颖填平这份差距 拥有苍龙顿物剑决的顾颖 毫无畏惧 当进入乾隆树院第八日的时候 顾颖利用剑竹 给玉璇基制作了一个精致的小板凳 让玉璇基爱不释手 玉璇基对您的好感度 已提升为如获至宝 玉璇基青葱一般的手指 在顾颖的耳边轻轻刮了刮 然后小声说道 今晚来我房间 顾颖身子一僵 到了夜晚时分 顾颖心中忐忑地敲响了 上师玉璇基的门 乾隆书院很讲规矩 四位上师的房间 不能轻易打扰 不然的话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但是顾颖毕竟是有上师允诺的 请进 玉璇基柔柔的声音从房间中传出 顾颖心中忐忑 随后进入到了玉璇基的房间里 他看到了妙曼身躯 被青纱遮掩 玲珑有致 让顾颖看待了一下 快过来 玉璇基表情温柔 对着顾颖招手 然而当顾颖靠近之后 他轻声说道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深得我心 让我觉得如获至宝 锦儿 今夜传你来 只是想要将我通天剑派 同样也是通天剑弓的圣品剑爵 传授给你 来了 顾颖脸色微红 却是虎去一阵通天剑弓的圣品剑爵 通天剑弓是上古剑派 毕竟连一个剑派公主 都是赤侠境界的剑派 他们的剑爵会差吗 再加上有乾隆书院的加持 天道的更改 这本上古圣品剑爵 只会更为恐怖和强大 顾颖与玉玄机贴得很近 甚至可以感受到那炙热的温度 而玉玄机的声音传入顾颖的耳中 庞大的信息量涌入顾颖的脑海之中 你已获得上古圣品剑爵 通天剑派不传之密 通天剑津 通天剑津 上古圣品剑爵 是在剑道最鼎圣时期的巅峰之作 在圣品剑爵中也是最顶级的剑爵 并且因为是乾隆书院出品 增加一条乾隆特质 通天剑津共分为三式 分别为三种特质招式 群攻 通天神转 爆发 通天剑咒 重伤 通天暗镜 乾隆特质 通天剑津圆满之后 每日可以固定获得三只通天神转 累积起来 可以瞬间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这通天剑津着实恐怖 顾颖眼眸中闪烁一抹惊讶 一种剑津中饱含三种剑招 而且还是三种特质不同的 爆发类型的通天剑咒不必多说 通天神转是直接形成布满天地的剑道转纹 形成范围性的直接轰杀打击 而通天暗镜则是有点意思 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将通天暗镜打入对方身体之中 然后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直接引爆 造以重伤 而乾隆特质的说法则是 每次施展通天神转 需要用到一些转纹 都是瞬间凝聚而出的 圆满状态是五十转纹 铺开天空 而这个则是可以每天获得三道神转 到时候一同爆发 若是积累个一年的状态 那么我估计可以打出数十倍的伤害 数十倍的圣品剑决的伤害 这伤害是难以想象的 顾颖看着传完法后 就沉沉睡去的上师御旋机 也是露出了一些感激的神色 眼眸中闪过一抹倦意 直接吸收如此庞大的信息 对于顾颖还是有一些负担的 而这显然也就是上师御旋机所掌握的终极秘术了 在传授结束后 御旋机也是困倦不已 甚至顾颖看到御旋机零龙的郊区 都有点涣散的感觉 看样子 通天剑精 就是御旋机上师的投影基础 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 顾颖退回自己的房间里 随后便开始研究着通天剑精 通天剑精 不愧是上古剑弓的典籍 手法精湛 饱含万千 你已熟读通天剑精 剑冈修为加一百点 你已熟读通天剑精 剑冈修为加一百点 你已顾颖仅仅只是诵读五遍 剑冈的修为就直接增加了五百点 顾颖的剑冈修为 现在已经达到了第七层 而想要再进一步 现在是需要一千点剑冈修为 顾颖诵读五遍通天剑精 竟然就获得了五百点剑冈修为 这让顾颖忍不住撑奇 通天剑精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 更是上古时期的精华 吸收一些经验 便能够化作我的剑道修为 顾颖点头 然而顾颖估计 每天能够读读五遍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吸收经验也没有那么容易 乾隆书院第八天 各个上师也都开始给出了最终考验 乾隆书院 建置于上古龙族一处遗址之上 曾有龙记出现 请在龙望台中承受十级龙威 即可获得乾隆书院毕业资格 并且获得一期结业奖励 会根据承受十级龙威的 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排名越靠前 所获得的结业奖励越丰厚 顾颖忍不住无语 这天倒挺能整活的 还毕业资格 还一期结业奖励 龙望台 想不到最终奖励 竟然这么快就出现了 我怎么感觉 我在乾隆书院中 并没有得到什么 从上师那边 听懂了一些上古的知识 的确很珍贵 但是用处貌似 并没有那么大吧 这就可以结业了吗 我也觉得 我的乾隆 进修时间才刚刚开始 这龙望台听着就很猛 龙族 上古龙族 就已经是苍天霸主 天生神圣 但凡和龙粘上边的 可都是最极品的东西 不管如何 先去龙望台看看热闹 顾颖的出现 就如同是给乾隆书院 加快了进度 这乾隆书院的最终奖励 应当就是 每日敲钟 所能够获得的诸天财宝 每位上师手中 所掌握的上古圣品秘书 以及这个结业最终奖励 顾颖直接把上师好感度拉满 然后获得了 上古圣品秘书通天见经 便是直接开启了最终阶段 龙望台 与上古龙族有关吗 顾颖忍不住思索了起来 他的体内是有先天龙气的 深知龙族的可怕 也不知道这龙望台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龙望台位于乾隆书院最中心 一张漆黑如墨的台子 背后是一条矫尖玉悦的乾隆 而此时 皇甫星宇已经踏入龙望台 不多时便汗流加倍 三级龙望台龙威 便已如此恐怖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犹如一尊上古真龙俯看他 他竟然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 哪怕是皇甫足文完全开启 这种自卑感都未曾断绝 上古龙族幼年阶段 便是赤霞级的顶级存在 在完全成年后 直接进入道级 血脉优异者可举霞飞升 这种生灵自然不凡 王和不屑冷笑道 而对此 皇甫星宇罕见的 没有和他斗嘴 刚刚他犹如一颗 星斗的剑宇宙 那种感觉让他有些挫败 但是他有预感 若是自己 能够从这挫败中走出来 那么心境将会再进一个层次 压力才是永恒的机遇 这句话 一点错都没有 王和也去尝试了一下 结果显而易见 他也折在了三级龙威之上 此时 他看到了朝着这边走来的顾颖 眯着眼眸 王和与顾颖 虽然无冤无仇 但是顾颖与皇甫星宇走得比较近 所以他对顾颖 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 你也要来试试 顾颖点头 他总觉得心事不宁 怀疑是不是外界的顾家出了问题 这让他想要尽快离开乾隆书院 他来到龙望台前 站在了那矫尖玉悦的神龙下 煞时间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威压 神龙俯瞰 天地拉远 他仿佛变得无限渺小 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庞然大物 龙威一急 轰隆 顾颖身躯一阵 在那龙威的照耀下 顾颖体内的先天龙气猛然俱阵 似乎是感受到了龙威的刺激 每一尊龙族都是独立而强大的个体 威严震慑四方 不容侵犯 煞时间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大事 从顾颖的体内爆发 与龙望台的龙威分庭抗礼 龙威二级 龙威三级 龙威四级 龙威五级 轰轰轰轰轰 那龙望台疯狂地抬升龙威的等级 疯狂颤抖 此时那些天骄们恍然有一种错觉 那墨色台子之上 此时有两只恐怖的苍天霸主 正在骄傲对视 一散出来的龙威 让他们疯狂后退 露出金融 这 顾颖 他们已经无法评价顾颖了 张了张嘴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述说 龙威六级 龙威七级 龙威还在不断地上升 而顾颖 确实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没想到 自己的先天龙气 竟然能够如此逆天 直接力压那龙望台的龙威 龙望台应该只是因为是龙族遗址 沾染了一些上古龙族的气息 才拥有了微薄的龙威 而我的先天龙气 则是先天精气 乃是从里玉月龙门 蜕变成真龙的银龙里身上集取而成的 可以称之为真龙之气 两者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顾颖 毕竟只有一缕先天龙气而已 还是有点坚持不住了 准确来说 是顾颖快要坚持不住了 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被两股龙威压垮了 这双方在以顾颖的身躯 为擂台博弈 倒是苦了顾颖了 顾颖眼眸一瞪 神庭剑顿时出现在他的手中 一出手 便是已经蜕变成龙族武学的苍龙顿物剑绝 煞时间 顾颖体内的先天龙气 仿佛大将手握兵权 一股恐怖的剑道洪流 以龙族威压的形式释放出来 轰轰轰 龙威八级 龙威九级 龙威十级 轰轰轰 顾颖的先天龙气 在苍龙顿物剑绝的催动下 疯狂爆发 整个龙望台疯狂颤动 而此时 所有天才都惊呆了 因为十级龙威完全爆发 龙望台已经犹如变成了 黄风咒语之间 说到一夜偏周 顾颖屹立在其中 他们的视线都有些模糊 好像能看到两只怒龙在互相咆哮 您的先天龙气 变得更为坚韧 潜移默化之间 您的体质也在发生着微弱的变化 顾颖感觉先天龙气 似乎正在修改他的肉身 一时之间 虽然被那龙威镇压得有点难受 但是却还是有一种 痛病快乐的诡异感觉 让他有些怀疑人生 轰动 龙望台陡然矩阵一番 随后一道宏大的声音响彻而起 恭喜顾颖成功通过龙望台 十几龙为考验 已经获得乾隆书院第一阶段结业资格 一道青色红光 坠落到了顾颖的身上 瞬间将它淹没 似乎是在获得某种特殊的资格 很快顾颖听到了一道道宏大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响彻 乾隆书院第一期结业资格 您已获得称号 乾隆在渊 诺位一 恭喜您已获得结业奖励 王道领宝 神光翡翠卦士 恭喜您已获得三千点 可自由分配经验值 见到修为 境界修为 肉体修为 恭喜您已获得七品丹药 造化神罗丹 这一连串的奖励 让顾颖心中一震 现如今全红界 我应该都是第一位 通关乾隆书院的天才吧 所以 这份奖励 的确有点过分豪华了一些 乾隆在渊 诺位一 作为乾隆书院第一期 头号毕业的修行者 您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气韵 在您周遭 年轻一辈气韵负10% 老一辈气韵负20% 这个气韵削减 就有点恐怖了 气韵之事 本身就是玄之又玄 稍微一丁点的差距 都有可能造成气韵的反噬 就比如说 顾颖最开始 其实也就是比其他人 能多一些好感度而已 但是感觉就好像是 乾隆书院内的一切奖励 都变成顾颖的了 他直接领先其他人太多了 气韵之事 也就是一件滚雪球的事 而这个乾隆在渊的效果 让顾颖莫名的 有一种前世 看玄幻小说的主角感觉 主角所过之处 任何天之骄子 都只能俯首称臣 任何的困顿 都是在为明日的 一步登天做准备 这不就是乾隆在渊吗 顾颖神色怪异 而后他又看了一眼 那神光翡翠卦士 流光一彩 绚丽迷人 这卦士一看便知道绝对不俗 随后顾颖看了一眼效果 神光翡翠卦士 王道领宝 乾隆书院专门为 排名第一的修行者 所打造的王道领宝 佩戴着将会变为 概率之王者 概率王者 顾颖心头一动 然后急忙继续看了下去 结果这个神光翡翠的效果 让他喜出望外 神光眷属 可将小概率事件的概率 生成为高概率 分别拥有概率星号2 概率星号10 概率星号50 冷却时间7日 初步去看 这个神光翡翠卦士的效果 有些模糊不清 然而当顾颖 真正搞明白之后 他也是激动的不行 我选定一件事 如果我的原本概率为 50%以上 那么就会触发概率乘2的效果 如果在1%到50%以上 那么就会触发概率乘10的效果 如果原本概率在1%以下 那么就会触发概率乘50的效果 这神光翡翠 是直接更改顾颖的某些式的概率的 武学类7日时间内 可触发三次 其他刷新类 仅能触发一次 可以想象 顾颖灵溪剑指的 列创词条概率为5% 而若是 利用这个神光眷属 便能够直接修改成为50% 打出列创效果 也就是直接剥夺对方 10%的最大生命值 而且是整整三次 而若是 利用在银龙里的话 就是直接50%的刷新概率 银龙里的话 也能够获得5%的刷新概率 触发后才会消失 也就是说 不刷出银龙里 这个概率是不会消失的 这对于顾颖 这种概率波二来说 就是一件神器 不错不错 顾颖心满意足 3000点自由经验值 这经验值 可以分配在我的修为 见到修为 肉身修为之上 直接强行灌顶3000点经验值 这个效果 也是很逆天的 顾颖短暂的思考过后 直接将那3000点经验值 加持在了自己的 剑道修为之上 境界修为上 3000点经验值 没那么重要 而肉身修为 顾颈用不太上 肯定是剑道修为 这3000点经验值的价值 不可限量 您的剑道修为 已突破至剑刚七层 您的剑道修为 已突破至剑刚八层 您的剑道修为 已突破至剑刚九层 刷 所有人看着那被光芒 沐浴中的顾颖 都感觉此时的顾颖 仿佛一柄出鞘的神剑 每一次的颤鸣 都会爆发出 冲天而起的剑波 顾颈的剑 好恐怖 她的剑道修为 到底已经达到什么层次了 我本以为 我的剑道修为 已经是年轻一辈中的极致 昨天我 刚刚踏入剑刚五层境界 然而看到了她以后 我才发现 我到底有多么可笑 楚臣神色忽明忽暗 她自从遇到了顾颈 之后就屡屡受挫 在之前从未感受过 这样的体会 她在楚王区域的时候 感觉天地大势 都在跟着她走 然而遇到顾颈以后 似乎做什么事都不顺 今日她看到顾颈的剑道修为 仿佛凝望一座高山 那是她无法攀登的极致 剑刚九层了 距离和剑意只差一步了 顾颈略微露出了些许舒畅的感觉 现在的她 有信心凭借着九层剑刚 轻易秒杀神丹六众境界的强者 这倒是一件不错的喜事 你已获得 可以自行离开乾隆书院的机会 顾颈可以离开乾隆书院了 此时 一股香风弥散 随后玉璇基落在了顾颖的身旁 她稍微一挥手 顾颖便与她直接消失在了这里 这让楚臣等剑羞露出了极度的神色 上师太喜欢她了 可恶啊 玉璇基依依不舍地看着眼前的顾颖 随后轻轻地抱了顾颖一下 那对成熟的温柔贴在顾颖的身上 让顾颖心中荡起涟漪 哪怕知道 上师只是一道上古记忆投影 可上师的诱惑力 还是太恐怖了 我生于上古时期 到现在的这个时代 恐怕已经成了黄土一婆了 我是一片被截取的记忆 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 她的神色中带着点落幕 而顾颖想要安慰 却也不知道从何安慰起 等到你们都走后 乾隆书院第一期也就彻底结束了 而我也将会消散 上师 我们还能再见吗 顾颖这句话倒是真情实感 虽然她有作弊的成分 但是玉璇基对她的确是真心实意的 甚至顾颖觉得玉璇基已经伴随着好感度的上升 对她真正有了亲情的感觉 这次应该就是最后一面了 不必留恋于此 乾隆书院也只是天道的筛选游戏而已 不过 忽然玉璇基画风一转 我的那个时代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我的原生应该是早就已经陨落了 但是我记得我的记忆停留在的那个时刻 我心里所想的是 若是有一天通天建功的是完结 我的寿源将近 那么我便去探索 那烛火坠落大地的生灵禁区 这是我从小的愿望 想必我的尸身应该就葬身在那了吧 玉璇基露出些许感慨 随后发出警告 我只是感慨而已 你可不要找死前往烛火禁区 那是真正的生灵禁区 任何生命踏入其中都绝不可能生还 你小子已经得到了我的传承了 可别想不开 玉璇基有些担心 他也只是觉得自己的爱徒即将离去 他颇为感慨 谈论了自己的曾经 或许他也想变成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一个被囚禁在乾隆书院内的记忆投影 外面天地大变 我等上古强者 却成为了给后世筛选天交的工具 这天道啊 还真是可恶啊 他又和顾颖聊了许多 露出愉悦的神色 他坐在顾颖的身旁贴得很近 他让顾颖多给他说一说外界的变化 小顾颖 外面的世界真不错啊 他听完之后 站起身来 朝着乾隆书院走去 这一刻 他似乎重回了当初第一次出现在乾隆书院之时的那种高冷之感 忽然莫名感觉 玉璇基在自己爱徒离开后 更显得高冷严肃了许多 看样子 楚晨他们要惨了 顾颖唏嘘不已 您正在离开乾隆书院中 刷 顾颖重新踏足大地 而此时 这里依旧有着皇甫士族的强者在这里等待 出来了 皇甫闻露出诧异的神色 他们已经有过预测 乾隆书院应当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修行 没想到这才第八天啊 就有人出来了 是被淘汰了吗 他下意识的这般以为 可当看到走出来的年轻人气质不凡 完全没有败者的颓势 他才露出惊讶的神色 顾颖 顾颖是族长在外面认的弟弟 族长对待这位弟弟很是看重 平时也喜欢和顾颖独处 他们这些族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他连忙带上点尊重的神色 走了过去 一走近就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 他已是神丹四重境界的强者 然而此时 站在顾颖的身旁 竟是有一种自觉渺小的感觉 这个年轻人 现在到底已经走到哪一步了 他神色骇然 顾颖略微点头 走出了乾隆书院 他长呼出了一口气来 此番乾隆书院之中收获良多 让他心情愉悦 黄斧文走进来 随后看向顾颖说道 组长事先还打招呼 或许您会提前出来 我原本还觉得是组长多虑了 如此看来 还是组长了解您 黄斧文忍不住唏嘘 同时也用上了禁语 他有感觉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原本乃是乾隆区域的新生代第一人 而现在经历乾隆书院的洗礼 已然脱胎换骨 实力强劲的可怕 至少他站在顾颖的身旁 都觉得胆战心惊的 总觉得黄斧氏族内 除雀族长这个金丹级强者之外 已然没有其他人 能够是顾颖的对手了 这个念头一出现 黄斧文浑身震战 这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比之于族长 还要恐怖 我已经通知了族长 在黄斧氏族设宴 邀请您前往 黄斧文取出一件灵宝 这是一件飞行灵宝 巴掌大小的叶子 上面遍布金色的纹理 叶子稍微震战 然后开始快速变大 这是初级飞行灵宝 价值高昂 而顾颖看了看天色 有些归心似箭 但是婉儿解设宴 她自然不得不去 她说道 前辈 还是用我的飞行灵宝吧 你也有飞行灵宝 黄斧文冷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顾颖从怀中 取出了一只方舟 方舟快速变大 喷勃灵雾 在那方舟的映衬下 她的灵叶舟 已然显得无比的渺小暗淡 她被顾颖拉上天眼方舟 随后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消失在天空中 顾公子 你的这件灵舟 天眼方舟 黄斧文感觉喉咙干涩 前段时间的年兽活动 轰动了整个红界 据说最终的奖励 被一个神秘人 用极快的手速直接秒下 其中最为珍贵的限定一宝之一 就有一件王道飞行灵宝 名为天眼方舟 她看着脚底下的方舟 只感觉心中振战 顾颖虽然并未回答 而黄斧文心中 却是已经有了答案 看着眼前的这个顾家年轻人 她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 妖念 百年 大约十几席的时间 他们已然到达黄斧氏族 黄斧文亲自迎接 而顾颖则是早早的 便收了自己的天眼方舟 说到底不要太照耀 毕竟是王道飞行灵宝 在八王之地内顾颖 倒是已经不怕消息泄露 就是怕这种消息泄露到外面去 看样子 你这次收获泼风 黄斧文露出温和的笑容 这让附近的黄斧世家的强者 纷纷身子一抖 威严的族长 竟然还会如此温和 仿佛林家大姐姐一般 与平日里 那个威严严苛的族长 完全不是一个人啊 黄斧宴会上 黄斧氏族的强者 此时露出金融 看着坐在黄斧尔身旁的顾颖 顾颖气息稳重 那脸不显 可他们看着这个俊秀的黑袍年轻人 总觉得危险得很 乾隆书院内 竟然有四位上古时代的强者投影 每一位都有赤霞进的修为啊 林神中 天寻谷 上古秘迹 说实话 我有时候真羡慕你们这些天才 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啊 恨我没生在这个年代 能够与你们一同争锋 有的黄斧氏族的强者 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天地大变 景地无数 然而年轻人们能够享受的资源 是他们这些老一辈强者所羡慕的 天地大变 最受益者 便是这些年轻人 不然往年代有可能年轻人在这个年纪 就已经神丹了 这是被天道催化而成的空前事 这次从乾隆书院内走出来 估计八王之地的这些天才们都能脱胎换骨了 只不过 他们更关心眼前的顾颖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 顾公子现在是什么境界 顾颖如实达到 神丹四重 四 神丹四重了 他们记得顾颖在前段时间乾隆之争的时候 也才神丹一重境界 后续好像踏入神丹二重境界了 而这才进入乾隆书院八日 竟然就已经神丹四重了 估计顾公子现在的战力 恐怕已经不是我们这些老家伙 能够比拟的了 顾颖这样的天之骄子 在神丹一重的时候便能战败神丹四重的秦宇颜 秦宇颜的战力本就超脱神丹四重 更不用说现在已经神丹四重的顾颖了 战力绝不是寻常的神丹五重 甚至是神丹六重可以比拟的 皇甫尔表面平静 心中却也很震惊 刚认识顾颖的时候 顾颖貌似才刚踏入临旋境界 只是一个顾家少年 到现在顾颖已经成长到前往顶尖的层次了 这个年轻人的成长潜力 是无限的 总能缔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看着和皇甫强者们交谈着的顾颖 脸上的柔和意味越发浓郁 他对顾颖的情感究竟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是亲人吗 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愫 只不过他觉得 坐在顾颖的身旁 便会感受到一种亲密舒适的感觉 不像自己坐在皇甫氏族内 那么冷冰冰的 娃儿姐 现在顾颖如何了 顾颖徐徐询问 顾颖暂时平静 你不必担忧 只不过 最近故事有很多强者隐藏在顾颖附近 似乎想要探查顾颖的秘密 故而 顾颖目前很多发展都无法明面上进行 顾氏也意识到 顾颖现在绝对有大秘密 所以顾颖暂时的发展举步维艰 受到了限制 你现在若是回归顾颖 一切困难 应当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皇甫瓦尔的美眸闪烁 若有所指的柔柔道 你现在的战力 就连我都有些看不透呢 顾颖闻言轻笑 宴会过后 顾颖便告辞 娃儿姐 此番我回去 解决了顾家的事 顾家和皇甫氏族的合作 或许能够更进一步了 好 我期待那一天 到时候我要去顾家做客 你可不能吝啬 我想吃鱼了 皇甫瓦尔如此说道 好 顾颖坐上天眼方舟 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飞逝天穷 族长 顾公子现在的战力究竟如何啊 我刚刚踏入神丹六中 可我觉得 我站在顾公子的身旁 似乎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取走我的性命 这种感觉 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说话的皇甫强者 是一位中年人 他刚刚踏入神丹 六重这个名面上 前往区域最顶级的境界 还是第一次 有这样不安的感觉 而此时 当顾颖走后 皇甫瓦尔恢复了往日的威仪 他淡淡说道 他现在 金丹之下 应当再无敌手了 若是用上那层出不穷的底牌 或许就连寻常的金丹 对上顾颖都有危险 只不过后半段 他并没有多说 文言 皇甫氏族的强者们 都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圣阳城 顾家 顾秦仓愁眉不展地 坐在顾家内堂 下面是顾家的一众长老 顾家内堂气氛凝重 顾氏的强者 显然擅长隐匿行踪 现在就在打探 我顾家的情况 最近我们低调行事 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顾家有很多秘密 是见不得光的 比如顾颖院落之中的 黑鲤鱼池子 比如顾家经过顾颖 篡改后的喇叭怪刷新典 比如顾家的距林法阵 这些东西一旦暴露 那么对于顾家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 最近这几日 顾家就连距林法阵 都没有启动 而这对于正在 蓬勃发展的顾家来说 是致命的 揪不出这个顾氏强者 那么顾家的发展 将会一直停滞 这样不行 顾秦仓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更担心的是 顾颖的秘密被发现 儿子的秘密 才是最恐怖的 与之相比 顾家的这点东西 都只是小屋见大屋 必须要将的人揪出来 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他心急如焚 这一日 整个顾家都在四散搜寻 顾家出动了 近二十位神丹级强者 然而圣阳城附近 此时一道身影 露出嘲弄的笑容 他名为顾神英 乃是顾氏大族的 一位神丹六重的强者 他的身法 在顾氏大族乃是一绝 如今在天地大变之后 更是掌握了一本金色圣术 名为牵引神宗 只要给他足够宽阔的场地 就连金丹级强者 都别想抓住他 足内让我来监视顾家 终究还是太大财小用了 不过这顾家 应当是真有秘密的 在我监视的这段时间 整个顾家都停下了动作 显然是有很多东西 怕被我发现 嘖嘖 他冷淡地呢喃自语 而现在看到了 顾家想要将他抓住 他更加嘲弄了 一群鼠辈 也想找到我 他接连躲闪 来无影去无踪 将身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本金色圣术 乃是他偶然获得 自己也算是机缘深厚了 顾是大族的人 都不知道他 获得了金色圣术 只是以为他的身法 乃是顶尖的紫色身法 再加上 他身法天赋强大 才会导致他的速度 如此逆天 可就在此时 他忽然感受到 一股奇特的契机 将他锁定 嗯 他愣神了一下 神念降临 却并没有感受到什么 是我的错觉吗 忽然 他瞳孔收缩 不对劲 周遭的景象 陡然犹如砖瓦一般开始瓦解 层层空间开始消融 随后他瞬间出现在了一条街道之中 街道很普通 却很狭小 这样狭小的空间 让他极为不适 而此时更让他悚然的 是他的面前 竟然站着一道黑袍身影 这身影似乎很年轻 却给他浓烈的不安之感 我看你许久了 你应当掌握一门不俗的身法秘书 顾是大族对我不薄 那年轻人如此说道 顾身英脸色阴沉下来 你是顾家的人 不对 你是顾英 我见过你 他恍神了一下 竟然就是顾家的那位乾隆榜第一的妖孽 你不是在乾隆书院内吗 这么快就出来了 难道是被淘汰了 他的声音中带着幸灾乐祸 八王之地的天骄无数 他并不知道乾隆书院的规则 还以为这么快就出来的顾英 已经被乾隆书院所淘汰了 然而顾英却是淡淡地看着他 并不言语 此地空间乃是顾英最开始获得的第一个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请在规定时间内 成为最后一名存活的修行者 在规定时间内 如果没有决出最后一位存活的修行者 那么此空间中的所有人都将走向灭亡 获胜者将会继承唯一的修仙者称号 这个最初级的称号 现在却发挥了奇效 拥有圣品身法的顾神英 被克制的死死的 狭小的街道 极大限制了他的身法 顾神英身法全开 却是直接碰壁 您正在妄图逃离此空间 请立刻退回战斗空间 不然的话 将会受到虚空放逐惩罚 靠 顾神英怒骂一声 刚想退回 结果顾颖的剑来了 磅礴的雷霆之剑袭来 他显之又显得避开 老子怕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做什么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一个神单六重的强者 惧怕顾颖做什么 直接取出一柄长剑 剑光烈烈 朝着顾颖奔涌而来 顾颖神色平淡 一剑扫爆其所有剑光 随后在其惊恐的神色之中 直接将顾神英的肩膀动穿 你的实力 顾神英哀嚎的声音 响彻在这空间之中 眼眸中满是不敢置信 顾颖的剑夹杂着一股 让他难以抗衡的力量 那股浓稠的剑到修为 让他生不出任何拔剑反抗的勇气 你的剑纲为什么会这么强 此人并不需要答案 顾颖开启这个 唯一的修仙者称号后 这顾神英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剑纲九层爆发 一剑灌入顾神英的眉心 煞时间 他的眉心炸开 然后身躯坠落在原地 您成为最终获胜者 重新获得唯一的修仙者称号 顾神英陨落 空间解除 顾颖落在圣阳城之外 他看着顾神英落在地上的包裹 稍微翻动了一下 便找到了一本精彩的圣品武学 牵引神宗 金色圣品武学 千变万化 圣明神宗 修炼至圆满 飞行速度可堪比顶尖飞行领宝 很简单的描述 这就是一本纯粹到极致的身法武学 单纯提升个人飞行速度 将速度抬升到极致 并没有其他复杂的身法特效 目前我的身法的确是短板 毕竟我不可能在战斗中 取出天眼方舟 那样的话 还是太过笨重 顾氏带我不薄啊 我才刚刚回归顾家 竟然就送来这样一份厚礼 顾颖露出笑容 他朝着圣阳城走去 圣阳城顾家内 那顾氏的强者身法太过妖念 我先前在灵中看到了一串影子 结果很快就消失不见 这个该死的家伙 都没找到吗 顾秦仓神色难看 这种拥有极致身法速度的强者 行踪太过诡异 想不到 顾氏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才 这种剑走偏锋到极致的人才 在某些特殊的时候 会发挥出奇特的效果呀 他们在撕衬 现在应当怎么办 可就在此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响彻开来 诸位长老不必烦忧 那顾氏强者已经陨落 一只血淋淋的包裹 被丢到了顾家内堂之中 那是顾神因死亡后掉落的包裹 顾家内堂内的长老们冷了一下 先是警戒 随后听出声音的主人的身份 顿时露出了喜色 简儿 简儿回来了 乾隆书院这么快就结束了 顾天神连忙弯下 要去检查那包裹 看到了包裹中的顾氏令牌 再加上很多身法秘籍 确定了这包裹的身份 顿时露出了喜色 那强者被简儿杀了 顾秦仓连忙走过去 上下打量着顾颖 看到顾颖并无伤势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顾家内堂的强者们没有想到 被他们愁了这么多天的顾氏强者 竟然被顾颖直接解决了 等等 忽然顾天神等人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强者乃是神丹六重境界 被简儿你杀了 你现在的战力 已经已经达到神丹六重了 长老们纷纷露出金融 激动地看向顾颖 这个年轻人 还真是一路创造奇迹 而顾颖文言微微点头 在乾隆书院内有些收获 现在的实力的确很强 不过这顾神英 恰好被我所克制 就算是被克制 顾颖的实力也无庸置疑 顾秦苍露出欣慰的神色 看向了一旁的顾颖 随后轻声说道 你已经超越我了呀 他能够感受得到 哪怕是自己 现在在顾颖的身旁 都有巨大的压力 自己的这个儿子的战力 绝对已经超越了 神丹六重境界了 等到长老们全都退去 而顾颖也是和顾秦苍独处 想不到乾隆书院 竟然是这样的构造 里面拥有四位上师 唯一的竞争 也只是平分而已 看样子 偏到这是要筛选出真正的妖念 催化成长 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些对于他们 还是太过遥远 而顾秦苍欣慰地 看着眼前的顾颖 自己的儿子 在一众天才中脱颖而出 未来 顾颖能走到什么境地呢 顾家震撼于顾颖这次的提升 然而对于顾颖来说 这也只是一场变革的开始 而失去了顾神英的震慑 顾家也开始重新回归于发展 轰隆一声 距林法阵 爆发出震慑天地的轰鸣 眨眼间浓郁的灵气 便重新将整个顾家覆盖住了 顾家之人都极为激动 顾山顾云顾霞等人 都已经踏入到了 灵悬高阶的层次 而听说大哥回归 他们也都激动不已 顾颖一直都是他们的骄傲 是他们顾家这些年轻人的目标 毕竟那可是当之无愧的 乾隆榜第一啊 是乾王区域内的最强天骄 极具权威性 现在咱们顾家的子弟 在各大宗门内 混得风生水起的 只是因为 我们与大哥属于本家人 所有人都忌惮于顾家现在的实力 同样也忌惮于 大哥未来的潜力 顾霞小脸红扑扑的 一提到大哥 他就激动振奋不已 而一旁的顾山顾云二人 也都点头 现如今 顾颖的大明 在乾王区域内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他们羡慕 同样也下定决心修行 似乎当顾颖回归之后 顾家又恢复到了 那份繁荣发展的状态 这让很多顾家内藏的长老们 纷纷感叹 现在大少爷 这位顾家少主 当真已经成为了顾家的顶梁柱 有他在 似乎顾家就到不了 而顾颖则是选择回归了自己的住处 他看到了自己的黑鲤鱼池子 被用特殊的禁锢手法打下封印 知道这应该是顾秦苍担心自己的池子 被顾神鹰发现 而此时 顾颖抬手一键 破开了顾秦苍的禁止 啥时间流光一彩 好好好 顾颖不在的这段时间 黑鲤鱼池子不负众望 竟然刷新了这么多东西 顾颖当即开始动手去捞 七彩锦里一共刷新出来了十三只 分别是三只火属性的 七只木属性的 还有三只是水属性的 荧光灵片散发着各色的颜色 将顾颖的池子染成了彩色 顾颖继续打捞 却是看到了一条矫健 犹如油龙一般的银色锦里 此时正在摇曳 他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 银龙里 想不到顾颖的池子这么争气 我每日都将那些普通的黑鲤斩杀 让他拥有可以刷新的空间 看来这次你的收获很不错 顾秦苍感受到自己的禁止被破开 连忙处理完了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后 便来到了顾颖这边 当看到了顾颖给他共享的 有关于银龙里的面板后 顾秦苍露出了惊恶的神色 惊叹道 这玩意这么逆天 有概率获得先天龙气 这玩意的逆天程度 当真是难以想象的 父亲留下来吃鱼布 吃 不过那银龙里我就不吃了 我就吃你这些七彩鲤鱼吧 顾秦苍自然不会和儿子客气 只不过银龙里太过珍贵 所以顾秦苍自然不会和自己的儿子争抢 那些七彩锦理对他好处就已经很大了 感觉我再吃一些火属性的锦理 我就能够获得火属性灵体了 先天火灵体 顾秦苍神色中带着点期待 随后忽然询问自家儿子 你应该已经获得先天火灵体了吧 顾颖直接甩过去神火天玄体的面板 直接把顾秦苍干沉没了 好好好 这么掉是吧 不过顾秦苍看着顾颖的眸光 依旧还是极为欣慰的 自己的儿子愈发的优秀了 现在 你才是顾家的顶梁柱了 父亲 我们什么时候去接姑姑回家 顾颖忽然开口说道 现如今 顾氏与顾家的大战近在眼前 顾氏迟迟不动手 也只是因为皇甫氏族的压力而已 他们肯定是会动手的 顾氏肯定是会动手的 因为他们也能猜到你 若是从乾隆书院回归的话 将会是一个不小的变数 所以他们动手的日子不会远了 顾秦苍如此说道 而对于顾颖来说 这倒是一件好事 你努力修行 争取再将实力提一提 等到与顾氏的大战中 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分家震撼 我一会儿也会传信给皇甫氏族 让他们帮忙遮掩一下 你走出乾隆书院的消息 顾秦苍已经有些期待 当那些高傲的顾氏老者们 见到顾颖之时的场景了 肯定极为精彩 顾颖文言点头 顾颖先将七彩锦礼 以及银龙礼 全都交给了厨师 而后顾秦苍去处理点事 等到晚上的时候 再过来一起吃鱼 随后顾颖来到了池子前 一对眸子悠悠 他取出神光翡翠挂饰 当看到了神光翡翠挂饰之后 他第一件事想到的 就是自己的黑鲤鱼池子 目前池子里面 银龙礼的刷新概率是1% 若是利用神光翡翠进行修改的话 那么顾颖的银龙礼刷新概率 也就是变成50%了 神光翡翠挂饰的能力是 原本概率为50%以上 那么就会触发概率乘2的效果 如果在2%到50% 那么就会触发概率乘10的效果 如果原本概率在1%以及以下 那么就会触发概率乘50的效果 而顾颖的金龙礼 原本的刷新概率是0% 一 在经历神光眷属的修改后 也就会成为5%的概率出现 顾颖直接利用神光眷属 将金龙礼的刷新概率进行修改 5%的概率 于是顾颖直接开始 将所有的黑鲤鱼全部斩杀 等待着金龙礼的刷新 每7日可以使用一次 而这个概率的修改 唯有在触发一次之后 才会消失 顾颖神色中略带几分憧憬 金龙礼的效果 可是极为逆天的 能够直接给顾颖 获得20点先天龙气 经历了这一场乾龙书院 顾颖也是深刻地意识到了 那些上古龙族的可怕 龙族是天生的强者 成年的龙族 就是直接不如道径 难以想象 这种可怕的上古种族 如果不受到上天罚灭 怎么可能会沦落 所以他对于龙族体制 也有了一种渴望 但凡牵扯到龙族的东西 效果都极为逆天 顾颖的苍龙顿物剑绝 所刷新出来的龙族特效神庭 那可就是一种一旦触发 便直接秒杀的恐怖特效 顾颖期待着金龙礼的刷新 过落 毕竟是5%的刷新概率 再加上顾颖的黑鲤刷新量 极为可观 很快 一座金色的龙门 出现在了顾颖院落的上空 将那一座金门吞没在领域之中 毕竟这实在是太过耀眼 他知道金龙礼要成型了 而这金龙礼一旦成型的话 势必会释放出龙族的气息 到时候恐怕会引来祸端 还好顾颖拥有六方神明领域 金色的巨门中 一只有黑的鲤鱼 顽强越过龙门 在跳跃而出的那一刹那 龙鸣响彻 金灿而神圣的光辉 笼罩那只漆黑的鲤鱼 双眸金灿壮若燃烧 极具威严 恭喜您获得金龙礼 金龙礼效果 服用后可获得二十点先天龙气 并且有概率误出龙族武学 果然出了 顾颖松了口气 眼眸里泛起了淡淡的光芒 而后他连忙动用诸神旗 将那金龙礼直接卷入其中 金龙礼疯狂挣扎 那磅礴的力量 让顾颖差点直接跌倒 顾颖也是利用霸体的强大力量 才将这金龙礼抱在怀中的 金龙礼的威慑力 与银龙礼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这金龙礼仿佛当真 是已经化作真龙了 顾颖露出骇然的神色 而此时 他的领域笼罩院落 不少长老纷纷露出奇怪的神色 想要靠近 然而都被顾青苍给清理走了 顾青苍回头看了一眼那可怕的领域 神丹六重境界的人进入其中 恐怕都要直接被碾成灰烬 不免有些震撼 他意识到顾颖恐怕又鼓到出了什么玩意 所以直接勒令所有人不得靠近 而住在附近院落中的人 也必须立刻撤离出来 顾颖抬手一剑 利用剑钢九层的恐怖力道 才将那金龙礼毙命 这才松了口气 蜕变成了龙 可却还没有完全生长出龙区 不然的话 恐怕就算是金丹级强者 都要被一个甩尾打成两段 随后顾颖直接利用神火天玄体 取出火焰 开始将金龙礼烤熟 这种级别的食材 不会是普通的厨师可以烹饪的了 唯有利用顾颖这种第三段体质 所产生的火焰才能够烤熟 不多时 金龙礼熟了 肥美的肉质 散发着浓醇的芬芳 顾颖取出灵光莆田 加持物性 顾颖开始大快躲移 才刚吃了第一口 顾颖就有了饱腹感 那是浓郁的能量 瞬间填满了顾颖的胃 他顿时启动自己的霸体 身躯犹如熔炉一般启动 开始炼化那股力量 你已成功吞噬金龙礼 获得二十点先天龙气 煞时间 高亢的龙音声震耳欲聋 顾颖能够听到自己的心 肝 皮 胃等等疯狂的传来威严的龙音声 血液沸腾 高亢共鸣 而一张选择面板 也是出现在了顾颖的面前 消耗五点先天龙气 可觉醒后天龙族体质 消耗二十点先天龙气 可获得先天龙族血脉 一个后天 一个先天 想都不用想 顾颖直接选择了先天龙族血脉 他全身顿时传来浓烈的剧痛 一股灼热的气息顺着他的血管 流通四肢百骸 仿佛在经历一场恐怖的幻血 新鲜的血液 犹如溶浆一般滚烫 蕴含着浓郁的龙族力量 顾颖的胳膊开始生长出鳞片 然后又全部隐没在顾颖的肌肤之下 让他的肌肤 犹如淋浴一般 散发着灿灿光芒 许久之后 顾颖睁开眼眸 灵力的光芒夹杂着恐怖的压力 仿佛一只上古龙族 猛然睁开眼眸 给予大势以威压 轰隆轰隆 顾颖站起身来 身躯里传来轰鸣 您已成功觉醒 一级先天龙族血脉 先天龙族血脉 你犹如新生的上古龙族 身体之中 蕴藏着星辰一般的无尽潜能 每日获得一点先天龙气 每日获得一千点龙族专属经验值 在面对妖兽之时 您拥有着绝对的血脉压制力 可让所有妖兽 在面对您之时 全方面被削弱30% 龙微 被动效果 龙微可压制一切灵宝 您可直接获得所有灵宝的认主 经历龙血洗礼 您的霸体发生蜕变 上古圣血精华与龙族血脉融合 您的体质蜕变为圣龙霸体 故隐露出心满意足的神色 龙族血脉 犹如一个源源不断的造血泵 正如同故隐所想象的那样 先天龙族血脉 每日都能够产生一点先天龙气 而且还能够获得 1000点龙族专属经验值 我记得秦宇言 每日是可以获得500点天道 馈赠的经验值的 而我的这个 显然更加逆天 故隐又打开了新获得的体质的面板 圣龙霸体 上古体质 上古时期 无数体秀的噩梦 天生的力量皇者 在体秀一条路上 拥有强势绝伦的优势 现在与先天龙族血脉融合之后 焕发出新生 龙族乃是肉身上的皇者 现如今 本体质已蜕变为顶尖肉身体质 天赋纪一 龙皇威仪 换出上古神明 庇护自身5S时间 在这5S时间内 将会反弹一切伤害 冷却时间 三日 天赋纪二 无暇龙区 在10S时间内 将自身所有能力 全部置换为纯粹的力量 肉身堪比龙族 获得徒守思天的能力 冷却时间 一日 龙族天赋纪 龙明 爆发出雷霆一般的龙明之音 对目标进行震荡作用 可让对方失去战斗意识 好好好 顾颖的霸体 直接蜕变成了龙族体质 与真正纯粹的龙族体质还是不同 应该是沾染了一些龙族特性 被我的龙族血脉所感染了 顾颖略微点头 显然很满意圣龙霸体的效果 原本上古神明庇佑 可是免疫无秒的伤害 而现在变成了反弹一切伤害 而此时 最让顾颖期待的环节来了 顾颖的意识 仿佛被拉入龙庭 他坐在灵光蒲团之上 悟性加持 同时体内上古龙族血脉开始沸腾 顾颖整个人投入其中 他要开始顿悟先天龙族武学了 此时的顾颖仿佛看到了远古时期的辉煌 他借着金龙里的龙族血脉 仿佛看到了那可怕的龙庭 这是上古时期的无限辉煌 云端深处 伟大的龙庭中 盘踞着一道道可怕的身影 估计这一刻 感受到了滔天的龙气 棒倒而生 将顾颖高高地拖起 他看到了一条又一条庞大的身躯 鳞片开河间 热气夹杂着浓郁的龙威 向着四周散去 好大的压力 这就是上古龙庭吗 果真可怕 上古龙族栖息于此 难以想象 这龙庭在上古时代的地位 高居于云天之上 让无数强者望而生畏 他们天生高贵 是大道的主 顾颖忍不住呼出一口凉气 上古龙庭给他的震撼太大了 然而 他却也铭记自己的目的 他静下心来 感受着那铺天盖地 涌来的龙族威压 他试图从中顿悟出龙族武学 远远不够 这如同空中见楼 太困难了 顾颖依旧在努力尝试 然而 金龙里所带来的顿悟时间 即将消失了 仿佛有一股力量 在不断地将顾颖拉下龙庭 轰隆 顾颖身躯矩阵 陡然露出喜色 成了 哗啦 您已成功顿悟出 先天龙族武学 按须龙爪 按须龙爪 您的手掌将会生长出细密的龙铃 全身的先天龙族血脉 将会聚集在手臂中 让手臂蜕变为真龙躯体 在此状态下 将会打出一次 超脱自身极限的完美攻击 龙族特效 一 洞穿加一百 龙族特效 二 被按须龙爪所造成的伤口 将无法自行愈合 龙族特效 三 按须龙爪 对所有背剑的妖兽 造成百分之三百的致命伤害 看到了这个被自己所悟出的龙族武学 顾颖顿时露出了喜色 这效果 堪称逆天 这就是先天龙族武学 直接拥有三种龙族特效 顾颖则舌 他的苍龙盾物剑诀 仅仅只是拥有一种龙族特效 都已经让苍龙盾物剑诀 拥有了质的飞跃 龙族特效 实在是太过妖孽了 而顾颖的这个龙族武学 直接刷出三种龙族特效 洞穿一百 代表着顾颖的攻击 几乎是任何防御 都无法挡下来的 旁人所无法攻破的防御 在顾颖的这一招下 形同虚设 犹如撕开一张白纸一般 简单轻松 而第二个也就是说明 如果不用上一些特殊的天才地宝 那么顾颖所创造的伤势 将会永不全愈 第三条效果 则是龙族对于妖兽的镇压 源自于血脉上的压制 所以顾颖的暗虚龙肘 足以打出三倍伤害 龙族作为静道生灵 在血脉上碾压所有妖兽 任何野生妖兽 不管血脉进化到 如何恐怖的程度 也要对先天龙族俯首称臣 顾颖现在拥有先天龙族血脉 本身对于妖兽 就有着绝对的压制力 更不用说 现在又拥有了 这暗虚龙肘了 周遭的景象接连变换 顾颖重新回归到了顾家之中 准确来说 他的肉身一直都盘坐于此 刚刚不过是自己的精神出鞘 跟随着金龙里的血脉 捕捉到了上古龙亭的一丝画面而已 他才刚刚回归顾家 就看到了顾秦苍 已经站在他的身侧了 关切地看着他 而顾秦苍神色震动 因为刚刚顾颖的身上 猛然响彻起一股沉闷的龙吟之声 仿佛闷雷响起 他意识到顾颖又有机遇 而且这次的机遇还不小 他不免有些吃惊 因为他发现顾颖似乎随时随地 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蜕变 儿子 你以后一定要紧延盛行 千万不要泄露一丝一毫自己的特殊性 如果遇到有人关注你 哪怕只是怀疑你 也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直接泯灭掉一切可能会暴露的可能 顾秦苍永远都是顾颖最好的老师 现在在警告顾颖 一切不能心慈手软 顾颖的秘密一旦暴露 那么将会迎来整片天地的追杀 知道了 爹 顾颖颖为无奈 而很快 顾颖感受到了顾绍商和顾绍林的气息 绍商和绍林也都回来了 嗯 他们回自己的宗门内 去领每个月的供奉 现在他们也只是挂个名而已 主要修行时间还是在顾家的 顾秦苍略微点头 顾绍商和顾绍林回来了 正好可以让他们过来吃鱼 银龙里目前对于已经觉醒了龙族血脉的顾颖来说 用处不大 然而对于弟弟妹妹以及父亲来说 却是一场不错的蜕变 吃鱼呀 顾绍商和顾绍林文言后都喜不自胜 他们是吃过鱼的 毕竟当时顾家的新年晚宴上 顾颖的七彩锦礼算得上是压咒菜了 很快 一场由四人组成的小型家宴就这么展开了 顾颖的院落中 七彩锦礼 以及最中间鱼肉银亮 蒸腾金银雾气的银龙礼 冒出浓郁的香气 让顾秦苍三人都是食指大动 你们吃吧 我随便吃吃就行 顾颖淡淡地说道 看着这三人想吃 却又想将价值高的留给自己的模样 顾颖觉得有些好笑 顾绍商率先加了一块银龙礼 刚刚服用下去 便立刻感受到了一股精纯至极的能量 瞬间在他的口腔炸开 然后快速地渗透 进入到他的每一寸肌肤中 他发出一声畅快的呼声 浑身的肌肤都显得荧光闪闪的 顾颖因为吃过太多奇异的东西 所以吃银龙礼的时候 虽然也有很大的效果 可却没有顾绍商那种震动的感觉 顾绍商此时感觉血脉喷张 浑身在经历一场蜕变 他的身上开始向外冒出漆黑色的杂质 这是他的肉身在不断地向外排毒 类似于洗净伐水 天哪 大哥 你吃这鲤鱼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看到顾颖摇头后 顾绍商神色激动 我吃一口便立刻洗净伐水 难道我的天资在大哥之上 一旁的顾青苍无语道 那是你的肉身太差了 就好像是一个长满苔藓的水缸 注入清水的时候 那些苔藓肯定都被冲刷出来了 你这不是洗净伐水 你这是排异反应 你大哥肉身无敌 一条鲤鱼 能给他带来什么肉身蜕变 顾绍商文言脸色昏暗 然后被顾青苍笑骂着 让他赶紧去洗澡去 顾绍领品尝着鲤鱼 身上也出现了一些排异反应 不过还好一些 说到底 顾绍商这魂小子 在神剑阁还是太头懒了 再加上不节制 搞坏了身子 一口鲤鱼就让他的肉身吃不消了 须不受补了 顾青苍无语 小声地在顾颖的身旁说道 这让顾颖莫名地想笑 顾绍商忙活活地跑了回来 发思尚且湿润 然而 他连忙一口接着一口的赤银龙礼 以及七彩锦礼 身上不断出现各种杂质 我感觉我在重获新生 饭后 顾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看了一眼自己的个人面板 人物 顾颖 体质 集魔体 神火天玄体 先天木灵体 先天水灵体 圣龙霸体 修为 神丹四重 48571000 武学 骤剑诀 圆满1050 凤鸣游身部 圆满1050 猎穹剑术 圆满2450 战装弓 2550 大镜严咒 515 老农砍柴弓 15 中灵剑身 圆满150 灵溪剑指 1230 龙象雷镜 石龙象神镜 不朽鲜火 010 空明剑道真身 圆满4050 苍龙顿物剑绝 圆满3550 暗虚龙爪 010 灵宝 神霞剑 神庭剑 红天战甲 正自令 神明灵雨 圣魔长弓 剑拙 乾隆破阵剑 天谷命符 诸神奇 专属灵宝 天鹰万甲 主线任务 红尘成仙 正在进行 支线任务 无 道吕 无 称号 唯一的修仙者 喇叭怪杀手 圣灵者 乾隆在冤 NoE 剑道进阶等级 剑纲九层 按照我目前的进度的话 应当三日 可以踏入神丹五重境界 顾影短暂思索 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他目前的配置 又或者是诸神奇 天鹰万甲 都是顾影这个层次 不应该拥有的 剑纲目前达到九层 虽然已经是站在了 八王之地的剑道极致 但是我若是能够 融合出剑意的话 那么实力 又会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顾影现在的水准 其实已经超出 表面境界太多了 到了这种地步 他想要在不突破境界的情况下 再进一步 难如登天 所以融合剑意 对顾影的好处可想而知 剑纲九层 19500 剑纲九层圆满后 可进行剑意融合 目前剑意融合成功概率为 0 1% 经历过顾影的 自由经验点的分配后 顾影的剑纲修为 虽然也在苍龙顿物剑觉得增幅下 不断地增加 可是想要圆满 还是很遥远的 顾影取出万雷剑纲修炼手册 您已进入万雷剑纲空间 您的剑道悟性 对比上次进入此空间内 有了质的飞跃 万雷剑纲空间 正在尝试发生某些改变 地自卫剑修已解锁 原本在顾影领悟出剑纲之后 开启了玄自卫剑纲 结果后续就太过繁忙 再加上苍龙顿物呼吸法的特殊性 所以顾影并未用到过 这万雷剑纲修炼手册 现如今顾影近来 经历这段时间的蜕变 顾影的剑道天赋 也有了质的飞跃 所以直接解锁了地自卫剑修 您观看地自卫剑修演练剑纲 剑纲经验加13 您观看地自卫剑修演练剑纲 剑纲经验加12 您观看地自卫剑修演练剑纲 剑纲经验加15 顾影微微皱眉 地自卫剑修所演练的剑纲 对于他这种剑纲九层级别的剑纲来说 显得格外的幼稚 该怎么开启天字卫剑修 是否挑战地自卫剑修 开启天字卫剑修 在顾影的确认下 地自卫剑修忽然从那地上的印记中走出 气息竟是与顾影相仿 变成了神单四重 并且拥有娴熟剑纲能力的剑修 可这对于顾影来说 还是太过儿戏了 太弱了 顾影一剑 直接将地自卫剑修扫爆 恭喜您成功开启天字卫 您观看天字卫剑修演练剑纲 剑纲经验加39 您观看天字卫剑修演练剑纲 剑纲经验加45 好好好 大约观看了五次 顾影便感觉头鱼目眩了 剑纲第九层的经验值达到一半了 明日应该就能踏入圆满 不过想要 融合剑业 还是很困难的 而后顾影又取出了 从顾神鹰身上 所收获到的牵引神宗 开始修炼 以他目前的悟性来看 他想要学习圣品武学 也没有那么困难了 顾影现在正在着手 继续提升自己 而远在顾世之中 咔嚓 伴随着一个命牌的碎裂 顾世的强者们 顿时露出了惊悚的神色 神鹰长老 陨落了 他们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要知道顾神鹰的身法 可是顾世一绝 曾经甚至在下九幼的手底下 逃出生天过 就算是金丹级的强者 都不一定说能够稳稳地留下他 所以派遣顾神鹰去顾家 他们甚至都觉得有些大才小用了 难道是皇甫瓦儿出手了 不 不可能 皇甫瓦儿入乾王区域的话 不可能毫无声息 但是到底是谁杀了顾神鹰长老呢 任凭他们想破头 也不会知道 一个本该踏入乾隆书院的年轻人 却是提前回归 并且直接斩杀了身法冠绝乾王区域的顾神鹰 他们的神色阴沉 不能再拖了 最近几日 我总是感觉心神不宁 顾清轩目前在神丹井地之中停留 我组组长也同样在神丹井地之中 可现在顾家这边的情况 却让我们有些难办了 顾家那边 顾神鹰的陨落 让顾世这边有些慌乱 组长说过 他闭关突破金丹之时 一切事物交由我来决定 而我的每一个决策 都将会将顾世引导到一个不同的结果当中 但是现在 那么将会是大患 上次顾世虽然碾压顾家 却也有一些害怕的感觉 因为顾家的发展太过猛烈了 这才多久啊 天地大变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便追赶上了顾世一半的神丹级力量 就算顾清轩突破金丹 我组组长突破金丹也是实在必得 除去顾清轩身后的力量 他就算突破成功 在回归之后 也会变得孤立无援 这长老冷冷地说道 他名为顾渊 顾世顿时震动 知道大动作终于要来了 顾世要对分支出手了 早就该出手了 顾家出身卑贱 明不正年不顺 现在却在稳步发展 顾世若不出去这个庞熙顾家 那么日后会受人吃笑 速战速决 在皇甫士族的增援到达之前 诛灭顾家 顾渊看着气势汹汹的顾世强者们 却是忽然心头一动 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念头 怎么这剧情和皇甫士族 与皇甫士家那么像呢 他忽然想起了 此时镇压圣王区域的皇甫腕 连忙摇头 我顾世 绝不会重蹈覆辙 对于顾世来说 顾家当真是没有任何的威胁力 目前唯一需要担忧的是 顾家的那个小畜生 他进入了乾隆书院 我很担心 他在乾隆书院内修为大增 等到出来之后 与我们秋后算账 那种级别的天才 若是心怀仇恨地发展下去 那么对于我们顾世来说 就是一柄悬于头顶 随时都会落下的长刀 顾世长老群策群力 开始理性分析 看样子得关注一下 乾隆书院的情况 顾颖一旦从乾隆书院走出 那么便直接将其诛杀 顾清轩呢 顾清轩这次突破金丹镜 因为我们没有给予帮助 所以贸然开始突破 成功的概率不大 但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在神丹置顾景地之中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这让我有些拿捏不准了 当时顾清轩回归故事 其实便是想要脱离故事了 他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带走 结果被故事强者拦住 顾清轩面临故事强者的围堵 自知不是对手 倒也是个狠人 直接坐地开始突破 可惜突破金丹之时 有着天道保护 在顾清轩坐地 开启神丹置顾景地的时候 就已经处于无敌状态了 我们对他动手 将会引来天地谴责 不然的话 顾家将对我们 没有任何的威胁 最终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 是先对顾家出手 破坏根基 得到顾家的秘密 然后再对这两个 具有威胁的点 逐个击破 这一日的时间内 故事内部都在叙事待发 今日 秦玉来到顾氏一族 作为乾王皇族的秦氏老人 他来到顾氏做客 自然是有一些 是要商议的 结果顾氏的强者 姗姗来迟 这让秦玉略微有些不满 怠慢皇族 顾氏平时 可不是这样的话 他忽然觉察到了 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在商议完了事之后 他笑着问了一句 顾氏内 可是要有什么大动作 秦祖老说笑了 现如今乾隆之争 刚刚落幕 我顾氏也损失惨重 乾王区域 好不容易安静几天 我顾氏也想要休息休息 哦 秦玉离开顾氏后 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总觉得顾氏在暗中谋划什么 回到了秦氏一族后 立刻与一众秦氏祖老开始意识 顾氏可能按捺不住了 看样子 他们要开始对圣阳城顾家动手了 的确 如果等到顾颖 从乾隆书院回归 那么顾氏或许就永远的 失去了翻身的能力 秦玉严当时究竟有多么恐怖 他们是知道的 而将秦玉严斩杀了的顾颖 只会更可怕 从乾隆书院走出后 顾颖将会更加恐怖 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老一辈的强者 所以 如果顾氏真的对顾家出手了 我们秦氏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主要侧重的点 而对此 秦玉专门去了一趟顾家 他想泄露一些顾氏要对顾家出手的消息 看看顾家是什么反应 然而当他来到了顾家后 却发现在得知顾氏要对顾家出手后 顾秦苍所表现出的冷静 都让秦玉看出了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 这让他忍不住震动 顾家到底有什么异常 而很快 他在顾家看到了一个人 让他大吃一惊 然后连忙赶回了秦氏 顾氏要失算了 顾家的顾颖 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妖孽得多 秦玉严的孩子 在这场乾隆之争中落败 并不愿 当得知了秦玉 也就是秦玉临的二爷爷 在顾家看到了顾颖之后 顿时也都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顾颖已经从乾隆书院中走出来了 而且他的实力突飞猛进 现在顾颖已经拥有 威胁神丹六重的实力了 此时 一位位族老拳 都围在秦玉的身旁追问 而秦玉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说道 我站在顾颖面前的时候 只有一个感觉 他随时都能 杀死我 死 很难想象 那只是一个年轻人 竟然能够给一位老牌 神丹六重境界的强者 带来这样的感觉 秦氏顿时明确了立场 而此时 无论是神剑阁 清风阁 甚至是紫神门 也都得到了消息 大概顾氏也没有想到 他们秘密谋划的一场行动 竟然如此轻易的 就被顾颈得到了消息 此时顾颈将消息告知给了各大八品宗门 这些八品顶尖宗门 现在基本上内部都拥有十位左右的神丹级强者 至少要拥有一尊神丹六重境界的强者 也是不容小觑的力量 而顾秦苍将这消息放出去 也是想要看看各方面的态度 究竟是如何 顾氏与顾驾 这场最终对决终于要来了吗 犹如圣王区域内的皇甫士族与皇甫士家 可皇甫士家击败皇甫士族也是损失惨重的 若不是皇甫瓦尔踏入金丹镜 强势回归 那么皇甫士家是掀不起任何风浪的 各方势力议论了起来 显然都在对比皇甫士家的事 而他们却也知道 皇甫士家几乎就是被全灭了 仅剩下一个皇甫瓦尔回归 才力挽狂拦操控皇甫士族 神剑阁内 顾家有顾颖 我觉得这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顶级妖孽 他现在身在乾隆书院内 一旦走出乾隆书院 恐怕将无敌于乾王区域 李天然以及诸多神剑阁长老 都是亲眼见识过顾颖的可怕的 当时顾颖进入道地遗迹中 那是几乎洗劫了整个道地遗迹 那种上古的遗迹 本身就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层次 非大气运者不可能做到那一步 现在这个时代 一切大变 靠的就是一个气运 若真是如此 那么顾家现在放出消息 更让我感觉 顾家是在筛选日后的盟友 顾家若是灭掉顾氏 自立为顾氏 那么将会开创出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 可顾氏毕竟是老牌大族 底蕴雄厚 这个剑道王族 应当不至于这么轻易就被掀翻吧 顾氏的强大 在这些乾王区域的老人心中 还是根深蒂固的 他们难以想象 这样的剑道王族被掀翻 的确 乾王大族内 秦氏最为强大 底蕴最为雄厚 而后下来便是顾氏 可现在 这顾氏要对顾家出手的消息 是顾家放出来的 那么他的目的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是球员 寻求我们的援助 集合力量 推翻顾族 神剑格格主 眸光闪烁 而第二种 便是他顾家 有把握面对顾氏 而现在 是想要看看乾王区域内各大势力的态度 顾家若真是这么想的 那么他们 便是在下一场大棋 这是在为乾王区域重新洗牌做准备 现在的情况 就是一场豪赌 选对的势力 能够继续在乾王区域内发展下去 而选错的势力 将会伴随着这一场 顾氏主刺血脉之争的落败者 一同落入深渊 神剑格格主 微眯眼眸 许久之后 他轻声说道 我也觉得 顾颖潜力无限 眼前的一切 都应该只是他未来光辉路途上的一个小卡而已 此话一出 神剑格便已经站好队了 今天是顾颖 走出乾隆书院的第三天 你已突破至神丹五重 顾颖的气息骤然突破 在顾家聚灵法阵外的顾家人 全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大少爷的气息越来越恐怖了 只能说 不愧是乾隆榜第一的天才 感觉大少爷现在的气息强度 在顾家内已经是独一档的存在了 其他人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则则则 大哥无敌 我所能说的 仅有一句 大哥无敌 此时 顾家小辈们 纷纷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而现在 顾家通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已经将后山的灵脉数量 扩充到了84条 聚灵法阵每天能够带来的收益 已经提升到了120点经验值每日 这对于整个顾家 来说都是质得飞跃 我们尽快提升实力 最近 咱们顾家的长老们 都不怎么外出了 而且经常有其他势力的强者赶来 我有预感 顾家变天了 所有顾家人 最近都在卯足镜修行 而此时 顾颖的提升 才是最可怕的 符合他的预期 境界提升到了神丹五重 而他的剑钢 则是已经刷满了 目前融合剑钢的成功率 为1% 顾颖尝试了三次融合剑钢 然而却都失败了 这让他有些郁闷 想要融合剑钢 估计要寻找到 合适的天才地宝 辅助修行 九层剑钢 犹如一方广阔的湖泊 波澜不惊 而你现在要做的是 将你自身的剑钢 变成飞旋即时的瀑布 顾情仓安慰顾颖 而顾颖也知道急不得 本想着宁炼出剑钢 给顾氏一个震撼的 现在看来还是算了 顾颖叹息了一口气 而这三日的时间 顾氏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比如圣王区域那边 便有魔王区域的人出面干涉 牵制皇甫士族 现在皇甫瓦 也不敢外出皇甫士族 显然 顾氏这事做了完全准备 想要一口气 直接打掉不加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顾氏伴随着这一道 声音响起 刷刷刷刷 四十多道气息 直接沸腾了起来 全都是神丹镜的气息 其中神丹六重 竟然就足足有十三道 顾氏突然暴动 让整个乾王区域 都沸腾了起来 四十多尊神丹级的气息 瞬间仿佛化作海洋 吞没乾王 顾氏的强者有劳有少 但是全都身穿 寒光凛冽的甲昼 杀气腾腾 他们怀揣着顾氏幕前的 所有领宝 倾巢而出 顾氏要出手了 他们要对顾家出手了 乾隆榜第一顾影所在的世家 在世家中 也算是最顶级的存在了 现在竟然引来了大族出手 这是一场肃清血脉的残酷大战 他们的体内流淌着相同的血 可是一山难容二虎啊 顾氏的出世 引起了无数人的震撼 他们震撼于顾氏的强大 四十多位神丹级强者 而且大部分 竟然全都是在神丹三重到五重之间 顾氏强者的质量都很高 气息沉稳 渊庭越至 顾家 如何能够挡得住 这雄距于乾王区域 不知道多少年的见到王族啊 无数人激动大呼 顾氏强者第二次威压圣阳城 只不过这一次 顾家显然早有准备 圣阳城内的人 大多数都已经撤离圣阳城了 那四十多尊神丹级身影 犹如大日一般 屹立天穷 然而此时 让顾氏强者们 微眯眼眸的是 在圣阳城顾家门口 站着一道年轻身影 这道身影 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 顾氏中有人认出他 顿时大惊道 顾影 当确定那人就是乾隆榜 第一个顾影后 他们神色古怪 随后眼眸中泛起杀鸡道 想不到 你竟然从乾隆书院中出来了 如此一来 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多了 直接可以将 你顾家斩草除根 免除后顾之忧 一位中年人 神色阴逸 此人乃是神丹五重的境界 他居高临下 看着那个年轻人 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不屑 你顾影是被乾隆书院淘汰了 我并没有得到其他人 走出乾隆书院的消息 看样子 我们还是高估你来 与真正八王之地的天骄比起来 你终究还是 搜 一道快道极致的剑光瞬息而至 所有人甚至都没有看到 黑袍年轻人是怎么动手的 随后那先前出声讥讽的中年人 身躯骤然犹如炮弹倒飞 被一道雷霆剑光 定死在那荒山之上 直接那黑袍年轻人手握神亭剑 徐徐朝着前面走了一步 随后轻描淡写地指着那一片荒山说道 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山 可惜被你们顾氏的顾天玄打的破碎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如今倒也省去了一些事 直接将你们葬在此处 倒也不错 顾颖的话淡淡响彻 而那中年人目瞪欲裂 眉心被贯穿 倒在一片废墟之中 已然没了声息 他们都没看到顾颖是怎么出手的 顾云渡就被钉死在了后方 顾氏的强者们瞳孔收缩 看着顾颖总感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顾颖从乾隆书院中走出后 实力突飞猛进 他为什么会这么早走出乾隆书院 他在乾隆书院之中究竟都获得了什么 此时顾颖的出现 让这些顾氏的强者们纷纷露出了悚然的神色 大概是没想到顾颖竟然会如此之快地离开了乾隆书院 而更没想到顾颖的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小子在乾隆书院中恐怕又有奇遇 如今他在顾家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毕竟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不会有祸故之忧了 顾氏的强者们俯瞰顾颖 虽然从顾颖的身上感受到了浓郁的压力 但是现在毕竟是顾氏清朝出动 他们这么多强者集合在一起 怎么可能灭不掉一个顾家 轰轰轰 顾家现在的神丹强者已经增加到了二十位 内堂外堂的长老们几乎都已经踏入神丹了 他们气势磅礴 视死如归 全部升空而起 朝着顾氏的强者虎视眈眈 顾家的这份发展 让顾氏觉得后背发凉 今日之决断是正确的 若是再给顾家一段时间发展的话 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可就在此时 远处忽然传来喊杀声 煞时间 一道道身穿宗门服饰的身影 朝着这边飞驰而来 刹那间便屹立天空 神丹靖强者足足有十尊 神剑阁 神剑阁乃是前王区域内的八品势力 在以前是顾氏大族 完全不会放在眼中的 但是此时一口气拿出来了十尊神丹靖强者 这让顾氏有些猝不及防 神剑阁也要来汤浑水吗 神剑阁与顾家交情莫逆 一争那么神剑阁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神剑阁阁主如此说道 而他此时看向了那站在顾家中的黑袍年轻人 眼眸中泛起淡淡的震惊 现在的顾影 实力当真可怖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惊喜吧 神剑阁 这是彻底站在顾家这边 要参与这场豪赌了 此时附近有太多的宗门正在旁观 看到神剑阁清朝出洞 顿时也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神剑阁是疯了吗 万一顾家被覆灭 那么神剑阁也就完蛋了 神剑阁直接选择铤而走险 以身入局开始好赌 他们赌的就是顾家能够取而代之 成为新的剑道王族 那么到时候一戎俱戎 神剑阁也将走向辉煌 这件事谁都能看得出来 可是他们敢吗 他们不敢赌 顾氏与顾家之间的实力 还是太过悬殊了 紫神门的强者赶至圣阳城附近 在短暂的迟疑之后 我紫神门 今日援助顾家 紫神门直接出了五尊神丹级强者 这对于紫神门来说 虽然不比神剑阁 但是在这种时期能够加以援手 紫神门无疑也是下了血本的 紫神门 神剑阁 这些宗门都疯了吗 他们就算是神丹级的数量 快要与顾氏持平了 但是强者质量上的差距 却也是巨大的 顾氏的那些老人 十三位神丹六中的强者 不单如此 顾氏底蕴雄厚 他们的功法与武学 都是碾压其他势力的 可惜了 顾家已经很了不起了 能够在天地大变之后 默默发展到这种可怕的地步 但是现在 终究是比不过顾氏啊 见到王族的底蕴 还是强大 神丹六中的强者 代表着金丹之下最强战力 顾氏足足拥有十三位 这样强势的压力之下 顾家如何应对 三方的神丹六中强者 加起来也才只有三位而已 顾家一位 神剑阁一位 紫神门一位 多谢神剑阁和紫神门 诸多前辈们的帮衬 今日顾家 期望能够取而代之顾氏的地位 而诸位不必担忧 那十三位神丹六中境界的顾氏人 交给我吧 啊 这话说得也太嚣张了吧 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 口出狂言之人 竟然是那站在顾家门口的顾影 顾影从怀中取出了一只 缭绕着神秘气息的旗帜 随后直接向上抛弃 神阀 急兵 木曼 灼火 巨灵 金玉 六方神明领域 眨眼间铺开天地 直接将十三位顾氏足佬 全部笼罩其中 诸神奇 在经历过一场进化之后 现在已经蜕变为王道灵宝的层次 俨然可怕至极 这是什么 领域力量 故事的十三位神丹六中的祖老瞳孔收缩了一下 仿佛是感受到了那炼化一切的力量 宛如神明张开领域 将它们全部吞没 顿时脸色苍白 它们与外界隔绝 这让它们有一种极度不好的预感 一个黄毛小儿 怎么会拥有这种东西 它们全都犹如见鬼了一般 领域级力量 代表着高级与神秘 而它们故事数百年 甚至是上千年的发展 都没有涉及到那种领域 然而现在顾颖直接取出一柄旗帜 散出漫天领域 这合理吗 六方强大的领域融合在一起 十三位祖老纷纷激荡气息 手中的长剑各个不凡 至少都是初级领宝 甚至还有一位祖老 显然是其中实力最强大的 他手持一柄顶尖领宝长剑 美中不足的是 那长剑竟然是冰属性的 与他的属性泛冲 他一剑斩出 然而却如同泥牛入海 不光是领域 这旗帜超越了顶尖领宝 他们震撼至极 而此时 神剑阁和紫神们的强者们 顿时露出了振奋的神色 好好好 想不到锦哲这般妖念 剩下的人交给我们 顾擎仓大手一挥 顾家的强者纷纷冲在最前面 手中所拿出的领宝也都极为不凡 让那些人无比震惊 他们发现 他们低估顾顾家了 怎么可能 顾家的强者手中 至少也都是触及领宝 甚至那顾家家主顾青仓 手持一枚漆黑大印 那是顶尖领宝吧 顾家是从哪里积累的 如此雄厚的家底的 轰轰轰 大战将天空大地打得满目疮痍 而诸神骑诸神领域中的 十三位强者 汉流加倍 他们低估顾颖了 这就是个怪物 顾颖出现在诸神领域之中 直接撑开神火龙威 同时开启空明剑到真身 气息大增 刷 他一剑斩出 剑光犹如水波荡漾 可三位顾氏祖老全力抵挡 手中的长剑发出悲鸣 然后直接脱手而出 他们的手腕齐齐断裂 鲜血狂勇 怎么可能 那三位祖老瞪大眼睛 然而很快就被顾颖 直接快如闪电的三剑 取走幸免 此时顾氏强者们才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已经完完全全地超越他们了 顾家何德何能 能够诞生这样恐怖的天骄 有祖老露出恐惧的神色 然而此时 为首的那位手持顶尖领宝常见的祖老 也便是顾渊陡然怒骂一声 都给我振作起来 结成七转雷霆大阵 将他困在其中 这领域力量 对我们的削弱太大了 顾颖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们 结成了一方满是雷霆的大阵 顾颖尝试着全力挥出一剑 这一剑完全超越了神丹六中的范畴 砍在大阵之上 让那大阵剧烈地震战了一会儿 然而还好大阵依旧正常旋转 无尽的雷霆蔓延下来 让顾颖也很棘手 顾氏的好东西果然很多 而且都是适合顾氏的 顾颖由心赞叹道 而这些也都是最适合顾家的 完全催动大阵 轰杀他 大阵轰隆运转 周围化作铜墙铁壁 将顾颖围在中心 而顾颖却似乎并没有什么交集的神色 他的右手手臂忽然生长出细密的龙铃 一股让顾士族老们无法理解的威严 从顾颖的身上散发出来 顾颖的手掌呈现青色 犹如真龙手臂 死啦 顾颖驱动暗虚龙爪 轻而易举地撕开大阵 龙爪抓住神庭剑 神庭剑都爆发出一声悲鸣 苍龙顿悟见诀 轰隆 这一剑斩出恐怖的压力 四位族老躲避不及 直接被淹没在那恐怖的剑光中 身躯炸裂开来 肉块向下坠落 然后被残余在空中的剑钢 全部绞碎 龙族 龙族武学 九层剑钢 顾颜脸色苍白 头皮发麻 满心绝望 这怎么打呀 比你年轻 比你有天赋 比你底牌多 完全不给他们任何翻盘的机会 尤其是那龙族武学 从未见过龙族武学 刚刚那手臂上传出来的冰冷压力 绝对不会错 就是那种古老神秘的生物 真正的道极生灵 我感觉的血液都凉透了 难道顾颖与龙族有关 可是这怎么可能 先天龙族啊 别说是八王之地了 就是那些仙国 稍微沾染一点龙族因果 估计都要被直接屠国呀 顾颜决策来对顾家出手 可现在 似乎要将顾师带入深渊了 可是没办法 再过几日 顾颜只会越来越强大 除非顾师愿意俯首称臣 但是顾师真的愿意吗 顾颜绝望 这就是一个针对顾师的死局 顾颜背负三柄神剑 见到气息猛涨而起 随后他一剑斩出极致 所有顾师祖老都露出绝望的神色 六方神明领域 将他们炼化的肉体要破碎 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完全躲不开 扑扑扑 顾师剩余的所有祖老 身躯全部炸裂开来 而此时 外界战的热切 这近百位神丹级大战 让人瞠目结舌 大饱眼福 不过毕竟顾师 被带走了十三位神丹六众的祖老 神丹级战力 在数量上 直接就落后了 所以现在顾师处于弱势 顾师不过如此 顾天神气焰超绝 一箭爆发 将一位顾师族 老狠狠地逼到后方 那顾师强者名为顾远 往日都是高高在上的 也接触过顾家的顾天神 然而却都是极为不屑 现在却被顾天神压着打 等我顾师的天仓族 老宰了你家的小宰子 你们顾家都要被灭绝 他的声音沙哑 疯狂怒吼 然而很快 那诸神旗速速颤动了一下 荡漾出一股可怕的威势 一道年轻的身影从中走出 赫然便是顾颖 顾颖浑身燃血 眉宇间带着上位隐区的杀鸡 从诸神旗中走了出来 顾师强者们愣住了 祖老们呢 那十三位顾师的顶梁柱 为什么没有一同走出 他们看到顾颖身上的鲜血 顿时眼前一黑 心中有了一个可怕 而不敢置信的猜想 顾颜神色难看 几乎要疯狂 他泥难自语 怎么可能 十三位祖老都是神丹六中的强者 又带了那么多灵宝 怎么会被一个年轻人杀了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少主无敌 一时之间 顾家强者纷纷大吼 就连神剑阁和紫神门的强者 都忍不住亢奋的大呼几声 赌对了 靠 顾家也太给力了吧 十三位神丹六中的强者 被顾颖直接关进灵宝之中 在出现之时 顾师的强者 竟然就都已经被覆灭了 煞时间 圣阳城之外那些人 全都瞪远眼睛 本以为会是顾师单方面的屠杀 结果结局却是反过来了 顾颖加入战局 这尊乾隆榜第一的顶尖妖孽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战斗力 宛如剑神下凡 浓稠的剑道契机 让所有人没有拔进的勇气 啊 惨叫声不断响起 更多的是顾颖所带来的恐惧 此时 圣阳城之外 无数势力怀揣着悔恨 大吼道 顾师大足 在乾王区域行事霸道 我等积愿已久 苍云宗支援顾家 王玄门支援顾家 顾家的朋友们 我们来帮你们了 顾师强倒众人推 此时无数势力纷纷进来 神丹级强者 想要帮助顾家 一同诛灭顾氏 然而一道威严的身影 挡在他们的面前 一剑划出一道剑气深渊 直接横在他们的面前 滚 顾颖神色冷酷 那些强者们 脸色顿时难看至极 顾颖的气息可怕 那道剑渊太过恐怖 这个年轻人的 剑道水准 已经超出乾王区域太多 甚至可以冠绝楚王区域 而他们后悔莫及 现在想要表明态度 已经晚了 顾秦苍浑身激动 姐儿 我们杀去顾氏 接你姑姑回家 顾氏强者陨落至此 他们神色哀伤 他们也意识到了 见到王族 要一主了 顾氏组长并未在此处 估计他正在踏入金丹境界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顾秦苍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 今日的顾氏 显得有些空落落的 今日一战过后 整个乾王区域 应当唯有我们这一只主卖了 顾氏留在家中守家的老者悠闲地坐着 淡淡地饮了一杯茶后 唏嘘说道 也不知道 这小小的圣阳城之中 究竟藏有什么特殊的秘密 竟然能够 让一个先前完全没必要被我们放在眼中的顾家 获得了如此的发展 其实很难不如此猜想 毕竟曾经的顾家 仅有一尊神丹级强者 那就是顾秦苍 而当时的顾氏呢 神丹级强者已经到了二十只数 其中 神丹六重强者也有四位 这等实力的悬殊差距 再加上顾氏的底蕴 顾氏甚至觉得 顾家的存在 犹如他们顾氏之名 毕竟雷属性灵气 在乾王区域 就是他们顾氏的代名词 是他们的无上荣耀 还好 今日过去 一切都将尘归尘 土归土了 他淡淡地抿了一口茶 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他神色俱变 他的意念始终所定故室内 从未松懈 而就在刚刚 他的神念觉察到故室内发生了变化 很快 便有顾氏子弟前来通报 脸色苍白 族 族内的命牌 共计四十三块 就在刚刚全部裂开 族老们 陨落了 那顾氏子弟的声音颤抖 族老顿时眼前一黑 差点直接摔倒在地上 你说什么 很快 顾家强者降临顾氏 望着那一片灰红的群山中 耸立的建筑 巨大的门缺 彰显见到王族的身份 那曾经是他们顾家人 永远都不配抵达的地方 现在也都被他们踏足 而且是以胜利者的姿态 强势降临 嗖嗖嗖 顾家强者数量极多 还有紫神门 以及神剑阁的神丹级强者 此时密密麻麻地 出现在了顾氏大门之前 你们 顾氏之人看到来人后 立刻脸色苍白 顾氏族老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看着那四十多位神丹级强者 此时逐渐陷入绝望 卑剑的血脉 也妄图以下犯上 启动 顾氏护族大阵 动用全族资源 轰杀这些卑贱的顾家人 这位祖老生死历劫的大吼 顾氏内部 犹如启动的熔炉 轰然爆发出可怕的光辉 顾氏发展 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而这千年历史之中 顾氏自然也诞生了许多能人意识 修缠了这样一座护族大阵 顾氢苍略微皱眉 这护族大阵 让他感觉头皮发麻 顾氏屹立不倒的理由有很多 这方大阵就是其中之一 巨大的大阵 犹如墨盘一般 要将他们全部磨灭 既然来了 就都别走了 祖老癫狂 疯狂以己身为影 驱动那方大阵 而此时 人群中顾氏淡淡走出 他伸出一只手掌 细密的鳞片不满 顾氏以衣袖遮掩 周围的人感觉心跳都慢了几排 随后顾氏轻而易举地撕开了那方大阵 走入其中 在那祖老癫狂 以及恐惧的眼神中 抬手一剑 夺走了他的性命 顾氢苍松了口气 周围的人 无不露出惊骇的神色 这方大阵乃是顾氏千年努力的成果 然而现在却是被轻而易举地撕碎 神剑阁的强者 与紫神门的强者聚集在一起 此时窃窃私语道 这顾氏太妖孽了 刚当他撕裂那方大阵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一种灵魂上的战力感 这小子 太让人意外了 紫神门强者文言点头赞同 同时也为自己的抉择而感到庆幸 不管如何 这顾家取代顾氏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在废墟中重立 这个新的剑道王族 只会更加恐怖 故事 堂堂剑道王族 天生的雷属性剑道王者 竟然会被世家扳倒 这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他们震撼 而此时 顾颖来到顾清仓的身旁 轻声说道 我感受到了姑姑的气息 我先去看看 嗯 你姑姑现在应该还在神丹智雇景地之中 生命无忧 你过去看看 这边的事交给我就行了 顾清仓轻声说道 顾颖瞬间消失在原地 当他再次出现之后 已经出现在了一处灵气枯竭的草地之上 顾清仓闭关的地方很唐突 准确来说 应该是因为当时顾清仓是临时决定 闭关进入神丹智雇景地中 势必是凶险至极 而顾是抽光了周遭的灵气 剥夺周遭一切植被的生机 企图用外界的一些因素 来干扰到内部闭关的顾清仓 并且在周围设置了密密麻麻的阵纹 准备等到顾清仓苏醒的一瞬间 就发起恐怖的攻击 顾清仓依旧高贵美丽 五官精致立体 顾颖这一家子人的长相都极为标志 所以男的英俊 女的艳丽 要说区别的话 应该只能说是气质上的差别了 就比如说 顾颖和顾少商 其实五官轮廓上的差别真不大 但是若是两人站在一起 那么高下立判 在气质上 顾少商就已经输了 顾颖抬手打破顾氏 用来限制周围灵气的阵纹 并且将顾氏的一切手段 全都利用暗虚龙爪全部破坏 同时利用自己的先天目灵体 引导周遭植被的生机 让这里变得犹如仙境一般 就算失败了也没事 大不了重新再突破一次 这次顾清仓因为太过唐突 没有做准备 所以神丹置顾景帝维持的时间太长了 不过也不排除顾清仓故意拖延时间 担心一旦脱离了天道的保护 就会被顾氏攻击的可能 而很快 顾秦仓的一道传音传来 我找到了顾氏的组长 你快过来 顾秦仓的声音略带着些许的担忧 不过顾颖了解顾秦仓 他从顾秦仓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些窃喜 顾颖看到顾秦仓派遣了一些顾家的强者来 守护顾清仙 于是也就放心了离去 等到他来到了顾秦仓那边 看到了一道盘坐着的身影 此人眉宇伶俐 哪怕此时紧闭双眼 也能看出可怕的威严 而他的身旁摆放着诸多资源 各种天才地宝堆砌砌 他就坐在那里 不停地吸收天才地宝的能量 此人便是顾氏族长 顾九璇 顾颖文言点头 顾氏族长顾九璇 现在也正处于神丹智固景地当中 他盘膝而坐 浑身神光炼焰 显然正在通关神丹智固景地 准备踏入金丹之境 家主 要不然将他周遭的天才地宝都取走吧 这样会不会能够限制他突破 文言 顾秦仓却是摇头 这些天才地宝都已经被吸收了大半的能量 拿走后不会有什么效果 反而还有可能被他觉察到什么 从而有了防范 文言 其余顾家的强者还是有些担忧的 顾氏给他们带来的压迫 其实还没有完全消散 所以这个顾氏族长的威严 让他们心中不太安稳 你们不必担忧 我们自有对付他的办法 顾秦仓露出笑容 随后淡淡地说道 任凭高傲的顾九璇想破脑袋 也不会想到顾若金汤的顾氏 已经被我们攻破 而现在 他已经被他所讥讽的卑贱血脉 团团包围 顾秦仓当天在世界交易行 上下担了一本 杀震白解 叫来了顾家的二十位神担级强者 你们立刻给我学会这杀震白解 密密麻麻地给我雕刻 在这顾九璇的身旁 顾氏藏宝库内有很多驱动阵法的材料 都搬出来 顾九璇天赋绝佳 突破成功的概率很大 虽然已经攻破故事 但是也不要大意 稳妥一点 当天整个顾家的长老们 纷纷开始加班 都是一些老家伙了 带着一本杀震白解猛练 然后全都雕刻在顾九璇的身旁 第一日 顾家长老们 共计雕刻了三十七座大阵 而第二日 有了顾颖的加入 将大阵的数量增加 到了一百零二座 这一百零二座大阵 都是代表着杀露的阵法 聚集起来的力量 足以让所有神担六众境界的强者 顾客间化为飞灰 只不过 对付金丹镜强者 还是不够稳妥 顾秦仓又下单了一本 王道复杀阵法 在二十多位顾家长老的携手努力下 完美的笼罩在所有大阵的外面 是不是还不够稳妥呀 顾秦仓所信仪很新 直接将世界交易行上的大多数阵法 全部购买下来 然后照着练 顾颖觉得有趣 每天也参与进来 顾颖的学习能力 让这些本就身心疲惫的顾家长老们 更是备受打击 少主 没必要吧 再这样妖念下去就不礼貌了 短短三日时间 堂堂顾氏组长 顾九璇的身旁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刻满了纹路 甚至连周遭的大山上 都悬挂着密密麻麻的阵法符号 顾颖更是逆天 直接将那纹路雕刻在了顾九璇的身上 脸上 胳膊上 天道本来想锁定顾颖的 然而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最终风平浪静 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顾秦仓隐约间看到顾颖眉心 裂开一道金色的缝隙 不过看到其他长老们都没注意到 也便松了口气 统计一下 顾精锐 顾秦仓徐说道 顾精锐拿着一本小册子 随后说道 三日时间 我们共计在顾九璇的身旁 雕刻了278种杀阵 104种限制类型削弱大阵 52种囚禁大阵 另外 少主将王道领宝诸神奇 也插在了顾九璇面前 作为大阵阵眼 应当万无一失 好好好 顾秦仓极为满意 一尊金丹级强者的确让人绝望 可惜啊 顾九璇给了他们足够的准备时间 而这三日的时间 顾氏内部的情况 也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有很多心怀界地之人 现在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 顾氏人口众多 有很多是可以供我们吸收的 当权者以及背后的支持者 全部被诛灭后 剩下的人有很多 甚至都没有接触修行 对于顾氏与顾家的界限区别并不清晰 而一些孱弱的年轻人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心理引导后 也可以吸纳进入道部家来 而且皇甫士族那边的情况 也已经解决了 魔王区域的耐骨力量 在得知顾氏已经被顾家推平后 便立刻退回了魔王区域 不再进行任何的干扰 皇甫瓦抽出身来 进入到乾王区域内 皇甫瓦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 有他指点 以及硬实力的镇压 顾氏的掌握变得极为容易 我们顾家这次大战 有四位长老陨落 他们的子嗣 我准备给予最大的培养力度 另外 族内胆敢有任何人 敢对这四位长老的妻而不敬 当严惩不淡 清理战损之时 顾秦仓的神色也有些落寞 顾家不同于顾氏 上下不过一百多号人 而这些长老们 更是秦童手足 每一位的陨落 都会让其他人心中哀伤 顾氏情况已经稳定 现在 就等着从盛阳城那边搬迁了 这几日 造访顾氏的势力络绎不绝 然而顾秦仓全都拒绝了 他仅仅只是 接待了秦氏 神剑阁 紫神门等势力 交流了一下日后的合作 攻城之时的殷勤比草都轻贱 就是这个道理 顾氏内部 共计有五千枚灵币的存有量 一百四十柄触及灵宝 五柄顶尖灵宝 紫色雷属性功法 雷霆九转功 一本金色圣品剑绝 精神顺杀剑 十九本紫色剑绝 三百余本蓝色剑绝 同时 我们也掌握了 顾氏原本的很多修炼资源 五种妖兽刷新点 等级都不低 平均日产经验值 都在一百点经验值左右 还有特殊的修炼场所 青山雪窟 每日可以通过打坐 获得二百点经验值 顾金瑞一边说着 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神色 他作为顾家的老人 看到这些资源 都有些心惊肉跳 顾氏一族所掌握的资源 还真是让他们大开眼界 顾氢苍略微点头 如若不是顾影的原因在 那么顾家怎么可能超越 拥有这等资源的故事呢 现在 顾家已经成为了故事 是乾王区域内的唯一故性 唯一的见到王族了 灵脉呢 二十条 存货真不少啊 这一日夜晚时分 一股惊心动魄的契机于 故事之中爆发开来 煞世间惊天动地 顾影睁开眼眸 顾九旋突破成功了 顾九旋突破成功了 威严的脸庞上 也难以抑制其激动的神色 金丹境界 在乾王区域内 那就是真正的统治级力量 故事现在拥有金丹级力量 虽然底蕴上 应当是不如七品势力的 但是却也丝毫不惧怕七品势力 终于 突破了 顾九旋气息绝强 一颗璀璨的金丹 吞入腹中 煞世间无尽的光辉 顺着他的肌肤 朝着外面闪耀开来 盈盈灿灿的光辉映照天地 以金丹映照苍天 这一瞬间 他焕发着无敌的气息 以他为中心磅礴激荡开来 我踏入金丹 将带领故事一族 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 他信誓旦旦 而所谓的顾家 完全没有被他放在眼中 他甚至觉得 故事可以取代秦世一族 成为新的乾王皇族 他脱离了神丹智固景地 意识重归故事肉身 他感觉自己的身边围满了人 心中难言喜色 显然都是故事的强者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与族人们 分享自己突破成功的喜悦 可很快 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围在自己身旁的这些人 虽然都流淌着他们故事的血脉 拥有雷鼠性暴虐的气息 可气息上却让他极为陌生 发生了什么 他猛然睁开双眸 煞时间 磅礴的压力 朝着四周滚滚荡荡压了过去 他所闭关之处 位于群山环绕之间 而他此时 仅仅只是震荡气息 周遭大山轰鸣作响 竟然直接崩裂开来 何方潇潇 犯我顾族 顾九旋的声音又惊又目 顾情仓看着眼前曾经高高在上的顾九旋 此时站在顾氏之中 顾掌难鸣 一时之间也是露出了几分感慨的神色 他曾见到顾顾九旋 当时顾九旋是至高无上的顾氏族长 执掌顾氏大族对顾情仓极为不屑 甚至有些不齿 与顾情仓等顾家人体内流淌着相同的血液 那个时候的顾情仓只能忍气吞声 而现在终于不同了 顾九旋 曾经的顾氏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你所看不起的顾家也已经入主顾氏 这句话在顾九旋的心中 有如漫天雷霆经落 顾九旋那磅礴的神念覆盖整个顾氏 发现顾氏曾经的那些祖老们早就已经没有了 而曾经摆放在顾氏中属于他们的命牌 已经变成一地碎片被扫在垃圾堆里 他闭关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可能 你们 你们 在找死 只要我没死 顾氏就永远不会灭亡 顾氏永远不会灭亡 因为我们已经取代了顾氏 顾九旋气机炸开 金丹级的威压让周遭的顾家强者纷纷露出金融 金丹级的力量足以轻易击溃数十尊神丹静修行者 毫不费力 这就是断层级别的压制力 然而顾九旋忽然露出愤怒的神色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他的肌肤开始发痒 随后好像被大火焚烧一般 一道道阵纹从他的肌肤上渗透了出来 那些都是顾银所雕刻的阵纹 而随后 以顾九旋为中心 密密麻麻的阵纹开始朝着四周疯狂的蔓延开来 此地犹如化作一方古老的符文之地 漫天的沙阵开始启动 轰隆作响 犹如烈焰熔炉一般 顾九旋脸色难看 这是数百座阵法 看来顾氏遭逢变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顾家的这些人在他的身旁雕刻数百座杀阵 就是为了等待着他苏醒的那一刻 你们以为 仅凭这些阵法就可以轰杀我了吗 你们太小看金丹级的力量了 他疯狂大吼 金丹无限辉煌 周身那些阵法纹路咔咔咔的开始断裂 溅起一片片雷火花 此时 位于阵眼位置 一只神秘的旗帜剧剧烈颤动 化作阵眼 将周遭的所有大阵全都集合起来 王道领宝 顾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轰轰轰 六方神明领域爆发 连接二百七十八座杀伐大阵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 整个乾王区域都轰隆了一声 通天的血色洪流汇集在一起 朝着顾九旋冲刷了过去 扑扑扑 顾九旋的大手张开 瞬间按住了所有即将爆发的阵纹 他的身躯开始变得高大 在金丹的郁郁下 他化作金色巨人 肉身比大山还要高 头颅硕大 眼眸星红 对抗杀阵 金丹级的力量 果真可怕 顾天神等人露出惊骇的神色 而一旁的顾琴苍神色凝重 限制类大阵一百多座也同时爆发 让顾九旋的动作一致 大阵起了作用 将顾九旋削弱 随后囚禁大阵 将顾九旋生生囚禁在原地 此时的顾九旋 压迫感十足 犹如大山一般的金色巨人 瞪着星红的双眸 散发着压垮一切的气息 到沙伐大阵所激荡而出的血色洪流 双腿被跟植在了那大地之上 却依旧散发气息 压制顾家的所有强者 他们唯一见过的金丹级强者 就是皇甫瓦 然而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皇甫瓦出手 现在看到了顾九旋出手 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他被大阵限制在原地 无法动弹 趁着这个机会 杀掉他 顾琴苍等人纷纷开始动手 然而各种凛列的剑光 坠入金色巨人的身躯之上 却丝毫无法动摇顾九旋的肉身 他们破不开顾九旋的防御 而顾九旋 却是大手疯狂撕开阵纹 噼里啪啦 那些沙阵正在被他撕碎毁灭 现在的顾九旋 就好像是被珠网罩住 而他奋力撕开珠网 气息正在不断地渗透出去 神丹六中的修行者 打不破他的防御 他心中讥讽 可忽然 他看到一道年轻的身影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金丹级的神念笼罩 他莫名地有一种 欲捕先知的危机感 似乎这个年轻人很危险 顾家人给顾颖让出路来 让我来吧 顾颖的声音很淡 于是他取出神庭剑 金丹级别的防御 的确很恐怖 而顾九旋 与其他的金丹级强者 应该还不太相同 他的金丹竟然能够加强肉身 让自身的肉身 变得磅礴如山 一会儿等我撕开 这些该死的大阵 就将你们全部杀死 顾九旋的声音中 夹杂着浓郁的杀鸡 然而忽然他神色巨变 先天龙族 你的体内 怎么会有这种气线 这些上古的可怕玩意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惊恐至极 然而顾颖开启 诸神旗的六方神明领域 将他直接困在其中 让这里的气息 一散不出去嘶吼 随后他的手掌 生长出细密的龙灵 远古的气机迸发 暗须龙爪 龙族特效 无视任何防御 死啦 顾颖这一掌 瞬间撕开顾九旋的防御 让他那金灿的身躯 似乎化作一只只真龙 在疯狂撕咬着顾九旋的身躯 顾九旋的神色中 满是惊恐地看着那黑袍年轻人 英俊的脸庞 锐利的眉眼 他无法理解 顾颖为什么会龙族的武学 尤其是那一只 充斥着毁灭性力量的手掌 犹如真龙手臂一般 散发着让人绝望的力量 他的肉身防御 被开了一个口子 而且那伤痕竟然无法愈合 他催动磅礴的灵气灌入伤口 企图催动自己的细胞生长 结果毫无作用 顾颖取出神庭剑 开启空灵剑到真身 开启神火天旋体 抬手便是苍龙顿物剑绝 加持十五道龙象神进 朝着那缺口斩去 轰隆 剑光在顾九旋惊恐的眸光中 贯穿他的肉身 煞时间 那磅礴的金丹籍肉身 犹如小山一般 顷刻间崩塌 金丹之血洒遍天空 磅礴的沙阵 将顾九旋彻底淹没 他怒吼 咆哮 最终被满身的阵法完全吞没 磅礴的鲜血 将天空染成一片赤红 化作一道悲壮的霞光 渗透整个乾王区域 无数乾王区域内的人 纷纷露出了震动的神色 这是发生了什么了 血色霞光 这其中有着浓郁的血腥味 从其中 我感受到了金丹籍的威严 有的人伸出双手 发现自己的手掌 略微有些湿润的感觉 再看过去 手掌也是鲜红 是血 金丹之血 化作了漫天红霞 降下天地血雾 这等天地异象 也只有金丹籍强者陨落 才有可能出现了 金丹籍强者陨落 乾王区域内的修行者们 无法相信 乾王区域内有金丹籍强者 而且还陨落了 这个时候 有明确的消息传了出来 瞬间席卷整个乾王区域 圣阳城顾家 入主顾氏 取而代之 成为新的剑道王族 据说 曾经的顾氏组长顾九璇 成功踏入金丹境界 结果 陨落了 他陨落在顾氏内部 这一条消息 无疑是重磅炸弹 因为这代表着一个讯息 这位新出现的剑道王族 取而代之的顾氏 拥有屠杀金丹的能力 世家掀翻大族 想不到这样实力差距悬殊的事情 当真会出现 现在已经没有顾家与顾氏之别了 就说一个世家 怎么会诞生顾影那样的妖孽 乾隆绑第一啊 顾家现在成为顾氏 直接站在了乾王区域的顶端 顾九璇陨落 顾氏恢复了平静 他们处理顾九璇的尸身 发现在他的包裹之中 有一本特殊的金色圣术 金元法香 以此特殊法香 踏入金丹境 可在突破之十五道特殊金丹法香 金元法香特点 化作金色巨人 肉身庞大 防御力正300% 力量正200% 获得特效 群弓类攻击免疫25% 原来顾九璇所化作的金色巨人 并非是金丹级强者普遍拥有的力量 而是金丹法香 是极为特殊的圣术 在价值上远超过于其他圣术 顾颖正正师神 能够挡得住那么多杀阵 应该和这个特效 免疫25%群弓 分不开干系吧 杀阵都是群弓类型的攻击 顾颖还是第一次被克制了一下 不过暗虚龙爪的无视防御 直接导致了一尊拥有法香的金丹强者陨落 金丹这个境界很特殊 已经开始走向通神之路了 金丹境界分为九个小境界 金丹九重 而金丹九重圆满之后 还要进行一次金丹九转 才能够踏入赤侠境界 顾秦苍在一旁给顾颖如此说道 他知道顾颖距离金丹境完全不远了 据说金丹九转乃是九次涅槃蜕变 哪怕只是一转级的强者 都不是金丹九重境界的人可以比拟的 顾颖闻言点头 而顾九旋陨落 故事最后的危机也彻底消失了 这几日 登门造访之人数不胜数 顾秦苍也接待了一些 曾经对故事有过帮助的朋友 大家唏嘘不已 想不到当初的盛阳城顾家 现如今竟然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南宫世家 南宫校带着南宫灵儿造访故事 原本只是一方世家而已 现在却已经是镇压乾王区域的大族了 而故事这里还留有浓郁的血腥味 显然那场大战极其恐怖 当时南宫家给予了顾家一些灵弊 虽然对顾家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也算是一种支持的态度 所以顾秦苍招待他们极为热情 南宫灵儿靠近顾颖 然而却觉得顾颖分明 站在他的身边可却显得无比遥远 他已经踏入宁丹境界 可现在的顾颖斩杀神丹六中的强者 都如同切瓜砍菜一般 差距越来越远了呀 南宫灵儿的神色略带几分落寞 送别南宫灵儿后 顾颖将喇叭怪 以及黑鲤鱼全都搬到了故事去 顾秦苍单独给顾颖造了一座阁楼 阁楼极大 下面还有院子 足够顾颖放置喇叭怪 以及黑鲤鱼的刷新点了 巴巴巴巴 顾颖将喇叭怪放置在院落中略微皱眉 这样也太吵了 要是能给这喇叭怪 一个群体性的大镜严肃就好了 顾颖颖颖唏 他望着皎洁的月光却是有些感慨 顾家这算是越过了第一道坎 不过未来的挑战还有很多 踏入金丹 或许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红界的舞台中 修行修行 目标 一周内踏入金丹境界 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 但是对于顾颖来说 却并不是什么问题 三日时间风平浪静 而此时 位于顾颖的阁楼庭院之中 喇叭怪因为过于吵闹而被顾颖推平了 经历这些十日的篡改 顾颖的喇叭怪每日获取经验值的上限 已经达到了506点的经验值 再加上聚灵法阵的200点经验值每日获取 以及加上至恶酒文单的500点经验值的每日吸收 顾颖每日能够获得的经验值已经破千了 而顾颖有些不太满意 这段时间外出 还是耽搁了喇叭怪的篡改 而最近这些十日顾颖也获得了很多资源点 而其中有一个资源点 在顾颖仓获得之后 便立刻交给了顾颖 灯龙怪 等级 断体三重 火属性特殊类妖兽刷新点 每日可刷新上限 30只 击杀后 每日可获得的经验值上限为 2点 击杀后有1%概率掉落先天阳精之气 这对于顾颖来说是意外之喜 这灯龙怪在经验值的获取上有些一般 但是这个击杀后 有概率掉落先天阳精之气 对于我来说却是有大用处 这个效果对于其他人收益不高 但是若是被顾颖篡改的话 就不一样了 我的火属性灵体现在已经达到了第三阶段 然而想要进化成为第四阶段的话 现在需要500吕先天阳精之气 这500吕先天阳精之气 是一个很庞大的量级 至少就目前顾颖的资源存储量来说 想要得到的话 还是太过困难了 顾颖将灯龙怪的晶石取了出来 然后也放置在自己的庭院中 还好我的庭院足够大 已经堪比以往顾家的大小了 顾颖忍不住轻笑一声 现在故事已经今非昔比 他们占据群山 要知道从顾颖的住处赶往内堂 哪怕是飞行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而现在顾颖的庭院极大 广阔至极 若不是有遍地的喇叭怪兜 有些显得冷清了 扑扑扑 灯龙怪开始刷新 悬浮在半空中的青色灯龙 里面点燃着微弱的火苗 顾颖抬起手来斩杀一只灯龙怪 经验值加一 妖兽篡改点加一 顾颖忽然恍惚了一下 似乎是回想起了 自己刚开始篡改喇叭怪之时的场景 嘴角忍不住勾起了莫名的弧度 灯龙怪篡改面板 篡改一 灯龙怪每日经验值上限加五 十点篡改点 篡改二 灯龙怪单指击杀掉落经验值加一 十点篡改点 篡改三 先天阳精之气掉落概率正百分之五 十篡改点 前两条篡改点对于顾颖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篡改三 才是这个灯龙怪篡改的灵魂 只不过顾颖先将灯龙怪的今日 所有刷新出来的妖兽全都斩杀掉 然后一共获得了三十点篡改点 他打开灯龙怪精时的篡改 篡改一 灯龙怪每日刷新数量加十 十篡改点 顾颖直接利用这三十点篡改点 将喇叭怪每日刷新数量拉到了五十只 而今日剩下刷新出来的二十只灯龙怪 也都被顾颖斩杀 获得二十点篡改点 然后开始拉先天阳精之气的暴率 第二日的时候 顾颖看了一眼这灯龙怪 灯龙怪断体三重妖兽 每日刷新数量 七十只 单只击杀经验值掉落 一点 每日经验值上限 二 击杀灯龙怪掉落先天阳精 支气概率 百分之十六 而现在 提高灯龙怪先天阳精之气掉落概率的篡改 一也已经提升为四十点篡改点了 而提升刷新数量的篡改点消耗 也提升到了五十点篡改点 慢慢滚雪球 等我能将先天阳精之气 篡改到百分之一百概率的时候 这个灯龙怪的价值将会无比恐怖 我的火属性灵体 也将会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晋升速度 可以想象 每日可以通过击杀灯龙怪来 获得数百道先天阳精之气的话 顾颖能够以这灯龙怪来进行体制登顶 斩杀顾九旋后的第五日 顾颖成功踏入神丹六重境界 而这五日的时间 顾颖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 因为他发现自己 每天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早上 刷喇叭怪 并且进行喇叭怪篡改 同时要去一趟故事里面的资源刷新点 现在故事内部拥有不下于十种妖兽刷新点 顾颖挨个去杀到上线 每日能够获得大概四百点的经验值 中午 他去到青山雪窟内 这个青山雪窟是故事的特色修炼场所 类似于顾颖曾经在神剑阁所遇到的寒天灵潭 青山雪窟收益更高 外面看是青山绿水 然而一旦走入青山雪窟内 却是会变成严寒之地 能忍受极寒 那么就可以获得每日二百点的经验值增加 顾家将聚灵法阵与青山雪窟放置在一起 这样的话 只要在其中打坐 那么就能够收获双层经验值回馈 这一点倒是极好的 而增加了故事原本拥有的二十条灵脉 故事的聚灵法阵 每日经验值也抬升到了二百点 中午回到庭院后 顾颖会检查一下黑鲤鱼的收益 刷出来的七彩锦理全都储存起来 并且将黑鲤鱼持续斩杀 经过这段时间的篡改 顾颖的黑鲤鱼目前每日刷新数量 已经上升到了三百只 每日三百点篡改点 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一千点篡改点 已经可以开启先天龙池了 篡改二 获得可成长性先天龙池 先天龙池有概率刷出神秘锦理 篡改点一千 so 顾颖积累的篡改点快速见底 随后他面前的黑鲤鱼池子猛然碎裂开来 而里面的池水 已经密密麻麻的黑鲤鱼 并没有流淌在地上 反而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高高的托起 随后一股高亢的力量在周遭酝酿开来 顾颖能够感受得到 那是一股与龙族有关的契机 随后一只巨大的池子出现在顾颖的庭院里 先天龙池 特殊灵宝 可让池子中的黑鲤鱼越过龙门的概率翻倍 七彩锦理概率 5% 银龙里概率 2% 金龙里概率0 2% 5%概率出现祥瑞之物 顾颖露出满意的神色 祥瑞之物代表着一方大族的鼎盛运气 这对于目前的故事来说是最需要的 若是故事能够有一只祥瑞之物 那么应当可以经久不衰 至少在气运上是领先于目前能够接触到的所有势力的 貌似只有从六品势力开始才会拥有祥瑞之物 而且仅有少部分才会有 而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大族 若能拥有祥瑞之物 那么发展将会一座火箭的趋势疯狂上涨 顾颖心满意足 而晚上的时候 顾颖则是开始修行自己的武学 他的武学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是苍龙顿悟剑爵 空明剑道真身 甚至就连骤剑爵 以及灵溪剑指这些低等级的武学顾颖 每天都要修炼一些 感觉后续所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话 我到时候也是分身乏术了 顾颖颖颇为无奈 不过这段时间 他的提升是巨大的 苍龙顿悟剑爵 终于被顾颖成功修炼熟练度达到了50点 随后顾颖直接进行了第二次篡改 篡改二 苍龙顿悟剑爵所牵引而来的苍龙神魂进化 蕴含神龙威压 可瞬间将不高于施展者三个小境界的人压制在原地 仅能硬汉苍龙顿悟剑爵 50篡改点 而到了晚上的时候 一股强横的气息陡然在顾家内部爆发 姑姑突破成功了 顾颖露出惊喜的神色 没有做任何准备 踏入金丹境界 可以想象得到 姑姑这次的突破究竟有多么艰难 而此时 顾青轩位于神丹智固景地之中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来 你已经成功通关神丹智固景地 踏入金丹境界 终于成功了 顾青轩长呼一口气 眼眸里闪烁着一抹疲倦 这次的突破太过仓促 他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所以差点就失败了 所幸的是 他终于成功了 身旁站着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敢问阁下明慧 以达金丹之境 便是正式走入红界的修行殿堂 日后 我们或许还有见面的机会 神丹智固景地 是一共有三人同时进行 这一男一女看着顾青轩 眼眸中露出了一抹震动 这次神丹智固景地极为可怕 他们在这里面待了足足半个月 眼前的女子太有任性了 让他们心惊 他们觉得 眼前的这位女子 金丹晋不可能是他的终点 所以 也是生起了结交的心思 我叫顾青轩 顾青轩神色闪烁 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神丹智固景地了 他终于踏入金丹晋了 这次 故事终于无法限制住他了 想要依靠着大足底蕴 去限制金丹极强者 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他这次之所以能够突破 其实也有一份执念的 那就是成为金丹 然后打破顾氏对他的限制 同时也是为了庇护顾家 顾氏 等我出关 他杀气腾腾 而那两位金丹极强者 也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徐徐说道 我们来自于光玄天宗 敢问阁下 可是出身于八王之地 他们之前有过一些浅显的了解 而从顾青轩透露出来的讯息里 他们了解到 顾青轩可能是来自于八王之地 嗯 我来自于八王之地 乾王区域 好 离开景地后 我们便会去乾王区域找你 这次突破 多亏了你 我们要好好感激你 光玄天宗乃是一方六品势力 极其强大 而他们二人身份显然不俗 现如今看到了顾青轩 起了结交的心思 不过他们又看到顾青轩身上 忽然冒起的杀气 也是知晓顾青轩在外面 还有事要完成 于是也便拱手说道 日后再见 日后再见 顾青轩略微点头 随后走出神丹置顾景地 体内瞬间充盈可怕的力量 一颗璀璨金黄的金丹 被他成功的凝结而成 磅礴的气息散发滚滚微压 清冷的声音随之响彻 顾氏 我回来了 他的声音威严 大有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强势回归的感觉 然而很快 他愣在原地 因为他的身旁 站着顾青仓 顾影二人 而远处则是顾家的一种长老 他顿时怒不可遏 顾氏竟将你们抓来这里 无妨 我已成功突破金丹之境 我来带你们杀出去 顾青轩当即手握长剑 要带着顾青仓等人杀出去 顾青仓此时神情激动 然而看到顾青轩的模样 他差点笑出声来 连忙拦住要冲出去 大开杀戒的顾青轩 笑着说道 傻妹妹 你仔细感应一下现在的故事 顾青轩冷了一下 因为他发现 围在附近的这些顾家的长老们 好像的确没有被囚禁在这里的感觉 他的神念覆盖故事 发现曾经那些对他刀兵相向的长老们 气息全无 而顾氏内全都是顾家的人 这 他的气息一致 原本气势汹汹 现在他愣神在原地 气势有点凝制下来了 发生了什么 顾家 占领了顾氏 顾青仓连忙给顾青轩讲了一下最近发生的事 包括顾氏的神丹级强者 被顾家全灭 还有后续顾九旋踏入金丹 也被大阵限制 同时被顾赢斩杀的事 而顾青轩听完之后 莫名的 有一种浑身力气是不出来的感觉 他的仙仙玉手发颤 声音都有些发抖 顾氏 被灭了 顾九旋的老家伙 踏入了金丹镜 也被杀了 我 我要这金丹镜的修为 有何用 顾青轩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做何表情了 这分明是一件好事 可他却有点笑不出来的感觉 不过这也是暂时的一点郁闷情绪 顾青轩松了口气 顾氏的事终于结束了 你这家伙 还真是个妖念 顾青轩来到顾颖的身旁 狠狠地捏着顾颖的脸 让顾颖无奈至极 顾青轩很难想象 小时候自己抱在怀里 使劲蹂躏的顾颖 现在已经拥有了 斩杀金丹的力量 不过 是在数百道大阵的帮衬下 侥幸击杀了顾九旋而已 你别扯了 数百道杀阵 也杀不死金丹级强者 大阵顶多是限制了他的行动而已 顾青轩切了一声 直接打断顾颖的话 踏入金丹境界后 他才知道 金丹境界有多么恐怖 更不用说拥有法相的顾九旋了 这小子还想和我低调吗 你就是个妖孽啊